末日时代,这个星球出现了一种新的生物,鬼灵,而最初的鬼灵,是很少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直到一百年前,恶灵数量突然大量增长,袭击城市和乡村,肆意屠杀人类,使人类数量锐减,在末日里挣扎求生,直到遇鬼师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现状,所谓遇鬼师,就是拥有鬼气之人,操纵鬼灵对付恶鬼的人类,而每个鬼灵都会与一个特殊物品绑定, 被称之为鬼灵信物,只有通过百日抓究,被鬼灵信物选中的孩子,才能进入专业学校学习,成为遇鬼师候选人,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学校准备唤醒学生们的半生鬼灵,觉醒成功便能成为遇鬼师,失败的话便只能沦为繁衍工具人,众人已陆陆续续来到教室,男主凌峰等待五年,也终于迎来了改写秘密的机会,五年前,凌峰的父母嫌妻他挑了个鬼气弱的信物, 抛弃他打算重生一个,从此被人嘲笑为废物,也因此受尽同龄人的欺负,而如今的唤醒仪式,正是凌峰改写秘密的好机会,只要成功觉醒半生鬼灵,成为遇鬼师,便可不再被人欺负,此时,一个鬼灵出现在教室 他告诉众人自己是柳成玉鬼师的负责人,也是启灵医师的监察,随即让学生们拿出鬼灵信物,众人纷纷拿出各自的信物,凌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蝴蝶结,到底能召唤出怎样的鬼灵 随着鬼灵的施法,学生们的信物开始出现各种反应,有些人的信物还开始冒险,众人大惊失色,鬼灵解释道,信物在鬼气的刺激下,有反应便证明里面的半生鬼灵还在,没有反应便证明崛起失败,现在便可离开,凌峰的蝴蝶结没有一点反应,旁边的胖子看到后便开始嘲讽凌峰,一个收容所出来的废物, 根本不可能召唤成功,凌峰没有理会,只是瞟了他一眼,胖子依旧嘲笑他们,讨访他们赶紧走回老家,一个学生忍无可忍,想要做他,不料鬼灵从背后出现,仅仅是释放了一道威压,那位学生便浑身颤抖,早在走道中,被吓得不省人事,凌峰感慨道,这就是遇鬼师的实力吗?拥有遇鬼师前置的人,和你们,已经不是一个层面了,还不快走,凌峰无奈,只好离开教堂, 看着教室中的学生成为遇鬼师,凌峰伤心地低下了头,突然,教室里翻来一声惨叫,只见胖子的胸口冒出一把紫色的尖刀,嘴里还吐出紫色的烟雾,周围学生见此急忙后退,胖子的鬼灵居然是一只恶鬼,而且还被附身了,只见他挥动手中的尖刀,朝着学生们砍去,学生们纷纷向外跑去,而胖子也紧随其后,冲出来的胖子第一眼就看到了凌峰, 直接举起手中的尖刀,便向凌峰砍去,就在这时,凌峰脑海详情到声音,验测到半生鬼灵,气筒激活,凌峰疑惑不已,还眼望去,一个身穿白裙的可爱萝莉,出现在了凌峰的面前,末日时代,人鬼共存,若能成为遇鬼师,便能在这末日中生存下去,书接上回,胖子举着尖刀向凌峰砍来, 就在凌峰宁悬一线之际,男主光环开始发动,成功召唤出半生鬼灵,一个可爱的白裙萝莉不现在眼前,这就是我的半生鬼灵吗,随着鬼灵的出现,系统也发来奖励以及提示,鬼灵未命名,等级F,潜力两颗星,能力撕裂,鬼术未明确,想离鬼灵玩一颗,凌峰望向自己的鬼灵, 虽然挡住恶灵的一击,但F级还是太低了,凌峰随即使用了鬼灵玩,将自己的鬼灵升至一级,自身的力量也强化了30%,接着就是给鬼灵命名,叫什么名字呢,此时凌峰的脑里,扇过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就叫童童吧,随着命名成功,鬼灵自身也发生了变化,成功袭的鬼术,邪灵模式,而被恶鬼附身的胖子,也直接进入暴走模式, 但是,鬼灵负责人看到这只D级恶灵,已经陷入狂乱状态,赶忙扶在学生前面,凌峰看着面前的D级恶灵,比童童现在的能力,风险还是太大了,凌峰思虑片刻,随后,抄起一旁的椅子便向着恶灵冲了上去,交手时,凌峰发现自己的反应力也提高了,直接将椅子拍在了恶灵身上,不料普通的椅子,对D级恶灵来说根本造不成伤害,恶灵手中的尖刀一转, 向着凌峰次来,如此近的距离,凌峰根本躲不开,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就当尖刀要砍到自己时,童童上前用双手抓住尖刀,凌峰当场愣住,而童童瞬间开启邪灵模式,直接将恶灵的尖刀捏成碎片,随着鬼气的爆发,童童双眼奋发红光,白发飞舞,鬼气闪身,直接将胖子弹开,这一幕惊呆了凌峰等人, 只见童童一个又勾拳,红色的利爪打向恶灵,随即街上蓄力一拳,轰得一声,便把D级恶灵直接秒杀,首战成功,随即系统也再突发来奖励,你的鬼灵被杀了一只D级恶灵,获得鬼灵完一颗,而凌峰也发现,自己鬼灵升级的方式与学校交得完全不同, 不过系统奖励到是挺风后,随着战斗结束,童童身上的鬼气也逐渐消散,自动回归信物,旁边的同学们也看得目瞪口呆,负责人也拍手称赞,凌峰,你很优秀也很勇敢,随着启灵仪式的完成,凌峰顺利成为了剑锡与鬼师,随后负责人便燃烧起来,消失在了众人面前,负责人消散之际,目光转向看着凌峰,刚刚召唤的鬼灵便能升级, 实力也远超自身的级别,这小子到底是什么狠角色,而凌峰自己静静地看着手中的蝴蝶结,心中暗自下定决心,彤彤,我会好好培养你的,我凌峰一定会成为最强欲鬼师,绝不会被任何人摆在脚下 罗利将士,勇战恶灵,独手接刀就难煮,邪灵一开阵全场,出街上回,凌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床上,看着手中的蝴蝶结,轻轻呼唤一声,彤彤便出现在自己身旁,你今天的表现很棒哦 凌峰微笑着,对彤彤说道,可彤彤只是瞪着双眼,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凌峰不禁打了个问号,难道鬼都是没有意识的吗? 还是说,现在的等级太低了,升级后才会有意识? 凌峰在一旁自言自语,此时系统却传来提示,与鬼灵交流,可获得经验和羁绊,凌峰摸了摸下巴,没想到日常的闲聊也能增加经验值 看着彤彤的邪灵模式,想到一级鬼灵是不具有鬼术的,难道这就是系统的特殊性?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凌峰决定暂时不给彤彤升级,要先搞清楚系统的功能 凌峰本想摸摸彤彤的脑袋,虽然摸不到实体,但也能增加经验 而后,凌峰带着彤彤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教彤彤英语,和彤彤看恐怖片 带着彤彤一起刷牙洗漱,一晚上下来积累了50点经验值和10点羁绊 折腾一晚上也要休息了,但一人一鬼的房间里,让凌峰感觉怪怪的 第二天,凌峰来到校门口,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周围的同学都在讨论他 而学校老师开始催促大家上车,凌峰也排着队登上了车 上车后发现车上竟然也有鬼灵 凌峰看了一眼彤彤,发现彤彤并没有反应,兴许是这鬼灵,没有威胁性 旁边的鬼灵盯着凌峰,而凌峰依旧显得非常淡定 老师告诉学生们,不要大惊小怪,在外城到处都是鬼灵 这不过是一些没有怨气的善灵罢了 不必取理会他们,他们也是半生鬼灵的主要来源 你们要学会与鬼共存,才能更好地适应外城的生活 更何况有时人心比鬼更可怕,车辆缓缓驶向隧道口 很快就来到了内城的隧道旁 在守成员看到放行令后,车辆开始驶进隧道 通过幽暗的隧道后终于来到了城外 车里的学生看向背后的城墙纷纷睁大了眼睛 黄金墙,传说中的黄金墙 城墙上面有一层一毫米厚的黄金 可以预防鬼从城墙中穿过 而黄金可以隔绝鬼的一切技能,是用来确保内城不被入侵的重要手段 随着目的地的到达,学生们纷纷下车 凌峰也来到了外城 外城,真的有很多鬼吗? 当然有,还有很多工具人 不过,怎么都是中年人呢? 凌峰缓缓说道,40岁以上没有生育价值的普通人 就只能来城外劳作了 而周围的人,也开始向凌峰搭讪 这时,一阵阴风吹过 一道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是昨天的鬼灵负责人 负责人说道 从这里开始,你们将接受三个月的试炼 才能成为真正的遇鬼师 每个人领取地图和定位器 去那些建筑中寻找住宿 而且要注意 每套房子都有恶灵 谁能解决它? 谁就能拥有那套房子? 当然你们可以组的解决 也可以自己解决 这便是对你们的第一次考验 房子越大恶灵越强 还有难度最高的别墅区 想住别墅的话也可以去试试 你们只有一天时间 祝大家玩得开心 人鬼相处 携手日常 一路行车到外城 试炼来临寻住处 就当负责人说完话时 系统出现了一条新任务 获得一套独立的房子 任务奖励随房子大小而定 看着系统的新任务 林峰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时后方的美女向林峰打招呼 林哥 我们一起组的队怎么样 看着眼前的大 大 大美女 我准备一个人 不等美女挽留 林峰 扭头便走 美女感觉太丢脸了 自己还从来没被男生拒绝过 地旁的男生 则不爽地看着 都是见习欲鬼师 装什么装 此时 男生提醒 林峰走错方向了 那边可是别墅区 林峰却是直径走向别墅区 来到别墅区内 林峰敏锐地感觉到 别墅区的阴气果然不一般 来到一栋别墅前 林峰问起旁边的大叔 大叔 别墅怎么进 老头看见是一名后生仔 直接就让林峰掉头回去 这些别墅 已经十年没人住进去过了 林峰疑惑地问道 难道没人敢来 大叔笑了笑说道 只是来过的人都死了 别墅里住着的都是C级20 别说是你 就连正式的欲鬼师 都未必能自己解决 更何况 你才刚刚觉醒 林峰思虑片刻 以彤彤现在的等级 直接去打 风险实在很大 林峰选择直接给彤彤升级 彤彤成功升到低级 自己身体也强化80% 林峰不再理会大叔的劝阻 直接走向别墅大门 立即的彤彤如果进入邪灵模式 那么他的实力 正好可以对付C级20 美女邀约 扭头拒绝 独自一人遇大叔 三刀夫会闯别墅 林峰走进别墅 大门便直接被关上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有一条红色地毯 就在林峰疑惑之时 一道黑影突然在二楼闪过 林峰迅速冲向二楼 可黑影却已经消失不见 这时 一阵咄咄咄的声音响起 像是主师在切菜 女扶端盘子的声音 林峰直接冲向厨房查看 开门后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声音也消失了 就在林峰正疑惑时 忽然身后一把尖刀 向林峰刺来 彤彤及时出现 帮他挡了下来 若林偷袭失败 转身往后跳开 几个跳跃 便跑向了楼梯口 而彤彤也是直径追向恶林 就在林峰呼唤童童时 又有一只恶林从背后偷袭 林峰弯腰躲过 想要逃离 不料门口再次出现一只恶林 挡住林峰的去路 原本空档的厨房里 竟然出现三只恶林 不是说 只有一只恶林那 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鬼 林峰在战斗状态下 无法收回鬼灵 只能不停地躲避恶林的攻击 此时 林峰抓住机会 小夏用力一蹬 直接跑到厨房外 幸好自己的身体被强化 速度敏捷了很多 跑出厨房后 林峰发现恶林都消失了 只剩地上的衣服 难道只有进入房间 鬼灵才会出现 林峰试探性的踏入一只脚 恶林便再次出现 也就是说 这些衣物鬼并不是恶林本体 而是恶林的能力 因为有活动范围限制 所以才费尽心思 引我到二楼 林峰更感一惊 不好 虎虎这下危险了 急忙离开厨房 寻找童虎 看见童虎在一个房间里 林峰急忙喊道 童虎 这是陷阱 快飞出房间 不料童虎 已被多只恶鬼包围 而有一只恶鬼 手持尖刀 无声无息地 来到林峰的头顶 林峰 抛出腰间匕首 转身挥刀铲了上去 不料黄金刀刃 竟然没有效果 林峰急忙避开 转身后跳回房间内 鬼灵随之消失 原来你也只是异物鬼 而林峰的闯入 也吸引了房间内的恶鬼 恶鬼开始朝着林峰出来 林峰拿出信物 召唤童虎回来 童虎转身化作一团灵气 瞬间回到蝴蝶结内 房间内的异物鬼 也全部朝着林峰冲来 林峰转身就跑 直接从二楼下 不料地板直接被砸穿 林峰起身 拍了拍脑袋 CG20果然不好对付 而后忽然发现 彤彤正挡在自己身前 林峰定眼一看 一只长满人脸的章鱼怪 正在盯着他们 他原本是一个 废人一气的废物 却在一场仪式里 觉醒了奖励系统 不仅收获了一个白裙萝莉 还成为了狱鬼师 书接上回 林峰掉入地板后 一只章鱼怪 浮现在两人面前 居然是 是灵怪 CG20是灵怪 通过吞噬他人灵魂 强化自己 能力 将灵魂注入物体 进行操控 弱点 无法移动 林峰惊艳道 这个才是恶灵的本体 随后 是灵怪触手 开始攻击 彤彤挥动双手 抵挡进攻 但是实力相差一级 没过多久 彤彤 就被一只触手拍飞 林峰看到彤彤受到攻击 连忙掏出匕首 用自己的身躯挡在彤彤面前 不料一只触手 直接将林峰捆住 然后拉了过去 彤彤连忙上前 将触手撕开 无奈触手太多 根本无法近身 林峰拿着匕首 想要抵挡 可紫色的绒液 已经包裹住了 林峰的半张脸床 要被吞噬了吗 林峰 感觉自己的力量 正在逐渐消失 镜头来到外面 鬼灵负责人 从大叔那里得知 林峰孤身一人 进入了别墅 大叔急忙答道 已经进去十分钟了 估计已经 听到这里 鬼灵负责人 急忙推开大门 朝着别墅内 冲了进去 而此刻的林峰 已经被吞噬的 只伸一只手 一旁的彤彤 见此直接黑脸 红色的火焰 从眼眸中奔发而出 邪灵模式就此展开 周围顿时 红光弥漫 身旁红铃 漫天飞舞 彤彤连忙 来到林峰身旁 抓住还裸露 在外面的手 一把冲进 紫色熔液中 直接抱住林峰的身体 而后红色的鬼气 从两人身体之间 释放开来 随着鬼气的释放 是灵怪的身体 开始变得扭曲 表情也逐渐难看起来 地板上方的鬼灵负责人 看到下面发出红光 也从缺口处 跳了下来 负责人刚刚着陆 是灵怪身体里的能量 便爆炸开来 威力之大 就连整栋别墅 都跟着颤抖 随着能量的消散 负责人定眼一看 那只身为刺激恶灵的是灵怪 被瞬间消灭 而彤彤抱着林峰 虚弱地回到了蝴蝶街里 林峰呼了一口气 感叹道 这次真的是有惊无浅 鬼灵负责人没有上前 而是慢慢消散 另一边 消散的一缕清烟 回到会长手中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旁的管家问道 会长大人 可是试炼场 发生了什么事情 延会长伸了个懒腰 难难道 有个叫林峰的少年 他的鬼灵十分特殊 不仅拥有第二种形态 还能大幅度地提高战力 管家继续达到 拥有这样的鬼灵 真的是壮大运了 而会长却一脸紧锁 没那么简单 以他的天赋前置 说不定是极少出现的 通灵体 一个仪器的废物 却意外觉醒了系统 不仅召唤出了特殊的鬼灵 还觉醒了特殊血脉通灵体 什么是通灵体 相传在一百年前的诡异时代 最初之时 只有通灵体才能成为遇鬼师 而通灵体 便是天生具有遇鬼天赋的人 所拥有的鬼灵不仅强大 还能同时驱使多只鬼灵 但是它们往往活不过几年 不是死在更强大的恶鬼手中 便是死在自身恶灵的反噬 甚至最后连自己都会变成恶灵 但正因为有通灵体的出现 一百年之间 经过它们不断地探索 用心血和生命的代价 才创造出相对安全的 遇鬼师培养模式 这便是遇鬼师的由来 此时管家惊叹道 可通灵体一出生 便会被送到遇鬼师总部 难道是遗漏了 林峰走出别墅后 大叔赶忙上前迎笑 恭喜你啊 18岁就喜提别墅 是老夫小看你了 随后交给林峰别墅钥匙 再去主楼登记 便能领取遇鬼师身份牌 主楼里 人们熙熙攘攘地都在排队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讨论着各自的收获 轮到林峰登记时 林峰把别墅钥匙放在 登记人员面前 登记人员十分震惊 你居然解决了别墅里的恶灵 此话一出 后面的众人直接大惊失色 一个人拿下了一栋别墅 我的天哪 这还是人吗 随着登记的完成 林峰也获得了遇鬼师的身份牌 更是收获了一等奖的一万贡献 林峰默默地收下 道谢后转头变子 此时有些女生开始羡慕起来 不知道我给她当女朋友 能不能一起住别墅 想得美 人家能看上你 来到外面 林峰随即召唤出童童 刚才真是辛苦了 林峰摸了摸童童的脑袋道 咱们去购物吧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不料童童突然点了点头 林峰被突然的点头惊恶到了 童童终于有自主意识了吗 来到外城的朱雀大街 林峰两人乘坐的大巴随即到站 来到一家百无禁忌的商店 打算买一些日常用品 此时 林峰看见一床被子居然要八百贡献品 收银人员无奈倒 没办法 如今的物资短缺 东西都是这个家 林峰只能无奈地摇了摇手 这时收银员指了指旁边 林峰惊讶地转过一看 只见童童抱着一大碟的卫生纸 出现在她的面前 见是童童抱来的 林峰只能无奈地买下 而后童童也毫不客气 在临时区推了一大车的零食 又在服装店里 挑了好看的衣服 更是在机械铺里 将自己身上挂满了装备 就连自己的系统 也需要花费五百贡献点来升级 林峰无奈选择放弃挣扎 直到傍晚 夕阳夕下 林峰才推着一大车的货物回家 而看到童童十分开心的样子 林峰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很心疼 但也增加了不少的击败 不过还是要告诫大家 羊鬼有风险 消费需谨慎 原本乖巧可爱的罗莉 忽然变身成红衣形态 不仅打开了第三只眼 还恶狠狠怒视着前方 书接上回 林峰买完东西回家后 躺在别墅的阳台上 翻越着绿鬼失身份牌 由于童童的疯狂消费 原本一万的贡献点已经所剩无几 当务之急是做任务赚取贡献点 不然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就要喝戏北风了 这时林峰想起 狱鬼师协会的任务 若想转正成为正式的狱鬼师 就必须参加正式狱鬼师的评级 而参加评级的要求 便是需要在三个月内 完成十二次出轨人物 林峰看着任务列表里的任务 等级为义和的任务太简单了 不仅讲精神 而且没意思 只有去接触等级高实力强的恶鬼 才能继赚钱 又能给童童升级 随后林峰看到终极任务 直接相中了城外的C级任务 清除城外水铺的水鬼 奖金竟然有两万 林峰正想接单 不料却被别人抢单了 无奈之下 只好选择另一个C级任务 清除城外小镇的恶死鬼 虽然奖金少了5000 但还好有一万五 看着C级任务的描述 林峰最终选择承接此任务 自己还难难道 真有趣 鬼还能吃粮食 第二天 林峰来到粮食小镇 粮食小镇的位置属于一方线 一方线里虽然有浴鬼是助手 但难免会有落网之鱼出现 来到办事处 工作人员看到林峰年纪轻轻的样子 不禁怀疑道 你能行吗 林峰自信说道 当然可以 工作人员也没有废话 直接将地图展现在林峰面前 林峰看了一眼 便摆了白手走了 林峰走后 两个工作人员依旧不太相信 十七八岁的小镇 真的靠谱吗 林峰按照地图上的指示 终于来到储存粮食的山洞前 守卫人员急忙上庭迎接 林峰点了点头 看着如此狭小的洞口 林峰不禁怀里起来 守卫人员解释道 别看洞口想 里面的空间可大 林峰也没废话 跟着守卫人员来到了里面 守卫人员边走边说情况 这只恶死鬼不会伤害人 却是一个进着吃粮食 一周的时间便吃了几千斤的粮食 再这么下去 山洞里的粮食都要被吃光了 林峰敲了敲胸前的蝴蝶结 随即呼唤同仓 开始打眼了 随着鬼气的散发 洞洞直接着陆到了地域 吓得两位守卫人员直哆嗦 此时林峰询问道 怎么样洞洞 能感受到吗 洞洞却是瞪大眼睛 不禁一愣 将目光转向洞口处 林峰疑惑地问道 难道在外面 不料洞洞直接进入邪灵模式 额头上列出一道小口 一只黑色的鬼眼 从洞洞额头上睁开 林峰大为震惊 洞洞什么时候有了新能力 而洞洞一直盯着入口 吓得两位守卫人员 吓得守卫人员直接脸色惨白 吓得一团绿色的鬼气 在守卫人员的口袋里暴动 那只C级恶骨 居然躲在他的口袋里 洞洞展开第三只眼 很快就察觉到饿死鬼的位置 居然就在身旁 没想到饿死鬼 竟然躲在守卫人员的口袋里 林峰见此十分震惊 没等守卫人员反应过来 饿死鬼直接附身在他的身上 而守卫人员开始不受控制 不自觉地抽搐起来 随即两眼放黑 凶神恶煞地朝着林峰他们冲来 林峰见此 直接抬腿一脚 由于之前的身体强化 林峰这一脚 直接将他踹开十几名员 而守卫人员已被鬼附身 已然没有痛觉 起身后 便再次向着林峰冲来 林峰此时有点犯难 而童童则从一旁闪过 抬手便抓住了冲过来的守卫人员 随后掐着他的脖子 一把伸进守卫的嘴巴里 顿时 一个形象怪异的恶鬼便被拉了出来 而饿死鬼直接化成鬼气 猛地从童童手中正挫开来 随后张开倾盆大嘴 直接冲向林峰等人 林峰来不及反应 周围的环境突然变得气飞一片 原本的煽动已然不见 随即出现的 是一张又一张的大嘴 周围墙壁不停地蠕动着 不好 我们被饿死鬼吞进肚子里 林峰十分震惊 这难道就是鬼域 鬼域是鬼制造的一个独立空间 可以任他操作 人一旦进入鬼域 会从鬼域外的人眼中消失 是高等级的鬼灵所刻有的名利 林峰惊叹之际 墙壁上的大嘴伸出超长的舌头 朝着林峰他们袭来 林峰侧身躲过 而身旁的守卫反应不及 直接被拉进大嘴里 林峰上前想要营救 不料自己脚下 也浮现一张大嘴将他咬住 林峰正脱不堪 抛出黄金匕首向地面刺取 林峰正脱之际 一双赤红色的利爪伸了出来 随即奔发出红色的鬼气 饿死鬼的鬼域开始崩裂 林峰再次回到山洞之中 看着彤彤那双赤红色的利爪 林峰长出一口气 没想到彤彤竟然破坏了鬼域 彤彤则是满脸担心 恢复形态后来到林峰身前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林峰也是安慰道 没事 我在这里 系统随即传来提示 战斗成功 你的鬼灵击杀了恶死鬼 获得天赋 婚事 彤彤手画力爪 成功解救林峰后 两人四目相对 微笑不语 解决完恶死鬼后 回到办事处 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看到林峰这么快就回来时 双手交叉击反道 怕不是耽了吧 林峰则自信地告诉他们 恶死鬼已经解决了 工作人员很是诧异 这么快就解决了 真的假的 工作人员不敢相信 可随后的技术人员告诉他们 恶鬼灭杀已经核实 仓库中已经没有鬼气波动 看着林峰离开 技术人员满是惊奇 而工作人员也很抱歉 是在下眼桌了 想不到您这么有忍耐 贡献点很快打到您的账上 完成任务后 林峰便告辞离开 傍晚 回到别墅的林峰 已经收到任务发来的 一万五贡献 突然系统再次发来新任务 三天内升级鬼灵至C级 奖励 获得鬼欲 林峰看着系统的新任务 不错诶 居然能让彤彤获得鬼欲 看着彤彤的能力面 彤彤的潜力已经从两星升到三星 实力也提升了很多 想到今天遇到的恶死鬼 虽然成功击杀 还获得了吞食的天赋 但鬼欲确实难以对付 之后要是再碰到 难免会受伤 若想让彤彤快速升到C级 获得奖励的鬼欲 最好的办法 便是选择一批地级的任务 等彤彤拥有了自己的鬼欲后 再次面对其他恶鬼的鬼欲 自然不会吃亏 来到第二天 住宅区外的狱鬼师们疯狂苦涛 这两天地级任务一出来就没了 真是太奇怪 他们哪能想到 为了三天内完成系统的任务 林峰一直狂刷地级任务 只要地级任务一发布 林峰都会第一时间承接任务 城外 彤彤林峰两人 击杀地级恶灵明分地复灵 获得经验值300 击杀地级恶灵染防女鬼 获得经验值400 击杀收容所三眼鬼神 获得经验值200 击杀地级恶灵九场试鬼 获得经验值500 三天很快过去 傍晚 彤彤跟着林峰在野外搭起帐篷 经过这三天的努力 彤彤终于升至C级 成功获得果欲 林峰的身体也再次强化了1.5倍 看着彤彤玩火的样子 林峰不禁好奇挺 彤彤的鬼域到底如何 得找个机会来试一试 另一边 在柳城的某幅荒山野岭 一座古宅出现在此 看着周围都是钻壁残垣 古宅更显得十分诡异 古宅大门敞开 门上挂着两个高高的红灯笼 看着宅内的上方 两排随风飘荡的红灯笼 林峰呼啸 似乎预示着有大事 将要发生 荒无人烟的荒山下 原本是断壁残垣 却突然出现一座诡异的古宅 两盏红色的灯笼 如同鬼眼录视前方 不远处 三个狱鬼是躲在一块大石头背后 披着金色毯 看着那座诡异的古宅 能将鬼域外形 这只恶鬼恐怕至少是B级了 领头的光头狱鬼是一脸灵素 怕什么 我们三个B级狱鬼是 还治不了一只B级恶鬼吗 若是能拿到鬼灵之物和其他宝贝 那可是足足百万的贡献点 说吧 三人商量出对策 开始慢慢地潜入那座古宅 走进大门 映入眼门的 是寄寥无人的院子 院子中只有一颗枯木 枯木上红铃飘大 显得更加诡异 三人开始挨个房间搜索 不料什么都没找到 来到最后一个房间 而上面紧贴着封条 四眼欲鬼是没有废话 直接一脚将门踹开 而开门后的场景 着实惊吓到三人 一件鲜红的嫁衣浮现在三人面前 原来是一件嫁衣 可能是一个出格女孩的门房吧 光头欲鬼是上前查看 虽然感觉不对劲 却找不出问题果在 而后面的欲鬼是难难道 我们的鬼灵没有反应 肯定不在这里 这时 四眼欲鬼是看着旁边的梳妆镜 不禁大叫起来 只见梳妆镜里浮现出一张女人的脸 就像有个女人坐在镜子前 再给自己化妆 恶灵就在平静里 欲鬼是们连忙召唤出鬼灵 不料自己的呼唤根本没有反应 光头欲鬼是已然冒出冷汗 糟了 想不到这只恶灵的鬼欲 竟能隔绝人与鬼灵的联系 快退出去 就当三人想要退出房间时 不料背后的门一下子关了上去 一个睁着红眼的黑衣 出现在三人身后 接着房间里传出恐怖的坦掉声 而古宅最后也原地消失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当再次看到三个狱鬼狮时 三人已经没有了生气 金发妹子看着地上的尸体 报告会长大人 这一次死了三个B级狱狮狮 严会长摘下狗头 这只嫁鹰女鬼 他们已经追踪半个月 如今在柳城出现 看来是他要找的东西 可能就在柳城 金发妹子询问道 东西 他在找什么 严会长确实摇头 不清楚 他从不主动出战 而且急善逃顿 一定是为了找什么东西 他会一路跑到柳城来 收拾好三人的遗体后 严会长下达命令 控制柳城所有狱鬼狮 让他们不要出城做任务 在事件没有结束前 柳城正式封城 荒无人烟的古宅里 惊现一张嫁鹰鬼脸 不仅让三个B级狱鬼狮 有来无回 还导致整个柳城被迫封城 这时的凌峰还在城外搭着帐篷 看着手上的通讯录 凌峰不禁发现 C级任务突然冒出好几页 难道是遇鬼尸都死光了 凌峰借此机会 既然出城了 还是赚够本再回去吧 正好也可以试试彤彤的鬼域 随后接下了一个C级任务 清除果园里的杀人恶灵 看着任务地点和描述 凌峰独自一人走向果园深处 路上时不时有沙沙的阴峰吹过 走着走着 一个垂掉的果农尸体 浮现在他的面前 凌峰绕过他继续往前走 而后又有两具果农尸体出现 都是吊死在树上 难道恶灵是个吊死鬼 凌峰在果园里搜索了半个小时 仍然没有恶鬼的身影 当第四具尸体出现时 凌峰惊愕地发现 这具尸体竟然和遇到的第一具尸体 是同一个人 忽然之间 凌峰猛然回头 周围环境发生变化 树枝上已经挂满了尸体 凌峰疑惑起来 哪来的那么多尸体 此时凌峰才发现 虽然周围的环境看似只是果园 但自己可能早已踏入 那只恶鬼的鬼月 就在这时 一条吊绳从背后起来 凌峰反身想要抓住 不料吊绳直接从掌心穿过 一下子便勒住了凌峰的脖子 吊绳勒紧 正要把凌峰吊起来时 一只小手将绳子拉住 红红出手 将绳子从凌峰身上扯下 果然是吊死鬼 单凭这条本绳 人类根本抓不住 却又能将人吊起来 对于普通人而言 简直就是无解 看着凌峰正扣鬼神 果林里的尸体 开始朝着凌峰冲来 红红直接变身邪灵模式 双手化成火焰力爪 直接将鬼神撕成碎片 面对着冲过来的尸体 红红全力一击 直接将所有的尸体 全部化成灰烬 任务完成 鬼灵经验之家六百 获得鬼灵之物 弹缺的鬼神 凌峰看着手中的鬼神 虽然解决了C级恶劣 却没能触发彤彤的鬼欲 实在有些可惜 C级恶灵对彤彤而言 已然不足为据 看来得去承接一些 等级更高 更加凶恶的任务 由于鬼一嫁一的出现 严会长下令封锁城市 林峰解决完掉死鬼 便打算在野外休息一晚 与此同时 柳城接收到封城命令 遇鬼师们开始返回城中 街道上也开始热闹起来 人们闲言碎语地讨论着外面的世界 聊着聊着便讨论到了林峰身上 毕竟一个见习狱鬼师 第一次分房就获得别墅 着实让人分外眼红 而林峰的卓越表现 也被一些不怀好意的狱鬼师听到 一旁的酒馆里 两个狱鬼师听着林峰的事情 心中不禁产生了百亿 两人推测道 如果不是通灵体 也不是谣言 那么他的鬼灵潜力应该极高 刀疤脸兴奋起来 想要偷偷杀掉林峰 霸占他的鬼灵 时间来到晚上 两个狱鬼师来到林峰的别墅旁 困起了一旁的名侦探小弟 你们问林哥呀 他就住在这栋别墅里 晚上都没有亮 肯定又是出去做任务 刀疤脸一破刀 他一个见习狱鬼师 就赶在外城做任务 名侦探解释道 林哥可不是一般人 天天都在外面刷任务 据说他的鬼灵都快C结了 不过你们找他干嘛 两个狱鬼师见死 连忙摆了白手 没事没事 只是好奇而已 说罢便扭头走开 几分钟后 两人觉得此事正是时候 现在外面的狱鬼师纷纷回城 正是杀人越获的最佳机会 第二天清晨 此时的林峰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鬼蛋丝盯上了 打开帐篷来到外面 看着童童抱着膝盖甩在帐篷外 童童 你又在外面守了一个晚上 林峰有些感动 童童则是微笑着更大双脸 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峰 随后将头低进膝盖 林峰看着童童羞红的小脸 难道是要求表扬 林峰也不吝啬 走过来摸着童童的脑袋 童童 谢谢你啊 一番整理后 林峰拿出通讯录连上信号 便接收到了几个魏族消息 林峰翻阅起来 还知道城外有个厉害的恶灵 难怪没人和我抢任务 原来狱鬼师们都回城了 最后 林峰看到同期的平安小弟发来信息 原来是昨晚的林侦探小弟 看着平安小弟发来的预警信息 林峰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难道有人想对我不利 可是城外那么大 能遇上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林峰思索 会不会是个误会 由于嫁印于鬼的出现 使得柳城紧急封城 林峰看着平安小弟发来的预警信息 不禁怀疑起来 突然 林峰想起另一条信息 现在遇鬼师们纷纷回城 留在城外的遇鬼师逐渐变身 因此难度较高的任务 基本没人承接 而他们能找到我的方法 便是通讯录里的任务界面 根据任务界面的规则 一旦有人承接某项任务 这项任务便会在任务界面消失 如果一个人负责刷新任务界面 另一个人负责盯着为刷新的界面 那么 他们不仅能知道我承接任务的位置 还能提前设下买服 想到这里 林峰心生一计 便接下了一个C级任务 清除小凤山的神秘恶果 随后便朝着前方前进 来到分岔路口 林峰并没有往小凤山的方向 而是跑向了采石场的方向 十几分钟后 林峰来到采石场 风讯录里呈现着另一则C级任务 清除采石场的严谨 看着下方的采石场 林峰笑道 任务可没规定 不能先完成再承接 当当的小凤山任务 就当作是诱饵吧 两个不知情的鬼伴 看到林峰承接了小凤山的任务 开始急速赶往 几分钟便来到了小凤山下 打算躲在一座破庙里 等待林峰的到来 另一边的采石场晃动了 传出一阵风鸣声 林峰同同两人相互配合 成功击杀了采石场的严谨 随后来到员工宿舍领取解密 而管理人员十分震惊 怎么可能 刚刚还没有人接任务 林峰背着手 顺势摁下承接任务 管理人员重新打开通讯录音台 还真的被承接了 另一边 林峰承接了采石场的任务 自然被小凤山的两个鬼伴子查看到 两个鬼伴子不经疑惑起 难道还有遇鬼是在城外做任务 胡子脸催测道 有可能 毕竟不怕死的遇点师还是有 两人商量对策决定 刀疤脸继续在小凤山盯着 胡子脸则前往采石场 一旦发现林峰的踪迹 先不要动手 等两人会和后再一起出手 两个小时后 胡子脸来到采石场 问起管理人员 这里的恶鬼 是不是被一个年轻小子解决了 管理人员如实回答 确实是被一个18岁的小伙解决了 胡子脸一板抓起管理人员询问道 他去哪儿 什么时候离开的 管理人员惊恶地指着一旁的道路 一刻钟前 他从这条路走 胡子脸扔下管理人员后 再次飞快地朝着前方前进 管理人员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比一个说道 这种垃圾也配多遇鬼师 随后拿起通讯器 给凌峰发了一条消息 凌峰看到信息后 果然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凌峰的事迹在城内传开 胡子脸却被两个鬼贩子盯上 看着采石场的老赵发来的信息 凌峰才确认 自己真的被盯上了 不料凌峰早有对策 早在三个小时前 凌峰完成采石场的任务后 管理人员便被凌峰收买 凌峰给了他5000贡献点 让他配合自己演绎出戏 管理人员也欣然答应 随着采石场信息的到来 凌峰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半 两个鬼贩子 一个已经在采石场附近 另一个还在小凤山守着 凌峰随即开始下一步 承接任务 清除冷水洞里的鹰水鬼 而凌峰承接任务时 鹰水鬼早已被他解决 随即决定化身猎人 前往小凤山 解决守在那里的鬼贩子 不以为然的胡子里 看到冷水洞的任务被承接了 并没有产生怀疑 联系刀疤脸后 便支身前往了冷水洞 三人各自行动 不一样的是 猎物与猎人的身份已经转换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斩草出根 这次换我来捕猎女 随着时间推逝 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 正在赶怒的凌峰 胸前的蝴蝶结突然闪烁 红红出现在身后 直接化身红衣形态 一把抱住凌峰 用身上的红铃将它包裹起来 怎么回事 凌峰感到十分疑惑 此时凌峰透过彤彤的红铃 看到天空飞过一缕红光 那是什么 凌峰疑惑不及 而随着红光的远去 彤彤的红铃才逐渐散开 凌峰看着彤彤恢复白衣形态 心中思虑着 难道是有强大的敌人经过 所以才将我隐藏起来 这个技能倒是挺新鲜的 这是系统提示 鬼灵获得鬼鱼不加技能 回忆 奖励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看着转盘的出现 凌峰直接点击开始 恭喜宿主 成功获得能力 鬼气修复 宿主可在鬼灵配合下 修复鬼灵器物 也可升级所拥有的鬼气 看着这项技能的描述 凌峰取出之前的残缺鬼绳 随后握住彤彤的双手 让他释放部分鬼气 随着鬼气涌入鬼绳之中 原本断裂的鬼绳拼接在了一起 变成一条完整的鬼绳 修复成功 残缺的鬼绳升级为鬼绳 功能 可以用来捧住鬼 凌峰看着手中的鬼绳十分惊喜 说不定还能在实战中用上 就在凌峰惊喜之时 一句炸毛小子 引起了凌峰的注意 原本是快乐刷任务的一天 却被两个鬼犯子盯上 凌峰不仅没有惊慌 反而制定了完美计划 准备逐个机会 就在凌峰赶往小凤山时 一声炸毛小的喊住了凌峰 凌峰回头一看 居然是狱鬼是协会的人 而领头的女人 正是金发妹子 金发妹子看了一眼凌峰 本想询问有没有看到嫁衣女鬼 但是转念一想 如果她真的遇见了 便不会安然地站在这里 随即便要离开 离开时还不忘提醒凌峰 外城现在很危险 最好速速回城 凌峰看着他们离开后 回想起彤彤的反应 连狱鬼是协会都出动了 看来那道诡异的红光 便是导致柳重封城的恐怖恶灵了 幸好和她不是一个方向 而后行动前往小凤山 另一边的边界帐篷中 颜会长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看着手中的尸检报告 下一秒直接将咖啡吐了出来 呸呸 不死我了 一旁的手下被吓了一跳 抱歉会长 马上给您加糖 颜会长却是细皮笑脸的比划着 我要加事科 而一旁的通讯器突然响起 吓得颜会长不禁一愣 金发妹子传来信息 报告会长 我们发现她的中介了 就在小凤山西南方向 颜会长知道后准备出发 金发妹子又报告说 自己刚刚遇见了一个见习欲鬼师 颜会长感到震惊 会是她吗 来到小凤山下 凌峰一眼便看到 半山上的那座阔庙 如果提前设下埋伏 那里便是最好的位置 而阔庙里的刀疤脸已经开始抱怨 这凌峰怎么还不来送死 殊不知 凌峰已然潜伏到了她的身后 凌峰听着她们的对话 顿时变得忙碌起来 随即召唤彤彤 彤彤化身邪灵形态 直接冲向刀疤脸 刀疤脸反应很快 顺手便召唤出了她的鬼 C级扇灵猫脸鬼 随后两只鬼灵便扭打起来 刀疤脸趁机跳到浴旁 不料凌峰已经来到了她身后 掏出黄金笔水 一击便将刀疤脸刺伤 刀疤脸惨叫一声 猫脸鬼伏箭走 急忙冲到凌峰面前 随着一声怪异的猫叫 猫脸鬼伏释放出了她的诡异 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化 原本的破庙 已经变成了一座破座的村庄 而周围的房间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影 定眼一看 这些黑影竟然都是凶残的野猫 猫脸鬼伏再次怪叫 手指指向凌峰二人 周围的野猫便朝着凌峰哭来 先军一发之际 红红双手掐印 随着鬼气的爆发 一个巨大的火团呈现在中间 尽数将周围的野猫 连同猫脸鬼伙一起逼退 凌峰则是惊讶地叹道 难道这是 彤彤的鬼域 随着火团逐渐蔓延 鬼域也不断扩大 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浮现在了众人面前 别人的鬼域 都是阴森恐怖 而他的鬼域 却是一个游乐场 一旁的凌峰十分无奈 果然是只小鬼 连鬼域都是游乐场 就在凌峰惊叹之际 游乐园里的各种设施 开始躁动起来 就像活过来一样 开始脱离鬼迹 彤彤漂浮在半空 犹如女王向前一挥 所有的玩具 开始冲向敌人 刀疤脸被这一幕惊吓到了 居然都活过来 随后猫脸鬼活的野猫大军 便被这些玩具全部冲散 自己也被这些玩具围住 刀疤脸见此 急忙往后审避 就在自己庆幸之时 一个恐怖的鬼脸 正低着头看着他 刀疤脸黄黄回头 却是喀之一声 直接当场下线 随着刀疤脸的阵亡 猫脸鬼活的鬼蜂 也开始崩塌 凌峰看着双方鬼蜂逐渐消失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 却发现自己 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周围仔细环绕 显得十分阴森恐怖 难道还有一层鬼蜂 凌峰疑惑不解 突然 一阵咚咚咚的声音响起 像是有人在敲打沐鱼 此时猫脸鬼活从两人中间飞速穿过 而童童也跟着冲了过去 凌峰呼喊着让童童回来 不料童童根本不听命令 凌峰捂着脑袋 难道是牧鱼声在控制一切吗 看着道路的尽头 闻上赫然呈现着季兆安三个字 看着猫脸鬼活已经穿过屏障 凌峰忽然发现 季兆安的门口上 有一双锈发鞋在地上蹦搭 似乎是被禁锢 想要逃离出来 看着童童马上就要穿过屏障 凌峰焦急万分 绝不能让童童进去 而后灵机一动 抛出之前修复好的鬼绳 便朝童童扔去 千军一发之际 鬼绳成功拴住童童 凌峰双手猛地一拉 童童到飞而来 顺势被后面的凌峰成功接住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童童回来之后 周围的环境开始消失 他们也终于回到了小康山 凌峰急忙查看童童是否有意义 童童却是举了双手 而手上拿着的 居然是那双锈发鞋 原来童童在最后时刻 将锈发鞋从屏障里抓了头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绣发鞋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另一边 正在被狱鬼师协会追赶的 鬼绿红光 像是察觉到什么 瞬间改变方向 朝着金发妹子他们出来 金发妹子连忙大 他朝这边来 准备战斗 而鬼异红光没有搭理他们 直接从他们头上掠过 金发妹子不禁一愣 他的目标不是我 难道他要找的东西 终于出现了 鬼异的纪照鞍 神秘的绣发鞋 影响神志的沐鱼 忽然掉头的嫁衣 随着凌峰两人回到小凤山 经此事件后 彤彤的实力更进一步 等级成功达到B级 各项能力也都随之提升 凌峰的身体素质也强化了两倍 此时系统传来新任务 绑定第二只鬼灵 选择一件新的鬼灵之物 凌峰诧异着看着系统发布的新任务 想不到这系统不仅升级快 还能增加鬼灵数量 这不就是妥妥的通灵体本体 凌峰看着自己的储物空间 一下子便注意到了 那双神秘的绣发鞋 凌峰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绣发鞋 随着鬼灵之物的确定 羁绊任务就此开启 任务一 将绣发鞋还给嫁衣新娘 提示 宿主要在不被杀死的情况下 将绣发鞋归还嫁衣新娘 凌峰打了个问号 什么玩意儿 新 新娘 凌峰回想起那道诡异的红光 总不会是那一只恶灵霸 想到这里 心中不经一震 连忙将绣发鞋甩回储物空间 此时的破庙里 仅有凌峰一人 刀疤脸的尸体和他的鬼灵 全都不见了 难道都被西径寄照安理了 回想起那座恐怖的地方 凌峰不禁觉得背后有些发凉 随即捡起刀疤脸的通讯器 离开了破庙 十几分钟后 凌峰来到小凤山山地 望着下方的破庙 这个位置能看清山下的所有情况 随后冒充刀疤脸 利用他的通讯器给胡子连发信息 准备将其引过来 看着时间还长 凌峰打了一个哈欠 靠在树上休息了前 接到消息的胡子里 开始飞速赶 那些在路上游荡的小鬼 一瞬间全部被胡子脸削弄 然而在他身后 一只飞行的纸飞机 正紧紧地跟着他 另一边的野外 严会长紧重眉头 金发妹子询问道 怎么了会这 严会长熄灭手中的火焰 还记得那个十八岁的见习语鬼师吗 有人正在追杀他 也在小凤山方向 金发妹子很是惊讶 不是让他赶紧回城吗 怎么还在野外待着 严会长思索对策 咱们尽快赶入 我会用纸人先去通知他的 天色微亮 严会长的纸飞机终于找到凌峰 而凌峰正在呼呼大睡 纸飞机呼喊着凌峰 见凌峰没有反应 纸飞机直接撞上他 感到一样的凌峰睁开眼睛 纸飞机直接变化成纸人 提醒凌峰危险将至 凌峰坐起说道 是你 你是说那只嫁衣新娘吗 纸人十分惊讶 你见过他了 十八岁的少年干了什么坏事 竟被一个B级狱鬼师追杀 甚至有只嫁衣女鬼也在找他 纸人问起嫁衣新娘的事情 凌峰先是一愣 随即慌称自己曾经在远处见过 总不能告诉你 我有系统吧 纸人继续说道 还有一个狱鬼师正在追杀你 凌峰跳下树枝 这个我也知道 我就是在这里等着他的 纸人有点懵圈 越发看不懂眼前的少年 这时通讯器传来消息 独子脸已经来到山脚下 凌峰黑黑一笑 计划成功了 随即便向山下跑去 纸人见状急忙跟上 你打算怎么办 不要白白送死啊 看着凌峰镇定自若 纸人不禁怀疑 难道你的鬼灵已经升到B级了 凌峰看着通讯器到了声势 纸人惊讶地看着凌峰 如此恐怖的成长速度 如果不是通灵体 那恐怕便是 百年难得一遇的隐态灵体 见此纸人不再阻止 询问凌峰打算怎么做 看着山脚下迅速奔来的胡子里 凌峰微微笑道 万事俱备 守株待兔 坐等看戏就好了 而此时的胡子连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深陷泥潭 看着通讯器里的信息 胡子连来到了山顶 看见此处荒无一人 便开始呼喊刀疤里 这时 树下的一只绣发鞋 引起了胡子连的注意 不远处的凌峰等人 正静静地看着眼前 指人重新变成纸飞机 已是说那双绣发鞋 是嫁衣新娘一直在找的鬼气 原来凌峰的计划 是打算利用嫁衣新娘的绣发鞋 将嫁衣新娘的注意力 转移到胡子连身上 等双方消耗得差不多了 再跑出来渔翁得力 想到这里 凌峰尖笑得撇了撇嘴 他来了 邪灵从从地出现 释放出鬼影技能 将凌峰引避起来 远方的天空闪烁着一颗红石自清 胡子连很快察觉 直接掏出了鬼灵武器 只是一个呼吸 一件红色驾鱼 便浮现在他的面前 胡子连和凌峰 红石被这恶鬼的气势吓死 不等他们反应 下一新娘直接展开鬼影 随着红光的扩大 在座漂浮着红灯笼的鬼影 出现在了小凤山山顶 凌峰很是震惊 想不到他的鬼影 竟然可以外形 与此同时 玉鬼是协会的人 也已到达现场 凌峰看着眼前的美女 不禁问道 难道你是会长 严会长撩了撩自己的头发 不认识我 凌峰确实直男发言 我还以为你是四十岁的老红 金发妹子有些生气 严会长却是微微一笑 也是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找到这只恶力 随即准备进入补宅 凌峰表示自己也要进去 看着如此多的人马 不仅有人帮忙打头阵 还能完成系统给的任务 一举两格 严会长交代 先不要召唤鬼灵 避免将他惊讨 一切准备就绪后 凌峰等人 便踏进了那股 诡异的补宅 这个少年是有多牛逼 别人碰见女鬼都是连忙快跑 而他却想说女鬼做老婆 凌峰等人走进大门后 映入眼门的 便是一块凤凰鱼飞的罩壁 看着这块栩栩如生的墙壁 更加透露出古宅的诡异 凌峰等人来到院子 看着枯树上飘扬的红铃 果然是嫁阴女鬼 到处张灯结彩 是要出嫁的节奏 严会长轻吹一口气 换出一只纸鹤 本想让纸鹤先去探探路 不料纸鹤飞着飞着 突然开始碎裂了 严会长脸色一变 随即惊慌起来 连忙询问身后的几人 试一下召唤出你们的鬼灵 金发妹子等人着手召唤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已经发生 所有人和鬼灵的联系被隔绝 严会长急忙让所有人离开这里 不料还是晚了一步 原本敞开的大门框的一声被关上 两个狱鬼师连忙敲击着门 不料门上有静置 根本打不开 随后一声凄惨的叫声从背后传来 只见胡子脸从一扇门内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了门上 血迹模糊 下一秒 林宗回头望去 一件红色的嫁衣 从房间内缓缓飘出 必急恶鬼 嫁衣新娘 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严会长告诫众人 不要轻举妄动 此时挂臂走上前来问道 如果可以暂时隔开他的鬼域 你们能召唤出鬼灵吗 严会长点了点头 理论上可以 可我们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格 林宗不再废话 随即召唤出囤囤 众人感到十分惊讶 你居然还能召唤鬼灵 林宗却是想着 我有系统 你们有吗 身为挂臂 这点小事还是很简单的 红红化身红衣形态 游乐场鬼域直接展开 为众人撑起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嫁衣新娘感到威胁 直接起身冲向林宗等人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严会长和金发妹子 成功召唤出鬼灵 随后直接撞向嫁衣新娘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嫁衣女鬼被成功逼退 林宗这时才看清他们的鬼灵 C级善灵凤女 是金发妹子的鬼灵 全身散发着金色的羽毛 可以进行远程攻击 毕级善灵小白 则是严会长的鬼灵 手持一把长枪 挽入一个耍花枪的刀马蛋 有人盗飞而出 有人血迹魔骨 而我们的男主却是个挂臂 不仅能召唤出自己的鬼灵 还能另外开辟鬼域 随着两只善灵的出现 林宗才看清楚他们的鬼灵 只见嗖的一声 小白猛然冲向嫁衣新娘 一把长枪刺出无数幻影 枪出如龙 一枪破空 凤雨飞在空中 利用金色羽毛进行远程攻击 嫁衣新娘也使出了自己的技能 一条条细红的红线从袖中射出 金色的羽毛定在空中无法放弹 随即猛的一手 小白也被子逼腿 金色的羽毛也全部掉落在地 林宗看着嫁衣新娘已然处于下方 便从储物空间里 掏出另一只袖花鞋 嫁衣新娘像是察觉到什么 直接定在了原地 林宗连忙让大家停止攻击 严会长确实一愣 你又想搞什么鬼 林宗表示听我的就对了 随着众人停止进攻 嫁衣新娘居然真的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林宗双手持斜 缓慢地走向了嫁衣新娘 看着眼前的嫁衣女鬼 林宗笑嘻嘻地将鞋递了上去 这是你的东西吧 还给你 嫁衣新娘没有动身 而是伸出一条红绳将绣花鞋取回 送鞋任务完成 与嫁衣新娘的羁绊加十五 严会长突然想到什么 连忙望着林宗说道 你不会想驾驭她当第二只鬼灵吧 林峰点了点头 严会长想劝林峰放弃 以林峰现在的能力 想驾驭这只鬼灵实在太危险了 林峰没有理会 注意力全在嫁衣新娘身上 随着两只绣花鞋及骑 嫁衣新娘准备穿上 由于嫁衣新娘处于一个隐身状态 翻上鞋后 就像一件嫁衣下飘着一双鞋 忽然一阵磅礴的鬼气冲天而出 原来这才是嫁衣新娘的完整形态 等级从地级升到了一级 严会长震惊地看见眼前的鬼灵 急忙让大家保持戒备 林峰也被忽然发出的火气 压迫得连连后退 十五点击半看来还不够 这时嫁衣新娘缓缓走向众人 众人大听失策 准备联合抵挡这只鬼灵 鬼灵小白蓄势待发 手中长枪已然做好处次准备 不料嫁衣新娘收回鬼灵 随着周围环境一阵晃动 严会长他们回到了小栋山上 本以为事情顺利解决 忽然严会长才发现 林峰不见了 嫁衣新娘重获绣花鞋 实力暴涨升至一级 原本以为要大战一场 嫁衣新娘却直接收回鬼灵 众人重新回到小凤山 不料定眼一看 林峰不见了 无字一人被留在鬼灵之中 难道说 呵呵 懂得都懂 言归正传 知道林峰无字一人 被留在鬼灵之中 严会长也没有办法 只好撤退先行回程 而此时的林峰 依然还在古宅院子之中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羁绊任务二 进入新娘房间 给嫁衣新娘梳头 林峰看着任务顿时到无语 无奈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进入房间 房间之中 嫁衣新娘正坐在梳妆台前 给女鬼梳头 真是人生头一次 可是看不见实体 要怎么梳头啊 林峰来到嫁衣新娘身后 此时她发现桌上的铜镜 能映照出新娘的样子 居然不是鬼脸 镜子中呈现出一张十分精致 楚楚动人的脸颊 只是头发有些凌乱 林峰走上前来 望着眼前的头镜 神奇的是 这面镜子只能照出鬼 却照不出人的样子 林峰拿起桌上的梳子 照着镜子中的新娘开始梳头 不料梳着梳着 头上的绣发开始逐渐显露出了 嫁衣新娘居然开始实体化了 随着林峰不断梳着头发 嫁衣新娘的头发开始变得整洁 整齐的妆容配上这张俊俏的女 不仅多了几分古装的美衣 显得更加端庄优雅 任务完成 羁绊加十五 羁绊任务三 阻止嫁衣新娘出嫁 林峰看着新的任务提示 只要再完成一个任务 就可以带老婆回家 想到这里 林峰不禁嘴角上扬 谁知意外发生 镜子中的嫁衣新娘突然呼出一口气 顿时一股粉色雾气之不林峰而来 林峰瞬间被雾气包裹住 雾气中仿佛有人在哼唱的时候 一书书到尾 二书绝暗其眉 三书鼻翼共双杯 四书流尽 黄泉泪 随着声音的消失 雾气开始逐渐散去 林峰睁眼光顾四周 确认自己还在那间房子里 不一样的事 此时的天空竟然是白天 难道这是嫁衣新娘生前的记忆吗 给美女梳头你愿意吗 如果这位美女是织女鬼吧 而我们的男主就敢 不料梳着梳着 却被铜镜里的雾气包裹住 等林峰再次睁眼时 自己身处在一个古时候的房子里 此时一个妙龄少女转过头来 已是 少女站起来笑道 子墨 你是不是看傻了 我是轩华呀 轩华 十七岁 碧玉年华之际 是扬州富商宣家的长女 轩华拿出半截书子赠予林峰 说好的提亲可别忘了 林子墨小少女 林峰有些吃惊 随即看到铜镜中的自己 原来自己穿越到了林子墨身上 林子墨是林家的三公子 与轩华乃是青梅竹马 林峰疑惑起来 如果轩华是自愿嫁给林子墨 那我该如何阻止她 是退婚还是逃婚 林峰在与轩华的哥哥轩宇交谈中 很快便了解了事情的缘由 宣家为了攀上高枝 打算将轩华嫁给一个老头将军 原来阻止出嫁是这个意思 轩宇拿出一封请柬交给林峰 这是轩华亲自写 要我转交给你 林峰看着请柬 原来轩华不愿嫁给那位将军 几次逃出家门却被囚禁堆访 无奈轩华万念俱灰 只等来是在相逢 甚至还提醒林峰不要阻碍 英脸惹过上身 看着请柬中的描述 林峰紧皱眉头 为人妇女攀附权贵 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 这和抛弃我的父母有个区别 林峰愤怒地将请柬拍在桌上 轩华 等着我 我一定会去救你 很快 年轩的日子便已来到 对我来到宣家门口 而林峰顺利伪装成迎亲人员 跟在新郎的马车旁 一阵微风吹过 林峰看清了胶子里的新郎 居然是一副窥甲下 林峰询问起一旁的迎亲人员 你说将军啊 他倒是很想来 只不过三天前战死沙场了 林峰瞪大眼睛 满脸的不可置信 如果仪式继续进行 那不就成为阴间的 明婚 新娘出嫁 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料这场婚礼却是一场明婚 所谓明婚 便是两个死人举办的婚礼 新郎三天前战死沙场 可新娘却是一个大活人 难道说 想到这里 林峰飞快地冲向轩华的房间 而此时轩华却依旧被蒙在鼓里 下人催促轩华不要耽误及时 随即端来一碗花生红枣粥 主书轩华将其喝下 轩华的父亲也在一旁催促 万般无奈之下 轩华也只好将粥喝下 林峰来到院子前 正巧碰见轩华从房间走出 轩华听到林峰的声音 掀开盖头很是震惊 子墨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带你离开 林峰望着轩华平静地说道 听到林峰的话 轩华不禁泪流满面 而轩华的父亲上前阻挠 你小子不要搅局 赶紧给我滚 林峰一把拉住轩华的手 便朝着门口跑去 原来林峰早已将守卫人员支开 只要坐上马车逃离 便能安全离开 却在此时发生了意外 轩华松开了手 静止倒在地上 头里竟然吐着鲜血 怎么会这样 林峰蹲下抱着轩华 轩华依偎在林峰怀中 颤颤巍巍地说道 那碗粥有毒 爹娘 为什么 这时轩华的父亲说出真相 将军于三日前战死 与其婚配唯有阴魂才行 林峰大声地吼道 你们凭什么决定轩华的生死 冲到面前抓住他的衣领 那可是您女儿啊 快把解药交出来 不料林峰却被两个下人摁住 直接将他摁倒在地上 轩华的父亲却说此药无几 轩华伤心欲绝 颤颤巍巍地爬向林峰 嘴里颤抖着呼喊着 紫墨的名字 最后倒在地上 林峰拼命地呼喊着轩华 让他称呼 轩华的父亲 却直接将棺木抬了进来 竟然早就准备好了棺木 林峰撕心裂肺地怒骂了 什么名门望谱 简直是一窝禽兽 轩华的父亲不再废话 吩咐下人将林峰 扣到一口夫妻旁 然后直接退了下去 林峰惨叫地跌入了 不景之中 掩掩一息的喧华 看着这一幕满眼泪花 屁股极恶的恨意油然而生 下人们将喧华放进棺木之中 并对外谎称 长女喧华于两日前并步 与广威将军于今日洗劫年轻 就在下人们将棺材抬出时 迎亲的游客们各个瞪大双眼 那口棺木上面竟然漂浮着一个鬼魂 嫁衣新娘由此诞生 随后便是 厉鬼所灭 我是谁 我在哪 意识有些模糊 外面的天 好红啊 喧华 这就是你的结局吗 林峰思索着 便闭上了眼睛 以前的记忆开始慢慢浮现 醒醒 你还好吗 眼前是一个抱着猫咪的小女孩 旁边站着一位大叔 我叫童童 你叫什么 小男孩缓慢地睁开了眼 便无表情地看着 眼前的小男孩 便是六岁时的林峰 童童地上一个面包 林峰接过后便疯狂啃尸起来 随即童童问起旁边的大叔 爷爷 我可以养他吗 大叔确实拿着烟筒敲打他 你以为他是流浪猫吗 不行 绝对不行 说完便带着林峰回到他们的住处 交谈之中 大叔和童童很快知道了林峰的悲惨经历 大叔仁慈的手抚摸着林峰的脑袋 想哭就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林峰不在这里 大胆地哭出声来 再怎么说 他也只是个六岁的孩子 能有什么错 林峰讨厌他的父母 可心里依旧好想妈妈 忽然一双小手将他抱住 不要难过 以后我做你的妈妈 童童笑着将林峰搂入怀中 那一刻 林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下一秒 林峰猛然睁开眼睛 童童依旧紧抱着他 施展出鬼影技能 将林峰从幻境中脱离开来 重新回到轩华的鬼域之中 红色架一开始慢慢靠近 童童感到危险 将林峰挡在身后 林峰抬手制止童童 放心 他不会伤害我 不料轩华却禁止走出鬼房 林峰和童童连忙跟上 出来后才发现 原本的院子变成了一条长长的街道 鬼域发生变化 一块红布头盖在了轩华头上 红盖头 难道又要出嫁了 突然一阵铃当声 引起了林峰的注意 这是迎新时萨满的古魂铃 院门忽然打开 地顶鬼叫出现在门口 果然 前世的出嫁已然成为轩华的新人 即使是死后变成鬼 也在鬼域中一遍一遍地上来了 林峰带着童童快速冲向院门口 两人直接越过轩华 想要上前破坏鬼叫 不料一道屏障 挡住了桐桐的去路 林峰上前查看 这屏障难道只有轩华才能通过 林峰回头望去 发现不光是屏障 连整个院子都被扭曲了 应该是某种鬼术在抛碰着这里 鬼叫上的铃声再次响起 林峰恍然大悟 是铃声 是他在吸引轩华灯上鬼叫 望着轩华还在往这边来 既是心魔 还得从轩华身上找问题 解铃还虚系灵人 林峰往回跑去 睁开双手挡在轩华面前大声说道 以前的事情你都忘了吗 轩华减慢了速度 身形开始闪动 不料下一秒直接穿过林峰的身体 再次朝着院门口走去 林峰知道 以他现在的羁绊 还不足以控制轩华 忽然林峰想到什么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被心魔困住的轩华 林峰该如何拯救 回想起幻境中的两人 林峰顿时心生一计 只见他掏出鬼绳 一端绑在自己身上 另一端绑在枯树上 随即只身跳下那口呼吸 随着身体着陆 一具尸体出现在林峰面前 果然 被推下枯井的林字幕 也在轩华的鬼域之中 看着尸骨旁的来世带会 林峰感慨万千 没想到轩华变成了恶灵 徘徊于人间 再也无法与你相见 随后将他手中的一半梳子取走 林峰回到房间内 拿起桌子前的另一半梳子 将两把梳子合二为一 就当两把梳子接在一起时 竟然散发出一阵阵音波 这阵音波直接扩散到整个鬼域 轩华听到音波后 果然停住了脚步 回头望去 林峰已然来到身后 这件性物 你可还记得 随即缓慢走向前 将梳子递给轩华 轩华透过红盖头 竟把林峰认成了林字幕 伸出手将梳子取回 放在自己心口处 而泪水忍不住地打湿了脸庞 轩华 你终于醒了 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轩华拳头紧握 原本青梅竹马的两人 竟被遭受如此诅咒 轩华十分愤怒 转身冲向院门口 林峰还想扶指 不料轩华直接打破那道屏障 袖中红绳快速射出 直接将鬼叫撕成碎片 林峰看着轩华的操作感感到 好快 不愧是一级恶灵 不料下一年 鬼叫竟然开始复原 这属性也太奇怪了 不仅如此 鬼叫上浮现出几张鬼脸 侧面还生长出了奇怪的触手 原本的鬼叫一下子 变成了一只凶残的恶灵 随即爆发出一道能量波动 红红快速荡在林峰前面 将诡异的触手撕成两半 奈何那些触手竟然引进复原 这鬼调应该是只做的吧 林峰思索片刻后 从储物空间里掏出一个燃烧瓶 找准机会直接丢进鬼叫之中 鬼叫瞬间火光大起 被火烧的只剩残扎碎片 解决了吗 林峰疑惑地看着那堆碎线 不料表面的木屑开始戳露 一个新的恶灵再次出现 果然没那么突然 林峰转向看着轩华 只见轩华手中升起一团青色火焰 居然是鬼调 想不到轩华还有这种技能 就当鬼叫再次进攻时 轩华直接碰出手中的鬼调 这次鬼叫被烧火的地方没有修复 林峰灵机一动 心中顿石油对策 林峰先让彤彤用红铃 限制住鬼叫的行动 轩华升到空中 利用红线将鬼叫缠住 随即释放出鬼火 青色鬼火沿着红线 静止烧到了鬼叫上 顷刻之间 鬼叫彻底燃烧殆尽 没有再次复原 林峰呼出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任务完成 嫁一新娘羁绊加二十 与嫁一新娘羁绊已达五十 是否绑定第二只鬼灵 想起这几日发生的种种 林峰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绑定 系统提示 请宿主送出一滴血液 给嫁一新娘服下 林峰上前揭开喧华的红盖筒 一张精致淡雅的脸庞呈现在面前 林峰咬破自己的手指 不料喧华突然上前 竟然直接咬住了林峰的手指 林峰看着这一幕 惊恶地说不出话 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第二只鬼灵 随着轩华咬指认主 林峰成功绑定第二只鬼灵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此时鬼狱之中 林峰带着轩华坐在床前 随即查看起轩华的属性 不愧是一几鬼灵 许多技能都是绝无仅有 实力和潜力也都不错 特别是双重鬼狱 能切断育鬼师和鬼灵之间的联系 使用得到 甚至能挑战更高级的鬼 而后林峰看向抽奖系统 直接点击开始抽奖 恭喜宿主获得鬼闻破解能力 林峰不禁疑破解 鬼闻是啥玩意儿 就在这时 鬼狱外传来一阵马蹄声 林峰听到声音 起身想出来查看 有东西正在靠近 是人还是鬼 忽然轩华拉住林峰的手 林峰看向轩华 怎么了 就在这一瞬间 林峰感觉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 轩华的鬼狱逐渐消失 变成一缕红烟回到梳子里 随之出现在了一个新的地点 林峰思考起来 应该是宣华在听到马蹄声后 使用了闪盾的能力 难道说那个马蹄声 是宣华的敌对恶灵 还是鬼叫背后的真正操控者 林峰随即将梳子放回储物空间 不过宣华既然选择逃对 看来想要对护他 还得收集更多的信息 随之便往柳城方向走去 黄昏时刻 林峰回到柳城遇鬼师协会 来到颜会长的办公室里 颜会长询问起林峰 嫁衣新娘如何了 林峰淡淡说道 我已经搞定了 颜会长惊恶地看着林峰 18岁的少年居然真的驾驭了一极恶灵 林峰摆了白手 这也多亏了你当时的配合 不管怎么说 一声谢谢还是有必要的 听到这里 颜会长突然凑上前来 恶魔多姿的身材慢慢靠近 谢谢就你了 要不你给姐姐一点实在的好处了 颜会长挑作地向林峰说道 林峰被吓得连连后退 你想要什么好处 颜会长笑着说道 很简单 加入狱鬼师联盟 挂个职就行 帮姐姐撑撑场面 不用担心 你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而且还能拥有一些内部权限 能查看一些隐藏的信息 林峰左右权衡 便答应了颜会长的请求 颜会长见林峰答应 也是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林峰看着这恶魔多姿的身材 不禁脸很险 好看吗 颜会长注意到林峰的眼神 又想戏弄戏弄他 直接一把将他壁冻在墙上 说说看 有多好看 林峰被这一举动 吓得直接不敢动来 突然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看到这精彩刺激的一幕 连忙关上房门 没事没事 你们继续 我什么都没看到 看见有人闯入 颜会长只好作罢 回归正题 要想加入狱鬼师联盟 还有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等级认证 而林峰目前还是个见习狱鬼师 见习狱鬼师的身份是不被官方认了 不过最近就有一个评级大会 你准备一下去参加吧 颜会长抛了个魅影 放心 姐姐会为你加油的 告别颜会长之后 林峰在家休息了几天 很快就来到评级大会前夜 看着桌上的梳子 林峰想到轩华还在休养 不过有童童在 应该不成问题 随即打算入睡 忽然一旁的梳子开始速速动态 一张红盖头从梳子中窜出 林峰猛的一惊 回头时发现轩华出现在身后 轩华双眼门动 脸颊泛起微波 下一秒 轩华很自然地躺进了林峰的被窝 这下可把林峰整不惠了 轩华则是侧着身静静地看着林峰 这 叫我怎么睡 四日清晨 伴随着闹钟声响起 林峰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那有黑的眼圈和衣冠不准的衣服 就像是被掏空了身体一样 这使轩华递来衣服 上前就要脱林峰的睡衣 吓得林峰不知所措 连忙轻声道 我自己来 自己来就好 来到平级大会现场 这里可谓是人山人海 美女主持人热情地讲解着平级顺序 林峰也随着队伍排队进场 这时 与林峰同一届的同学也看到了林峰 旁边的小弟弟则在加油助威 我就说林哥会出现的 总会凭个C级吓死他们 一些网界生看到林峰才间隙一个月 纷纷开始吐槽起来 一个刚毕业的来抢什么名额 平级大会正式开始 第一关便是鬼灵之士比试 而仅仅是第一关 便淘汰了三分之一的学生 不出意料 林峰顺利地通过了第一关的考验 随后是第二关定力测试 讨厌玉鬼师在战斗中如何保持稳定状态 首先是D级恶灵曼陀罗 林峰毫无反 实力较弱的同学已经瑟瑟发抖 之后是C级恶灵行天 恶灵威压一出 瞬间便淘汰了一半的学生 甚至有一个天才阴界生 也倒在了威压之中 观众台上的小明帝呐喊着为林峰加油 学生们又到了一大片 最后能坚持下去 仅仅只有九个同学 这自然包括我们的男主林峰 第三关便是评级 仪器会自动评出鬼灵的等级 第一位学生手握一个玩具 仪器评出等级为F级 不合格 第二位的鬼灵是一个稻草人 等级为D级成功通过 第三位便是林峰 林峰反慢上前 来到仪器面前 地旁的白毛一脸不信 你要是能通过 老子把装甲车吃了 林峰呼唤彤彤彤彤彤彤随即来到林峰身旁 的鬼器席卷全场 小迷地默默祈祷 一定要到C级啊 遗弃字母不停跳动 最后跳出一个B级 全场炸裂琴 B级 怎么可能 是不是搞错 B级都能当护会长了吧 白毛和测试官们一脸震惊 小迷地则是一脸兴奋 林哥威武啊 美女主持人也是兴奋地告诉大家 B级 真的是B级 这是学生评级中从未出现过的等级 恭喜林峰同学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一把尖刀突然从林峰胸前刺出 林峰刚刚评出B级 就被人从后面偷袭 林峰也被飞影直接推下了台 一切太过突然 就连彤彤也被奇怪的符文包裹住 陷入了昏迷 林峰诧异地回头望去 是刚才评级的学生 只见他一脸间笑说道 林峰 总算带到你 说话间便撕掉脸上的伪装 居然是胡子脸 林峰十分诧异 想来他当时没死 趁乱逃走了 其他同学见此情形 纷纷逃离现场 测试官们保护学生和观众 而那位鬼灵围行天的测试官 开始对胡子脸发起进攻 不料胡子脸融合了高级恶灵 直接吐出一口氯气 随即一个横走 便将三位测试官全部击退 其中一位测试官更是中了尸堵 胡子脸间三人都被击退 回头看向林峰 准备杀死林峰报仇 绿色长虫直接冲来 奈何他遇上的 可是挂臂难住 林峰掏出梳子 梳子瞬间迸发出红色丝线 直接挡住胡子脸的进攻 林峰召唤出轩华 轩华飞至上空 袖中射出许多红线 成功将胡子脸和他的鬼灵困住 胡子脸拼命正脱 却依旧无法动态 下一秒轩华直接收紧红线 胡子脸和他的鬼灵瞬间变成一滩绿水 静止洒向地面 这下真的是连渣都不剩了 测试官当场傻眼 这就杀死了 光头测试官同样十分惊讶 不料定眼看 这不是那只嫁阴女鬼吗 怎么会出现在城里 难道天要往我 一个不够 又来一个 而周围的学生都已经被吓哭出来 战斗结束 轩华缓缓从空中落下 彤彤也睁开束缚 来到林峰身旁 林峰重新回到高台 轩华和彤彤也来到他的身后 而仪器也检测出了轩华的等题 一个A级 一个B级 人山人海的平级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众人看向台上的单人 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更是让人震惊 主持人率先开口 问出众人心中的疑问 林峰同学 他是你的第二只鬼灵吗 林峰捂着脸十分无奈 还是没能藏住啊 飞机到了一声市 现场又是一片寂静 下一秒全场轰动 震耳欲聋的方夫声接连不断 林峰一战成名 小小年纪便能驾驭两只鬼灵 这是何等的天才 主持人也正式宣布 林峰同学正式名为 一级欲鬼师 平级大会再次爆发出震振方夫声 林峰的名字响彻全场 然而俗话说得好 人怕出明珠怕壮 平级大会结束之后 林峰每天对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 吓得林峰都不敢出门 而他的别墅 甚至被当成了柳城的观光景点 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林峰也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颜会长也很无奈 看来柳城他是待不下去 林峰一战成名 瞬间变为万人敬仰的对象 连自己的别墅也被当成了观光景点 搞得林峰好几夜都没睡好觉 此时的柳城遇鬼师协会 颜会长需要去海城联盟出差 想和林峰一起前往 顺便历历历练 作为五大中心城之一 可比这里繁华多了 林峰不禁问号 啥是五大中心城啊 遇鬼师联盟一共有五个分会 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地方 海城便是东部区域的中心城市 也是东部区域的核心 还有可以交易鬼灵之物的拍卖会 林峰一听 顿时来的兴趣 想到喧哗的鬼域中 存着不少鬼灵之物 拿去拍卖的话 应该价值不肯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后天一早出发 林峰本想考虑一下 不料颜会长根本不给他反应机会 直接确定下来 两日过后 林峰跟随车队出城 路上语言会长聊起天来 也打听到了许多外面世界的信息 柳城距离海城有几百公里有 而且会经过无人区 那里的鬼师分狡猾 通常会设置陷阱杀人 一般的遇鬼师都不愿意独自前往冒险 不过遇鬼师协会有专门的安全路线 林峰十分感慨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 还有许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经过几个小时的路程 林峰等人来到了无人区的边缘 随机跳下装甲车 颜会长则掏出通信器 发了一则消息 不久之后 原本平静的水面冒出了一艘潜艇 这是遇鬼师协会专用的潜艇死神号 林峰随即登上潜艇 打算绕捕无人区 走水路出发 水下相对安全 潜艇表面更是图有惊奇 防止活人气息外泄 潜艇防反前进 即使周围有不少的水 也会被他们无视 但是由于这几日林峰睡眠不足 很快便昏睡过去 只是这个位置 看来男主不仅桃花运好 连睡觉都这么会整地方 又过了几个小时 林峰他们终于来到海城港岛 夜景的防滑飞柳城河北 人口数量更是比柳城多了好几倍 颜会长带着林峰来到自己的住地 听说你想卖鬼灵之物 不如拿出来探一看 颜会长倒了一杯咖啡 与林峰聊几天来 林峰随即掏出一个古帽子 让彤彤释放鬼气 随着鬼气的输入 一只虎头虎脑的弊极善灵小脑虎 从虎帽子中飞了出来 颜会长十分震惊 连忙询问林峰是从哪里弄来的 林峰微微一笑 都是从我老婆的 不对 是从鲜华的鬼域里找到的 类似的鬼灵之物还有五只 颜会长直接惊呆 无耻 这么高品质的鬼灵 少说也能上百万吧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再帮你联系拍卖行吧 林峰来到浴室泡了个热水澡 自从平级大会之后 好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放松过了 随即拿出通讯器寻找任务 这时林峰突然感觉身后有异动 连忙回头望去 啊 这 瞬间压麻呆住 林峰来到海城 好不容易放松洗个热水澡 不料回头望去 直接给林峰整不讳了 只见轩华来到林峰身后 林峰压麻呆住 我不是锁门了吗 等等 锁门对鬼有用吗 轩华来到浴缸之中 林峰连忙捂住自己的身体 轩华 你要做什么 轩华拿起毛巾 来到林峰身后 然后为他擦起后背 林峰一脸通红 看来轩华又进入了特殊模式 洗完澡的林峰依旧满脸通红 走出浴室时 正巧碰上颜会长 颜会长看着林峰的样子 这是什么不可描述的情况啊 不出意外 晚上轩华又躺进了林峰的被窝 林峰看着轩华熟睡的样子 想来睡醒便能看到这张精致的脸颊 也挺好 思索间不禁亲吻了轩华的额头 晚安 轩华与此同时 在海城郊外的一处破旧小房子里 传出一阵阵激烈的打斗声 几名遇鬼师联合搞定了一只B级恶灵 忽然 其中一位听到了有马蹄的声音 大晚上的本会有人骑马 而且正在向房子靠近 几名遇鬼师连忙出来查看 不对劲 是恶灵 众人连忙换出自己的鬼灵 并将鬼域叠加起来 形成一个防护罩 马蹄声逐渐清晰 迷雾中浮现一个骑着马的飞影 只见他身披铠甲 手中拿着一把黄金长剑 骑在一只铺龙马上 只不过他没有头 像是一个无头将军 众人大惊失色 这只恶灵已经达到S级 看来不好对 光头难则镇定自若 我们的五重鬼域 可不是轻易能摧毁 不料下一秒 无头将军瞬间冲破五重鬼域 静直冲向众人 举起手中的黄金长剑 上前便是一挥 遇鬼师们无一性命 随后无头将军扬长而去 只留下那青色的马蹄 第二日 凌峰从睡梦中醒来 好久没有这么舒服地睡过觉 下一秒 三张俊美的脸庞直接贴了上来 吓得凌峰直接掀开了被子 看你睡得那么香 上午的拍卖会就没叫了 不过你要是再不醒 你家轩华可就要做第五次早饭了 看见桌上如此丰盛的早餐 凌峰也是有些震惊 轩华 这些 真是你做的 两人随即吃起早饭 严会长十分感慨 那个时代的女人果然都很贤惠 对了 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的鬼灵卖了两千万 听到这个消息 凌峰刚吃下去的早餐直接吐了出来 二十一万变两千万 整整放大了一百倍 吐贵得让人猝不及防 这时严会长耍起手段 除去各种服务和税后 然后我的代理费算百分之二十 不过分吧 总共转你剩下的一千二百八十万 还是你们城里人会玩啊 好好的两千万又变成了一千三百万 凌峰无奈也只好点了点头 真特么精明 活该你当会长 转账成功后 严会长准备去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凌峰好奇地询问 原来昨晚有一只狱鬼狮小队被团灭 死相极其坦烈 全部都被砍去了脑袋 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这件事就不劳严会长费心了 神秘的马蹄声终于出现 不仅追着凌峰来到了海城 一路上更是杀人无数 引得两座城市的会长纷纷出动 此人乃是海城狱鬼狮协会的副会长 无头将军已经出现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严会长有些不服 卓会长 这是什么意思 卓会长轻声道 你们连那只恶灵的信息都没有 怎么处理 严会长一听 看来你们收集了不少信息 卓会长拿出一部通讯器 这是昨晚被砍头的狱鬼师留下来 你们可以看看 随着影像中马蹄声音传出 凌峰瞪大双眼 这马蹄声 不正是追悬华的那只恶灵吗 影像时间很短 两秒后影像变没了后续 凌峰疑惑道 这就结束了 难道马背上是狱鬼师 卓会长直接否认 将影像倒回 一个骑着骷髅马的无头将军赫然浮现出来 卓会长轻声笑道 相关信息已经收集 同时也锻炼一下我女儿的追踪能力 严会长摆了白手 行吧 这次算你的 一旁的凌峰思索起来 看无头将军的装扮 跟幻境中迎娶宣华的将军运动一样 果然 他就是鬼教背后的操控者 跟着宣华来到了海城 这时 系统发出一则任务 解除宣华婚姻 要求 找到宣华的婚书并销毁 想到这里 凌峰带着彤彤和宣华来到鬼域之中 随即在各个房间里翻来覆去的寻找 终于 凌峰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婚书 直接将其撕成碎片 不料下一秒婚书自动复原 看来还是得用宣华的鬼火 宣华直接释放鬼火 顺利烧掉手上的婚书 这是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50% 凌峰疑惑不解 烧掉一封只完成50% 看来还有一封在无头将军那里 只有杀死无头将军 宣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不过无头将军实力强悍 眼下能断 便是努力刷紧 只有自身实力强横 才能拟制抗衡 于此同时 海城北面的森林之中 聚集着十几辆车 卓会长站在雨中 而地面上躺着一具断头的尸体 回头询问女儿们 你们怎么看 姐姐卓灵对比尸体的伤口 断定是无头将军所为 妹妹卓宇则通过残留的鬼气 追踪到她的马蹄印 卓会长没有废话 带领众人追了上去 车队渐渐驶入深山之中 这时卓宇的鬼娃娃发出警惕 鬼气越来越浓 应该就在附近 卓会长等人随即下车 开始安排作战任务 卓灵则释放出鬼谍 朝着远处进行探索 不久之后 随着一阵阵马蹄声传 无头将军正在朝这边冲来 卓会长也换出自己的鬼灵 金色的链子握在手中 准备大干一场 随着卓灵释放出鬼谍 鬼谍不断深入 马蹄声也逐渐变得清晰 妹妹卓宇还在担心事态的严重 姐姐卓灵则安慰道 父亲这次带了二十多人 甚至还有三个一级玉鬼师 不会有问题 突然一只扑龙马从远处冲出 伴随着月光的照亮 一个高大威猛的无头将军赫然出现 卓会长见此 指挥各支小队发起鬼谊 准备将其困准 玉鬼师们纷纷释放鬼谊 将无头将军困在其中 不料无头将军根本没有躲避 禁止朝他们冲来 令卓会长震惊的是 他们的鬼谊就像泡沫里 无头将军所到之处 鬼谊全都破碎 卓会长连忙让一级玉鬼师们 全部出手 不料晚了一步 那只有七个人的B级小队 全部被无头将军击杀 卓会长不再隐藏 召唤出自己的鬼灵并放出鬼谊 同时也让其他两名 及玉鬼师释放鬼谊 将鬼谊叠加起来 这一次 三重及鬼谊成功挡住无头将军 没有再次破裂 卓会长暗笑道 没脑袋就是没脑袋 现在翁中捉鳖 直接将其拿下 随后和两个及玉鬼师一起进攻 不料无头将军突然加速 挥起长剑 披向其中一只鬼灵 那只鬼灵直接被砍断了手臂 而鬼灵的玉鬼师见词 别提多心疼了 另一名玉鬼师询问 要不要先找支援 不料无头将军从红梯风中 放出一只恶灵 静止咬向卓会长的鬼灵 一剑将其击杀 随后 大量的鬼灵从 无头将军的红梯风中冲出 居然是刚才B级小队的鬼灵 他们都被收服了 随着大量鬼灵释放鬼灵 卓会长脸色一变 三重鬼灵根本支撑不住 随着无头将军破开三重鬼灵 卓会长连忙下令 快 快撤退 不料还是晚了一步 无头将军和恶灵们已经冲出鬼灵 开始袭击周边的玉鬼师 原本的车队瞬间乱成一团 而卓会长眼急手快 带着两个女儿连忙启动车辆 外面惨叫声连连 无头将军更是紧随其后 其中一名玉鬼师回头望去 下一秒 他乘坐的车辆直接被掀到了天空 直接砸中了卓会长乘坐的卡车 车辆的引擎被砸坏 静止撞向了旁边的大树 卓会长和两位女孩连忙下车 躲到了卡车的货箱里 上面涂满了惊漆 可以避免被无头将军发射 两姐妹相互抱团 紧紧靠在一起 卓会长也因刚才的战斗中受了伤 这时姐姐卓灵发现 货箱上竟然有一条裂缝 卓灵向前探去 只见骷髅马赫然出现在眼前 吓得卓灵直接捂住嘴巴 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 谁知无头将军转过方向 直接从面前转过 难道没有发现我们 而车厢外面 一袭红色的架衣 赫然浮现在空中 十几个狱鬼师去伏击无头将军 却被无头将军杀得片甲不留 卓会长连忙带着两个女儿撤离 不料卡车撞上大树 三人只能躲在卡车里等待救援 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一副红色嫁衣 吸引了无头将军的注意力 居然是轩华 另一边 货箱的车门被人打开 卓灵吓得直冒冷汗 卓宇更是害怕得哇哇大叫 再看青来人 三人长舒了一口气 你不是严会长的小跟班吗 林宗没有过多言语 呼唤轩华回到自己身边 轩华随即闪身 直接来到林宗身旁 开启能力闪针跑脱 只见嗖的一声 林宗便带着卓会长等人消失在原地 来到狱鬼市的边防站里 卓会长躺在床上怒声探讨 这次不仅没能拿下无头将军 还让自己损失惨重 林宗则温柔地帮卓灵包裹伤口 原来在几个小时前 林宗为了对付无头将军 正好在附近猎杀鬼灵升级 三人很轻松地便机杀了一只B级恶灵 获得了鬼律碎片和鬼衣 鬼律碎片可以强化鬼律 林宗很是诧异 想不到鬼律还可以进一步强化 鬼衣则能隐藏气息 穿上后还有隐形的功能 三人也是在接再厉 朝着更深的洞穴里继续前进 随后一段时间 林宗三人一路烧杀抢掠 遇鬼杀鬼 遇宝抢宝 当真是把冒险当成闯关一样 收货也是满满当当 随着鬼灵越杀越多 获得的鬼律碎片也越来越多 不过这个和之前的不太一样 一时之间 林宗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只好搁在一旁 这时 洪桐和轩华拿出了一堆奇怪的水草 这鬼水草又是干嘛用的 难道是给鬼喂食 林宗幻想出轩华和洪桐吃草的样子 算了算了 还是先收着吧 林宗一路走来收购波峰 不仅洪桐成功升到一级 还觉醒了新的鬼术变异 变异形态下的洪桐更加霸气 更是获得了一把锋利无比的长高 战力又飙升了一个等级 林宗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打算直接回到边防站 却在此时听到远方有战斗的轰鸣声 林宗小心翼翼地前往查看 正好看到无头将军在追杀卓会长等 随即派出喧哗 去吸引无头将军的注意力 自己得趁机去解救卓会长 三人才得以逃过一劫 逃过一劫的卓会长此时懊悔不已 不仅折损了一只高级鬼灵 手下更是死伤惨重 这时卓会长苦苦哀求颜会长 颜会长 你可一定要帮我解决这恶灵啊 不然我这副会长的脸王哪个呀 颜会长也是十分无奈 自己虽然也是通灵体 但是自己的SC鬼灵正在蜕变 实力无法保障 随即问起了旁边的林峰 卓会长听到这个少年的名字 居然便是那个天才少年林峰 身旁的两姐妹更是惊讶地说不出话 原来是她 难怪小小年纪便如此沉稳 而卓宇直接泛起了花痴 脸颊一片羞红 卓会长连忙出嫁 只要你肯帮忙 我给你五百万贡献点 林峰则是一脸平淡 我可不差钱 那你想要什么 官职 房子 黄金 这些我都可以满足你 卓宇则在一旁给出建议 要不直接送你了吧 卓会长直接嗷嗷大叫 想要我女儿 门都没有 林峰原本就要对付无头将军 便借此机会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 告知无头将军的情报与我们合作 第二 整个作战计划和现场全部听我指挥 第三 战胜后所有战力品归我 卓会长有些为难 无头将军的鬼马和鬼剑 可都是千金不换的宝物啊 林峰也是知道他的想法 直接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一只无主及善灵作为筹码 卓会长十分震惊 自己刚刚失去一只鬼灵 正是急需的时候 看来林峰不仅实力出众 连头脑也是如此的聪明 林峰拿着储物戒指 答应这三个条件 这只一千万的无主鬼灵便转让给你 还会帮你解决无头将军 否则免谈 你有三十秒的时间考虑 一旁的颜会长也有些震惊 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魄力 面对林峰的施压 卓会长顿时觉得压力山大 立即的善灵正是他此刻最需要的 和鬼马和鬼剑同样难得一遇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卓会长经过权衡利弊 最后只好答应林峰的要求 想来真是后生可畏啊 晚上 林峰洗完热水澡后 开始分析起无头将军的情报 无头将军没有施展过鬼玉 而是对着鬼玉发起冲锋 稍有破绽 便会被直接撞碎 所以撞碎鬼玉的能力 应该是那匹鬼马 与无头将军如关 而叠加的鬼玉不稳定 看来想要困住无头将军 必须使用足够强大的单一鬼玉 这时林峰忽然想起 轩华的鬼玉可是双重鬼玉 而自己手上 还有可以强化鬼玉的鬼玉碎片 随即来到轩华的鬼玉之中 林峰走到鬼玉的边缘 不出所要 边缘过后便是一片虚无 那边试试用碎片来扩展他 为了对付无头将军 林峰决定升级轩华的鬼玉 随后掏出碎片 碎片的下方有了备注 原来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场地 林峰选择了森林碎片 又选择了桃花林的扩展形态 宅院外的土地里 开始疯狂冒出桃花树 不一会儿 便长出了整片的桃花林 随后林峰接连扩展 雪山 湖泊 草地等 接连出现在轩华的鬼玉之中 鬼玉的范围扩大了整整十倍 简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林峰看着身旁的轩华 轩华 喜欢吗 轩华微笑着点点头 看得出现在的鬼玉 轩华很是喜欢 而后林峰又掏出鬼水草 将其撒在湖泊之中 很快 湖泊的底部便种满了鬼水草 林峰让轩华试试能否操控这些鬼水草 轩华只是抬起手 鬼水草便从湖泊底部蜂拥而出 鬼玉的扩张非常顺利 计划也十分顺利地进行着 而接下来 便是请君入翁 一夜过后 卓会长被团灭的消息 很快就登上了海城热搜 海城的遇鬼师们纷纷怀疑卓会长的实力 甚至有人开始打起双胞胎姐妹的注意 旁边的朋友无情嘲讽道 撒泡尿罩罩你的地中海吧 边防站中 成群结队的车辆缓缓出发 前往昨日的案发现场 卓会长和他的两个女儿乘坐一辆车 车上卓灵询问起卓会长 爸 林峰如此优秀 能不能招募到麾下 卓会长无奈到 没看出他已经是严会长的人了吗 人家两个通灵体哪看得上咱们 不过这一次 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副会长的真正实力 卓会长刚信誓旦旦说完 卓宇就在旁边调侃 爸 你都已经老了 还是别逞了吗 老命要紧 卓会长又是一阵无奈 闺女大了 都会嫌弃老爹了 另一辆车上 严会长说着这次的人手安排 却发现林峰一直在发呆 随机调侃林峰 你是不是看上那对双胞胎了 果然 男人就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林峰十分无语 我才没有 我在脑中演练战术呢 严会长也不担忧 知道你有自己的计划 但毕竟是跨级对抗 更应该谨慎才是 说完直接扑到林峰身上 你要是受伤了 姐姐可是会心疼的 正在开车的金发妹子 十根无语 会长 请你自重 很快他们就来到 昨夜基站的地方 现场十分惨烈 几具无头的尸体躺在旁边 金发妹子召唤自己的鬼灵前去追踪 卓林和卓宇两姐妹 也召唤各自的鬼灵开始搜索 忽然 金发妹子的鬼灵凤女 在卓会长身上秀个不停 发现了什么 凤宇点了点头 从卓会长身上找到了一根黑色羽毛 卓会长一眼便认出 这是他之前鬼灵的羽毛 无头将军拥有控制鬼灵的能力 卓会长的鬼灵一定是被拐走了 凤宇开始带路 车辆也再度出发 凤宇发现了被拐走的鬼灵羽毛 开始朝着无头将军的方向进行追踪 车辆跟着凤宇的方向 一直追到晚上 来到一片空旷的地方 在这里又发现一只被灭的小队 卓林通过鬼爹的探查 推断出这些人应该是刚刚被杀的 无头将军应该就在附近 这时 卓宇也通过自己的鬼灵娃娃 发现不远处有个黑点正在移动 凤宋等人望去 正好看见一个黑影在稻田中间穿梭 凤宋利用自己的三倍势力进行查看 果然是无头将军 他正在冲降粮食小镇 小镇上人口众多 绝不能让他过去 金发妹子想要追击 不料凤宋却一脸平静 不用 就在这里解决他 说着从怀中拿出书 换出宣华并释放鬼气 宣华随即飞到空中 红色的鬼气瞬间弥漫开来 无头将军像是感应到什么 直接改变了前进方向 朝着凌宫等人的位置冲来 颜会长见状 马上召集手下进入战斗状态 凌宫则带着颜会长和金发妹子上去迎敌 随着无头将军的逼近 宣华鬼域全开 众人便来到了宣华的鬼域之中 颜会长很是震惊 他是见过宣华的鬼域的 想不到短短时间 鬼域之中竟有如此大的变化 不愧是稀有鬼灵 无头将军进入鬼域后 凌宫便感应到无头将军的位置 随即让彤彤释放鬼影技能 将众人隐藏起来 颜会长询问凌宫要出手了 凌宫却不着急 先要摸清他的行为模式 还要确认一下各种猜测 无头将军骑着鬼马 猛然冲向宅院的大门 只见砰的一声 大门瞬间便被撞成碎片 而无头将军没有停下 对着墙壁一路直撞 很快就来到了宣华居住的小院 他果然在寻找宣华 无头将军勒紧马绳 在小院里四处张望 一旁的颜会长很是疑惑 他要找人 为什么不下马呢 林中回答道 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无头将军一旦下马 他的实力会大大折扣 这就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另一边 无头将军到处寻找 一下就撞开宣华的闺房 壁里面依旧是空空如影 此时的无头将军开始愤怒起来 甩动红色的斗篷 顿时大量的鬼灵被释放出来 这些都是被他收服的鬼灵 看来他们是要搜索整个鬼灵 林峰将情况汇报的卓会长 并通知各个小队将他们逐一击破 埋伏在另一侧的卓会长立即开展行动 而卓宇却是满脸震惊 这么多的鬼灵出现 鬼灵却没有丝毫动摇 真是 太厉害了 林峰感觉时机已到 带领宣华开始行动 走吧宣华 是时候了 宣华也不再隐藏气息 静止飞向湖泊中心 无头将军很快发现了宣华的身影 骑着鬼马便向湖泊冲去 林峰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 只要无头将军来到湖泊上 鬼水草便能将鬼马拉下水 下了马的无头将军 还不是手到擒来 而无头将军丝毫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落入陷阱 反而在水面上加快了速度 难道是害怕宣华再次跑掉吗 林峰的嘴角微微上扬 怎么可能跑 就等着你呢 林峰为了对付无头将军 不仅升级了宣华的鬼域 还连同颜会长等人设下陷阱 对其进行围剪 不料却发生了意外 无头将军冲向湖泊 原本应该缠住无头将军的鬼水草 此时毫无动静 怎么回事 林峰十分疑惑 鬼水草不可能长不起来 如果鬼水草不能生长 那么整个计划很可能会功亏一篑 就在此时 宣华从空中缓缓落下 静置落在了湖面之上 与无头将军形成对立面 宣华 这是怎么回事 一旁的颜会长也很不紧 不仅林峰的鬼灵没有发动技能 就连无头将军也慢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林峰瞬间明白了宣华的做法 他打算以自己为诱 等无头将军速度减慢后 再使用鬼水草 这样缠住鬼马的成功率会大大增加 而无头将军本就是来寻找宣华了 自然不会直接动手 鬼马逐渐停了下来 宣华距离无头将军也不过十几米的距离 下一秒 宣华用力握拳释放鬼气 湖面下的鬼水草瞬间蜂拥而出 将鬼马的四条腿紧紧缠住 无法移动的无头将军还想挥动鬼剑 但也被鬼水草给缠上 林峰惊叹万分 若是奔跑状态下的鬼马 鬼水草还真不一定能困住他 这下好了 无头将军被喧哗引诱地停了下来 正好中计 这鬼水草看着平平无奇 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此时的无头将军知道自己掉入陷阱 连忙召回那些被放出去的鬼灵 大量的鬼灵从四面八方冲向湖泊 见此情形 林峰连忙下达指令 守住狐心外务 绝不能让他们进去 随后 红统小白风雨率先冲了过去 严会长也换出了他的S级扇灵小花 小花展开双手 湖面上瞬间生长出无数青蓝色的鲜花 形成一条小路 林峰很是惊讶 可以让植物生长的鬼灵 真是稀奇 突然一只一极恶灵想要偷袭红统 严会长刚想提醒 但是话还没说完 那只一极恶灵便被红统撕成碎片 严会长被这一幕惊艳道 想不到短短几天 红统也升到了一击 而他的鬼灵小白也很是不赖 双枪在手中如同牛龙穿梭 接连斩杀树之恶灵 湖面上情形一片大好 包围过来的鬼灵基本被屠戮殆尽 他们不仅没有影响林峰的计划 还给童红积累了不少经验值 小菜吃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 该吃主菜了 林峰等人顺利解决了外围的鬼灵 开始进攻无头将军 望着被缠绕住的无头将军 再次肯定之前的猜测 既然如此 童童 逼他一把 童童收到指令 锋利的力爪向着无头将军抓去 而鬼马已经无法动态 就在童童的力爪将要击中无头将军时 无头将军终于动了 只见他从马背上跳起 举起手中鬼剑向童童劈去 这时小花出手 一股紫色鬼气瞬间包裹住无头将军 林峰趁着无头将军视线被干扰 连忙让轩华驱动鬼水草 再次将无头将军缠住 关键时刻 气气攻向无头将军 不料下一命 童童被攻击的爆炸余威给反弹出去 凤宇和小花同样被弹飞 幸好被小白从后面接住 而无头将军却毫发无伤 严会长很快反应过来 那身铠甲也有问题 居然是防御性鬼气 品级还这么高 这可怎么办了 无头将军抓住机会 挥起鬼剑劈向童童 童童感受到威胁 强大的红色鬼气瞬间迸发开来 直接进入了变异形态 手握四十米的大刀 成功挡住无头将军的一剑 无头将军感受到危险气息 急忙向后退去 虽然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但如果不破出铠甲的特性 同样无法将其击杀 就在此刻 林峰会想起之前的鬼叫和婚疏 他们都惧怕鬼火 不妨可以一试 随后 林峰让轩华使用鬼火进攻 轩华收到指令 青色的鬼火名于手中 随后将其扔出 束团鬼火如同鬼魅一般射向无头将军 鬼火命中后 火焰瞬间燃烧开来 无头将军一下子便被火焰包裹住 看来攻击有效 红彤和小花探准机会 两鬼蓄力合击 成敦的伤害成功打在了无头将军身上 无头将军音声倒下 成功跪倒在弧面上 严会长轻呼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林峰却表情凝重 不对 他还没有死 原因很简单 林峰可是有系统的男人 系统还没有传来提示音 说明任务还没有结束 这时无头将军再次发起进攻 这家伙果然是在装死 红彤挥刀一击 向无头将军的手臂卡了下来 老六林峰走后多时 一跃而起顺势抢到鬼剑 直接一剑插向无头将军 完成最后的鼓高 战斗胜利 解除婚约任务完成 林峰很是开心 不仅完成系统任务 获得大量鬼灵经验 还有鬼剑 鬼甲 鬼披风和鬼马这些高级宝贝 这哪是无头将军 简直是个献宝童子啊 无面的战斗已经结束 而湖泊外围的卓会长等人 此时还不知道状况 卓灵担心林峰 询问卓会长要不要去帮忙 卓会长顿时无语 之前不是说保命要紧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这时周围的环境一阵晃动 喧哗的鬼欲消失 众人重新回到空旷的地面上 忽然 卓宇脸色一阵煞白 手指指向前方 眼里满是惊恐之色 是 是无头将军 其他人连忙看去 只见一只高大威猛的鬼马 正在朝这边冲来 不对 你们快看 是林峰 正在湖泊外围守候的卓会长等人 因为鬼欲的消散重新回到地面 忽然卓宇看见远处的鬼马 下意识地以为是无头将军 被惊吓得脸色惨白 再看清楚来人 马背上的人居然是林峰 此时颜会长和金发妹子也出现在左右 颜会长告诉众人 无头将军已经被林峰击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直接震惊 纷纷瞪大了双眼看着林峰 一些遇鬼师们更是惊叹 林峰真是太帅了 连鬼马也被驯服了 看来是真的 而卓会长却是死死地盯着那匹鬼马 林峰 你这鬼马 卖不卖 林峰一口回举 不卖 卓会长也不吝啬 我出五千万贡献点 林峰依旧摇摇头 那八千万 不 一亿 一亿贡献点 这个价格对卓会长来说 已经算是很高了 一旁的卓琳看见老爸如此执着 看来是想要鬼马想疯了 金发妹子在旁边想要吐槽 一个亿 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 卓会长也是无奈 卓家是海长豪门 这点钱还真不算什么 林峰顿时有些恼怒 你这是在炫富吗 若是百年前的旧社会 我或许会考虑一下 但你我都清楚 现在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卓会长背对得哑口无言 无奈只能作罢 严会长也很认同林峰的看法 如今最有价值的 当然是强大的遇鬼师 只有他们才能带领人类走出漠视 而林峰小小名记 便有如此见识和实力 今后的成就指不定有多高 这根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企计的 甚至是无法想象的高度 这些同样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解决完无头将军 众人便开始反常 严会长询问林峰要不要和他们一路 林峰却是摇头拒绝 我弃鬼马回去吧 顺便和鬼马再熟悉一下 也好 严会长笑了笑 这次你获得了了不得的交通工具 下次也让解决试试 送走严会长的车队后 林峰换出轩华和彤彤 上马 今天带你们兜兜风 庆祝轩华恢复单身 就这样 彤彤被林峰双手搂住 轩华则在后面紧紧抱着林峰 不得不说 真是羡煞旁人 而随着骑马时的晃动 林峰后背还会有接连不断的冲击波 瞬间感觉连马蹄声都是悦耳动听 忽然彤彤睁开了鬼脸 林峰知道前面有恶灵出现 正好可以试试鬼马的实力 林峰加快速度 朝着恶灵便冲了过去 恶灵的鬼蜜直接被撞出一个大口 林峰顺势一剑挥出 恶灵还没反应过来 便直接隐恨西北 林峰感慨道 这鬼马和鬼剑果然好用 只是一剑便能斩杀B级恶灵 当真是极拼武器 林峰骑着鬼马 很快便回到了海城 想到进城还是不要太过招摇 随即跳下了鬼马 可是这个鬼马要怎么处理 难道塞进储物空间里 正当林峰头头之际 系统便传来提示 是否升级储物空间 想到可以升级 林峰二话不说 直接花了3000贡献点 升级了储物空间 储物空间顿时变得宽敞起来 不仅能容纳这匹鬼马 就连放置鬼甲的位置都有了 不得不说 有个外挂系统就是牛逼 这个男人是有多嚣张 仗着自己的两个老婆实力强横 见谁都想欺负欺负 看见路边或泥巴的小鬼 上去就是一刀 看见唯唯诺诺的快递小哥 就派老婆去抢人家的胯包 林峰原本还在储物空间里喂马 彤彤却突然上去叫住了他 怎么了彤彤 林峰退出储物空间 很快便发现了一只恶灵 但是鬼气很奇怪 甚至比一击鬼灵还要弱 林峰和彤彤并没有隐藏起来 恶灵却头也不回直接走了 难道是言会长说的 那种只有触发攻击条件的 还会出手杀人的有逻辑的恶灵 这时 林峰注意到了恶灵腰间的胯包 看得像是以前旧社会的邮差包 会不会有宝物呢 林峰二话不说 随即派出彤彤抢走恶灵的胯包 就在彤彤将胯包扯下来时 恶灵的鬼气突然直线飙升 下一马 两人瞬间被传送到鬼洞之中 林峰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是之前升级的鬼洞 难道是宣华使用了闪盾的能力 林峰思考起来 弘彤刚抢到胯包后便被传送过来 也就是说 刚刚那个油差恶鬼的鬼气 让宣华感受到了威胁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林峰想看胯包 弘彤便将胯包打开 从里面取出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 是一封鬼信 可上面的鬼话不如林峰根本看不懂 不过字体很是秀气 兴许是女鬼险 这时 林峰想起之前获得的鬼闻破解能力 飞机配合喧哗共同破解起来 鬼信很快被破解 信面上浮现出许多救我救我的字样 难道这只女鬼在求救 突然 系统传来提示音 感应到高等鬼技 羁绊任务开启 宿主可选定血信的女鬼 成为第三只鬼 林峰很是诧异 单凭一封信便开启了羁绊任务 连长相和名字都不知道 网链也不能这么草率吧 林峰嘴上吐着袍 手指却很诚实 直接接受了羁绊任务 已开启未知女鬼的羁绊任务 任务一 给未知女鬼回信 提示 将信件交给鬼犹拆即可完成任务 林峰直接无语 刚抢了人家的胯包 现在又要请他送信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林峰回头询问喧哗和彤彤 那只鬼犹拆 你们两个打得过吧 结果两鬼却是摇了摇头 事已至此 林峰也是无奈 只好先写回信 你是谁 你在哪 嗯 好熟悉的开场白 我猜下一句是你从哪里来 林峰写完回信 便看见鬼犹拆追了过来 气势滔天的鬼气 使得童童瞬间变身成红衣形态 此时的鬼犹拆 两眼瞪着发红 像是要将你直接撕成碎片 看上去格外恐怖 林峰将回信塞回胯包中 直接丢向鬼犹拆 鬼犹拆双手接到胯包时 鬼气瞬间直线下降 重新回到普通的鬼灵 一蹦一跳地离开了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林峰长舒了一口气 还好这鬼智商不高 不然可就遭老罪 而林峰不知道的是 另一边海城的城主府中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由于无头将军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海城大量的狱鬼师们 基本都待在城内 在一所中心酒馆里 几个狱鬼师聚在一起闲聊 被无头将军这么一搂 钱都赚不到了 这协会也太没用了 一旁的调酒师却是悄悄说道 昨晚我黑进了协会的内部权限 无头将军已经被杀了 两个狱鬼师满脸震惊 真的吗 你可别骗我呀 小酒师直接掏出通讯器 你们猜猜是谁 两人一看 居然是林峰 这怎么可能 众人不可置信地看着 这通灵体也太逆天了吧 而不远处的狱鬼师无奈倒 没办法 有些人就是天生比你强 我们这些三十多岁还在必急混 不如趁早回家结婚生 找老婆总不会输给一个十八岁的小孩了吧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林峰不仅有老婆 而且还很漂亮 实力强横不说 每天睡觉还能左拥右抱 忽然 林峰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谁啊 一大早的什么事啊 林峰打开门后 严会长便对着她说 城主府的人来找你了 还是个大美女了 你要不要见一见 林峰来到会客厅后 便看到一个十分精致的女人坐在那里 来人正是海城城主的三小姐柳如 两人客套一番后 柳如表明来意 想要邀请林峰加入海城 林峰摇头拒绝 柳如并没有感到惊讶 不妨听我把话说完 遇鬼师联盟 一开始是有北方强大的遇鬼师建立的 我父亲在那里也有职位 以你的天赋 总部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培养 但同时他们也会让你去对付鬼巢 你也会失去安全和自由 林峰威威一笑 这么说 加入你们反倒更好 柳如剑有机会 连忙站起来说道 当然 让你加入我们 不是简单的做下属而已 我的父亲已经86岁 过不了几年 我会成为海城的新城主 不过我实力还不够 需要挑选一个实力强大的人 做我的仗子 与我共长海城 林峰听到这里 不禁脸色一点 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柳如继续说道 只要你能在五年内成为地煞级遇鬼师 我就可以嫁定 到时候海城也有你的一半 怎么样 林峰陷入沉思 这哪是美人计啊 这明明就是宋城计啊 不仅城市六大中心城之一的海城 连美女还这么的凹凸有志 想来99%的遇鬼师都会瞬间答应吧 忽然林峰问道 不过姐姐 为什么是我呢 听到这声姐姐 柳如的脸颊突然羞红起来 直接坐不住了 嗯 你叫我什么 林峰挠了挠头 姐姐啊 我才18岁 不喊姐姐喊什么 柳如假装镇定 微微笑着说道 总之你考虑一下吧 我就先走了 话刚说完 柳如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逃走了 林峰又挠了挠头 难道我说错了什么 柳如一走 严会长便进来询问 你对柳小姐做了什么 她的脸怎么这么红 林峰无奈倒 没干啥 就叫了声姐姐 严会长顿时哭诉起来 你都没喊过我姐姐 是我不配吗 林峰又是无语 女人的逻辑真是比诡还复杂 林峰做了什么 让原本过来相亲的女孩 突然间害羞地跑开了 豪华家常版的豪车上 司机询问柳如需要毛巾吗 柳如却害羞地要命 大喊不用管我 真是太尴尬了 看起来很帅很成熟的男人居然比我小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呢 本小姐居然由中老牛吃嫩草的罪恶感 可回想起林峰那帅气的模样 柳如心中也有些期待 她会答应吗 另一边 见完课的林峰和颜会长来到餐厅吃饭 林峰随即问起了柳如的情况 颜会长说道 柳如是现任海城城主的女儿 也是所有孩子中唯一的一个通灵体 等城主过世后 她是要继承城主之位的 林峰忽然想到 遇鬼是过世后 她的鬼灵怎么办 颜会长咬着汉堡解释道 她的鬼灵比较强大 此后也无人驾驭 到时候会跑出来作乱 造成灾难 所以她一定会前往鬼监狱消除隐患 林峰感到疑惑 鬼监狱是什么 所谓鬼监狱 是遇鬼市联盟总部铸造的一座黄金巨牢 里面关押制造鬼巢的强大恶灵 或者镇压强大遇鬼市死后释放的鬼灵 他们死前走进牢房 用黄金彻底封闭 等多年后羁绊掉光 别的遇鬼市也可以尝试驾驭 颜会长越说越激动 眼睛里冒着星星 等功劳达到一定程度 我就可以去收服一只 那只图城鬼灵一直没人收服 一定是在等我 林峰无语 姐 你想多了吧 所以你要好好扶持姐姐 别被人拐跑了 忽然系统传来提示 你有一封鬼信即将到达 请到城西无人处等待 林峰一惊 鬼信来了 网恋女鬼回信了 不一会儿 林峰和彤彤喧华 来到城西的一处无人区 鬼油差很快跑了出来 林峰有点担忧 这鬼油差不会记仇吧 见他没有停下来 彤彤和喧华立马进入战斗模式 忽然鬼油差一个急刹车 从跨抱掏出一封信交给林峰 林峰手抖将信接过并道谢 但鬼油差并没有离开 而是很硬间地看着林峰 手指来回搓了搓 喧华上前放出一团鬼气 鬼气被鬼油差一口吞掉 林峰诧异 这是收报酬啊 而且还是道夫 收到报酬的鬼油差很快离开 林峰顺利拿到信件 随即配合喧华破解起来 鬼信上的信息也浮现出来 记照 柳城西南 跟着鬼气 看到记照二字 林峰脑里浮现的 便是当初困住喧华绣花鞋的记照安 难道写信的女鬼也被困在里面 这么说那鬼油差确实厉害 居然能去记照安送信 虽然有些字还不清楚 不过大概意思是让我跟着鬼气走 林峰让喧华带路 自己则披上鬼甲 骑着鬼马出发前去 这里离柳城不远 今晚应该就能赶到 突然颜会长发来讯息 鬼巢入侵了 正打算与网恋女友见面的林峰 突然接到颜会长的讯息 鬼巢入侵了 鬼巢 由成百上千的恶灵组成的浪潮 是这个时代 最具有毁灭性的非自然灾害 往往每隔数年便会袭击城镇 由守城的狱鬼师们负责抵抗 城市通常是有多道外部防线 分布着鬼气探测仪和狱鬼师要塞 越靠近外部 防御级别越高 可一旦防线失守 整座城市便会面临毁灭危机 柳城北的一防线 几个狱鬼师正在讨论鬼巢 据说这次的鬼巢特别凶行 还是回城区防御吧 这次又不知道要死多少狱鬼师了 突然一名狱鬼师看到了什么 一只阴森恐怖的一旧恶灵赫然出现 强大的鬼狱瞬间将它们笼罩其中 几个狱鬼师也纷纷换出鬼灵 想要试探恶灵的实力 可它们的实力完全不够看 一旧恶灵只是一个闪身 它们的鬼灵便被直接秒杀 狱鬼师们脸色惨白 看来它们的死亡在劫难逃 忽然一阵马蹄声传来 一只鬼气森森的鬼马直接撞破鬼狱 朝着那只极恶灵冲去 下一秒 那只它们以为十分强大的恶灵 被一只红色利爪直接秒杀四成碎片 这只鬼比之前那只厉害百费 狱鬼师们更加绝望 丝毫没有被救的感觉 灵中骑着鬼马缓慢向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几名狱鬼师 红铜和喧哗飘浮在身后 带众人看清楚来人 发现马背上坐着一名少年 居然是狱鬼师 几人紧绷的心盾石松了下来 它们纷纷向着灵中表示感谢 而后 林宗从他们口中得知 西边的鬼巢已经渗透过来 扭头便向着西边冲雪 那人是林宗吧 他不是前阵子太平级吗 怎么这么厉害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狱鬼师 很是震惊 现在的年轻人 进度都这么大吗 鬼马速度飞快 林宗等人很快就来到柳城西边 看着前方爆炸声轰隆隆一片 果然是鬼巢 一防线都有这么多鬼 想来外围防线是有多吃紧 而严会长曾经说过 防线就像一个巨大的筛子 等级越高的恶劣 会被最外围三防的 最高级遇鬼师挡住 而二防会再次对恶灵进行筛选 能来到一防的恶灵 大多都实力较弱 但是数量较多 防线通过这样腾城筛选 最后将鬼巢拦住 既然高级的恶灵被挡在最外围 剩下的恶灵便不足为虑 那么 就来一次大扫图吧 男孩究竟有多强 别人眼中强大无比的恶灵 在他手中撑不过一秒 别人谈口色变的鬼巢 在他眼里却是一堆经验值 凌风骑着鬼马 带着轩华和彤彤 静直冲向鬼巢密集处 一人一马配合两鬼 开始了疯狂的杀戮之战 所过之处的恶灵 全部被屠戮殆尽 战斗胜利的声音响彻不断 虽然BG以下的经验值较少 但再小的苍蝇也是肉 架不住它数量多呀 而此时 柳城西部的二防线 许多狱鬼是小队 基本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男人放下魅力 想要独自引开及恶灵 却在这时看到匪夷所思的一幕 只见一个骑着鬼马的少年手持长剑 将经过地方的恶灵全部清空 男人来不及多想 下车想要逃离时 却发现又有一只 A级恶灵包围过来 男人连忙刹车想要掉头时 只听见轰的炸响 两只A级恶灵的鬼玉 直接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 不远处的妹子见此悲痛万分 大声呼唤的男人的名字 最是鬼马一跃而起 直接将恶灵的鬼玉撞碎 凌峰趁机抓住男人衣领 将他丢向他的同伴 并顺手解决了两只恶灵 随后没有停留地跑开了 而男人此时还很懵圈 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 离开后的凌峰开始思索起来 二房里不应该有这么多一只恶灵 拿起通讯器查看后才发现 果然有缺口 原来是有一处防线被攻破了 巨大的黄金墙出现了一个缺口 源源不断的恶灵正是从缺口处涌入 凌峰也不废话 提见便朝他们冲去 如此多的恶灵也提供了大量的金面值 不多时喧哗达到了升级条件 成功升至S级 获得了新的能力领悟 可以释放雾气混淆敌人的方向感 解决完二房的恶灵后 凌峰便朝着最外围的三房冲去 而此时的柳城西部三房 越来越多的恶灵朝着防线聚集过来 联盟的支援怎么还没到 50岁的费老连同其他遇鬼是殊死抵抗 不管有没有支援 我们都要守住柳城 然而互不担心 西边有一个S级恶灵正在朝这边过来 费老脸色很是难看 现在分身乏术 该怎么办啊 正在赶来的凌峰冲进一处鬼域之中 忽然凌峰感到诧异 这鬼域怎么没有破碎 难道是 S级恶灵 柳城遭受巨大鬼潮 许多防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遇鬼师们损失惨重 却依旧抵御在最前线 凌峰解决了一二房的恶灵后 也在向最外围的三房线赶去 湖中穿过一片绿油油的竹林鬼域 令凌峰诧异的是 这鬼域竟然没有在鬼马的冲击下破碎 难道是 S级恶灵 我不其然 一只外表哭似熊猫的恶灵出现在面前 居然是S级恶灵黑白熊 凌峰看着恶灵头上的竹笋 莫名感觉有点可爱 但可爱归可爱 其实力却无庸置疑 黑白熊一掌拍向凌峰 凌峰则借助鬼马的速度顺势拉开距离 随即让轩华使用泥雾技能 扰乱黑白熊的方向 红峰则直接进入变异形态 提着40米的大坦刀便朝恶灵劈去 红色的刀锋连续从恶灵身上划过 巨大的黑白熊身躯直接被劈成两半 许多白色的棉花暴露出来 这巨型黑白熊居然是个过偶 突然 一团绿色的光点从固殴体内迸发开来 凌峰感应到恶灵的鬼气没有消失 难道那团绿光才是恶灵的本体呢 突然 一股强大的鬼气从黑白熊身上爆发开来 凌峰感到一丝不妙 糟糕 这黑白熊被激怒了 鬼狱之中 无数的竹笋竹子开始疯狂生长 黑白熊的鬼狱也开始不断扩大 甚至开始吞没肺老的鬼狱 竹子的突然冒出使得狱鬼师们防御不及 给三方的人员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众人大惊失色 急忙联系肺老 一同作战的狱鬼师告诉肺老 这里由他们先顶着 肺老你快去对付S級恶灵 肺老也知道事态的严重 连忙赶向S級恶灵的所在处 而此时的小型黑白熊愤怒的咬牙切齿 看上去好像更加可爱了 凌峰微笑道 卖门可没有用 你的弱点早就被我掌控了 喧哗的手中早已凝聚出一团鬼狱 随着凌峰下达指令 鬼火顺着红线开始蔓延 附着鬼火的丝线很快包围住黑白熊 下一秒 巨大的爆炸声轰天响起 黑白熊便被凌峰彻底消灭 当当赶来的肺老 也逐渐消失 随着迷雾的消灾 一人二鬼出现在费老面前 强大的S級恶灵 被喧哗的青色鬼火炸的连灰都不剩 正在赶来的费老也迎面遇到了凌峰 将他带进了柳城的要塞之中 阳光倾斜落下 要塞迎来了短暂的安全 手下向费老报告着伤亡人数 短短几个小时 就有13只小队共击60多人阵亡 其中还包括了5名急遇鬼师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的脸色都透露着难看 费老感慨 若不是小兄弟的支援 伤亡人数可能会更多 忽然费老询问 听说联盟派了两支小队 怎么就你一个人 凌峰回答道 我只是个单独行动的特派员 正式的队伍应该还没赶到 一旁的遇鬼师们 听到凌峰还不是正式队伍 实力变这么强 纷纷面露惊讶之色 费老同样赞叹不已 如此年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敢问小兄弟贵姓 凌峰回答道 叫我凌峰变好 旁边的遇鬼师们 听到来人居然是凌峰 兴奋地跑上前来 你就是解决 封城恶灵的天才通灵体 早就听闻你的世界 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凌峰的事件费老也是知道的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听说家乡发生鬼巢 就第一时间赶回来支援 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然而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鬼巢再次入侵 而且这次的鬼巢来 是更加凶猛 费老拿出望远镜观看 密密麻麻的鬼影 如同青色的浪潮 一眼望不到头 而且正向着 他们的要塞聚集过来 这时 一旁的遇鬼师 拿出鬼气探测仪 鬼巢之中出现了一只S级恶灵 忽然 紫色的光点 从一个变成了两个 不对 是两只S级恶灵 费老面露难测 怎么会这样 原本的伤势还没恢复 再加上人手不足 这样下去根本赢不了 除非调动南边的遇鬼师 过来支援 费老还在思索对策 另一则恶号变传了过来 手下来报 柳城南边的防线 也出现了鬼巢 而且已经有两个要塞 全军覆没了 听到南边的状况 费老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果然互不单行 难道柳城万事休矣 人类依旧逃不过 被毁灭的结局吗 突然费老的手 搭在了林峰的肩膀上 林兄弟 像你这样的天才 不应该倒在这里 这里交给我们 这些老家伙就行 你赶紧离开要塞 若我们牺牲了 等你日后成长起来 再为我们报仇 林峰没有答应费老 而是转头看向鬼巢 脑中思索着 接下来的硬兔对策 浩浩荡荡的鬼巢之中 两只S级恶灵 纷纷释放出鬼欲 紫黑色的S级恶灵 乃是黑煞 身旁跟着各种 七型怪状的一级恶灵 红白色的S级恶灵 便是白煞 各种形状 各异的一级指人 悬浮于空中 而黑白双煞的周围 还有近百只B级恶灵 林峰微微一笑 真是满满当当的经验值啊 然后询问费老 您拖住一个S级有没有问题 费老疑惑 这倒是没问题 可是林兄弟 你想做什么 林峰回答道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随机跳下城墙 费老连忙出手制止 林兄弟 千万别逞强啊 然而林峰已然换上鬼甲 骑着鬼马朝着鬼巢冲去 黑白双煞两只S级乐灵 带着浩浩荡荡的鬼巢再次袭来 费老本想劝林峰离开 不料林峰直接跳下城墙 带着喧哗彤彤冲向鬼巢 遇鬼狮们见此情形 也变得热血沸腾起来 林峰叮嘱费老 一定要拖住白煞 坚持一刻钟就行 费老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 既然林峰如此有信心 也罢 老夫就陪你拼一把 随机下令远程攻击 城墙上的遇鬼狮们开始填充弹药 朝着远处的鬼巢进行炮风 为林峰扫出障碍 费老也和几名高级遇鬼狮冲向白煞 换出自己的鬼灵并释放鬼狮 只见砰的一声 两个鬼狮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惊人的轰炸声 无奈费老身上有伤 很快遇鬼狮们便处于下风 鬼狮也出现了裂痕 另一边 遇鬼狮们看到林峰快要冲到黑煞附近时 竟然还没有展开鬼 一个个担心不已 而此时的林峰勇往之前 所过之处的恶灵 均被喧哗和同同一一消灭 跟我一起 直接冲进他的鬼狮 林峰踏进黑煞的鬼狮 一只S级恶灵和八只及恶灵 赫然出现在面前 不过他们没有展开鬼狮 应该是在等黑煞的指挥 林峰机智一笑 正好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看我直接团灭你们 林峰上前吸引住黑煞的注意 随即掉火离山 喧哗则探准时机 将八只及恶灵 全部装进鬼狮之中 这等操作让狱鬼师们 看得目瞪狂呆 他竟然能在S级的鬼狮里 展开鬼狮 还把八只及恶灵关了进去 难道他的鬼狮要有二敌八吗 这也太疯狂了 而进入喧哗鬼狮的八只恶灵 想要展开鬼术和鬼狮进行对抗 怎么会给你们出手的机会 红红 出手 听到林峰的指令 红红展开力掌 这次抖动难回穿梭 一瞬间 便直接将八只恶灵 全部屠戮殆尽 看到这样的情形 众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好可怕的暴走魔力 林峰看到八只恶灵被顺利解决 不禁夸赞起喧哗和铜红 干得漂亮 不料下一命 黑莎突然加速 抡起手中的巨大黑球就向林峰砸去 林峰躲地不急 黑球精准地砸在了身上 巨大的通缉力使得地动山摇 碎石乱飞 喧哗和铜红回头望去 心里满是担忧 待烟尘散去 林峰竟然毫发无伤 却是黑莎被弹飞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林峰独占S级的黑莎 反被大铁球砸了个结结实实 黑莎却把自己弹飞出去 原来林峰身披鬼甲 是反伤刺甲的能力将黑莎震退 见此情形 黑莎随即改变攻击方式 打算使用法术进行攻击 可惜林峰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彤彤已然冲向黑莎 轩华则绕后包抄 释放迷雾扰乱黑莎的事业 闪盾拿过林峰手上的黄金长剑 随着一道金光划过迷雾 轩华持剑而立 一剑闪身直接击中黑莎 黑莎便在不甘中逐渐消散 林峰微笑道 轩华的闪盾果然好用 总是能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另一边 费老却陷入苦战 原本玉鬼师们就伤亡惨重 面对众多恶灵的不断进攻 费老的鬼灵也遭受重创 自己也已经撑不住了 林峰连忙掉转方向 带着彤彤和轩华奔向另一边 鬼马撞向白莎的鬼玉 虽没有直接撞碎 却也让鬼玉出现裂层 有了轩华和彤彤的加入 玉鬼师们的压力得到缓解 费老看到林峰的到来 连忙询问 你怎么还打过来 费老的鬼玉已经破碎 而且白莎实力比一般的SG更强 胜算渺茫啊 旁边的狱鬼师也劝林峰 快跑吧 我们掩护你 林峰却没有回复 而是直勾勾的盯着系统面板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随着彤彤再次击杀恶灵 积累的经验值也达到了灵界底 林峰微微笑道 等的就是这个事 彤彤 升级 系统传来提示 升级成功 彤彤等级提升为SG 正在挥动武器的白莎突然感应到什么 转头望向空中 此时的瞳瞳宛如烈阳悬浮于半空 强大的烈焰鬼气在最后形成巨大反向 如同火焰女神降临世间 白莎眉头一睛 像是感受到什么威胁一样 这是只有SG才具有的鬼气 看样子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强大 林峰觉得事迹已保 随即让轩华展开鬼魅 双重鬼魅的强大 直接将白莎的鬼魅压的粉碎 林峰告诉众 他的两只鬼灵拳都升到了SG 开始反攻吧 差点没气晕过去 还眨眼的攻速便升到了SG 现在SG这么容易突破吗 林峰没有过多嘴事 逃着白莎发起进攻 彤彤跳起挥出巨剑 身后的烈焰把像也做出同样动作 接下来 便是属于彤彤的杀戮时刻 彤彤终于升到SG 强大的鬼气还凝聚出了鬼灵法像 样子看上去真是 太酷辣 望着空中的彤彤 白莎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随即指挥身旁的指人发起进攻 把像彤彤挥起巨刃 带着巨大的气势斩向指人 不料众多指人开始聚在一起 组成了一只更巨大的恶灵 一只手便挡下了彤彤的巨人 合体后的指人力量也变得更大 一拳就将彤彤击退出几十米 费老剑撞连忙指挥玉鬼师们 全力配合凌风进攻 现在白莎被喧哗的鬼欲困住 众多指人恶灵也无处顿逃 就让鬼披风收来的小鬼来清理吧 凌风大手一挥 鬼披风里的小鬼们其刷刷地冲了出来 冲到巨型指人身上开始攻击 小鬼虽然伤害很低 但是面对密密麻麻的恶灵小鬼 数量实在太多 就算是巨型指人也开始招架不住 彤彤抓住机会 360度旋转加速 巨人猛然砍向指人 白莎剑词想要上前阻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 巨型指人直接被法向彤彤一刀劈成两半 赶来的白莎还没来得及撤退 迎面便撞向了彤彤的巨人 白莎连忙寄出武器全力格挡 两股强大的鬼气碰撞在一起 形成的冲击波向着四周不断扩散 然而随着彤彤加大力量 白莎的防御也只是支撑了片刻 下一秒便被彤彤的巨人劈碎了身体 此时的彤彤悬浮于半空之中 宛如圣灵女神 看上去是那么的威风凛凛 忽然凌风感到疑惑 白莎已忘 为何系统没有提示鹰 费老掏出鬼气探测一一看 不好 他逃走了 仪器上显示的紫色光 已经跑出百米之外 凌风利用自己一于常人的视力看去 果然发现了白莎的身影 看来他是拥有分身的能力 看着逃脱的白莎 红红生气的想要追击 却被灵风叫准 不追了 守城要紧 旁边的玉鬼师擦擦汗液 S极恶灵打过逃跑了 真是裹久见了 费老也是感慨 真是多亏了这小子 总算是扛住了 灵风下马走向费老 费老和玉鬼师们也上去迎接 驾驭两只S极鬼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你这样的人才 真是人类之星了 能让我服气的人不多 如今算你一个 灵风都被夸得不好意思 费老没有赞了 和你们这些常年助手的战士相比 我做的这些算不上什么 忽然就在这时 费老的通信器传来消息 柳城发来求救信号 南线全部失手 外城已被入侵 部分鬼巢已经冲到了内城下 听到这个消息 玉鬼师们纷纷面露难色 灵风也不禁思索起来 看起来毫无章法的鬼巢 或许是早有预谋 看样子就是针对柳城而来的 这是准备灭亡柳城的节奏啊 费老 我们要去支援吗 其他遇鬼师们连忙询问 他们的亲人孩子 大多都居住在柳城 看上去各个心急如焚 费老也不知所措 怎么支援 一旦我们离开 西线鬼巢的涌入 只会让柳城更加危急 就在这时 灵风自告奋怨 决定前往内城支援 灵兄弟不愧是少年英雄 我的家人就拜托你了 众人都很感激灵风的挺身而出 纷纷上前表示谢意 就这样 灵风骑着鬼马 踏上了返回柳城的道路 这次的鬼巢绝不是偶然 说不定在城里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刚刚拯救了柳城西部的要塞 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接到了柳城遭到鬼巢入侵的消息 灵风临危受命 独自一人便踏上了回城救援的道路 很快灵风就来到了柳城外城 进入城中后 灵风骑着鬼马四处观望 西部的街道看起来倒是挺正常的 这时 灵风的通讯器发来讯息 打开一看 是平安小弟发来的求救消息 灵哥 您在柳城吗 能不能来救救我们 我们被困在购物中心的地下室 外面都是恶灵 我们根本出不去 看来鬼巢确实已经进入内城了 灵风不敢怠慢 连忙骑着鬼马进城 很快 灵风便进入内城 刚一进入 灵风便脸色一惊 内城之中居然有一个巨大的鬼域 从地图上看去 面积相当庞大 甚至快要覆盖内城一半的面积 难道是 SG以上的恶灵 随即快马加鞭 直接冲进了鬼域之中 却没有遇到一丝阻碍 灵风很是诧异 这鬼域真是老六 一进难出 甚至保留着城市原本的样子 等人们察觉到时 已经跑不出去了 突然一声爆炸声响起 灵风转头看去 但是学校的位置 难道连内城也沦陷了吗 此时中心超市的地下室 三名学生蜷缩在角落里 女孩询问道 平安 求救信号发出去了吗 早就发了 不过灵哥未必在柳城 平安小弟脸色难看 这次鬼巢这么凶猛 恐怕灵哥也映出不了 一旁的胖子听后更加绝望 完了完了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死了都没人收拾啊 随即问起旁边的女孩 听说你爸爸谁急欲鬼师 为什么还不来救你啊 女孩顿时哭诉起来 她的父亲在南部防线战斗 根本顾不上阵 说不定已经 不然 门外传来的剧烈的撞击声 三人很是惊喜 会不会是灵风来了 此时的灵风同样也在敲击着门 有人吗 撞击声再次传来 那扇包裹着黄金的门 直接被撞了个凹陷 下一秒 一只手握金刚找的人 行恶灵出现在面前 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吃恶灵 快跑 平安连忙拉起女孩的手 朝着另一边跑去 原来灵风已经来到购物中心 但是购物中心实在太大 灵风又不知道他们的准确位置 所以找到的是另一处藏身的点 灵风打开门后 看到两个人在阴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在看清两人的模样 灵风瞪大了双眼 脸上浮现出了复杂的神色 居然是他 再次见到抛弃你的亲人时 你会怎么办 灵风收到平安小弟的求救信息 很快来到购物中心救人 却误打误撞地发现一对母子 当看清他们的样貌后 灵风瞪大了双眼 那段尘封多年的回忆慢慢浮现 八年前 被父母遗弃的灵风 在垃圾场遇到了童童和胡爷爷 然后被童童用面包管回了家 之后更是被一个爱的拥抱 治愈了他那受伤且幼小的心灵 从此 灵风就和他们生活在了一起 这天灵风刚从外面回来 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胡爷爷竟然拿着一把斧头 正朝着童童脑袋上砍去 看到灵风吃惊的表情 胡爷爷哈哈大笑 你在想什么呢 我只是帮童童理发而已 童童也笑着说道 爷爷的手艺是一流的 下次也给你试试 从那天被胡爷爷带回来以后 灵风就融入了外层棚户区的生活 和胡爷爷同同 成为了没有血缘的一家人 胡爷爷是做机械修理和回收工作的 口碑都还不错 还常常帮残疾人制作机械一支 他虽然不擅长家务 但还是把灵风他们照顾得很好 而童童也曾是被遗弃的孩子 但性格却格外的开朗 也许是一直受爷爷的影响吧 他们虽然过得很穷 却每天都享受着家的温暖 灵风也几乎忘记了以前的痛苦 直到有一天 一个浴鬼师找上门来 说是胡爷爷给他装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然后指了指身后被撞坏的车子 一定是你贪图便宜给我换了残次品 看看我的宝贝车子都被撞成什么样子了 但是胡爷爷从来不做亏心事 再说传感器最多只会让车辆动力不足 不会造成方向和刹车失控 耐人气急败坏 上前抓起胡爷爷的衣领 你是说我们恶女 胡爷爷心里憋屈 要不然我先检查一下 谁知浴鬼师直接动手 将胡爷爷重重地摔在地上 嘴里还不停骂道 再让你去检查 谁知道你会动什么手脚 然后趾高气昂地说道 老子可是浴鬼师 我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 赶紧给我赔钱 而此时 彤彤和林峰正在回家的路上 两人非常开心 他们带回了好多食物 准备给胡爷爷一个惊喜 他们来到门前时 却看到胡爷爷倒在地上 两名浴鬼师在那里骂骂咧咧咧 这是怎么回事 两人急忙上前 爷爷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彤彤担心地抱着胡爷爷 我没事 这帮兔崽子 仗着自己是浴鬼师 就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 不过想了我老胡的钱 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钱放哪里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放哪去了 可能是怕孩子们担心吧 胡爷爷自己自娱地大笑起来 很快来到了傍晚 夕阳西下 显得格外好看 可有些人做的事 却是肮脏无比 原来那名浴鬼师的车子 是他喝醉酒自己撞坏的 却无赖成是胡爷爷的责任 现在更是打起了他血汗前的主意 趁着胡爷爷外出不在家 几名浴鬼师直接破门而入 在家里的林峰和彤彤被吓了一跳 你们是谁 想要干什么 林峰上前阻止 却根本无济于事 几人像土匪一样将屋里翻了个遍 原本温馨的小房间被搞得一片狼藉 然而根本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只有一小袋碎银 值不了几个钱 可是 丧心病狂的他们却并没有就此罢手 而是打起了彤彤的主意 准备将他卖给城南私场底前 真的是恶心至极 林峰见他们要把彤彤带走 连忙上前阻止 直接一口咬在了那人手上 男人气急败坏 一挥手便将林峰甩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箱子上面 林峰再也无力起身 逐渐失去了意识 最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彤彤带走 自己却毫无办法 无力地昏迷过去 胡爷爷回来后 细心地帮林峰处理伤口 林峰不停地哭泣着 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彤彤 胡爷爷爷不停地安慰他别担心 没事的 我们这就把彤彤救回来 两人趁着夜色来到了城南厂房区 这里只有一个房子的灯还亮着 胡爷爷爷将手电筒和匕首交给林峰 让他先从通风口探查一下 然后退回来商量对策 瘦小的林峰 在狭隘的通通道中缓缓前行 也不知道爬了多远 来到一个房间上方 透过通风口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 通通正被两个人抬到一个病床上 此时的他被他们捆住了身体 而旁边一个护士模样的人 手里拿着一个针管 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林峰担心通通安危 心中一急竟将匕首掉了下去 匕首静止地插在了一张病床上 这一举动成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几人也不傻 知道通风管里有人 连忙去通知他们老大 林峰也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 准备先跑出去再想办法 然而根本不等他有动作 下面的人就发射了一个机械利爪 直接将通风管撕开 林峰也从上面掉了下来 好在下面有很多纸箱 但还是摔了个晕头转向 林峰晕晕地睁开眼睛 可眼前的一幕让他无比震惊 身旁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孕妇 身上连接着各种密气 脚上被铁链锁 而像这种病床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个 而这里 便是柳城的秘密生育工厂 没过多久这个工厂的老大便来了 手下连忙汇报 我们抓到了一个闯入者 让我看看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这时手下已经将林峰带了过来 林峰看到面前的两人后愣在当场 满脸震惊地看着 在他眼前的这两个人 竟是当初将他狠心抛弃的 林峰的亲生父母 彤彤被抓去了秘密生育工厂 林峰和胡爷爷赶忙前去营救 不料林峰过于担心 不慎将匕首掉落暴露了自己 胡爷爷听到房间里的动静 知道林峰出事了 这时的林峰被两个人牢牢地控制住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爸妈 女子也满脸惊讶 小峰 你怎么会在这里 男人却是直接一拳打在林峰脸上 兔崽子别瞎叫 谁是你爸妈 老子根本不认识你 突然 旁边发生爆炸 房间的墙壁被人炸开 胡爷爷手里拿着弩工冲了进来 不准你们欺负我的孩子 林峰见状大喊 爷爷 彤彤被他们抓走了 男子见到又有人闯入很是生气 你又是哪根葱 胡爷爷大吼 把我的孙女还回来 男子直接掏出手枪 你是说那个刚来的小姑娘 我只知道她是真金白银买来的 想带走别做梦了 说着便朝胡爷爷开枪射击 胡爷爷慌忙躲避 一边反击一边让林峰快带彤彤离开 林峰急忙叫上彤彤 想要从旁边的楼梯偷偷逃跑 但是还没跑多远 就被旁边的男子发现 汇报给了工厂老大 男人躲过胡爷爷的女剑 冷酷的命令手下去追 林峰和彤彤加快了步伐 身后的追兵紧跟不舍 很快他们就跑到了楼顶 但是仍然没有摆脱追兵 无奈来到天台 这里已经没有了退路 而男子也已经跟了上来 你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不要费劲了 林峰挡在彤彤身前 爷爷会来救我们出去的 刚说完这话 工厂老大就压着胡爷爷上前来 你是说这个没用的老东西吗 男人用枪指着胡爷爷说道 林峰和彤彤见到胡爷爷被打成重伤 不由担心的大喊 身受重伤的胡爷爷为了林峰他们 一声祈求 求求你放了他们 我出多少钱都行 男人一脚踹在胡爷爷脸上不屑地说道 谁稀罕你们这些穷鬼的灵钱 我这里孕育的可是未来的狱鬼师 一个通灵体就够你花几倍 随后慢慢走向林峰彤彤 小朋友 只要你乖乖过来 我保证不伤害你们 林峰和彤彤退到了天台边缘 已经退无可退了 这时 胡爷爷突然挣脱束缚 疯狂冲向男人 男人大惊身体快速后撤 不过还是被胡爷爷抓伤了脸颊 反应过来后的男人 一脚将胡爷爷踢飞出去 直接将胡爷爷踢到了天台边缘 林峰和彤彤连忙跑了过来 男人摸着脸上的伤痕 心中无比愤怒 竟然直接开枪想要杀死胡爷爷 子弹飞驰而出 然而就在这时 彤彤跑了过来 本来打向胡爷爷爷的子弹 直接打在了彤彤身上 男人和林峰都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纷纷脸色大变 随后 重担的彤彤连着胡爷爷 一起跌下天台 朝着地面落去 望着跌落在地面的胡爷爷和彤彤 林峰绝望到了极点 一旁的小弟询问男人 是否将林峰一并处理掉 女人念及亲情地望向男人 眼中满含祈求之色 算了 让他自生自灭吧 那一天 彤彤当场死亡 胡爷爷爷高位劫瘫 周围没人敢帮忙 都躲得远远的 他们说强者解决我们 就像捏死蚂蚁一样轻松 能活着就该偷笑了 亲生父母所赐 经过这次波折 让林峰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心远比外面的恶灵可怕 后来林峰去了收容所 不再交朋友 不再寻找依靠 因为他要成为最强育鬼师 成为凌驾在所有阶级之上的人 尽管 那是林峰 最痛恨的一种人 大人 大人 林峰被一道声音惊醒 从回忆中回到现实 大人 你一定是育鬼师吧 求求你救救我们 林峰心情复杂 果然认不出我们吗 这八年真是物是人非啊 女人接着说道 我们被鬼巢袭击 我的腿受了伤 只能带着孩子躲在这里 林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询问道 你的丈夫呢 女子脸色有些难看 早些时候 我们被恶灵冲散 他抛下我们母子跑了 林总冷笑 不愧是那个冷血的男人 危难时刻还把孩子带着身边 想必他一定具备 你所满意的天赋吧 我若不救你 等他成为孤儿 或许又会重复 我当年的经历 这时言会长发来消息 林峰 我已经派先遣部队去跟你会合了 马上就到 你们需要去住宅区护送难民 林峰回复 明白了 我在购物中心后门附近 随后 林峰决定带着他们母子离开 协会的办事效率很快 没多久先遣部队的车子就到了 林峰将这母子二人交给他们 表示自己还要去救几个人 回头再与他们会合 这是车上的女人叫住林峰 大人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和丈夫是在购物中心三楼分散的 他说不定还活着 拜托你去救救他 林峰有些难以接受 他抛在里面 你还想救他 女子抓住林峰的手 求求你 他再错也是家人 片刻过后 林峰来到了平安之前避难的地理 这里已经没了人影 倒出一片狼藉 林峰只找到了平安的通讯器 来晚了吗 不知道他们顺利跑到没有 既然都到了这里 林峰决定去三楼看看 随即让彤彤宣伐守在这里 自己独自前往三楼 此时天台传来阵阵响声 看来应该是在天台 天台的停机坪上 一架四人飞机已经被恶灵团团围住 飞机里的男人惊喜万分 不断开枪试图击退这些恶灵 虽然黄金子弹能对恶灵造成伤害 但是恶灵数量实在太多 男人根本应付不来 这时上方的一只恶灵突然偷袭 直接跟他来了个身体接触 随后恶灵的整个身体 开始疯狂扭入到他体内 等林峰赶上天台 他已经被恶灵附体 亮亮枪枪地走向林峰 那边的兄弟 救救我 求你了 我有很多贡献的 还有黄金 我能让你在柳城地下势力里 呼风换雨 财富 权力 女人 只要救了我都给你 面对男人的嘶吼 林峰不为所动 到头来你的脑子里 还是只有这些东西 被恶灵附身已经无药可救了 男子还在挣扎 试图说动林峰快点救人 见林峰不为所动 男人很是恼怒 知道老子为柳城 创造了多少遇鬼师吗 然而这时他的身体 已经开始鬼化 半个身子都已经是恶灵的模样 眼看自己必死无疑 竟还想着拉上林峰电尾 举枪疯狂朝着林峰射击 奈何是个描边大师 林峰动都没动 子弹全部打天 其他恶林峰拥而上 将他推向天台边缘 随后男人带着 不甘从天台落下 重重地摔在地面之上 林峰没有一点伤心 落到这个下场 也算是你最有阴毒 鬼巢来势汹汹 柳城大部分地方都已经沦陷 林峰也从外围要赛港回来支援 柳城内城东出口 一辆辆校车正在撤离 突然前方的一辆校车发生爆炸 燃起了熊熊烈火 后面的校车离得太近 只能猛打方向盘 试图从一旁绕过 好在师傅是个老司机 校车擦着护栏 有惊无险地冲了过去 望着身后的大火 大家长出一口气 真是好险 突然 火焰之中冲出一只恶灵 车上的遇鬼师 急忙换出鬼灵抵挡 车内的小学生已经哭成一片 老师连忙安慰学生 大家别慌 再坚持几分钟就到遇鬼师住宅区了 你们的学长和考核官会帮助我们 然而当他们到达住宅区后 却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看来就连住宅区也已经沦陷 无数的恶灵从住宅区冲出 助手的遇鬼师们拼死抵抗 然而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恶灵 他们也无能为力 只能带着众人撤退 平安和妹子满脸绝望 好不容易逃回学校 没想到还是躲不过 人群之中 不断有人丧命 哀嚎之声不断 有如此多的恶灵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应付的 这时有人看到了停在外面的校车 像是看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逃到内城还有一线生机 车辆内 老师催促司机赶快开车 这里不能停留 不料这里是去城东避难所的唯一通路 难不成要倒回去吗 这时车内一个学生发现 车外有一抹红光闪过 接着 一个红色的生物落在校车旁边 巨大的冲击让地面未知一颤 地面也瞬间炸裂 仿佛是地震了一样 校车在如此大的冲击下 直接被掀飞了起来 车内众人绝望 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托马斯小火车凭空出现 将即将要侧翻的校车抵住 车内众人一步步紧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时 一个红衣女孩出现在半空中 与其他恶灵形成对峙 原来是童童及时赶到 展开鬼欲保住了校车 而巨大的恶灵按耐不住 直接攻向童童 童童一跃轻松躲过 这时喧哗感哀 手中鬼火喷射而出 伴随一阵马蹄声 凌峰骑着鬼马一跃而起 恶灵的眼睛正被喧哗的鬼火灼烧 凌峰趁此机会 揮起手中的黄金剑用力劈下 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恐怖的波动席卷四周 恶灵也随之倒下 周围的众人都张大了嘴巴 全都震惊不已 这就死了 这也太强了吧 凌峰手持黄金剑 站立于恶鬼的尸体之上 宛如一位战无不胜的战神 不 此时的他 在众人的眼中就像是 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凌峰只用一剑 就消灭了一个高级恶灵 傲然地站在其尸体之上 此刻的他 宛如神灵般的存在 这一刻 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了 凌峰到底有多强大 平安小弟最是激动 凌哥 不愧是你啊 凌峰从恶灵尸体上一跃而下 重新骑上鬼马 请大家带上伤员跟我走 这凌峰也太厉害了吧 同样是一个班的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有些妹子甚至都看呆了 这凌峰真是太帅了 在护救之后 大家都是相当的激动 看到车上的孩子们都没事 凌峰也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拿出通讯器 联系了协会的车队负责人 通知大家台上伤员 车队在两侧护送学生们前进 在凌峰的带领下 很快 车队重新出发 但规模巨大的车队 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恶鬼 凌峰一马当先 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只要有高级恶灵出现 他都会第一时间上前解决 而凌峰的表现 也不断地刷新着众人对他的认知 终于众人来到了外城东门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大家有序地进入了避难所 凌峰没有想到 城墙内部还有这种结构 这是一名狱鬼师来到凌峰身边 凌峰 这次多谢了 几天不见 有没有想姐姐啊 狱鬼师摘掉帽子 一张俊俏的脸庞出现 来人正是严会长 凌峰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 不过能见到熟人还是比较开心 随后两人来到了城东避难所 凌峰询问起现在的情况 严会长愁龙满面 内城的黄金城虽然还在 但也挡不住上天陆地的高级恶灵 不过联盟已经派了金瑞去清角 现在应该已经控制住了 现在的问题 是外城的南部城墙被破坏 导致大部分城区沦陷 只剩下一个要塞还在苦苦撑着 看来要想阻止鬼巢 狱鬼师才是关键 严会长苦笑 是啊 这次已经死了上千名狱鬼师 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对了 你是从西方线过来的 肺老那边没事吧 严会长突然一把抓住凌峰紧张地问道 凌峰挠了挠头 我帮他解决了三只S级恶灵 现在应该没事 严会长瞳孔放大 震惊地看着凌峰 然而下一秒 你居然学会一本正经开玩笑了 是不是就要学会怎么哄骗女孩子 严会长显然是不相信 凌峰会成长得如此之快 这时 突然有人来报 会长 南线吃紧 又渗透进来一个S级 严会长瞬间严肃起来 凌峰 我们也去南线支援城主 凌峰有些疑惑 柳城 城主 严会长回答 城主他老人家很少露面 不过也算是巅峰的S级欲鬼师了 现在正在南线指挥战斗呢 凌峰遇到严会长 还没来得及叙叙旧 就又要前往防线支援 严会长如愿骑上了鬼马 不禁发出感叹 这鬼马也太酷了吧 鬼马速度很快 严会长坐在凌峰背后 随着鬼马的奔跑 冲击力一阵一阵的 犯规 怎么能带球撞人呢 这时 探测器上出现了一个光点 凌峰抬头望去 在前方的小山上 一道鬼影一闪而过 不过凌峰凭借惊人的势力 还是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正是他要找的白色纸人 严会长见状开心不已 太好了 他跟我的鬼灵是同一属性 可以互相吞噬 要是能吸收他 小白也可以升级了 随后 林中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的速度极快 善于逃顿 我设下埋伏 你去引他过来 严会长认同了这个方案 随后放出大量的纸飞机 纸飞机划过天空 很快就飞到了白煞的身前 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身为同一类型的鬼灵 此时看到眼前的纸飞机 他就像是看到了 食物一般追了上去 但是在他追到一处空地时 发现这些纸飞机 突然开始消散 这才知道自己落入陷阱了 面对轩华和小白 他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而且在轩华的鬼欲压制下 他甚至连使用鬼欲和替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趁着白煞分神 彤彤抓住机会从他身后冲出 上去直接一刀劈下 速度之快 白煞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消灭了 小白走了过去 快速地将白煞的鬼气吸收 想来很快也能升到S级了 此时的严会长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林中之前并没有骗他 也没有开玩笑 他的两个鬼灵真的都是S级 严会长的心中 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 他才和林中分别了几天的时间而已 居然又变强了 林中微微一笑 怎么样 礼物喜欢吗 严会长的思绪万千 然后道了生谢 也是 他早就不是那个 需要姐姐保护的小弟弟 这时 风讯器响起 手下来报 会长 南边突然出现四只S级恶灵 急需支援 打开探测器一看居然 忽然多出好多恶灵 四个紫色光点尤为显眼 柳城南一房线的三号要塞 密密麻麻的恶灵 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正在疯狂攻击要塞 全靠城主的鬼域才能苦苦撑住 这里是仅存的一个要塞 所以全部的恶灵都围了过来 大家不要走出我的鬼域 只拦住B级以上的恶灵 等待支援 柳城城主开口说道 这是一名欲鬼是慌张的跑来汇报 西侧又跑进去了一个S级 柳城城主气不打一出来 跑你的毛线啊 我家养你们是用来打报告的吗 你有时间跑过来 没时间去追他 上去干他呀 城主气急败坏地怒吼着 突然 天空之中 一面诡异的镜子突然出现 镜子里面赫然有着一个模糊的鬼影 这个鬼影阴煞恐怖 看上去相当惊世骇人 而随着这个镜子的出现 柳城的外城之中 所有有玻璃的窗户上都出现了鬼影 甚至是河面之上 汽车的玻璃上也都出现了鬼影 而探测一上的子点 忽然间变成了橙色 柳城城主见状也是脸色大变 恶灵的实力已经超越了S级 大家小心 这只恶灵折服到现在 看来是想借助这波鬼巢 让自身进化成 深渊疾恶灵 深渊疾恶灵险在空中 鬼巢之中最大的boss终于出现了 林峰看着鬼器探测仪 疑惑地问道 橙色是什么意思 颜会长解释道 橙色代表这只恶灵已经超越S级 进化成为深渊疾恶灵 这下难办了 面对深渊疾的恶灵 哪怕只是刚刚进化的一阶状态 那也不是S级遇鬼是能对付的 柳城城主面露难色 目前他们的部队里 还没有能与之对抗的欲鬼师 这时手下来报 颜会长和林峰到了 林峰他们刚刚赶到要塞 就被城主叫了过去 大致情况颜会长已经知晓 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只深渊疾恶灵出现得很突然 城主有什么判断吗 柳城城主指着鬼巢说道 有个很奇怪的点 这鬼巢之前完全没有参与过战斗 却在此时进化了 也就是说 他是从其他恶灵难 过去的战斗经验 看来 这个鬼巢就是这次鬼巢的幕后指挥者 林峰思索片刻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柳城主赞同了林峰的看法 看来只有击败鬼巢 才能结束鬼巢的入侵 颜会长眉头紧重 心中有些疑惑 深渊疾恶灵怎么不展开鬼域呢 城主无奈叹了口气 那是因为 整个柳城都已经被他的鬼域覆盖了 颜会长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城主无奈道 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深渊疾恶灵只需几分钟 就能杀死全城的普通人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案 就是撑到援军的到来 属于深渊疾中最弱的一阶 以我的实力可以暂时牵制住他 让他没有精力再去对付城内的人 还有一点 他的鬼域有点不对劲 相比其他一阶深渊恶灵的鬼域 他的鬼域范围大的离谱 所以我想 他的其他方面能力必然较弱 从而达到平衡 而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帮我找出他的弱点 商量好对策以后 两人就准备先清理一下鬼巢 缓解一下要塞的压力 两人冲出要塞 分工明确 颜会长负责东边的一个S级 凌峰则负责西边的三个S级 看着眼前的三个S级恶灵 应该不难吧 可是下一秒 凌峰就傻眼了 眼前的三只恶灵突然变成了六只 这是什么情况 是我眼花了吗 难道 这就是鬼境的能力吗 如果是镜像的幻术 那就得找出真身将其消灭 颜会长也想到了这点 于是召唤出小花 展开鬼域迎向一个S级的恶灵 先试探一下 两个鬼域碰撞在一起 发出阵阵轰鸣声 看来这个应该是真的 但是马上 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恶灵 拧了上来 瞬间三个鬼域撞击在了一起 小花以一敌二落了下风 颜会长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 两个都是真的 颜会长发现了问题后 急忙通知其他人 大家注意鬼境的复制 这不是幻术 鬼巢数量急剧增加 几乎所有的恶灵都被复制出来 颜会长立即下达命令 柳城所有遇鬼师 全力支援南线要塞 凌峰脸色一变 也就是说 这些S级恶灵的复制体 和本体有着相同的实力 这鬼境的复制 也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颜会长告诉凌峰 如果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说不定我们还有希望 此时凌峰心中意狠 凌厉地说道 为什么要慢慢去找问题所在 直接杀光不就好了吗 凌峰在准备对付三只S级 一眨眼功夫却变成了六只 更惊人的是 这些复制出来的恶灵 居然拥有本体一模一样的实力 这下麻烦了 面对如此情形 颜会长也是束手无策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凌峰身上 希望他能找出问题的所在 不料凌峰邪魅一笑 找什么找 直接杀光不就好了 凌峰没有废话 直接让轩华展开鬼域 以彤彤轩华现在的实力 普通的S级根本不是对手 凌峰现在还恨不得 伪径复制出来的这些S级都是真的 这样他就能获得更多的经验 面对这些普通的S级恶灵 彤彤和轩华轻松应付 不过奇怪的是 其中一个只有经验 没有其他奖励 凌峰不由思索起来 看来 镜像可能欠缺本体的一些条件 那么还有一点需要验证 彤彤 打开鬼眼试试 能否识别恶灵的本体 彤彤随即睁开鬼眼 很快锁定了目标 果然可以识别出实体 那么接下来 本体如果被杀了 镜像恶灵会如何呢 彤彤化身报走罗利 上去顺秒了S级恶灵的本体 随着那个S级恶灵被消灭 镜像的恶灵就直接消失了 果然 本体死亡 镜像也会跟着消失 这可好办多了 此时另一边 小花的鬼域之中 一一敌二有些疲于应付 趁着小花倒地 另外一只恶灵突然发起攻击 好在完成升级的小白及时出现 一招秒杀了那只恶灵 而且杀掉的是恶灵的本体 随着本体被消灭 镜像恶灵也缓缓消散 要赛上的欲鬼是大喜 凌峰他们太厉害了 已经将六只S级恶灵消灭掉 这时 柳城主却突然吐息 我的鬼域快要撑不住了 欲鬼师们大惊 连忙通知凌峰和颜会长 城主会将鬼域外显 请立即赶来支援 两人收到信息 重新起来准备回房 凌峰骑上鬼马 闯进了柳城主的鬼域 刚一进入 凌峰就大为震惊 这里到处都是镜子 天空 地面 山丘 就连树木房子也都亮晶晶的 所有物体的表面都是镜子 这时 凌峰看到一只鬼灵 正在与四只一模一样的自己在战斗 那赫然就是柳城主的鬼灵 看到这里 凌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然回头 成双成对的童童和轩华出现在身后 果然 童童和轩华也被复制了 而且是被复制了双倍 看来要进行异常 本体和分身之间的 镜像对决 如果老婆们被复制了多个 你会怎么办 凌峰回头望去 眼前的风景让人羡慕 真的是妻妾成群啊 不等凌峰多想 柳城主便提醒道 小心些 这鬼镜可以复制任何鬼灵 包括它们的特殊能力 原来是这样 鬼镜不会直接出手攻击 而是制造敌人的镜像 让自己和自己相互残杀 而且还能复制出特殊能力 既然如此 红彤轩华 不要使用特殊能力 直接攻击 凌峰将黄金剑交给了轩华 同时也将鬼马收了起来 鬼马的能力暂时也用不上 弄不好会破坏了我和城主的鬼域 那就麻烦了 颜会长来到鬼域边缘 就收到了凌峰的消息 先不要进来 这里有陷阱 等我摸清规律再通知你 这时 红彤和轩华已经和各自的镜像交上了手 两人很快就解决掉了镜像 见两人如此轻松就解决了 凌峰有些意外 看来这镜像的战斗力也不过如此 柳城主在一旁急忙提醒凌峰 别轻敌 第一波只是试探 很快 镜像恶灵再次出现 而镜像轩华的手中 也出现了一把武器 原来 鬼镜会根据鬼灵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不断进行强化 实力和数量也会不断地倍增 不过还好 武器并没有被完全复制 很快 红彤和轩华又将这波镜像给消灭了 凌峰不断地在思索 但如果他无限复制的话 鬼气总有消耗完的时候 该怎么破解 就在这时 柳城主的鬼灵又一次受到重创 再也坚持不住 柳城主连忙大喊 不行了 我的鬼域要破了 看着柳城主的鬼域开始破裂 凌峰立马让轩华展开相同范围的鬼域 以此来接替柳城主的鬼域 虽然鬼域成功展开 但鬼域同样被蒙上了一层镜面 也就是说 鬼境的鬼域直接覆盖到了轩华的鬼域 他又可以复制鬼灵了 不间断地复制鬼灵 也让凌峰变得恼怒起来 彤彤 使用变异形态 轩华 使用鬼舞 凌峰恶狠狠地说道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复制到什么地步 变异状态下的彤彤手持大刀 瞬间冲了过去 一招就解决了镜像恶灵 轩华单手一挥 树到鬼火飞出 同样瞬间结束了战斗 这时凌峰发现 每次复制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了 看来鬼境的复制能力 也消耗了鬼境大量的鬼气 而且这么繁杂的战斗 他一定会在附近操控 会在哪里呢 突然 柳城主提醒凌峰 小心 第四波来 这次的镜像居然又多了一倍 手上拿的武器也是奇奇怪怪的 果然猜对了 武器是不能完全被复制的 看来不能再拖了 要尽快结束战斗 凌峰下达指令 统统喧华 全力进攻 消灭掉所有的镜像 经过几波镜像的攻击 凌峰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东西 心中也有了对策 红彤喧华 全力攻击 伴随着凌峰的指令 喧华手中飞出数道红线 将空中的镜像恶灵全部困住 红彤也爆发出巨人法相 手持巨人叙事待发 挥舞手中巨人一刀劈下 鬼欲之中顿时地动山摇 所有镜像在一瞬间被全部消灭 柳城主惊讶地愣在原地 凌峰的鬼灵竟然有这么多形态 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解决掉这些自身的镜像以后 宣华又向着柳城主的鬼灵镜像而去 鬼火飞射而出 精准地打到几个镜像身上 只是一个照面 柳城主的鬼灵镜像全部被灭 此时柳城主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凌峰鬼灵的强大之处 随着所有镜像都被消灭后 凌峰连忙让彤彤使用鬼眼 想要找出鬼镜的藏身之处 不给鬼镜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很快 一个隐藏在镜面中的绿光被彤彤发现 彤彤瞬间冲了过去 利爪将那里直接打过 但是鬼镜反应很快 一溜烟便朝外面逃去 彤彤转身去追 但是现在的鬼域里的一切都是镜面 它可以逃到任何地方 这恶灵道士很会藏匿 见此情形 凌峰立马指挥道 宣华 用第二重鬼域覆盖 宣华的双重鬼域 作用相对简单 第二重鬼域是核心的鬼域 可以覆盖掉第一重 并消除所有的破坏效果 宣华的第二重鬼域一出现 第一重鬼域中的那些镜面开始破裂 瞬间被压成了无数的碎片 随着镜面的破碎 鬼镜没了藏身之地 便无处遁逃 之前有镜像的保护 没办法快速杀死它 但是现在镜像已经被全部杀光 它已经无处可逃了 这次不给鬼镜发动镜面能力的机会 宣华一个闪身来到其身后 手中黄金箭一挥 成功解决掉了鬼镜 战斗胜利 你的鬼灵成功击杀了一个深渊极恶灵 系统声音响起 凌峰心中一喜 解决了 这鬼镜还真是厉害 鬼镜一亡 鬼域也就彻底地消失了 那面鬼镜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看着手中的战利品 凌峰面露微笑 这鬼镜真是送经验的小能手 这拨下来 收获了不少经验值 此时 严会长看到这一幕 不禁问道 鬼镜 难道已经死了 柳城主拍着凌峰的肩膀 大笑着说道 是啊 这次多亏了凌峰 我们才能取胜 看着鬼巢的退去 开心地说道 众人望去 鬼巢确实在退了 柳城的灭城危机 算是彻底结束了 得救了 全靠凌峰 如果不是凌峰 不仅我们活不下来 柳城也要完蛋 凌峰才刚刚回来 所有的幸存者就冲了出来 他们高喊着凌峰的名字 甚至有大量的遇鬼驶跑过来 把凌峰抛上了天空 激动地耐喊着 而在人群之中 那名被凌峰所救的女子 满脸震惊地愣在原地 眼中充满了复杂之色 这个被众人拥护 拯救了自己 拯救了柳城的大英雄 竟是自己曾经抛弃的孩子 鲜华一箭击杀了鬼境 凌峰成功解决柳城的危机 所有的幸存者都朝凌峰跑来 将他高高抛弃 还不停地呼喊着凌峰的名字 然而人群中 一名女子看着被众人拥护的凌峰 满眼的复杂之色 呆呆地愣在原地 男孩看着母亲一样的神情 疑惑地问道 妈妈 你认识那个哥哥吗 女子欲言幼稚 心中苦笑 或许自己 早已没有资格做他的亲人了 好孩子 你要记住 我们的命是凌峰救的 等你以后长大了 一定要报答他知道吗 小男孩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庆祝持续了好久 直到柳城主到来 遇鬼师们才散去 凌峰拿出鬼境 准备将他上交给柳城主 柳城主却白手拒绝 你自己留着吧 这一战如果不是你的支援 我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而且能够解决柳城危机 拯救了柳城数十万人的性命 就凭这份功劳 我定要好好感谢你 管上我设宴 请你务必出席参加 凌峰本想拒绝 不料颜会长却帮他答应了下来 放心吧城主 我们一定准时到 鬼巢虽然退了 但城里还有很多废墟和伤员 大家尽快打扫一下战场吧 这一次鬼巢入侵 柳城的损失相当的大 凡圣的街道变得残破不堪 尸体随处可见 不过好在柳城最终保存了下来 告别柳城主后 凌峰就不见了踪影 颜会长一番寻找后 在一处废墟上找到了他 看着心情低落的凌峰 颜会长关心地询问道 怎么了 总觉得你今天心事重重的 有什么烦恼跟姐姐说说 凌峰回答 没什么 就是感觉累 从小到大 我都憋着一口气 想要成为强者 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厚 但现在 那些人早就不记得我了 也不在乎曾经看不起谁 到头来我还是一个人 看着暗自伤胆的凌峰 颜会长微微一笑 说什么傻话 你最亲的人 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 他可是陪伴你走过了十八年 凌峰感到疑惑 颜会长继续说道 鬼灵虽然不会说话 但却默默守护着我们 他们不应该只是用来战斗的工具 我们和他们之间 分明是相互关心的朋友啊 别再说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还有两只鬼灵呢 当然还有我 颜会长含情默默地看着凌峰 凌峰顿时一愣 结果下一秒 颜会长就玩起花样 姐姐以后还指望着你能保护 带着我平不清云呢 凌峰顿时有种被调戏的感觉 只能无奈地挠了挠头 不过被颜会长这么一搞 凌峰心情好了很多 心中也有了一些 走下去的洞里 而此时的柳城外 一辆辆汽车 正朝着柳城驶去 男人才十八岁 就有富家千金想要包养他 还扬言他只要能成为地煞级玉鬼师 就要和他生猴子 柳城的城外 一条长长的车队向着柳城驶来 海城的支援部队到了 而最前排的车上 有个六十岁的老者在那里南南道 奇怪 都到最外围的防线了 怎么一路都没有遇到多少恶不 难道柳城已经被攻陷 鬼都住到城里去了 老者乃是玉鬼师联盟的理事长曹寨 一名真正的地煞级玉鬼师 报告理事长 我刚看到柳城的本地论坛 他们似乎在说 鬼巢被打退了 说话的是海城大将 S级玉鬼师杨伯 老者一脸疑惑 前不久不是濒临灭城吗 那么快就打退了 难道柳城来了什么大人物 另外一名玉鬼师解释道 好像是一个叫林峰的玉鬼师 打败了深渊极恶灵 这才取胜了 曹老与杨伯对视了一眼 林峰 没听说过这好人物 杨伯思索了一下 我记得前阵子 海城有个天才也叫林峰 还被三小姐看上了 只不过那时 他还只是个极玉鬼师 走吧 进城看看就知道了 曹老现在对林峰充满了好奇 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 海城主的别墅旁 是柳家的私人庄园 此时的柳如正在打理她的花园 手上拿着浇花壶 偶尔弯腰洒水的时候 便会露出那细长的小腿 那曼妙的身姿 足以让人心跳加速 垂涎三尺 突然 一个女佣跑来 急匆匆地说道 小姐 出大事了 柳如停下手中的动作 回头询问道 什么是这么急 是林峰 他凭一己之力击退了柳城的鬼巢 拯救了整个柳城 柳如一脸的不可置信 哪里传出来的小道消息 真的真的 整个海城都传遍了 女佣拿出通讯器递给柳如 看到消息属实 柳如的俏脸上更加惊讶 她竟然打败了深渊极恶灵 这成长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不然柳如有些担忧 这样的天才如果现在不抓住 以后就很有可能永远都抓不住 女佣也在一旁打气 放心吧小姐 林不仅是绝世美人 将来还是一成之主 就算是地煞级高手 也绝对会心动的 可是她才是个18岁的男孩 是不是还不会想女人吗 柳如突然想到这一点脸 瞬间变得通风 心里一阵低谱 我这是在想些什么 太羞耻了 女佣接着说道 对了小姐 海城那几个家族的人 一直在竞争营 如果他们知道 小姐自己选择了林峰 会不会对她不利啊 他们敢 柳如目光骤冷 以防万一派人盯着他们 有消息立刻告诉我 有的人18岁刚上大学 有的人却已经拥有了豪车豪宅 美女和老婆一个接一个的 甚至还将颜会长给扑倒了 柳城城主府 两人姗姗来迟 就在林峰还在四处观望时 费老爽朗的笑声便迎了上来 林兄弟 别来无恙啊 费老走过来 给了林峰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小子 这次干得漂亮 林峰也很开心 费老您也没事 真是太好了 之后 费老向林峰介绍了 他身后的两人 这两位是从海城过来支援的 理事长曹战和杨伯将军 曹战故作生气地说道 就是你小子 让我白跑一趟啊 林峰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尴尬地挠了挠头 严会长联盟出来解威 理事长说笑了 有你们做后盾 我们才能安心应战啊 这时曹战却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这次来得直啊 柳城危机解决了就好 最好能让我直接失业下岗 这时候 杨伯握住了林峰的手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假以时日 你的成就不可限量 林峰礼貌地说道 杨将军客气了 保护柳城是我应尽的责任 不料杨伯仍然握着手 脑袋也凑上来轻声说道 柳小姐选你为夫的事 已经传到了其他候选人那边 最近你还是不要去海城比较好 林峰顿感不妙 难道说 那些候选人觉得我挡了他们的道 要下手除掉我 林峰心中苦笑 怎么摊上了这么个事 这女人是硬塞给我一个坠续的剧本啊 待大家都已入座 柳城主战起来高居酒杯说道 这次庆功宴 林峰可是主角 全靠她力挽狂澜 柳城才得以平安 我宣布 为了表彰林峰的功绩 我代表柳城颁发奖金十一贡献顶 外加三件鬼器 任意挑选 同时赠予她柳城守卫者的称号 另外 还有一座庄园别墅 并附带六名女仆小姐姐进行日常打理 柳城主为了感谢林峰 确实拿出了最大诚意 当然 这也是在进一步与林峰打好关系 林峰可是个潜力股 谁不想与其交好呢 到了深夜 宴会终于结束 林峰喝了不少酒 脸颊甚是通红 严会长也是脸色微醺 两人相互搀扶地走着 严会长本想收留林峰去他那里 便一路走了回去 来到门口 林峰的酒精缓和了不少 反倒是严会长的酒精上来了 无奈只能把她扶进卧室 林峰扶着严会长 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到了床上 好好睡一觉吧 突然 林峰正准备起身离开 严会长却一把拉住了林峰 林峰回头 严会长小脑袋就凑上来了 对着严会长的嘴唇上去就是一吻 林峰猛然一愣 没料到严会长会突然这样 而严会长的脸已经完全通红 还在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这是给大英雄的奖励 不料下一人意外发生了 呃 少儿不宜 大家还是自行脑补吧 不过今晚 注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林峰表面上一脸正惊 连附加千金都担心她会不会想女人 不料被地里却扑向严会长 上去就是嘎嘎地轻 来到第二天 或许是昨晚折腾得太累 林峰起得很晚 穿好衣服来到客厅 和严会长打招呼时 发现桌子上已经做好了早餐 不惊讯问道 这是 轩华又做了早餐吗 严会长淡淡地说道 是我起太早了 没事干就随便做了两道 赶紧吃饭吧 林峰说了声感谢 便坐下准备吃饭 不料刚吃了一口 林峰却是如遭雷击 看着这美味丰盛的早餐 味道却巨弦无比 严会长还满脸期待地询问道 怎么样 好吃吗 林峰心里五味杂陈 大清早的 还是别讨打了 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道 好 好吃 那个 其实你不用 不料严会长开口打断了他 我还要去西城出差 你走的时候 记得把门锁一下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门后 严会长瞬间绷不住 再也没了刚才的丛容 翘脸上通风通魂的 坏弟弟 竟然敢对我那样 简直没脸见人了 林峰有点尴尬 其实 我只是想说有没有水 要被这早餐嫌死 柳城的事情告一段落 林峰修整一番后 骑上鬼马出城了 可以继续去追踪 纪赵安的第三只鬼灵了 林峰拿出鬼信交给轩华 怎么样 还能感应到鬼气的方位吗 轩华摇了摇头 难道说 信上的气息已经消散 这可如何是好啊 林峰思索片刻后 忽然想到了卓会长的两个女儿 他们两个都擅长追踪 倒是可以去问问看 现在有了鬼马 去趟海城应该很容易 然后便骑着鬼马朝着海城奔去 几个小时后 林峰便出现在了卓会长的府邸 卓会长 我这次前来 是有事相求 林峰开门见山地说道 卓会长因为鬼马的事情 说话阴阳怪气的 你还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说说看是什么事情 其实我是来找着会长的两位千金的 希望能帮我追踪一个鬼灵 见识过林峰的应用 两姐妹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峰 现在听说林峰是来找他们的 更是开心不已 小脸都泛了羞红 林峰随即拿出鬼信交于卓宇 就是这个 能感应到鬼气的来源吗 卓宇接过信封 换出自己的鬼灵后便闭上了眼睛 看样子是在跟自己的鬼灵沟通 几分钟后 卓宇睁开眼睛说道 感应很模糊 不过可以确定大致的方向 能确定方向 太好了 听了卓宇的话 林峰面露微笑 随即询问道 卓会长 能不能找你借几天卓宇啊 借几天 这怎么借 卓会长面色凝重 小伙子想干嘛呀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要是换成别人提这个要求 卓会长早就全脱伺候了 林峰有些尴尬 连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想请卓宇跟我一同去追踪这只鬼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护她周全的 卓会长考虑的 也不是安不安全的问题 自己的宝贝女儿 你特么的要借几天 养了十几年的大白菜 万一被猪拱了 那可怎么办呀 这 得问问卓宇的意见 我愿意 卓宇瞬间答应了下来 爸 您不是教我们要知恩图报吗 林峰帮助过我们 难道不应该报答他吗 卓会长直接无语 不料下一秒更加绝望 卓林也开口说道 那我也一起去吧 小宇擅长远距离追踪 到了附近 就让我来确定位置吧 卓会长欲哭无泪 心中的苦说不出来啊 猪还没来过 白菜倒是自己送上去 还是买一送一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林峰与卓室姐妹约定好了时间 便离开了卓会长的府邸 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突然 有人撞了林峰一个满怀 来人一看竟然是柳炉 柳炉小脸微红 林峰 我父亲找你有事 林峰有些意外 你父亲 你是说海城主找我 柳炉点了点头 父亲希望你跟我去一趟城主府 有事情想亲自跟你谈 林峰想了想 海城主活了这么多年 肯定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少信息 顺便打听一下纪赵安的消息 也就欣然答应下来 在海城主的邀请下 林峰跟他坐上了同一辆车 车上柳炉一个劲地靠近林峰 搞得林峰有些尴尬 海城主找我 用得着女儿亲自过来吗 来到海城主的庄园 汽车从大门驶了进去 在一座气势辉弘的建筑前停下 大门处 一个老者在几个人的拥护下 静止站在门前 老者虽面目苍老 但气势却远远胜过周边的人 这便是海城主 林峰 终于见面了 海城主主动上前 伸出了手握住林峰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错不错 比我当年还要帅 怪不得这么讨女孩子喜欢 看见海城主的模样 看来是对林峰颇为满意 跟我来 给你看点东西 海城主没有废话 说完便转身朝一栋建筑走去 两人连忙跟了上去 看着海城主的背影 林峰心中有些诧异 虽然柳如说过 海城主最多只能补五年了 但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很快 他们走到了一处特别的空地 地面之上 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房间 海城主上前验证身份后 大门缓缓打开了 墙壁上赫然有着一层黄金 进来吧 海城主率先走了进去 父亲 这是哪里 连我都没有来过 柳如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海城主则解释道 待会就知道了 这时 整个房间开始下降 这竟然是一部电梯 电梯继续往下 一分钟 两分钟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五分钟后 电梯终于停了 现在所处的位置 至少得到几百米的地下了 我们到了 随着海城主的声音响起 电梯的门缓缓打开 眼前的景象 仿得林峰两人有些睁不开眼睛 一个长长的黄金走廊赫然浮现 黄金的大门 黄金的地面 就连墙壁也都是黄金 这里的一切都是黄金做的 而这里 便是海城的黄金密室 来到海城的黄金密室 海城主走进长廊里 林峰跟在后边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海城主解释道 这里是只有城主才能使用的密室 存放一些特殊的鬼灵 林峰边走边说 那不是跟与鬼市联盟的黄金监狱很像 海城主有些吃惊 你小子懂得还不少 准确地说 应该是黄金监狱跟这里很像才对 这里 是我父亲在80年前建造的 当年 我的父亲作为海城领袖 亲身经历了诡异复苏的变故 短短一年 恶灵就侵占全球 各地通讯被切断 海城人口锐减了99% 多亏父亲修建了庇护所 剩下的人们才得以存活 后来 经过几年的隐忍和训练 他培养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第一代通灵体育鬼师 这才有了对抗恶灵的实力 也使得海城成为少数经历诡异复苏后 还能延续的城市 那时候的狱鬼师 只能凭借自身的天赋强制驾驭恶灵 但是往往都活得不久 甚至出现了多起狱鬼师死后 自身恶灵反噬伤人的惨案 所以父亲修建了这间密室 用来关押林中的狱鬼师 而他自己也一样 走进了其中的一间 再也没有出来过 后来我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继续扩大防御 发现了制造扇灵的方法 这才有了海城的今天 而黄金监狱 则是狱鬼师联盟刚成立时 效仿我们的密室所修建的 海城主来到一个门前 用手触摸了旁边的屏幕 屏幕亮了起来 这只鬼是我们不久前收入的 它没有视力 却能感知空间 用声波杀人 还可以模仿任何人的音色 随后走向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前说道 这只鬼很特殊 除了宿主以外 其他人类只要看到它就会死亡 所以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它的样貌 林峰看向屏幕 只见屏幕上出现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 里面放着一个黄金箱子 看一眼就会死 这也太稀奇了 忽然林峰有些疑惑 那你们是怎么关注它的 海城主无奈道 因为过于危险 本来是打算直接杀掉了 可后来我们研制出了 可以吸收鬼灵的黄金箱 于是决定将它彻底封闭在密室后 再关到箱子里 如你所见 这里关押着不少强大的鬼灵 是足以毁灭海城的力量 海城主忽然沉重地说道 万一哪天人类发动战争 他们也同样 可以成为守护海城的杀手锏 有如一脸的不可置信 您是说人类自己打自己吗 海城主常叹一声 这有何稀奇 纵观历史 危难时人类能团结一致 一旦太平就会开始争斗 就连百年前的诡异复苏 也有传闻 说是大国制造的生化武器导致的 所以说人类 本就是自取灭亡的种族 林峰很认同海城主的说法 没事非要作死 坏死了又要求生 人性 真是经不起考验 海城主的一番话 让林峰陷入沉思 人性这种东西 真是经不起任何考验 海城主再次开口道 林峰 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关注你 林峰微微一愣 海城主继续说道 几十年来 我见过各种各样精彩绝艳的玉鬼师 不过许多天才都只是昙花一现 有些年轻人 为了驾驭更高级的鬼灵 甚至不择手段 最后不仅把命搭了进去 还拉了一整个城的人陪葬 你虽然年轻 但为人承文有担当 也是我所见过最突出的一个 面对海城主的夸赞 林峰谦虚回应 而后城主寻问道 小如的提议 你考虑的怎么样 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柳如一脸羞红 道口的茶水都吐了出来 林峰尴尬地挠头拒绝 那么远的事情 我暂时还没有去考虑 听到林峰的话 海城主哈哈大笑 我知道 你是不想当上门女婿吧 不如我们换个方案如何 五年之内 只要你能成为地煞级玉鬼师 并且愿意驱小如的话 我可以赠予你海城最稀有的鬼灵 祝你成为天罡级玉鬼师 到时候你来做海城城主 林峰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海城主 这话着实让林峰震惊不已 听到海城主的话 柳如也是十分惊讶 父亲 你在说什么呀 你要把海城 直接送给林峰吗 海城主解释道 小如啊 你是咱们家唯一的通灵体 但也只是一个一级玉鬼师 我现在身体大不如前 恐怕活不到你成长起来的时候 这些年 我们海城一直在培养自己的玉鬼师 也遵守着和玉鬼师联盟的协议 但是我知道 有很多人都在忌惮海城的军队 不管是玉鬼师联盟 还是其他家族 很多势力都在基于城主这个位置 想要接管海城的武装力量 如果我死后 没有强者统帅海城 权势的真伯 会让海城几百万百姓陷入战争 城主的这番话 也让柳如陷入了沉思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么深远 而林峰也没准备答应 他是身怀系统的男人 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随即回应吧 既然目标是打造强大的城主 那让柳小姐成为地煞级玉鬼师不就好了 林峰的话直接让两人惊掉了下巴 你是在开玩笑吗 要知道 一级以上的玉鬼师 就算是通灵体 也不是一两年时间就能突破的 听了林峰的话 海城主倒是有了些想法 林峰能有超长的成长速度 小如 你也可以努力试试 若真能成功 城主之位 你还是可以争取的 听了父亲的话 柳如也重新振作了起来 交谈过后 林峰三人回到地面 海城主认真的说道 今天算是跟你交底了 以后不管你有什么决定 老夫都希望 你能和柳家 和小如成为朋友 林峰点头答应 放心吧城主 我会好好考虑的 对了城主 我还有件事情想要问你 你是否听说过纪兆安 听到这个名字 海城主的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似乎在哪里听说过 突然 海城主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满是骇人之色 纪兆安居然是作尼姑安 而且还真实存在过 林峰询问海城主 是否听说过纪兆安 海城主思索了起来 想起来了 那是五十年前 被鬼灭门的一座寺庙 据说 纪兆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尼姑安 唯一复苏后 这里还曾培养出不少强大的狱鬼师 不过他们只说女人 不跟任何势力来往 也不跟狱鬼师联盟打交道 所以总是神神秘秘的 五十年前 我有一次到北方游历 突然感应到城外散发出恐怖的鬼气 后来才知道 那是纪兆安发生的一场战斗 据说是一支强大的恶灵失控 将整个纪兆安灭门 从此变成了一片废墟 凌峰有些意外 纪兆安竟然真的存在过 那后来呢 没有人再去过吗 凌峰接着询问道 海城主回应 那支强大的恶灵没在露面 兴许还在纪兆安里面呢 那里还有几百名亡死的冤魂盘踞 哪里有人敢靠近 后来 就没有半点消息了 得到纪兆安的消息后 凌峰就告辞离开了 第二天 凌峰来到卓家门前 我的两个女儿就交给你了 卓会长依依不舍得 将两个女儿交给凌峰 随后凌峰照出鬼马 邀请两姐妹上马 两姐妹脸上神色有些开心 他们都有些期待 可以跟着凌峰一起出去闯荡 这让原本难过不已的卓会长 心情更加复杂 只能痛哭流涕地看着三人离去 除了海城一路向西 来到一处树林之中 凌峰再次和卓宇确认方向 海城以西 正是卓宇的鬼灵找到的方向 如果海城主所说没错 那个将继赵安灭门的恶灵 实力应该极其强大 贸然前去很是凶险 还得先想办法尽快升级才行 这时凌峰想起 上次童童和喧华升级时 系统给的两次抽奖机会还没使用 随即心念移动进行抽奖 恭喜宿主 抽中能力致命伤害转移 恭喜宿主 抽中能力心神链接 致命伤害转移 当宿主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 自动转嫁到鬼灵身上 若伤害对鬼无害 将不会对鬼灵造成任何伤害 若伤害对鬼有效 将由宿主的所有鬼灵共同承担 心灵链接 再面临一些具有精神攻击的对手 宿主可将意识与自己的鬼灵链接 增强鬼灵的精神抗性 同时双方能凭借此技能 直接领会对方的意思 抽到两个绑命技能 凌峰心情大好 想起纪赵安那补过鬼灵的沐鱼声 这次 他有更多的信心面对了 另一边 送信的鬼油拆飞速地跑着 伴随着飘移刹车 那神秘诡异的纪赵安 也再次出现了 鬼油拆小哥急冲冲地跑着 突然一个急速刹车停了下来 纪赵安再度出现了 鬼油拆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下 剑没有引起反应 鬼油拆便走了进去 静止来到一个小院中 院子中有一把粉色的纸伞 在空中飘来飘去 而后 粉色纸伞将一封信地给了鬼油拆 鬼油拆收到信之后 迈着他那轻快的步伐 一蹦一跳地离开了 忽然 粉色纸伞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动作开始剧烈抖动 不停地在空中旋转起来 这时 纪赵安突然外显在现实世界 出现在了一片树林之中 随即 庞大的纪赵安 直接冲向了附近的一座大山 不过还没有冲到那座大山时 山顶突然冒出来了大量的纸伞 密密麻麻不计其数 在所有纸伞的前方 有一把橘红色的纸伞 看上去与粉色纸伞一模一样 这时 橘红纸伞猛然张开伞身 瞬间就变得巨大无比 一下子就把纪赵安笼罩了进去 然后收紧伞身 形成一道能量打向纪赵安 下一秒 纪赵安门前的诡异双手 同样凝聚出一道能量打出 紧紧一击 橘红纸伞的伞身便瞬间破碎 所有的纸伞也顷刻间被全部消灭 缓缓消散在空中 另一边 海城西部峡谷 是凌峰途中的必经之路 然而在一处峭壁上 三个遇鬼是隐藏在那里 还配备了狙击手 其枪法更是被称为海城第一人 而他们的目的 竟是想在此伏击凌峰 不多时 凌峰来到了西部峡谷 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的他们 还在欣赏着这壮观的景色 你们累不累啊 凌峰询问起身后的两姐妹 卓琳害羞地说道 是有点累了 那等过了这个峡谷 就找个地方扎眼 此时在峭壁上伏击的遇鬼师 已经发现了凌峰的身影 一旁的狙击手立即架枪 准备给凌峰来的痛快 锁定目标后 遇鬼师扣下扳机 一颗子弹飞速射出 而凌峰依旧毫无察觉 难道 要全剧中了吗 凌峰带着卓家姐妹花策马奔腾 突然一颗子弹飞速朝她射来 直接击中她的心脏 然而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凌峰竟然毫发无损 轩华的鬼欲赫然出现 彤彤和轩华警惕地 护在凌峰左右 卓琳连忙询问 你没事吧 凌峰也有些惊恶 别怕 我没事 随即伸手从胸口前拿出子弹 好在彤彤喧哗转换了伤害 不然凌峰就真的隔屁了 峭壁之上 狙击手满脸震惊 这 怎么可能 子弹明明击中了 她怎么一点事情都没有 很快 凌峰便锁定了狙击手的位置 看来杀手不止一个 能刚好在必经之路上伏击我 背后一定有配合的团队 其身份肯定不简单 万一有高级别的遇鬼师 那就麻烦了 衡量力闭后 凌峰决定先离开峡谷 跑到开阔的地方 化解掉敌方的地形优势 冲冲峡谷以后 凌峰马上让轩华将鬼域外险 此时峭壁上的遇鬼师也来了脾气 凌峰被击中后居然没事 还敢将鬼域外险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显然凌峰的做法 也激怒了那几个遇鬼师 区区一个小鬼 竟然敢如此挑衅 老夫这就去会会你 柳城一战后 凌峰成为S级遇鬼师已是人尽皆知 对方不可能不知道 而这些人还敢前来 那就说明对方有绝对的把握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之中必定有地煞及遇鬼师 所以 正面硬刚是不可能吗 于是凌峰决定给一把 如这些人不会提前召唤鬼灵 只要进入到轩华的鬼域 轩华鬼域的压制效果没多少人知道 而面对一个实力比自己低的人 自然会有些大运 那这 就是凌峰的机会 面对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 地煞一街的李晴静直走向轩华的鬼域 也许是凌峰外险鬼域刺激到了他们 也许是他们太过自大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还不忘地挑衅凌峰 怎么 不敢出来吗 这时 凌峰也骑着鬼马走得出来 那个人我认识 卓琳开口提醒 他是海城的李前辈 地煞及遇鬼师 下遇了三只鬼灵 随即询问道 李前辈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们为什么要对凌峰出手 误会谈不上 我和卓会长交情不错 本想放你们姐妹一马 可惜你们跟了凌峰这个倒霉蛋 只好一并除掉 李晴看着凌峰 果然是一表人才 不过可惜了 只怪你挡了别人的路 凌峰微微一笑 这么说 你认为你一定会赢 李晴还饶有兴趣地说道 如果你第一时间逃跑 兴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现在 已经晚了 动手 话音一落 两人掏出信物准备召唤鬼灵 但是马上 两人脸色都是惊恐不已 凌峰呵呵一笑 发现了吗 是不是鬼灵毫无反应啊 这怎么可能 两人大惊 下一秒 喧哗闪声出现在他们身后 两个亡魂就此诞生 这个男人做了什么 竟让两个美女惊恐不已 就在刚刚 地煞级的御鬼师太过轻敌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 喧哗的鬼域之中 不料被鬼域压制 连鬼灵都召唤不出来 就被凌峰被轻松坑杀了 李前辈死了 看着李晴倒下 卓灵卓雨都是惊呆不已 凌峰只是冷稳回应 你若不动手 那么最后倒下的 可能就是我们了 凌峰也不想杀人 无奈他们作死 又怪得了谁呢 说完骑上鬼马重新出发 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动机 此地不宜久留 峭壁之上 本以为李晴能轻松解决 没想到鬼域散去后 地上躺着的 竟然是李晴的尸体 远处的狙击手难以相信 难道 凌峰也是地煞级遇鬼师 得赶紧通报少女 凌峰离开峡谷以后 来到了一座安城的废墟 此时天色也逐渐地暗了下来 于是他们决定在此休息 一晚后再走 很快凌峰找到了一处休息的地方 不巧里面正好有一只恶灵 于是 凌峰让童童去交流了一番 直接让恶灵搬到天堂去住了 清理掉树洞里的恶灵后 凌峰便在树洞外升起了篝火 奔波了一天都没有休息 虽然两姐妹都没说累 但是其实已经相当疲惫 饿了吧 凌峰将一串烤串递给卓灵 接着不停地拿出各种食物 关键还都是热乎的 看得卓灵很是好奇 凌峰解释道 我这储物空间 放进去的食物不会有时间流逝 可以一直保持新鲜 我还带了几床被褥 待会给你们铺上 卓灵双眼放光 这也太神奇了吧 对了 妹妹去上厕所好久了 怎么还没回来 见卓灵担心 凌峰决定过去看看 不料刚刚走出来 就听到了卓宇的尖叫声 凌峰脸色一变 飞速地冲了过去 而此时卓宇 已是脸色惨白地倒在地上 在他身前的一棵大树上 盘旋着一条十几米长的大蟒蛇 救 救命啊 蟒蛇张开血盆大咬 直接向着卓宇咬去 卓宇吓得脸色煞白 害怕得哇哇大叫 突然一击拳破出现 一拳就将那硕大的舌头 直接打飞 力度之大 竟直接将那条舌 打飞了十几米远 重重地砸到一棵树上 没了气息 卓宇连忙起身 冲进凌峰怀中哭了起来 凌峰也是急忙安慰 看来被吓得不轻 两人重新回到树洞中 凌峰给两姐妹补好床铺 又在树洞外 给自己搭了个小床 休息吧 明天还要赶路呢 因为要带两个女孩上路 凌峰准备得很充分 正当凌峰准备休息时 卓宇缺耳根通红地说道 那个凌峰 我有点害怕 你能不能睡到里面来啊 面对这么过分的要求 请务必让我来 凌峰正准备休息 双胞胎的妹妹却突然起身 耳根通红说道 那个 你能不能睡到里面来 面对卓宇如此过分的要求 凌峰有点尴尬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快速脱下外套躺了下去 看表情有些不情愿 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不过很快 他就后悔了 来到第二天清晨 凌峰黑着眼圈在那惆怅 看来是一夜没合过眼 凌峰心中叫苦 女孩子睡觉都这么不老实的吗 简单整理过后 三人便继续出发 鬼马已极快的速度 在江面上奔跑 此时距离海城已有五百多公里 根据卓宇的感应 再往前十公里左右 方过前面的山坡应该就到了 鬼马的速度很快 不多时就冲到了山顶 当到山顶 凌峰就看到 一片规模庞大的建筑立在那里 而在另一个山头上 一群直散正在与这片建筑群对抗着 系统的声音响起 找到未知女鬼所在 未知女鬼羁绊增加 卓宁看着山下的建筑群 不有感叹 好壮观的一片妙女 难道那就是纪兆安 听到熟悉的沐鱼声 凌峰不用多想 便知道那一片建筑正是纪兆安 但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然 一阵零零零的声音传来 卓宁跟卓宇好奇地转身 便看到鬼游钗正在飞速地冲过来 凌峰 有鬼 卓宇惊恐地尖叫连连 凌峰连忙解释 不用担心 这是鬼游钗 凌峰接过了鬼游钗的信 轩华也照样给了他一道鬼气 卓宁卓宇两姐妹 眼中则充满了好奇 随后凌峰将信交给轩华破解 很快 凌峰知道了这封鬼信的内容 内容很简单 帮助 鬼伞 什么意思 是在说那些在战斗的直伞吗 这时 系统声音响起 羁绊任务3 帮助直伞逃离 奖励 为之女鬼羁绊增加 果然如此 看样子那个直伞 就是第三只鬼灵了 不过这羁绊任务有点危险 凌峰感应到下面的双方都很强 都在S级以上 而彤彤现在还不是深渊级 如何是好 凌峰很快想到办法 那就是轩华的闪盾技能 这个办法很简单 让轩华直接闪盾过去 带着橘红纸伞闪盾离开 然后再闪盾回来 随后 轩华便接到凌峰的指示 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那把橘红纸伞的旁边 紧接着 轩华带着橘红纸伞 再次瞬间消失 闪盾成功 下一秒 轩华出现在了凌峰的身边 任务完成 为之女鬼羁绊增加 随着系统声音响起 拯救计划成功了 凌峰激动地说道 轩华 辛苦你了 不料下一秒 卓琳惊恐地说道 凌峰快看 那建筑 再一动 凌峰急忙转头 只见纪兆安正在快速地朝他们接近 不好 被发现了 凌峰大惊失色 紧紧几个呼吸 伴随着大量的紫色烟雾 纪兆安的大门出现在众人眼前 咚 咚 咚 沐鱼敲击的声音 开始不断地响起 沐鱼声不断传来 凌峰几人也是头痛欲裂 彤彤和喧华开始变得呆滞 缓慢地朝着纪兆安的大门走去 见状 凌峰急忙使用心神链接 随着技能的发动 彤彤和喧华逐渐恢复意识 摆脱了沐鱼声的控制 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羁绊任务4 进入纪兆安找到未知女鬼 奖励 未知女鬼羁绊增增加 凌峰疑惑不解 他怎么还在纪兆安里 难道刚被救走的橘色直散 不是未知女鬼吗 既然如此 凌峰准备先进去看看再说 三人来到纪兆安的大门前 透过姐姐往里望去 前方是一个大院子 院子的尽头则是一个宽阔的大厅 一个鬼尼孤正坐在那里敲着沐鱼 旁边坐着许多身影 待看清里面的情形 在那些身影里面 凌峰看到了之前被吸进去的猫脸鬼婆 看到里面竟然有这么多鬼 卓宇的小脸吓得煞白 也怕 有我在 凌峰牵起两姐妹的小手说道 稳住心神 我们进去看待 说完便拉着两女麦的进去 不料凌峰才刚踏入院子 眼前的景象瞬间改变 鬼尼孤和恶灵都消失了 明媚的阳光洒落下来 原本显得鬼气森森的寄照安 瞬间就变得明媚起来 这变化也太快了吧 凌峰还有点猛逼 就在这时 两个身穿长袍的女人走了过来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凌峰刚想解释 却被两位女子遏制住 你一个男子 不知道这里是尼孤安吗 羽蓉 快通知安主 另一个女人快速地拿出了一个信号弹 对着天空一放 红光划过天际 顿时大量的尼孤快速赶来 什么情况 有鬼来进攻了 祭兆安里冲出了一大群女人 开始对着凌峰上下打量起来 忽然有人喊道 安主来了 原本围着的那些女人 主动让出了一条通道 凌峰也是一惊 一个俊俏的白衣尼孤 走了过来 凌峰看着缓步走来的尼孤 顿时愣在了原地 在下是祭兆安安主 法号青竹 施主是御鬼施吧 青竹的声音让凌峰反应了过来 他是 当当的鬼迷姑 怎么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随即思索回答似的 不料青竹眉头一皱 又开口询问道 那他们呢 凌峰顿时被这犀利的眼神惊恶道 看来这些女子很是排斥男人 还不等凌峰回话 卓琳就开口说道 我们是他的表妹 被恶灵追杀一路逃窜 是表哥救了我们 逃到这里来了 女人们仔细打量了一番 又开始议论了起来 我还以为是抢来的女子 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这时青竹闭上双眼淡淡说道 那你是否知道 纪兆安的大门 男人是不可静的 你们走吧 听到这话 凌峰急忙说道 抱歉安主 我们是从很远的海城来的 不知道安里的规矩 可现在外面到处是恶灵 我们一路逃亡 已是精疲力尽 两个妹妹也累倒了 可否让我们在贵司暂住几天 卓宇也恳求地开口说道 我们听说纪兆安收留 走投无路的百姓 这才冒昧投奔 望安主谅解 听到三人的话语 那群女人们也都叹了口气 哎 都是可怜人 不过依照安主的幸福 一定不会轻易破戒的 不料话音未落 青竹便吩咐一旁的小尼姑 给他们安排两个房间 小尼姑回声答应 身旁的女人们很是惊呼 记照安几十年来未收过男人 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答应了 安主是怎么想的 临终三人见状连忙答谢 多谢安主 随即便在小尼姑新莲的代理下 住进了一处院子之中 在新莲走后 三人掏出通讯器想查看定位 不出意料 这里是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的 根本没有一点信号 卓琳很是不解 记照安已经在五十年前被灭门了 但是这里如此祥和 根本不像是鬼装扮出来的 我们该不会真的穿越了吧 林总很快否定了他们的说法 我之前在喧哗的鬼域中遇到过 这里不是真正的记照安 我们也没有穿越 而是处在一个 拥有多重鬼域的鬼灵 制造出来的鬼域幻境之中 通常是呈现他的一段记忆 只有在记忆中解开他的心结 我们才能脱身离开 卓琳卓宇两姐妹满脸惊讶 难道这里是安主的鬼域 那么他选择的这段记忆 不就是五十年前 记照安的灭门惨案吗 记照安安主的心结 赫然是当年的灭门惨案 三人说话间有了些许猜想 随即凌峰起身说道 卓琳卓宇 你们跟安中的人交流一下 尽量了解信息 我去外面验证一下这个猜想 来到一处院落 望着这热闹非凡的人们 两姐妹一脸好奇 记照安真是收留了好多女子 这里的生活 似乎完全抛弃了科技 能换来安全实属不易 这时一个女人说道 平成那些狱鬼师太可恶了 她们居然把一些漂亮女人关起来 当作发泄对象 还好安主带人灭了她们 另一旁的女人也附和道 就是就是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对了 最近好像还出了一个狱鬼师联盟 似乎在约束管理所有狱鬼师 女人不屑地说道 这倒是没听说过 只要别来惹我们记照安就行 这时候 两姐妹看到一个女人 正从井边吃力地打着水 两人连忙走上前去 姐姐 我来帮你吧 女人有些诧异 但还是道了声谢谢 卓宇也不在意 笑嘻嘻说着 姐姐你好漂亮 是哪里人了 女人也没有隐瞒 我以前视频成人 可是被那些狱鬼师抓去当奴役 后来安主救了我们 便在这里住下了 听女人说完 卓琳有些不解地问道 狱鬼师能对付恶灵 照理说是帮助人类的好人了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文言 女人自嘲地回答 妹妹你们是狱鬼师吧 自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 普通人的遭遇 虽然狱鬼师们能击退恶灵 拯救城市 但他们把持一切 做起了土皇帝 打着正义的旗号 四亿欺凌百姓 鬼只会杀人 但人不一样 表里不宜是强凌弱 有时候比鬼还可怕 另一边 凌峰正在屋檐上查看四周 有两个小尼姑正好在议论他 他们不会想到 他们谈论的主人正在头顶上 等他们走后 凌峰把目光看向了远方 这记照安外的景象也变了 凌峰直接跳下围墙 向着远处走了过去 走到一定距离后 一道无形的墙壁拦住了他 果然 这就是鬼域的边界 虽能看到周围景色 但人是出不去 回到院子中 凌峰和姐妹花交换了一下各种信息 看来咱们一时半会回不去了 卓宇比了个OK的手势 没关系 我们就在这多待几天 说话间 新莲来到了院子的门口 三位施主 请随我去摘堂用餐吧 跟着他来到了斋堂 打了一些饭菜之后 有些饥饿的卓宁刚要把馒头送入口中 凌峰赶忙拦住了他 等等 这是鬼饭 不能随便吃 你们偷偷把食物扔进储物空间 回去以后吃我们自己带的食物 说着他就把馒头放了进去 刚进去馒头顿时消失不见 果然 这些食物都是虚拟出来的 这时清竹走了进来 看着他 凌峰示意两姐妹 你们先坐一会 我去找一下安主 随后凌峰在清竹旁边坐了下来 安主 谢谢你的收留 清竹淡淡回答道 无妨 说完便静静地吃了起来 望着这俊俏的脸颊 凌峰竟有些呆愣 没有头发竟然还这么好看 这安主的长相真可谓完美了 这时 清竹察觉到凌峰的神情 出口询问道 你是有事想跟我说 凌峰尴尬地笑了笑 追我的那个鬼痴 深渊一阶的强大恶灵 我怕给你们带来麻烦 深渊一阶 不等凌峰说完 清竹就打断了他 那你们活下来 应该至少是S级欲鬼痴了 凌峰点点头 不错 所以我想是不是 尽早离开比较好 不料清竹不紧不慢地 继续吃饭 不必担心 那个深渊疾若是来了 我会出手解决的 你明天早上 到明星堂来找我吧 看着清竹一脸 风轻云淡的样子 凌峰瞪大了双眼 解决深渊疾 竟然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可这么强大的记照安 又是怎么会被灭闻的呢 和清竹谈论之后 凌峰受邀来到了明星堂 看着眼前的记照安主 还真是跟那个鬼迷不一模一样 凌峰摆了白手 和清竹打了声招呼 清竹睁开双眼 示意他在一旁坐下 刚坐下 凌峰就开口问道 安主 那边明明有佛像 你为何要对着墙地敲目鱼啊 清竹淡淡说道 在这种生灵涂炭的时代 求神不如求己 修佛不如修心 凌峰先是一愣 便再次开口问道 那安主找我有什么事 不料清竹敲着目鱼 清竹见状也不在意 很快 一个小时稍动即逝 凌峰已经皱起了眉头 心中有些疑惑 他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我要一直坐着吗 想着想着 两个小时的时间也已过去 清竹也终于停了下来 只见他缓缓睁开双眼 淡淡地说道 你很有耐心 凌峰听闻 双手何时回到 看安主如此专注 不忍打扰 不料清竹却让凌峰回去 你走吧 明天同一时间你再过来 听到这话 凌峰又是一愣 心里的疑惑更加深了 不过也只好点头答应下来 第二天清晨 当起床的卓宇询问起凌峰 姐姐卓琳回答道 她一大早又去明星堂了 凌峰来到了明星堂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位置 但是这次 清竹却从早上敲到了中午 完事后回头看向凌峰 你明天继续来吧 第三天 凌峰渐渐地习惯了沐鱼生 内心思索了起来 这沐鱼生倒是 跟之前的精神攻击不同 很让人平和专注 时间仿佛在快速流逝 难道她是想考验我吗 还是在触发鬼域的机制 既然一直没赶我走 那就这样耗着 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吧 六天的时间一块而过 第七天的晚上 凌峰回到了别院 正在忙碌的卓宇说道 凌峰快看 请姐姐明日生产 我们亲手做了七夫登陆 凌峰抬头望去 心中的苦楚一扫而空 好漂亮啊 装饰完登陆后 星莲和星园起身告辞 等他们走后 凌峰开口问道 看来你们关系很好的呀 点点头 那当然 来这里都快十天了 我们对纪兆安也算知根知底 凌峰来的兴趣 说来听听 三人围着石桌聊得起来 首先这里的人 都认为自己生活在 五十年前的真实纪兆安 具体位置就在海城西北 平城的南部三房附近 这里共有三十个尼姑 其中十个是玉鬼师 负责保护所有人 而且实力都很强 卓语补充道 好比刚才的星莲和星园 他们居然都是S级玉鬼师 而且都驾遇了两只恶灵 凌峰感到震惊 两只 而且 还是恶灵 听到纪兆安的尼姑们 驾遇的都是恶灵 凌峰大为震惊 卓灵继续说道 这里历代的玉鬼师 驾遇的都是恶灵 却都没有失控过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听完姐妹花的描述 凌峰思索了起来 按照时间推算 这个时期的玉鬼师们 已经开始采用培养善灵的方式了 因为驾遇恶灵不仅不稳定 连玉鬼师都活不长 看来这纪兆安是个特例 他们没被恶灵反噬 或许跟安中的修行有关 而安主驾遇的应该也是恶灵 那么他静坐敲目鱼 或许就是一种修心的形式 那他让我不去陪同 难道是为了提升我的心神 想了片刻后 凌峰又开口问道 安主的来历问清楚了吗 卓宇点点头 听新元说 好像是老安主收留的一个孤儿吧 长大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实力 老安主世纪后 便由他接任了安主之位 说完卓灵附和道 新连说安主一共有三个鬼灵 但只见过其中一个深渊疾 另外两个没出过手 听到这里 凌峰很是感慨 五十年前的遇鬼师实力果然很恐怖 如果安主真的变成鬼迷姑 又不知会是怎样级别的鬼 转眼间又过了几天 凌峰依旧每天来明星堂静坐修心 这天 凌峰早早地来到了明星堂 到达这里时 却发现青竹并没有再打过 而是静止站在那里 似乎在等待凌峰 就在凌峰疑惑不解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 感应到鬼灵羁绊 记照安主鬼灵绑定任务开启 以随记照安主打坐十天 记照安主羁绊增加 凌峰有些蒙圈 想不到打坐了十天 竟然触发了第四只鬼 若有机会绑定这么强大的安主 那简直是意外惊喜啊 这时 青竹开口说道 能够坚持十天 且没有任何怨言 你比我想象中更出色一些 安压住心中的喜悦 凌峰回应道 多谢安主夸点 青竹点点头 跟我来吧 说完便领着凌峰走出了明星堂 只见他沿着一条蜿蜒去折的小路 走向了记照安的深处 穿过茂密的竹林后 青竹回头说道 我们到了 随即又来到一堵石墙面前 用手轻轻按了下去 伴随着一阵咔咔的开门声 一道金色的光涌现出来 这扇门的背后 赫然是一个黄金殿堂 记照安的深处 竟然隐藏着一座黄金殿堂 青竹开口且说道 这里本是最古老的大殿 供奉着纯金打造的三世佛 恶灵肆虐后 师父将大佛的金身熔炼成金漆 把这里改造成了黄金避难所 让安中的人得以存活下来 凌峰满是震惊 又是一个黄金逆室 谁能想到这佛像 还争起了驱鬼辟邪的作用 就在凌峰思索之时 青竹又开口问道 凌峰 你觉得鬼是什么 而凌峰却反问道 安主觉得呢 青竹文言意味深长的回应 我一直在这里研究鬼 从诡异复苏到现在 这世上出现的鬼 已经超过了一百种 话音未露 青竹身上忽然散发出 可怕的寒气 一道女子的深意 凌峰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感受到一股寒气迎面而来 凌峰皱了皱眉 这就是安主驾驭的恶灵 果然好恐怖啊 这时 青竹再次开口 你看 她明明是我驾驭的鬼 但仅仅是靠近她 我的手就已经这样了 只要被她触碰到 任何人都会瞬间死亡 包括我在内 所以我一直在好奇 鬼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特殊的能量 还是一种规律或气场 直到今天 我也还没有摸透鬼的构成和成因 不过今天带你来着 主要是想让你看看这件东西 青竹说着 伸手打开一个黄金盒子 从盒子中取出了一幅画来 凌峰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 青竹将其打开 并呈现在了凌峰的面前 这是一幅鬼画 物画形态的恶灵 凌峰打量了一番问道 这画上的人 难道是安主 不料青竹摇了摇头 这是我的一个远方表妹 是我在平城发现的 因为跟我有几分相似 所以便打听了她的来历 由此确定了我们的关系 凌峰疑惑问道 那她人呢 死了 平城的遇鬼是想要玷污她 硬死不屈地自尽了 她是我找到的唯一亲人 我却没有机会跟她相处 很遗憾 不过当时我对鬼的研究已经很深 于是就用这一幅画 把她变成了鬼 什么 变 变成了鬼 凌峰心里一阵 鬼 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吗 青竹再次摇了摇头 与其说是我创造出来的 不如说 我只是制造了一些合适的条件和时机 让她有机会获得第二次生命 虽然这样的生命很是残酷 此话一出 凌峰心中更加震惊 看来安主对鬼的认知 已经走在了同时代所有人的前面 如果她还活着 成就恐怕会无比的惊人 只可惜 万事没有如果 这时 青竹解释了陪同打坐的行为 这些天对你考验的目的很简单 我的鬼灵已经达到了平衡 几年内都无法再增加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加入我 帮我驾驭这副鬼话 缓和了心中的震惊 凌峰开口问道 为什么要找人驾驭这鬼话呢 青竹解释道 这鬼话是恶灵 之前为了更好地研究它 我一直在找特殊的鬼让它吞噬 如今的鬼话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不过最近我发现 它有失控的迹象 这才想要找到控制的办法 听到这里 凌峰顿感不妙 失控的强大恶灵 那五十年前的祭兆安灵门 该不会就是这鬼话做的吧 这或许就是解开安主心结 破除幻象的关键 想到这里 凌峰当即点了点头 我试试看 现状青竹道了声感谢 不过 想要驾驭鬼话并不简单 你需要一点点去熟悉它 说完便将鬼话悬浮于半空中 我先让你进入鬼话的世界中去看看 青竹打开了画轴 望着这幅画 凌峰有了一丝疑惑 画中的世界 是一种鬼欲吗 青竹回答道 鬼话中的世界 可以看成特殊的鬼欲 里面保留了一些关于鬼话的记忆 这时青竹拿出一块染穴的手帕 递给了凌峰 这是表妹的信物 拿着它进去就不会有事 结果手卷后 凌峰没多想 迈步走进了鬼话之中 当一进入 凌峰就发现天气是灰蒙蒙的 残破的废墟 微弱的光线 城市宛如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满是漠视的景象 这就是鬼话中的世界吗 忽然凌峰想到什么 不对 鬼话是祭兆安幻境的一部分 并不是真的 那么这话中世界 应该也是安主重新塑造出来的 总之先到处看看吧 想着凌峰便迈步在里面走了起来 正当凌峰打算四处观望一下时 脚下突然传来了一声咔嚓声 低头望去 凌峰发现自己踩碎了一个头盖骨 就在他回头望去时 一阵框框框的声音传了出来 只见旁边的一栋房屋之中 一个人影正掉在房梁上不停地摇摆着 凌峰感到不妙 散发出这种气场的 可不是普通的尸体 就在他思虑之时 几个身影拖了过去 是狱鬼师 几名狱鬼师快步地攻向那具尸体 然而当他们刚靠近之时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漩涡 两个狱鬼师一步流神 直接被漩涡吸了进去 而后 房屋之中便又多了两道人影不停地摇摆 凌峰感到震惊 看来是一只实力强大的吊丝鬼 忽然 周围吊着的尸体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也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开始风起云涌 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漩涡 紧接着废墟之中 尖叫声音剧烈挣扎着想要逃离 但并没有任何作用 大量的尸体正在飞速消散 朝着空中的漩涡飞去 看到这一幕 凌峰抬头望去 瞬间睁大了双眼 天空之中 出现了一幅巨大的画卷 而且正在蚕食着恶灵 凌峰踏入鬼化世界中 却碰上了实力强大的吊丝鬼 不料半空中 一幅画卷漂浮在天空之上 看得凌峰有些心惊 是鬼化 他在吸收全城的恶灵 随着恶灵一个接一个的消散 鬼化世界也开始破碎 仅仅过了一分钟 凌峰就再次返回了黄金屋 你看到了吧 这是最近一次 他偷跑出去后的景象 听了青竹的解释 凌峰内心沉淹了一下 他的行为 是在狩猎吗 青竹点了点头 他拥有吞食的能力 所以用画卷覆盖了整座城 将里面的诡异网打尽 就算有人 也会被无差别的杀戮 听到鬼化有吞食的能力 凌峰想起 彤彤也有一样的能力 怪不得这么恐怖 青竹继续说道 鬼化还有一种融合的能力 和吞食搭配起来 就有极大可能获得对手的能力 并且能将这些能力进行融合 形成更可怕的新能力 是一个拥有绝顶学习天赋的恶灵 而鬼化最可怕的能力 是鬼文绘制 凌峰看着青竹手中复杂的鬼文文录 想起鬼伞的求助性 看来低层次的鬼文类似文字 只能传递信息 青竹指着手中的鬼文继续说道 鬼化绘制的鬼文 是可以改变鬼气流动的通路 就像皱纹一样自我修复和编辑 听完青竹的话 凌峰的目光一震 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鬼文来强化自己的鬼运 甚至可以发明初心法术 就像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设计图纸 青竹笑了笑 没错 这就是鬼化如此强大的秘密 想不到你如此聪慧 这么快就理解了 听到这话 凌峰有些汗烟 想不到安主如此密天 创造出的鬼都能学习成长和发明创造 要是多来几个 岂不直接无敌了 这简直就是耍外嘛 不过跟我的系统比起来 自然不算什么 凌峰正在凡尔赛时 青竹收起了鬼化 将一把黄金钥匙递给了凌峰 今天就了解到这里 你明天自己来直面他吧 这两样东西你拿好 这钥匙可以打开黄金屋大门和黄金箱 你一定要先进来 封死门后再打开黄金箱 万一驾驭不了 也不要勉强 拿着这串佛珠默念我的法号 我会立马前来帮你 别担心 就算他真的失控杀了我 我也有把握在死前把他关起来 不会让他伤害到你 接过东西 凌峰到了声线 挥手便离开了这里 系统声音响起 已得到了继照安主驾驭鬼化的托付 继照安主羁绊增加 听完系统提示 凌峰陷入了沉思 看来我的推测多半是真的 鬼化是继照安主一生的杰作 也是覆灭继照安的罪魁祸首 是安主的心结 甚至死后都念念不忘 他看上去那么生动明艳 可为什么会有种很悲伤的感觉 凌峰默然回首 身后却只留下轻风微微吹过 告别轻竹后 凌峰很快回到了院子中 此时凌峰忽然想到 安主给的这些物品 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想了想 凌峰直接将这些东西 全部放进了系统空间 系统传来提示音 已获得了特殊鬼灵之物血手卷 已获得了机关物品黄金钥匙 已获得了特殊鬼灵之物玉佛珠 凌峰感到惊讶 这些物品居然都是真的 玉佛珠 可用来召唤祭照安主 每十天可用一次 如成功绑定祭照安主 则可转换为宿主的鬼灵信物 听完提示 凌峰精神一震 原来如此 不过要想成功绑定安主 应该要先解决鬼话的问题 思考间 卓琳卓宇也回到了院子 凌峰 你也回来了 双胞胎姐妹花看到凌峰 纷纷跑了过来 凌峰询问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 卓宇回答道 新莲和新元给我们送礼物了 你看这会不会是真的 看着两人手中的物品 凌峰直接打开了系统空间 放进来试试吧 姐妹俩将东西放了进去 你获得了鬼灵信物谈目挂坠 你获得了鬼灵信物谈目念珠 这礼物也是真的 看来这两样物品 应该就是新莲和新元变成鬼之后 两人各自的鬼灵信物 通过这十几天的朝夕相处 他们已经和卓琳卓宇培养了击败 而两姐妹原本的鬼灵擅长追踪 战斗力并不强 这下倒是好事一桩 这鬼灵信物是你们自己触发的机缘 好好拿着吧 等出去后 你们就可以拥有一个新的鬼灵了 结果信物后 卓宇有些伤心 果然 新莲和新元还是会变成鬼 卓琳见状安慰到 换的角度来说 他们成为我们的鬼灵 以后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 也算是另一种活着了吧 卓宇点点头 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两人同时看向了凌峰 凌峰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带我们出来 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际遇 对此凌峰也是相视而笑 晚上 原本平静的夜晚突然电闪雷鸣 此时房间内 姐妹花被吓得直接抱在凌峰的身上 搞得凌峰顿感无奈 卓宇害怕地说道 鬼狱里还吓人 叫人怎么睡吗 忽然卓宇很是惊奇 这雷电怎么听着有些诡异 听了卓宇的话 凌峰也有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真的有大事要发生了吗 凌峰连忙推开两人 不顾卓宇的呼喊 静止向外走去 刚打开房门 凌峰便被眼前的警侧惊吓住了 好恐怖的鬼气 伴随着两个人声响起 一股令人窒息地压迫了 忽然而来 两姐妹害怕地拥抱在一起 凌峰这时才明白了过来 世纪赵安的灭门事件 来了 电闪雷鸣的夜晚 凌峰捂着脑袋从地上爬了起来 怎么回事 我不是被鬼气冲晕了过去吗 望着眼前的院子 已经重新变回原来阴森的样子 忽然凌峰想起了卓家两姐妹 连忙朝着身后的房间冲去 卓灵卓雨 你们没事吧 不料定眼一看 两姐妹同样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而屋内的东西也全都消失了 凌峰连忙上前唤醒了两人 刚醒来的两人一头雾水 凌峰 我们这是怎么了 凌峰解释道 幻境消失了 我们从五十年前的纪赵安幻境出来了 两姐妹还有些猛逼 消失了 那我们现在在哪 凌峰继续说道 应该还在纪赵安的鬼域中 这样啊 两姐妹文言都有些难过 认识的那么多朋友 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吗 这时卓雨拿出了信物 姐姐你看 新莲他们送的礼物还在 以后说不定就可以召唤他们了 卓灵破涕微笑 真的 太好了 两人说话间 凌峰也沉思了起来 幻境中的剧情应该已经全部触发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这时凌峰想起安主说过的话 就算他被鬼话杀死 也会将他封闭起来 那么很有可能 鬼话还被关在黄金屋中 想到这里 凌峰立即换上两姐妹 朝着黄金屋的方向走去 然而一路上都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一丁点生机的样子 三人穿过竹林后 却发现这里也是空空如影 什么都没有 凌峰顿时疑惑起来 忽然卓灵问道 封锁鬼话的黄金屋就在这里吗 听到卓灵的疑问 凌峰很快就反映了过来 鬼话只能被黄金屋所封印 当然不会在这虚拟的鬼域之中 而是在真正的寄照安理 想明白后 凌峰正打算离开时 系统却发来一个通知 凌峰一看 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 来着不就是来找未知女鬼了吗 随即看向卓宇问道 卓宇 试试看还能不能感应到 之前那个血信的女鬼 卓宇答应一声 换出鬼娃娃开始感应起来 很快就找到了 那个未知女鬼的方向 跟着鬼娃娃的指引 三人来到了一个小院子面前 凌峰便看到了 悬浮在半空中的粉色纸伞 跟着鬼娃娃的指引 凌峰顺利找到了未知女鬼的所在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任务完成 你找到了未知女鬼 鬼伞羁绊增加 紧接着 系统再次发布任务 鬼伞羁绊任务 从记照安鬼域中救出鬼伞分身 奖励 鬼伞羁绊增加 凌峰神色一喜 没错了 这鬼伞就是血信的女鬼 而且还有分身 之前已经积攒了不少羁绊 她应该不会攻击我吧 想到这里 凌峰当即踏步走进了院里 进入后才发现 原来这里也有屏障 怪不得她出不去 而看到凌峰走进来 粉色纸伞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瞬间撑开伞身 从空中落到了凌峰的手上 见任务已经完成 凌峰便换出了喧哗 喧哗 用闪蹲带我们离开吧 伴随着喧哗能力的发动 下一刻 三人就出现在了一片 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系统也传来提示 任务完成 鬼伞羁绊增加 这时卓琳寻问道 这是哪里 好冷啊 卓宇也哈着暖气 我也觉得 现在不是夏天吗 听到两姐妹的话 凌峰也感觉到一丝奇怪 周围环境看上去 似乎已经是深秋季节 可他们只在寄照庵里待了十几天了 卓琳突然说道 那边有人 我们要不要过去问问 听到姐妹花的话 凌峰当即换出鬼马 向着两人所说的位置奔去 正在聊天的遇鬼师 突然看到一头鬼马正在飞速冲来 吓得他们连忙做出防御阵型 来到几人面前 凌峰开口问道 请问诸位 这里是哪里 本来还严阵以待的遇鬼师们 看到来的是人而不是恶灵 便收回了武器说道 这里是平城附近 你是什么人 凌峰回答道 我是从海城来的遇鬼师 请问你们知道寄照庵的位置吗 听到凌峰的话 几名遇鬼师一阵低声商讨 能驱动这么特殊的鬼马 而且还能从海城平安过来 绝对是的大人物啊 想到这里 几人连忙回复 试镜试镜 我倒是听说过寄照庵这个地名 好像是在北三方的牛尖山上 你看我们在这牛尖山 就在这个区域 其中一名遇鬼师说着 直接拿出了通讯器地给凌峰看 但是看到通讯器的凌峰 却当场愣在了原地 只因通讯器上显示的时间 竟是36年的10月份 而凌峰三人进入寄照庵的时间 是35年的7月份 也就是说 三人只在寄照庵中待了十几天 而外面的现实世界 却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之多了 在察觉到外面世界 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后 凌峰思索了起来 也就是说 寄照庵鬼狱中的时间流速 和外界不一样 我们明明只待了十几天 外界却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 听到凌峰的解释 姐妹俩满脸震惊 怎么会这样 不等他们多想 凌峰向遇鬼师们道谢后 便离开了这里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几名遇鬼师都愣在了原地 纷纷吐槽起来 原来是的脑子坏掉了 这时卓琳问道 凌峰 我们现在去牛尖山找几照安吗 凌峰回答 先找地方休息一晚吧 真是抱歉了 本来只想让你们帮几天忙 结果竟然耽误你们这么久 凌峰还未说完 就被两姐妹打断了 没关系 这种情况谁也意料不到 只不过过去了一年多 我们音讯全无 不知道老爸还好吗 而此时海城卓府内 生无可恋的卓会长 整日里都在买醉 卧室的墙壁之上 挂着凌峰挨刀的照片 可见卓会长对凌峰的恨意 是有多么的强烈 傍晚的平城一房线 凌峰带着姐妹花 来到了梁氏小镇 在和双胞胎交代了一番后 凌峰回到了房间里 总算能在真实世界 好好睡一觉 轩华出现躺在凌峰身前 委屈你的轩华 在记照安理都不能让你们出来 对此轩华只是微微一笑 就在我以为要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的时候 忽然 窗外出现了一把橘红色的纸伞 而纸伞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到处扭头看望 轩华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坐了起来 凌峰被轩华的动作吓了一跳 也从床上坐了起来 还不等他开口询问 橘红纸伞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凌峰定眼一看 这不是轩华用闪盾救走的那把纸伞吗 就在凌峰诧异之时 橘红纸伞忽然撑开伞身 不等凌峰反应 橘红纸伞便展开鬼域 将凌峰笼罩了进去 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后 凌峰赫然出现在了一个橘红色的空间内 一栋巨大无比的建筑出现在他面前 凌峰看着眼前的景色顿感震撼 好壮观 这里是他的鬼域 就在凌峰为此不解的时候 建筑中飞出来大量的纸伞 在凌峰身前汇聚在一起 很快 一把更为巨大的橘红色纸伞 出现在了凌峰的面前 这时系统传来提示音 以解锁鬼伞最终羁绊任务 前往狱鬼市联盟的总部 救出第三把鬼伞 即可完成任务 奖励鬼伞羁绊增加 提示 完成此羁绊任务后 即可绑定鬼伞 听完系统提示 凌峰思索了起来 看来这橘红纸伞 应该和粉色纸伞是同一个鬼灵 而且这个鬼灵还不止两个分身 有一个还被困在了狱鬼师联盟的总部 难道是在颜会长说的那个黄金监狱 确实有些特殊的鬼灵 会被抓起来关押 留给有缘人来驾驭 不过 这是要我劫狱的节奏啊 不过任务一旦完成 就可以绑定鬼伞 他能变出这么多分身 寻功一定相当好用 等到三伞归一后 说不定还能触发什么隐藏功能 想了想 凌峰伸手接住橘红纸伞说道 你先跟着我吧 我会帮你救出另一把伞吧 不过什么时候去 我说了算 橘红纸伞似乎听懂凌峰的话 当即收回鬼域 下一秒 凌峰就回到了卧室中 第二天 凌峰就带着两姐妹来到了牛尖山 但是山的面积很大 三人找了一上午 都没找到纪赵安的位置 这时 卓宇似乎发现了什么 指着前方震惊地说道 那是什么 只见三人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条望不见边际的城墙 正敢惊叹之际 卓宇突然发现 城墙的镜头竟然还有着一座庙楼 当三人来到庙宇面前的时候 才发现这只是一座废弃的小庙 这时卓琳察觉到了不对 林峰小心 有鬼 不料林峰却笑了笑 那正好 你们现在应该能召唤新莲和新人了 用他练练手吧 闻言两姐妹当即下了马 抛出了各自的鬼灵性物叙事待发 而庙中的恶灵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第一时间就朝着他们冲了出来 两姐妹瞬间换出各自的两只鬼灵 就当恶灵近在指使时 新莲新元瞬间射出无数锁链 锁链直接贯穿恶灵的身体 任凭他怎么挣扎 最终还是消失在了原地 看到这一幕 两姐妹神色一醒 好厉害 我们成功了 林峰也很震惊 没展开鬼域就能秒杀恶灵 这两个鬼灵姑恐怕至少是一级 甚至是S级 就在这时 新莲跟新元静止向茂密的森林中飘了过去 卓灵连忙拦住 你们要去哪里啊 林峰反应了过来 换出鬼马跟了上去 跟上 他们是要带我们去祭兆安 就这样 林峰三人紧跟在他们身后 朝着某处森林的深处奔去 忽然 新莲和新元停了下来 而在他们身后的不远处 正是曾经的祭兆安 林峰收回鬼马提醒道 小心戒备 我们慢慢走进去 三人小心翼翼地走向祭兆安 刚进入祭兆安 三人便发现了大量的枯骨 院子和大厅随处可见 可见当年鬼话的屠杀 是有多么的惨变 林峰改叛时 卓灵却是脸色难看 不对劲 地上的这些枯骨 没有一个是女人的 全都是男人的 一座破败不堪的尼姑庵中 却布满了一句句枯骨 经过卓灵的提醒 林峰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些骨架明显偏大 下河粗广 骨盆高窄 根本就不可能是安里的女人 可祭兆安如此避讳男人 又怎么会出现 这么多男人的枯骨 看现场的情况 他们是在战斗中死去的 充满疑惑的三人 翻看着一句句尸骸 很快 林峰就在一句枯骨上 找到了一丝线索 这好像是平成的通行证 难道他们是平成的遇鬼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祭兆安不是被鬼话覆灭的吗 听到卓灵的话 林峰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 看来另有隐情 我们去后面看看吧 来到前厅后 三人才发现 这里的枯骨是门口的好几倍 并且从这里开始 也出现了更多的女人尸骨 太惨烈了 当年那么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了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通往深处的那片竹林中 可三人刚走到一半 一阵冷风袭来 吹得竹林花花作响 忽然 林峰他们惊奇地发现 身体突然动弹不得 脚也完全迈不出去 紧接着 在三人面前 出现了一只实力碾压他们的恶灵 卓灵询问道 这 这就是鬼话吗 林峰定眼一看 不 它是安主的鬼灵 林峰看着眼前的鬼灵 正是青竹曾经唤出的那只鬼观鹰 深渊一阶的恶灵 这时林峰想起安主的话 鬼观鹰的能力是 无论是谁 只要触碰到就会死亡 林峰刚说完 一股令人心计的鬼气 猛然从鬼观鹰身上爆发开来 见状林峰赶忙把喧哗唤出 展开鬼鱼与其进行对抗 两个鬼鱼碰撞在一起 发出了惊人的声音 感应到林峰有危险 洪桐竟直接发起进攻 双手提刀向鬼观鹰狠狠地砍过去 林峰连忙阻拦 洪桐小心 千万不要碰到它 然而时机已晚 面对桐桐的攻击 鬼观鹰却是不闪不避 就在刀身快要接触到它的瞬间 极寒之气已经将刀身冻住 就连桐桐只是稍微靠近 脸上也被冻出了一层寒冰 下一刻 鬼观鹰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 刀身当即被捏成了两半 而邪灵模式下的桐桐 也被这强大的极寒之气 给震飞了出去 关键时刻 林峰拿出鬼绳 把桐桐拉进了 喧哗的鬼域之中 可还不等林峰反应 喧哗的鬼域 也在这极寒之气的侵蚀下 开始逐渐破碎 震惊 桐桐的巨刃被捏成了两半 就连喧哗的鬼域也开始破碎 林峰来到纪兆安身处 却碰上了深渊一阶的鬼观鹰 忽然 鬼观鹰爆发出更强大的寒气 众人全都暴露在了白茫茫的寒气之中 鬼观鹰从手中瓶子里抽出一节树枝 在空中挥舞了几下 随着他的挥动 林峰发现 空中的雪花变得特别缓慢 不对 不只是雪花 鬼域中的一切都慢了好几倍 除了鬼观鹰自己 这时 鬼观鹰突然加速 锋利的利爪直指林峰 好在林峰提前预判到了他的攻击 先难挡下了鬼观鹰这一击 但是抵挡了黄金长剑 却直接被他捏成了两半 没了阻碍 鬼观鹰的爪子向着林峰狠狠抓了过去 卓琳卓雨连忙提醒 林峰小心 然而 就在爪子离林峰只有0.01公分的时候 轩华利用闪顿能力 直接带着几人逃离了这里 林峰惊魂未定 出 出来了 林峰也被刚刚的一怒吓坏了 真是太大意了 要不是有轩华的闪顿能力 真的就一年早逝了 两姐妹也被吓得半死 扑到林峰身上就哭了起来 片刻后 卓琳开口问道 林峰 你刚才是说见过这只鬼吗 那它有没有弱点吗 林峰沉思了起来 安主有跟我大概介绍过 我想想看 回想起安主的介绍 鬼观鹰一碰就死的机制 是因为它的身体 被一股极寒的鬼气屏障包裹 任何东西只要触碰到 会被瞬间冰冻化为粉末 那么它的能力成因应该是阴寒 这与鬼域中事物变慢的反应也符合 要想对付鬼观鹰 首先要破除它的鬼域 摆脱慢速的状态 然后再破坏包裹它的阴气屏障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它造成伤害 听完林峰的对策 两姐妹面面相识 可是我们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了 根本无法抗衡啊 看来这次 只能请安主来帮忙啊 林峰解释道 便从储物空间内取出了一串玉佛珠 遇到危险 可以拿这串佛珠念我的法号 我会来帮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祭兆安里传出凄惨的惨叫声 就在刚刚 林峰拿出玉佛珠呼唤青竹 这时一股奇妙的波动从佛珠之内传了出来 伴随着牧鱼的敲击声 佛珠净化作鬼域快速展开 将整个祭兆安覆盖了进去 而鬼观音的鬼域 在青竹的鬼域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直接被打碎了一个口 鬼观音在听到牧鱼敲击声后 更是头痛欲裂 祭兆安里顿时发出一阵阵惨叫声 林峰听到惨叫声后 顿时喜出望外 鬼观音被压制了 想不到青竹仅仅用鬼域 就能大幅削弱敌人 实力真的太强了 随即看向童童问道 童童 黄金剑是可以修复的吧 见童童点点头 林峰向两姐妹招呼一声 三人再度走进祭兆安中 重新来到鬼观音面前 三人发现 鬼观音的鬼域正在快速崩溃 而他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先破坏掉鬼观音身上的极寒屏障 见状 林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鬼镜 直接抛到了半空中 随后利用鬼镜的特殊能力镜像复制 把童童和轩华都复制出来的几个 接着又对轩华说道 轩华 用鬼火强攻 接到命令后 轩华也不磨叽 青色的鬼火全部握于掌心 朝着鬼观音释放而去 就这样 一连串的鬼火攻击落在了鬼观音的身上 林峰思索着 鬼镜在复制敌人时 只能复制他了解到的部分能力 但复制自己人则可以达到100% 三倍威力的极岩鬼火 还破不了你的极寒屏障吗 在鬼火不断的攻击下 鬼观音的极寒屏障终于开始融化 林峰看准时机说道 就是现在 童童 用黄金剑 接到命令 三个童童二话不说 提着黄金剑就向鬼观音狠狠斩过去 没了极寒屏障 鬼观音根本不是三个童童的对手 当场就被击杀消散在了原地 系统传来提示 战斗胜利 你的鬼灵杀死了深渊一阶恶灵 鬼灵经验增加 获得鬼气寒玉屏 功能 十秒内能将鬼域内的事物变慢五倍 但有次数限制 你的鬼灵童童可以升级 是否选择升级 听到系统传来的升级提示 灵风神色欲喜 居然是童童先挡过经验 升级 童童等级提升为深渊一阶 鬼灵羁绊增加 宿主身体素质强化六倍 童童习得新的能力含冰鬼属 功能 含属性攻击 对特定敌人效果更强 此时的童童 汇去了原先赤红色的外形 变成一身湛蓝色的打扮 看上去更显得高冷大气 结束战斗后 卓宇高兴地跳了起来 灵风你也太厉害了 居然有这么多宝贝 话说 这鬼镜也好神奇啊 卓宇说着说着 就靠近鬼镜观看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从寒玉瓶里突然飘出了一丝鬼气 直接就被鬼镜给吸收了进去 而鬼气在接触鬼镜的瞬间 鬼镜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只见鬼镜的镜面上 出现了几个尼姑的影像 不料下一秒 一股鬼气从寒玉瓶里突然飘出 直接就被鬼镜给吸收了进去 而鬼气在接触鬼镜的瞬间 鬼镜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只见鬼镜的镜面上 出现了几个尼姑的影像 是青竹 难道 这是鬼观音的记忆 就在灵风猜想之时 鬼镜中 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跑向了青竹 而在她身后 还有几名男人在追逮着她 不料中途女人跑到一半 当场被男人抓住了头发 直接抓了回去 女人被带到了一个胡同中 几名男人屹立在那里 而这里同样有几个女人被捆绑着 被抓回来的女人开始言语攻击 其中一个狱鬼师冷冷一笑 伸起手掌就要扇女人时 就被在一旁观察的青竹抓住了手外 青竹开口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欺负女子 听到青竹的询问 狱鬼师却是飞飞一笑 开始出言调戏 说话间竟将手伸向了青竹 可下一刻 他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极致的寒冷 青竹当即换出鬼公英 狱关英出现了瞬间 一手便捏住了狱鬼师的脑袋 直接把他冻成了冰雕 看到这一幕 剩下的男人全都吓得半死 站在原地不敢动他 青竹冷冷地问道 我再问一遍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欺负女子 再次听到青竹的询问 男人们直接跪了下来 大人饶命啊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这些都是威家要的女人 威家是盘踞在东北的狱鬼师大家族 没人惹得起 最近威家的魏不凡来到平城 派我们帮他物色媳妇 男人话还没说完 一旁被困住的女人就打断了他 我们都是被强迫了 他们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 之前已经抓过好几批了 都被囚禁在威家受尽折磨 这都是那个魏不凡干的 男人还在垫紧 我们只负责抓人 其他的我们可没干了 突然 青竹似乎发现到了什么 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 这是表妹的手腕 扯下手腕后 青竹仔细看了一下 当即立声问道 说 这手帕是哪里来的 男人回答道 这 是昨天晚上在威家 有个姑娘不堪受辱自尽的 我看着这帕子乱好看的 就捡来用了 听到男人的话 青竹怒火通烧 手帕被他死死的握紧在手中 当天晚上 魏不凡的私宅宫 便发生了一场女妈式的战斗 所有男人全部变成了冰雕 女人则被纪照安的尼姑救出 被救出的女人还在沉溺 魏不凡的禽兽死了吗 死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们了 而魏家大本 中情 电上没名 魏不凡死亡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魏家耳中 魏家家主位不败面色阴沉 逮捕骇人的杀意 从他体内猛然爆发 是谁 竟敢杀我的亲弟 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 怎么办 纪照安惨遭围攻 无数男人冲进纪照安里 烧杀抢虐 无恶不作 在得知自己的弟弟 是被纪照安的尼姑所杀之后 魏不败顿时怒火中烧 什么狗屁尼姑安 还没人敢惹 老子就偏要惹 我让这世人知道 得罪我魏家会是什么下场 另一边的寄照安门前 青竹喊来两名尼姑说 此次行动 恐会遭人暴露 你们通知大家守好各处关口 听到这话 其中一名尼姑有些疑惑 便开口问道 当时见过我们的人都死了 应该没有人会查得到吧 不料青竹还是不放心 那魏宅极大 难免有落网之余 不能掉以轻心 我可以设置法阵隐秘寄照安 但是还缺少材料 青竹解释完 随即看向鬼观音吩咐道 你去山谷里收集六株妙音菩提 要快 等到鬼观音离开之后 无奈的青竹只能轻轻叹气 很快 叶子明远的天空突然电闪零零 下起了漂泊大雨 而这时寄照安山下 无数黑影在丛林中快速穿梭 领头之人正是为家家主为不败 为不败的狠狠地说道 想不到吧 我们会借着雷雨天气 这么快地潜入后山的密道中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早就被错骨扬灰了 到时候 整个寄照安连纸虫子都不会放肚 看到这一幕 鬼镜前的双胞胎吓得瑟瑟发抖 两人紧紧抱住凌峰 好可怕呀 凌峰也很惊讶 这雷雨天 正是我们在寄照安的最后一晚 看来真正引发寄照安内门惨案的 是这些魏家人 卓琳也很震惊 原来当年还有这样的事情 说话间 鬼镜上的画面再次发生了变化 只见画面来到了一个山洞中 鬼观音已经收集完了所需的妙音图体 然而 就在他飞出山洞时 回头望去 为了保护众人 无奈之下 星竹只能换出鬼灵挡住闪电 而此时的寄照安中 无数位不败的手下已经从后门冲了进来 开始在安中烧杀抢掠 寄照安虽然也有玉鬼师 但是他们人多势众 遗孤们死得死 伤得伤 女人们也是痛哭流涕 有些甚至已经遭到了男人的凌辱 然而就在这时 魏不败突然发动突袭 直接杀掉了青竹的金色鬼灵 受伤的青竹压力俱增 怪出一个鬼灵 现在又折损了一个 第三个还要对付其他人 可恶 我该如何保全寄照安啊 就在青竹思索着 该如何保全寄照安时 魏不败上前一步 居高临下的哈哈大笑起来 寄照安主 你终究还是败在了我手里 一旁的星连满脸笔 有什么好得意的 要不是被你偷袭 安主怎么可能会输 不料魏不败丝毫不在意 成王败寇 谁会在乎用什么手段 等你死了 你这安中的女人 就全都归我了 听到魏不败这话 青竹直接掏出一把 黄金钥匙递给了星连 去 放出鬼话 听到魏不败那嚣张的话语后 青竹下定决心 拿出黄金钥匙递给星连 去 将鬼话放出来 星连有些犹豫 但为了不全大局 还是哭着奔向了 深处的黄金屋 魏不败想要阻拦 却被青竹释放的鬼文法 震拦了下来 很快 所有男人都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向了天空 只见一幅巨大的画卷 在天空中展开 漂浮在纪赵安的上方 下方的众人顿感不妙 一股令人星际的压迫感 迎面而来 就在这时 从鬼话之中传来了一阵 嘶嘶嘶的声音 紧接着 无数条触手从鬼话中涌出 向着纪赵安扑面而去 这些触手开始在 纪赵安内进行无差别攻击 房屋开始倒塌 而被触碰到的人 全都被触手抽去了灵魂 而灵魂根本抵挡不了 鬼话的犀利 顷刻间 无数灵魂都被吸进了 发卷体内 而且这股犀利 不仅仅是针对灵魂 就连他们的鬼灵 也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 魏不败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 这不可能 就在他愣神之际 青竹召回最后一只鬼灵说道 杀了他 黑影得到命令后隐身一身 手动力刃快速划过 然后出现在了魏不败的身后 魏不败当场身死到消 这时星连连忙跑了过来 班主不好了 鬼话失控了 正在攻击自己人 青竹闻言抬头望去 内心顿感不妙 糟了 他瞬间吞噬了太多强大的鬼灵 已经开始无差别的杀人了 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 别说是纪赵安 就连周围城市的数百万人都要遭殃 这时的青竹下定决心 有我在 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随即对着黑影鬼灵说道 用那一招吧 下定决心后 青竹盘膝坐在地上 黑影鬼灵站在他身后 将双手搭在他肩上 青竹口中开始弥难道 地狱无量法阵 不一会儿 一个法阵在身后慢慢浮现 滔天巨浪般的紫黑色鬼气直冲凝消 看到这一幕 继照安中的迷工们全都惊呆了 安主跟鬼灵合体 为了能对付鬼话 青竹研究出的地狱无量法阵 这个阵法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言 并将身体与鬼灵融合 能够爆发出了极其惊人的能量 能量直接打在了鬼话的画卷之上 而这种红归于尽的招式 也让整个继照安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随着一阵强烈的光芒消散 鬼镜中的画面也就此结束 看来 这就是当年的真相 卓宇不禁问道 安主成功控制鬼话了吗 林峰内心沉重 也许吧 但代价却是整个继照安的灭门 片刻后 三人再度向着黄金屋走去 穿过竹林后 三人刚走进小院 就睁大了双眼看着面前 竹林甚至被惊地捂住了小嘴 只因在三人的不远处 竟有一句站着的哭 这是安主的遗骨 看来安主拼死将鬼话关了起来 直到变成了白骨 依旧几十年如一日地守在这里 那么鬼话 一定就在里面了 知道真相后 林峰带着两姐妹 再次来到了黄金屋前 是时候解锁鬼话了 看着身旁的哭骨 林峰想着与清竹的过往 放心吧 等我驾驭了鬼话 你也可以安心了 就在林峰拿出钥匙 准备打开黄金屋的时候 林峰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手伸了回来 等等 现在还不能进去 卓林有些疑惑 怎么了 难道还有危险 林峰解释道 安主虽然拼死封住了鬼话 但鬼话未必被封进了黄金箱里 若是紧紧关进黄金屋 那我们一打开 不就把它放出来了吗 两姐妹立马明白了林峰的意思 况且鬼话实力强大 连当年的安主都有所记忆 现在的我们 能压制住吗 林峰思索了起来 就算我有染血手帕在身 可以保证他不会杀我 但我也阻止不了他离开 他要是出去肆虐 安主的心血可就白费了 所以 驾驭鬼话的关键 是要在不会放出鬼话的情况下 接触到鬼话 可该怎么做呢 林峰看着黄金屋的方向观察了起来 片刻后 林峰有了主意 当即拿出卷尺 并对梁姐妹说道 卓林卓宇 你们帮忙测量一下黄金屋的外围大小 两人也好奇地问道 梁这个做什么呀 林峰回答道 既然无法阻止鬼话离开 那我就沿着黄金屋的外围 再建造一座黄金屋 首先用木头搭起房屋框架 然后在墙面贴上金纸 用金漆将所有的缝隙封死 最后让轩华用鬼纹能力捐刻禁止 只要自己的鬼灵出不去 那别的恶灵同样也出不去 听完林峰的解释 卓林和卓宇同时点了点 这样的话 就算鬼话出了第一层 那也出不了第二层的黄金屋 很快 三人就已测量完毕 接着林峰决定 先将安主的尸骨掩埋 然后在下山去平城购买黄金 可他们刚出纪兆安没多久 就看到不远处有一股蒙烟冒出 等三人过去后才发现 是一位老伯婆跪在地上烧纸 看着林峰三人 老伯婆有些疑惑 你们是谁啊 卓林开口回答 我们是来山里游历的浴鬼师 你老人家怎么会到这么险峻的荒山里 伯婆低着头回应 我有几个故人 曾经生活在对面山上的纪兆安里 五十年前 纪兆安被灭门后 那里变成了禁区 我便每年到这来祭拜 老伯婆刚说完 卓宇就猛地冲到了他面前 等等 我 我好像见过你 深深之中 竟有位老伯婆在烧纸前 不料卓宇定眼一看 直接惊呼地叫出声来 我见过你 你是秦姐姐 听到卓宇的提醒 卓林也反应了过来 真的 我们在纪兆安见过 只是样貌老了几十岁 林峰也有些惊讶 他还活着 当年纪兆安不是灭门了吗 听到林峰他们的对话 老伯婆满心疑惑 你们怎么会认得我 你们跟纪兆安是什么关系 林峰也没隐瞒 不瞒您说 其实我是受安主清竹的鬼灵所拖 来解决鬼话的问题 林峰说着拿出了清竹的御佛珠 老婆婆接过御佛珠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这 真的是 安主的佛珠 反了片刻 老婆婆解释了起来 当年鬼话失控 几乎杀光了所有人 安主用尽了最后一丝力量 将剩下的十余名幸存者传送了出去 而安主独自流了下来 继续与鬼话对抗 我们出来后 再也没听说安主和鬼话的消息 想来恐怕是同归于尽 而安主兵主不 贵家还有大量残倒 活下来的也不可以透露名字 我们便这样隐心埋名地生活了五十多年 可老婆子无能 一想到安主至今还抱失荒语 心里就不是滋味 两姐妹赶忙上前安慰 奶奶别难过 我们已经将安主的遗骨带出来 随后 几人找了一处风水宝地 将清竹的遗骨安葬了下来 就在这时 玉佛珠固然静亮了起来 秦奶奶泪眼婆说 安主 是您吗 凌峰叹了口气安慰道 秦奶奶 安主若是知道你们都平安活下来了 一定也很欣慰吧 忙完这一切后 纪赵安的事情也算告一段落 凌峰三人骑着鬼马 很快就来到了平城 刚进城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围观 这是谁啊 居然在城里骑马 肯定是哪个大人物 负一会 三人来到了平城的玉鬼师协会 然而当工作人员得知 凌峰是来找协会会长后 工作人员直接把他们晾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一位女员工才走过来告诉三人 会长出差了 您改日再来吧 不让女员工转身离去时 心中充满了鄙意 会长也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 可就在凌峰三人准备离去的时候 玉鬼师协会的会长迪正 竟从电梯中走得出来 嘴里还喃喃道 快点快点 总部的大人都要到了 雷正说完 旁边的保安就开始驱赶人群 凌峰却是直接上前 静止走了过来 会长您好 我有事相求 雷正满脸写着不耐烦 凌峰见状 便直接自报了家门 我是来自柳城玉鬼师协会的特派员 雷正先是一愣 对凌峰上下打量了起来 但还是不懈地说道 什么凌峰 没听说过 小屁还吹牛皮都不害骚吗 不料话音刚落 一道声音便随着一阵脚步声 传遍了整个大厅 雷会长 您怎么这么孤陋广闻呢 连大名鼎鼎的柳城英雄 都没听说过吗 凌峰来到平城玉鬼师协会 却被协会会长当成了小屁孩 正当雷正嘲讽凌峰之时 尹锐突然走进了大厅 堂堂平城协会会长 竟然不关心新人的成长 只知道已关仗事吗 听到尹锐的话 雷正被吓得全身冷汗 说话都支支吾吾起来 这小子谁啊 居然连银大人都认识 忽然 尹锐看向了凌峰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尹锐 你可以叫我雷姐 凌峰 一年前我就听说过你鸡腿鬼巢的事件 想不到今天竟然能在平城见到你 真是深感能性 凌峰礼貌地笑着回话 赢过奖了 心里却想着 好有气场的女人啊 应该观之不小吧 而听到尹锐的话 周围的人全都对凌峰议论了起来 居然得到了总顾元老的赞赏 要么是有强大的背景 要么是个超级天才 这时 反应过来的雷正拍了拍凌峰的肩膀说道 瞧我这记性 凌峰呀 我怎么会不认得 少年英雄呀 看向凌峰问道 凌峰 可否方便一起聊一下 凌峰正有此意 我也有事想找协会帮忙 雷正见状 连忙领着两人向办公室走去 众人来到办公室中 得知凌峰是来买黄金的 雷正当即表示 没问题 你需要多少 凌峰直接狮子大开口 一千平方的金纸和五十公斤金漆 不知道雷会长有没有渠道 雷正有些惊讶 要这么多 玉鬼市协会中确实有一些储备金砖 但没有这么多金纸 着急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向六大家族收购 凌峰有些疑惑 六大家族是什么 雷正解释道 平成跟海城不太一样 平成是由六大家族共同执掌的 他们的储备很丰富 不过这需求量确实有点大 而凌峰又询问道 我对黄金的价格不太清楚 雷会长能不能帮忙算一下 雷正想了想说道 全部估计下来 至少要二十亿贡献 不料心中却开始质疑起来 我就不信 你一个矛头小组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这是银蕊开口说道 纯粹用贡献点恐怕还不行 六大家族可不缺贡献点 他们真正想要的 应该是一些有用的鬼器和鬼灵之类 闻言凌峰看了看面板 顿时沉思了起来 身上的贡献点只有十几亿 确实不够全部买下 那就把喧华鬼域之中 那个被坑死的老家伙的鬼灵卖了 当初偷袭我那个地煞急欲鬼是被杀后 他的鬼灵就一直镇压在喧华的鬼域之中 现在羁绊也掉光了 应该能值不少钱 想到这里 凌峰当即拿出鬼灵信物递给雷正 想要他帮忙看看值多少钱 这时盈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神色一动 直接换出了自己的鬼灵 盈蕊吩咐道 痴妹 感应一下这个鬼灵 痴妹接到指令后 只见他转过头去 从他后脑勺处露出了一张猙獰的鬼脸 鬼脸张开血盆大口 吸食着凌峰手中鬼灵之物的鬼气 不出片刻 鬼灵之物中的鬼灵就被他逼了出来 突然盈蕊猛地站起身来 深渊疾 竟然是深渊疾的善灵 而且还是无主的 盈蕊十分惊叹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稀有的宝贝 说话间还将身躯逼近凌峰 看到凌峰拿出了深渊疾的无主善灵 盈蕊顿时惊掉了下巴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稀有的宝贝 说话间开始逼近凌峰 你选择卖掉而不是留为己用 这么说 你已经是地煞级遇鬼师了 凌峰见状点了点头 盈蕊拿着烟斗抬起了凌峰的下巴说道 不错不错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这件事我答应 说罢便将鬼灵之物收入盒中 盈蕊此时心想 一个深渊疾的无主善灵 只要利用的好 不出十年 就能造就出一个地煞级遇鬼师 这样的价值 可不是几十亿贡献点就能求得的 盈蕊将盒子递给雷正 雷会长 交给你没问题吧 雷正当即接过盒子表示没问题 鬼灵之物将安排在三天后进行拍卖 搞定事情后 盈蕊心中一笑 到时候六大家族肯定会抢破头的 正好狠狠地敲他们一笔 而双胞胎姐妹却是尴尬地笑了笑 平成这么多土豪吗 我还以为咱们家已经够有钱了 件事情已办完 林峰也笑着说道 那就多谢雷会长和蕊姐了 这时盈蕊发出邀请 林峰 可否借一步说话 林峰没有拒绝 盈蕊便带着她走了出来 两人来到一处阳台上 盈蕊率先开口 今天阳光真好不是吗 林峰应声回复 我一直觉得你们能人工驱散阴霾 真的很了不起 不料盈蕊却是摇摇头 偷偷告诉你吧 城里的阳光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仅仅是因为这里的人类数量够多 人口密度巨大所带来的效果 听到盈蕊的解释 林峰一愣 竟然是这样 我还以为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盈蕊继续说道 其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为了防止人群聚集引来怼潮 我们只能建立无数道防径 现在有不少人觉得 人类在经历了一百年黑暗时代后 已经重新崛起 甚至可以展开反攻 收复所有师弟 但其实只有顶尖的狱鬼师才知道 人类不过是刚刚这样的脚跟 一个不慎 人类仍然有被覆灭的可能 所以狱鬼师联盟 才会不断地吸收天才进行培养 比如像你这样呢 更何况 你与我一样 都是隐态灵体 全世界现存的隐态灵体 也都不到五名 林峰思索了起来 隐态灵体啊 怪不得他这么年轻 雷会长却对他必攻必尽 不过林峰可不是隐态灵体 他是身怀系统的挂逼 隐蕊又开口说道 林峰 妍妍跟我提起过你 妍妍有些疑惑 连忙询问道 你认识颜会长 妍妍点点头 妍妍作为通灵体 从小被送到总部培养 我带过他几年 说起颜会长 林峰有些想念 从记照安出来后 都没来得及和他联系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隐蕊笑道 妍妍告诉过我 你喜欢自由 不想被联盟约束 这我能理解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到总部来 给我亲自培养 林峰有些无语 我的老师啊 不过说到总部 林峰心绪一动 随即开口问道 妍妍 可否让我亲自去总部看看 再做决定 林蕊文言 脸上露出了一丝 妩媚的笑容 当即答应了下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让罗莉彤彤露出如此表情 就在当天下午 雷正一脸激动来找林蕊 林大人 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六大家族都已经获得了消息 我的通讯器都快被打爆 目前已经有三个家族的主持人 跟我联系 并且想开高价 让我们直接卖给他们 盈蕊吐出一口气说道 果然啊 个个都不怀好意 随即吩咐道 谁也不要答应 让他们等三天 再进行拍卖 另一边 林峰走出浴滚室协会 卓宇就带着一群人找了过来 林峰 木匠已经找齐了 姐姐带着另一批去采满工具了 卓宇开心地说着 我们找到了五个有威望的老木匠 由他们负责拉人 很快就招到了三十人 林峰笑着点了点头 太好了 三十人应该足以完成黄金屋的框架 要求都知道了吗 这是一位老者站了出来 不就是三天内 做一个十五立方的牢固木屋 然后将金纸卡进去吗 放心吧 俺连图纸都画好了 林峰接过图纸看了片刻 便笑着说道 不错不错 卓宇 我准备今晚出趟远门 跟尹瑞一起去玉鬼市联盟总部 放心 我会赶在拍卖会之前回来的 卓宇比了个OK的手势 你放心去吧 平城这边有我们盯着 保证完成任务 这时林峰有些担心 你们自己去记赵安 确定没问题吗 卓宇文眼眨了眨眼 别担心 好歹我也是S级玉鬼师了 而林峰忽然凑过深寻问道 你们是怎么这么快把人找齐的 卓宇低声回答 我给老木匠开了一天五千贡献点的天价工资 而且每拉到一人 还有五百点提成 所以不到一小时就搞定 林峰顿时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想不到你这么聪明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说着便伸手揉了揉卓宇的脑袋 卓宇被林峰这么一搞 一时满脸通红说道 那个 我先带他们准备裁掉去 说完就跑了出去 林峰见状便赶了白手 一路顺风 等卓宇带人离开后 林峰回头望去 吓得直冒冷汗 只见彤彤竟在不召唤的情况下跑了出来 并且还是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两只小手握得紧紧的 林峰看着他这副表情 忍不住挠了挠头 你这表情 该不会是觉得我摸了卓宇的头 吃醋了吧 而彤彤却是死死地盯着林峰 脸上写满了不开心 想到这里 林峰连忙把彤彤搂在了怀中 好了好了 下次不敢了 还是彤彤最可爱 以后只摸彤彤的头好了 对此彤彤抿了明嘴唇 脸颊变得羞红 但还是一副不开心的模样 林峰揉了卓宇的脑袋 静影得彤彤升起闷起来 晚上 林峰来到育鬼市协会 早已等候多时的银锤已经准备就绪 出发吧 只有咱们两个的话 应该明早就能到 说话间 银锐便换出自己的鬼灵 痴魅 打开了鬼域 只见痴魅单手抬起 一个紫黑色的鬼域便出现在空中 林峰见状不仅思索了起来 看样子 还真能用鬼域装着自己赶路 难怪速度这么快 可惜现在彤彤喧哗还做不到 林峰想着 便跟着银锐走了进去 刚走进去 眼前的景象就发生了改变 在他们正前方 有着大量古建筑 这些古建筑连成一片 看上去十分壮观 天空之中也都挂上了灯笼 林峰询问道 鬼域已经开始移动了吗 银锐淡淡地说道 没错 我们已经离开平城了 跟我来 我带你去休息的地方 银锐说着 便带林峰来到了一艘画房面前 两人来到了画房第二层的大厅中 待会你就住船尾的房间 睡一觉就能到了 林峰点点头 随后再次开口问道 对了锐姐 我可以先去黄金监狱看看吗 我想从那里获得一个S级的恶灵 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银锐有些疑惑 不过你都已经是地煞级玉鬼师了 怎么还看得上一个S级的恶灵 不等林峰解释 银锐便抢答说 这个S级的恶灵 肯定有相当的特殊能力吧 林峰没有隐瞒 没错 突然银锐慢慢地靠近林峰 收监狱的恶灵需要联盟攻勋 不过 我可以帮你换出来 你只要好好补偿我就行了 林峰尴尬地说道 那就多谢锐姐吧 林峰到线后联盟转移话题 对了 听说你之前说带过颜会长 她是怎样的学生啊 提到颜会长 盈锐立马缩了回来 捂着小嘴笑了笑 原来是关心起颜艳了 据我所知 颜艳的父母是海城小有名气的狱鬼师 她一生下来 就被送到了联盟总部进行培养 不过他们是从小培养的通灵体 长大后也需要为协会尽义务 自由度肯定不像你这么大 而在所有的通灵体中 颜艳属于资质较好的 也很努力 只是偶尔有点犯傻 再加上人长得相当漂亮 追她的人可不少 算是万人迷呢 据说直到现在 都有很多名门天才去他们家提亲 你可要当心了 听到盈锐最后的早卡 林峰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 最后两人各自回到了房间 刚躺到床上 林峰便拿起通讯器看了起来 当看到是颜会长发来的信息后 林峰心中暖暖了 原来她之前发了这么多条信息 而且一直在关注我的动向 可惜鬼域之中没有信号 等出去后 再给她报平安吧 思索间 林峰忽然想起那个奇妙的夜晚 她这么关心我 是因为那天晚上吗 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 林峰和盈锐两人 便来到了玉鬼市联盟的黄金监狱 收回鬼域后 盈锐回头看向林峰说道 我们到了 黄金监狱就在对面的山里 就这样 盈锐带着林峰走向了大桥另一边 盈锐随即递出了自己的身份牌 玉鬼市看到后连忙鞠躬 由黄金打造的大门便缓缓打开来 这时林峰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终于来到了黄金监狱 可以见到鬼伞的第三个分身了 经历了诸多的磨难 林峰终于可以集齐三把鬼伞 随着黄金大门的打开 林峰跟在盈锐身后 竟发现前方还有一道黄金门 原来作为安保措施最高级的黄金监狱 所有人进入时 都要经过多重认证和生物扫描 等到盈锐通过验证 两人终于进入黄金监狱内 至上而下望去 一条全部用黄金铸造的监狱直通的底 林峰心中不免有些震撼 好壮观 这规模是海城密室的上百倍 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盈锐解释道 外壳有两层黄金墙 加上44层地下监狱平台 总共要差不多800吨 这已经不是贡献点可以计算的 这时 一位面目苍老的老婆婆走得过来 来人正是黄金监狱的总管 林大人 你来了 盈锐联盟赢了上去 握住了薛婆婆的手说道 薛婆婆 您还是这么精神 薛婆婆也是笑着回话 老了老了 再过几年 恐怕也只能去选一个黄金屋进去了 寒暄了几句后 盈锐看向林峰 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说过的林峰 林峰见状连忙和薛婆婆打了声招呼 不料薛婆婆直接上来 一把揪住了林峰的脸颊 好一个大小伙子 长得真帅气 老婆子我要是年轻几十岁就好了 说吧 你要找的鬼是什么样的 林宗揉着脸颊 虽然有些无语 但还是把自己的需求说了出来 她的形态是一把直伞 实力应该是S级左右 薛婆婆思索起来 伞形态的鬼好像有好几个 不过S级的应该只有一个 片刻后 薛婆婆一蹦一跳地来到一处平台 在一个屏幕上输入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 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 说话间 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张油纸伞的图片 林峰一看 就是她 而见林峰确定 薛婆婆当即带着两人走进了电梯 关押她的地方在副11层 突然画风骤变 薛婆婆竟跳起了广场舞 并且还是边唱边跳 搞得林峰和盈蕊面面相去 林峰开口问道 你不觉得这电梯有点慢吗 盈蕊无奈 确实很慢 电梯来到了故事一层 薛婆婆边走边说 事先提醒你 这个恶灵相当特殊 虽然只是S级 但当时一个地煞级遇鬼师 都差点被她杀了 多亏另一个遇鬼师赶到 才将她打败收入黄金箱中 盈蕊有些惊奇 怎么这么厉害 S级与地煞级的差距 可不是简单就能抹平泪 薛婆婆摇了摇头 一把橘色的伞逃了 不知道跟她是什么关系 而且这只鬼对所有人极度抗拒 之前也有几个通灵体想要尝试 但全部驾驭失败了 估计就算勉强驾驭也不可碰 你确定要她吗 听到询问的林峰依旧坚定 赶忙上前说道 我确定 见状薛婆婆也不磨叽 当即就打开了黄金屋 恶灵就在黄金箱中 说吧 她等林峰两人进来 关上了黄金屋后 当即打开了手中的黄金箱 当打开 就有一股绿色的烟雾从黄金箱中飘散而出 紧接着 一把青色的纸伞 飘浮在了半空之中 随着黄金盒的打开 一把青色的纸伞飘浮在了半空中 还不等她有所动作 薛婆婆冷哼一声 青色纸伞下的直冒冷汗 当即落在了林峰的手中 刚一接触 林峰就感觉到 楚空间的橘红纸伞有了反应 看来就是她了 与此同时 系统也传来提示 羁绊任务完成 与鬼伞的羁绊增加 你与鬼伞的羁绊已达到50 可绑定鬼伞 由于鬼伞的特殊性 在羁绊达到150前 不能让三伞合一 是否进行绑定 原来 如果要三伞合一 需要150点羁绊 评分每把50点才会安全 那就先绑定吧 林峰随即进行绑定 绑定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第三个鬼灵 宿主获得了寿命的提升 看到鬼伞在林峰手中一动不动 薛婆婆有些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恶灵竟然毫不反抗 就像是彼此认识一样 这也是奇了 我活这么多年 也从未见过如此平和的接触过程 盈蕊听闻也惊讶了起来 林峰 你让我越来越感兴趣 这时 林峰看向两人问道 鬼姐 薛婆婆 这鬼伞我是不是可以带走了 盈蕊回答道 我已经消耗功劳点兑换出来了 当然可以 可不要忘了补偿优 盈蕊说完 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薛婆婆也递给了林峰一个袋子 这个黄金袋送给你 可以把伞装进来 接过袋子 林峰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突然羞红地问道 对了婆婆 您知道55号鬼灵在哪里吗 盈蕊又哭思笑了出来 你是说盐盐想要的那个恶灵 她连这个都告诉你 薛婆婆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55号的女修罗曾经失控灭过一座城 属于高度警戒的恶灵 能否解封还得看她的造化 说完三人便乘坐电梯离开了这里 而薛婆婆在电梯里又开始扭了起来 两人又一阵无语 下了电梯 盈蕊开口说道 多谢婆婆 以后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薛婆婆叹了口气劝道 小蕊啊 发说你年龄也不小了 如果有心仪的好男人就嫁了 不要学我孤独一生 盈蕊小脸笑着说道 婆婆说笑了 小蕊才不稀罕男人呢 又寒暄了一回 林峰两人才离开黄金监狱 来到外面 林峰询问道 蕊姐 我们现在去与鬼师连忙吗 听到林峰询问 盈蕊回头说道 你才收获鬼灵 身体能坚持住吗 还是先到我家歇歇吧 看着他意味深长的笑容 林峰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男寡女共处一世 美女还一脸娇羞的样子 少年能否管得住自己的小兄弟呢 就在刚刚 林峰成功绑定第三只鬼灵 然后跟着盈蕊来到了他的住处 此时的盈蕊眼神迷离 哎呀 就是那样 不要停 一旁的林峰手持木棍 不停搅动着池子里的东西 林峰不精寻问道 你确定这玩意可以用来泡澡吗 盈蕊见状笑了起来 当然 这座山底的泥浆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尤其是黄金 听到是黄金 林峰不可置信地抬头 而见林峰一脸疑惑 盈蕊微微笑道 呼漏广闻了吧 黄金不但可以护肤抗氧化 还有美白安神的作用吗 听到他的解释 林峰顿感无语 人家拿黄金救命都紧缺 你居然用来护肤 先回房休息了 可他还没出门 坐在浴室台上的盈蕊就喊住了他 林峰 要不要来一起洗啊 见着那曼妙的身姿 林峰怎能受得了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来 心里还在吐槽 这个世界的女人和女鬼都很危险 回到房间后 林峰缓和了刚刚的激动 从黄金带中拿出了青色纸伞 刚一打开 青色纸伞就撑开散身 将林峰拉进了鬼域之中 林峰再次进入了这片空间内 你好 你跟之前的两把纸伞是同一个对吗 听到林峰的询问 青色纸伞当即点了点头 林峰见状思索起来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和彤彤喧哗一样 也能变成人形 便开口问道 你们除了伞形 没有别的形态吗 文言青色纸伞开始扭动 竟在空中写起字来 不一会 一个盒子浮现在林峰面前 可 是只要三伞合一才会有人形吗 听到林峰的话 青色纸伞开心地转起了圈 我记得三伞合一的要求是150点羁绊 那就先刷刷日常羁绊吧 林峰从储物空间内掏出鬼域碎片 开始升级起纸伞的鬼域 伴随着鬼域碎片的使用 纸伞的鬼域开始不断扩大风附 羁绊纸也蹭蹭蹭地往上涨 片刻过后 鬼域的扩展已达到上限 总羁绊也来到了72点 还有些什么能做的吗 看着转圈圈的鬼伞 林峰思索了片刻 忽然眼前一亮地盯着纸伞 青色纸伞刷是吓了一跳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忙碌了一夜的林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原来是给纸伞们擦了一夜的伞身 细笔提示 你与鬼伞的羁绊已达到100 是否选择二伞合一 听到系统的提示 林峰当即选择同意 青色纸伞和狙虹纸伞从储物空间中飞出 两股鬼气直接缠绕在一起 变成了一把金色的纸伞 等级也从S级升级到深渊一阶 林峰很是激动 果然升级了 不错不错 不枉我刷了一晚上的羁绊 这时 盈蕊敲门走了进来 靠在门上询问道 怎么样 新鬼灵没添什么麻烦吧 而林峰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鬼姐 我已经驾驭她了 什么 已经驾驭了 盈蕊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峰 就算是她自己 驾驭一直比自己等级低的恶灵 也得要一周时间左右 她竟然一个晚上就搞定了 压下心中的震惊 盈蕊不思一笑 你果然不是一般人类 说罢便邀请林峰 走吧 去总部逛逛吧 什么 林峰又要被迫装逼了 顺利升级鬼伞后 林峰跟着盈蕊 来到了黄金监狱旁边山头的宫殿 这里就是一石大殿 而下方的基地 就是遇鬼市联盟总部了 有人认为 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人不多 山脚下的小镇 也是为了维持总部日常生活而设立的 说话间 两人便来到了小镇上 小镇的街道两旁树立着一尊尊雕像 怎么样 总部没让你失望吧 听到盈蕊的询问 林峰赞叹道 不愧是总部啊 随即看向一尊雕像说道 这位就是当年一举斩杀两个噩梦集 救了整个东部的那位遇鬼师雷文吧 不错 那一战后 整个遇鬼世界都为之动容 盈蕊刚说完 一名遇鬼师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您大人 您刚好在这 快去看看吧 天极般的尹峰和梁康 要上升死台决斗了 盈蕊听完 神色变得冷淡 这帮自命不凡的小崽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人类的命运就要交给这群人了吗 随即带着林峰走了过去 生死台上 两名少年已经召唤出了鬼灵 并开始互放狠话 梁康 戴灵是我了 你休想抢走 今天我就要你颜面扫地 以后再总部永远抬不起头来 听到尹峰的话 梁康不屑地冷哼道 颜面扫地的人是你了 最好赶紧叫你家人 给你买个新鬼灵吧 听着两人的对话 下方的戴灵则神色平静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 正当尹峰和梁康即将动手之时 尹蕊带着林峰走过来 学生们主动地让出一条路来 尹峰梁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是二十岁年龄段 最出色的两个人吧 尹蕊直接破口大骂 想不到你们为了一个女人 竟然在这相互厮杀 联盟真是白培养你们了 还真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吗 实话告诉你们 就这种实力 我随便找个同龄人都能碾压你们 两人很是不情愿 却也不敢反驳 看他们不服气的样子 尹蕊直接看向了林峰 林峰 把你的鬼灵换出来 林峰虽然有些无语 但还是把彤彤换了出来 彤彤刚一出现 在场的所有人都蒙了 深渊疾 竟然是深渊疾的善灵 他的鬼灵竟然比我的还强 这时有人突然喊道 林峰 那人是林峰 联盟官网上写着 他是武纪特派员 而且才19岁 此时的梁康还是不服气 谁知道这个鬼灵 是不是买来的呢 不料一旁的尹蕊 却颤颤巍巍地指着他说道 你身后 话音未落 深渊一阶的鬼伞展开散身 释放出了强大的威压 直接把下面的梁康 吓得哇哇大叫 这个男人又在装插 林峰换出了深渊疾的 童童和鬼伞 这直接惊呆了周围的学生 我的天啊 这人竟然有两个深渊疾鬼灵 吓得瘫倒在地的梁康连忙求饶 尹蕊见到鬼伞 顿时有些惊呼 这鬼灵不是S级吗 怎么就变成深渊疾了 内心更加疑惑起来 林峰啊林峰 你身上还藏着多少秘密 此时 一旁的带灵巍问道 尹老师 他真的才19岁吗 尹蕊点点头表示没错 回头训斥台上的两人 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两人急忙道歉 对不起尹老师 尹蕊随即说道 身为国家栋梁 却不好好学习 整日就知道内耗争斗 每人扣500学分 台下的带灵也扭头离去 只留两人在那里出气 教训完两个为女人 争风吃醋的少年后 尹蕊带着林峰来到了一处餐厅 怎么样 对总部印象还好吧 林峰点点头 这里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可是并不适合我 尹蕊问道 怎么说呢 林峰解释道 我从小在逆境中成长 过不惯这种优渥的生活 再说以我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对抗大不可威胁城市的恶灵了 没必要为了自我提升而放弃战斗 原来如此 尹蕊赞同的点点头 你说的也对 受难的百姓仍就一个是一个 远比升级重要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比我想的还要深入 真是令人佩服 林峰尴尬的笑了笑 蕊姐过奖了 那我以后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还能请教你吗 当然可以 尹蕊答应一声 随即又说道 我今晚要跟随车队 布送一个重要物品 到平城大概要两天时间 你要是不嫌慢 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林峰没有拒绝 当即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的寄照案内 卓宇收到了林峰发来的信息 姐姐 林峰说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明天就能赶到 卓琳也开心地回应 那正好 嗨曼会就在明天下午 我们这边也快完工了 与此同时 几辆全副武装的汽车 行驶在前往平城的无人区中 车内林峰打着哈欠 无聊地看着窗外 开了一整天了 也没碰到什么像样的恶灵 看着一旁的银蕊 瑞姐也是够能睡的 叫他来护送确实浪费了 就在林峰无所事事的时候 汽车突然来到个急杀 一个不留心 林峰差点撞到前面的座椅 这时 副驾驶上面的浴鬼师 看向了银蕊 银大人 鬼巢来了 只见不远处 无数的恶灵正在朝车对聚集过来 他们死死地紧盯着其中一辆货车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 正在吸引着他们 男人正在窗前发呆 不料汽车突然来到个急杀 让林峰差点撞上前面的座椅 只见不远处出现了无数恶灵 他们紧盯着其中一辆货车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 正在吸引着他们 众人连忙下车 林峰 我会防着深渊一阶以上的 剩下的高阶恶灵就交给你了 林峰文言表示没问题 与此同时 车队的其他遇鬼师也已经换出鬼灵 摆好驾驶准备抵挡进攻 见他们不需要帮忙 林峰骑着鬼马 将三大鬼灵全部换出 来得正好 喧哗升级还需要经验 同时可以试试鬼伞的能力 不等林峰吩咐 红红喧哗直接冲进了恶灵群中 一瞬间 就已出手斩杀了几只恶灵 见状鬼伞不甘示弱 无数把金色直伞从身上分裂开 朝着恶灵群冲了出去 紧接着 一连串的爆炸声就响吹云霄 鬼伞的群体攻击威力果然强大 看到这一幕的遇鬼师们都惊呆了 那是什么东西 一大片恶灵被全部消灭了 而林峰也有些惊讶 群攻居然这么好用 用来对付小鬼真是再好不过 突然 一名遇鬼师被恶灵偷袭 不仅自身鬼灵被斩杀 就连他自己 也即将命丧黄泉 这时鬼伞突然出现 直接将恶灵机飞了出去 林峰呼唤喧哗 喧哗随即闪身出现 出现的瞬间 无数的红色丝线就从衣袖中射出 死死地缠在了恶灵的身上 只见一阵爆炸声 恶灵便被原地撕成碎片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你的鬼灵喧哗可以升级 是否选择升级 听到系统提示 灵中关系的选择升级 升级成功 等级提升为深渊一阶 羁绊增加 宿主身体素质强化七倍 看着这触目惊心的战斗 旁边的狱鬼师们目瞪口呆 拥有三只深渊级的鬼灵 不仅没失控 还配合极好 他是怎么做到的 片刻后 银蕊从鬼狱中走出 我那边的也搞定了 可以继续进城了 第二天一走 车队就来到了平城狱鬼师协会 在后方的一处空地上 几名狱鬼师围了过来 郑重其事地从车内卸下一口棺材 林峰疑惑地问道 鬼姐 这护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引来这么大波鬼巢 银蕊对此笑了笑 嘘 这是机密 是什么样的棺材 竟要让地煞级狱鬼师前来护送 对此林峰猜测到 能引来深渊极恶灵的争抢 而且用黄金和符咒严密防护 想必是某样很厉害的鬼器吧 银蕊却是捂着小嘴说道 答对一半 但我不能透露更多了 以后若是有机会 你自然会知道 这时 一名狱鬼师过来报告 银大人 拍卖会已经开始了 这边有请 等到两人来到拍卖会时 现场有不少人正在喊价 火出一亿 一亿千万 一亿两千万 见到银蕊 雷正联盟赢了过来 你们来得正好 现在的竞价是除了精止精气 愿意额外出贡献点的 看着现场的人群 盈蕊不禁感慨 无主的深渊及善灵 果然很抢手 平成的六大家族都来了 就连周边的一些城主 也敢来参加 就在主持人的锤子 即将敲下之时 二楼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我出十个亿 主持人先是一愣 随即高喊道 二楼的先生出嫁十亿 凌峰顿感惊奇 十亿 居然直接嫁了八亿 雷会长 那人是谁 听到凌峰的询问 雷正抬头望去 带看青来人后说道 这人是东北魏家的子嗣 叫魏光耀 地煞一阶的玉鬼师 听到东北魏家 凌峰心绪一动 难道是当年杀上 纪兆安的那个魏家 此时盈蕊问出了 凌峰心中的疑惑 是那个曾经试图 称霸平成的东北王 雷正表示肯定 当年东北王为不败 栽在了纪兆安手上 魏家顿时群龙无首 至此退回东北 凌峰开口问道 雷会长 你对魏家很了解 这个魏光耀是什么来头 雷正顿时笑嘻嘻地回应 这个东北王 应该是这魏光耀的爷爷 不过这个家族有点特殊 每一任城主 都有几十个女人 生了一百多个孩子 听完雷正的解释 尹蕊和凌峰 都是目瞪口呆 一百多个 这不纯纯的超级大种马呀 不是说欲鬼师 难生欲吗 这得花多少时间造人啊 见两人这副模样 雷正解释道 这也是大家族 为了增加通灵体概率的手段 比如魏光耀 就是难得的天才 此次前来平成 据说是来寻找他爷爷海谷的 只是半途得到了拍卖会的消息 就顺便过来参加了 文言临峰骗的魏光耀一人 魏不败的海谷还在寄照安理 不过应该没这么快能找到 得赶快把鬼化的事办了 免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此时拍卖场中 一个欲鬼师开口了 十亿三千万 可他刚说完 楼上的魏光耀就直接加到了二十亿 但平成六大家族不想让鬼 当即有一个人加到二十亿 然而 魏光耀直接出口三十亿 还叫嚣地在那喊话 谁出的比我高尽管拿去 今天这五主善灵我是要定的 主持人听到三十亿 都开始惊掉下巴 拍卖场也热闹起来 随着主持人落下锤子 场中的人再也没有加价 最终这只五主善灵 落到了魏光耀的手中 六大家族的人都开始破口大骂 真是野蛮至极 随后愤然离场 魏光耀看着他们脸色阴沉地笑了起来 平成人就是蠢 这点小钱根本不算什么 等我找到爷爷的海虎 一定要一穴前耻 让你们见识见识魏家的实力 这边 尹蕊和凌峰都快笑疯了 这小子虽然鲁莽 但的确送了不少钱 也算好人好事了 天色危暗的寄照安上方 凌峰把需要的东西 用运输机运了过来 卓宇看到了空中的凌峰 惊奇地叫出声来 魏姐 麻烦你亲自送一趟了 尹蕊笑了笑 别客气 姐姐会替你保密的 凌峰当即跳到集装箱上 和集装箱一起下降 刚下来 卓琳和卓宇就跑了过去 凌峰 你终于回来了 一切顺利吗 凌峰笑着打开了集装箱 当然了 精纸精气都在里面 太好了 这边的木屋框架也完工了 黄金的部分 如果现在开工 明天就能完成 得到确切的答案 凌峰有些兴奋起来 大家辛苦了 夜晚 在季兆安的临时工棚中 正在熟睡的凌峰 忽然感到一阵温热 凌峰猛地睁开了双眼 等等 喧哗怎么会有体温 就在他疑惑之时 一道声音在一旁嘟囔起来 这是一只小手 捏了捏凌峰的胸口 姐姐 你怎么硬邦邦的 听到声音 凌峰猛地低头望去 才发现身边之人 竟是卓宇 他怎么会跑到我的床上来 而且还睡着了 凌峰可是个正经人 当即小声喊道 可被喊醒的卓宇 根本不敢睁开眼 内心小鹿乱撞 糟了 我出门喝水 竟然走错房间了 现在该怎么办呀 凌峰随即起身询问道 卓宇 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 这时卓宇也不知 哪来的勇气 睁开眼指示着凌峰 其实 我和姐姐都很喜欢你 说完不给凌峰反应的机会 樱桃小嘴就直接凑了过来 一口亲上了凌峰 随后在凌峰懵圈的状态 捂着羞红的脸颊 急忙离开了这里 不得不说 凌峰这个小老弟 还是把握不住机会啊 第二天一天 凌峰和卓宇 就来到了黄金屋的门口 至于卓宇嘛 懂得都懂 两人走进第一层黄金屋内 外壳搭好了 现在差最后一步 凌峰当即换出了轩华和彤彤 轩华负责用鬼门加固黄金屋 彤彤则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从黄金屋中出去 再看到彤彤白手表示出不去的时候 凌峰看向卓宇说道 卓宇 你在外面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进入纪照安 卓宇答应一声 便关上了黄金屋的大门 等他走后 凌峰当即打开了第二层的黄金屋 终于又要见到鬼话 当凌峰把门拉开后 鬼话并没有冲出来 凌峰有些疑惑 难道鬼话没在外面 是被封进了黄金箱子里吗 凌峰想着 伸手按在了黄金箱上 可就在这时 凌峰感知到身后有东西 连忙转身探取 这时鬼话突然出现 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凌峰根本来不及抵挡 当即就被吸进了鬼话中 再次来到了画中世界 凌峰踏进了第二层黄金屋 不料却被鬼话偷袭 再次进入了鬼话世界中 这时 系统传来提示 鬼话羁绊任务开启 羁绊任务一 找到鬼话真身 正当凌峰思索着 该去哪寻找时 一个女人的求救声 引起了她的注意 作为三好青年 凌峰岂会坐视不管 只听见啪啪啪的暴揍声 凌峰三两下就把人渣 踩在了脚下 男人立马求饶起来 大人别杀我 我们只是凤卫家的命令抓人 没对他做什么 凌峰吻哼一声 又是卫家 看来这里是鬼话记忆中的平城 暴揍了人渣后 凌峰边走边思考着 这时的鬼话应该还没死吧 真身会是什么样的吗 我记得安主曾经说过 鬼话的名字 好像是叫姜薇 总之 先四处逛逛吧 凌峰想着 便走上了旁边的公交车 刚上来 售票员就向他索要车费 凌峰有些发愣 下意识地拿出了自己的通讯器 而售票员却是疑惑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请给钱好吗 闻言凌峰才反应过来 这个时代还没有发明出贡献点之父呢 见凌峰呆愣在门口 售票员不耐烦了 当即挥手要赶凌峰下车 可就在这时 一只戏长地手夹着一张钞票地给了售票员 我来给他付吧 见状凌峰扭头道的生谢 但却直接呆愣住 只因他眼前的这个女人 正是寄照安主的表妹姜薇 系统传来提示 找到鬼话真身 任务完成 就在凌峰愣神之时 姜薇上前挥了挥手 你怎么了 听到姜薇的话 凌峰赶忙摇了摇头说道 喂 没什么 谢谢你 姜薇笑了笑 走到了另一位女人身边坐了下来 看着她的背影 凌峰心中有些惊讶 她就是姜薇 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想着便来到两人身后坐了下来 开始利用自己的听力听了起来 姜薇 真的要去吗 那些人可是欲鬼吃啊 你如果害怕了 可以退出 但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在里面 我不可能任由她们被领祖 短发女人连忙否认 我也不是真的要退出 这时 一旁的丹马尾女人说道 放心吧 我们按计划行动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听着她们小声的交谈 凌峰不免陷入了沉思 她们这是想要凭一己之力 去救那些被魏不凡圈养的女人吗 我记得姜薇也被囚禁在魏家过 而且还自尽 难道现在就是她临死前的经历吗 车辆来到一处公交站 见姜薇几人下了车 凌峰赶忙跟了上去 由于三人都是普通人 所以根本没发现后面有人跟踪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一堵院墙的面前 相互借力翻过院墙 进入了一座庄园内 看来这里 就是魏不凡的所在之处 三人躲在一处草丛中 而在他们面前 有着几个狱鬼狮聚集着 坐在中央的 正是魏家二当家魏不凡 这时 一个被魏不凡轻薄的女人当场扑了 见状魏不凡一巴掌将其扇飞了出去 但起身就向个女人拳打脚踢 见到这种场景 恨不得直接冲过去 而远处的林峰 也被这情形震惊住 看到魏不凡正在殴打女人 草丛中的三人气愤无比 眼看同伴要拿着匕首冲出去时 姜薇赶忙拉住了她 别冲动 记住我们的任务 不知打了多久 魏不凡似乎打累了 领着两名手下离开了这里 至于那个女人 早已被打得晕死了过去 见他们走后 姜薇觉得现在正好是个机会 打算从下水管道的入口进入 从那里直接通到地牢 趁着夜色前进去救人 然而 正当三人准备进入下水管道时 一束明亮的光线照在了他们的身上 不好 被发现了 三人脸色大变 准备起身离开这里时 魏不凡就带人堵住了他们 美女要去哪呀 就你们几个 还想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救人 真是胆大包天 很快 许多魏不凡的手下都围了过来 团团将他们围住 见四面八方都无法逃脱 三人纷纷拿出匕首 姜薇更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忽然 林峰的系统传来提示 鬼话羁绊任务二 阻止姜薇自杀 并成功带她逃离 听完系统提示 林峰有些意外 姜薇竟然直接选择了自杀 系统你倒是早点说呀 林峰抱怨了几句 赶忙朝姜薇的方向冲了过去 可这时的姜薇已经把匕首架在了脖子上 没有意外 姜薇抹了自己的脖子 直接当场死亡了 然而 就在姜薇死亡的瞬间 整个世界以极快的速度开始碎裂 又快速地重新组合到了一起 当林峰再次睁眼时 周围的环境发生改变 这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又回到了这里 就在林峰猛逼的时候 一道女人求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林峰扭头望去 这是之前出现过的那帮人 难道说 霸中的世界被重置了 看着系统的羁绊任务也重置了 林峰也不得不相信 看来只要任务失败 经历的剧情就会重新开始循环 必须一次性通关吗 想了想 林峰当即来到车站等待着姜薇 果然几分钟后 姜薇和同伴来到车站上了公交车 林峰跟上去后 同样下意识地拿出了通讯器 同样被售票员冷嘲热 姜薇同样帮林峰解了围 看来不论怎样 姜薇都会出手帮忙 真是一个善良的妹妹 什么情况 鬼化世界竟然被重置了 这确定不是从零开始的 异世界生活的剧本吗 看着姜薇帮自己交费后 林峰当即坐在了姜薇的旁边 想要借此机会套一些消息出来 随即开口说道 我第一次来平城 还不太会坐公交车 姑娘见笑了 姜薇笑着回应 没什么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我叫林峰 是从海城逃难过来 投奔我一个育鬼师表姐 我姓姜 父母也是育鬼师 只不过前阵子执行任务的时候 牺牲了 林峰文言一愣 抱歉姑娘 林峰心里想着 原来她也是育鬼师的后代 不过她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这样去对抗魏家 简直是以卵机事啊 不如直接劝他们别去了 想到这里 林峰开口问道 你们这是要去哪呀 姜薇支支吾吾地说着 嗯 我们是去吃饭 对 今天朋友生日 姜薇说完还尴尬地笑了笑 文言林峰暗自冷笑地劝道 听说最近有一伙恶霸在平城抓女人 你们还是别出门比较好了 可姜薇却打断了她 没那么夸张了 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了 现状林峰又来了套风水学说 今天是大凶之日 既出行 既开工 不料姜薇根本不信 那是封建民信了 见她这副模样 林峰只能尴尬地挠了挠头 看来这妹子是趋一决 根本劝不动她 公交车到战后 姜薇挥手和林峰告别 带着同伴下了公交车 随后便是魏不凡殴打女人 三人静下水道士被发现 最后被遇鬼师们团团围住 而林峰选择直接冲进去 还大声地吼叫道 放开那女孩 让我来 林峰直接跳到了姜薇身旁 随即打起了招呼 姜小姐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 姜薇看着林峰的出现 瞬间有些发猛 而魏不凡却耻笑了起来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个没长毛的小子 然后当即下令 兄弟们 给我杀了他 话音未落 所有人都换出了各自的鬼灵 就在恶灵嘶吼着 冲到林峰面前的时候 红峰瞬间出现 一爪子将恶灵撕成了两半 不料下一秒 鬼化世界再度快速破碎 林峰又一次猛逼起来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 又回来了 就在刚刚 红彤一击便将鬼灵斩杀 不料画面一转 林峰再次回到了原地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任务失败 鬼狱重置 提示 不可召唤其他鬼灵 林峰陷入思索 好像当初在喧哗的记忆鬼狱中 自己确实没有召唤过彤彤 难道说 鬼灵有可能会造成回忆世界的失衡 无奈之下 林峰只能寻找其他办法 一次 他提前干掉了魏宅的守卫 避免姜薇等人被发现 不料姜薇三人刚跳进下水道 就被地牢里的浴鬼师发现了 又一次 这次林峰打算直接绑架姜薇 不让他去和同伴会合 然而刚捂住姜薇的樱桃小嘴 世界又再度破碎 系统提示 不能绑架姜薇 延续尝试了几个方法后 林峰最终都会被送回原地 此时的林峰备受打击 心里满是瓢泊大力 无奈的他 再次来到了姜薇被包围的时候 林峰此时想着 最后的方法 就是和这群人硬杠 可这些浴鬼师全都是C级以上的 全凭身体素质真的能做到吗 黄金剑和鬼甲 鬼灵虽然不能出来 但鬼甲和黄金剑说不定能使用 果然 在林峰拿出鬼甲和黄金剑后 鬼化世界没有重置 随即再次跳入人群中 当看见林峰时 姜薇还是一脸惊讶 魏不凡同样招呼手下换出了鬼灵 但这次林峰并没有坐以待毙 反而直接冲了过去 林峰的身体被系统强化过很多次 所以这些鬼灵的攻击路径 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瞬间 一只鬼灵就被他一剑劈成了两半 三人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念露呆滞 好 好厉害 突然一个老六就搞起了偷袭 一刀刺向了林峰 可老六根本想不到 林峰的鬼甲 竟有着反弹攻击的特性 没有意外 老六当场被送去了地狱 利用这两件鬼器 林峰大杀四方 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这些人全都去见了阎王 看着这等场景 魏不凡直接吓尿了 连忙开始求饶 不过林峰没给他任何机会 直接一剑将其击杀 随后拉着姜薇的手离开了这里 而系统团来提示 任务完成 鬼话羁绊增加 逃跑途中 姜薇连忙说道 魏家的眼线遍布全程 为了防止他们的暴露 先去我家躲躲吧 就这样 林峰来到了姜薇家中 两人便聊起天来 风波消退前 你先在这里住下来吧 姜薇笑着说道 钱也不用担心 父母给我留了不少 够我们用很久了 看着姜薇的表情 林峰突然有种被包养的滋味 感觉还不错 这时姜薇走进洗手间 准备先洗个澡 而林峰则开始思考起来 不知道接下来 系统还会发布什么任务 可在她沉思的时候 洗手间突然传来了 姜薇的尖叫声 啊 有鬼啊 林峰当即起身 猛然推开了 洗手间的房门 有鬼 在哪里 看到姜薇颤颤巍巍地 指着房门的背后 林峰赶忙向旁边望去 一个黑色的鬼影 赫然就在旁边 女孩正准备洗澡 却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 有鬼啊 林峰闻言连忙赶过去 不料一个黑色的鬼影 赫然就在旁边 还不等林峰反应 黑影就朝姜薇冲了过去 林峰刚要动手阻止 却看到那个黑影 竟然是祭照安主清竹 系统传来提示 鬼话羁绊任务3 带姜薇躲避 祭照安主的追杀 而林峰愣神之际 清竹已经一早 击穿了姜薇的胸膛 直接当场毙命 姜薇一死 鬼话世界又开始了破碎重置 对此林峰表示无语 怎么老是在最紧急的时候 才发布任务 而且 安主为什么要追杀姜薇呢 等到再次击杀魏不凡等人后 林峰决定直接离开平城 先到郊区的小镇去躲避 可等他们开车来到黄金门时 林峰直接愣住了 只因为黄金门外 竟然是一片虚空 这代表着 鬼话的鬼鱼世界只有这么大 就在这时 姜薇提醒林峰 他 他又来了 恶灵状态下的清竹再次袭来 吓得其他两人哇哇大叫 无奈之下 林峰只得跳到车底 准备自己出手阻止清竹 但清竹仅仅是出手打出一击 林峰就被打得倒飞了出去 没办法 林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清竹一掌把面包车拍得粉碎 任务又一次失败了 林峰无奈 溜得再来一遍 重新来到救出姜薇的时候 林峰觉得要想完成任务 必须先搞清楚一些事情 于是询问起了姜薇 姜姑娘 你是否知道纪兆安 姜薇回答说道 纪兆安主是我的远房表姐 我们并不相处 得到想要的信息后 林峰差那间眼前一亮 明白了过来 来追杀姜薇的 根本不是鬼话的回忆 而是真实的清竹 因为清竹曾说过 他用了特殊方法来压制鬼话 所以这个鬼谕事件 就是清竹为了困住鬼话 而设计出来的 而鬼话是打算借助林峰之手 来摆脱清竹设下的限制 只要林峰救出本该死亡的姜薇 那便打破了这个世界原有的设定 所以才会出现清竹的鬼影 想要杀死姜薇 来试图修复这个漏洞 想通这一点后 林峰终于知道 该如何救下姜薇了 了解了事情的起因后 林峰下意识地拍了自己的脑袋 搞得姜薇有些懵圈 突然 林峰搭着姜薇的肩膀说道 姜薇 我知道该怎么救你了 随即带着姜薇 来到了平成育鬼师协会的修建现场 这时的平成育鬼师协会 才刚刚成立不久 姜薇和清竹还不知道这里 随后 林峰找到了地下的黄金仓库 虽然仓库四周都涂满了黄金漆 但是鬼影清竹实力强大 这里的黄金漆未必有效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林峰从储物空间内拿出一个黄金袋 想把姜薇装在里面 用于隔绝他的气息 姜薇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听从了林峰的分数 现状 林峰又拿出了几袋氧气 并让他坚持到明天早上 随即将开口封住 做完这一切后 林峰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 几个小时过去 都没见到鬼影清竹的身影 看来是计划奏效了 中途姜薇想要出来透下气 却直接被林峰一巴掌按了回去 时间快速流逝着 转眼间又过去了几个小时 当一缕太阳照射下来 系统传来提示 鬼化羁绊任务三完成 随之 鬼化世界也再度支离破碎 随着任务的完成 林峰猛然睁开眼睛 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黄金屋中 就在林峰反应过来时 系统再次发布任务 鬼化羁绊任务四 带鬼化离开并放他自由 看着鬼化的羁绊已经有三十多了 但为了出现不可控的威胁 林峰决定先把他放进黄金箱中 过一段时间再将其放出 反应到林峰的打算后 鬼化欣然接受 当即收回话卷落入了黄金箱中 见他如此听话 林峰满意地笑着说道 走吧 带你去看看几十年后的视频 不料刚打开黄金屋 林峰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嘈杂声 此时的祭照安歪 卓琳开口说道 你要的海谷就在这里 但是祭照安谁也不能进 镜头一准 原来是魏光耀来找魏不败的孩子 被卓琳卓宇拦住了 魏光耀嘲讽道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我爷爷的孩子 再说 祭照安又不是女家 老子想进就进 一旁的小弟连忙附和 魏少说的没错 这山头已经被我们围住了 别逼我们用墙 眼看几人就要强闯 俩姐妹当即换出了鬼灵叙事待发 你若非要这样 我们也没再怕 手下们感受到恐怖的鬼气 顿时吓得直冒冷汗 这气息是S级鬼灵 他们俩居然这么强 见手下们有些惊恐 魏光耀却是兴奋无比 小妞脾气挺倔 那本少爷就满足你 兄弟们给我上 就在这时 灵风居高临下的大声吼道 我看谁赶上 看见灵风出现 两姐妹都是满脸欢喜 而魏光耀却是满脸不爽 这小子是谁啊 听到询问 一名狱鬼是赶忙回答 少爷 他好像是从海城来的灵风 听说是最年轻的S级通灵体 闻言魏光耀朝着灵风说道 灵风是吧 带着你的两个女人让开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见他如此嚣张 灵风岂会客气 当即上前一步 来到了他面前指着说道 想进去行啊 你我单挑 只要你能够打败我 你就可以进去 见灵风比自己还猖狂 魏光耀怒火中烧 当即答应了下来 好啊好啊 小子这么猖狂 待会分分钟让你哭着叫爸爸 道士可别怪我 掉了你鬼灵的姓名 见对面直接答应 灵风也是暗自冷笑 正合我意 完了完了 灵风跟人杠上了 就在刚刚 灵风为了阻止魏光耀进入纪照安 直接对其发起挑战 随后两人各自向后退 其他人也连忙散开 给两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魏光耀率先换出了鬼灵 深渊一阶扇灵惊雷 S级恶灵海湖 灵风也不磨叽 当即换出了鬼伞喧华和彤彤 鬼伞率先冲了过去 彤彤和喧华紧随气后 纷纷加入了战斗 仅仅几个呼吸 三大深渊及鬼灵一同出手 魏光耀的鬼灵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眨眼间就被瞬间秒杀 旁边的小弟们纷纷惊恐不已 怎么回事 刚刚发生了什么 魏少的鬼灵怎么没了 魏光耀此时也蒙圈了 三 三个深渊疾 这怎么可能 你你 你欺负人 损失两个鬼灵的魏光耀 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连战都占不了 就在快要倒下去的时候 身后的手下们扶住了他 灵风则是冷冷说道 你从未问过我的鬼灵级别 就敢和我比试 愿赌不输吧 顶着流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的理念 魏光耀狼狈地逃离了 边走还边怒吼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等他们走后 两姐妹来到灵风面前 卓琳开口问道 怎么样 鬼话拿到了吗 灵风点点头说 这两天辛苦你们了 没什么了 看到你平安无事 我们就很开心了 卓琳一脸开心 卓宇则是满脸通红 似乎还在想着昨晚的事情 灵风见状轻轻一笑 好了就下山吧 我送你们回海城 随后 灵风三人骑着鬼马 来到了平城的粮食小镇 而街道上的人看见灵风 纷纷议论了起来 听着他们的议论 灵风有些疑惑 怎么回事 这些人怎么都认识我的 见此卓琳拿出通讯器解释道 原来刚刚灵风打败魏光耀的视频 已经被人发到了平城快讯的论坛上 由于六大家族在拍卖场上吃了亏 见到这种事情 肯定要狠狠地嘲讽一番 就在这时 隐蕊突然发来了视频通话 灵风 联盟有点是需要你帮忙 平城的东部 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狡猾的恶灵 而且还是深渊一阶子 恶灵已经杀了不少要塞的御鬼师 我这边暂时抽不出人手 能不能麻烦你去解决一下 灵风没有犹豫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毕竟彤彤他们还缺不少经验才能升级 正好顺路解决 随即对着梁姐妹说道 卓琳卓雨 回去之前 我们先去做个任务 招呼一声 便朝着平城东部急驰而去 接到盈蕊的请求 灵风三人来到了平城东边的要塞 并找到了对接的御鬼师 这只恶灵的外表是个鬼童 非常善于躲藏逃遁 我们的地煞及御鬼师都追不到他 只从他身上夺下这个诡异碎片 灵风点点头地接了下来 梁姐妹则开口说道 没问题 我们的鬼灵擅长追踪 搭配林风的实力 一定没问题的 随后林风跟着梁姐妹的指引 朝着目的地奔驰而去 可就在这个时 一处墙角下 有个人正在监视着林风 见林风已经出发 拿起通讯器说道 报告少爷 林风已经前去追击鬼童了 另一边 听到男人的话 魏光耀身边的女人笑着说道 魏少料事如神 这两天南方防线吃鸡 遇鬼师联盟肯定抽不出手 果然找上了林风 魏光耀得意地说着 这林风害我损失惨重 不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可不解气 他们拿了鬼童身上的东西 应该能诱骗他们过去 到时候在荒郊野外被击杀 可怪不得任何人 说话间 魏光耀掐着手中的猫咪 就算他们猜到是我做的 也没有任何证据 感惹我魏家 就算是超级天才 也只有死路一条 是吧 红达书 魏光耀回头看向后排的男人 男人冷冷地说道 放心吧 干掉他 绝对悄无声息 不留痕迹 森林之中 林风三人骑着鬼马一路更行 根据鬼气的指引 三人很快便找到了目标 为了避免被鬼童发现 林风收回鬼马 当即换出喧哗 捏手捏脚地朝他走去 到达一定距离后 林风让喧哗用鬼域困住鬼 不料喧哗闪身来到鬼童的上方 鬼童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 还不等喧哗展开鬼域 鬼童就已经逃跑了 抬头一看 鬼童正以极快的速度 攀爬旁边的一棵大树 林风见事太不妙 当即让童童和鬼伞一起出手 想用包夹来带住鬼童 不料下一马 喧哗的闪盾能力瞬间发动 直接将林风三人 带到了一片陌生的地方 林风瞬间反应过来 不好 还有敌人 毕竟能让喧哗瞬间闪盾 肯定是他们打不过的存在 林风当即提醒 小心 我们可能被的杀尔街的御鬼师偷袭了 什么 鬼童周围竟然还有敌人 林风连忙提醒两姐妹 小心 我们被偷袭了 两姐妹惊恐地问道 偷袭 在哪 该不会是魏光药干的吧 听到他们的话 林风也明白了过来 当初魏不败不问缘由 二话不说就攻向纪赵安 可见魏家的人都是牙字必报的 而那鬼童 应该就是他们的诱饵 故意引我们过去 不然以鬼马的速度 不可能在野外这么精准地找到我 林风沉思了一会 决定放手搏一搏 随即让喧哗保护好两姐妹 接着取出黄金箱 将里面的鬼花放了出来 鬼花刚出来 林风就收到系统的提示 羁绊任务次完成 鬼花羁绊增加 紧接着 系统也发布了鬼花的最终羁绊任务 找到魏家核心站立之一 并帮助鬼花将其击杀 林风思索了起来 击杀魏家核心 这难道是姜薇的复仇吗 不过正好 可以解决现在的麻烦 就在林风思索的时候 口袋中的通讯器忽然响了起来 原来 尹蕊得知鬼虫曾经被魏家收复后 连忙发来的信息提醒 林风暗道一声 果然如此 林风当即回了一条信息 鬼姐 我已经遇到偷袭我的魏家人了 如果我杀了他 应该没关系吧 尹蕊看后 口中的茶水直接喷了出去 要知道的杀二阶的狱鬼师 可是有着屠城的实力 他的鬼灵不仅免于一切物理伤害 而且还能将人拉进鬼狱中 别说普通的攻击 就算是投下一枚核弹 也不见得能杀死他 所以对于林风所说的 尹蕊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随即回到说没关系 但还是先回平城较为稳妥 而见尹蕊答应 林风当即换出鬼马 朝着鬼虫的方向飞蹲而去 与此同时 魏光耀一行人 出现在了轩华刚刚使用闪盾的地方 魏光耀激动地问道 林风死了吗 没有 被他跑了 而且是凭空消失 眼前的男人便是魏弘达 地霎二阶的狱鬼师 听到魏弘达的话 魏光耀根本不信 这怎么可能呢 而魏弘达解释道 这种瞬间闪盾的能力极其罕见 不过短时间内 不会使用太多次 说话间 一名手下突然指着远处说道 魏少 你看那边 两人扭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 林风骑着鬼马冲了过来 魏弘达却是不紧不慢 看来他发现我 看到林风 魏弘达直接换出了自己的鬼灵 漆黑的眼瞳出现在身后 一直藏着满嘴獠牙的鱼头鬼灵浮出水面 这是深渊二阶善鱼女婆 而看到对方换出鬼灵 林风当即换出鬼话 鬼话直冲云霄 瞬时之间 天空中出现了一幅巨大的画卷 随着鬼话直冲云霄 地面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只见一洞洞残坡的建筑拔地而起 随着鬼话的前进不断蔓延 在短短的时间里 就形成了一片规模庞大的废墟 林风有些震惊 鬼话竟然主动出战了 难道他是感应到了魏家人的气息 要报仇血分吗 另一边 见到鬼话的魏家两人也很惊讶 这恶灵恐怕也是深渊二阶 从哪来的 该不会跟林风有关吧 魏光耀惊恐大叫 不可能不可能 林风已经有三个鬼灵了 而且他才十几岁 十几岁啊 怎么可能驾驭得了一个深渊二阶 魏弘达不以为意 就算是他的又如何 老子一样能灭了他 随即指挥鬼灵进攻 于婆开始扩张其鬼欲 很快就与废墟冲撞到了一起 突然 于婆的双眼快速不停跳转 然后整个眼睛变得血火 看上去就像有无数双眼睛一样 而随着于婆鬼欲的扩张 密密麻麻的坟墓疯的涌现 见状 先前还有些担心的魏光耀 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卓灵发来信息 林风 我们要不要出手 林风却是拒绝了 放心吧 鬼话可是安主前心制造出来的大杀器 怎么可能轻易落败 就在这时 于婆猛的一惊 瞬间回到了魏弘达的身边 只见天空之中 那巨大无比的画卷上 又出现了一幅画 不对 准确地说 是复制出了整座废墟城市 紧接着 在众人的目光中 发上的废墟城市猛地落了下来 砸的地面爆发出一阵阵轰隆声 看见这一情形 魏光耀直接呆滞 这林风太特么邪门了 鬼灵怎么这么强 魏弘达顿感不妙 得速战速决了 当即换出自己的另外两只鬼 深渊一阶恶灵龙骨巨人 深渊一阶恶灵鬼发 而后 于婆发出了无比尖利的叫声 随着于婆的叫声响起 原本插在废墟上的坟墓开始缓缓打开 一只只恶灵从坟墓里爬了出来 这些爬出来的恶灵中 魏光耀剑后直冒冷汗 想不到坟墓里也有深渊级的存在 魏弘达解释道 女婆的鬼域很特殊 这些年我让她封住了很多高级恶灵 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候 能驱使他们进行战斗 两人说话间 深渊一阶的龙骨巨人 已经冲向废墟城市开始破坏 而另一只深渊一阶的恶灵鬼发 则飞向了空中的鬼发 无数发丝从鬼发头上冒出 死死缠在了鬼发身上 甚至有些发丝 还在向着画卷内部渗透 见状 凌峰三人惊奇不已 怎么又冒出这么多鬼灵 而且鬼发被压制住了 两姐妹有些担心 凌峰也是不爽了起来 打不过就群殴 还真符合魏家的做派 随即对着两姐妹说道 灼灵灼雨 我们也出手吧 去帮鬼发扫清障碍 说吧 三人将自身的鬼灵全部换出 凌峰更是把鬼镜也拿了出来 我们的所有鬼灵 再搭配鬼镜的复制能力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鬼海战术 说完凌峰大手一挥 所有鬼灵全部冲杀了进去 双方刚一接触 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面对如此多的恶灵 凌峰可不想浪费机会 在他眼里 这些纯纯就是一堆经验值 可不能白白浪费 见凌峰他们也出手了 魏光耀慌张了起来 魏弘达倒是十分冷静 不必担心 不过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魏弘达的话音未落 鬼伞分裂出了无数分身 朝着恶灵聚集的地方冲了过去 只听见一阵轰隆声响起 大量的恶灵就此陨落 趁此机会 轩华拿出鬼镜 开始复制起了自方的鬼灵 只是眨眼间的风 天空中便出现了无数复制体 密密麻麻地排成一片 看到这一幕 魏光耀和魏弘达当场蒙圈 这 这怎么可能 在轩华用鬼镜复制出 几方的鬼灵后 恶灵们接二连三地被斩杀 魏家两人本以为那些只是幻影 他们的攻击都有伤害时 两人当场愣住 全都惊掉了下来 只是一会的功夫 废墟里的恶灵都被清理了 仅剩下了一只龙骨巨人 彤彤一刀劈下 不料却被七一掌击飞了出去 凌风剑这家伙的骨头实在太硬了 当即让彤彤和轩华配合 轩华 用鬼火攻击 彤彤 用寒冰之刃 接到指令后 轩华周身爆发出凛冽的青色鬼火 随即使出了一招鬼火炎狱 猛烈的鬼火从天而降 重重地砸向了龙骨巨人 受到如此伤害 龙骨巨人直接惨叫起来 彤彤也没闲着 当即和两个分身聚在一起 举起手中巨刃 来了个三刀合并 只见刀尖之上 蓝色的寒冰鬼气不断压缩 共同使出了一招 变异二阶段的寒冰之刃 同样狠狠地一刀劈下 在这冰火两重天下 龙骨巨人连挣扎都没有 便直接化成了击粉 成功了 正当两姐妹大喜过望时 一道痛苦的惨叫声响彻天地 众人连忙抬头望去 只见半空中 鬼发的头发正在燃烧 看来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鬼化反将缠着她的鬼发压制 看到这一幕 魏红达气的嘴角都咬出了血 她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会输给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就在这时 鬼化的花卷上突然睁开一只眼睛 死死地盯着下方的渔婆 下一秒 一股犀利的漩涡 从姜薇的眼睛中慢慢浮现 渔婆拼命想要逃离 不料根本动弹不准 看来是被鬼发定在了原地 见她不能动弹 凌峰当即让轩华和童童去帮助鬼化 只见两道身影快速闪过 合力一击成功重伤渔婆 渔婆的鬼域也被鬼发击碎 直接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魏红达见状 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 当即招呼一声 让渔婆带着自己赶紧离开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魏光要蒙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抛弃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红色圆圈突然出现 直接包裹住了魏红达 紧接着就来到了魏光耀的身后 一人一鬼二脸迷惑 什么情况 我怎么又回来 魏光耀看到后 顿时笑拍了花 还以为是回来救自己了 而魏红达却是神色大变 根本不明白自己怎么回到了原位 原来在双方战斗前 鬼化就布置好了鬼域传送的陷阱 无论怎么逃离 都会被传送回原位 这时 只见鬼化刷的一声 巨大的画卷从空中飞驰而来 直接冲到了魏红达面前 紧接着 两座废墟城市把他们夹在中间 任凭他们如何挣扎 最终都被鬼化碾压成了扎扎灰 战斗胜利 鬼化击杀魏家核心战力之一 最终羁绊任务完成 鬼化击绊增加 成功击杀魏红达后 林峰收起鬼化 静止走到了魏光耀的面前 只听见哭通一声 魏光耀直接跪在了地上 林峰别杀我 我知道错了 而两个小跟班也开始倒打一耙 纷纷指认这些都是魏光耀的意思 求林峰饶他们一命 林峰却是冷冷说道 给我个理由 我凭什么要放过你 不料魏光耀不知悔改 还放出狠话威胁林峰 自己是魏家这一代最优秀的天才 他若死了 魏家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连玉本事联盟也保护不了你 就在这时 鬼化上的姜薇眼神微微一动 原本还在放狠话的魏光耀两眼发白 直直倒在了地上 看着这一幕 林峰吐出两个字 愚蠢 鬼化找的就是魏家人 你当时自到家门 真是死有余辜 解决完魏光耀后 系统传来提示 鬼化羁败你超过八十 满足绑定条件 是否绑定鬼化为第四只鬼灵 听到系统的声音 林峰激动不已 没有犹豫地选择了绑定 随即系统提示 绑定成功 获得了第四个鬼灵姜薇 这时 画卷中的姜薇开始变得清晰 两姐妹发现 画中的姜薇居然动了 只见姜薇露着一丝笑容 缓缓伸出了手 见状林峰也抬起手 按在了画卷上 两只手接触的瞬间 姜薇便从画卷中走了出来 林峰不禁赞叹道 安主造出来的鬼灵 果然真的很强 只见林峰牵着姜薇的手说道 虽然你已经不记得我 不过没关系 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 正当两人寒情默默的时候 姜薇毫无征兆地 咳出一口杯血 随即拉着林峰来到画卷面前 就在姐妹花疑或不解的目光中 两人进入了画卷之中 林峰重新来到画中世界 竟看到了原先化身恶灵的安主 随着安主身上的鬼气逐渐散去 青竹露出了微笑 看来安主知道鬼话已经被我驾驭 总算是放心了 而姜薇的脸上充满了不舍 而后 青竹的身影开始散去 画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了鬼域之中 林峰思索了 接下来 应该就能开启安主的羁绊任务了吗 在他思索的时候 姜薇抱着林峰的胳膊 伸出手指了纸上面的天空 只见半空之中 竟被破开了一个大洞 看上去是那么的显影 想来应该是刚刚在战斗中留下的 林峰成功获得第四只鬼灵姜薇 不料姜薇却吐出一口血来 林峰连忙来到画卷中 只见天空之上 一根棺材钉死死地钉在半空中 难道是之前雨火产生的伤害 而姜薇让我进来 是想让我帮忙修补这个漏洞吗 想了片刻 林峰当即拿出鬼绳 直接甩向扎在裂缝中的钉子 随着林峰用力一拉 棺材钉直接就被拽了出来 就在林峰以为事情结束时 不料漏洞中心开始碎裂 无数物品从裂缝中掉了下来 林峰躲避不及 当即被这些东西砸成了肉饼 姜薇则往旁边挪了挪 似乎是在庆幸自己的阴谋得逞 等到林峰起身看清这些东西后 却是大喜过望 这么多鬼气 难道都是给我吗 姜薇闻声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 姜薇从腰前抽出一根毛笔 接着原地起跳 静止飞到了裂缝的面前 样子看上去 就像传说中女娲古天的情形 随着手中的毛笔一滑而过 一个奇特的鬼纹便浮现在空中 看到这一幕 林峰很快明白过来 姜薇是在用鬼纹进行自我修复 想通之后 林峰当即换出喧哗和彤彤 让他们一起去帮助姜薇 眼看在三鬼的合力下 还需要些时间才能修复 林峰决定先回城中整顿 看着林峰从鬼话中出来 两姐妹也放下心来 连忙询问道 怎么样 已经成功驾驭鬼话了吗 林峰微笑着点点头 而这时卓宇表示 刚刚在附近又感应到了鬼童的气息 要不要把太爷一起抓了 半个小时后 趁着鬼童还在河边摸鱼 林峰让鬼伞和鬼蝶布置了一个陷阱 鬼蝶先去吸引鬼童的注意力 接着利用鬼蝶的弯心 将其引诱到鬼伞的旁边 然后趁着他不注意 鬼伞快速收回伞身 拖得一下便捉住了鬼蝶 随即将他关进了黄金河中 几个小时后 林峰三人进入平城 便有人通报了盈蕊 盈蕊当即让人将林峰接过来 林峰来到后连忙询问 你真的被魏家的人偷袭了 林峰回答道 不错 不过不用担心 我已经把他们杀了 一个是咱们见过的魏光耀 还有一个便是魏弘达 说完还摸了摸自己的鼻尖 盈蕊听完后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真的杀了魏弘达 那可是魏家的核心长老之一啊 拥有三个鬼灵的地杀二阶玉鬼尸 盈蕊激动地拍桌站了起来 满脸惊讶地看着林峰 得知林峰杀掉了魏光耀和魏弘达后 盈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毕竟魏弘达可是魏家的支柱级长老 并且还是拥有三个鬼灵的地杀二阶玉鬼尸 所以你真的凭自己的力量将他杀了 不是在开玩笑 林峰一脸平静 杀了 你该不会是 也驾驭了一个深渊二阶的鬼灵吧 嗯 是啊 盈蕊当场亚麻呆住了 反应过来后 盈蕊直接揪住了林峰的脸颊 恶狠狠地说道 你这个冲动的家伙 不知道强行驾驭鬼灵的危险吗 你小子不要命啊 林峰只能哭笑 随即找了个借口说道 放心吧 蕊姐 我掌握了这个鬼灵的致命弱点 失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您放心好了 见状盈蕊也没过多询问 好吧 能够在这样的年龄做到这样的事 要不是我老了 恐怕也会成为你的小迷妹 这时林峰拿出了黄金箱询问道 这鬼童能不能换功劳点吗 盈蕊拿过黄金箱 打开后换出了自身的鬼灵痴妹 痴妹抓住鬼童仔细地检查一番后 盈蕊表示 鬼童可以申请功劳点 你有什么需求吗 林峰却是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想用功劳点 兑换黄金监狱的55号女修罗 看着林峰不好意思的模样 盈蕊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哦 女修罗呀 我想起来了 是之前炎炎想要的鬼灵 你们果然是在谈恋爱啊 姐姐懂 这事交给我就好了 看着脸上充满了八卦的盈蕊 林峰也有些无语 那就谢谢蕊姐吧 谈论完这些后 盈蕊询问林峰有什么打算 毕竟魏家得知消息后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林峰打算先回海城休息一段时间 正好避避风口 盈蕊随即嘱咐道 回海城的路上 你们势必会经过万鬼窟 你们千万要小心 那里有规律鬼窟下的杀人陷阱 千万不要逗留 几小时候 林峰骑着鬼马载着两姐妹 踏上了回海城的路上 不料刚来到万鬼窟边缘的树林时 鬼马突然停下 开始对着前方不断地嘶吼 看着鬼马不安的模样 林峰心中有些惊恐 难道是碰到蕊姐说的规律鬼吗 所谓规律鬼 就是遵循一套逻辑规律 比如开启某扇门 抢夺油拆包 只要触发了这些规律 恶灵就会杀人 而且只要不破解他的规律 就算高级的级别的鬼灵 想到这里 林峰当即唤出红红 红红 用鬼影带我上去看看 红红化身红衣形态 拉着林峰的手朝天空飞去 并使用红灵将林峰包裹起来 来到空中后 林峰透过红灵看到 在前方不远处 有着一座破败不堪的城市 而在这座城市的正中心 正是那令人寒战的忘鬼窟 林峰心里思索着 怪不得鬼马反应如此强烈 如果连银蕊都说招惹不起 还是绕开比较好 就在林峰想着如何绕道时 卓宇突然指着天空说道 林峰快看 天上有座宫殿 万鬼窟的上方 赫然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古代城市 万鬼窟的上方 赫然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古代城市 林峰本以为是一场幻影 却瞬间意识到什么 不对 这说不定 就是规律鬼的陷阱 想到这里 林峰连忙呼喊两姐妹不要去看 卓宇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 可卓宇却像是没听见一样 忍不住地多看了一眼 也就是这一眼 卓宇的身体竟开始变得透明 而且还开始慢慢分解消散 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消失 卓宇直接被吓哭了 林峰猜测 他可能中了规律鬼的杀人陷阱 看过海市圣楼的人 都会被其深深吸引 这时 卓宇开始飘向空中 林峰连忙让彤彤出手护住卓宇 彤彤释放红铃想要将其缠住 不料红铃毫无作用 静止穿过了卓宇的身体 卓宇伸手去抓卓宇 可卓宇此刻的状态 却只能看见摸不着 就在这危急时刻 姜薇突然从画卷中飞出 接着抽出胸前的毛笔 在虚空中画出了几道鬼闻 鬼闻瞬间在两者之间形成一道道鬼墙 随即用画卷将卓宇围住 被隔绝之后 卓宇很快恢复了正常 太好了 我没有消失 卓宇也是庆幸地笑了 看着姜薇救了卓宇 林峰笑着说道 谢谢你姜薇 听到林峰的话 姜薇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眼看空中的海市蜃楼渐渐消失 众人也是放下心来 这时卓宇哭着说道 对不起林峰 我刚才好像在宫殿里面看到了人 所以就多看几眼 结果就完全被吸引住了 林峰拿出一件衣服 披在卓宇身上 别着急 你慢慢说 是看到了什么人 卓宇回忆道 我看那楼的样子 有些像古代皇宫 然后我的视线 仿佛穿透了那些建筑 直接看到了里面的大殿 大殿中央坐落着一张龙女 上面还坐着一个人 而那人身上好像宽的 是一身金色的凤袍 听完卓宇的解释 两人都有些好奇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恶果 这望鬼托也真是邪恶 林峰开口说道 还是赶快回海城吧 不要在这逗留了 三人再度出发 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 他们成功穿过无人区 到达了海城北三房的区域 不料刚到防线边缘 林峰便发现前方有战斗的声音 防线似乎面临着一场小型的鬼巢 这场鬼巢虽说不大 但恶灵的数量却也不少 这也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奈何他们正好碰上挂逼男主 林峰当即唤出了所有鬼灵 只听见一阵阵风龙声响起 不一会的功夫 这些恶灵就化成了惊艳之 城墙之上 一名狱鬼师正在眺望敌情 看着那激烈的战斗 原本以为是后方赶来的援军 可当看到那身影时 狱鬼师直接当场呆住了 林峰 那是林峰 一旁的卓会长也惊呆了 而清完恶灵的林峰 却是一脸忧愁 小鬼的经验之好少啊 而鬼马上的卓灵和卓雨 却是满脸的惊喜 因为他们看到了城墙上的父亲 下桥此时 闫会长也出现在了卓会长的身边 隔着闫会长是来支援的 卓会长摇了摇头 不用了 已经有人把鬼巢击退了 闫会长有些诧异 当即拿出望远镜瞧了瞧 当看到来人是林峰后 闫会长脸上顿时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而林峰自然也看到了闫会长 一改之前的愁容 也是喜笑颜开 当林峰三人来到城下时 卓会长两眼泪汪汪 激动地张嘴咬着手指 看着女儿们朝台拥来时 卓会长摇了两几位 眼泪瞬间哗哗直流 林峰也是走到了闫会长面前 开心地打了声招 闫会长 好久不见了 相比于甘大的林峰 闫会长却是装作一副 无所谓的模样回应 好久不见 一路上可还顺利 林峰点点头 随即脸色一缝地问道 你就不问我 我为什么会消失一年吗 此话一出 林峰也是瞬间脸红 眼神连忙看向别处说道 只要你们回来 我就很开心了 卓会长却是直接蹦出来 煞风景 开心个屁 拐跑我的宝贝女们 竟然还有脸回来 卓会长这么一喝 两姐妹直接把林峰 护在身后 还极力维护起林峰 看着辛苦养大的 两只小棉袄漏疯了 卓会长当场萌了 两颗大白菜 真就让猪给滚了 林峰挠着脑袋解释 道歉卓会长 路上遇到了特殊情况 才耽误了这么久 而卓宇连忙复义 我和姐姐也因为这次历练 顺利成为了S级狱鬼师 听到卓宇的话 卓会长又惊掉了下巴 两姐妹当即 把自己的新鬼灵换了出来 并且开心地说道 林峰现在 已经是地杀二阶的狱鬼师了 此话一出 不光卓会长猛圈 就连颜会长也瞪大了眼睛 等两人反应过来后 卓会长拍了拍林峰的肩膀 当即上演了一场 任贼做女婿 我果然没有看过人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还请多多关照 看着那丑陋的嘴脸 三女当场无语 晚上 林峰和颜会长两人 来到了一处餐厅 颜会长调侃地说着 刚才卓会长的意思 是想当你岳父呢 而且你说之前偷袭你的礼书 也是为了阻止你入坠成主府 你现在也太抢手了吧 看着颜会长一副怨妇的模样 林峰赶忙转移话题 别提这些了 我这次给你带来的礼物 果然一听到有礼物 颜会长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与此同时 海城某处的一座庄园内 一名狱鬼师将林峰回来的消息 告诉了眼前的男人 男人顿时面露凶色 早不回晚不回 偏偏现在回来 我儿下个月跟柳如的婚事都谈好了 绝不能让他搅了局 狱鬼师则有些犹豫 一年前李叔被林峰反杀 现在的林峰 会不会已经是地杀一阶狱鬼师了 听到这话 男人眉头一皱 双眼闪过一道寒光 即便如此 我也照杀不误 夜晚的颜会长家中 颜会长打开了林峰送给他的礼物 看着黄金箱中的鬼灵信物 颜会长心中有些不确定 这难道就是 我说过的那一名 林峰脸红的扭头躲避 没错 就是黄金监狱55号的女修罗 我去了烫与鬼师联盟总部 顺便就帮你换出来了 得到答案后 颜会长很是惊讶 想不到当时随口一说 他竟一直记得 如此贵重的礼物 一定花了不少代价吧 不然 颜会长直接凑了过来 樱桃小嘴给了林峰一个热闻 林峰 谢谢你 林峰顿时小脸通红 不好意思地回应道 不 不用谢 颜会长不禁感叹一句 一年不见 弟弟真是长大了吗 随即转身准备去洗澡 不料这时 林峰一把抓住了颜会长 分别了这么久 颜会长可是让林峰异常地想念 恰巧今晚月黑风高 不得做些羞羞的事 第二天 一名遇鬼师正在偷偷监视着林峰 还时不时拿出通讯器汇报情况 林峰缓慢地从颜会长家中走出 身后还跟着穿着慵懒的颜会长 这时颜会长问道 确定要一个人去吗 林峰笑着回应道 不用担心 正好要去程西办点事 等我回来就行 颜会长点了点头 嘱咐他路上千万要小心 随后 林峰光明正大地出了门 而监视他的李家人发现后 立马向通讯器报告了林峰的出现 不料林峰早就知道自己被盯上 选择主动暴露自己的行踪 就是想引出那些对付自己的人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一网打尽 勇绝后患 林峰骑上鬼马 便朝着城外冲去 其实柳如早就给他发过消息 让他小心李家人的阴谋 如今正好将计就计 来得反客为主 另一边 李家家主收到了眼线发来的信息 当即出发前往 想在半路上偷袭林峰 穿过一处粮食小镇后 林峰主动进入了一条巨大的峡谷内 林峰偏了一眼 猜到这里是个足迹的好位置 而眼看林峰进入陷阱 李家三人当即跳出 直接将林峰围了起来 李家家主开始放狠话 林峰 上次让你用阴招逃过一劫 这次 你就拿命来尝罢 见几人提前换出了鬼灵 林峰有些诧异 看来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可当看到他们三人的鬼灵 是两个地煞一阶和一个S级时 林峰直接竖起了国际首饰 内心吐槽道 就这样 我专门减乱速度等你们出手 结果就是这样的阵容 被林峰如此嘲讽 李家家主怒了 年轻人不要太狂妄 当即命令鬼灵发起冲锋 青色的舌头鬼灵嘶吼一声 静止向林峰冲了过去 见此 林峰也不啰嗦 当即把彤彤喧华和鬼伞换了出来 彤彤喧华合力对付李家家主的鬼灵 鬼伞则利用自己的分身 阻挡了另外两只鬼灵 而感应到林峰鬼灵的气息后 李家家主震惊不已 这这 这不可能 这气息 是深渊极 而且三个都是深渊一截 什么情况 林峰又收获了罗莉女鬼 而且一收就是三个 就在刚刚 李家三人埋伏林峰 却被林峰反客为主 暴露实力的林峰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将鬼化换了出来 鬼化出现后瞬间巨大化 并从画卷中伸出几根诡异的触手 三人冷汗直流 他们根本没想到 林峰竟然还有深渊二阶的鬼灵 不过为时已晚 鬼化的触手静止穿过他们的身体 将他们的灵魂抽了出来 不仅是他们 就连他们的鬼灵也都在即难逃 全部命丧黄泉 烟雾散去后 峡谷恢复了瓶颈 而系统传来提示 你与鬼伞羁绊已达到150 是否选择三伞合一 听到系统的声音 林峰欣喜若狂 终于能见到完整的鬼伞 当即选择的是 话音刚落 三把鬼伞逐渐融合 伴随着一道金黄色的光芒 逐渐散发开来 就在林峰睁不开眼的时候 三个身影一闪而过 鬼伞竟幻化成了三明萝莉 鬼灵等级也升至深渊二阶 果然 林峰心里思索着 融合了三把直伞后 鬼伞也能变换出人的形态 这时系统传来提示 新任务 为鬼伞取一个好名字 听完系统的声音 林峰陷入了沉思 如今鬼伞变成三个萝莉 自然需要另起名字 不过叫什么好了 三明萝莉少女满怀期待地看着林峰 不料林峰脱口而出 小菊 小粉 小青 此话一出 三明萝莉全部唏嘘不已 看来他们十分讨厌这么随便的名字 此时系统也发出了警报 林峰尴尬不已 可林峰突然意识到 任务说的是取一个好名字 难道因为三个人完成了合体 所以只需要一个名字吗 三明萝莉再度投来期待的目光 而林峰看着他们眼中的星光 顿时灵光一闪 不如 就叫林罗吧 听到新名字后 三明萝莉少女喜笑颜开 手牵着手开心地围着林峰转了起来 见此林峰哈哈一笑 喜欢就好 就在这时 几辆装甲车从不远处朝林峰驶来 林峰扭头望去 发现来人竟是柳如 柳如规手朝着林峰打招呼 林峰 总算是找到你了 林峰诧异地问道 柳小姐 你怎么会跟来了 柳如回答道 我听说你一个人出了城 害怕李家的人会找你抱我 吓得我赶快过来找你 柳如还未说完 便被林峰身后的风景 惊得睁大了双眼 只因不远处躺着三具尸体 待期确认此人正是李家家主 以及另外两名李家人后 柳如当场惊讶地说道 你竟然干掉了两个地煞级 真是难以置信 柳如此事有些不干 这才过去一年多 林峰已经是地煞级的遇鬼师了 而他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这时 柳如连忙向着林峰鞠躬道歉 都是因为自己的事情 才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林峰连忙扶起柳如 而柳如却是握住林峰的手说道 请务必跟我回城主府 让我补偿你 李家的事 我也一定让父亲给你个交代 解决完李家人后 林峰答应柳如前往海城城府 柳如便把李家的事情发给了父亲 当看到李家家主为了替儿子扫清障碍 竟然试图对林峰痛下杀手 海城主顿时怒了 当即下令关押李家主的儿子李城 不料手下去说 李城不是跟小姐还有婚约吗 见手下还敢相劝 海城主气地拔掉嘴上的氧气机 当即暴怒一声 荒谬 什么狗屁婚约 统统全部取消 李家一边使着阴招 一边还想做海城女婿 真当我刘某明天就要死了吗 随着海城主的下令 片刻后 玉鬼师们闯入李家庄园 便看到了惶恐不安的李城 领头的玉鬼师当即说道 李城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对付林峰的小伎俩 城主已经知道 至于你的父亲 你也没必要等了 因为 他已经被林峰杀了 李城闻言当场该指 他根本不相信 自己父亲竟然死了 头里哭着喊着说不可能 而玉鬼师继续说道 城主有令 解除你与刘小姐的婚约 将你带回城主府关押 听后发落 至于其他李家人 彤彤赶出海城 永世不得回来 李城听完后 吓得直接瘫倒在地 眼里满是悔恨的泪水 导致如此 当初就不该去招惹林峰 就算婚事没了 至少家族地位还能搞住 可现在 一切都没了 几小时后 林峰来到了黄金密室 不料故未打开门时 里面的李城已经自尽而亡 一旁的柳如不惊唏嘘 他应该是害怕被你折磨 选择直接自尽 真想不到 我差点嫁给了这样的懦夫 林峰虽说有些惊讶 但很快恢复表情 也好 省得我亲自动手了 随即和柳如离开了这里 十几分钟后 柳如带着林峰见到了海城主 海城主开口招呼 林峰小友 咱们又见面了 快坐下吧 等林峰坐下后 海城主便开口解释道 我下令关押李城 不仅仅是为了补偿你 也是因为海城的一些事 猜到了我寿命将近 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有小动作 这次对李家出手 也是想借此进行威慑 听到海城主的解释后 林峰也没怪罪 还趁机调侃道 城主看上去这么硬朗 梁他们也不敢乱挽 柳如扑字一下笑出了声 而海城主却叹了口气 毕竟他自己的身体他心里清楚 在确定时日无多后 还急着给柳如定亲 但却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随即改变了想法 林峰 能听听我最后的想法吗 林峰正惊危坐 城主请讲 海城主继续说道 我愿意在死前 将海城直接交付给你 并且没有任何条件 听到这话 林峰呀麻呆住了 要知道海城 可是拥有将近 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而一城之主 可以说已经相当于 是一个土皇帝了吧 海城主借着解释道 我不想因为我的陨落 而让海城变得衰落 卢儿 你跟林峰讲讲南方的事吧 林峰来到海城府中 却听到了意外的事件 就在昨天晚上 南部中心城带领 所有的周边城市 正式宣布脱离 玉鬼师联盟 不再将每年诞生的 通灵体上交到总部 其他的有力资源 也会完全保留 听到这个消息 林峰有些震惊 刚开始还以为 只是少数人在闹事 没想到南方真的独立了 海城主解释道 如今的人类逐渐强大 所以一些城市 自大的认为 自己已经不需要 玉鬼师联盟的保护 不过这也是正常现象 但是这对海城来说 却是致命的灾难 因为只要我一死 海城就会群龙无水 南方的那些家伙 一定会将矛头指向海城 与其让他们霸占 不如把他交给 一个信得过的人 海城主其实早有人选 而这个人就是林峰 毕竟能轻松解决 三个李家元老 想必他的实力 已经突破到了地煞级 这天赋简直就是惊人 可对于城主的提议 林峰确实拍着胸膜说道 如果海城真到了那一天 无论是出于朋友 还是玉鬼师联盟的身份 我一定会尽全力出手相助 但这城主之位 还恕我拒绝 地旁的柳如却想不明白 无条件拥有一座城 世上怎会有人不心动呢 而海城主卧拳表示感谢 那老夫就先在此谢过 可是林峰越是拒绝 海城主越是觉得 自己没有看错人 交谈结束后 林峰回到卧室中 思考着刚才海城主说过的话 这老头怎么天天想着送我城啊 一个人逍遥跨幅不好吗 突然系统提示 鬼话的修复已完成 系统声音刚落下 鬼话就从空间中飞了出来 忽然画卷上发出亮光 就在林峰疑惑的目光中 向他吸进了鬼域中 刚进来的林峰还很疑惑 只因为眼前的场景 不就是五十年前的平城吗 不然有人在呼喊林峰 林峰回头看去 姜薇挥手向他打招呼 好久不见了 这些天你去哪里了 看着和自己打招呼的姜薇 林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会 会说话的姜薇 难道说 安主当初创造的世界 竟然还存在 而姜薇却微笑着说道 上次你带我躲避了魏家的追杀 还没来得及感谢 你就匆匆离开了 林峰连忙配合起来 决定先搞清楚状况再说 于是找了个借口说道 我突然要办理事 所以就先离开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姜薇笑着回答 上次过后 平城恢复了平静 魏家的人也没再追我了 真是要多谢你 说完掏出了一把钥匙 这是我家的钥匙 给你背了一把 以后在这平城 你也算有了个落脚点 看着递过来的钥匙 林峰尴尬地笑了笑 伸手接了过来 走吧 带你去江边转转吧 林峰被鬼话吸进了画中世界 却在这里遇见了 会说话的姜薇 于是两人在河边逛了起来 姜薇随即开口道 平城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 让人感觉挺闷的 虽然外面到处都是恶鬼 但还是好想走出平城去看看 林峰猛不一愣 难道鬼话将这个世界 继续演化下去 是为了有一天 把这个世界的姜薇 弄到现实世界中去吗 可是这个世界的姜薇 是一个拥有完整意识的人类 如果到时与鬼话融合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是创造出了拥有人类思维的 究极鬼灵吗 见林峰又在发呆 姜薇挥挥手喊了一声 林峰回过神来 赶忙到了声抱歉 你刚刚说什么 姜薇认真的说道 明知外面有大千世界 却不能亲眼见到 一辈子被困在城里 总觉得很是遗憾 不料林峰立马回应 我答应 只要有机会 我会带你走出城去 去看看那花花世界 听到林峰的回答 姜薇很是开心 脸颊上顿时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忽然两人的手触碰在了一起 而姜薇却主动 牵起了林峰的手 看来林峰又拿捏了 女人的内心 与此同时 在现实世界的平城郊外 魏家的人发现了 被掩埋的魏光耀和魏弘达 看着那两具冰冷的尸体 领头的人神色大变 当即通知了魏家家主 第二天一早 魏家的人就急冲冲地 离开了平城 遇鬼师们纷纷吐槽 他们一走 城外的忘鬼夫就不闹了 这魏家还真是扫打心啊 此话一出 这只作乱已久的鬼童都被解决了 忽然有人问道 听说鬼童是临终解决的 怎么这几天都没他信息了 不知道啊 难道已经离开平城了 正当遇鬼师们闲谈的时候 一名遇鬼师惊恐地指着天空说道 快看天上 众人纷纷抬头望去 只见平城不远处的半空之中 突然出现一座白茫茫的雪山 而雪山之上 顶约能够看到一片古老的建筑 遇鬼师们很快反应过来 那 那是 一栋的鬼域 眨眼之间 那一座巨大的雪山冲到了平城的上方 与此同时 被雪山覆盖的这片区域中 所有的遇鬼师包括鬼灵 都发出了惊恐诡异的痛苦声 看着空中的雪山 遇鬼师协会会长梅政 第一时间就让手下开启了全城戒备 感受到这强大的压迫感 并还将鬼域外险 恐怕是深渊记忆上的鬼灵 另一边 盈蕊感受到这股寒冷的鬼气 便已知道来者是魏家的人 以如此霸道的方式杀到平城 看来得知最优秀的儿子被杀 愤怒到了极点 盈蕊当即唤出鬼灵痴魅 同样外险鬼域冲了上去 很快 一艘巨大无比的木质画法 出现在了雪山的对面 随着痴魅展开鬼域 平城的空中 两股鬼气相互对峙 惊得下方的遇鬼师们目瞪口呆 不料下一刻 他们的下巴张得更大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鬼域外险在空中 那是平城六大家族的元老 居然全部集体出动 此灯场面可谓是百年难见 不少遇鬼师心中充满了迷惑 出动了这么多大人物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什么情况 万里无云的平城居然开始下雪了 就在刚刚 平城上方赫然出现一座巨大的雪山 盈蕊很快与六大家族展开鬼域 和那片雪山对峙起来 盈蕊率先踏上雪山 六大家族的人也陆续登陆 一名遇鬼师恶狠地说道 魏无忌 你是想挑起战争吗 平城可是我们的地盘 你在东北做皇帝就算了 现在还敢把手伸到平城 真当我们六大家族是百什么 其中一名女遇鬼师对盈蕊说道 盈妹妹 挑事的可是她魏家 还请你做个见证 六大家族的态度强硬 毕竟六个家族联合起来 肯定是要超过一个东北魏家的 而魏无忌不再隐藏 踩着伏兵飞了过来 我只为凌峰而来 找到凌峰 我自会离开 文言六大家族哈哈一笑 魏无忌 林峰不过是灭了你儿子两个鬼 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 听到他们的嘲讽 魏无忌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林峰杀我儿子 所以我必杀林峰 此话一出 六大家族的人都是一愣 根本不敢相信林峰会如此大胆 竟敢杀死魏家的继承人 盈蕊连忙出来指认 魏无忌 明明是魏光耀派魏洪达去截杀林峰 以报自己鬼灵被杀之仇 可惜实力不计被林峰反杀 怎么 这次是想亲自出手 甚至擅闯平城 难道你们东北魏家 也是准备闹独立吗 盈蕊不留情面 搞得魏无忌惊恐的说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盈蕊的话 再加上他联盟元老的身份 更是让魏无忌浑身一僵 而六大家族的人却是纷纷询问盈蕊 林峰真的杀了地杀二阶的玉鬼师 盈蕊对此点点口道 这件事 完全是魏光耀就由自取 我可以向联盟总部作证 听到盈蕊想要偏袒林峰 魏无忌当场暴怒 换出鬼灵怒鹤道 魏某今日前来 就是要替我儿子报仇 管你是什么联盟规矩 我只知道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今天我必杀林峰 你们若想要战 那边来战 见此六大家族的人也不甘示弱 纷纷换出了各自的鬼灵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而他们铁宝林峰也是有自己的算盘 一来可以打击魏家的声望 二来也算卖林峰一个面子 毕竟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就打败了地杀二阶 恐怕整个遇鬼世界 都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就在双方剑把弩张 准备发起进攻之时 一位老者出现在了他们上方 堂堂魏家 就这么心胸狭隘吗 只许你们去杀人 却不允许别人反杀了吗 老者的现身 让魏无忌有些惊讶 贺海牙 没想到你还没死 老者淡淡地说道 托你的福 还死不了 这件事你们并不占领 还是不要坏了平常的规矩 若魏家执意出手 我这把老鬼头也不会做事不搞 发音未落 贺海牙双手一抬 紫黑色的鬼鱼瞬间浮现在其身后 静直冲向了魏无忌的雪山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巨响过后 谁也没想到 贺海牙紧用一招 便打破了魏无忌的鬼鱼雪山 魏无忌吃了饼 无奈只能退步 随即放下狠话 除非凌峰永远不出平常 否则 就算违背狱鬼是联盟的规矩 我也一定会杀了凌峰 亮下狠话后 魏无忌便闪现离开了 而魏无忌一走 平常六大家族顿时松了口气 而此时银蕊却充满了担心 凌峰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魏无忌可不是你能对付的人 这边 魏无忌来到了平常外的一座小山头 魏家人见到后 连忙攻身行礼 魏无忌则下令道 继续给我找 一旦发现凌峰离开平常 马上通知我 海城后花园中 城主得知魏无忌独闯平常后 立马将凌峰叫了过来 凌峰开口说道 城主你找我 海城主一脸严肃地问道 御鬼市联盟总部发来信息 说你在平常的时候 敢杀了企图杀死你的东北魏家之人 此话可当真 凌峰没有隐瞒 确实是我杀的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海城主却是哈哈大笑 杀得好 那个魏无忌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让他尝点教训也好 这时海城主搭在凌峰肩膀上说道 过不了几天 魏家就会打探到你在海城的消息 不过不用担心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我就不会让他踏进海城一步 感受到海城主的真诚 凌峰却是犹豫起来 多谢城主厚爱 可我若继续留在海城 万一他几年后再杀来报了 倒是海城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 不料海城主却笑着说道 要是真有那个苗头 我死之前 定会找到魏无忌 拼死干掉他的鬼灵 我一个将死之人 难道还会怕他吗 这时凌峰问道 对了城主 南部的实力跟海城相比 实力如何呢 海城主回答道 是南部要强一些 而且南部那边还有一个巨头 不知道是否已经被拉拢了 凌峰有些疑惑 巨头是什么意思 海城主解释道 所谓的巨头 就是拥有两个深渊三阶的鬼灵 他们不依靠任何势力而存活 却有着撼动世界格局的力量 海城主表情凌重 别看我是一城之主 距离那巨头的标准 也还是差了一点 忽然凌峰挠头说道 还有一件事 希望城主可以帮忙 不知海城周边 是否有一些险妙之地 里面能够有深渊一阶和二阶的鬼灵 海城主想了想 便把海城周边的地图给了凌峰 拿到地图后 凌峰就准备出城刷经验 毕竟自己的敌人 还是要自己来解决 看着手上的地图 凌峰决定先去这些地方历练 专心升级自己的鬼灵 然后绑定祭招安主清竹 进一步提升实力 所以第一战 就先拿S级的荒谷山庄开开位吧 随即骑上鬼马出发 荒谷山庄内 喧华和彭彭一招便解决了里面的恶灵 可惜恶灵都是S级 家的经验值少得可怜 第二战是SS级的假家寨 凌峰患上了鬼伞鸣罗和鬼话 成功消灭九指深渊一阶恶灵 第三战是SS级的蓄灵地宫 红彤和凌罗各自出手 同样收获了大量经验值 而升级甚累了 凌峰便和老婆们一起享受人生 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 不得犒劳犒劳一下自己 正好也能刷刷日常羁绊 不过刷了那么多经验 不知道童彤和喧华快升级没有 想到这里 凌峰连忙喊来童彤 童彤 眨眨眼睛 童彤有些猛圈 但还是闭上了双眼 紧接着 童彤猛然睁开自己的大眼睛 看上去蠢萌蠢萌的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凌峰 而凌峰受不了了 直接伸手揪住了童彤的脸颊说道 童彤 你也太可爱了吧 突然 系统传来任务提示 祭兆安主最终羁绊任务已开启 找到一个深渊二阶的女鬼 找到后召唤祭兆安主 提示 不包含规律鬼 听完系统的任务 凌峰欣喜过望 这么长时间以来 终于可以绑定青竹了 青竹的最终羁绊任务终于来了 看着地图上的显地都已经刷过 想要找到深渊二阶的女鬼 只能往西边去了 凌峰当即决定 前往西边进行寻找 与此同时 海城的一处酒馆之中 狱鬼师们都在议论凌峰 毕竟凌峰灭掉一个地霎二阶的狱鬼师 还因此被海城主看上了 想让凌峰来做女婿 真是羡煞旁人 可这些话全都被魏家的探子听到 当即就将消息告诉了魏无忌 另一边 凌峰在SS级的牛鼻山遇到了麻烦 只因他无意间在地上捡到了一张旧照片 发现这竟然是深渊一阶的规律鬼 而他杀人的规律 就是有人看了照片 就会被他追杀致死 凌峰很是无语 足足被这规律鬼追杀了二十多公里 而凌峰不是不能反杀 只是这规律鬼的能力 与凌罗的分身差不多 打起来实在是浪费时间 这时 鬼话的画卷上 忽然投影出了规律鬼的样子 凌峰有些不紧 难道鬼话是在研究他的弱点吗 索性边打边跑 让鬼话进行深入研究 十几分钟后 鬼话和鬼伞突然停了下来 就在他们要被包围之时 只见鬼话的画卷上 清晰地映照出了规律鬼的模样 鬼伞则射出一道鬼气 将规律鬼定格在了画卷上 凌峰见状瞬间明白 看来鬼话已经找到了他的弱点 当即换出瞳瞳和轩华 让其出手相助 轩华袖中丝线飞速射出 瞳瞳也爆发出鬼气射险 成功击杀了一个深渊二阶规律鬼 这是系统提示 鬼灵将威获得新能力追踪 鬼灵灵罗分身能力得到加强 你获得了物品空白照片 可用来封印恶灵 系统的声音接连响起 凌峰也逐渐露出了笑容 收获不错 往前继续寻找吧 没多久 凌峰骑着鬼马 来到了一处SSS级的临江城中 忽然凌峰看到 江边的一处空地上 立着一块很特别的望夫石 可还不敢看清 望夫石旁边的河流突然变得凶茫性 巨大的江水一涌而起 疯狂朝着望夫石拍打而去 凌峰瞬间明白 这望夫石是鬼 可这是两只鬼在战斗 还是遇鬼是在对付恶灵 凌峰刚准备过去瞧瞧时 一道声音阻止了他 别过来 这里危险 凌峰询问道 你是谁 声音再次响起 我来自遇鬼师联盟 正在执行任务 这只水鬼有深渊二阶的实力 非常难缠 你还是别来送死 听着声音是从望夫石上传来的 看来他就是驾驭望夫石的遇鬼师 凌峰当即表明身份 我是凌峰 这只水鬼在江中有地形优势 还是让我帮你吧 听到凌峰的名字后 对方似乎有些惊讶 凌峰 我听说过你 随即同意凌峰出手相助 得到望夫石的同意后 凌峰直接换出了所有鬼灵 四人合力出手 只见一股极强的气流直冲而去 将河流一层为二 瞬间露出了里面的水鬼 彤彤喧哗和望夫石瞬间出手 水鬼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当场消亡 解决完水鬼后 望夫石向着凌峰道谢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居然这么厉害 凌峰表示不用客气 并询问他是否知道 哪里有深渊二阶的女鬼 望夫石拿出一块碎片说道 我最近正好在追踪一个 她的代号是小丑 形势非常狡猾 这碎片分你一块 你也可以去找找看 凌峰接过碎片 那就多谢前辈了 而望夫石提醒道 小丑有反追踪能力 请无必要小心 我有事就先走一步 望夫石嘱咐了一句 便化作碎片离开了 凌峰看着碎片的样子 难道这是小丑面具的一部分 凌峰则把碎片递给了鬼话 她想看看姜薇的新能力 是否真的能追踪到小丑 片刻过后 鬼话的画卷上就浮现了一个能字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箭头 凌峰很是欣喜 当即让鬼话带路 自己则骑着鬼马跟在后面 十几分钟后 凌峰来到了一处 红雾弥漫的枯林中 周围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树木 姜薇忽然从鬼话中露出半个身体 并伸手指了指前方 凌峰定眼望去 只见红雾之中 一块小丑碎片飘浮在半空 见此凌峰连忙让鬼马带自己过去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正当凌峰的手即将触碰到碎片的时候 小丑面具的碎片突然化成一道鬼气 竟然直接变成了一幅巨大的鬼脸 看着小丑那诡异的笑容 凌峰眉头紧皱 不好 这块碎片是假的 这是小丑射下的陷阱 看着四处乱串的小丑鬼脸 凌峰猛然意识到什么 连忙拉住鬼马让气停下 紧紧半步之遥的距离 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 出现在了凌峰面前 刚刚属世好醒 望着巨坑中聚集着大量红色浓雾 凌峰当即唤出喧华并询问道 喧华 能驱散这些雾气吗 喧华点点头 而后双手结印 将大量的红色浓雾 全部吸进了指尖的能量球中 而随着浓雾散去 这座名为风洞崖的峭壁露出了全貌 可眼前的景象 却让凌峰震惊不已 峭壁之上 赫然出现了大量的玄关 紧接着 一阵连绵不绝的唢呐声 从峭壁的裂缝中传了出来 一顶长着诡异触手的红色鬼叫 赫然从裂缝中冒出 伴随着唢呐声猛然冲向了凌峰 峭壁之上 一处裂缝中散发出了诡异的红雾 突然一顶长着诡异触手的红色鬼叫 猛然冲向了凌峰 感应到危险的彤彤瞬间出现 并在身后凝聚出了聚灵法像 可当鬼叫快要冲到凌峰面前之时 鬼叫突然变得扭曲 下一秒 凌峰三人出现在了一片草地上 原来在危机时刻 喧华感应到鬼叫的威胁后 便瞬间施展出闪盾逃离了 凌峰陷入沉思 能让喧华使出闪盾 看来鬼叫的实力 至少是深渊三阶的恶灵 或是一种规律鬼 而小丑用假碎片以人去显地 再借刀杀人 这可不是一般的反追踪能力 看着手中的地图 凌峰发现这里果然没被人发现过 还是先标记下来吧 等以后升级了再来解决 沉思许久后 凌峰让江薇继续追踪小丑 江薇伸手比了个OK的手势 随后画卷上出现了三个箭头 看来这面具碎片还不少 简直像是一个显地定位器 当天晚上 凌峰来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SS级显地九里坡 凌峰配合彤彤 顺利击杀了此地的恶灵 成功拿到了第二块碎片 凌峰将碎片交给彤彤 彤彤则使用鬼气修复能力 将两块碎片融合在了一起 凌峰有些激动 成功了 这碎片有真有假 看来要小心甄别一下 随即跟着鬼话继续向前 接下来的时间里 凌峰来到另外几处显地 成功地将显地的恶灵全部斩杀 顺利地拿到了另外两个碎片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鬼灵彤彤你达到升级条件 是否选择升级 凌峰激动地握拳 直接选择升级 升级成功 彤彤等级提升为深渊二阶 羁绊增加 宿主身体素质强化八倍 宿主获得寿命的提升 宿主获得了一次抽奖 升级完后 彤彤不仅实力进一步提升 还多了个防御强化的技能 凌峰思考地说道 接下来就是升级喧哗 到时候 我就是拥有四只深渊二阶的鬼灵了 另一边 海城的商业街上 魏家探子正在到处打听凌峰的踪迹 忽然 一名浴鬼师发现了凌峰 随即报给了一位老者 报告柯老 发现凌峰的踪迹 他就在拧右前方 听完手下的汇报 柯老瞬间来到男人身后 伸手就抓住了男人的肩膀 可下一刻他就猛圈了 只因眼前之人 只是一个装扮得很像凌峰的人而已 原来 凌峰的装逼事迹已经想着海城 海城很多店铺都售卖起了凌峰的周边 所以 现在海城的大街上 几乎都是凌峰的同款外套 同款披风等等 而想到这个主意的 则是海城主的女儿柳如 柳如坏笑着说道 这下可让魏家有的忙活了 收集到三个碎片后 凌峰跟着鬼话来到了一处未知险地 看着这阴冷的潭水 鬼话告诉凌峰 碎片在这片潭水之中 而凌峰猜测 根据小丑藏碎片的逻辑 这潭水之中 肯定有非常强大的水鬼 于是询问道 能不能在不惊动水鬼的前提下 直接把面具碎片弄上来了 鬼话想了想 展开画卷浮现了两个大字 是伞 见状凌峰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即换出了凌锣 凌锣一出现 便换出了大量的伞分身 这些分身来到潭水上方 开始快速转动起来 不一会地攻击 潭水上出现了一个漩涡 而小丑面具的碎片 正好出现在漩涡的正中心 见此 凌锣化成人形 朝着面具碎片冲了进去 然而 就在他顺利拿到碎片的那一刻 漩涡的上方突然迅速闭合 与此同时 在外面维持漩涡的伞分身 开始接二连三地坠落到了潭水中 凌峰按道不好 还是被发现了 关键时刻 鬼话连忙出手帮忙 只见无数根触手将伞分身捞出 其中一根直冲潭水深处 把昏迷的凌锣捞了出来 不料下方潭水突然翻眼而起 静止冲向了鬼话的位置 就在这时 潭水中赫然冒出了一只巨大的蛟龙头 张开血盆大口向着鬼话咬去 鬼话急忙拖着凌锣向后飞去 潭水散去后 水鬼的身形也暴露了出来 这竟是一只深渊二阶的鬼水蛟 而鬼水蛟垫追不上鬼话 猛地从口中喷出一股绿色的毒气 想将鬼话拉下水来 凌峰当即换出铜铜和喧滑 让其上前协助鬼话 只见喧滑换出鬼域 直接将鬼域覆盖住整个潭水 而后心念一动 无数鬼水草从水中冲出 静止缠在鬼水蛟的身上 趁此机会 红铜直接进入统一形态 并施展出了邪灵状态下的寒冰巨像 而看见寒冰巨像的鬼水蛟猛然一愣 红铜见此机会率先出手 直接将鬼水蛟的部分身躯冻成冰块 鬼水蛟也不示弱 一口咬在了红铜巨像的胳膊上 当双方陷入胶着时 鬼画的画卷上 浮现出姜薇的眼睛 鬼水蛟瞬间被定格住了 整个身体僵在了原地 眨眼之间 红铜鬼气全开 瞬间将鬼水蛟的身体 冻成了冰雕 轩滑也在这时射出无数丝线 接着握住丝线猛的一拉 只听见一阵框框的碎裂声 鬼水蛟直接碎成了冰渣子 凌峰接住凌罗的身躯 呼出一口气叹道 好险好险 幸好略胜一筹 凌峰也顺利拿到了面具碎片 经此一战后 轩滑也终于满足了 升级所需的经验 系统传来提示 鬼灵轩滑已经可以升级 是否选择升级 凌峰到了升肯定 升级成功 轩滑等级提升为深渊二阶 羁绊增加 宿主身体素质强化九倍 宿主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解决完鬼水蛟后 凌峰拿起了潭边的灵潭水草 看了起来 就在他感觉似曾相识的时候 鬼马一踢着他踢飞了出去 兴致把水草吃进了嘴中 凌峰有些无语地说道 好好好 这些都给你 吃完灵潭水草后 鬼马的鬼气得到了提升 就连鬼鱼冲击和无视地形两个技能 也得到了提升 忙活完后 凌峰打开系统抽奖面板 准备把两次抽奖机会给用掉 第一次抽中了鬼鱼共享能力 鬼鱼共享 鬼灵之间可以相互操控鬼鱼 同样可以进行叠加 第二次抽中了战力增幅能力 战力增幅 短暂大幅度提升鬼鱼战力 使用条件 与鬼鱼之间的羁绊超过一千点 休整了一会 凌峰拿出了小丑面具 看着只差两块碎片 小丑面具就能变得完整 凌峰决定一股作气 要将碎片全部凑起 于是一路翻山越岭 来到一处竹林当中 只见鬼马纵身一跃 直接跃到了竹林上方 开始在上面奔跑了起来 很快 凌峰到达了目的地 而且还在这里 看到了几天前遇到的望夫时 想着对方是前辈 凌峰跳下鬼马 上前和对方打个声招呼 而听到凌峰的声音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 从望夫时背后缓缓出现 凌峰心里想着 看来她就是望夫时的主人了 女人缓缓说道 我叫唐雪 跟尹瑞是同事 并且同样是玉本师联盟的元老 你可以叫我学姐 凌峰见她坐着轮椅 不经询问起来 唐雪解释道 没事 前段时间和恶灵战斗的时候 不小心伤到了 你怎么样 最近有什么收获 凌峰当即拿出小丑面具说道 这几天去了不少险地 碎片也都收集得差不多了 看到凌峰手中的面具 唐雪很是惊讶 她根本没想到凌峰会跑这么多险地 去收集那些面具碎片 随即拿出自己手上的碎片说道 我这片也给你 看看能不能拼上去 唐雪把身上的碎片递给了凌峰 凌峰接过后放到了小丑面具上 发现面具只剩下最后一块 而唐雪突然问道 凌峰 你觉得小丑到处藏面具 是为了什么 听到唐雪的询问 凌峰想了想回答道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为了误导我们 让我们扑空 还有一种就是 面具代表她的致命落敌 她不想让这个面具被别人所掌握 所以才分开藏在不同的险地 增加获得完整面具的难度 唐雪笑着说道 看来你也猜到 既然面具是你极其的 如果你有把握解决小丑 我可以帮你 最后一块面具碎片的气息 就在这瀑布后面 同时我也感应到了危险的气息 里面的恶灵 应该是指规律鬼 实力相当于深渊三阶恶灵 我一直在外面研究她的规律 可是没有丝毫头绪 凌峰听完唐雪的分析后 便决定先进去看看情况 毕竟有喧哗的闪盾能力 一旦遇到打不过的恶灵 直接闪现逃离就行了 随后 凌峰来到瀑布面前 将鬼话换了出来 在凌峰的指挥下 鬼话将瀑布一分为二 露出了后面的山洞 凌峰则小心翼翼地踏进了山洞中 什么情况 一个小丑竟然在跪拜神像 就在刚刚 凌峰走进了水帘洞中 很快就来到了山洞的尽头 山洞尽头里 赫然有一个小丑 正跪在一座神像面前 神像双目永飞 同时有着六条手臂 看到这一幕的凌峰有些疑惑 难道小丑是在跪拜神像吗 凌峰决定先试探一下 随即唤出凌锣出手 而似乎是听到了动静 小丑突然仰起头 似笑非笑地盯着凌峰 凌峰奋出几把伞分身 静止朝着小丑冲去 可面对凌峰的攻击 小丑只是站起身来 不紧不慢地待在原地 就在这时 神庙中的神像头颅突然快速转动 原本安逸的面旁 突然变成了凶身恶煞的鬼脸 只是眨眼的功夫 凌峰就出现在了一座孤岛之上 看来是被吸入鬼域之中了 鬼域中漂浮着许多岛里 甚至还有许多神像鬼的分身 正在朝着凌峰飘来 凌峰惊恐万分 这么说 刚才小丑在跪拜神像 是在寻求他的庇护吗 原来 这神像是深渊三阶的规律鬼 而他的杀人规律 就是庇护膜拜者 击杀不拜者 但超出可见范围则无事发生 就在凌峰思索之时 漂浮的神像鬼开始进攻凌峰 眼看凌峰的伞分身 已经被神像鬼压制住时 凌峰连忙换出了姜薇和彤彤前去帮忙 只见姜薇凝聚出自身法相 拿着毛笔向前一挥 下方的神像分身瞬间被画卷困在原地 趁此机会 红彤发现了小丑的身影 飞速地向着小丑急冲而去 可小丑却丝毫不慌 甚至还笑嘻嘻地朝着凌峰招手 等到童彤一爪子抓过来的时候 小丑还不忘半个鬼脸 静止逃到另一座古岛后 而他嘲讽式地手舞古岛 引得童彤怒气冲冲 可就在这时 红彤身后突然冒出一座神像鬼 并举起手中的尾气 直接击中了童彤 红彤反应不及 竟被这巨大的力道直接击飞了出去 随着一声巨醒 红彤被重重地砸在了一座古岛上 与此同时 另一旁的神像鬼分身 红彤撕碎了缠在身上的画卷 凌峰顿感不妙 看来连姜薇也不是神像鬼的对手 凌峰连忙让童彤姜薇回到自己身边 当即让轩华使出了闪盾 随着闪盾能力的发动 眨眼间的功夫 轩华就把他们带到了瀑布外 唐雪连忙询问 怎么样 没事吧 听到唐雪的话 凌峰摇摇头说道 那小丑受到深渊三阶归律鬼的庇护 非常难搞 我的三个鬼灵一共坚持了23秒 但还是没能突破封锁 幸好归律鬼被归律所致 没有追出来 唐雪听完后开口问道 如果加上我的两个深渊二阶鬼灵 一起上会有胜算吗 凌峰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 神像鬼的分身十分难缠 忽然凌峰灵机一动 顿时有了新的想法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小丑 为什么非要打败规律鬼呢 唐雪眉头一停 顿时来了一丝兴致 难道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凌峰开口说道 雪姐 你的两个鬼灵加上我的一个鬼灵 应该可以暂时顶住规律鬼的攻击 只要它们能够抵挡20秒以上 我的另外两个鬼灵 就能够突破神像鬼的封锁 将小丑抓住 最后 我那擅长逃遁的鬼灵会在一旁观望 等我们抓住了小丑 它会立刻带我们全身而退 就算打不过凶猛的牢 我们也要胡口多食 什么情况 唐雪竟然小脸通红 难道后宫团又要加一了 在听完凌峰说出的办法后 唐雪有点震惊地说道 你竟然绑定了四个鬼灵 真是不可思议 而凌峰却回应 自己其实还有个没完全驾驭的鬼灵 到时候打算请她做外援 原来 凌峰为了增加胜算 准备用佛珠召唤安主助阵 虽然只是简单的沐浴压制 却依旧有个不错的效果 一旁的唐雪已经被惊艳到了 无语了一会后开口询问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凌峰继续说道 现在天色已晚 还是先休息一晚再行动吧 由于刚当的战斗 红彤和凌罗都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凌峰决定休整一晚再开稿 晚上 凌峰在火架上烤鱼 并将烤好的余地给了唐雪 雪姐 试试我的手艺 唐雪咬了一口后 眼神顿时一亮 这烤鱼的味道确实不错 而凌峰也笑着回应 独自外出习惯了 总得有点生活技能吗 随后两人聊起天来 雪姐是哪里人 我来自西江 凌峰有些好奇 就是西部以南吗 那边好像没有中心城吧 唐雪点点头说道 那边的地势特殊 有一些小城市都是建在地下的 凌峰文言有些差异 居然还有建在地下的城市 建它有些兴趣 唐雪解释了起来 西南的地形险要 有些地形根本不适合生存 甚至有大量的恶灵栖息者 所以那里的家庭 都是建在溶洞之中的 还能避开大部分恶灵 可里面却是暗无天日 许多农业设施很难建设 而凌峰忽然询问 听说西南还有一些特殊的鬼是吗 唐雪继续解释 那边的恶灵形态比较多变 而且还有一种比较神秘的屍鬼 屍鬼若是被杀死 就会变回一动不动的尸体 所以我们怀疑它是一种特殊鬼灵 专门找尸体进行融合而产生的 凌峰听完饶有兴趣 那真得去见识一下 听见凌峰用有趣来形容屍鬼 唐雪不由扑子一声笑了出来 你还真的胆大 第二天早晨 心脆的鸟叫声迎来了第一缕阳光 凌峰当即用佛珠换出了青竹 很快 记照安鬼律开始慢慢出现 唐雪的脸色变得凝重 难道周围有恶灵 凌峰见此解释道 雪姐不用担心 这就是我的外人 见识凌峰的外人 唐雪也放下戒心 随后两人再次来到了瀑布的面前 鬼话同样掀开瀑布 望夫实则给唐雪铺了一条实路出来 没多久 两人来到了尽头 便看到了依旧跪坐在神像前的小丑 小丑听到动静 背头冷笑地看着两人 紧接着 两人就被吸到了神像鬼的鬼域中 唐雪目光阴明 当即就换出了自身的两个鬼灵 望夫实精女 准备进攻 凌峰也全副武装 先是让轩华保存实力 利用鬼镜进行助攻 凌罗则配合望夫实和精女 去缠住神像鬼的分身 彤彤张开鬼眼 很快锁定了小丑的藏身之锁 随即让江薇和彤彤去抓小丑 而凌峰挥起黄金剑 抵挡住靠近唐雪的神像鬼 望夫实射出锋利的尖石 精女则用藤蔓缠住 为江薇和彤彤扫清障碍 两人一前一后向着小丑冲去 其他鬼灵则为他们挡住 密密麻麻的神像分身 可神像鬼依旧源源不断 见此凌峰当即使用鬼域共享能力 两人恰硬凝聚出鬼轮法制 融合成一道蓝红色的冲击波 只听见一阵筐筐的声音响起 爷家的鬼域瞬间冲破了蓝路的神像 而听到了深厚的动静 小丑回头望去 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忽然 小丑的脸色变得猙獰 开始发出一阵阵诡异的嬉笑声 一股紫色的鬼域从小丑的嘴里慢慢出现 凌峰再次闯进神像鬼的鬼域之中 开始争夺最后一块小丑碎片 就在这时 小丑一改嬉皮笑脸 脸庞变得面目猙獰 竟在嘴中凝聚出鬼域 随着鬼域的展开 无数玩偶恶灵从鬼域中冲出 看到这一幕时 凌峰并不担心 就算神像给予了小丑加持 他的正面抗衡能力也不会太强 于是果断让青竹出手压制 伴随着一阵木鱼声传来 姜薇彤彤的叠加鬼域 配合青竹的木鱼声撞向小丑的鬼域 而看到这些拦路的玩偶恶灵 红彤直接提起大刀砍过去 只是一瞬间 红彤就解决了这些玩偶恶灵 姜薇也幻化成鬼话 伸出无数触手将玩偶恶灵吸进鬼域中 而木鱼声也压制住了小丑 小丑直接呆愣在原地 彤彤也顺势破掉了他的鬼域 而见小丑中招了 凌峰当即让轩华带着自己和唐雪去会合 然而 等到他们到达几兆安前 准备出手抓住小丑之时 凌峰突然一惊 连忙抬头望去 只见一尊牵手神像鬼 赫然浮现在凌峰面前 来的是真正的神像鬼本尊 唐雪神色大变 连忙提醒凌峰 话音未落 神像鬼身后的无数手掌心 突然冒出一只只眼睛来 就在神像鬼的手掌即将落下的同时 凌峰也发现了最后一块面具碎片 精语射出一条藤蔓绑住童童 直接将其甩向了碎片所在地 而神像的掌心眼已经开始发射激光 关键时刻 红童成功拿到了最后一块碎片 轩华瞬间使出闪顿 众人重新回到了山洞外 逃出来的凌峰终于松了口气 轩华也因带着多人闪顿 回到了鬼灵信物中休息 凌峰随即看向唐雪 学姐 你也辛苦了 听到凌峰的话 唐雪却是摇摇头说道 可惜了 还是让小丑跑了 而凌峰却笑了笑 其实我们已经赢了 因为我们拿到了最后一块碎片 彤彤把碎片展示了出来 而凌峰也将面具递给凌彤 随着最后一块碎片的融合 小丑面具终于彻底修复 系统声音也跟着响起 恭喜你获得了小丑面具 说明 小丑会跟随面具 若亲自将面具戴在小丑脸上 可获得小丑的支配权 注意 支配者不可低于小丑两级以上 凌峰听完神色一醒 果然 这面具就是小丑的致命落敏 而且还可以让一个S级的预给尸 瞬间成为的沙尔街 与此同时 小丑似乎感应到了面具所在 净直出现在了凌峰两人面前 见此 凌峰拿着面具 吸引着小丑朝纪赵安走去 等到小丑进入纪赵安后 沐鱼声便发挥作用 小丑顿时头晕目眩 彻底被控制住 凌峰来到安主身后说道 安主 鬼给你带到 凌峰话音刚落 系统声音响起 帮助寄照安主收押了一个深渊二间女鬼 羁绊任务三完成 寄照安主羁绊增加 系统提示 寄照安主的羁绊已到达50 满足绑定条件 是否进行绑定 凌峰欣喜地选择了是 绑定成功 你获得第五个鬼灵寄照安主 宿主获得寿命的提升 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是什么东西 竟然海城主如此惊苦 就在刚刚 凌峰成功绑定了寄照安主 然而 凌峰发现了不对劲 安主的面板 居然和别的鬼灵不一样 等级不详 经验不详 能力 沐鱼压制 沐鱼度化 解析 突然凌峰被两个字给惊吓到了 规律 不断收容女性恶灵 并将恶灵转化为善灵 转化后实力相应增强 鬼欲寄照安 在寄照安鬼欲中 沐鱼声影响力加300% 凌峰看到后震惊不已 真没想到 青竹竟然将自己变成了规律鬼 可凌峰又转念一想 看来青竹是怕自己 会变得像鬼话一样失控伤人 所以才将自己变成规律鬼 他这是给自己设限制 想通后 凌峰看着青竹的沐鱼压制能力 这能力要比想象中的还要逆天 毕竟要是能解析完全的话 甚至可以做到无视级别进行压制 而沐鱼度化的能力 更是让凌峰无比兴奋 看着这些正在打坐的恶鱼 想来是正在进行沐鱼度化 A级恶鱼罗沙婆 恶70% 善30% S级恶鱼逃妖 恶1% 善99% 见到如此神奇的能力 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 能将恶鱼转化为善鱼的能力 比如说凌峰让青竹 将一个深渊二阶恶鱼度化成善鱼 再将它送给信任的人 那这个人 就可以直接成为地煞二阶的御鬼师 这简直就是一个高等善灵制造机啊 凌峰想了想 决定先拿小丑试试 于是他把面具递给了青竹说道 安主 这个给你解析 看看能否有助于度化 青竹接过面具后 便来到沐鱼前坐下 开始解析起来 完事后 凌峰走出了计兆安 唐雪见到凌峰连忙询问 怎么样 已经办妥了吗 凌峰肯定的回答 放心吧学姐 小丑不会再出来作乱了 忽然凌峰挠头感谢 这次抓到小丑 多亏了你的帮助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见凌峰尴尬的模样 唐雪忍不住笑着回应 不必客气 就当欠我个人情罢 以后我遇到麻烦 说不定还得找你了 这时唐雪换出旺夫时 对 我还有别的任务 就先走一步了 你自己小心 说完便离开了这里 晚上 红桐和萤火虫正开心地玩着 这时一只松鼠突然出现 直接抢走了桐桐手中的萤火虫 正当松鼠得意洋洋的时候 桐桐直接半个鬼里 吓得松鼠目瞪口呆 就在他们打闹时 凌峰拿出地图研究了起来 虽然他已经有了五个鬼灵 但是要对付魏无忌 他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于是他决定继续往西 去拜访一下那边的狱鬼是协会 与此同时 海城主正在接受治疗 突然眼睛一蹬 不好 有两股强大的气息正在靠近海城 海城主连忙起身 并让手下带着城主府的人 去黄金立市避难 此时海城不远出的天空上 出现了两座巨大的山峰 准确地说 是两位实力强大的狱鬼师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能让两只深渊三阶的鬼灵 同时感到害怕 海城的上空突然出现两座山峰 海城主第一时间便展开 鬼鱼冲了上去 魏无忌 真当老夫死了吗 听到海城主的质问 魏无忌却是冷冷回道 怎么会 谁不知道海城主老当一撞 城主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屁孩呢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身边连个拿得出手的人都没有吗 还得您亲自出马 可海城主却是不屑地说道 我跟你可不一样 没有带保镖的习惯 此话一出 跟着魏无忌一起来的强者顿时不爽了 指着海城主骂道 老头你骂谁呢 这时魏无忌怒声开头 不跟你废话 只要你交出凌风 我立马就走 您可别装糊涂 凌风在海城的消息我早已掌握 而海城主对此却是冷喝一声 随即怒声喝道 凌风此刻就在我府上 你们要想杀凌风 就从老夫的尸体上踏过去 见海城主态度无比强硬 魏无忌当即唤出鬼灵回道 一旦开战 海城必定生灵涂炭 您可要想清楚了 见此 跟着魏无忌一起来的强者 也唤出了自己的鬼灵 两大鬼灵的出现 威压顿时让所有人惊恐不已 人们连忙拖家带口地躲进了避难所 就在双方对峙之时 忽然一名拿着黄金像的玉鬼师 从海城主的身后缓缓走出 城主 东西带过来 海城主回头望去 小心翼翼地接过玉鬼师手中的黄金箱 目光再次看向魏无忌说道 魏无忌 动手之前 不再考虑一下后果吗 当看到黄金箱时 魏无忌就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突然变得极为难看 见他没有任何表示 海城主直接解开了黄金箱上的第一个锁头 箱子很快露出了一丝气息 而仅仅是这一丝气息 便让两大强者的鬼灵惊顶不已 正当海城主准备解开第二个锁扣时 魏无忌连忙阻止 兜兜住手 随即质问起海城主说道 为了一个凌风 值得吗 海城主则是淡淡地回忆 等你的眼中不再只有魏家 而是看到全人类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值不值得 而魏无忌也是转身离去 离去时同样放出狠话 今天看在海城主的面上 我不会进攻海城 但凌风只要踏出海城一步 他必死无疑 随即再次闪现离去 望着他们离开 海城主长呼一口气 而那颤抖了双手 也是连忙将黄金箱上的锁扣扣上 什么情况 一个黄金盒子 居然能让魏无忌又一次吃饼 凌风刚到府城外时 便从严会长那里得知 魏无忌濒临海城的消息 看完后 凌风脸色极为阴沉 魏家果然去了海城 而且还带了外援 看来自己在府城也得小心行事 片刻后 惊心伪装的凌风进入了府城内 突然凌风猛地一惊 抬头看去 只见城市的上方 突然出现了一座虚宽的宫殿 凌风看到后很是惊讶 又是那个海市蜃楼 而此时的天空 也吸引了城市中的大部分人 可就在他们议论的时候 凌风看到身边的人 开始毫无征兆地消失在原地 凌风很是疑惑 这幻影怎么跑到府城来了 由于人们的突然消失 府城的交通开始出现混乱 人们纷纷慌乱地四处逃窜 凌风快速上前 第一时间就把鬼话换了出来 只见鬼话冲到半空中 瞬间变得巨大无比 直接挡在了府城和宫殿之间 可奇怪的是 人们仍然接二连三地慢慢消失 见此凌风又唤出凌罗 并且发动鬼域叠加技能 让凌罗将自身的鬼域叠加到了鬼话上 随着鬼域叠加后 鬼话和鬼伞同时隔开了宫殿 府城的人也终于停止消失 而宫殿也就此慢慢消散 逐渐消失在天空之中 片刻后 得到消息的府城遇鬼师协会会长 连忙从边防赶回府城 一名遇鬼师表示 报告会长 本次府城至少消失了四万人 包括大量遇鬼师 若不是有大任务出手阻挡 恐怕损失会更加惨重 府城协会会长何放回应 那位大人的画卷鬼域我也看见了 但却从未听闻 不知道到底是谁出的水 随即让人在城里找一下 我要亲自置信 而凌风已经缓缓地出了城 当初府城没多久 凌风就接到了唐雪的来电 唐雪询问道 凌风 你是不是在府城遇到了海市圣楼 对此凌风点点头 神色有些差异 你怎么知道 而见他疑惑不紧 唐雪简单解释道 这个海市圣楼 也是总部长期追踪的恶灵 而他仅仅出现一天 就让多个地区消失了几万人 凌风则告诉唐雪 前阵子 我在平城附近也碰到鬼 里面似乎是个凤袍女鬼 一听是凤袍女鬼 唐雪十分肯定 万鬼不复苏就是因为他 只是我们也没搞清楚 如此大的鬼域 是怎样做到瞬间移动呢 凌风顿时分析起来 或许那根本不是鬼域 海市圣楼只是光折射现象 如果他的本体在很远的地方 而他只是将宫殿投射过来而已 唐雪表示肯定 有道理 不过只是投射影像 就已经这么强吗 那他原本的实力 恐怕不是我们能应对的范畴啊 凌风顺手解决了海市圣楼 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府城 不料唐雪打来了电话 凌风 我遇到一个能力特殊的尸鬼 不太好对付 府城离西江不远 可以来帮一下忙吗 凌风当即表示没问题 骑着鬼马一路向西南赶去 很快 凌风踏进了西江的区域 望着眼前的地形 还真是险山恶水 荒无人烟啊 没多久 凌风就来到了唐雪的所在地 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唐雪 凌风连忙打招呼 雪姐 你的腿好了吗 唐雪点点头说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谢谢你特地赶过来一趟 凌风连忙摆了白手说道 没什么 反正我本来就想到西江来看看 那尸鬼在哪 而唐雪却是说道 先别着急 跟我来 我先带你见识一下普通的尸鬼 说话间 唐雪打开了望夫时的鬼域 凌风跟随唐雪走了进去 刚一进来 凌风便看到许多阁楼一山二建 而在江水之中 树立着一个高大的望夫时 唐雪领着凌风来到了一处院子内 随即开口说道 你看 就在这里 这些就是我换养的尸鬼 实力不算太强 专门用来做研究的 唐雪说完便走上前 伸手打开了关押尸鬼的笼子 见笼子被打开 尸鬼一股脑地便冲了出来 唐雪不慌不忙 直接换出了精女 而尸鬼却是毫不畏惧 继续怪叫着冲向唐雪 看到这一幕的凌风眼神诧异 想不到 这是鬼面对高自己两级的敌人 竟然还敢出手 唐雪当即指挥精女出手 精女甩出许多藤蜡 直接将尸鬼凝成了麻花 看着倒在地上的尸鬼 唐雪表示 就算明知是送死 尸鬼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攻击 并且死亡后 才会变成普通的尸体还是腐坏 否则 他们可以持续存活上千年 闻言林峰想蹲下查看一番 不料唐雪连忙出手读止 小心 尸鬼身上有着许多奇毒 林峰却不在意 发现尸鬼的皮肤冰冷柔润 确实像是刚死不久一样 林峰回头表示感谢 而唐雪这时拿出一块碎步说道 至于我追踪的那个尸鬼 他的实力较巧 上次遭遇时只抓到了他身上的碎步 林峰接过碎步 我可以让鬼灵感应一下 林峰随即换出鬼话 把碎步递了过去 很快 鬼话的花卷上 出现出一个向下的箭头 林峰有些疑惑 难道 是在地下 唐雪回应道 很有可能 你的鬼灵能够往地下渗透吗 林峰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试试看吧 片刻后 林峰与唐雪 出现在了一个地下溶洞之中 什么情况 鬼伞竟然被吸进了一个漩涡之中 就在刚刚 林峰和唐雪来到了地下百米的溶洞 而这里还能看到人类活动的踪迹 唐雪解释道 这里是戎城的外围 对于戎城来说 威胁最大的就是尸鬼 而我追踪的那只恶灵 还是深渊二阶的尸鬼 这么高级别的尸鬼 还是第一次出现 与此同时 戎城防线的一个小溶洞中 不断响起惨烈的尖叫声 只因那只深渊二阶的尸鬼 正在沿着溶洞不断前进 而周围的尸鬼尸根本不是对手 纷纷惨死在尸鬼手上 见阻止不了 一名尸鬼尸连忙呼叫救援 报告长官 尸鬼快要到一号溶洞了 实力至少在SC以上 请求支援 正在赶来的尸鬼尸头领连忙回应 一号溶洞可住着好几万人了 拼死也要给我守住 话音未落 尸鬼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强大的威压顿时镇住了所有人 感受着从尸鬼身上散发出的鬼气 顶头直接压麻呆住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这只尸鬼竟然是深渊二阶的恶灵 然而 就在尸鬼张开血盆大跑 准备进攻下方的人群时 鬼话突然出现 并展开画卷将其困在了里面 尸鬼有些猛圈 随即跳到地面上 朝着鬼话和金鱼怪叫起来 身后的凌峰连忙吸引火力 喂 你的敌人在这里啊 闻声尸鬼猛地转头望去 瞬间就被吓了一跳 然后 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尸鬼所在的地方竟然发生了爆炸 等到烟雾散去 尸鬼消失不见时 凌峰两人才发现尸鬼打洞跑了 而唐雪很是诧异 怎么可能 这尸鬼竟然逃跑了 可凌峰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当即唤出凌罗带他们下去 凌罗也没废话 直接把他们收进鬼域 然后朝着洞口全力追赶 鬼伞速度很快 不一会就追上了尸鬼 眼看尸鬼钻进了一个漩涡中 凌罗也跟着钻了进去 下一秒 漆黑的溶洞突然变得金币辉煌 眼前的景象发生了改变 而等凌峰两人从鬼域出来后 顿时震惊了 不是说诗鬼没有鬼域吗 这是哪里 不然凌峰转头看去 眼前的建筑越发眼熟 可凌峰越看脸色越难看 只因眼前的建筑 他已经见过两次了 凌峰惊恐地说道 不好 这是海市蜃楼 我们进入了凤袍女鬼的鬼域了 完了完了 凌峰误打误撞 竟然闯进了凤袍女鬼的鬼域之中 两人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 而唐雪连忙拿出鬼灵信物 想唤出鬼灵进行戒备 却发现鬼灵被鬼域压制 实力大大减弱 两人观望了许久 却发现凤袍女鬼并没有主动攻击 于是凌峰唤出鬼马 载着唐雪朝着宫殿而去 宫殿外的街道上异常安静 既没有看到人 也没有恶灵出没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前 在发现大门都是紧闭的状态后 鬼马一跃而起 直接越过了围墙 静止来到一个大广场上 凌峰不禁感慨 于是凌峰骑着鬼马继续往里走 可整个皇宫空荡荡 根本看不到半个鬼影 也不知走了多久 两人终于走到了最里面的大殿 可刚穿过门 两人就看到了先前追踪的尸鬼 尸鬼似乎听到了动静 回头望去 开始朝着他们嘶吼起来 紧接着 唐雪唤出望夫士和精女发起进攻 凌峰也唤出轻竹助阵 尸鬼怒吼地冲向精女 精女甩出藤蔓想缠住尸鬼 不料却被其全部撕碎 直接将精女打飞出去 后面的望夫士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尸鬼一爪子打在了身上 唐雪很是惊讶 这尸鬼好快的速度 这时轻竹出手了 一阵连绵不绝的沐渝声开始不断响起 听到沐渝声的尸鬼瞬间被定在原地 精女抓住机会 藤蔓直接缠在他脖子上 然后猛个一拉 直接将他甩在了望夫士制造的尖石上 尸鬼的身体当场被刺穿了 然而 即使身上被捅出几个洞 尸鬼依旧毫无畏惧地扑向精女 凌风和唐雪十分震惊 他居然还能行动 看来普通伤害对他无效 就在精女逐渐步入下风时 青竹直接起身 一掌抓住了尸鬼的脑袋 随即将一股能量打在尸鬼头上 并单手将他甩飞出去 尸鬼当场毕命 战斗胜利 祭照安主羁绊增加 祭照安主的规律得到了增强 能力 目于压制提示 对某个鬼的解析达到80% 即可无视级别压制 这一幕看得唐雪目瞪口呆 好强 这就是你的第五只鬼灵 凌风点头肯定 可此时的凌风却非常疑惑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凤袍女鬼为什么没反应 忽然唐雪惊恐地指着天上说道 凌风 快看天上 凌风抬头望去 只见一座一模一样的宫殿 正在急速冲来 什么情况 凤袍女鬼终于显露了真身 就在刚刚 凌风和唐雪惊恐地发现 天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宫殿 紧接着 那座虚幻的宫殿 竟和眼前的宫殿融合在了一起 凌风震惊不已 两座鬼域竟然重合了 随即唤出彤彤展开鬼域 忽然 宫殿的大门缓缓打开 里面的景色随之映入眼帘 宫殿最深处的皇位之上 赫然端坐着一个女人 女人身穿凤袍 头戴着一顶满是珠宝的王冠 看上去净显端庄优雅 随后 凤袍女鬼从王座上站起身来 凌风和唐雪顿时感受到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直冲而来 凌风惊叹不已地说道 刚才那座宫殿是投影 这个才是本体 就在凤袍女鬼走下台阶时 强大的威压再次加强 红统展开的鬼域 瞬间就被压得变了形状 看到这一幕后 凌风直接将所有鬼灵全部换出 并让他们全力抵挡 而凌风却让宣华不要出手 因为凤袍女鬼实力惊人 是一只深渊三阶的恶灵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宣华必须随时准备闪盾逃离 而凌风之所以没有撤退 是准备试试青竹的能力 凌风连忙让青竹进行解析 青竹随即出手 沐渝声开始不断响起 凤袍女鬼的解析程度 开始慢慢上涨 然而 凤袍女鬼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威压再次加强 凌风他们的鬼域根本抵挡不住 就在这时 凌风准备让宣华使用闪盾逃离之际 却忽然发生了意外 凤袍女鬼的攻击突然停了下来 凌风一破地望去 只见凤袍女鬼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另一边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 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吗 就在这时 宫殿外响起了一阵轰隆声 唐雪连忙提醒他 快看 是另一个鬼域 只见宫殿的城墙外 突然出现了漫天黄沙 正在掩埋着外围的宫殿 凌风猜测 能够入侵凤袍女鬼的鬼域 想必也是一只深渊三阶的恶灵 城外 一只枯骨形态的恶灵 正在踏进凤袍女鬼的鬼域 来的正是深渊三阶的恶灵死灵将军 并且在他的身后 还有着一只骷髅军团 而且 就连这些骷髅小兵 也都是深渊级的恶灵 眼看着漫天的黄沙就要掩埋皇宫之时 凤袍女鬼终于动了 只见虚空之上 赫然浮现出一道阶梯 凤袍女鬼沿着阶梯 开始走向了宫殿前 只见他轻轻抬手 周围开始浮现出雄雄烈火 三只由火焰形成的凤凰瞬间出现 直接冲向了漫天黄沙之中 宫殿之外掀起漫天黄沙 死灵将军带着他的骷髅军团 开始入侵凤袍女鬼的鬼域 只见凤袍女鬼双手倾台 煞时之间 凤袍女鬼周身燃起雄雄烈火 三只火凤凰瞬间出现 直接攻向了宫殿外的骷髅小兵 眼见双方一言不发就打了起来 凌风顿时喜笑颜开 这不正是一个收割经验的好机会吗 于是 临终当即下令 让姜薇领着彤彤他们加入了战斗 而青竹则趁着他们打斗之际 开始解析起死灵将军 喧华率先出手 袖中红线飞速射出 瞬间解决了一大堆骷髅小兵 凌罗则奋出无数的散分身 快速旋转形成黄金龙卷风 直接将小兵们吹到散架 此时死灵将军的解析进度为15% 凤袍女鬼单手一挥 火凤凰便喷出熊熊烈火 直接将那片区域化成了火海 红红挥动手中巨刃 一刀便解决了奄奄一息的骷髅小兵 经验值框框上升 忽然黄沙上凸起一个巨大的沙丘 骷髅小兵们好奇地回头望去 下一秒 鬼话突然从沙丘中冲出 巨大的化卷又卷起了一大波小兵 全被姜薇吸进了鬼域之中 而死灵将军正在和火凤凰相互对峙 十几分钟后 死灵将军的解析进度来到了33% 凌峰想着沐鱼生有着压制效果 虽然现在解析进度不高 不能完全压制 但若是能在青竹的鬼域中 沐鱼生的压制效果会有三倍的增幅 或许能短暂压制住死灵将军 于是凌峰当即决定 让青竹换出鬼域 随着青竹敲击沐鱼的声音响起 死灵将军顿时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开始变得晕头转向 凤袍女鬼抓住机会 直接让火凤凰冲向死灵将军 可当火凤凰即将撞到时 死灵将军反应了过来 一掌直接拍飞了火凤凰 然后身形一闪 便带着黄沙鬼域撤了回去 眼看死灵将军退退 凌峰赶紧放回所有鬼灵 防止凤袍女鬼再次发起攻击 无料空中的凤袍女鬼站在原地 随即斜眼向下方看去 竟把目光投到了灵峰身上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已插手了凤袍女鬼与敌人的战争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看到系统传来的消息 凌峰大为震撼 难道凤袍女鬼 也能绑定为我的鬼灵吗 完了完了 又有一位高龙女皇 要被凌峰收入后宫了 听到系统的提示 凌峰有些意外 她根本没想到 如此强大的凤袍女鬼 竟然真有可能绑定成为自己的鬼灵 不料这时凤袍女鬼一脸忧愁 随即亲手一挥 傻眼间宫殿鬼城开始碎裂 凌峰和唐雪两人瞬间离开了鬼域 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之中 溶洞虽然漆黑一片 但却到处有速速速的声音响起 见唐雪有些害怕 凌峰当即询问童彤 童彤 能施展鬼域点亮整个洞穴吗 随着童彤的乐园 鬼域逐步展开 大量的灯光出现在溶洞的上方 很快 凌峰便看到了整个溶洞的状况 周围密密麻麻的全是人意 唐雪很是惊讶 天呐 好多人 凌峰思索着说道 他们应该是被海市蜃楼吸进来的人 没想到竟然都活着 看来他们一直被困在这里 距离最早消失的那一批人 都快十天了吧 两人讨论的时候 周围的人们 都被这突然出现的灯泡给惊吓到了 唐雪连忙上前安慰 大家别害怕 我们不是坏人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雪大人 唐雪回头看去 一名少女激动地跑到了唐雪的面前说道 雪大人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唐雪连忙回应道 是你 白玲 两人激动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而周围的狱鬼师们 基本都听说过唐雪的大名 纷纷开心了起来 是总部的唐雪元老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这时林峰走了过来 唐雪连忙介绍 我们也是误入这里 不过会想办法救大家出去的 对了 这位是林峰 算是我的同事吧 林峰文言抬起手打个声招呼 见林峰如此年轻 就已经是元老级别的人了 白玲的脸颊一红 心中满是惊讶之色 随即打起招呼 你好 我叫白玲 是雪元老的学生 林峰也礼貌地回应着 这时唐雪询问起白玲 先简单说一下这里的情况吧 白玲便解释起了自己的遭遇 当时我们在基地附近 追捕一只恶灵 忽然看到天空中 出现了海市蜃楼 由于好奇地多探了几秒 下一刻 就不知不觉地 出现在一个皇宫里面 但是皇宫很快就消失了 我们也就出现在了这里 也遇到了更多的人 这里虽然有地下水 但没有食物 不可能长期生存 虽然我们发现了好几处通道 可每次有人试图进入通道 离开这里时 就会直接当场死亡 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封锁了这里 这时白玲瞪着双眼 继续说道 有一个身穿凤袍的女鬼 每隔几天会出现一下 像是在巡视我们一样 林峰听完思索了一下 很快便明白了过来 随即换出鬼伞说道 玲罗 带着我们上去看看 玲罗也不废话 当即将几人收进鬼域中 随后向上飞去 可才飞到一半 玲罗的鬼域 就撞到了凤袍女鬼的鬼域 三人顿时惊恐失色 看来上方也有屏障 这时 白玲惊恐地指着上方说道 就是她 半空之中 凤袍女鬼突然显现在 他们上方 而凤袍女鬼的目光 却是静静地凝视着林峰 突然系统传来提示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可开启 是否开启羁绊任务 凤袍女鬼突然出现在林峰上方 羁绊任务也紧随而来 听到系统的声音 林峰欣喜若狂 看来真的有绑定凤袍女鬼的机会 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开启任务 系统再次传来提示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一 带领洞穴中的人往地下挖洞 一直挖到底 奖励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林峰有些疑惑地询问起凤袍女鬼 你把这些人带到地底 是为了让他们往地下挖东西吗 凤袍女鬼文言很是尴尬 连忙点了点头 看到这一幕的糖雪顿时愣住 林峰 你是怎么知道的 林峰无奈编了个借口说 我的鬼灵与她有些交流 所以能大概明白她的想法 林峰尴尬地捂着脑袋 总不能说是系统告诉我 而这话也让糖雪十分震惊 想不到 林峰的鬼灵竟然能和凤袍女鬼有交流 还能相互传达信息 这也太厉害了吧 林峰随即抬头说道 我可以帮你 但我必须先出去一趟 将食物和工具带进来 否则不出几天 这些人都会饿死了 到那时更无法完成你的目的 凤袍女鬼点了点头 接着手中出现一片黄金树叶 交给了林峰 看着手中的黄金树叶 林峰有些疑惑不解问道 一片叶子 她这是同意了吗 糖雪在一旁回应 应该是的 只是我不明白 她如果要找东西 直接往地下渗透不就好了 为何要大费周章 弄这么多人过来挖呢 林峰也不明白 随即决定回去看看情况 三人重新回到溶洞之中 林峰让所有鬼灵出来试试 看能不能往地下渗透 但是直到最后 就连渗透力最强的凌罗 也是摇了摇头了 林峰明白了过来 难怪她要找人帮忙 果然鬼灵是无法渗透下去 林峰抓起地上的土壤捏了捏 心中有了一些答案 这种黑色土壤 应该是类似黄金的东西 是一种可以隔绝鬼灵的物质 价值挺大的 想要向下渗透 只能是靠人力来挖掘吧 林峰思索之时 一旁的白灵突然开口问道 顶部的屏障如果打开了 不能带大家直接出去吗 可林峰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没那么容易 一方面 我们的鬼域承载不了上万人的转移 另一方面 如果被凤袍女鬼发现 甚至会引起她的追杀 所以带大家出去最稳妥的方式 还是要依靠她的海市圣楼 白灵听完后明白了过来 于是当即决定 自己留下来组织大众 让林峰和唐雪出去找物资 决定策略后 白灵便开始组织众人 而林峰两人则进入了凌罗的鬼域 静止穿过了原有的屏障 没了凤袍女鬼的阻碍 鬼伞直冲而上 很快就带两人来到了地面 不料刚从鬼域出来 眼前的景象直接惊呆了两人 只因他们面前 竟然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 正当两人手足无措之时 唐雪的脸色突然大变 惊恐地指着前方说道 林峰 那是什么 文言林峰抬头一看 只见辽阔无边的沙漠上 赫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骷髅军团 而领头的 正是死灵将军 沙漠之上 死灵将军带着他的骷髅大军 赫然出现在了林峰面前 见状林峰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换出轩华闪顿逃离 下一秒 轩华直接闪顿了一百公里 可眼前的景色 却依旧还是在沙漠之中 正当两人疑惑之际 身后突然响起一阵轰隆声 香薇似乎感应到了威胁 瞬间出现在林峰上方 直接用画卷将两人卷了起来 紧接着 一只庞大的蛆虫从地底里钻出 张开血盆大口咬了过来 并射出许多尖利的触手弓向林峰他们 唐雪连忙说道 金鱼瞬间出现在唐雪身旁 利用藤蔓挡住了触手的攻击 随后 姜薇的画卷配合金鱼的藤蔓 直接给巨沙虫来了个五花大宝 巨沙虫被勒出的内伤 直接一口血朝着天空喷了出来 红红挥起巨人一刀劈下 成功将巨沙虫劈成了两半 绿色的液体倾盆而下 林峰连忙打开鬼伞躲了进去 这里的恶灵够多的 而唐雪指着一边说道 不如我们往东边走走吧 于是 两人骑着鬼马一直往东边骑行 可通讯器却是一直没有信号 也不知走了多久 林峰忽然神色凝重 不好 周围有鬼气 发音未露 一旁的废弃建筑中突然出现一只恶灵 恶灵低声怒吼着 眼光死死地盯着林峰他们 感受着恶灵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这居然是深渊三阶的恶灵 林峰二话不说 直接让轩华使用闪顿 几分钟后 马背上的林峰长呼一口气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哪哪都是深渊三阶的恶灵啊 这时唐雪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 这里早就不是西江 而是位于西北区域的死亡之海 这里是狱鬼市联盟总部 划分出来的八大兄弟之一 林峰疑惑地问道 八大兄弟是什么地方 唐雪解释道 在狱鬼市联盟总部内 也只有高层人员才有自得知道 那里是连元老都不敢轻易涉毒的地方 这些地方栖息着大量深渊高阶恶灵 是总部防备的重点区域 并常年派遣二级元老驻族看守 想不到我们竟然到了这里 林峰回应道 我们当时 应该是在西江地下的溶洞之中 由于我们闯进了凤袍女鬼的鬼域 还被她的特殊能力传送到了这里 而这里 还是凤袍女鬼真正的老老 唐雪表示肯定 这里应该离西北的中心城市垄成不远 出去之后 我们可以到那里筹集物资 两人谈论之际 前方再次出现了一只深渊三阶的恶灵 林峰连忙让轩华再次进行闪盾 这次闪盾后 两人终于到达了一个好地方 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片绿洲 唐雪的通讯器也是恢复了信号 看来他们确实是在死亡之海中 等两人到达绿洲边缘的时候 突然一个老者拦住了他们 老者连忙询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好在唐雪认识这位老者 随即开口回道 星州元老 是我呀 两人很快来到了绿洲里面 离开凤袍女鬼的鬼域后 林峰两人在沙漠里四处碰壁 好在他们顺利脱浅 来到了一片绿洲之中 唐雪笑着说道 星州元老 这些年又轮到您镇守死亡之海了 老者随即回应 不错 我在这里已经镇守八年了 上次见你 你还只是一个小娃娃呢 眼前的老者 乃是玉鬼市联盟总部的 二级元老星州 老者好奇地问道 小雪 你怎么会从死亡沙漠里出来 这个少年是谁 唐雪随即回答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们找到了海市蜃楼背后的鬼 被他带走的那几万人 还困在死亡沙漠地下的洞穴里 听到这话的老者心里一惊 他们还活着吗 唐雪指着林峰说道 这次多亏了林峰 他与凤袍女鬼做了交易 只要帮他找到想要的东西 他便会放大家离开 所以我们才先行出来 寻找食物和工具 听到唐雪的描述 老者也赞叹不已 原来你就是林峰啊 这几个月 可没少听说你的名字啊 林峰文言连忙打了声招呼 老者接着说道 魏无忌正在海城守着你 没想到你却出现在了这里 还能够带着小雪 从死亡之海里出来 当真是年少有为啊 而林峰却是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元老谬葬 这次遭遇也是偶然 还得指望您 能帮我们把这些人顺利救出来呢 老者点点头 并询问林峰有什么计划了 林峰决定 先按凤袍女鬼的要求去做 将物资带回去 之后再随机应变 老者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那就由我来护送你们去垄城吧 那里食物跟工具都不成问题 而唐雪却是陷入了思索 上万人的口粮 我们该怎么运输啊 对此林峰则是微笑说道 运输的问题就交给我吧 我自有办法 三人当即行动 很快便来到了垄城 正当唐雪他们商讨之时 林峰却是盯着系统面板思索 系统的储物空间已经好久没升级了 这次就直接来个十连升吧 系统随即弹出一个面板 林峰用三千万贡献点 将储物空间升到了十二级 随着林峰点击确定 储物空间开始大变模样 不仅多了一整排的储物柜 甚至直接扩充了一个楼层 林峰看着眼前的变化 顿时赞叹道 不错不错 是有够气派的 等林峰做完这一切 唐雪便过来告诉他 总部已经备好了东西 现在可以去仓库领取了 来到仓库后 林峰便看到里面 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 唐雪担心地问道 这么多东西 林峰 你真的可以吗 林峰唤出鬼话说道 放心吧 我的储物 呃 不是 我的鬼灵有这种特殊能力 没问题的 原来林峰是用鬼话 挡住唐雪的视线 然后再把物资 偷偷地吸进储物空间中 这样就能避免暴露自己的外挂 片刻后 一仓库的东西 全被林峰吸进了储物空间 这一幕直接看待了唐雪 林峰笑了笑说道 雪姐 我们可以回去了 唐雪反应过来后 只好笑着回应 我们是从死亡之海出来的 现在还能找回去吗 林峰想到了什么 随即拿出了那片黄金树叶 不知道这片叶子 会不会有什么作用 发音未落 林峰手中的黄金树叶 忽然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就在刚刚 黄金树叶开始散发出金色光芒 林峰正疑惑之时 彤彤突然出现 双手捧住了黄金树叶 并释放鬼气将树叶包裹住 随着鬼气的刺激 黄金树叶开始分解 下一秒 林峰和唐雪两人 直接就被传送回了溶洞之中 看到两人的出现 白灵面露洗色 雪大人 您回来 唐雪也是欣喜不已地说道 各位 我们成功带回了物资 大家不用再挨了 很快 在白灵的指挥下 所有人都排队领上了物资 一些人更是对林峰赞不绝口 还好林峰来救了我们 要不然真得倒在这里 这时 一个小女孩把自己的东西递给了林峰 林峰欢笑地蹲下身来 谢谢你小朋友 还是拿去给妈妈吧 等到众人恢复了一些元气之后 唐雪找到白灵 让她把工具发放下去 准备开始完成凤袍女鬼的需求 于是浩浩荡荡的人群开始动员起来 朝着一处空地开始深挖 林峰抬头看向溶洞的高处 心里也是在思索着 凤袍女鬼应该也在看着吧 这地下到底有什么呢 随着众人越挖越深 地面上的土壤也逐渐被移除出去 很快林峰就发现 这挖出来的深坑 怎么像是一个倒着的金字塔形状 两天过后 几万人足足挖了几百米的深度 直到一名工人的锄头砸到了一个硬物上 发出了筐的一声时 林峰知道 这是挖道的 随着硬物上的飞土清理掉后 周围的人才看到 这是一块刻有复杂符文 并且材质十分特殊的石板 见此 林峰当即让人继续清理 把石板周围的飞土全部给清理掉 没多久 石板就露出了全部的面貌 看上去像是一口黑色的石棺 就在这时 林峰身后的人突然惊恐地大叫醒 有鬼啊 林峰回头望去 凤袍女鬼突然现身 出现在了深坑之中 林峰连忙让其他人赶紧退出去 由自己上前交涉 凤袍女鬼进直飞到了石棺前 系统传来提示 完成任务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林峰想了想 看来这个黑色石棺 便是凤袍女鬼想要的东西 上方的唐雪白灵等人也很是担忧 白灵询问道 雪大人 我们要不要下去帮忙啊 唐雪却是握住白灵的手腕位导 别担心 我们要相信林峰 咱们的首要任务 是保护我们身后的普通百姓 而下方的凤袍女鬼 也开始凝聚自身的鬼气 一掌拍在了石棺之上 什么情况 林峰居然徒手扛起了千金石棺 随着黑色石棺出现在众人眼前 凤袍女鬼也是紧随其后 静止来到了深坑之中 随即凝聚出自身的鬼气 一掌拍在了石棺之上 想要把石棺带回鬼域之中 可无论它如何用力 黑色石棺就是一动不动 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 帮助凤袍女鬼将黑色石棺取出来 并放置到她的鬼域中 奖励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听到系统的任务 林峰上前蹲了下来 用手触碰了一下石棺的表面 发现自己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然后对着凤袍女鬼说道 还是让我来试一下吧 看着这些符文 林峰发现了一些端倪 这石棺和地上的土壤都是黑色的 也许这石棺的材质 同样掺杂了黑色土壤的特殊物质 使得鬼灵根本无法触动 并且石棺是被镶嵌在石头当中 凤袍女鬼更加无法撼动 于是 林峰直接从储物空间中 掏出了一根巨大的钢签 随即拿起钢签 直接戳向了石棺周围的石头 只听见一阵框框框的巨响 黑色石头犹如泡沫一般 直接被钢签砸成了碎片 上方的人们看到这一幕震惊不已 没想到林峰的力气这么大 竟然能徒手使用钢签 这根本就是一个活着的打装机啊 林峰花了不少时间 终于将镶嵌住的石头全部清除 这下应该可以了吧 林峰走上前去 一条腿的膝盖顶着石棺 双手则死死抓住石棺的两面 只听见林峰大喝一声 双手同时用力 巨大的石棺竟被林峰扛了起来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个人就扛起了石棺 这也太强壮了吧 毕竟系统强化了那么多次身体素质 可不是白增强的 林峰询问起凤袍女鬼 走吧 这个要放到哪里 以带路 听到林峰的话 凤袍女鬼展开鬼域 林峰便跟着她来到了鬼域之中 到达一处宫殿后 见凤袍女鬼停了下来 林峰也将石棺也放了下来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这时凤袍女鬼指着石棺 似乎是想要表达什么 系统再次发布任务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3 协助凤袍女鬼在三天后打开石棺 奖励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听到系统的声音 林峰看了看石棺后 顿时有些无语 这石棺是一体的 没有任何棺材兵 该怎么开关呢 林峰本想强行破坏 可系统却提示 不可破坏石棺 这时林峰想起 系统刚才说要三天后才打开 难道想要开关 还需要等待一个特殊的时机吗 林峰顺利地将石棺扛到了鬼域之中 不料却得等三天后才能开启石棺 林峰看着系统面板思索着 看来要想开关 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时机 于是林峰看向凤袍女鬼说道 三天后我可以帮你开关 到时候 你能把溶洞的那些人安全送回去吗 文言凤袍女鬼点了点头 见此林峰微微一笑 那好 这里食物不多了 我需要再出去一趟 凤袍女鬼随机小手一挥 三只黄金树叶落在了林峰的手上 很快林峰回到溶洞之中 唐雪连忙上前询问 事情怎么样了 林峰回答道 她同意把这些人送出去 不过还需要等上三天 我打算再出去收集些物资 顺便探索一下死亡之海 听到这话 唐雪连忙表示 我和你一起去吧 白灵也是满脸期待表示想去 不料林峰拒绝了他们 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遇到打不过的 还能跑得快一些 见此唐雪和白灵也只好作罢 片刻后 林峰就离开了溶洞 骑着鬼马载着喧哗 在死亡之海里溜达了起来 死亡之海对于林峰而言 不就是妥妥的刷怪基地吗 有喧哗的闪盾能力在 只要避开深渊三阶的恶灵就好了 忽然 鬼马踩到了一团火焰 顿时猛然一惊地跳了起来 差点没把林峰给甩飞出去 林峰定眼一看 却顿时有些无语 只见一颗小火树苗 在鬼马旁边哇哇大叫 林峰有些不屑 小小身材 动作倒是很凶 可花音未落 小火树苗瞬间变成了参天火树 周围的火焰直接逼得鬼马连连后退 林峰这才发现 这竟然是深渊二阶的恶力 随即林峰大手一挥 来得正好 动手 一声令下 弘峰将威青竹就冲了过去 弘峰率先出手 一手寒冰鬼掌直接发起进攻 无奈火焰克制寒冰 弘峰反被鬼火树震飞了出去 将威连忙射出鬼话 顺势接住了弘峰 而林峰有些惊讶 想不到这火树的鬼火如此厉害 竟然对鬼话都有一定的克制 不过林峰倒是不慌 直接让青竹开始解析 对于实力较弱的恶力 青竹的解析进度十分快速 没过几秒就完成了绝对压制 牧鱼声开始不断响起 并以青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很快 树枝上的火焰开始逐渐吸灭 鬼火树也开始半身不随 从参天火树变回了本来的面貌 直接晕倒在了原地 林峰拿起黄金剑说道 弱肉强食 我可不会同情你 随即扑子一声 一剑便将其直接消灭 而后的几天里 林峰边打边退 一旦遇到打不过的恶灵 喧华就使用闪盾逃离 再一次闪盾后 林峰忽然来到了一片绿洲旁 样子看上去 很像新洲元老镇守的绿洲 林峰没有犹豫 便直接走了进去 可当来到一处转角时 林峰便看到 这片绿洲中竟然有一只骆驼商队 林峰开启了死亡之海的附本 却在一次闪盾后发现了一处绿洲 走进后才发现 绿洲中竟然有一只骆驼商队 林峰顿时反应了过来 不对 这里是鬼域 突然林峰又看到 商队领头人把一封信交给了一个鬼流差 正当林峰疑惑之时 轩华竟然擅自行动 不顾林峰的呼喊 静止飞到领头人的面前 不料两人并没有打起来 而是相互嘀咕着 片刻后 领头人从旁边的户屋中 拿出了一批紫色布匹 并将它交给了轩华 轩华则释放出一团鬼气 便被领头人给吸收了 直到看见轩华抱着布匹回来 林峰才明白 这个鬼域 是个可以交易稀有鬼灵物品的鬼市 早知道应该多买点东西 反应迟钝的林峰被彤彤狠狠地鄙视了一番 与此同时 海城城主的庄园内 柳如把颜会长和姐妹花们全都叫了过来 柳如开口说道 今天请你们来 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林峰的事 三人文言点了点头 其实我们早就想来找你了 卓琳抬头看着天空中那两座山峰 随即叹息地说着 都快一个月了 卫家的人还在城外守着 真是够执着呀 柳如也很无奈 那两个都是地上三阶的狱鬼师 父亲也不敢贸然行动 狱鬼师协会有什么办法吗 颜会长摇了摇头 只要卫家不出手 总部也不能无端前来干涉 虽然营造了林峰还在海城的假象 也不知道能迷惑他们多久 卓宇也是一脸胡蠢 也不知道林峰现在到底在哪 发到这里 四个女人全都安生叹气了起来 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 卫无忌此时 已经偷偷地混进了海城之中 拿着一根棉花糖对着一个小男孩说道 小朋友 吃完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了 你认识林峰吗 小男孩拿过棉花糖后笑着回忆 当然啊 林峰可是我的偶像 卫无忌接着套话 那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我也想认识他 而小男孩却挠着脸颊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我妈妈在城珠府工作 我当时只是远远地看过一眼 后来我每天都去 可再也没看见过 听完小男孩的话 卫无忌脸上露出了阴沉的笑容 原来如此 看来卫无忌已经开到 林峰已经离开海城了 与此同时 林峰正在一处绿洲之中 享受着鬼老棚的全方位的服务 按摩水果应有尽有 生活真是多姿多彩的 这时系统突然传来提示 纪照安竹已经成功顾化小丑 林峰随即来到纪照安中 准备进去瞧瞧 刚一进来 便看到小丑正虔诚的柜坐在那里 头上浮现着善百分之一百 林峰很是惊喜 好厉害 小丑真的完全变成善灵吗 林峰看向青竹的面板 发现已经大变模样 等级和经验已经显现出来 而经验值的计算 居然是按照度化恶灵的数量来算的 就连牧鱼压制的能力 也从80%降到了75% 以后压制时间也会大大缩抖 这时林峰看向青竹 忽然发现青竹的眼神 好像比之前更加灵动了 恶灵小丑被成功度化 青竹的牧鱼压制能力 也缩短了百分比 纪照安鬼狱中 林峰望着青竹的样子 忽然感觉青竹的眼神 变得更加灵动了 不知不觉中便看入了神 不料系统突然作怪 你与纪照安主对视了三分钟 羁绊增加 听到系统的声音 林峰反应了过来 才发现自己居然忘了做日常羁绊 随后 林峰便加入了青竹的打坐队伍 你与纪照安主一起打坐 羁绊增加 然后又拿起扫把 将整个佛堂打扫一遍 羁绊增加 做完青竹的日常后 林峰又进入鬼化世界 和姜薇逛起街来 姜薇拉起林峰的手说道 林峰 那边有庙会 陪我去看看吧 随后两人便在庙会上逛了起来 面对各种小巧精致的物品 姜薇都非常喜欢 林峰也没有不耐烦 两人就这样逛了一整天 你与姜薇约会一天 羁绊增加 你与姜薇共进晚餐 羁绊增加 直到深夜 林峰才起身离开了鬼化世界 与此同时 死亡之海的地下 凤袍女鬼突然展开了鬼域 只见她端坐在王座上 双手之间 还捧着一个金黄色的铜镜 随着凤袍女鬼心念一动 一团鬼气被输入进了铜镜之中 在接触到鬼气的瞬间 红镜中出现了皇宫的全貌 同一时间 只见皇宫的上方 出现了一座虚幻的宫殿 海市蜃楼就此产生 宫殿急速而上 刹那间就从地底冲出了地面 接着直冲向空中的月亮 三天之气已到 正要去找凤袍女鬼的林峰 从大老远就看到了这一幕 林峰难难道 那是海市蜃楼 她又将鬼域投射出来 在林峰疑惑之际 宫殿已经飞到了和圆月持平的高度 随着一阵咔咔咔的声音传出 整座宫殿开始剧烈焚烧了起来 与此同时 圆月也在这一时间 突然变成了血红色 林峰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这 这是血月 难道 这就是她要等待的时机吗 血月 不同于月权势现象 人类至今为止 都琢磨不透血月的规律 鬼一复苏以来 血月每隔十几年就会出现一次 伴随而来的 是鬼灵的变异 每当血月来临之时 有些鬼灵的实力会突然暴露 甚至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鬼 而低等级的善灵 若是被血月照射了几分钟 会百分百变成恶灵 所以 血月可谓是人类的噩梦 更是狱鬼师的噩梦 城里的狱鬼师们 应该都在四处躲藏吧 林峰猜得没错 距离最近的陵城 整座城市都是空荡荡的 只有一些实力较强的狱鬼师在戒备 领头人严肃地说道 今晚血月 总部特派你们这些通灵体 前来防御鬼巢 你们多加小心 同时多注意自己善灵的情况 而实力较弱的狱鬼师们 已经躲回家中 甚至有些没被照射的狱鬼师的鬼灵 也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另一边 凤袍女鬼仰天看着血月 突然移到诡异的红光 从血月之上急速射下 林峰很是诧异 难道凤袍女鬼是要收集血月之光吗 林峰使用了黄金树叶 瞬间回到了宫殿之中 而宫殿之上 血红色的月光直射而下 静止射向了凤袍女鬼所在的大殿中 林峰急忙推开电门冲进大殿 而此时 凤袍女鬼已经手持铜镜 将那血红色月光 折射在了石棺之上 血色红月浮现当空 一道诡异的红光直射入宫殿 林峰急忙冲进大殿中 只见凤袍女鬼手持铜镜 将月光折射在了石棺上 开关倒计时开始 3 2 1 系统声音响起时 林峰的双手就已经搭在了石棺上 随着倒计时结束 林峰一声怒吼 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推去 石棺上方的石板被推了出来 一阵暗红色的光芒充斥了整个大殿 可当林峰看清石棺里面的东西后 却是当场呆愣住 知音这里面 竟然躺着凤袍女鬼的尸体 林峰抬起头打量了一下凤袍女鬼 发现这两人真的一模一样 就在他感到震撼之际 凤袍女鬼的鬼域突然颤抖了起来 林峰往外一看 顿时看到一阵阵的黄沙 正在铺天盖地的朝皇宫袭来 林峰定眼一看 是那个深渊三阶的死灵将军 可凤袍女鬼却没有停下 依旧维持着手中铜镜的照射 看来现在的他根本分不开身 系统突然提示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4 帮凤袍女鬼抵挡敌人 奖励 每抵挡住一秒 便增加一点羁绊 听完系统声音 林峰微微一笑 看来的拿出全部实力了 看看能帮你挡多久 说完 林峰将自身的所有鬼灵全都换了出来 与此同时 漫天黄沙已经包围了整个皇宫 凌罗最先出手 无数分身密密麻麻的出现 只向黄沙扑了上去 然而这些伞分身 根本抵挡不住黄沙的进攻 见此 林峰当即让轩华出手 拿出鬼镜再次复制出了大量的伞分身 随后他又让童童和姜薇出手 却不是直接攻击死灵将军 毕竟他们的目标是拖延时间 红童冲刺一场 一瞬间解决了无数骷髅兵 青竹的沐浴声开始响起 很快就压制住了死灵将军 同一时间 鬼化也换出鬼域 侵入到了黄沙鬼域中 可在两者刚碰撞的刹那 鬼化那庞大的废墟城市 眨眼间就被沙化 青竹恐怕不会想到 有一天静会和姜薇一起并肩作战吧 必须要严访黄沙的入侵才行 林峰当即让童童使出寒冰巨像 想要用寒冰将黄沙挡在皇宫外 可就在这时 子凌将军仰天一笑 显然已经脱离了青竹的压制 只见漫天的黄沙聚集成两条处手 寒冰巨像刹那间就被打了膝碎 就在黄沙来到林峰眼前之时 一只火凤凰突然出现 硬生生地挡住了黄沙触手的进攻 林峰很是庆幸 凤袍女鬼出手了 眼看差一点 就能完全入侵凤袍女鬼的鬼域 死灵将军顿时怒吼大叫 下一秒 死灵将军开始脸露血色 准备发起他的深渊能力 深渊能力 是深渊高阶鬼灵所特有的一种究极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伤害高范围广 而且还能成倍地提高鬼灵的整体战力 可以说是近乎无解 唯一缺点 就是有次数和时间的限制 死灵将军不停怪叫 身上的骨骼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血红色 与此同时 他以极快的速度 踏着黄沙静直向黄宫大殿冲去 见此 凤袍女鬼一脸冷淡 手中的铜镜却是嗡嗡作响 瞬间 原本在吸收血月之光的宫殿猛然落下 竟和大殿重叠在了一起 林峰十分赞叹 凤袍女鬼放回了海市圣楼 这相当于重生了一个新的鬼域出来 可死灵将军却是毫无畏惧 直接一剑消灭了火供黄 很快 死灵将军再次冲向大殿 喧哗连忙使用闪盾 带着林峰躲过了死灵将军的击杀 而死灵将军 也顺势来到了皇宫大殿之上 凤袍女鬼此时已经坐到了王座上 死灵将军停了下来 两鬼怒目而逝 林峰猜测 看来是凤袍女鬼的深渊能力 终于要发动了 正当林峰思索之时 青竹的解析进度已经来到了50% 然而死灵将军似乎感知到了危险 竟放弃了与凤袍女鬼的斗争 转而向着青竹猛然扑去 林峰连忙让轩华使用闪盾 三人顺利闪现到了其他宫殿的屋顶上 而王座上的凤袍女鬼 眼眸中泛起了炽热的杀意 像是要发动深渊能力一般 不料死灵将军突然跳起 脚下瞬间出现一个漩涡杀洞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很快林峰便看到 黄沙正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消散 系统传来提示 任务完成 以协助凤袍女鬼抵挡了敌人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看着死灵将军退去 林峰想着青竹的解析还差最后25% 解析完就能无视级别压制它 只要成功压制深渊三阶 青竹便可升级为深渊三阶的规律者 想到这里 林峰当即回到宫殿 对着凤袍女鬼说道 还等什么呢 我们一起追上去 勇绝后患 听到后的凤袍女鬼有些诧异 但还是拿出了红镜召唤还是慎冷 忽然 整个皇宫开始变得虚幻 眨眼之间 虚幻的宫殿就映照在了死亡之海上 随着林峰和凤袍女鬼的落地 虚幻的宫殿瞬间幻化成了凤袍女鬼的鬼域 不料林峰刚一落地 下面的黄沙就蠕动起来 大量的骷髅士兵瞬间从黄沙中钻出 手中尖刀便向着林峰刺去 鬼话反应迅速 直接拖着林峰便朝空中飞去 等小兵们陆续出现后 死灵将军也踩着黄沙帽了出来 见状 林峰直接唤出轻竹 让其抓紧解析 受到沐渝声的压制 死灵将军愣了一下 像是感应到了致命的危险气息 竟不顾凤袍女鬼 直接冲向了轻竹的鬼域 林峰不禁诧异 死灵将军又是主动进攻轻竹 难道他是认为 轻竹的威胁更大吗 不过转念一想 林峰也不得不佩服 红维深渊三阶恶灵 即使打不过凤袍女鬼 但依旧有逃脱的机会 可一旦被无视级别压制 那可真就是死路一条啊 然而 凤袍女鬼怎会袖手旁观 还不等他冲过去时 凤袍女鬼就将其拦了下来 只见凤袍女鬼死死地盯着死灵将军 眼神之中充满了灵烈的杀意 死灵将军落荒而逃 林峰见状也是乘胜追击 红凤袍女鬼一起来到了死亡之海 下一秒 皇宫鬼欲赫然拔地而起 再次阻拦了死灵将军的进攻 不料死亡将军发出一声怒吼 刚升起的宫殿瞬间就被杀化 而凤袍女鬼却丝毫不慌 毕竟他只是在拖延时间 只要等轻竹完成解析 死灵将军依旧必死无疑 眼看自己无法冲过去 死灵将军终于等不住了 果断发动了自己的深渊能力 顿时之间 沙漠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一条骷髅巨虫从漩涡里钻了出来 凤袍女鬼也再度换出火凤凰进攻 只听见巨大的轰鸣响起 骷髅虫和火凤凰激烈地撞到了一起 然而就在这时 凌峰忽然感应到 又有恶灵网这边冲过来 只见一片倒挂着尸体的鬼域出现 凌峰很是震惊 不好 这是另一个深渊三阶恶灵 难道是被这边的战斗蜥蜴 过来凑热闹的 在凌峰疑惑之际 一个蜘蛛网向着凤袍女鬼打了过去 危急时刻 彤彤冲到凤袍女鬼的身后 并用自身的保护罩挡住了蜘蛛网 不料下一秒 一个头颅射出无数丝线 竟将彤彤团团围住 直接困在了里面 看到这一幕的凌峰顿时急了 与此同时 鬼域的主人也献出了真身 这竟是深渊三阶恶灵毕日法王 而且他是来帮死灵将军的 凌峰暗骂一句该死 连忙让轩华使用鬼火 想要把蜘蛛丝烧断 喧哗凝聚鬼火扔向蜘蛛丝 然而 一向无往不利的鬼火 此时竟然不起作用 凌峰压下心中的疾状 骑上鬼马手持黄金剑 并赶忙让姜薇送自己上去 就在童童将被彻底封闭时 凌峰挥动黄金剑 一击便斩断了蛛丝 把童童解救了出来 凌峰急切地问道 童童 你没事吧 可童童伤得不轻 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 凌峰忍不了他 当即让凤袍女鬼先拖住碧日法王 让他来解决死灵将军 听到凌峰的话 凤袍女鬼心念一动 火凤凰瞬间来到了碧日法王面前 而清竹已经解析到了63% 凌峰连忙让姜薇和凌罗再顶几分钟 可即便两鬼实力再强 面对深渊三阶的死灵将军 两鬼依旧落入了下风 被死灵将军突破了防线 可等他来到清竹的鬼律前时 解析进度正好从74跳到了75 已达到了无视级别压制 就在死灵将军准备冲进祭兆安时 一声沐浴敲击声响起 下一刻死灵将军全身无力 痛苦地捂着脑袋惨叫 剑以成功压制 凌峰当即大手一挥 让鬼灵们全部出手 并使出了鬼律叠加技能 一时之间 姜薇的废墟鬼律 彤彤的乐园鬼律 喧哗的青涩鬼火 凌罗的三体合击 在凌峰的指挥之下 全部冲向了死灵将军 清竹终于完成解析 死灵将军就此退场 随着凌峰一声令下 几个鬼灵火力全开 喧哗利用鬼径复制出伞分身 将骷髅兵轰成了渣渣 彤彤的摩天轮设施 直接将骷髅兵甩上了天 托马斯火车则变成了托马斯武功 将一大部骷髅兵状的吸碎 骷髅军团很快就被清理掉了 接着 彤彤率先出手 一刀劈在了死灵将军的弯刀之上 兵器接触的一瞬间 弯刀就被绷成了两半 不料下一秒 骷髅巨虫突然出现 一口咬在了彤彤的手臂上 朝着空中飞去 见彤彤被咬住 凌峰大吼一声 彤彤 用聚灵法相 听到凌峰的声音 彤彤暴怒一声 一个巨大无比的法相赫然出现 骷髅虫被炸得粉碎 彤彤顺势挥动手中巨刃 成功击杀了骷髅虫 与此同时 喧哗手持黄金剑 闪盾来到死灵将军身后 一剑便刺了进去 随即喧哗射出附带鬼火的丝线 顿时死灵将军身上冒出了熊熊鬼火 鬼化展开巨大的画卷 浮现出一只眼睛将其定在了原地 紧接着用画卷死死绑住死灵将军 终于 在所有鬼灵的合力下 死灵将军被成功消灭 系统声音响起 战斗胜利 祭照安主获得了规律的增强 你的鬼灵鬼化经验值已满 是否选择升级 听完系统声音 灵风欣喜若狂 当即选择了升级 升级成功 鬼化等级提升为深渊三阶 羁绊增加 宿主身体素质强化十倍 宿主获得寿命的提升 忽然系统提示 请选择鬼化的深渊能力 能力一 画卷绝杀 将鬼灵卷入鬼化卷中进行绝杀 能力二 虚化 将一定范围的鬼灵物体全部淹蔽 看着系统的提示 灵风有些惊讶 画卷绝杀 是将危在原有的能力上进阶而成的 而这个虚化能力 不就是死灵将军杀化的升级版吗 两个如此霸道的能力 只能二选一吗 灵风是一个都不想舍弃 将危似乎感应到了灵风的想法 随即在画卷上浮现出了一个试字 灵风大喜过望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全都要 做完这一切后 灵风看向了凤袍女鬼 现在可以去收拾 那个半路横插一脚的蜘蛛法王啊 将危瞬间出手 卷起画卷朝着蜘蛛法王冲去 而凤袍女鬼却是更大的双鱼 看来他是感应到的 将危已经成为深渊三阶的鬼灵了 画卷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蜘蛛法王 正当画卷就要卷住时 蜘蛛突然一个急速闪身 躲回自己的鬼域逃离了 灵风连忙喊住要追击的将危 不用追了 直到二打一打不过 跑得倒是挺快的 系统提示 以帮助凤袍女鬼解决了敌人 凤袍女鬼羁绊增增加 灵风思索了起来 与凤袍女鬼的羁绊已经70多了 竟然还不能进行绑定 看来深渊三阶的门槛 确实够高的 什么情况 灵风居然和凤袍女鬼深情亲吻 还往人家嘴中吐气 就在刚刚 成功击退蜘蛛法王后 灵风便和凤袍女鬼回到了地下 重新来到皇宫鬼域之中 灵风看着石棺里的凤袍女鬼思索着 忽然 系统传来任务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 将石棺里的尸体抱起来 并放置于皇宫天殿 奖励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什么 抱 抱起来 灵风听完系统的提示后顿时猛了 一时之间进步之该如何是好 看着这精美的容颜 难道凤袍女鬼利用血月之光照射 来复活尸体吗 难道她是尸体 思考了许久 灵风还是把凤袍女鬼抱了起来 感受着女鬼本体那冰冷刺骨的体温 灵风心中嘀咕一句 还好我身体素质强壮 随即看向凤袍女鬼说道 走吧 天殿在哪里 很快 凤袍女鬼就领着灵风来到了天殿 随即将她的本体放到床上之后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6 为凤袍女鬼的尸体注入阳气 注意 从口鼻呼入 听见系统的提示 灵风顿时脸红了起来 什么东西 注入阳气 难道说 是要我嘴对嘴的吹气吗 灵风尴尬地挠了挠头 虽然是美女 但怎么说也是尸体 更何况鬼魂还在旁边看着呢 无奈灵风只能硬着头皮上 但是心里早已跃开了花 速战速决吧 灵风随即趴在了凤袍女鬼的上方 对着那精致的脸庞 对着那柔软的嘴唇 轻轻地亲了上去 随着一口洋气的呼出 凤袍女鬼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起来 系统传来提示 任务完成 凤袍女鬼忌惮增加 不料清完的灵风顿时两眼泛飞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缓了许久 灵风看向了凤袍女鬼说道 好了 你的事情我都办完了 是时候兑现承诺了吗 一直在旁边观看的凤袍女鬼 此时也是脸色飞蝗 随即害羞地点了点头 而后他小手一挥 带着灵风回到了溶洞之中 而在听到灵风说可以回去后 白灵顿时兴奋了起来 灵风说道 凤袍女鬼会用海市蜃楼 将这里的人送到垄城外 接着询问唐雪 雪姐 垄城那边能否负责这些人的安置 唐雪笑着回忆 当然可以 我会提前跟协会打好招呼的 太好了 灵风你简直太神通广大 兴奋不已的白灵说完 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人 洞穴中的人们顿时欢欣雀跃了起来 临走之际 灵风让人把黑色土壤收集起来 将其装进了储物空间 这土壤的用处可是堪比黄金呢 收拾完一切后 白灵告诉灵风 大家已经准备就绪 很快 溶洞中的几万人开始身形闪烁 一瞬间 便全部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上 接着凤袍女鬼拿出铜镜 海市神楼再次冲出死亡之海 跟着灵风的指示 一直向着东南方向飞去 鬼域的投射速度相当之快 不多时他们就到达了龙城的郊外 原本在此的遇鬼师们 忽然被天空中的东西吸引住了 不料看到的是海市神楼后 全都被吓坏 连忙捂住自己的眼睛 纷纷向着龙城奔驰而去 海市神楼出现了 快通知城主 龙城城主就急冲冲地打来 对此冷哼一声 居然冲着龙城来了 还真是嚣张 然而 当他刚走上黄金墙时 却看到一个鬼域慢慢移动过来 龙城主一眼便认出这是唐雪的鬼域 原来 唐雪担心会发生误会 先行下来解释原因 唐雪落地后说道 龙城主不用担心 是我 城主一货地询问道 唐雪元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雪解释道 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是送人回来的 听到唐雪说出这话 龙城主一脸震惊 难道是之前消失在 海市蜃楼中的那些人吗 不错 我朋友与海市蜃楼背后的鬼 进行了谈判 这才从死亡之海 将他们带了回来 龙城主听完猛的一愣 居然能和凤袍女鬼谈判 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才能有这般能耐 唐雪继续说道 对了 这里面还包含了 很多其他城市的人 城主是否能够一并安置 龙城主表示没有问题 随即派人去组织 片刻后 林峰就收到了唐雪的信息 凤袍女鬼两手一抬 广场上的人类开始身形闪烁 随后再次传送 转眼间 几万人群全部被传送了出来 出现在了龙城城外 人们重获新生 激动的欢呼着 终于出来 真是谢天谢地 林峰也向着凤袍女鬼道谢 运送这么多人 辛苦你了 下次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凤袍女鬼淡淡看了林峰一眼 随后身影就消失不见 只给林峰留下了三片黄金树叶 林峰吐槽道 真高了 也不知道下次祭绊任务 会什么时候开启 在他发愣之际 唐雪乘坐着龙城主安排的客车 顺利地来到了人群之中 人们对着林峰表示感谢 纷纷上车回家了 等这些客车进入龙城后 又引发了一阵骚动 谁都没想到 这些消失许久的人们 竟然还能活着回来 而在观望的人之中 却有两个狱鬼是神情凝重 其中一名狱鬼是询问起胡子脸 你觉得 这件事有可能跟林峰有关吗 胡子脸回答道 确实有可能 待会找几个幸存者调查一下 原来 他们两个竟是魏家的探子 胡子脸一脸尖笑 露出了阴深深的笑容说道 要真是他 我们可就立大功了 城墙之上 令人寒战的海市蜃楼已经消失 总成城主和狱鬼是协会会长白岩 正在商讨着民众的护送 城主感叹道 好不容易度过血液 而今又迎来这么大的事情 真是有够忙的 白岩同样无奈地说道 没错 尤其是外乡民众的护送 千万不能出差错 以免为他人诟病 两人说话间 白岩跑了过来 爸爸 城主伯伯 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啊 我们刚刚安置好外乡人的住处 隆城主笑呵呵地说着 灵儿 你可是这次的大功臣 除了唐雪元老 还有什么人吗 想起唐雪的交代 白岩支支吾吾地表示 好像是有个十几岁的少年 跟在雪大人身旁 我也不熟 可能是同事之类的吧 而隆城主却是不相信 一个能和海市蜃楼谈判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呢 而作为隆城御鬼市协会会者 白岩的消息更加灵通 似乎猜到了灵峰的身份 随即拿出通讯器说道 灵儿 是这个人吧 看着父亲递过来的词片 白岩有些惊讶地询问 爸爸 您怎么知道是他 白岩解释道 城主 那个少年叫灵峰 是总部传出的天才通灵品 前阵子 还反杀了东北魏家的 地煞二阶玉鬼师 他虽然才十几岁 但已经有着地煞二阶的实力 听到白岩的解释 两人都露出了震惊不已的神色 地 地煞二阶 原来灵峰那么强吗 而白岩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 魏家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 若是隆城有眼线发现他的行踪 很有可能会派人追杀过来 听到这话 白岩激动地拍着白岩说道 那他岂不是有危险 白岩有些懵圈 灵儿 你不是跟他不熟吗 这么紧张干嘛 隆城主见状打断了胡闹的两人 总之 先将他请来城主 暂时避一避风头吧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另一边魏家探了 已经打探出了灵峰的消息 这些幸存者 将他们见到的人画了下 胡子连表情激动地说道 很好 快跟新闻上的灵峰照片对比一下 随即将两个头像放在一起对比了起来 沉淹了许久 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而得出的结论就是 不能说是互不相干 简直就是一奴一样 在确定了灵峰就在陵城后 胡子连一脸坏笑 随即通知了魏无忌 东北的魏家祖部中 得到灵峰的确切未诚后 魏无忌咬牙切齿地愤怒道 灵峰这个损货 竟然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老子守在海城的时候 怎么不敢冒出来 随即立刻下令 让探子们继续观察 千万不要打草精神 我现在暂时走不开 不过我会派人去解决他 陵城内部暗流涌动 而陵城的郊外 灵峰和他的鬼灵们 正在草地上休息着 青竹和姜薇背对而坐 一个安心地敲着沐鱼 一个认真的规划着深渊能力 红红玩弄着手中的丝线 灵峰则翻越着系统面板 样子看上去十分温馨 灵峰思索着 凤袍女鬼也回去休息 正好利用这个时间 让鬼灵们好好学习 打开系统面板 灵峰便看到 鬼化的两个深渊能力 都即将规划完成 而青竹也因为成功压制死灵将军 等级提升到了深渊三阶 沐鱼压制的能力 也降到了70% 灵峰正在研究的时候 忽然发现 童童正看着自己 疑惑地望而过来 而童童一脸开心的模样 双手摆弄出一个五角星 想来是想和灵峰玩翻花绳 不料灵峰一上手 直接就把花绳弄乱了 灵峰只好无奈地说道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其实我也不太会 看到手中的花绳被打乱 童童顿时就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就在这时 地上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 灵峰赶忙按住委屈巴巴的童童 拿起了通讯器一看 是唐雪发来的消息 原来 唐雪是怕魏家知道 灵峰在笼城的消息 想让灵峰尽快躲避起来 看完之后 灵峰猜测 魏无忌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的位置 毕竟几万人见过我 总会有时候漏嘴的 所以 在不能确认的情况下 魏无忌应该会先拍个跑腿的过来 就在他沉思时 系统突然传来提示 鬼化的深渊能力已规划完毕 羁绊增加 灵峰欣喜若狂 真不说 别的遇鬼是怕是做梦也想不到 我的鬼灵能有两个深渊能力吗 那正好 就拿魏家的跑腿的来练个手吧 灵峰微微一笑 心中瞬间有个计划 随后拿起通讯器 给唐雪回了条信息 雪姐 我不躲了 这就回陵城 唐雪看完回信后顿时愣住 心中有些想不明白 不躲了是什么意思 灵峰下定决心后 便骑上鬼马一路向陵城奔去 很快 灵峰就来到了陵城二房县 灵目张胆地骑着鬼马进城 周围的遇鬼师们 纷纷掏出通讯器拍了下来 灵峰很快就登上了陵城的头版头条 听着那些周围人的议论 唐雪忍不住拍了拍额头 灵峰是想要干什么呀 怎么会公然现身呢 而魏家的探底 也在往灵峰的位置靠路 半个小时后 骑着鬼马的灵峰 在陵城西门停了下来 听到消息的人们 也纷纷来到了这里 唐雪和白灵则在黄金墙上注视着 灵峰大声地怒哄道 魏家的人 我知道你们在这里 我也知道 你们请的地下三阶的遇鬼师 并且正在往灵城这边来 看清楚了 那座山叫做鸡脉山 我会在山巅等着你们 就让我们做个两段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睁大了双眼 兄弟们 灵峰终于要主动出击了 在听到灵峰要和魏家做个两段后 众人直接懵了 其他遇鬼师则纷纷议论了起来 其中一个白胡子老头批评道 这个小娃娃不好好学习 在这口出什么狂言 而魏家探子却是嘲讽说道 灵峰不是前不久才成为地下二阶吗 现在竟敢向魏家宣战 还公然挑衅地下三阶 下场定是必死无疑 灵峰根本没理会这些人 直接唤出喧哗闪盾离开 感受到喧哗散发出的气息 刚刚口出狂言的老头一脸猛低 好强的压迫 这 这是地下级 众人看着灵峰向鸡脉山飞去 纷纷惊叹道 这么年轻就是地下级 当真是天赋卓绝 我们也去看看热闹吧 看着这一幕 唐雪顿时后知后觉 心中有了一丝猜测 难道说 灵峰已经是三阶了吗 龙城主和白岩也赶了过来 白岩先行说道 我本以为 灵峰这次来龙城是要虚晃一枪 然后准备偷偷溜走 让魏家人扑个空 没想到他来真的 龙城主也表示肯定 地下二阶与三阶相比 虽然只是差了一阶 但就是这一阶 实力却是天壤之别 灵峰根本毫无胜算 难道 他有总部的二级元老做外援吗 可唐雪却否定了这个想法 这种可能性很小 总部也不愿主动 以魏家起冲突 白岩担忧地说道 城主伯伯 你一定要帮帮灵峰啊 他可是救了那么多龙城百姓啊 然而白岩却不同意 龙城之外的战斗 城主不便出手 而龙城主白白手 打断了白岩的话说道 你们也别担心 我会在一旁观察 尽可能想办法保护他的 几个小时后 鸡脉山的山脚下 已经聚集了许多 看热闹的玉鬼师 而唐雪等人也全都来到了这里 鸡脉山上 灵峰果然没有离开 那么魏家的地下三阶 真的会来吗 就在众人担心之际 不远处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峰 白岩连忙指着天空说道 快看 那边的是不是鬼玉 此时的灵峰 也感受到了对面的气息 眨眼光 鬼玉就来到了 鸡脉山的上方 下方的人们感受到了 可怕的鬼气 而且这么大的鬼玉 定是地下三阶无遗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鬼玉上下来了一个人 而此人 正是当初与魏无忌一起 威胁海城的地下三阶 遇鬼师穆萨 穆萨开口问道 悠悠 你就是凌峰 看到穆萨的时候 凌峰按道一声 果然魏无忌自己没有前来 而是找了帮手 凌峰也不再等待 随即开口说道 废话少说 动手吧 说完 他便将童童鲜华和凌罗 换了出来 随着姜薇成功 规划两个深渊能力 凌峰直接腰战 不料来的却是 地下三阶的穆萨 穆萨冷喝一声 随即大手一挥 无数黑甲武士便朝着凌峰冲去 凌峰同样换出了 童童鲜华和凌罗 眼看两人一上来就动手 下方的众人也都紧张了起来 而白眼看到 凌峰竟有三个深渊二阶的鬼 也是面露惊奇之色地说道 这凌峰果然不一般 白灵也很惊讶 想不到凌峰竟比自己父亲还厉害 可拢城主却否定道 别说三个 就算是三十个 那也都不够 二阶和三阶的差距 哪有你们想象的这么近 几人说话间 大量的黑武士已经遇到密密麻麻的散分身 忽然凌峰发现 这些黑武士动作如此整齐 难道是三阶鬼灵的下属军团吗 在凌峰猜测之际 只见所有的黑武士 瞬间拔出了腰间的弯刀 将迎上来的散分身砍成了两半 看到这一幕 凌峰眉头一皱很是疑惑 小兵怎会有这样的实力 难道是有什么规律吗 随着散分身再次进攻 黑武士又整整齐齐地拔刀挥砍 散分身又被砍成了两半 凌峰顿时明白了过来 黑武士只要拔刀 必然会击杀一个散分身 于是连忙吩咐彤彤和轩华 要赶在黑武士拔刀之前出手 彤彤手划寒冰鬼爪 身形瞬间闪破 直接秒杀了一堆黑武士 轩华也喷射出数道鬼火 又有一堆黑武士被烧成了炭 可在消灭了十几个黑武士后 凌峰又疑惑了起来 击杀黑武士竟然没有经验 那这些黑武士到底是什么 穆萨的三接鬼为什么没有出现 而这边 穆萨看到凌峰被耍得团团转 随即开口说道 竟然还撑了十几秒 还是给你来个痛快吧 随着穆萨打了的响指 所有黑武士全都化作了一丝鬼气 紧接着 这些鬼气都朝着中心开始聚落 片刻之间 一个身穿黑甲 猴掌尖角 练带诡异面具的黑甲武士 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看着这一幕 凌峰神色微微一愣 而心中的疑惑也被解开了 原来 这些黑武士并不是小兵 而是这只三接鬼灵幻化的本体之一 眼前的鬼灵 正是穆萨的深渊三接鬼灵黑甲武皇 忽然 黑甲武皇呼出一口气 只见他握住刀柄网的向下一次 顿时爆发出了强烈的冲击波 凌峰的鬼灵们直接被冲碎树木 而看到这一幕堂穴几人纷纷神色大变 不好 凌峰快不行了 得赶紧出手帮他 而魏家的探子则是哈哈一笑 甚至还在嘲讽凌峰 没本事竟然还不讨 看来今天他必死无疑了 与此同时 看着黑甲武皇的气势竟然还在成长 凌峰知道不能再拖了 于是直接换出了鬼话询问道 怎么样姜薇 观察得差不多了吧 鬼话的画卷上浮现了一个诗字 见此 凌峰当即下达指令 那就上吧 试试你深渊三阶的实力吧 凌峰说完 鬼话展开鬼域并释放无数处手 朝着黑甲武皇冲了过去 随着凌峰唤出鬼话 深渊三阶的战斗就此展开 将为释放鬼域并伸出无数处手 朝着黑甲武皇冲了过去 而看到鬼话加入战斗 木萨神情突然变得凝重 这种气息 是深渊三阶的鬼灵 而下方的众人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隆城主十分疑惑 这是哪来的深渊三阶 另一边的魏家探子 则赶忙把这情况汇报给了魏无忌 并且猜测 应该是御鬼市总部派来的支援 白眼感慨道 难道这是凌峰请来的外援吗 可隆城主却不确定地说道 不太像 再观察一下 说话间 战斗中的姜薇已经带着鬼域 冲到了黑甲武皇的面前 可黑甲武皇却没有丝毫动静 见此姜薇发现有诈 凌峰惺喜 剩余的黑武士全被姜薇吸收了 不愧是深渊三阶 突然 黑甲武皇似乎怒了 只见他将手放在刀柄之上 蓄力准备拔刀斩时 凌峰连忙提醒姜薇小心 下一步 一阵轰隆声传了出来 黑甲武皇的刀狠狠斩断了鬼化的鬼域 并向着凌峰砍过来 关键时刻 凌峰面前出现了几张虚幻的画卷 成功挡住了劈过来的刀锋 原来 将为使出自己的深渊能力虚化 替他们挡下了这猛烈的一击 随即再次冲向了黑甲武皇 两鬼势均力敌 战斗陷入了僵尸之中 而穆萨也是急了 他根本没想到凌峰竟有三阶鬼灵相助 随即开口说道 想不到你竟然长了帮手 不能再拖下去 说完 他便换出了自己的另外两只鬼灵 深渊二阶雷鬼 深渊二阶鹰煞火 凌峰则让轩华和彤彤出手迎战 他自己也骑上鬼马冲了上去 红铜奋力一击 与雷鬼扭打了起来 殷煞婆单手清台 瞬间幻化了两个鬼灵出来 喧华射出袖中四线 直接将鬼灵丝成了碎片 不料鬼灵在眨眼间开始融合 竟然恢复如初 凌峰敢叹道 没想到这两个鬼也不好对 便让凌罗和青竹过去帮忙 青竹闻言施展出了沐浴压制能力 声波开始不断扩散 这殷煞婆也算是女性恶劣 正好可以收到祭召安中度化 只是片刻 殷煞婆就头痛欲裂 开始变得摇摇晃晃起来 见他被青竹的沐浴声压制 凌峰冲刺而去 一记黄金剑直接斩杀两只鬼灵 然后顺势甩出了鬼绳 鬼绳顿时将殷煞婆五花大碗 最后被扔到了祭召安中 一进入祭召安 压制效果猛翻三倍 系统提示 祭召安主成功收服一名女性恶灵 进程恶百分之一百 善百分之零 另一边 喧华加入了童童和雷鬼的战斗 只见喧华利用鬼境 复制出了两个童童 复制体童童们先吸引火力 而本体童童寻找到机会 手中聚刃直屁而下 雷鬼顿时被砍成了两弹 便就地阵亡了 随后所有鬼灵聚在一起 开始全力支援姜薇 姜薇的两个深渊能力 直接打得穆萨毫无还手之力 随着另外两个鬼灵的失败 凌峰当即下令 让所有鬼灵全力出手去支援姜薇 而凌峰的表现 看得白灵两眼直放花痴 凌峰真的好帅啊 白眼也不禁赞叹道 凌峰的鬼灵如此强悍 魏家的人怕是要落下风了 穆萨也知道自己落了下风 可他也没法撤退 要是败了 魏无忌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只能选择跟凌峰拼命 穆萨下定决心后 从兜里掏出一把滴水 对着手掌划了一刀 然后将血滴在了鬼灵性物上 一瞬间 黑甲武皇双眼直冒红光 口中也发出了一声声嘀吼 紧接着 他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刀 刀身上面赫然多了一层血光 随着黑甲武皇拔刀挥去 香薇的深渊虚化区域 瞬间被一刀击破 出现这种变故 也让凌峰惊呼出声 这 这是什么能力 怎么实力瞬间提升了很多 黑甲武皇再次挥出一刀 血红光的刀锋直指凌峰的位置 红彤喧华连忙展开防御挡在凌峰面前 不料黑甲武皇又开始蓄力 凌峰知道 黑甲武皇是要使用深渊能力了 因为只有深渊能力 才能抵挡深渊能力 看到这一幕的位家探子欣喜若狂 已经开始手舞足蹈了 龙城主看到后也拿出了鬼灵信物 他猜测将威的深渊能力 起码要一个小时的冷却时间 此时的凌峰根本抵挡不住 于是准备出手相助 而凌峰却是邪魅一笑 都以为我死定了吗 没想到吧 我的鬼灵 还有第二个深渊能力 此时的龙城主展开鬼欲冲了上去 心中还在默默祈祷 希望自己还来得及 而黑甲武皇已经蓄力完成 不仅身形变得巨大化 并且举起胚刀狠狠砍向了凌峰 就在众人都以为凌峰要避命时 关键时刻 凌峰大喊一声 第二深渊能力发动 将威眼神暴射闪光 先行甩出画卷干扰黑甲武皇 长长的画卷在刹内之间 死死地缠在了黑甲武皇的胚刀上 然而 黑甲武皇只是转了一下 赤色的刀身瞬间崩碎了画卷 穆萨不经嘲讽 果然是以卵击石 正到木萨沾沾沾自喜时 下一秒 他和黑甲武皇的瞳孔猛然一缩 这 这种感觉是 发音未落 鬼化瞬间出现在了黑甲武皇的上方 用画卷包裹住了黑甲武皇和他的鬼欲 凌峰得意洋洋地说道 还发现这是幻术 已经晚了 接着 一声轰鸣响起 深渊能力 发卷绝杀 一瞬间 鬼化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波 强大的鬼气朝着四面八方暴射而去 就连想来救援的龙城主 也被能量波给波及到了 待能量散去后 龙城主定眼一看 黑甲武皇已经烟消云散 而木萨也倒在了地上 深渊能力一出手 就知实力有没有 黑甲武皇就此退场 只留木萨呆愣在原地 而此时的他正在快速衰老 原来 木萨以寿命为代价使用了血迹秘术 强行提升黑甲武皇的实力 不料姜威的画卷绝杀更胜一筹 直接将其成功消灭 林峰骑着鬼马居高临下地说道 留你一命 回去跟为无忌好好描述一番 你是怎么输给我的 听到林峰的话 木萨自嘲道 这次不仅耗费了寿命 就连鬼灵也都没了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随即拿出匕首 猛然刺进了自己的胸口 木萨就此陨落 另一边 龙城主也反应了过来 可心中的疑惑却愈发强烈 看着鬼话落了下去 也是准备去看个究竟 到底是谁在帮助林峰 与此同时 下方的所有遇鬼师 准备去瞧瞧是哪一位出的手 然而就在这时 天上的巨大的话卷开始逐渐缩小 随即落在了林峰的手上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后都呆愣住了 要知道 如果不是自己的主人 一个深渊三阶的鬼灵 根本不可能让人随意触碰 可林峰 却是稳稳地将鬼话握在了手中 众人直接震惊 纷纷惊呼地喊出了声 这个深渊三阶的鬼灵 竟然是林峰的鬼灵 难道说林峰 已经是地上三阶的遇鬼师了吗 唐学已经大概地猜到了 但依旧很是震撼 虽然早就认出那是你的鬼灵 但还是让人很难相信 19岁的地上三阶 世间可谓是绝无仅有 这边 香薇回来时 顺便把黑甲五黄的五刀和五甲 全都拿来给了林峰 林峰开心地说道 收获不错呀 是该考虑给自己的装备升级一下 在林峰欣喜的时候 龙城主城的鬼欲来到了他面前 随即开口说道 林峰 想必你现在 已经是地上三阶的遇鬼师了吧 林峰也是微笑回答 小心而已 董城主也是苦笑回应 你太谦虚了 你未来的成就 怕是要空前绝后了 这时抬手询问 正好我还有事要拜托你 可否赏脸入城一徐 林峰没有开脱 便开口答应了下来 与此同时 魏家的探子满头大汗 他们根本不相信 林峰居然击杀了地上三阶的穆萨 而胡子脸在探到通讯器的消息后 更是惊恐地叫出了声 只因通讯器上显示 林峰是地上三阶遇鬼师 顿时两人惊恐不已 连忙将此消息通知了魏无忌 魏家总部内 魏无忌狠狠地摔着杯子怒骂道 怎么可能 穆萨竟然被林峰杀了 魏无忌目光之中 充满了不敢相信的神色 而如今的他也意识到了 再让林峰继续成长下去 不用多久 就算我不去找他 他也会来找我的 魏家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魏无忌愤怒地握着拳头 心中暗下决心说道 既然如此 只能放手一搏了 去那里驾驭那只鬼吧 解决完慕萨后 林峰受邀来到了 隆城城主府 餐桌上 几人正在聊天 只有白灵正在努力干饭 而桌子前的林峰 脸上也露出了 不可置信的神色 随即询问道 隆城主 你是说 要准备同时发射三颗卫星吗 隆城主点点头回应 是的 隆城的位置特殊 一百多年前 在隆城的东南区域 有一个卫星发射中心 三十年前 我们打通了那里 并把所有的设备技术资料都弄了过来 经过三十年的准备 我们终于可以发射了 可是 话音未落 林峰抢先说道 城主是怕发射卫星的动静 会引起恶灵的注意吗 隆城主表示肯定 因为上一次试验发射卫星时 直接引来一个深渊三阶的恶灵 发射计划也随之失败 若是没有遇鬼师的保卫 一旦正式发射卫星 不但发射可能会失败 甚至还会引来大批的鬼巢 就连整个卫星基地都会面临毁灭 隆城主询问道 林峰 如果你愿意护航此次卫星发射 那三颗卫星 我可以给你一颗 让你拥有那颗卫星的任意支配权 林峰也陷入了沉思 有了卫星 不仅可以提升地面通讯的状况 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调配 随后林峰问道 城主 准备什么时候发射卫星 隆城主回答道 大带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启动一切准备程序 林峰思索了一下 随后便开口答应了下来 见林峰答应 董城主开心地说道 那可太好了 哎女儿 给林峰添酒 好好敬敬我们的大英雄 说话间 一名少女从他身后走出 接着来到林峰跟前给他倒了杯酒 林大人请 林峰有些尴尬 赶忙道了声谢谢 忽然 少女悄悄地靠近林峰的耳边说道 真正的好酒在我房间里 晚上 可以来三楼找我 我请你喝 说完少女便跑开了 林峰也长出一口气 可怜已经是红通通的了 吃完饭后 林峰回到卧室 站在露台前思索着 如今成功解决了魏家的外援 接下来一星期的时间 就是要绑定凤袍女鬼了 到时候就能带着三个 甚至是更多三接鬼灵去对付魏无忌 直接将魏家铲除殆尽 随即拿出了黄金树叶 闪身来到了皇宫鬼域之中 可竟然是林峰才发现 凤袍女鬼竟然不在鬼域中 对此林峰虽然有些疑惑 却也没多想 应该又是跑出去浪了 随即直接上前躺在了王卫上 翻阅起了通讯器来 嘴中还感叹道 这王卫坐得还挺舒服的 忽然 林峰脸色变得煞白 怎么感觉有一股阴气正在逼近 随即连忙四处张望 而林峰的背后 凤袍女鬼竟从王卫里慢慢飘了出来 林峰回头望去 吓得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凤袍女鬼从王座里飘了出来 林峰回头一看 顿时吓得她瘫倒在地 随即连忙解释道 我只是感受一下舒适度 没有别的意思 而凤袍女鬼却是呵呵地看着她 林峰起身后说道 对了 谢谢你之前送人们回去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一定尽力 听完林峰的话 凤袍女鬼微笑地点点头 随后 只见凤袍女鬼拿出铜镜 林峰顿时感觉 鬼欲开始飞速上升 看来凤袍女鬼是要带她去一处地方 不一会 凤袍女鬼就把海市蜃楼 投射到了一座废墟城市的上方 一人一鬼随即落了下来 看着这壮观的古城一记 林峰有些疑惑 眼睛大概扫射了一遍这座古城废墟 将目光投向了凤袍女鬼 随即询问道 这里有什么吗 凤袍女鬼没有理会 而是掏出铜镜对准人月 将天上的月光引到了铜镜上 月光倾斜而下 落到铜镜后又反射到了古城废墟 随着月光的注入 不多时 林峰的眼前 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古代城池 破旧的建筑开始逐渐还原 更有人类出现在了古城之中 林峰惊叹着眼前的变化 就好像古城活过来了一样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凤袍女鬼羁绊任务 进入古城找出夜明珠 奖励凤袍女鬼羁绊增加 提示 当宿主召唤出鬼灵时 会被排斥出古城 看着系统任务 林峰思索了起来 看样子 这个幻象古城 跟纪照安和鬼化世界有些类似 都是通过鬼灵们过去的记忆 帮助完成他们曾经的遗憾 林峰思考了片刻 若是不能召唤鬼灵 还是做一些防护措施较为文 于是林峰打开了储物空间 发现江威已经把黑五甲套装改造完毕 系统提示 是否融合原有鬼甲的属性 林峰当即选择了事 两件台甲开始融合在了一起 丁 融合成功 全新的真武鬼甲赫然出现 防御属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就连黄金剑和武刀也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一把新的真武鬼刀 属性同样获得了增强 林峰欣喜若狂 穿上台甲自信地走进了古城之中 刚一进入 林峰便感受到了古城中的热闹 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看着这些人的装扮 应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某个西域小国 洪宣华所在的时代类似 就在林峰观察之际 旁边的商人突然说道 快点 女王的登机大点即将开始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女王登机 难道指的是凤袍女鬼吗 林峰有些疑惑 便跟着人群的方向 来到了皇宫大门前 林峰心想 正好进去看看 想来夜明珠这种奢侈东西 多半就在皇宫里面 可就在这时 皇宫前的侍卫突然拦住了他 并呵斥地说道 站住 你的鹤里面 林峰顿时一愣 不好 忘记还有这茶室了 林峰有些头大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出来好 突然 身后的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林峰进入幻象中寻找夜明珠 不料却被守卫拦在了大门前 正当林峰愣神之时 忽然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 守卫大人 听闻贵国女王今日登机 特意献上玛瑶宝玉 见守卫就这样放他们进去 林峰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直接掏出了一个照明灯说道 这就是我准备的鹤里 林峰心想这东西 古人应该都没见过吧 随便糊弄一下就是了 不料下一秒啪啪打脸 守卫直接怒了 耍我是不是 这可什么都没有了 林峰当场愣住 手中的东西他看不见吗 而林峰转念一想 难道说 因为这里是鬼域幻境 所以只能出现鬼灵的物品 现实中的东西他是看不到的 忽然林峰想到了什么 当即把当初喧华交易回来的物品拿了出来 于是开口说道 道歉 我是指的这个鹤里 守卫看到林峰手中的布匹后 便放林峰进入了皇宫 刚进皇宫 林峰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广场 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 半个小时后 一位将军走了出来 随即严肃地喊道 速进 登基大典现在开始 闻言 广场上的人们齐刷刷地抬头望去 终于要见到女王大人了 高台之上 女人脚步缓慢向前 只见在登基队伍的中间 一顶高高的滑盖下 有着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华丽凤袍的女人 看上去是无比的威严 气势辉煌的大殿上 人们高估着女王万岁 林峰也终于见到了女王本尊 果然是她 真的和凤袍女鬼一模一样 原来 她就是这个国家刚登基的女王 可林峰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发现她的王冠上 并没有夜明珠的存在 林峰转头看向宫殿深处 难道 夜明珠藏在了皇宫之中 去找找看看吧 趁着所有人的注意都在女王身上 林峰凭借强化过的身体素质 绕过所有的巡逻士兵来到了大殿后 这里的布局 果然和鬼域宫殿一模一样 先去偏殿寻找一番吧 然而意外发生了 人们纷纷惊呼地看向天空 就在这时 天猛然暗了下来 开始变得阴沉沉的 林峰抬头望去 便看到天空突然变得阴森恐怖 一座诡异破败的道观 赫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这 这是鬼域 随着道观的逼近 广场上的人们 都被这强大的威压震的倒了下去 下一步 彤彤似乎感应到了恐怖的危险 想要从鬼灵信物中冲出来 可还不等林峰阻止 一瞬间就被排斥出了幻象之外 林峰疑惑地思索起来 明明进去之前 已经和彤彤他们交代过 可彤彤依旧想要出来 应该是感应到了极端的危险 才导致我被排斥出了古城 于是林峰决定 再次进入幻象中一探究竟 进入后 周围的环境果然被重置 看来又是无限循环的任务 林峰再次迈入了幻象之中 刚一进来 林峰就发现 幻象的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看来又是一个完不成 就会无限循环的任务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林峰若有所思 上次从进入到后面被排斥出来 前后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如这次 直接去皇宫找叶明珠吧 凭借着过人的身体素质 林峰跳过了宫殿守卫的盘查 直接翻墙进入了皇宫之中 随即在皇宫里面找了起来 可一个小时后 林峰到处翻箱宝贵 虽然找到了很多奇珍异宝 但却丝毫不见叶明珠的踪迹 随即 毁于道观再次来袭 林峰刷的一声 又一次被排斥了出来 看着凤袍女鬼呆愣的神情 林峰尴尬地挠了挠头 嘿嘿 我又失败了 而凤袍女鬼的眼神中 流露出一丝同情的模样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你获得凤袍女鬼一点羁绊 可系统的提示 却让林峰当场破防 林峰激动地说道 你是可怜我吗 看着面无表情的凤袍女鬼 林峰顿时怒了 冷哼一声后便再次进入了幻象中 根据前两次的经验 林峰认真地分析起来 凤袍本尊和宫殿中 都没有叶明珠的身影 那么最后的可能 就是在这些送礼的宾客手上 于是林峰来到广场上 在里面到处观察了起来 可这都是些寻常的宝物 叶明珠相当地珍贵 可不是一般人能送得起 不然 林峰注意到了一旁的亭子里 有着一群商人正在交谈 原来那里才是贵宾区 林峰利用自己的远距离视力看去 发现那里 都是一些身穿着华丽服饰的人 更有许多做工精美的贺礼摆在桌上 林峰猜测 叶明珠会不会在那些盒子里 可惜 林峰只是视力增强 而不是透视 想了想 林峰蹲下身 从地上捡起一颗小石子 然后对准桌子上的礼盒 用力地弹了过去 只听框的一声 一个盒盖瞬间被击飞了 而盒子中散发着晶莹剔透的光芒 里河里放着 正是精妙绝伦的叶明珠 终于找到了 眼看时间快要到了 林峰决定 直接动手抢了 随机直接跨过护栏 一个冲刺直接冲了过去 这时守卫士兵发现有人捣乱 举起长矛喊道 什么人 快拦住他 而林峰直接抢过他们手中的长矛 三两下就打退了一群守卫 然而 就在林峰的手快要碰到叶明珠时 眼前的事物却开始破碎 眨眼间 林峰又被排斥了出去 难道说 是不能改变幻象中原有的剧情吗 而后面的凤袍女鬼 则好奇地看着林峰 林峰沉思了许久 突然眼前一亮 对了 用那个办法不就行了 随即换出了轩华和姜薇 并拿出了之前 轩华交换回来的布匹 什么情况 林峰竟然穿上了女装 原来 林峰换出轩华和姜薇 拿出了之前轩华交易的布匹 想要将其改造成一件鬼衣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鬼衣具有隐秘气息的作用 穿上之后 会被鬼灵视为同类 由于古城幻境都是用鬼气所打造的 所以林峰用高级材料和鬼纹进行制造 这样改造出来的鬼衣 说不定可以让它完全隐身 在古城幻境中变成一个透明人 很快 鲜华和姜薇就已改造好了 系统提示 高级鬼衣已经完成 林峰笑着接过手赞叹道 这鬼衣看起来很不错诶 随即便穿了上去 可等穿上鬼衣后 林峰无语了 这款式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该不是喧哗做给自己穿的吧 好在鬼衣的隐身真有效果 即使林峰在侍卫的面前毕业拍照 侍卫也根本毫无反应 这下林峰就不着急了 她只要等到没人的时候 打开礼盒将夜明珠带走就是了 不料没多久 一个丫鬟拿着礼盒 静止来到了一座宫殿前 随即和另一位宫女说道 听闻夜明珠能治疗女王的病痛 特意送来 宫女回应道 交给我吧 而听到他们的交谈 林峰眉头一皱 心中顿时十分疑惑 治疗病痛 难道是凤袍女鬼生病了 想了想 林峰又跟着走了进去 宫女来到一处帘子前说道 公主 哦不 女王陛下 夜明珠送到了 现在需要吗 透过宫女掀起的门帘 林峰向李望去 顿时睁大了双眼 只见里面有一个大大的浴池 而浴池边上 有一个正准备沐浴的红发女人 那赫然就是凤袍女鬼本尊 听到宫女的声音 女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开口说道 拿过来吧 与此同时 反应过来的林峰脸色瞬间通红 连忙转过头去 不敢继续盯着看 这时 女人从宫女手中接过夜明珠后 直接将其放进了浴池之中 随着夜明珠的放入 女人也躺进了浴池中 不知过了多久 红发女人猛地从浴池中钻出 窦大的水珠从身上滑落而下 而后长呼了一口气说道 确实好多了 然而 一个满身伤痕的后背 就这样露了出来 林峰很是震惊 她的身上 怎么都是伤痕呢 看着手中漂浮的水盘 女人思绪万千的喃喃道 终于要到实现我的使命的时候了 也是一切付出收获结果的时候了 随着女人搅动夜明珠 夜明珠开始发出亮光 林峰便看到水面上 竟然出现了道理 难道 这是她内心回忆的投射吗 就在林峰疑惑之际 水面上的画面 定格在了十年前 血液当空 一个女孩 正蹲在沪城河面前 静静地看着那倒映在水面上的血液 皇宫之中 一对母女正在沪城河边 欣赏着倒映的血液 女儿 看到了吗 这血液就是我们月雀国的头疼 血液虽然能激发妖鬼邪碎 但同时 它也拥有无穷的力量 可以为我们所用 等到你完成神教的训练 就可以成为女王 拥有保护所有人的力量了 原来在千年之前 西日人烟稀少 使得不少妖鬼得以盘踞 很多小国被妖鬼侵袭 一夜之间神秘消失 唯有月雀国 守住了几百年的平安 只因他们建立了血液神教 培养出了能施展法术的皇族血脉 为了激发血脉之力 月雀国的每一任公主 从小都要经历严苛的训练 并在成年后接任女王 体力 意志力 定力 获利 缺一不可 被吊在悬崖之上 三天三夜不能闭眼 不然就会被老鹰灼瞎双眼 必须消除人类低劣的天性 消除快乐 只是偷看一眼 都会迎来一顿毒打 消除恐惧 赤脚走过灼热的火堆 消除自由意志 在零下五十多度的血水里 保持纹丝不动 被蛇惨烈撕咬 让血液拥有毒性 有助于增强法力 还会逐年增加用量 无数的磨难都没有打倒女孩 可神教为了培养女王的决绝 竟要让她亲手杀掉 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宠物 随着血淋淋的弯刀掉在地上 女孩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她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然而 命运的齿轮开始发生改变 一声阿月公主惊吓到了女孩 女孩连忙擦掉眼泪说道 我没哭 可女孩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看不清身影 全身流光一彩的少女 忽然出现在了女孩身边 女孩好奇地问道 你是谁啊 少女安慰道 阿月公主别伤心了 姐姐送你一样东西好不好 少女随机放话出一个玉佩 那 就让这个玉佩陪着女孩 她拥有很强大的力量 但现在还不能使用 总之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 到时你就知道 陛下 女王陛下 一道声音打断了沉思中的女人 女人猛然回过神来 宫女提醒道 陛下 是时候登基了 红发女人答应一声 向着岸边走了过去 看着女人的远去 入水拿起夜明珠的凌峰 精神有些沉重 想不到 她竟然有着这么痛苦的过去 片刻后 女人穿着凤袍 在护卫队的拥护下 向着高台走了上去 月圈女王 登基大点开始 请前任女王授予王冠 等到上任女王将王冠 戴在了女人头上时 天空开始变得阴暗 凌峰知道 那座诡异的道观出现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股凛冽的压迫感 对此女人大惊失色 想不到这事竟有恶灵袭击 高台下的人们惊慌失措 女人当即下令 让全体将士保护民众撤离 而她则让上任女王配合 想要施展护城法阵挡住恶灵 然而对于这些 上任女王却是失魂落魄 只是轻轻地摇摇头说道 阿月 不必了 鬼鱼道观从天而降 强大的威压令的广场的人们 瘫倒在地 灵风沉思着 普通人都被这鬼气冲晕了过去 幸好依靠着鬼衣 对方没有将我视为敌人 彤彤也没有出来 倒是可以留下看看 后续的发展 与此同时 在听到母亲那放弃的话 月鱼女王寻问道 母亲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不必 月鱼女王的脸上 充满了疑惑与惊讶之色 她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要放弃抵抗 而鬼鱼道观的主人 也缓缓从天空上落下 来的正是深渊三阶乐灵鬼道人 上任女王解释道 这是我们月鱼国与妖鬼的交易 而这次 轮到我了 月鱼女王很是诧异 什么 妖鬼交易 上任女王继续解释道 原来在很久以前 月鱼国根本抵挡不了妖鬼的入侵 而当时女王就是与恶灵求和 代价就是 献祭历代女王 这是我们和妖鬼达成的交易 只不过今天 该轮到我了 一旁的林峰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瞪大了双眼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而听到母亲的解释 月鱼女王难以置信地质问道 妖鬼交易 献祭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从小经历那么多的训练 难道不就是为了对抗妖鬼吗 不然 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道歉了公主 隐瞒了你那么久 伴随着声音的响起 神教的人走上来说道 其实 人类的通灵血脉虽然有法力 但根本不足以与妖鬼抗衡 然而 通灵志趣的人类对于鬼来说 却是很有价值的养分 所以 为了保障国家平安 我们不得不答应鬼道人的条件 你母亲在二十年前 就已经被鬼道人种下了鬼屋 现在 到了她完成使命的时候 月鱼女王听完后 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随即露吼道 你们竟然是一伙 所以下一个牺牲的 就是我是吗 为什么 文言上任女王低下头说道 对不起月儿 其实 我并非你的生命 神教的人揭开谜底 原来所谓的皇家血脉相传 只是神教迫不得已的对外说辞罢了 实际上 通灵血脉的出现极具偶然性 我们每隔十几年 都要寻找血月时刻出生的女婴 筛选出其中最强的通灵血脉 而从小经历的各种训练 也只是为了让其身体 成为鬼屋的完美器皿 等她成年之后 再由鬼道人种下鬼屋 此后以血脉为养分恋化 二十年成行 再传位给新一任女王 并将鬼屋连同生命 一起献祭给鬼道人 自此 往复循环 国泰民安 说完神教的人还哈哈大笑了起来 听到这个解释 暗处的临风不禁冷喝一声 好一个往复循环 好一个国泰民安 真让人唾弃 而听完的月雀女王 却绷不住 脸色惊恐地说道 原来 我的身世 精力的磨练 护国的使命 我这一辈子都是一个谎言 而这邪恶妖鬼 才是血月神教的幕后主使 眼见月雀女王有些崩溃 上任女王连忙劝导 阿月 不是我有意瞒你 若你早早知道真相 是无法理解并配和完成训练的 现在你长大成人了 应该能明白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的意义 神教的人同样劝导公主 你若配合 还可以再活二十年 但你若拒绝 月雀国将会遭受灭国之灾 为了月雀国的百姓 请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听到这话 月雀女王的脸上 露出了苦涩的笑容说道 要么自己死 要么和全国百姓一起死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选择吗 当年 你们也是这样劝我母亲的吗 见此 上任女王揉了揉她的脸颊 阿月 我虽然不是你的生母 但我对你的爱却是真的 因为有你 这二十年里 我已经活得很满足了 说到最后 她再也忍不住了 眼眸中留下了两行泪水 多年磨难竟是一场阴谋 不仅自己被当成了忌品 就连母亲也将因此离去 这时 鬼道人出手了 只见她手中浮沉一灰 上任女王瞬间 被一股紫黑色的鬼气包裹住 发出了惨叫连连的声音 月雀女王想要伸手去抓 可是上任女王 很快就被这鬼气吞噬 逐渐烟消云散 而后化成一道鬼符 落在了鬼道人胸前 而月雀女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在自己面前化作一滩灰烬 然而就在这时 从不掉眼泪的月雀女王 竟在这时 眼眸开始湿润起来 痘大的泪珠慢慢滴落 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月雀女王开始嚎啕大哭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神教的人全都睁大了双眼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 她竟然流泪了 与此同时 月雀女王的眼泪 滴在了那块波光灵灵的玉佩上 玉佩发生了变化 随着一道光芒亮起 一阵连绵不绝的凤铃声响彻天地 随即 一道恐怖的火焰从玉佩中猛然冲出 这一幕 直接将在场的所有人经得目瞪口呆 暗处的凌风也蒙了 这股力量 是启灵一世时的气息 而且比我当时感受到的强出上往背 而鬼道人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眼睛里透出了惊人的杀意 紧接着 庞大的道观鬼律开始扩大 将整个皇宫包围了起来 凌风看到这一情形思索到 看来鬼道人也感受到了威胁 月雀女王的潜力太过强大 要是真的再过二十年 那时的鬼道人 还真不一定是月雀女王的对手 所以打算先下手为强 将威胁彻底铲除 而神教的人也发现了他的目的 连忙劝阻道 不要冲动啊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 只需要种下鬼符就可以了 可人哪里有和鬼谈交易的资格 鬼道人手中浮沉一灰 直接解决掉了那几人 随后掐动法律 六把由鬼气化成的 利剑凭空出现 随即射向了月雀女王 然而 这些利剑在冲到月雀女王面前时 便被他面前的熊熊烈火所崩碎 紧接着 伴随一道高昂的凤铃声 一头庞大的火凤凰冲天而起 凌风很是惊奇 看来 这火凤凰是他新唤醒的半生鬼灵 可是这种深渊级的暴虐鬼气 哪里像是刚刚启铃的样子 难道他在强行驾驭吗 火凤凰已经大汗淋漓了 女王心中一份甜音 母亲 你糊涂啊 和妖鬼做交易 根本就是与虎谋皮 阿月会为你报仇的 面对火凤的攻击 鬼道人也不敢大意 连忙双手举起浮尘将其挡住 随即竖起手指发动咒语 六道解印 八卦万箭绝 鬼道人的话音刚落 顿时无数鬼气利剑凭空出现 全部无差别地落在了古城之中 不好 月雀女王惊恐一声 赶忙把火凤凰召回 只是眨眼之间 火凤凰快速回到她的身边 并替她挡住了落下的鬼气利剑 可古城其他地方 就没有那么好运 建筑接连被毁 全都被鬼气利剑砸得破败不堪 凌风不由暗道一声 鬼道人一言不合就要屠成的操作 当真好狠 如此操作 也让月雀女王彻底黑化 逐渐失去了理智 家园被毁 母亲逝世 一切的一切 经营眼前恶灵多年的算计 月雀女王终于彻底失控黑化 实力也再度暴涨 鬼道人趁机发起偷袭 而月雀女王反应迅速 只见她跳到火凤凰背上 瞬间飞到了鬼道人的身后 火凤凰张开大口 直接喷出了一道极度炽热的火焰 然而攻击还未打到 就被鬼道人用一个八卦盾牌挡了下来 随后手中浮沉一灰 三道鬼气蛟龙猛然攻向火凤凰 月雀女王一不小心 还是被鬼道人的鬼气给击中了 凌风看着这一幕白胆交集 虽然 月雀女王已经用生命在强化鬼灵了 可实力的差距依旧无法弥补 可就在这时 本该乘胜追击的鬼道人 突然扭头看向别处 似乎感应到了更加危险的气息 静止看向了凌风所在的位置 准确来说 是死死盯着凌风所处的那片区域 下一秒 鬼道人腾空而起 带着鬼鱼倒灌飞速地离去 凌风很是诧异 怎么回事 刚才分明是看到我之后才撤退的 可是我穿着鬼衣呢 不应该会暴露啊 要不然早就被发现了 忽然凌风想到了什么 难道 我周围有看不见的威胁吗 凌风连忙慌张地四处张望 可环顾四周后 却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这时凌风想起了什么 连忙从储物空间里掏出了鬼镜 毕竟鬼镜的能力 是能照射出人类所看不见的东西 凌风举起鬼镜开始照射 一开始 凌风并没有发现什么 忽然 镜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双纤细的小脚 而在足环上 还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线 凌风顿时汗颜 果然有东西在她的身旁 正当凌风要将鬼镜往上移 想要看清人物的全貌时 凌风感应到危险的气息 连忙扭头看去 赫然发现 月区女王竟然驾驭着火凤凰 朝着她的方向冲了过来 没办法 凌风只能跳开原地 任由火凤凰冲撞过去 可凌风没有想到的是 鬼道人一走 月区女王失去了攻击的目标 竟失去理智的进攻古城和百姓 只见她眼眸泛飞 嘴里嘟闹着沙沙沙的吼叫声 开始了无差别攻击 百姓们也连忙逃离出皇宫 而凌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陷入狂暴 自己却无能为力 正当火焰铺天而来时 下一秒 凌风便重新回到了古城遗迹之中 看着月区女王失落的眼神 凌风知道 女王最后是因为驾驭鬼灵失控 才会被人封印 关押进了死亡之海中 沉吟许久后 凌风长呼一口气 接着拿出夜明珠 将其递给了如今的凤袍女鬼 系统提示 寻找夜明珠任务完成 月区女王羁绊增加 凌风听到系统声音后也是一愣 看来随着任务的完成 凤袍女鬼也改名成了月区女王 而系统也再次发布任务 月区女王最终羁绊任务 找到鬼盗人 并协助月区女王将其杀死 奖励 月区女王羁绊增加 完成任务后 即可绑定月区女王 看着系统的任务 凌风知道鬼盗人 就是月区女王心里最深的怨念 想了想 凌风对着月区女王说道 放心吧 这个仇 我帮你报了 什么情况 又有一对姐妹花要被凌风下手了 就在刚刚 凌风打了包票 要帮月区女王讨伐鬼盗人 而听到凌风要为自己报仇时 原本十分忧伤的月区女王 脸上也终于浮现了一抹笑容 突然凌风一脸坏笑 慢慢地靠近月区女王说道 这鬼盗人非常难找 要不这段时间 你就先跟着我吧 我们一起寻找 果然凌渣男的话 就是特别容易触动女鬼的内心 让其无法拒绝 而月区女王听完凌风话的大饼后 也是高兴地点了点头 随即进入鬼灵信物王冠之中 凌风同样喜笑颜开 太好了 以后可以随时召唤月区女王了 顺利拐跑月区女王后 凌风换出鬼马 准备去找唐雪那边帮忙 等卫星发送成功后 还得去一趟狱鬼市总部 打听一下鬼盗人的信息 第二天 凌风就来到了泉州的卫星发射中心 唐雪和白岩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凌风连忙下马 朝着他摆了白手说道 雪姐 我来帮忙啊 唐雪也是笑着回应 听到你要来的消息后 指挥部那边已经开始准备了 决定今晚发射 凌风听完有些疑惑 晚上发射 这么快 白岩开口解释道 白天有那一层怎么也驱散不了的云层 他们担心会出问题 所以选在晚上 放心吧 技术人员有把握 我们只负责挡住鬼巢就行了 凌风 这次就要麻烦你和唐雪元老了 凌风也是答应了下来 随后三人进入了发射中心 白岩开始讲解着 诡异复苏过去一百年 很多技术都断层了 惯性的是 这里的资料保存得很完整 可以重新培养科研人员 但科研人员可不好培养 得从那些 不能成为獄鬼师的普通人中寻找 而且还得是智商极高的 已经守卫在这里的獄鬼师们看到凌风 也都纷纷惊呼出声 看来 城主请来防守卫星发射的 果然就是凌风 那我就放心了 三人随即来到一处发射战前 白岩开口说道 看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 凌风你看 最后面那 就是拢成竹被你准备的卫星 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对姐妹就是卫星发射中心的负责人 地杀二阶玉鬼师卫九 发射中心总工程师卫小全 白岩说完 卫九就向凌风伸出了双手说道 久仰大名了凌风大人 明天就麻烦你了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随时联系我 凌风惊奇地点了点头 卫九说完看向妹妹说道 小全她可喜欢你了 一直说你是大英雄 听到你要来帮忙很是开心 而卫小全却是十分紧张 连话都快说不出了 不料凌渣男瞬间变脸 一副帅气的脸庞微笑回应 为了人类的卫星计划 你们辛苦了 凌风忽然地开口说话 着实吓了卫小全一跳 整张小脸瞬间变得通红 不辛苦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然后 卫九让凌风和唐雪先去休息 随即大声喊道 所有的准备和检查都已经完成 大家今晚养精蓄润 为今晚的发射做准备 夜幕刚刚降临 卫星基地就开始倒计时 随着燃料的点燃 炽热的火气喷涌而出 第一枚卫星火箭成功发射升天 基地中的人们看到后 纷纷手舞足蹈 外面 凌风看着火箭的升空询问道 学姐怎么样 情况还好吧 唐雪看着通讯器说道 虽然鬼气探测没有什么异动 但是发射架只有一个 所以要重新组装发射 而剩余的两架火箭 还得继续等待 三个小时后 魏小泉对着人们说道 第一颗卫星已经成功进入轨道 第二颗卫星准备发射 然而 第二颗卫星才刚刚发射时 唐雪的脸色骤然一变 鬼巢来了 只见通讯器的地图上 密密麻麻的原点不计其数 唐雪着急地问道 这一波鬼巢来是好凶啊 凌风 我们要怎么防守 凌大人我们也来 很快 魏九和白眼也来支援了 凌风想了想开口说道 我会让我的鬼灵 用鬼域覆盖整座基地 留一百个狱鬼师驻守城墙 其他所有的狱鬼师 支援西北方向 你们三位 协助他们对付 所有神渊二阶以下的恶灵 而二阶以上的 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听完凌风的战术后 众人也都信心满满 随即 凌风直接换出了鬼化 并让其变得巨大化 只见鬼化开始展开鬼域 顿时将整座卫星基地笼罩了进去 狱鬼师们纷纷惊呼出声 哇塞 整个城市都被覆盖了 太帅了吧 这就是地霎三阶的狱鬼师吗 好厉害 于是 魏九带领着大量狱鬼师 向着西北方向冲了过去 魏九指挥道 一队跟我对付深渊一阶的鬼灵 其他小队清理小鬼 这边 凌风也换出了所有鬼灵 基地外的地面上顿时变成了经验场 而他的目标是深渊二阶恶灵 毕竟低等级的恶灵 给的实在太少了 只见轩华和童童互相配合 一只马头恶灵被就地震盖 轻竹施展木鱼压制 极大的削弱了恶灵的实力 凌罗龟其手中的散分身 同样拿下了一只恶灵 而凌风则站在高处观察这次的鬼巢 以他的补迹 现在的深渊二阶恶灵数量还挺多 那这鬼巢之中 定有一只深渊三阶恶灵坐镇 与此同时 唐雪这边发生了变化 他刚和白岩配合解决掉一头恶灵时 竟有一只恶灵绕到了唐雪的身后 白岩连忙提醒 不料时机已晚 可就在这生死存亡之时 忽然出现了几片碧绿色的树叶 静止割断了恶灵的手腕 恶灵当即惨叫一声 唐雪很是震惊地说道 有人出手了 是凌风吗 唐雪还以为是凌风出手相救 不料转身望去使 身体却是猛的一愣 只见一只顶着树叶的恶灵 正在横冲直撞地向他冲来 定眼一看 这居然是快递小哥鬼邮差 快递小哥又又又来了 只见鬼邮差疯狂加速 根本没理会唐雪等人 笑嘻嘻地冲了过去 唐雪连忙拿出通讯器告知 凌风 有个很强的恶灵朝你的方向过去了 我感应不到他的等级 很可能是只规律鬼 而且他似乎在杀其他的鬼 情况非常奇怪 接到唐雪的消息时 凌风已经看到了鬼邮差的身影 随即回复道 不用担心 他可是老朋友了 随即变更了过去 很快 鬼邮差急速刹车停了下来 停在了一只恶灵面前 来了个90度鞠躬 凌风心想 果然是来送信 不过 这次连沿途的挡路者都要攻击 难不成是快迟到了 不然凌风有了个奇妙的想法 不过他的这个特性 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想到这里 凌风当即换来童童 童童 再去抢一次鬼邮差的邮差包 接到指令的童童静直冲了过去 然而 当鬼邮差正开开心心地收取报酬时 童童悄悄来到他的身后 随即猛地将他的胯包夺下 鬼邮差先是愣了一下 再看到童童后 顿时露出了咬牙切齿的模样 漆黑的童童瞬间变成了红色 眼看童童抢到了胯包 凌风当即让童童跟着自己 准备在鬼巢里绕场一周 原来 凌风打算让鬼邮差充当免费劳动力 毕竟鬼邮差不会被恶灵攻击 而他又能使出强大的群攻技能 真可谓是一辆免费的鬼巢退体机啊 而让凌风意外的是 鬼邮差击杀恶灵的经验值 竟也算在了他的头上 这根本就是一次经验值的副本速刷呀 城墙上的遇鬼师们都看完了 纷纷惊叹道 快看 那个区域的鬼巢正在被清掉 那人是凌风吧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他还是人吗 可是 就在凌风玩得不亦乐乎时 城市的城墙却被鬼巢给攻破了 大量的恶灵开始进攻发射基地 眼见他们即将冲进卫星发射台时 得到消息的凌风连忙骑着鬼马 带着鬼油差赶过来 一路上凌风带着瞳孔 城墙清掉了城墙外的全部恶灵 基地也成功地救了 与此同时 凌风唤出鬼话说道 江威 城里的恶灵就靠你 很快 无数触手从鬼话的花卷上冒出 把城内的恶灵全吸进了鬼域之中 科研人员们惊呼好醒 太壮观了 还好有大神相助 这边的凌风又返回了鬼巢中 他准备利用鬼油差 想要一鼓作气直接端了这波鬼巢 只见凌风骑着鬼马 在前方吸引恶灵 身后的鬼油差则横冲直撞 不断使出秒杀技能进行击杀 可是没多久 凌风就突然发现 系统的提示音逐渐变少了 凌风回头望去 发现身后的鬼油差不仅消失了 就连其他小鬼也没再聚容过来 周围开始有烟尘弥漫 就在凌风不解之时 忽然 身后无声无息地射来了无数棺材钉 关键时刻 喧哗闪盾出现 展开保护盾挡住了袭来的棺材钉 与此同时 凌罗的无数伞分身冲进了漫天烟尘中 待烟尘消散过半后 凌风便看到 不远处近树立着一口棺材 正在那里咔咔作响 鬼巢推土机的鬼油差突然消失 随之而来的 是一口布满铁链的棺材 凌风有些好奇 这是哪来的棺材 突然 棺材开始转动 棺材背后的恶灵也同样转身 一个表情阴森恐怖 双眼散发着诡异红光的佛头鬼灵 赫然看了过来 这居然是深渊三阶的恶灵佛头鬼关 随着佛头鬼关的起身走动 在他上方的半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无数漆黑的棺材 而凌风和彤彤看到这一幕后 心情却是有些不爽 随即恶狠狠地说道 老实交代 你把老子的作弊神器藏满去了 与此同时 深渊三阶恶灵的出现 也让所有遇鬼师们猛然一惊 为酒急忙通知道 所有人 全部撤离三阶恶灵的鬼域范围 不要在附近作战 更不要参与其中 而一些遇鬼师撤退不及 眼看着凌风就要和恶灵开战时 佛头鬼关出手了 只见原本漂浮在空中的棺材 开始全部掉落下来 所有棺材的棺材板瞬间打开 可里面却是空空如影 一名遇鬼师有些惊奇 抬头望着空棺材说道 空的呀 我还以为里面会出来什么僵尸呢 然而 他的话语还未说完 只听见框的一声 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眨眼间 那名遇鬼师就被关进了空棺材中 而不止这个遇鬼师 但凡看到这些空棺材的人 全部都被关了进去 而外面那些遇鬼师的鬼灵 在没了主人的指挥后 相互之间的配合也随之消散 好在江薇快速施展鬼灵防御 替凌风挡住了棺材攻击 要不然他也得中招 凌风很是震惊 周围的遇鬼师突然消失了 应该是类似海市蜃楼的顺移鬼术 而且 他竟然将整个鬼域范围里的人 全都封进了棺材之中 真是太逆天了 而现在 还得兼顾鬼巢无人抵挡的困境 在凌风思索着 该怎么排兵不振的时候 伪犹刹却在棺材中 悠闲地哼起了小曲 凌风随即分析起来 第一 防止自己被吸入棺材 第二 抵挡进攻全城的鬼巢 第三 解救被困的重力 第四 击杀深渊三阶恶灵 心中有了对策后 凌风果断出击 任务艰巨 得速战速决了 随即 凌风开始下达作战指令 清竹先行挡住 佛头鬼关的鬼术 姜薇则找机会解救棺材里的人 凌螺换出伞分身 代替姜薇群攻鬼巢 凌风拿过童彤身上的油钗包 并让轩华配合童彤进攻佛头鬼关 要知道 变异状态下的童彤 也相当于是半个深渊三阶了 应该能够拖延一段时间 于是 鬼灵们开始相互配合进行作战 鬼画画卷伸出触手 将一部分棺材拉进了鬼域中 然而 触手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无法打开这些棺材 凌风有些惊讶 想不到这棺材连姜薇都打不开 而姜薇则在画卷上浮现出几个字 破坏 人微 凌风明白 看来如果强行打开 里面的人就会受到生命威胁 凌风想了想 决定先把这些棺材移到安全的地方 全力出手打败佛头鬼关 然而这一举动 瞬间引起了佛头鬼关的注意 怎么回事 凌风双眼居然泛起红光 就连寿命也在不断减少 就在刚刚 凌风让姜薇把棺材移到安全的地方 不料却引起了佛头鬼关的注意 只见他双手合十嗡嗡作响 紧接着 无数棺材钉瞬间射向童童 童童连忙举起手中巨刃 巨大的法像成功挡住了棺材钉 然而佛头鬼关的身后 出现了另一个童童的法像 再次举起巨刃猛劈下来 凌风欣喜若狂 想不到吧 背后还有一个 怪只怪你的大棺材制造了盲区 可下一秒凌风就震惊了 只见几口棺材忽然出现 在佛头鬼关背后组成了一个万字 万字不仅发射出能量挡下了童童的攻击 还将其击退了鼠明远 凌风连忙提醒 童童小心 可童童很不服气 再次抡起巨刃砍了上去 但依旧被佛头鬼关挡了下来 凌风明白 越级作战还是太勉强了 眼见童童落入下风 凌风赶紧让姜薇回来支援 姜薇直接飞到佛头鬼关的上方 瞬间卷起巨大的画卷 直接使出了自己的深渊能力虚化 而佛头鬼关还妄想用万字抵挡 下一秒 姜薇的攻击奏效了 直接消掉了佛头鬼关的半张脸 而佛头鬼关似乎也愤怒了起来 只见他忽然弯腰 身后的巨大棺材突然打开 无数铁链利爪从里面猛然爆射出来 紧接着 佛头鬼关一声惊天的怒吼 巨大的身躯开始变换模样 原先的肚子突然张开 变成了一张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 上方还抱着一双诡异的眼睛 凌峰连忙让鬼灵们戒备 一面是佛陀 一面是恶果 看来他是要使出深渊能力了 话音刚落 无数铁链利爪快速冲出 瞬间将凌峰的几个鬼灵拳都锁了 如此强大的深渊能力 凌峰他们根本没办法离挡 而姜薇也因要分心保护众人 被铁链利爪击穿了话卷 眼见彤彤和姜薇都受了重伤 凌峰只能选择阻一把 只见他拿出真无鬼刀 对着手掌心划了一刀 没错 凌峰想要仿照当初穆萨的做法 以自身寿命为代价 换一次战力的飙升 随即掌心血滴在了凌罗的鬼灵性物上 有着凌峰的血迹增幅 凌罗的战力瞬间狂飙 金色的散身变成血红色 连带着所有散分身 集体增加了200%的攻击力 凌峰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 心脏也开始剧烈焚烧 寿命不断地减一减一 而凌罗使用散分身 成功斩断了佛头鬼关的铁链 鲜华也在第一时间用出鬼镜 复制出了更多的散分身 开始朝着佛头鬼关攻去 而佛头鬼关也意识到情况不对 嘶吼一声后收回铁链利爪 开始向着远处逃去 可凌峰才不会放过他 凌罗直接显露出本体 直接将佛头鬼关压了下来 与此同时 姜威快速上前 利用巨大的画卷将其包裹起来 直接使出深渊能力画卷绝杀 终于成功地拿下了佛头鬼关 系统提示 战斗胜利 你的鬼灵铃罗可以升级 是否选择升级 凌峰血迹增幅 铃罗战力暴涨 配合姜威的深渊能力 成功拿下了佛头鬼关 听完系统声音的凌峰 连忙拿出镜子照了照自己 发现自己并没有像穆萨那样 变得满目沧桑 也是长呼了口气说道 幸好我的寿命本就比常人多 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 凌峰心满意足地放下镜子 并选择给铃罗升级系统提示 升级成功 你的鬼灵铃罗升级为深渊三阶鬼灵 经历此战过后 不算还在绑定中的月圈女王 凌峰也已经拥有三个深渊三阶鬼灵 而凌峰也可以规划下深渊能力 在凌峰欣喜之时 姜威也将那些棺材全部放了回来 被关进棺材里面的人们 都纷纷走了出来 刚出来他们还有些蒙圈 但很快就发现 整个鬼巢都在撤退 玉鬼师们纷纷反应 自己刚刚被关进了棺材之中 那只深渊三阶恶灵是谁打败的 魏九转头看到了凌峰 内心有了猜测 难道是凌峰一个人干的吗 这怎么可能呢 凭一己之力消灭深渊三阶的恶灵 同时还防住了鬼巢 可他 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啊 魏九目光呆滞 就这样愣愣地看着凌峰 玉鬼师们都出来了 那我们的快递小哥 自然也是出来了 随即一瞬间就朝着凌峰冲去 就在这时 唐雪连忙大喊凌峰小心 而凌峰早有准备 只是暗叹一声可惜啊 我已经不需要你 毕竟鬼巢已经退去 这推土机不就没用了吗 于是凌峰换出青竹 并让其出手压制住鬼邮钗 随着纪兆安鬼域的展开 鬼邮钗顺利进入纪兆安中 而青竹的解析进度 竟是直接从60%开始了 看来 鬼邮钗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纪兆安了 青竹已经很熟悉了 等到鬼邮钗来到院子中的时候 解析进度就达到了70% 随着牧鱼压制的释放 纪兆安中压制效果加300% 鬼邮钗瞬间赶到头昏脑胀 忍不住地捂住了脑袋 紧接着 他的身形就变得越来越小 直接变成了拇指般大小的样子 凌峰也是喊停了青竹 直接将鬼邮叉提了上来 接着拿出一条小铁链 将它挂在了邮钗包的侧面上 凌峰随即说道 这邮钗包先留着 说不定以后会有用 你就乖乖做个挂坠吧 凌峰 你越来越强大了 为酒开口道谢 凌峰 谢谢你救了我们 还帮我们击退了鬼巢 大恩无以为报 而凌峰赶忙摆了白手回应 没什么没什么 能帮上忙就好 与此同时 发射中心里的所有的科研人员 也是发出了欢呼声 太好了 鬼巢真的被击退了 处在基地内的魏小泉 看到了凌峰的英勇无畏 更是化身成了小迷妹 凌大人竟然独自解决了鬼巢 这也太酷辣 科研人员也趁着这个空倒 发射了最后一颗卫星 没多久 火箭急速上升 第三颗卫星也顺利进入了鬼道 开始正常运行起来 遇鬼师们欢呼雀跃 发射任务圆满完成 三颗卫星成功升天后 魏家两姐妹找到凌峰说道 卫星发射成功 地面通讯会大幅度升级 我们会给你开放三号卫星的独家权限 说着魏小泉拿出一本说明书 这是说明手册 三号卫星的功能 一是通讯 二是探测 上面装了特殊装置 可以探测鬼气浓度 如果想要卫星信号覆盖特定区域 可以联系我们改变轨迹 凌峰接过说明书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道谢 这时魏九突然开口说道 林大人辛苦 不如去我府上休息几天如何 一定好久好菜招待 以表我们的感谢 而凌峰却连忙拒绝 不了不了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是 需要去烫狱鬼师联盟总部 不然 唐雪一脸凝重地走了过来 凌峰 你在这呀 唐雪急急忙忙地说道 总部发来消息 想让你过去一趟 那一位想见你 凌峰有些诧异 这么巧 是哪一位啊 唐雪一脸庄重地回应 欲鬼师联盟的创始人 我们都叫她 蝶婆婆 在听到联盟的创始人要见自己时 凌峰诧异万分 她根本没有想到 联盟的创建者竟然是一个女人 唐雪回答道 是的 蝶婆婆很少现身 对于总部的大部分人而言 她就像你一样地存在 凌峰询问 学姐 连你都没见过她吗 唐雪回应道 蝶婆婆不管事情已经很多年了 没有人见过她长什么样子 每次只是操控鬼器形成一个虚拟 然后跟我们对话 不过最近听说你的事后 她第一次主动要求见面 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 听完唐雪的话后 凌峰皱了皱眉头 便开口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 凌峰跟着尹蕊的车 顺利来到了 玉鬼师联盟总部的后山 车里的尹蕊玩弄着通讯器说道 新发射的卫星调试完毕后 信号确实增强了不少 各地协会联动更方便了 而后看着凌峰说道 你这次可是声名远名呀 都红到总部的老祖宗那里 听到尹蕊的夸奖 凌峰笑了笑回应道 瑰姐说笑了 我本就该为协会效力 说完却在心中暗自鼓掏 你们倒是方便了 我的通讯器都快被打爆了 卓琳卓语言会长和柳如 天天给我发信息 都不知道要怎么回来 这时 尹蕊忽然严肃起来 凌峰 我得到消息 魏家的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凌峰听完也是满脸凝重 这个我也听说了 应该是害怕我报复刻意躲了起来 而且还在暗中准备着什么计划 尹蕊赴一道 这个魏无忌老谋深算 就算你现在是地煞三街了 但还是要小心为妙 说话间 汽车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小院前 院子之中树立着一座高塔 两人下车后 尹蕊随即说道 你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着就好了 凌峰也不废话 抬脚便走了进去 然而刚一进来 凌峰就发现 眼前的景色开始变得扭曲 回头望去 门外早已没了银蕊的身影 变成了一片紫色的河水 这 这是鬼域 高塔之上 一团黑影 正漂浮在那里 高塔之上 一团黑影漂浮在半空之中 凌峰心想 这遇鬼是联盟创始人果然不简单 随即沿着楼梯来到了塔顶 刚一上来 凌峰便看到 一个虚幻的人影正坐在摇椅之上 悬浮在半空之中 被一股鬼气遮挡着 凌峰根本看不清他的模样 随即试探地说道 你是蝶婆婆吗 听到声音后 蝶婆婆拍口说道 凌峰 你来了 凌峰与她打了声招呼 心里想着 感觉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但并不太苍傲 我们就长话短说吧 我很欣赏你 可能冥冥之中也有些缘分在 所以 我可以回答你三个问题 凌峰闻言笑着问道 既然如此 蝶婆婆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鬼 是一个身着青色道袍 使用浮沉和八卦见证 驾驭着道观鬼域的恶灵 凌峰还未说完 蝶婆婆就打断了她 鬼盗人吗 你在哪里见到过她 蝶婆婆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诧异 果然她是知道的 凌峰随即回复 偶然间遇到她 那个鬼盗人 对我的鬼灵有一些作用 所以我准备去追踪她 听到凌峰的回答 蝶婆婆沉思了片刻 随后拿出了一块碎步地给凌峰 那个鬼盗人 曾经我也遇到过 不过被她跑了 这是我从她那里夺到的东西 你可以凭借这个衣角去追踪她 蝶婆婆提醒道 小心点 她十分难缠 凌峰接过碎步 不由心中大喜 连忙到了声谢谢 蝶婆婆继续说道 好了 你还准备问些什么呢 凌峰想了想再次开口 蝶婆婆 请问深渊三阶鬼灵的下一个级别 是什么 蝶婆婆似笑非笑地看了凌峰一眼 便开口说道 深渊三阶之上 便是噩梦集 准确来说 是完全复苏的鬼 蝶婆婆解释了起来 鬼的复苏 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一是能力与鬼气的复苏与成长 二是意识层面的复苏 完全复苏也分阶段 到时候你会发现 鬼该有的能力都有了 这时候 鬼的特殊性 便是决定鬼能够发挥出战斗力的关键 凌峰突然提问 意识层面的复苏 是说鬼会逐渐拥有完整的意识 还有独立的思想 蝶婆婆笑着点点头说道 不错 你很有悟性 每个遇鬼师 把自己的鬼灵培养到深渊三阶巅峰状态后 都拥有三次相对安全的机会 让鬼灵进行完全复苏 倘若三次都未能成功 就会变得极容易失控 凌峰听完点了点头 谢谢婆婆提醒 第三个问题 我可以留到以后再问吗 蝶婆婆也是应运 随即说道 如此 那便有人再见 说完蝶婆婆的身影 就慢慢地消散在了空中 蝶婆婆走后的瞬间 周围的环境也随即恢复 凌峰也就离开了高塔 出来时 银蕊感到有些奇怪 怎么不到一分钟就出来 已见到蝶婆婆没有 凌峰先是一愣 然后思索了起来 看来那个鬼灵的鬼欲 拥有时间延缓的能力 脑中浮现出了 与蝶婆婆交谈时的场景 可疑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凌峰直接将其抛之脑后地说道 走吧蕊姐 我已经见过蝶婆婆 突然银蕊坏笑 那就好 去我的别墅里歇歇吧 面对银蕊的邀请 凌峰想着 一回生二回熟骂 便欣然答应了下来 黄昏时刻 在银蕊的别墅中 两人一起共进晚餐 凌峰忽然开口说道 对了蕊姐 我在追踪一个鬼道人 想问一下 总共有没有 擅长追踪的元老啊 银蕊思索了一点 这个嘛 我也不太清楚 随即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不过嘛 你要是愿意陪姐姐泡澡的话 我就帮你去问问 银蕊说完 脸上露出了一抹害羞的羞红 而凌峰身为渣男 自然是只可远观不可谢完 当即便拒绝了他 晚上 凌峰住进了别墅的客房中 随即把姜薇换了出来 凌峰询问道 姜薇 这个是鬼道人的衣角 试试能否追踪到 听到凌峰的话 姜薇把破步扔进化卷之中 开始分析起来 可是没多久 姜薇拿着破步摇了摇头 凌峰对此也不意外 毕竟鬼道人可是千年老鬼 隐藏得太深了 这时 凌峰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鬼邮差的邮差包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鬼邮差的规律是 只要给对方写信 邮差鬼就会无条件 将信送达的规律 这种特点 岂不比追踪能力更厉害吗 于是凌峰掏出邮差包 而鬼邮差已经成为了一个挂件 这样子是根本无法送行的 于是 凌峰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直接把邮差包挂在了童彤身上 不如 就让童彤成为新的鬼邮差吧 童彤刚刚背上邮差包 系统传来提示 规律 生效率20% 童彤可以短时间内变成鬼邮差 将信件送达到任何有标记物的手中 同时也不会被任何鬼攻击 听完系统的提示 凌峰微微一笑 虽然生效率有点低 但是万事开头难呢 一步步来吧 于是 鬼邮差特迅营就此展开 开始之前 凌峰提醒童彤 如果感到被支配了 不要太过抗拒 我会把你拉回来 随之递给了童彤一封信 而后 轩华带着凌峰使出闪顿 瞬间闪到了几公里开外 凌峰刚走 童彤受到邮差规律的影响 很快 在一个破旧的村庄中 刚落地不久的凌峰 便看到了及时冲来的童彤 顺利将信交给了凌峰 轩华也给了童彤一道鬼气作为报酬 系统提示 童彤的邮差效率达到了40% 一次 鬼话带着凌峰飞上了天 正享受着姜薇无微不至的按摩时 突然从侧面冒出 两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死死盯着 地给的凌峰一封信 规律生效率达到50% 一次 凌峰正和凌罗在地洞探险的时候 童彤从上面钻了进来 将信递了过来 经过几天时间的训练 终于 童彤的邮差生效率达到了90% 就连童彤的样子 都变得和鬼油刹一模一样了 于是凌峰唤出喧华 让其给鬼道人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不重要 随便写写就行了 于是喧华就来了一句 大哥修仙骂 开局就送屠龙刀 一刀999 装备随便报 凌峰为了追踪鬼道人 竟然将童彤培养成了鬼油差 于是 凌峰让轩华写了封鬼信 写完后 轩华便将信封递给了童彤 在规律的影响下 童彤一溜烟 便朝着一个方向急驰而去 见此 凌峰骑着鬼马 随即又换出了将威追踪童彤 只要有童彤的鬼灵信物在 根本不怕跟丢童彤 然而 凌峰还是小瞧的油差规律的能力 童彤一连好几天 不吃不喝地一直跑着 凌峰根本追不上 只好暂时在山顶上 悠然地吃着烧烤 好在将威能追踪到童彤 凌峰才能安心休息 看着花卷上西南的位置 凌峰忽然想到月缺女王 之前月缺国的位置是在西北 鬼道人的位置倒也合理 想着好久没见月缺女王了 凌峰决定去看看她的情况 随即便来到月缺女王的鬼域 在偏殿找到了她 这时看见躺着的月缺女王 便询问道 这是在做什么 是用夜明珠在润尸吗 凌峰趁此刷了不好感说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很快就会找到鬼道人了 到时候 我会协助你杀了她的 说完月缺女王也是露出了笑容 几天后 凌峰终于跟上了彤彤 来到了一座名为玄空寺的寺庙前 当一进去 彤彤身上的邮差铃 便叮叮叮地响了起来 鬼话话卷提示 游灵响 快到了 凌峰才知道 怪不得有铃铛声 还来接近路标的时候 就会有叮叮叮地响声 彤彤连续跳跃直上石墙 凌峰很快就跟着彤彤 来到了一个石窟之中 可是窟里面空空如影 只有一尊佛像立在那里 这时 凌峰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佛像的目光 竟是对着一幅精美的壁画 只见壁画之上有个僧人 背后跟着的 应该是僧人的鬼灵 只见僧人双手合十 目光紧紧地看着一座宏伟的道观 凭着自我的直觉 凌峰几乎可以确认 鬼道人就在这幅壁画之中 随即伸手摸着壁画 心中思索着 难道说 鬼道人被困在了壁画之中 可是要怎么破解 才能进入到画壁中呢 不料这是看见 红彤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壁画 凌峰连忙制止了他 鬼道人在千年前 就将月雀国毁灭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是深渊三阶了 假如他一直在外成长 如今根本就没有 遇鬼是能够抵御 但诡异复苏百年以来 人类根本就没有 这家伙的任何记录 唯一的可能 就是在灭国之后 鬼道人就被寺庙的僧人困在这里 也就是说 千年前就有了 诡异复苏的迹象 但只是小范围 最后就被僧人给封印了 可是凌峰转念一想 不对啊 如果千年前就被困住的话 那蝶婆婆又怎么会有 鬼道人的衣角 难道说蝶婆婆也活了上千年吗 沉吟了许久 凌峰也没能想通 看来还有太多太多的秘密 在等待着解开 于是凌峰决定 先让彤彤进去看一看 安全起见 他让轩华把信上的内容赶了一下 需要帮助 做好这一切 凌峰才把信封递给童彤 童彤拿着信进入了壁画中 没多久 童彤就从壁画中走了出来 凌峰连忙问道 童彤 怎么样啊 只见童彤递给了他一封信 凌峰接过信后打开 上面的信息翻译后的意思是 鬼调 看来 鬼道人确实是被困在了壁画里 想了想 凌峰让姜薇感应一下 看能不能通过残留的鬼迹 来确认鬼道人的实力 很快 鬼画的画卷上就浮现了几个大字 深渊三阶 比我强 果然鬼道人确实厉害 但凌峰可是一个大男主位 这鬼不让我杀 让谁杀呀 我也是有三只深渊三阶的鬼灵的 再加上月圈女王的帮助 凌峰可未必会输 思索了片刻后 凌峰为了成功绑定月圈女王 毅然决然地换上真武鬼甲 决定放手一搏 放手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凌峰在决定对付鬼道人后 也便开始做起了准备 不过却不是要破坏壁画 毕竟要是打不过 还可能将鬼道人放出来 那时可就麻烦了 凌峰拿过彤彤的邮差包 想要借助其邮差规律 不着痕迹地进入到其中 然而 就在凌峰准备进入之时 彤彤似乎发现了什么 拽着凌峰的衣服指了指外点 凌峰转身望去 竟然看到石窟对面的一个山顶上 站着一位蒙面少女和一个稻草人 凌峰诧异 难道还有别的恶灵在附近吗 少女似乎感受到了凌峰的敌意 急忙摆摆手说道 不要误会 我只是路过这里而已 对此凌峰上前皱了皱眉询问道 你也是狱鬼师吗 少女连忙回应 前辈打扰了 我是原城的狱鬼师 在这附近执行任务的 刚刚感应到这里有鬼气 还以为是恶灵呢 而少女身边的稻草人 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凌峰见状感应了一下 这稻草人居然是深渊一阶的鬼灵 果然人不可貌相 随即说道 快走吧 别在这里停留 很危险吧 少女见状连连道谢 便在凌峰的目光下 快速离开了试窟 少女走后 凌峰也准备就绪 便踏进了壁画之内 刚一进来 凌峰眼前就出现了两座对立的悬崖 一边矗立着一座宏伟的道怪 另一边 则盘坐着一具白骨 看到这一幕的凌峰明白 这具白骨 他封印了鬼道人 随后 凌峰来到了道怪前 便看到了道怪中的鬼道人 月缺女王也早已现身 见鬼道人还未察觉 凌峰直接把所有鬼灵全部唤出 一声动手的声音令下 月缺女王率先冲了过去 红红喧哗江薇凌罗也紧随其后 眨眼间 月缺女王一跃而上 抬手用出凤凰火焰 狠狠地打在了道怪上 与此同时 凌罗和江薇的攻击也紧随而至 全都打向了鬼道人的鬼域上 瞬息时间 鬼道人的鬼域就已倒塌了大半 而鬼道人也反映了鬼 紧接着 一道直冲云霄的阻光冲天而起 直接震退了所有鬼灵 能量消散后 鬼道人手制服成 咬牙切齿地出现在了众鬼面前 凌峰不禁感叹 这家伙 跟我在月缺国事看到的一模一样 实力果然不简单 随即按道一句 青竹 抓紧时间去解析他 其他人继续进攻 罢音未落 许多能量攻击已经攻向了鬼道人 月缺女王唤出鬼域 配合火凤凰发起进攻 鬼道人连忙射出鬼气力尽抵打 彤彤一刀劈了上去 却被几道鬼气蛟龙拦了下来 轩华袖中红线暴射而出 瞬间将许多符咒撕成碎片 可就在这时 鬼遇到罐炉顶下的地面 竟幻化成了一个八卦阵 开始急速旋转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力 最近的彤彤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八卦阵吸了进去 好在轩华及时赶到 利用闪盾将他带了出去 然而 凌罗的伞分身却是没那么好运 一大半的伞分身都被吸进了八卦阵中 凌风很快反应过来 这鬼道人是要使出深渊能力的 与此同时 姜薇和月圈女王 同时展开了各自的鬼域 成功压住了鬼域道观 而轻竹也是不断地敲击着木鱼 可解析进度却依旧上升的缓慢 凌风紧皱眉头 鬼道人不愧是千年老鬼 要是换成其他的深渊三接 早就扛不住这么密集的攻击了 战斗许久后 鬼灵们虽然和鬼道人打得有来有回 但鬼道人却并未受伤 不仅如此 新竹的解析进度也才刚刚达到14%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诡异红绳再度出现 凌风又该做何打算了 就在刚刚 老婆们正和鬼道人打得热火朝天时 意外发生了 就在彤彤配合月圈女王进攻时 鬼道人的双眼 突然散发出了凛冽的杀意 两道紫色光芒骤然升起 紧接着 一股无比磅礴滔天的强大气势 从鬼道人体内冲天而起 凌风十分诧异 这是什么气息 竟然瞬间增强了几倍 难道 鬼道人是要完全复苏了吗 凌风顿感不妙之时 鬼道人体内的鬼气再度暴涨 无数的骷髅头鬼闻到着光柱 汗上去极其恐怖 见此凌风连忙出生 趁他还未复苏完成 大家全部回来 等到他们全都来到自己身边后 凌风急忙退出了壁画空间 还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直接瘫倒在了原地 不经经呼道 刚刚真是好险 这就是完全复苏的力量了 光是余波的能力 威力就这么大 幸好没有追出来 看来果然是被壁画困在里面了 凌风看了看面板 没想到刚才最后一波的爆发 竟然让解析度达到了快19% 凌风沉思过后 想到了应对的方法 既然如此 那就利用他被困住的特点 让大家拖延时间 给青竹刷解析度 只要打不过 就退出壁画休息 然后再进入继续刷 直到青竹完成沐鱼压制 那时也就不怕鬼道人完全复苏了 想到这里 凌风当即让鬼灵们抓紧时间休息 等恢复精力后再做打算 这时 风讯器忽然嗡嗡作响 凌风打开一看 顿时有些蒙圈 才几十分钟过去 就突然弹出这么多的消息 可凌风一看却发现了不对劲 只因盈蕊竟然说道 自己已经追踪鬼道人半个多月了 可他在里面还不到一个小时吗 不过凌风很快明白了过来 看来壁画里的时间流速 要比外面的流速要慢 应该是僧人为了封住鬼道人 并减少鬼道人的成长时间 要不然 鬼道人早就踏入噩梦集了 而这个困住鬼道人的僧人 定是一个相当有智慧的人 晚上 凌风正在休息 并让江威在外面布置一下 毕竟进去以后 壁画要是被外面的恶灵破坏了 那可就不妙了 就在这时 凌风向外面瞥了一眼 目光顿时一愣 外面居然有遇鬼尸在战斗 而战斗之人 正是那个蒙面少女 稻草人转动肢体 很快就解决了一只恶灵 解决完恶灵后 少女好奇地 朝着凌风所在的石窟看了一眼 凌风没有理会 而是掏出通讯器看了起来 这附近确实有个小型城市 不过这么晚了 他怎么还一个人跑到这来出任务呢 凌风虽然有疑惑 但却是没有任何举动 可转念一想 周围的恶灵基本都是些小鬼 何须地煞一街遇鬼尸出马 着实有些可疑 就在凌风感觉奇怪的时候 少女正顺着山顶往上爬 然而 凌风的目光顿时一愣 只因少女的脚腕上 竟然绑着一根细细的红绳 偶然遇见的蒙面少女 脚踝上静系着一根红绳 凌风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让喧哗闪顿过去 晚上好啊 凌风的突然出现 吓得少女差点掉了下去 随即将她拉了上来 凌风询问道 一个人在荒郊野外跑 不害怕吗 听到凌风的询问 少女连忙回应 东边的基地势力 出现了一个难缠的恶灵 需要过去解决一下 我们这里的天人少 只能靠我们自己到处支援了 听到少女的解释 凌风想着助人为乐一会 便再次问道 你住哪里 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少女连忙摆手拒绝 不用了 他们来接我了 随后指着后方的车辆 不远处 一辆车正在行驶而来 蒙面少女随即上了车 还回头道谢说 谢谢你的关心 我先走了 再见 眼见少女已经坐车离开 凌风也只好向她摆摆手告别 看着汽车逐渐远去 凌风这才收回目光 心里想着 看来应该是个巧合 毕竟一个是人 一个是鬼 片刻后 凌风再次来到了壁画中 果然 此时鬼道人的道怪 已经恢复了原样 凌风便再次让彤彤他们发起进攻 自己则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 跟之前近来是一样 鬼道人没有一开始就完全复苏 看来计划可行 然而这次的战斗 与上一次也是相差不大 在他们激烈战斗的时候 青竹的解析度同样在缓慢增长 已然快要突破30% 就在月圈女王和彤彤喧华联手攻击时 鬼道人再度爆发出冲天轨迹 布楼头骨环绕而上 凌风提醒全部撤退 依照计划 凌风带着鬼灵们退出了壁画空间 解析进度也已经32% 刚一出来 系统就提示 凌螺的深渊能力已经规划成功 凌风欣喜过望 可看到凌螺他们竟然在玩方花神 凌风头又大了 脸上露出了满头黑线的问道 你们啥时候和彤彤学的呀 深渊能力无解分身 面对比自己强大十倍以内的敌人 凌螺的散分身 将始终拥有对敌均衡的能力 当发动深渊能力后 凌螺的单把散分身持续时间减半 敌人与凌螺的实力差距越多 散分身持续的时间越少 最短时间三秒 看完无解分身的描述 凌风开心了起来 毕竟碰上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还能和对方保持五五开 要是配合鬼进复制的能力 即使只有三秒时间 那也可以力挽狂澜 可谓是相当的给力 凌风开心地将手搭在了凌螺的肩上 而看到凌风的举动后 彤彤顿时抿了抿嘴唇 一复吃了飞醋的模样 而后的几天时间里 凌风边打边休息 解析进度到达35% 解析进度达到48% 解析进度达到57% 凌风思索着 解析进度马上就到65% 虽然清竹的解析进度已经非常快 但是鬼道人的复苏 也是越来越近了 解析进度来到66.5% 还剩最后的3.5%的时候 凌风决定不再撤退 准备一次性解决 很快 鬼道人完全复苏的气势再次直冲云霄 顿时把所有的鬼灵 全部都给击退了出去 这时 凌风直接让凌螺师斩出深渊能力 虽然奈何不了鬼道人 却能在鬼道人觉醒时进行干扰 在凌螺的深渊能力下 清竹的解析进度在飞速的上升 很快就达到了69% 鬼道人复苏完成 仅一瞬间 鬼气力剑便将所有鬼灵 全部都给震飞了出去 然而 清竹的解析进度刚好达到70% 就在鬼道人要抓向彤彤时 清竹发动了沐鱼压制的能力 鬼道人身形当场一顿 开始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可凌风刚松口气 鬼道人竟想再次爆发鬼气 想要以此破开压制时 凌风急忙让鬼灵们发起攻击 在一连串的攻击下 鬼道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凌风心想 刚才他那算是完全复苏了 现在是把他的复苏状态压制回去了吗 这是彤彤喧哗相互配合 扛起手中拒刃 直接将鬼道人一批为二 然而 鬼道人竟然开始分散 话成术到鬼灵四散而逃 凌风连忙提醒 别让他逃了 话音未落 鬼灵们的攻击就已打了出去 最后在彤彤的寒冰鬼找下 成功将鬼道人就地正法 系统传来提示 战斗胜利 你获得一件残破的道袍 你的鬼灵祭兆安住 得到规律的极大增强 你的鬼灵喧哗可以升级 你的鬼灵彤彤可以升级 月雀女王绑定任务已完成 已达成绑定所需要的击败 是否现在绑定 凌风感叹 真是大丰收啊 当即选择升级 鬼灵彤彤等级成功升到深渊三阶 凌风摸了摸彤彤的脑袋说道 彤彤 你的深渊能力 可以往防御性上面规划 也可以往进攻性方面规划 你先规划一下 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 可以告诉你 而被凌风揉着脑袋的彤彤 看上去也是极为享受 而后看向轩华 鬼灵轩华等级提升到深渊三阶 凌风接着询问 轩华 你准备规划什么样的深渊能力啊 听到凌风的询问 轩华在手上写了个闪字 凌风见词也觉得不错 要是学会深渊闪盾 以后一些相当特殊的地方 也能用闪盾进出了 凌风感慨万千 红彤和轩华 是最早跟着我的两个鬼灵 现在等级也终于升到了深渊三阶 等他们的深渊能力规划成功 那可就是全渊三阶了 如今与他们之间的羁伴已经过千 之前抽奖获得的战力增幅 也终于可以使用了 最后 便是绑定月圈女王了 系统提示 羁伴任务已完成 是否绑定月圈女王 凌风一句绑定 系统便提示绑定成功 随即对着月圈女王说道 放心吧 以后跟着我们 再也没人敢欺负你 月圈女王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后 凌风看着月圈女王的深渊能力 不由感慨万分 女王领域 周边形成大范围威压领域 破坏女王领域前 无法伤害到月圈女王 敌人离本体越近 实力削弱越大 当距离低于十米时 将会被直接溶解 凌风笑了笑 若是加上海市渗楼 可以将深渊能力投射出去 那就变成远程攻击的方式 这能力确实不错 这时凌风忽然想起 女王的那具尸体 是不是关系到 她的完全复苏呢 不料一阵打闹声 打断了正在沉思中的凌风 童童鲜华成功升到深渊三阶 凌风也是成功绑定了月圈女王 这时 一阵打闹声打断了凌风的思考 凌风扭头望去 只见童童和凌罗两个萝莉 一个手持浮沉 一个手持翻棋 正在一旁嘻嘻打闹 玩得不亦乐乎 凌风也是无奈地摇摇头 随即走到了那具白骨面前 准备将其收进储物空间 并带出去安葬 然而 不等凌风伸手之时 白骨竟然原地消散 留下了一颗泛着红光的射粒子 系统提示 你获得了鬼射粒 凌风好奇地拿起来瞅了瞅 物品鬼射粒 是极其特殊的 鬼死后留下的东西 具有度化的功效 如果让恶灵完整吞下 会在一个月内变成善灵 并获得鬼射粒的能力 若人类吞下则会死亡 会有概率变成尸鬼 看完鬼射粒的描述 凌风决定将其留下 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得到的地方 出去之后 凌风为僧人立了一个墓碑 心中也是思绪万千 如今想来 也是多亏的这位僧人 如若不是僧人拼尽幸运 将鬼道人封印在壁画之中 想来鬼道人早就完全复苏 跑出来祸害众生了 做完这一切后 凌风拿出通讯器查看 依然没有发现未无忌的消息 于是 他准备回海城一趟 不过在走之前 他必须要确认一件事 几个小时后 凌风来到了蒙面少女说过的圆城 那个脚腕上有着红绳的少女 始终让他心有疑虑 凌风直接找到了圆城的城主 询问起了蒙面少女 可圆城城主 却是疑惑地反问说 拥有一个深渊一阶稻草人的少女 您说的少女年龄多少 凌风回答 十八九岁的样子 可听到凌风的回答 城主却是苦笑道 凌大人 这样的天才要是出现在我们这里 早就惊动狱鬼市联盟总部了 一旁的女人也附和道 我们圆城是个小地方 最高的狱鬼市也才急 而且附近的村庄里 也确实没有您所说的少女 凌风只好无奈地道谢 我知道了 多谢城主告知 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看来凌风疑虑得不错 那个蒙面少女的身份果然有问题 不是本地人 却两次出现在石窟外 他谎称是在出任务 凌风回想起当初月却国的经历 千年前的鬼道人 就是被神秘的红绳女鬼吓跑 而蒙面少女同样也在鬼道人附近活动 这么看来 两者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了 可是凌风转念一想 不对啊 一个是人 一个是鬼 怎么会是同一人呢 或者说 如果红绳女鬼早就完全复苏 并成长进化了上千年 那确实是有可能伪装成人类 而又不被发现 连我的鬼灵们也都看不出来 突然 凌风脑中冒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 该不会 蝶婆婆就是这个蒙面少女吧 神秘的红绳女鬼 难道就是联盟创始人蝶婆婆吗 林宗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知道我用迫不追踪鬼道人的 只有蝶婆婆 可若是真的 那也太惊人了吧 遇鬼是联盟的创始人 居然是一个鬼灵 还是一个完全复苏的鬼 这消息着实有些惊人 蝶婆婆跟踪我来到石窟 化身为蒙面少女 还去抓了的稻草人来充当鬼灵 而两次出现 难道是为了前来确认 我是否有能力应付鬼道人吗 现在所有细节都对上了 林宗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但他却是想不通 一个鬼灵 为何要创办遇鬼师联盟 为何要帮助人类对付恶灵 他对于人类 到底是敌是友 想了半天 林宗也没能想明白 只好暂时抛之脑后 等到下次再见蝶婆婆时 再去问个清楚 随即离开悬空寺准备回海城 忽然通讯器钉钉作响 林峰一看 是柳如打来的通讯视频 便询问道 柳如 怎么了 不料柳如泪流满面地说道 林峰 我父亲快不行了 你在哪里 求求你帮帮父亲吧 听完柳如的话 林峰大惊失色 他根本没有想到 海城主的身体原本可以再撑几年的 现在却衰弱得这么快 到底怎么回事 随即连忙回应柳如 你先别慌 照看好你父亲 我尽快赶回去 此时海城主的庄园内 海城主已经昏迷不醒 身体暗淡无光 还被各种医疗设备包围着 外面的卓会长也是叹了口气 手下们也是惊慌失措 一名御本师说道 麻烦了 万一城主真的到了那一步 只能提前将他端起来了 否则 一旦他的鬼灵失控 整个海城可就完蛋了 卓会长回应 这次状况实在令人意外 不过蕊元老在里面 可以由他拿主意 别省得我们为难了 房间里 尹蕊和颜会长 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便快速地赶到了这里 颜会长开口询问 怎么样 林峰回消息了吗 柳如摇了摇头说道 昨天刚联系上他了 可他远在西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随后探向了尹蕊 蕊元老 你觉得父亲的病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尹蕊文言也是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外伤 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疾病 可谁又能对你的父亲下手了 就算是一些有诅咒能力的恶灵 也不见得能够越过你父亲的鬼灵吧 颜会长有些汉言 诅咒能力 那可是很罕见的一种能力 盈蕊表示认可 据我所知 南方确实有个遇鬼师 拥有这样的鬼灵 但那人才S级 诅咒肯定会引起你父亲的注意 除非是深渊诅咒 否则不可能无声无息的 绕过你父亲的鬼灵进行诅咒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 城主怎么样了 三人扭头望去 见到来人是凌风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欣喜之色 病房的大门突然被人打开 里面的女孩们却是一脸欣喜 是凌风 凌风回来了 原来 在凌风接到柳如的通讯后 便是快马加鞭地赶回了海城 随后 凌风来到海城主边上 柳如把海城主的情况 一一告诉了凌风 凌风听完后说道 让医护人员先出去吧 这种情况 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范围了 而后柳如便让他们离开了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四人时 凌风才开口说道 这次城主很有可能是被人暗算 还有我回海城和城主病危的消息 千万要封锁 免得铭心动摇 说完 凌风尝试地将海城主的眼皮撑开 看了看海城主的眼珠子 接着又瞧了瞧他的手指 眼脸和指甲都是发青 查不到任何毒素吗 柳如回答 是的 已经做了最全面的检查 并没有发现问题 而且父亲的体质 也不会受一般毒素影响 文言凌风看向了银蕊说道 鬼姐 你说的诅咒能力 是可以绕过鬼灵攻击遇鬼师吗 银蕊表示 如果施展的是深渊诅咒 而城主刚好没有在鬼域的保护下 是很有可能中招的 并且没有任何征兆 凌风十分诧异 这么说 中的诅咒岂不是没救了 银蕊再次解释 也不一定 深渊诅咒只是没法被阻止 但并不是无解 只要找到具体失咒的恶灵 将其杀死或者让他主动解开 便能去除诅咒 而凌风陷入沉思 看来想救城主 还得先找到加害人才行 随即询问道 你们觉得谁比较有可能 听到凌风的话 银蕊和颜会长却是面面相觑 两人对于海城主知之甚少 也是无从下手 这时柳如开口说道 我感觉 可能是南方中兴城的人 他们上个月来找过父亲 想邀请他加入南方阵营 但被父亲拒绝了 凌风也觉得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现在与海城主有过节了 一是魏无忌 二是南方中兴城 而魏无忌还在筹备中 且不知我的行踪 应该不会先对城主下手 那最有可能的 就是南方中兴城了 凌风也是无奈 想不到人类才刚刚站稳脚跟 城市之间就开始内斗了 听到凌风的话 颖蕊的神情充满愤怒之色 南方到独立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还打起了海城的主意 真是太过分了 这件事 我会向总部上报的 可柳如确实泪眼婆娑地说道 可是就算知道是他们 以父亲现在的状况 根本撑不过半天时间 哪里还来得及啊 见柳如又哭了起来 凌风赶忙上前安慰道 放心吧 我有办法 而柳如却是愣愣地看着凌风 只见凌风唤出青主 并让他展开寄照安鬼域 将其覆盖在海城主身上 寄照安鬼域里的时间流速十分缓慢 可以让海城主的病情速度延长几十倍 这样 我们就有时间去寻找解法了 盈蕊和颜会长一脸惊讶 柳如却是一脸欣喜 太好了 谢谢你凌风 凌风也告诉他们别太担心 分头去找线索吧 而接下来 便是凌渣男与颜会长的休休时刻 商量完毕后 凌风和颜会长来到了一处房间 凌风询问道 安排得怎么样了 颜会长回答 已经跟南方的朋友交代过了 他们正在打听潜伏在海城的间谍 凌风看着通讯器说道 我也已经让卫星中心 全力寻找附近的诅咒类鬼灵 可以解责再等总部的消息 这时 凌风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着颜会长说道 对了 我这次回来 有个惊喜要给你 听到这话 颜会长还有些疑惑 不等他想明白 凌风便递过来了一张小丑面具 随即让清主打开祭招安鬼域 牵起颜会长的手走进了鬼域之中 两人来到大殿 颜会长就看到了几个正在打坐的鬼灵 这时小丑转过头来 颜会长一脸惊讶 这是 深渊二阶的鬼灵吗 凌风点点头回应 没错 不过别担心 他已经被杜化成善灵了 小丑有个致命弱点 拥有这个面具 你就可以轻松驾驭他 颜会长看着面前的小丑 心中更是震惊万分 这世上应该从未出现过 野生的深渊二阶善灵吧 凌风说道 他叫小丑 算是我送你的一个小礼物吧 颜会长汗颜 你管这叫小礼物呀 凌风接着说道 试试看 给他戴上面具吧 听到这话 颜会长走上前去 将面具盖在了小丑的脸上 颜会长顿时喜笑颜开 成功了 我感觉自己已经跟他建立了链接 凌风回应道 那就好 以后你就是地刹二阶的浴鬼师了 等你慢慢把羁绊培育起来 你就有三个善灵了 到时再去尝试去驾驭你修罗吧 看着这么贵重的礼物 颜会长脸上顿时有些羞红 你这样对姐姐 姐姐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忽然 凌渣男伸手抚摸着颜会长的脸颊 并温柔地说道 你是我的女人 还谈什么报答呢 颜会长的脸色更加通红 露出了小女人的神情 当即搂住凌风的脖子 深深地亲了上去 凌渣男意识到 气氛都已经到这了 颜会长抱了起来 颜会长慌张地说道 干什么呀 现在还是大白天呀 看来又是不可描述的事情 林中不顾颜会长的推脱 直接把他抱进了卧室之中 在经过激烈的援主对撞后 颜会长心满意读地说道 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海城主的病因才是 凌风也是微笑的点点头 随后 林中找到卓会长 想让他帮忙排查一下 遇鬼是协会的人 卓会长表示 去过程主府的也就五个人 我已经查过了 应该都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 便是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了 林中也是认真地 看着五人的资料 这时 卓琳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过来 林中 尝尝我做的点心吧 卓宇也从后面冒出来说道 姐姐做的蛋糕最好吃了 平时让她做她都不做 只有林中你来了 才能吃得到 听到妹妹的夸大 卓琳也有些不好意思 林中接过点心 尝了一口说道 确实不错 看来你们最近过得挺好的 听到林中的夸赞 卓宇却是脸颊通孔否认 我和姐姐才没有偷懒想服呢 我们现在可是地煞一阶的遇鬼师了 说完 两姐妹便将新莲和新缘换了出来 卓会长得意地笑了笑 这几个月 他们常常跟着我去防线 很是积极地在战斗 如此 我也可以退休养老 而卓琳害羞地说道 我们不想拖林中你的后头 也希望能成为你的助力 林中听完也是鼓掌祝贺 你们做的已经很棒了 与卓会长商讨完毕后 林中也告辞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嘱咐道 我要再去城主府一趟 其他方面麻烦您盯紧点了 卓会长点点头 放心吧 随即一脸坏笑地凑了过来说道 林峰啊 我看你一直没接受海城主的求亲 身边也缺少一个贤内助 小林和小雨 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呀 林峰听到这话顿时脸红 随即连忙跑开说道 他们还小呢 以后再说 说完便一溜烟地跑开了 十几分钟后 林峰重新来到城主府 并且找到柳如说道 还没有线索吗 柳如摇摇头回应 城主府人多眼杂 一时半会根本查不出什么 随即拿出一封信地给了林峰 眼眶湿润地说道 这是爸爸之前留给你的 林峰打开信封看了起来 信中写道 如今局势动荡 我若有什么不测 小如和海城就交给你了 看完之后 林峰不禁汗言地叹了口气 这老头果然很坚持 再加上为无忌的事情 看来这海城 我是不得不管了 随即拉起柳如的小手说道 柳如 你先别那么悲观 我们还有时间 一定能找到救出城主的办法 可如今你父亲病危 这个时候 更需要你站出来主持大局 你明白吗 被林峰这么一说 柳如也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见此 林峰掏出了一个鬼灵信物说道 这个给你 作为下一任的海城主 我相信你会需要的 柳如接过鬼灵信物后 一只鬼灵突然冒了出来 柳如感应到鬼气后瞬间呆住 这 这是深渊二阶的善灵 柳如惊慌失措地问道 这 这是给我的吗 也太珍贵了吧 林峰笑着说道 希望能够帮助你快速成长起来 到时候镇守一城 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柳如连忙道谢 谢谢你林峰 可是这么珍贵的鬼灵 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呀 林峰没有隐瞒 这是我在西部龙城那边碰到的 柳如反应了过来 我听总部的血缘老说过 你不但救了上万名龙城百姓 还击败了魏家的地煞三街玉鬼师 真是太厉害了 忽然 林峰眼前一亮 对啊 雪姐的家乡有着诸多奇怪的恶灵 她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随即连忙拨通了唐雪的通讯器 很快唐雪就接通电话 林峰询问道 雪姐 我想打听一下 南疆那边是否有地煞三街的玉鬼师 并且能够不留痕迹地进行诅咒的鬼灵 唐雪想了想回应 诅咒能力是很少有的 不过 我知道一种极其阴毒的秘书 施展起来不会引起鬼灵反应 更不会被测出来 那就是南疆鬼 一旦中招 三天内必死无疑 两人闻烟吓了一跳 急忙来到了海城主的病房 林峰说道 雪姐说中了这种鬼谷 胸口以下三寸的地方 会有一颗不易察觉的红质 两人一看 海城主的胸口下确实有颗红质 果然真的是鬼谷 对此林峰松了口气 知道了病因 也就代表着海城主还有得救 然后 林峰按照唐雪所说 让轩华施展鬼火 将施鬼的躯体炼制成了躯骨土 很快林峰便炼制了出来 随即端着躯骨土 放在了海城主的鼻子下 随着海城主的呼吸 几分钟后 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 从海城主鼻孔处爬了出来 见此林峰让轩华用鬼谷 成功烧死了这些蛊虫 海城主的身躯也开始慢慢恢复 林峰说道 这下应该没有问题了 只是你父亲元气大伤 恐怕还要恢复一段时间才行 柳如也是欣喜地笑了出来 海城主的病情结束后 接下来的 便是找出内奸了 沉寂已久地为无忌终于再次出现了 就在刚刚 林峰成功解救海城主后 便开始分析起来 应该是有人 把鬼谷的卵下在了城主的食物里 这种手法不仅不需要鬼灵 而且还能排除自己的嫌疑 果然是好手段 柳如擦干眼泪说道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林峰说道 你还是继续在这里照顾好你父亲 鬼谷的事先瞒下来 不要打草惊蛇 我会想办法抓住内奸 再去搞清楚 南方中心城的完整计划 柳如见此也是点头答应 与此同时 东北的一座丝火山上 有着一片山顶天池 忽然 天池开始剧烈鼓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越转越快 逐渐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洞中还在不断地冒出红色的岩浆 这时 炽热的岩浆喷涌而出 一个人影停留在半空中 周身还散发着滚烫的岩浆 定眼一看 那赫然是消失已久地为家家主位无忌 第二天 林峰骑着鬼马 大摇大摆地从海城城门进了海城 如此大张旗鼓地进城 很快就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 一些爱八卦的遇鬼师们纷纷拍照 就在这时 当人们将照片上传发送的时候 却发现通讯器没了信号 但仅仅过了几秒 信号又重新恢复正常 人们也没太在意这种情况 还以为只是信号不好罢了 然而这一切 皆是林峰的手笔 大量的消息从海城之中发了出去 另一边银蕊疑惑不紧 他根本想不明白 林峰已经在城内了 为何还要高调地进城引人注目 对此 林峰只是微微一笑 心里却是暗想 等着吧 鱼儿就要上钩了 林峰回到住处后 躺在沙发上安详地晒着太阳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而喧哗在一旁泡着茶水 这时 风讯器突然响了起来 林峰看到上面的信息后 脸上顿时浮现了一丝笑容 找到你 原来 林峰在之前就联系了魏小泉 当他把海城的信号全部屏蔽 将其替换成了他的那一颗卫星 这样 林峰就能监控到 所有从海城发出的消息 而他大张旗鼓地回到海城 并会让内奸有所察觉 将消息通报给南方中心城 经过一一的排查后 林峰发现了一条加密信息 风讯器上显示的是一堆乱码 看来就是你了 十几分钟后 姜薇的话卷腾空而起 悄无声息地包围住了海城的郑宅 郑家家主郑涛 突然感应到了强大的鬼气 快步走到窗前并拉开窗帘 想看看怎么回事时 下一刻 他脸色变得十分惊恐 转头很是慌张地说道 林峰 我跟你无仇无怨 你来这里做什么 林峰缓缓从鬼域中走出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我要做什么 你心知肚明 盈蕊也从后面走了出来 郑涛 身为海城的大将 没想到竟然选择当叛徒 看到盈蕊也来到了这里 郑涛更加紧张地喊道 蕊元老 你不要听林峰乱讲 他就是想趁着城主昏迷 四季夺权铲除异己 而盈蕊没头一条问道 你怎么知道海城主昏迷了 郑涛当场一愣 看来这是不打自招了 完了完了 魏无忌终于要对海城出手了 而林峰还在清剿叛徒的路上 不等郑涛继续狡辩 林峰就拿出了通讯器说道 不必辩解 你发给南方中心城的密信 已经被我们破解了 郑涛知道事情带路 恶狠狠地怒骂着该死 当即换出自身鬼灵弓向林峰 然而 鬼话只是一扫而过 他的两个鬼灵直接就被撕成碎片 郑涛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盈蕊提醒道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否则总部是不会放过你 就连你的家族也要跟着完蛋 与此同时 魏无忌回到了魏家的秘密基地 魏家人看到家主回归 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 手下抱拳行礼地说道 恭喜家主大功告成 驾驭了新的鬼灵 听说林峰已经回到了海城 是时候该复仇了 而魏无忌打断了众人的话语说道 不急 就算我现在有了两个深渊三阶的鬼灵 但仍然杀不了林峰 手下有些诧异 家主是担心海城主会出手吗 魏无忌点了点头 不错 我们若是出手 海城主绝对会帮助林峰 而且林峰的鬼灵擅长逃顿 不过这次 我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 随即让手下拿来了所有的鬼僧 很快 一名手下递过来一个箱子 里面赫然有着三颗鬼僧 这时 手下魏参提问道 家主 应该不会是打算点燃鬼僧 引一个深渊三阶的恶灵过去吧 魏无忌闻演点了点头 可魏参却是脸色一变地提醒道 可是家主 这鬼僧变数太多 万一引过去了 不止一个深渊三阶 倒是鬼巢将海城灭了 那可怎么办呢 而另一名手下园忠 却是阴沉地笑了笑 魏参 如若现在不杀林峰 魏家必定灭亡 那海城新王又与我等合肝 而魏无忌却是紧握鬼僧 脸上露出阴僧的笑容说道 林峰 这次你死定了 回到海城这边 林峰也从郑涛口中得知 南方中心城的具体计划 原来 他们是打算趁海城主死亡后的空档 引诱鬼巢前来攻击海城 到时候 他们在出现充当救世主 并顺理成章地接管海城 听完前因后果 盈蕊脸色骤变 好一个南方中心城 为了夺权 竟然不顾海城千万感性的性命 而你郑涛 为了一己私欲背叛海城 押回总部好好接受审判吧 说完盈蕊也跟着离开了 随后 林峰重新回到病房 并将南方中心城的计划告诉了两人 见两人依旧有些担心 林峰开口安慰道 放心吧 如今我们掐断了第一环 至于后面 也就不用担心了 对于林峰而言 鬼巢啥的 纯粹就是刷怪塔 林峰可喜欢了 几天后 魏无忌来到八大兄弟之一 随着手上的鬼僧被点燃 一股特殊的气味朝着四周蔓延开来 不多时 大量的恶灵都被吸引过来 园中很快就发现 有深渊三界恶灵被吸引了 另一边的魏参也传来信息 他也引了一个深渊三界的恶灵 魏无忌冷笑道 两个正好 直接杀向海城吧 灾难鬼巢正在慢慢靠近 而林峰和颜会长还在聊天 林峰开口说道 燕燕 小丑应该已经驾驭了吧 颜会长点点头回应 不用担心 我心中有数 女修罗也已经初步驾驭了 这时颜会长询问道 告诉姐姐 你该不会已经驾驭了 第二个深渊三界鬼灵了吧 林峰笑笑地说道 你可要为我保密啊 我怕为无忌之道后不敢来了 颜会长闻言一惊 口中的咖啡都喷了出去 接着继续说道 这么说 你已经是巨头了 太可怕了 你第一次觉醒鬼灵的场景 我还历历在目吗 正当两人轻轻无我的时候 柳如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说道 不好了林峰 卫星监测显示 海城东北方 有一股极气庞大的鬼巢 正在朝着海城快速奔来 鬼气探测器上的原点 已经不能用密密麻麻来行萌了 柳如着急地说道 怎么办 协会分析 鬼巢还有三个小时就会抵达 而且协会估计 这次的鬼巢 还是千万级别的鬼巢 林峰和颜会长顿时惊掉了下巴 要知道近三十年来 人类面临的最大鬼巢 也不过是百万级别 而千万级别的鬼巢 意味着恶灵们可以任意踏破 任何一座城市 颜会长很是唏嘘 身为人类 本该在这末日中互帮互助 而南方中心城市 却为了夺得海城的控制权 不惜引来了千万级别的鬼巢 真的是疯了吗 柳如着急说道 海城的人口一共才八百多万 遇鬼师的数量 也不过一二十万 如今我父亲还在昏迷中 鬼巢中要是有深渊三阶恶灵 稍有不慎 整座海城就会成为一座废墟 见两人惊慌失措的样子 林峰开口安慰岛 先别慌 我们马上去遇鬼师协会进行安排 片刻后 协会的大屏幕上 全是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的原点 防线上的遇鬼师完全不够 林峰决定 将消息公布出去 向全海城征集遇鬼师 听到林峰的话 尹锐当即让卓会长已联盟的名义 号召海城附近B级以上的遇鬼师 全力前往北线支援 随后吩咐道 拉响全城警报 海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然后 镇耳欲龙的警报声响车整个海城 一时之间 海城几百万人全部被惊醒 当看到通讯器上的千万击鬼巢后 所有人都吓坏 全部换上衣服准备战斗 有不少人觉得 海城真的要玩完了 而有的人也将希望寄托在林峰身上 相信他能救海城于水火 遇鬼师们告别自己的家人 开始前往防线 与此同时 南方中心城的探子却是懵了 还以为计划提前了 连忙将消息汇报了回去 很快 大批大批的遇鬼师整装待发 趁着夜色冲向了海城的各处防线 千万击鬼巢来势汹汹 林峰和盈蕊已然来到城墙之上 盈蕊随即说道 唐雪已经再赶过来了 而且蝶婆婆也会来支援 只不过还要等四个小时 听到蝶婆婆要来 林峰思索着 看来此战不能让月圈女王出手了 若是蝶婆婆见到月圈女王 想必会怀疑我对她身份的起疑 随即开口说道 这波鬼巢我倒是不担心 有盐盐和柳如两个地刹二阶 再加上蕊姐你 守住海城不是问题 林蕊有些诧异 他们俩已经地刹二阶了吗 林峰没有理会地继续说道 只是我想不通 南方中心城原本的计划 是海城主死后 引来鬼巢并接手海城 但现在提前出手 还是这么大的手笔 难道不担心失控吗 而林峰疑惑不解之际 柳如和颜会长也来到了城墙上 柳如说道 我已经将父亲转移至地下 曹叔叔会坐镇海城 这样我们就能陪你去防线 林峰点点头开口说道 正好 将海城主被暗算的消息散布出去 不能让他们的计谋得逞 很快 海城的人们便看到这则消息 开始破口大骂起南方中心城 而魏家的探子却是欣喜若狂 当即把海城主病晕的消息 上报给了魏无忌 而他们之间的传讯 全都被林峰的卫星所截获 对此林峰早有预料 还唏嘘地惋惜道 反派的脑回路 果然是出奇的一致啊 另一边 魏无忌正拿着望远镜观察之时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随即喊话道 魏无忌 果然是你 魏无忌回头望去 便是眉头一皱地回道 是你啊冯文远 来人正是南方中心城城主 地煞三界遇鬼是冯文远 冯文远大声呵斥道 魏无忌你好大的胆 居然引来两个深渊三界的恶灵 海城主如今昏迷不醒 林峰一个人是绝对抵挡不住了 就算他死了 你又要怎么收场 而魏无忌只是冷喝一声 这一点不需要你操心 当即换出了自己的深渊三界鬼灵 一副不服就干一架的样子 冯文远见状 脸色也是猛然一惊 只好无奈地改变主意 既然你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那就将计就计 你只需要杀死林峰 之后的交给我 我们南方中心城 会是你未来忠实的盟友 魏无忌见状 也是答应了下来 终于 海城的最外围防线 迎来了第一波鬼潮的入侵 卓会长当即下令 给我死死挡住 A级以上的全部拦下 A级以下的留给后面的二队 而言会长也换出全部鬼灵 A级鬼灵小白和S级鬼灵小花 深渊二阶的小丑也加入了战斗 而那只心心念念的女修罗 也同样加入了战斗 卓灵卓宇这边 同样换出了星连跟星渊进行战斗 当他们听说 前线有深渊三阶恶灵出现时 开着摩托车快速前去支援 柳如文言也想去帮忙 但却被一个深渊二阶的恶灵 拦住了去路 突然 一块飞石砸在了恶灵的脑袋上 柳如抬头看去 惊呼地叫出了声 海城存亡之战终于打响 所有遇鬼是集体出战 这时 一块飞石砸了过来 柳如惊呼地叫出了声 雪原老你来了 赶来的糖雪 换出了金女和望夫时 随即开口说道 这里交给我 快去支援银蕊吧 另一边 深渊三阶恶灵三头蛇赫然出现 与银蕊交上了手 双方激战之下 银蕊逐渐落入了下河 凌风连忙让江威加入战斗 朝着三头蛇的方向冲了过去 然而 正当江威与三头蛇激战时 另一个方向 深渊三阶恶灵谷目猎手 也出现在了战场之上 冯文远惊叹道 两个深渊三阶 凌风不可能是对手了吧 而魏无忌却是提醒道 再等等 他可没那么简单 凌风见魏无忌还不出手 无奈只好换出灵罗加入战斗 看到这一幕后 魏无忌按道一声果然 而冯文远的脸色却是极为难看 没想到这个凌风 竟然有两个深渊三阶的鬼灵 实在是太逆天了 与此同时 灵风也是思索了起来 本想已是若来诱导魏无忌出手 可是现在他既不能不战 又不能暴露实力 想了想对策后 凌风让江威和灵罗的攻击不要太猛 适当地暴露出一些破绽 让魏无忌以为 自己已然全力出手 凌罗假意地让一些伞分身被击落 江威也假意地让攻击破坏自身的画卷 就在这时 银蕊提醒道 凌风小心 魏无忌同时换出两大深渊三阶鬼灵 恶狠狠地说道 凌风 你的死气到了 半空之中 一座冰封千里的雪山猛然冲出 紧随其后的 还有一座炽热无比的火山 火山浮现后 顿时爆发出了大量的岩浆 岩浆从空中倾泻而下 管如陨石般猛然砸向地面 顿时整个防线如同末日降临 狱鬼师们也是损失惨重 很快 魏无忌向着凌风的位置冲了过去 身后更是跟着两大鬼灵 深渊三阶鬼灵血魔 深渊三阶鬼灵练遇炎魂 看到魏无忌的到来 凌风也是笑出了声 鱼儿终于上钩了 严会长见状连忙说道 柳如 你守在这里 我去帮助凌风 随即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而魏无忌开始嘲讽道 凌风 这次天王老子来了都就不了你 你的两个三阶鬼灵都被缠住 而我有两个深渊三阶 我的部下还有两个 六对二 你毫无胜算 见为无忌属实得意 凌风不禁冷喝一声说道 是吗 那么你的部下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 此话一出 魏无忌瞬间皱起眉头 他也感到奇怪 魏参和园忠为什么还不过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魏参和园忠两人 已经被吸入了喧哗的鬼域中 两人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拿出信物召唤鬼灵 然而 他们的鬼灵信物没有丝毫反应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 宣华已然来到了他们身后 而两人的命运 已然早就注定 凌风终于展露出实力 直接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鬼域中 猛逼的两人还在猛逼 宣华却已经悄然靠近 这时 魏参猛然回头望去 却只听到了两阵凄惨的惨叫声 两人当场陨落 反映过来的魏无忌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明明计划很周全的 是哪里出了问题 凌风贪开手地嬉笑道 魏无忌 论作战计划 你还是太天真了 你的命运也早就被安排好了 原来 凌风早在一个小时前 就和鬼灵们一起商量出了对策 月却女王因为蝶婆婆的原因 暂时不要现身 当作最后的底牌 姜薇是他们见过的 也是唯一知道的深渊三阶 所以姜薇来打头阵 凌罗的群攻技能十分优秀 在魏无忌出现之前 如果鬼巢难以抵挡 也可作为辅助出手 考虑到魏无忌一心多虑 凌风决定先迈个破绽 要不然 魏无忌肯定不会轻易出手 随即看向了 彤彤喧华和青竹问道 你们的深渊能力 应该已经规划完毕了吧 彤彤规划了两个深渊能力 深渊右手 消耗所有鬼气凝聚之右手 一击必杀 深渊防御 周边出现旋转木马 所在区域可防御任何攻击 防御时间与鬼灵自身鬼气有关 凌风有些唏嘘 一击必杀 这也太恐怖了吧 轩华则规划了一个深渊能力 深渊闪盾 可以无视任何地形和限制 范围可达300公里 接着便是青竹的深渊能力 洗心化损 解析进度超过70%后 可将敌人转化为我方战力 持续时间为5分钟 一波分析下 凌风根据三鬼的课定 制定了最后的作战计划 首先鬼巢一开始 你们就远离战场 并且穿上能够隐藏气息的鬼衣 我们之间用新神链接来沟通 青竹的任务是 一旦鬼巢出现了深渊三阶恶灵 以便立刻展开解析 红红则负责使用鬼眼 在为无忌献身后找出他的手下 待确定他们的位置后 喧哗利用闪盾靠近 趁他们还未换出鬼灵时 直接用鬼域包围住他们 让他们无法召唤鬼灵 最后来个瓮中桌边 先行除去为无忌的左膀右臂 一连串的计划下来 为无忌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便已损失两个地煞三阶的手下 只好继续放狂话道 就算没有他们 那我也是四打二 难道你觉得你能赢吗 随即让两个鬼灵发起进攻 见此 凌峰让凌罗先行牵制住 两个野生三阶恶灵 将为抽身对付魏无忌 而童童他们 也完成任务赶过来 凌峰直接让童童他们一起出手 五大鬼灵齐齐出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 眼神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纷纷惊呼道 五个 五个深渊三阶鬼灵 深渊三阶之战就此展开 林中的鬼灵们飞上天空 直接冲向了雪魔和炎魂 红彤和轩华率先出手 利爪和鬼玉攻向了炎魂的火山 红彤骑上巨大的托马斯火车 手里举起巨刃 狠狠撞在了炎魂的火山上 轩华射出无数道鬼火 直接攻向了炎魂的本体 与此同时 将为展开废墟鬼玉 将无数巨大建筑砸在了雪山上 雪山顿时四分五裂 这时 雪魔发出了一阵惊人的嘶吼声 声波瞬间爆发开了 将废弃建筑全部震了回去 林中很是惊讶地说道 以声音触发的深渊能力 确实很强悍 可惜 还是差了点 林中的话音未落 将微的画卷移动 深渊能力虚化语气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阵阵的嗡鸣声 就在他们打的水深火热时 林中抬头说道 青竹这边 应该搞定了吧 看着面板的显示 两个野生三阶恶灵 已经都被解析到了70% 林中健壮 当即让青竹使出深渊能力 洗心化碎 顿时两只恶灵的眼睛变成青色 开始冲向了魏无忌 魏无忌已经开始惊慌失措 两只野生三阶恶灵 竟然转变目标了 随即 林中踏着鬼伞 手持黄金剑冲上去说道 魏无忌 看清楚局势了吗 现在 是二对七了 见两个野生三阶恶灵 也成为了林中的战力时 魏无忌已然没了底气 脸上只剩下惊恐万分 局面也从一开始的六对二 变成了现在的二对七 远处的冯文元也是满脸后怕 他怎么也没想到 林峰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眼前的形势瞬间发生了逆转 见林峰实力在线 尹蕊当即喊话严会长 决定改变目标 抵挡起了上方战斗的余波 毕竟是深渊三阶之间的战斗 威力肯定不小 而下方还有大量的遇鬼师呢 有了两个野生三阶恶灵加入 战场呈现出一片道的局面 三头蛇向着雪魔喷出紫色的毒物 雪魔则利用声波攻击挡了下来 不料捕鹿猎手突然杀出 手中双刀一划而过 仅仅出了两刀 雪魔的两条手臂就被砍了下来 魏无忌眼见局势已然不可挽回 当即决定先行撤离 连忙让雪魔马上撤退 然而 林峰怎么会给他机会 当即让轩华和姜薇追上去 轩华瞬间闪盾 带着姜薇挡住了雪魔的去路 刚一落落 姜薇就使出了深渊能力 霸卷瞬间捆绑住了雪魔全身 随即一招霸卷绝杀 雪魔就此隐恨西北 雪魔一死 巨大的雪山鬼域瞬间分冬瓦解 盈蕊激动地说道 林峰干掉魏无忌的一个鬼灵了 太好了 严会长也是露出惊讶之色 我觉得他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意外了 而随着雪山的崩塌 上面的魏无忌也是掉了下来 结束了结束了 独霸一方的魏无忌 终究还是倒台了 随着鬼域雪山分冬瓦解 魏无忌也从上面掉了下来 危急时刻 魏无忌大喝一声 想将阎魂放回身边 而童童和轩华怎会放他走 巨刃和鬼火直接攻了上去 然而 阎魂硬扛着伤害向着魏无忌冲去 在最后时刻把魏无忌吞进口中 成功将其救了下来 并且阎魂还带着鬼域一起冲出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许多狱鬼师们躲避不及 纷纷葬送在了火海之中 随后 魏无忌一声令下 阎魂发动了深渊能力 只见阎魂猛然冲向地面 大地突然爆裂开来 顿时大量的岩浆从裂缝中爆射而出 眨眼之间 周围数公里的玉鬼师 当场全被炽热的岩浆吞没殆尽 眼看轻竹的解析才43% 凌峰连忙提醒道 大家小心 他要使出深渊能力了 顿时 一座庞大的火山拔地而起 只见阎魂一声仰天长啸的怒吼声 火山熔岩猛然爆发 一道巨型岩浆直冲天际 跨成无数巨大火球落向地面 玉鬼师们纷纷四处逃窜 而那两只三阶恶灵一个不留神 便被岩浆当场分定 眼看火球砸向江维的鬼域 凌峰连忙换回所有鬼灵 并让童童使出了深渊防御能力 顿时一个巨大的保护罩赫然出现 周身围绕着一群旋转木马 然而 炎魂的深渊能力虽然伤害爆点 但无奈遇到了童童的深渊防御 可以防御任何攻击手段 见状 魏无忌当机立断 指挥炎魂趁机逃离 炎魂顿时化成一道岩浆冲入地底 可凌峰不会放腐灰山 当即让童童施展鬼眼 很快 童童就锁定了炎魂的逃跑路线 下一秒 童童使出寒冰巨像 一脚狠狠地踩在了炎魂的头上 紧接着 一股极寒鬼气蔓延开来 成功将炎魂给逼了出来 就在此刻 青竹的解析达到70% 沐浴压制能力随之施展开来 炎魂瞬间精神恍惚 被童童的寒冰右手撕死的抓住了脑袋 而后童童凝聚全身鬼气 一击必杀的深渊右手能力猛然落下 成功击杀了炎魂炎魂 炎魂一死 魏无忌再也没了反抗能力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凌峰乘着鬼伞巨高灵下地说道 我赢了 魏无忌看着他回应 不错 你赢了 随即自嘲地说道 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就是当初没有直接潜入海城 将你就地解决 而凌峰却是冷笑说道 我还以为你要说 你最后悔呢 是当初没有管教好你的儿子 凌峰说完 便让凌罗出手解决 至此 霍乱多时的魏家家主魏无忌就此陨落 而看到这一幕的遇鬼师们 纷纷惊叹出声 远处的冯文远长呼一口气说道 还好是魏无忌做出头鸟 不然死了 恐怕就是我了 随即换出鬼域离开了 而魏家的人看见家主被凌峰击杀 也是趁着还有性命快速跑路了 看着这一情形 盈蕊不禁感叹 魏家独霸东北树实在 魏无忌甚至已然贪比巨头 不过 老牌遇鬼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属于凌峰的时代 终要呼啸而至 成功解决魏无忌后 红彤耗尽鬼气昏睡了过去 凌峰摸着彤彤的脑袋说道 红彤做得很棒 好好休息吧 然后让姜薇和凌罗出手 将鬼巢清理掉90% 剩下的10% 让给海城御鬼师们练练手 毕竟有压力才有动力 之后鬼话伸出无数触手 将恶灵们清除殆尽 御鬼师们看到这一幕 全都兴奋地握紧拳头 看着鬼巢正在退去 千万级别的鬼巢成功彻底解决 紧接着 防线之上响起了托天盖地的防护声 临终居高而立 尽情享受着人们的赞叹和呐喊 而后转身离去 几位人类老婆们也是欢笑着说道 辛苦了 临终同样笑着回应 你们也辛苦了 都没受伤吧 严会长上前迎接 放心吧 剩下的恶灵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会组织清理的 这时 糖雪递来一个箱子说道 这是从魏家残党那搜出来的鬼巢 估计就是这东西引来的鬼巢 凌峰好奇地拿起鬼巢看了看 系统提示 物品鬼巢 产地东北 作用 对所有鬼物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鬼灵吞噬后 能迅速提升实力 燃烧后能散发出强烈的气味 可覆盖方圆百里 不然 后面的鬼灵老婆们各个眼貌惊心 这鬼巢的吸引力果然极大 凌峰汗言 看来得好好收起来才行 盈蕊则是开心地说道 凌峰 这次你立了大功 姐姐肯定能为你争取到 东北地区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利益 听到这话 凌峰点点头回应 那就多谢蕊姐 这时凌峰开口问道 对了 蝶婆婆来了没有 盈蕊还未回答 上方就传来了蝶婆婆的声音 看来我来得有点实了呀 众人齐齐地看了上去 凌峰率先开口 蝶婆婆您来了 随即蝶婆婆来到凌峰面前 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不错不错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 这里就先交给他们吧 你跟我来一下 凌峰答应一声 便跟随着离开了 突然之间 凌峰发现周围环境发生了改变 看来蝶婆婆确实有能力 能够快速基于周边环境 构造出一个特殊的鬼域 而此时眼前的景色 乃是一片废墟 蝶婆婆开口说道 你应该也发现了 我们位置没变 这里依旧是海城巅房 凌峰还以为 这是蝶婆婆故意改造成这样 便询问道 这是名鬼灵的特性吗 蝶婆婆回答 不准确 与其说是改造 不如说 这里就是海城 而且还是未来的海城 听到这片废墟就是未来的海城 凌峰顿时惊呆了 甚至有些难以置信 蝶婆婆解释道 我有个鬼灵 拥有预知的能力 然而这个能力的代价很大 所以我也只对个别对象使用过 海城便是其中之一 凌峰震惊地看着周围 而蝶婆婆安慰道 别担心 还没有这么快到来 另外 我也对你使用了预知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 失效了 眼前残破的废墟 居然是蝶婆婆预知中的海城 而蝶婆婆还预知了凌峰 却没想到预知能力失效了 凌峰有些猛圈询问 失效 为什么会这样 而心里却是有了猜测 难道是系统的原因 蝶婆婆回应道 预知能力不一定百分百准确 但是直接失效了 还是头一回发生 我想 应该是你的某个鬼灵 拥有反预知的能力吧 凌峰也就顺着话回道 可能吧 我倒是没怎么注意 总之 我会继续关注你 对了 上次还欠你一个问题 你要问吗 蝶婆婆笑嘻嘻地说着 而凌峰摇了摇头回答 还是先留着吧 毕竟贸然询问蝶婆婆的身份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蝶婆婆也不着急 随即拿出一个海洛给了凌峰 并对着她说道 你虽然身为天才 却也驾驭着这么多恶灵 尤其是完全复苏时 是很危险的 可以吹响她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蝶婆婆说完就离开了这里 而凌峰却陷入了沉思 蝶婆婆如此帮我 那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边的 还有那预知能力 真是越来越神秘了 另一边 短短一天时间后 凌峰击退鬼巢和魏无忌的事情 彻底引爆了整个网络 而此时的凌峰 已然见到了刚苏醒的海城主 海城主开口说道 听说你杀了魏无忌 还击退鬼巢守护了海城 也算是了缺了我的心事 此次找你前来 是因为我打算去干一件大事 我决定放手一搏 完全复苏我的三阶鬼灵 成为噩梦集 凌峰顿时皱起了眉头 有些惊讶地看着海城主 这时柳如从门口走进来说道 为了这件事 父亲已经准备很多年了 随即来到了海城主的身后 海城主颤颤巍巍地说着 我的鬼灵早已做好所有准备 如果现在不做 恐怕这辈子 动物员见到她的完整复苏了 柳如也是一脸担忧 因为海城主的身体根本支撑不住 凌峰也陷入沉思 原本海城主的身体就已风筑残年 现在又遭鬼谷侵害 寿命已然所剩无几 海城主继续说道 只是我这一搏 生死未卜 海城和小卢 我都放心不下 所以老夫斗胆在向你提出一个方案 名义上 由你接任海城城主之位 而实际的管理运作依旧交给小卢 眼下各方势力动荡 只有让刚刚立下威望的你做城主 才能服众和稳定明星 眼看凌峰还是犹豫不决 海城主却说道 就与我这把老骨头最后一次吧 如果你不放心 我今晚就让小卢去你那里 此花一出 凌峰一阵汗言 柳如也是小脸通红 随即回应道 不必了 我答应您就是了 很快 海城主便公开现身 对凌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一番赞扬 随即当众宣布退位 并将海城城主之位让给凌峰 对此 海城人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毕竟凌峰的强大 都是有目共睹的 交界仪式结束后 三人在一处院子中坐了下来 海城主缓缓说道 海城交给你们之后 老夫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感觉现在的空气格外清新 发躲都比以前鲜艳了 这或许就是将死之人的安慰吧 听到这话 柳如满脸担忧 已然说不出话来了 海城主继续说道 七天后 我会在黄金立室进行鬼灵复苏 到时候你也可以来看 说不定对你以后有帮助 凌峰文言点点头 随即开口问道 城主有没有想过 冠一复苏失败会怎样 而海城主却是哈哈大笑回答 不必担心 我在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你这样的天才 能够看到未来的一线光明 也是死得其所 凌峰见他心意一觉 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几天我会出城半点事 七天后一定赶回来 而后 凌峰来到了八大兄弟之一的万贵里 此处便是当初鬼巢的发源地 想来应该有不少的三阶恶灵 凌峰准备抓一些恶灵回去 让青竹度化成善灵 再交给颜会长和柳如他们培养人才 进一步提升海城的整体战略 然而 经过大半天的搜寻 凌峰愣是没找到一个三阶恶灵 虽然获得了不少的经验 但此行的目的依旧毫无进展 就在这时 鬼马踏入了一片红色的区域 半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球 凌峰有些疑惑 这是恶灵的眼睛吗 感应到这球状物是深渊三阶 凌峰欣喜若狂 当即让凌罗和姜薇出手 忽然 圆球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随即猛地睁开眼睛 紧一瞬间 凌峰和两鬼就与恶灵对上了眼 直接被定格在了原地 下一秒 反应过来的凌峰 已经重新回到了刚刚的位置 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复原了一半 凌峰有些好奇 这能力还挺有意思 随即再次出手 凌峰提醒他们不要去看眼睛 要凭借鬼气辨别方向 星竹也出手进行压制 顿时一阵阵目于声传来 凌峰也使出鬼欲叠加与鬼眼对峙 很快 星竹便完成解析 随即施展目于压制 鬼眼恶灵便被轻松打败 看着星竹手上那颗圆滚鬼的眼球 凌峰也是有些无奈 可惜这不是女鬼 不能让星竹出手度化 这时凌峰想起了之前的鬼舍力 倒是可以用来试试 便将鬼眼留了下来 然后骑上鬼马继续前进 往望鬼灵的深处奔去 忽然 凌峰被拦住了去路 四只深渊三阶恶灵赫然挡在了路上 三阶恶灵寥寥无几 不料一下子蹦出来四只 看着这一幕的凌峰顿感无语 好家伙 不来则已 一来直接上四个 这是专门联合对付我们吗 不料凌峰小手一台说道 很抱歉啊 这样的鬼灵 我有六个 说话间 所有鬼灵气气冲出 不带一丝保留的攻了上去 凌罗彤彤和喧华三鬼联手 直接将鬼神像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月缺女王则对上红色鬼叫 火凤凰的火焰烧得他连连败退 姜薇则对上了一只山羊恶灵 画卷将其死死的缠住 至于另外那只鬼奶奶 则由清竹出手 凌峰准备将其生情活捉 放入祭兆安中度化 很快 四只恶灵被消灭了三只 剩下的一只被送了进去 几天时间 清竹的鬼域中 多了很多深渊二阶的女鬼 深渊三阶的也有一个 凌峰看着手中的鬼眼决定 就将鬼设立给他用下巴 除此之外 鬼老婆们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值 还获得了许多的鬼气 最重要的是 姜薇的经验马上就要满了 凌峰的第一个噩梦即鬼灵 终于快要来了 万鬼岭之旅结束后 回到海城的凌峰 尽情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最近一直到处奔波 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休息 凌峰躺在喧华的腿上 嘴里吃着喧华递过来的烤鱼 心里想着 虽然鬼灵们的经验都有上涨 但明显姜薇和女王的修炼进度更快 也许 这都与他们的本体有关 凌峰陷入沉思 他们距离升级已经不远了 倒是能顺利复苏到噩梦即吗 看来 海城主尝试的时候 定要好好地观察一下 很快七天时间便已过去 海城主带着凌峰和柳卢 来到了海城的黄金监狱 随着电梯扶摇而下 三人来到了黄金监狱中 海城主说道 密室的资料我都给小卢了 你可以随时查看 有些观者的恶鬼机器特殊 是绝不能放出来的 但他们的存在 对敌人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威慑 听完海城主的主妇 凌峰点头答应 说话间就已来到了一间密室前 这是海城主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密室 里面采用三个黄金屋竹层叠加 每个房间内都有摄像头记录 保证你们在外面能够看到实时情况 做完最后的叮嘱 海城主便自行进入了密室 而柳卢却是担忧的海的父亲 见到柳卢眼中的湿润 海城主叹了口气说道 傻孩子 别瞎担心啊 你爸我可没那么脆弱 片刻后 三层黄金屋全都密封完毕 凌峰和柳卢站在一起 目光紧盯着监视屏幕 画面上 海城主闭着眼睛 在轮椅上一动不动 但是很快 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鬼灵 出现在了海城主的身后 凌峰和柳卢看着这一幕 全身的精神都绷得紧紧的 黄金密室之中 一个斗篷鬼灵出现在海城主身后 突然 海城主猛然睁开双眼 并咬破自己的大拇指 将鲜血滴在了鬼灵性物上 这一幕看得凌峰有些疑惑 这个操作 是最初觉醒半生鬼灵的方式 完全复苏也需要这样吗 在他不解之时 海城主的鬼灵渐渐有了变化 大量的鬼气开始弥漫在黄金屋中 原本表情呆滞的三阶鬼灵要济湿 双眼之中 开始露出了一丝人类的神情 看来已经开始复苏了 然而就在这时 姜薇突然出现 把凌峰紧紧地固在了身后 看来姜薇是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与此同时 药剂师周身的鬼气猛然俱增 眼神开始转动了起来 脸上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然而 凌峰紧紧皱眉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分多钟 要知道 复苏过程超过三分钟 可是相当危险的 这时海城主伸出了手 表情惊喜万分 嘴里同时喃喃道 完全复苏 我终于 终于看到了 可是下一秒 意外发生了 就在海城主无比激动的时候 药剂师的手杖突然开始凝聚鬼气 三人顿感大事不妙 一道能量攻击已然逐渐形成 海城主的其他两个鬼灵 似乎是察觉到了威胁 猛然冲出挡在海城主身前 然而 只听见碰的一声 要技师紧紧一击 便直接解决掉了他们 而海城主的脑袋往前一栽 便再也没了动静 外面的柳如伤心欲绝 歇斯底里的呼喊着父亲 一句句不可能不可能的话语重复着 伸手想去抓住 却什么也抓不到 而眼泪早已湿透了整个脸颊 凌峰也被这一幕惊吓到了 果然 失控了吗 刚才那两个鬼灵出来 似乎是在保护城主 但也被要技师给杀死 凌峰心中也很伤心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城主的陨落 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凌峰随即上前 搂住了跌跌撞撞的柳如安慰道 别太伤心了 你的父亲 也算是完成了他最后的愿望 没有遗憾了 而这时 姜薇拽了拽凌峰的肩膀 接着在画卷上浮现出了几个字 杀了他 不苏 看到这几个大字 凌峰和柳如瞬间目瞪口呆 凌峰睁大了眼睛询问道 你是说 杀了他之后 你就能完全复苏了 听到凌峰的询问 姜薇的画卷上浮现了一个大大的试字 可凌峰确实眯住了双眼 这 这能打得过吗 而且现在黄金屋已经密封 不能冒险开门 除非 凌峰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把喧华换了出来 随即说道 喧华 试试你的深渊闪盾 看看能不能闪盾进去 听到凌峰的话 喧华双手掐印 深渊能力开始发动 深渊瞬间原地消失 见状凌峰连忙让他人 把监视器的画面 切换到第一层黄金屋 当画面换到第一层黄金屋时 屏幕里 赫然出现了喧华的深影 成功了 看来深渊闪盾不仅无视地形和限制 甚至就连黄金墙这种黄鬼材料 都能实现来回穿梭 可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人全都蒙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现在就连黄金墙 也都挡不住凌峰的鬼了 来了来了 江维找到了完全复苏的机会 只要解决了失控的药剂师 便能开始进行复苏 就在刚刚 凌峰看到喧华闪进黄金屋之后 脸上不由露出了喜悦之色 毕竟有了如此能力 想要解决药剂师 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凌峰安慰地对柳如说道 别伤心了 我需要先做一些实验 你父亲的尸体 我会想办法弄出来的 你先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 听到凌峰的话 柳如哭泣地点了点头 随后跟着其他人离开了这里 等他们走后 喧华又闪顿了出来 凌峰让喧华继续进行闪顿 想知道喧华深渊闪顿的极限是多少 经过连续几次之后 喧华鬼气已然尽数耗尽 虚弱地躺在了江维的身上 而凌峰心中思索着 喧华的深渊闪顿极限是六次 刚好够我们 来回穿梭一次三层黄金屋 自此 无解卡巴的绝招再度上线 依靠彤彤他们几个拖延时间 让青竹刷解析进度 撑不住了就闪顿离开 如此以往 直到将其击杀 第二天 凌峰带着喧华重新回到密室前 随即握拳说道 开始吧 凌峰的指令一下答 喧华便带着他开始闪顿 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 可当凌峰进入了第三层后 凌峰当场呆愣住了 只因眼前出现的 竟然是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 凌峰有些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 喧华不可能闪到别的地方 密室外的其他人则看到凌峰 在闪出第二层黄金屋时 就直接不见了踪迹 难道他是进入了鬼域中吗 而凌峰也想到了 这座中世纪的小镇 应该就是要寄尸的鬼域 看着周围的人们 凌峰不禁怀疑 这指恶灵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随即找了出偏远地区 进行了一下实验 看到喧华就在身侧 凌峰发现这个鬼域 并不影响召唤鬼灵 看来这里 与喧华和女王的鬼域世界不一样 他实在想不明白 要寄尸究竟是要做什么 于是打算先观察一下 或许是复苏之后 他需要找回自我意识 经过一些伪装 凌峰找到了一位老人传家询问道 传家 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人回答道 这里是洛尼斯 你是从外乡来的吧 凌峰掏出一枚钱币回应 我旅行到此 能带我逛一下吗 看在银元的份上 老人也是爽快地答应 行驶途中 老人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旅行 难道你的家乡 也被诅咒侵蚀了吗 而凌峰刚想询问 诅咒是什么情况时 便看到眼前的大桥上 发生了争吵 一个男人正在踢着一个男孩 还恶狠狠地说道 离我远一点 不要传染我 另一个小男孩 则抱住男人的胳膊 嘴里还嘟囔着 求求您了 赏得铜板吧 我们三天没吃饭了 男人根本没理会 还一脚将他踹到了地上 就在这时 路人们看到男孩脸上的黑斑石 全都惊呼出声 快看他的脸 是诅咒 桥头之上 男人正在踢打着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应声倒地 露出了布满黑斑的脸庞 路人们看到后大惊失色 这是诅咒 快叫卫兵 把他扔进隔离区 凌峰看见这一幕后眉头紧索 随即向着老人问道 那群人是怎么了 老人的脸色顿时很是震惊 惊恐地说了起来 是恶灵的死亡诅咒 看来已经蔓延到主城区了 老人表示 病症最开始 是在南部港口出现的 中招的人先是流鼻血 接着身体各处会长出肿块和黑斑 并且三天内必死无疑 而且 与患者接触过的人也会中招 所以死的人越来越多 倒得人心惶惶的 尤其是那些主持殡葬的神父们 大家纷纷动摇了对上帝的信念 而教皇却说 这是在恶灵的蛊惑下 是巫师们对教众施展的诅咒和毒害 凌峰有些无语 这哪里是什么恶灵诅咒 这根本就是一场瘟疫 就在这时 桥上的小男孩想要逃跑 却被周围的两个男人死死摁住了胳膊 小男孩用力地想震开束缚 为了不被守卫军抓住 情急之下 静一口咬在了男人的手腕上 男人顿时恼怒起来 随即大手一挥 直接将小男孩甩到了一旁 不料小男孩没站稳身形 竟然直接掉入了河水之中 而周围的人全都没有理会 甚至有人还在一旁庆幸 淹死了更好 少了一个麻烦 而看见这一幕的凌峰 虽然知道这是鬼迂幻象 但心中还是非常的恼怒 就在他想要出手救人之时 凌峰突然看到一个陡疯男 把落水的男孩救了上来 定眼一看 赫然发现鬼连要寄尸出现了 眼看他就要离开 凌峰连忙让船家跟上去 然而 船家却死活都不愿意继续前行 因为前方就是隔离区 没办法 凌峰掏出一袋钱币 直接把他的船买了下来 很快 凌峰划着船进入了隔离区 可是船只越深入 周围的景色就越甚人 地上到处都是被瘟疫感染的人 尸体堆积如山 实在是太惨烈了 不多时 林中找到了抱着男孩的药技师 便快速地跟了上去 来到一处破乱不堪的房间中 药技师把男孩放到一个床上 接着拿出一瓶药剂让男孩喝下去 并且安慰道 别害怕 这是治病的药水 你们染上的不是诅咒 而是一种瘟疫 另一边 一个感染多时的男人 颤颤巍巍地起身说道 你骗人 要真是这样 为什么喝了你的药还不好 我看你 根本就是被恶灵附身的巫师 就是你们在害人 面对男人的暴行 药技师也是无言以对 只能无视他的话语 继续给男孩喂药 可就在这时 门外一声巨响 大门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直接哄开 紧接着 一群手持武器的守卫军走了进来 男人只是想拯救他人 却被人污蔑成是邪恶无师 还将他绑在柱子上 用大火火火烧死 就在刚刚 一群手持武器的士兵冲了进来 随即大声呵斥道 助手 不许再害人 带头的人说道 就是他 骗我们说能治病 他一定就是巫师 手指着的人正是要祭师 而要祭师还有些发忙 下一秒 守卫军便直接动手 将他死死控制住了 要祭师苦苦哀求 求你们别抓我 我走了 就没人能救他们了 可守卫军却不以为意地回怼道 别狡辩了 就是你们这群巫师的诅咒 城里才死了那么多人 而后便将他拖了出去 而要祭师还在争辩 我没有害人 这些人得的是瘟疫 不是诅咒 是教皇在撒谎 你们太愚昧了 守卫军根本不理会 压着他就离开了这里 暗处的林峰并未出手 而是陷入了沉思 几百年前 西方确实流行过一场大型瘟疫 当时的教会 为了继续把持话语权 便找各种理由出来甩锅 很显然 要祭师就是这个替罪羊之一 而普通人只要被扣上巫师的帽子 也就难逃一死 很快 守卫军将他押到了教院前 教皇则让人将其绑在广场中央 无知的居民们纷纷呼喊着 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教皇则手持权杖和书本 嘴里还在喃喃道 传播诅咒的罪人 让上帝之苦 驱散邪恶 带来平安 随着木材被点燃 下方所有人都自以为了解真相 纷纷大声高喊 而被冤枉的人不止一个 就连一个卖苹果的孕妇 都被他们灌上了女巫的名头 伴随着熊熊烈火 要祭师却在临死之际 忽然疯狂大笑了起来 憎恨的怒吼着 一旦灾难降临 人类的文明社会就开始倒退 谣言 自私 杀戮 太可笑了 伴随着要继续封电的笑声 这时有人发现 教皇的身后 似乎冒出了什么东西 一旁的修女惊恐地说道 教皇大人 您的后面 听到修女颤抖的声音 教皇有些疑惑 随即回头看了过去 可下一秒 恶灵直接钻进了教皇的身体 随后整个身体开始枯萎起来 刹来之间 就变成了一句哭骨 纷纷头也不回地逃离了 凌风站在原地无情地看着 把瘟疫编造成恶灵祖宗 如今却真的被恶灵杀死 也算就由自取 发音未落 一股巨大的鬼气包裹住整个教堂 天空开始变得阴沉阴沉的 漆黑的乌鸦弥漫空中 鬼灵要祭师出现在了教堂之上 下面是炼狱般的乱葬岗 这时 教堂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 凌风看到 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 难道是因为要祭师的死亡 这个记忆世界正在逐渐消失吗 就在他疑惑不解之际 要祭师那阴森尖笑的脸庞 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天空之中 乌鸦密密麻麻不计其数 要祭师那阴森的脸猛然出现 直接惊得凌风立刻唤出了喧哗 喧哗瞬间闪盾 带着凌风离开了原地 凌罗彤彤也瞬间出现 同时护在了凌风左右 不等凌风的吩咐 凌罗的散分身已然出手 不料要祭师单手一抬 便将全部散分身挡了下来 凌风不禁感叹 这家伙 实力有够强的 当即让清主展开解析 而凌风此时思虑起来 要祭师就算是刚刚复苏 也应该拥有独立意识 可以说话了 但是看到我后 却一言不发就直接攻击 看样子 彻底完全复苏后的恶灵 仍然是恶灵 不能真正当成人来看待 随即指挥道 大家一起上 直接使用深渊能力 彤彤和女王率先动手 两大能量球直接冲向药祭师 姜薇和凌罗同样打出深渊技能 瞬间攻向了要祭师 月缺女王又换出火凤凰 赤热的火焰也喷了过去 然而 要祭师并没有躲避 而是原地蓄力鬼气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能量罩将它包裹在内 伟灵们的所有深渊能力加在一起 也没能撼动能量罩一吞 而且要祭师还没有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攻击全都无效 这让凌风当场惊掉了下巴 看来深渊与噩梦之间 根本不是依靠数量优势就能取胜的 凌风当即让轩华使用深渊闪盾 带着所有鬼灵全部离开了 出来之后 凌风看了看屏幕思索着 只坚持了55秒吗 战力根本比不上 沉吟了片刻 凌风看向青竹询问道 青竹 解析进度怎么样 青竹神情失落 面板显示要祭师的解析度只有1.2% 看着系统的数字 凌风也是无奈地挠忙头说道 好吧 观世开头难 对付噩梦级的恶灵 能有这么多已经相当不错了 凌风决定休息一天 明天继续卡放 而后便退出了黄金监狱 来到外面时 系统突然传来提示 鬼童已转发成善能 提示 在宿主的授权下 此鬼灵可同时被多人驱使 是否绑定 凌风当即选择绑定 刚一绑定成功 鬼童就像小狗一样 疯狂地朝着凌风脸上蹭来蹭去 凌风也是无语 变成这样后 不知战斗起来好不好用 而后 鬼童也一起加入了战斗 第二次刷解析进度时 鬼童就展现出神奇的能力 每当鬼灵们快要对付不了时 鬼童便使出鬼术回溯 下一秒 凌风他们就回到了十秒前 最重要的是 青竹对要祭师的解析进度 并没有因为回溯而减少 看来这两种技能简直就是绝配 虽然回溯不能连续使用 但是一天三次 鬼童还是没有问题的 看来打败要祭师的时间 又可以大大缩短了 完了完了 老婆们终于绷不住了 直接上演经典的修罗场名场面 凌风更是被摆了一道 转眼间已经一个月过去 这段时间里 青竹尤为辛苦 不仅要对要祭师进行解析 同时还不忘度化鬼域中的女鬼 经过青竹的努力 已经有好多女鬼变成了善灵 就连深渊三阶的鬼奶奶 都有了不少进展 海城外围 卓琳卓宇正在比赛消灭恶灵 实力也有很大的进步 这时卓宇发现 柳如和颜会长在开车往这边过来 四人便一起搭车 行驶在麦田的小路上 海城这段时间发展迅速 防线都往外推了好几十里 卓宇激动地说道 因为凌风当了城主的原因 海城常驻的獄鬼师数量 也在迅速地增加 来往交易也是越来越多 柳如表示认可 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而颜会长找来几人 似乎是在密谋些什么 几天过后 凌风被喊到了一所高等獄鬼师学校前 而颜会长等人已经再次等候了 望着这辉红的学校 凌风不禁感叹 这就是你们新建的学校吗 颜会长回应道 虽然这座学校还没有完全竣工 但预约的名额已经满了 柳如也补充道 多亏你送来了很多高级善人 有许多大家族 都想要将他们的子女送过来 现在早就人满为患了 过了一会 学校开始人来人往 他们都是前来参加教室培训的人 也都纷纷和凌风他们打起了招呼 当听到他们从颜会长叫到了颜校长 颜会长也是害羞的挥挥手 卓宇忽然蹦出来调侃 悠悠 好年轻的城主和校长啊 恭喜恭喜 听到这样的夸奖 凌风笑笑地摆摆手说道 我也就挂个名 以后海城还是靠你们了 卓宇闻言 当即自信地拍着凶徒说道 包在我身上 谁让我是凌风你最信任的人呢 此话一出 卓宇猛地拍了一下妹妹说道 凌风说的是我好吧 卓宇直接回对 还不是 我跟凌风的关系可不一般 听到这话 原本叹戏的颜会长当即变了脸色 紧紧抓着卓宇的肩膀质问道 你说清楚 什么叫做不一般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又和凌风怎么样了 顿时三个女人一台戏 直接上演了经典的修罗场名场面 凌风你说 我们三个 你到底选谁 凌风看到这一幕后 脑袋已经晕乎乎的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 柳如也听到了这番话 哭着喊着说道 想不到 你们竟然都跟凌风那个了 那我算什么呀 话还未说完 柳如就哭着跑进了教学楼 凌风以为他是误会了什么 连忙追了上去解释 不料刚推门 凌风就呆愣住了 眼前呈现的 是生日快乐寺的大字 千万急鬼巢刚刚过去 海城却又开启一击警戒 遗云带号 公爵 就在刚刚 凌风推开大门 赫然被房间里的装扮震惊到了 屋内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 正中间还挂着生日快乐 凌风还有些愣神 严会长和两姐妹 已经推着一块巨大的蛋糕走了出来 随即其身欢呼道 凌风生日快乐 看着人类老婆们全都赶了过来 凌风也是明白了 这惊喜还真是够惊吓的 随即众人举起酒杯 开开心心地碰了一下 严会长和卓宇开始搞怪 将奶油抹在凌风脸上 凌风也是任气玩弄 就连卓会长那几个老头子 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彤彤都忍不住钻进了蛋糕里 晚上 凌风独自一远 走到阳台上安逸地吹着晚风 突然 蝶婆婆和喧哗同时出现 喧哗警惕地护在凌风身前 蝶婆婆开口说道 不用紧张 是我 凌风眉头皱了皱询问道 蝶婆婆 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蝶婆婆说道 我出任务到附近 顺便来看看你 最近还好吧 凌风回应最近还好 而蝶婆婆却提醒地说着 这些天别到处跑 如果有紧急情况 记得第一时间吹响我给你的海螺 凌风好奇地询问 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蝶婆婆解释道 最近 从西边跑来了一个噩梦级的恶灵 直接毁灭了一座城池 目前我正在追踪它 而它似乎正在寻找着 一些拥有特殊能力的鬼灵 你的鬼灵们都很不一般 如果被它盯上 你可能会有危险 你马上通知全城遇鬼师 保持一击警戒 敌人带好 公爵 见凌风有些疑惑 蝶婆婆开口解释道 恶灵公爵 形态有点像西方古时候的贵族 具体来东方的意图还不清楚 它极度危险 要是被它盯上了 记得第一时间逃离 这样你跟海城都还有生机 听到这话 凌风郑重地点了点头 毕竟能让蝶婆婆都感到棘手 肯定不是简单的角色 第二天一早 海城城主府内 凌风立马将昨晚的消息 告诉了严会长和柳如 柳如反映 联盟总部已经向所有基地市 发出了一级戒备的通知 严会长说道 看来这个名为公爵的恶灵很棘手啊 连蝶婆婆都没有百分百的信心抓到 凌风回应道 这个家伙跟刚复苏的要既是不同 公爵已然复苏很多年了 就算是我 见到他也只有逃跑的份 随即下达指令 动用海城所有的黄金储备 在重要机关建几个黄金屋 另外 把海城地下的避险公式也利用起来 盐盐 你去通知所有的遇鬼市 一旦遇上一个身穿西方贵族服饰的恶灵 都要按响通讯器上一个专门的SOS键 且不能逃往城市的方向 我已经通知了全城的卫星基地 将观测点对准了海城周边 随时预警 你们两个最近也要小心 千万别出城 吩咐完一切后 临风抓紧时间 开始刷起了要济湿的解析度 毕竟这可是关系到 将为能否成功升到噩梦级 从而提升鬼灵们的整体实力 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临风也是不敢怠慢 几天时间里 要济湿的解析度来到了69.1% 眼看就要到达无视级别压制时 临风准备一鼓作气 直接解决掉要济湿 零罗率先出手 散分身集体攻向要济湿 要济湿挥动手杖 将散分身全部击退 鬼瞳发动时间回溯 配合零罗再次进攻 解析进度来到69.3% 将为展开废墟鬼域和触手 直接砸向要济湿的鬼域 解析进度来到69.5% 月圈女王同样展开皇宫鬼域 静止冲向要济湿的位置 眼看要济湿准备放大招时 临风将它们全部换回 并让彤彤使出了深渊防御能力 要济湿顿时释放大量鬼气 全部冲向临风的鬼灵们 解析进度来到69.8% 临风苦苦之称 解析进度已然69.9% 终于快两个月的时间 解析进度达到了70% 青竹直接使出沐鱼压制能力 伴随着声波的扩散 只见要济湿当场愣住了 身形开始变得恍惚 身上的气息也消散了大部分 开始变得重心不稳 最重要的是 青竹对它的解析进度突然飞快上涨 眨眼间已经要80% 临风对此虽然有些疑惑 但也让鬼灵们继续攻击 噩梦及噩灵就算是削弱了 也是要比深渊三阶强上不少 灵罗和江维联合出手 药技师已然无法做出反击 解析进度83% 彤彤抓住机会 手中巨刃猛然劈下 直接把药技师砍成了两半 解析进度88% 然而药技师并没有死亡 身体骤然一飞 变成了无数只乌鸦向四周飞去 临风顿感度妙 被压制了还能使出这样的能力 随即连忙提醒 不好 他要逃跑 当即让彤彤使出鬼眼 想要找出药技师的真身 解析进度96% 然而在彤彤的鬼眼下 漫天的乌鸦竟然全都是药技师的真身 临风当机立断 既然找不到 那就全都破坏掉好了 随即让鬼灵们把鬼域全都叠加起来 准备用此强行称爆药技师的鬼域 五大鬼灵聚在一起 联手施展各自的鬼域 片刻后 无鬼之欲猛然落下 一阵响彻天地的爆炸声瞬间爆炸开来 药技师的鬼域成功破碎 临风他们也是返回了第三层黄金屋 解析进度来到99% 最终之际 药技师还想反抗 然而轻竹的解析度到达了百分之百 绝对压制施展开来 药技师再也没了反抗之力 两眼一翻倒在了地上 彤彤见此冲了过去 想要用深渊能力一击必杀时 凌风却连忙让彤彤停手 只因此时的药技师 竟然开口说话了 听到噩梦急的药技师突然开口说话 凌风连忙上前俯下身躯 想听听药技师想说些什么 不料药技师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我 我要复仇 不是 不是恶灵 稀碎的话语间 要技师的眼泪开始不自觉地流动 那些混乱的记忆 也开始串联起来 哄哄中涌现出自己被烧死的时刻 随即又看到轮椅上的老城主 口中喃喃道 杀 杀了我 凌风有些震惊 看来是恢复了所有记忆 这就是意识的复苏吗 看着他如此痛苦 凌风便让江维出手 满足了他最后的愿望 随着江维师长化卷绝杀 要技师就此陨落 系统提示 获得九枚鬼玉碎片 获得一瓶复苏药剂 寄照安主的能力得到了增强 系统接着提示 江维今夜已满 是否使用一支复苏药剂 开启复苏任务 凌风感叹一句 果然与普通的升级不同 而后想都不想 便直接选择了开启复苏任务 至此 江维进入休眠状态 请宿主耐心等待 做完这一切后 凌风来到海城主的身边 将其一起带了出去 得到消息的柳如急忙赶过来 凌风已然和城主出了黄金屋 随即安慰地说道 柳如 我成功了 你父亲是个英雄 听到凌风的话 柳如忍不住哭了起来 坐镇海城数十年的传奇人物 也迎来了他的落幕 出殡那天 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 海城的人民排满街道 静静默哀地恭送海城主的地区 其一体也被送回了他出生的小镇 众人也聚在此处 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虽然大家绝口不提 但是内心都知道 城主的陨落 给海城的未来带来了一丝阴霾 凌风思虑万千 南方中心城虎视眈眈 东北失去魏无忌后 多方势力陷入斗争 同时 噩梦级的公爵 带着西方未知的威胁悄然靠近 海城危机似服 何时才能拨云见日啊 一周之后 还在呼呼大睡的凌风 忽然感到身后有异动 回头发现鬼话扶在半空之中 凌风随即起身说道 姜薇 你恢复了吗 然而鬼话并没有回应 而是在画卷上浮现了一道道波纹 显然 鬼话是在邀请凌风进入画中世界 进去之后 凌风很快就找到了姜薇 姜薇看到凌风时 表现得很是高兴 便和凌风一起逛起了街 凌风询问道 距离我上一次来有多久了 姜薇回答 好几个月了 走吧 回家我给你做饭吃 凌风也是答应了下来 半个小时后 姜薇做了几个小菜 加起一块喂给了凌风 怎么样 这是我最近学会的菜 凌风也没客气 直接一口吃了下去 随即赞叹道 好吃啊 你的厨艺又进步了 听到凌风的夸赞 姜薇的脸色忽然变得通红 我这小脸微笑道 你喜欢就好 下次还想吃什么 你就跟我说 我去学 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阵烟花的爆鸣声 姜薇激动地说道 对了 今天是元宵节 我都忘记了 吃完饭后 两人便一起来到了外面 看着窗外烟花的灿烂 姜薇靠在凌风的肩膀上轻轻地说着 好美啊 我可以对烟花许愿吗 凌风温柔地回应 当然 你有什么愿望 姜薇望着夜风说道 我希望 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 这样你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看着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姜薇 凌风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笑容 试探地询问吧 最近可有什么变化吗 被凌风这么疑问 姜薇当即起身 表情凝重地回答 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 我总是在做噩梦 凌风有些疑惑 做梦 都梦到些什么呀 姜薇伤心地看着凌风 我梦到 我好像已经死了 还变成了恶灵 凌风想着 难道这就是复苏的前兆吗 再次开口问道 还有吗 姜薇已然愁容满面 逼着头回应道 我梦到一个声音对我说 说我现在经历的一切 全都是假的 凌风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假的 好像只有你才是真的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凌风连忙抱住姜薇说道 我明白 凌风当然明白 姜薇现在的状况 跟之前的药剂师一样 正在恢复着生前的记忆 这是系统传来提示 复苏任务 协助话中 姜薇找回与稳定记忆 即可完成任务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姜薇羁绊增加 提示 话中姜薇若知道自己已死 有一定可能会崩溃消失 伪化得不到姜薇的记忆 实力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听到系统的提示 凌风想了又想 看来要想个办法 当姜薇接受现实才行 此时的姜薇无助地看着凌风 凌风 我真的很害怕 害怕哪天一觉醒来 就什么都没有 连自己的存在也没有了 眼看姜薇的眼眶已经湿润起来 这时 凌风化身凌渣男 温柔地捧起姜薇的脸颊 一脸正惊地说道 别怕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一直一直陪着你 姜薇当即沦陷了 此行此景 被凌风感动得一塌糊涂 随即反手抱住凌风的脑袋 直接吻了上去 回到家后 姜薇安心地熟睡过去 至于凌风 则是默默地坐在身旁 心里想着要如何应对 要知道 话中世界本就虚假 姜薇本身更是虚幻出来的 要想让她知道真相后不会崩溃 必须有新的精神寄播 看着姜薇的眼眶又湿润起来 凌风决定 就让我来成为这个寄播 成为你活下去的理由吧 与此同时 熟睡中的姜薇又做起了噩梦 而噩梦自然是当初自裁的过往 面对魏家人的凶神恶煞 姜薇举起匕首准备自尽时 凌风并没有出现 而是被魏家人打断后倒在地上 沦为他人的玩物 突然 泪流满面的姜薇从噩梦中惊醒 凌风第一时间来到了她的身边 握紧手安慰道 姜薇 你还好吗 看着身旁的凌风 姜薇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梦到 那天闯入魏宅 而你并没有来救我 凌风不等她说完 直接将其揽在了怀里 别怕 那只是一场噩梦 都过去了 来了来了 姜薇终于要升为噩梦级了 第二天一早 凌风特意做了一顿丰富的早餐 姜薇吃得津津有味 好好吃啊 没想到凌风你也会做饭呀 凌风回应 我从小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习惯了 怎么样 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姜薇脸色忽变 最近我常常梦到你救我的那天 可总觉得很不真实 好像从那以后 自己成了扶贫一样随波逐流 林渣男连忙握住姜薇双手说道 别这么想 你不是扶贫 你还有我 闻言凌风笑了笑问道 对了 假如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我陪你 听到这话 姜薇眼中多了一丝亮光 慢慢地思索了起来 当天下午 凌风和姜薇开着摩托车 静止越过了红河峡谷 第一个愿望达成 樱花瀑布下 凌风冲当起了摩托 姜薇认真地画了一幅写声 第二个愿望达成 夕阳夕下 两人坐着热气球 安详地看着那日落余晖 第三个愿望达成 夜晚 两人紧紧依靠 一起看了一场喜欢的老电影 第四个愿望达成 看电影过程中 凌风为着姜薇吃着零食 开口询问道 想好了吗 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 姜薇考虑了许久 随即回答道 我想离开平城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而凌风有些汗颜 虽然觉得还没到时候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又过了一天 凌风站在阳台前思虑万千 醒来的姜薇着急地到处寻找 最终在阳台找到了凌风 凌风笑着挥了挥手 放心吧 我哪也不去 然而手还未放下 姜薇就抓着凌风的手问道 凌风 你是不是知道真相 我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你告诉我吧 只要你不抛弃我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看着姜薇的模样 凌风想了想 最终说出了真相 是的 你已经死了 就连现在这个世界也是虚构了 闻言 姜薇释怀地笑了一声 谢谢你 终于告诉我了 原来 我真的不存在啊 凌渣男抓住事迹 捋着姜薇的头发开口说道 什么是真实 什么又是虚幻的 谁能保证自己所在的世界 不是一场梦吗 听到这话 姜薇随即便笑了起来 对啊 就算世界是虚假又如何 最重要的是 这一刻 我和你是真的 感受到的快乐也是真的 这些就足够了 见姜薇真的释怀了 凌风牵起姜薇的小手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不多时 两人便来到了画中世界的边缘 在他们上方 有着一道空间裂缝 突然空间裂缝 飞出一幅巨大的画卷 净直立在两人的面前 凌风说道 去吧 走进那幅画中 看着画卷上那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姜薇看得有些出神 不由地伸出了手 与此同时 画卷上的姜薇也伸出了手 凌风继续说道 那是另一个女 等你们合为一体 你便真正自由了 姜薇还有些疑惑 到时候 我会忘了你吗 林渣男肯定地说道 不管你记不记得我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听到这话 姜薇缓缓走向了画卷 临静之时 姜薇还是忍不住回眸 看向凌风 可当看到凌风 正微笑地看着自己时 姜薇不由地也跟着笑了起来 眼神变得坚定不疑 接着转身走去 义无反顾地握住了画卷中伸出的手 海角走了进去 顿时两个姜薇紧紧相拥 周围环绕蓝色的鬼气和明纹 看上去十分地惊艳绝伦 细腻提示 任务完成 姜薇复苏进度增加 姜薇羁绊增加 姜薇与鬼话正在融合中 姜薇和鬼话顺利融合 画中世界也在逐渐消散 凌风已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看来只需等待时间 姜薇就可以复苏成噩梦极了 然而 现实世界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 不知道蝶婆婆那边 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这时 红彤冒了出来 拿着紫色海螺来到凌风身边 凌风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红彤 是发生了什么吗 凌风好奇地接过海螺 红彤则是靠在凌风肩上 一起琢磨了起来 忽然 海螺的表面 出现了一圈密密麻麻的鬼人 见此凌风唤出喧哗 只见喧哗向着海螺吹了一口鬼气后 一处虚幻的地图 赫然出现在了凌风面前 看到这一幕 凌风皱了皱眉头思索着 之前海螺并没有这个鬼人 难道是蝶婆婆发来的秘性吗 凌风猜测 蝶婆婆应该是遇到困难无法脱身 想让我前去相助于她 而这个鬼文地图 应该就是蝶婆婆的所在地了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凌风拿出通讯器联系了银锐 当得知蝶婆婆并没有传消息回总部时 凌风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但她想不通的是 蝶婆婆为什么不传讯给总部 而选择传递消息给我呢 第二天 凌风决定去看个究竟 颜会长和柳如便送凌风出了海城 然后凌风说道 就送到这把 我只是出城一趟 又不是不回来 听到凌风的话 颜会长和柳如笑着回应 放心吧 海城有我们 凌风也是笑了笑 随即拿出圆滚滚的鬼童说道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两人好奇地观摩了起来 这是你新驾驭的鬼灵吗 好可爱 凌风解释道 她叫鬼童 实力是深渊三阶 重点是 你们可以驱使她进行战斗 此话一出 柳如直接目瞪口呆 谁都可以驾驭 这是什么情况 凌风继续解释 只要和她握手建立连接 鬼童就会视你为宿主 从而为你战斗 所以我打算把她留在海城 作为海城的镇城鬼灵 来试试看吧 两人听完凌风的话 柳如率先伸手 小心翼翼地和鬼童伸出的手指碰了碰 当手指和鬼童接触的刹那 只听见丁的一声 柳如顿时睁大了双眼说道 真的感应到了 太奇妙了 闻言凌风微微一笑 以后鬼童就交给你保管了 柳城主 听到凌风的调侃 柳如还没来得及回应 鬼童就一脸心碎 直接扑向了柳如的怀中 三球相撞在一起 是一种说不出而又美妙的感觉 然后 凌风唤出鬼马 轩华则利用海螺带路 在两人挥手的目光中离开了海城 一天后 凌风跟着地图的指引 一路向南奔驰 终于在一处无人区停了下来 随着轩华手指的方向 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座深不见底的巨大天坑 凌风反应过来 原来是在天坑里面 那就进去一探究竟了 随着鬼马无视地形直冲而下 凌风来到一处清澈的池水旁 正在感叹之时 轩华一言不发 岛头直接钻进了池水之中 凌风有些诧异 还没有到马 而更让他郁闷的是 鬼马同样直接跟了过去 凌风紧闭不惜吐槽道 你们这些鬼灵 就不能考虑一下我这个人类吗 而轩华和鬼马钻进了一个溶洞中 凌风有火难言 愣是在水中憋了十几分钟的气 什么情况 轩华竟然把凌风淹死了 就在刚刚 轩华和鬼马直冲池底 凌风愣是没拉住鬼马 一同被拉入了水中 在水下一万米的地方 轩华终于发现上方有亮光 一鬼一马拖着凌风 快速地浮出了水面 然而 此时的凌风早已喝得饱饱了 肚子鼓鼓地全是水 轩华也是吓坏了 连忙上前查看起来 凌风咳了咳 将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 彤彤也出来照顾凌风 凌风心中吐槽 要不是系统 给他强化过那么多次身体素质 估计这回 已经和彤彤轩华一起当鬼了 充分休息好后 凌风向着有光的地方慢慢走去 心里也在思索着 又是一个神秘洞穴 看这里的位置 可比当初女王那个溶洞 还要更加深入 凌风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这么深入的地下 这光源是哪里来的 这是 溶洞两边的墙壁亮了起来 凌风惊奇地说道 这是电灯 这里居然有人类的活动 难道说 这里是 凌风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快步跑向溶洞的尽头 而眼前的景色 很快证实了心中的猜测 随着蝙蝠飞向远处 凌风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眼前的景色 正是传说中 已经消失已久的第六大中心城 凌风没有想到 万米的深坑之下 竟然隐藏着一座中心城 然而 此时的中心城虽然灯火通明 可凌风却是听不到半点声音 难道公爵已经屠城了吗 可是也没有尸体出现 难道是走错了 沉饮片刻后 凌风想着 如果喧华没有走错 那么蝶婆婆一定就在附近 随即从喧华手中接过海螺 放在嘴边用力吹了起来 随着海螺的声波向四周扩散 中心城的上方突然传出 一阵阵发拉声 无数根源柱子从天而降 紧接着 中心城逐渐发生极大的变化 整座中心城就像活过来一般 到处充斥着人们说话的声音 就在凌风为此震撼之际 喧华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猛然把凌风固在了身后 蝶婆婆忽然出现 随即开口说道 凌风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见到来人是蝶婆 凌风也是松了口气 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蝶婆婆解释道 原本快要追到公爵的时候 公爵使用了伪装能力 成功躲进了这座中心城 为了不让城市出现恐慌 我只能悄悄地使用真实域 将整座中心城封锁起来 听到新的名称 凌风有些疑惑 真实域是什么意思 蝶婆婆接着解释说 刚刚你看到的空城 才是现实世界 因为我怀疑公爵可能附在了某人身上 所以就将所有市民都转 转进一个与城市一模一样的鬼域中 除了鬼灵 没有人会察觉到异常 那么公爵想逃跑 就必然会被我发现 可是 我必须 呃呃 我的鬼灵必须维持大规模鬼域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找出公爵 所以凌风 你能帮我吗 听完蝶婆婆的话 蝶婆婆明白了现在的情况 却没有直接答应 见凌风不说话 蝶婆婆接着说道 之所以通过海螺给你传递秘信 是因为我知道 你的鬼灵 拥有特殊追踪能力不是吗 此话一出 蝶婆婆之前的全部猜想 现在全都变成了肯定 果然 蝶婆婆知道我成功追东鬼道人的事 那么蝶婆婆 必定就是红绳女鬼无遗了 心中猜想得到认定 凌风也是答应了 蝶婆婆随即掏出一个钮扣 这是从公爵身上夺下来的物件 请千万小心 找到后不要出头 立刻传信给我 蝶婆接过钮扣后答应道 我知道了 谢谢蝶婆婆的提醒 突然系统传来提示 你答应了蝶婆婆的请求 蝶婆婆的羁绊增加 你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听着突然响起的系统声 凌风神情不由一阵 羁绊 蝶婆婆和我居然有了羁绊 这么说 我也有希望可以绑定蝶婆婆吗 等蝶婆婆走后 凌风来到一处小巷 随即换出抽奖面板 虽然只有一次机会 但身为挂臂男主 总能在关键的时候 获得一个不错的技能 随着转盘的转动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抽中能力共享事宜 共享事宜 与鬼灵实施共享周边情况 每天限时15分钟 时间会随着羁绊值的增加而增加 抽完奖后 凌风让童童再次扮成了鬼油钗 将信地点了童童 然后用钮扣作为标记物进行追踪 童童拿到钮扣后 脸上顿时露出鬼油钗独有的笑容 在确定了公爵的方位后 便朝着一个方向冲了过去 凌风紧紧地跟着童童 毕竟穿梭在中心城中 噩梦级的公爵要是出手 他们根本挡不住恶灵的袭击 不多时 凌风跟着童童 来到了一座辉煌的宫殿前 凌风猜测 想必这就是城主府吧 童童没有敲门 而是静止穿了过去 直接走进了城主府 凌风拦住喧哗说道 不要打草惊蛇 我们先留在外面 童童作为送信的规律 应该不会引起公爵的警觉 这时 凌风发动共享视野 很快就能看到了童童所看到的景象 视野共享后 童童穿过一条长长的红色地毯 成功进入了镜头的房间中 房间里 城主和御鬼师们正在商讨 旁边站着三个属下 这时墨镜老头红手说着话 而童童的目光 就死死地盯住了他 凌风知道 这个老头就是公爵 当即拿出海螺直接吹响 与此同时 红童拿着信送递给了墨镜老头 然而老头一脸汗烟 一旁的女人催促道 这是找你的吗 没有气息 是送信的规律鬼吗 女人提醒老头赶忙换出鬼灵收信 而墨镜老头 却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就在这时 凌风推门走了进来 当众指正道 是因为他 根本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人 听到凌风的话 其他人还没说话 墨镜老头却是先行怒骂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闯进来城主府的 凌风也来得脾气 指着老头呵斥道 公爵 还在演戏吗 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这老头的鬼灵长啥样吧 被凌风这么呵斥 老头双眼顿时冒出熊熊怒 随即猛然爆发出全身鬼气 蝶婆婆瞬间出现 帮助凌风挡下了这滔天鬼气 而见到蝶婆婆出现 公爵也不再隐藏 很快就现出了真身 恶狠狠地说道 真不好玩 这都被你们发现了 紧接着 一双泛着红光的双眼 长着两颗锋利獠牙 一副吸血鬼模样的恶灵 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噩梦即公爵终于现出真身 释放出的强大鬼气 顿时充斥了整个房间 蝶婆婆瞬间出手挡住攻击 见凌风安然无恙 蝶婆婆看向公爵说道 公爵 束手就擒吧 然而 公爵却是一脸奸笑的回应 那就抱歉了 因为这一切 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说完便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 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接着一人两鬼 赫然出现在了一个暗红色的空间中 公爵冷笑道 还以为这里真的是成竹府吗 你们中计了 此话一出 凌风和蝶婆婆都皱起了眉头 原来 公爵故意演了一出戏 将他们引到了鬼域之中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 公爵绅士地向他们行了一礼 随即恭敬地说道 期待一下吧 好戏 就要上演了 欢迎光临我的噩梦 说完便消散在了原地 话音一落 凌风整个身体开始快速下降 很快就被一阵阴波阵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睁开眼时 凌风便发现 自己被困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旁边还放着一个微量的瓶子 凌风想要呼唤出瞳瞳和喧哗 不料他们却没有一点反应 看来自己是被困在了棺材里头 这里应该类似喧哗的鬼域 而且还是能屏蔽怜惜的特殊鬼域 凌风拿着瓶子想了想 连爹婆婆都中了圈套 这可如何是好啊 凌风思虑万千 算了 还是先找找逃出去的方法吧 现在氧气不多 得赶紧离开才行 凌风敲了敲旁边的内壁 发现这种材质 单靠蛮力是无法击破的 而且盖子也无法挪动 像是被某种机关锁死一样 凌风拿着发光瓶照了照 发现石棺四壁光滑 没有任何线索 空间狭窄 自己也无法翻身 就在凌风胡乱翻找的时候 下面的石板上似乎有东西 忽然碰到了他的脑袋 凌风反手触碰起来 很快就确定 这是一枚可以按不定路径移动的石子 但可移动的地方太多 凌风意识之间 根本找不到解法 忽然凌风意识到什么 说不定 这解开的方法就在石棺里 否则这个机关便设置得毫无意义 也许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又或许被某种手法隐藏了起来 凌风开始理清思绪 石棺本身很简单 那么不符合厂里的东西 一定就是线索 凌风灵光一闪 很快就确定是发光瓶的问题 毕竟谁家棺材里会放一盏灯吗 随即把发光瓶藏进衣服后 凌风很快就发现 顶部的石板上 开始浮现出一幅神秘的图案 完了完了 凌风变成吸血鬼了 就在刚刚 凌风隐藏了发光瓶后 上方浮现出一幅神秘的图案 这些字符一共四种形状 应该代表着四种方向 可是分别指的哪个方向呢 凌风有些弄不明白 再次反手去触碰背面的机关 摸索了许久后 凌风忽然摸到 路径旁边有凸起的字符 这才反映过来 这些字符与图案是相对应的 随即根据图案 凌风很快确定了上下左右 随后将石子按照图案中的顺序 开始移动起来 当石子移动到末尾的时候 凌风听到了一阵咔嚓声响起 紧接着 上方的石板变一分为二 缓缓地打开来 然后 一只宛如僵尸的手 从土里伸了出来 等凌风从棺材中爬出来后 眼前的场景 顿时让他感到了无比震惊 只因这巨大的古堡内 放眼望去全是一排排墓碑 凌风不禁感叹 好壮观的墓室 上面还有钟声传来 难道是在某个教堂的地下吗 突然系统发布任务 新任务 逃离古堡 找到古堡的秘密并成功逃离 奖励 伟灵经验增加 公爵解析度增加 提示 你将暂时失去 体质 伟灵 储物空间等buff加成 听完任务的凌风有些诧异 想不到 这次竟是个需要动脑子的任务 探索了一番后 凌风确定上方的远口 应该就是唯一的通道 但他看起来距离太高 应该是有机关在操控的 想了想 凌风走到了远口的正下方 一个华丽的圣杯摆放在中间 看上去总觉得很诡异 凌风俯身看去 圣杯周围的桌面上 竟然有着三个凹槽 应该是需要摆放某些器物上去 凌风目光扫了一点 这空荡荡的目视 好像除了墓碑 就没其他东西了 可瞧着这些墓碑 凌风突然有些汗颜 脸上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该不会 东西都在棺材里了 想了想 凌风还是来到一座墓碑前查看起来 果然 墓碑上有一个金色的星星 与圣杯旁的星星一模一样 凌风嘴里开始喃喃道 那就对不住了 随即打开了墓主人的棺材 这竟然是一具女人的尸骨 凌风刚急翻找了起来 片刻后 凌风东翻西翻 终于找齐了需要的三剑器物 顺利地摆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正当凌风将三剑器物 全都放进凹槽的时候 中间的圣杯开始剧烈翻涌 竟然涌出一杯新鲜的血液出来 忽然 凌风捂住了嘴巴 内心深处涌出一股好渴的感觉 很快 凌风两眼泛起了红光 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一只吸血鬼了 怎么回事 凌风竟然变成了公爵 正当凌风变化成吸血鬼时 心脏开始剧烈抖动 如同中了魔咒一般 很快 凌风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趴向眼前的圣杯 将鲜血一饮而尽 喝完的凌风还很反胃 原本以为鬼域中全都是虚构的幻想 如今连感觉都模拟得如此真实 这就是噩梦级的鬼域吗 自言自语间 凌风脚下的圆台 开始有一阵阵咔咔声响起 紧接着 圆台似乎变成了一个祭坛 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向上升去 顶部也打开了一个圆口 将凌风升了上去 刚一出来 凌风便迅速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发现这里并不是教堂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型的房间 但又像是书房 因为这里除了书籍 还能看到一些活物标本 看来应该是某种秘密实验室 就在凌风观察之时 一道悲鸣的狼嚎忽然响起 凌风连忙转身望去 便看到不远处有着一个笼子 笼子中还关着一头狼人 四肢上都被固定了两个金属 而在金属上 还有着一条粗壮的罐 正在抽着狼人的血液 这也太坦了 但凌风又意识到不对 这个圣杯 怎么跟祭台上那个圣杯一模一样 而且血液滴进去后 竟然不见了 难道说 我刚才喝的 就是这个狼人的血液吗 想到这里 凌风又捂住了嘴巴 连忙扶着桌子 直接干熬了起来 这可真是给凌风恶心坏了 然而 就在他抬起头之际 目光看向面前静止的时候 心里却是猛然一震 只因镜面上的人 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模样 而是恶灵公爵的模样 凌风陷入沉思 看来这个密室 是他按照自身经历复刻出来的 凌风笑了笑 也罢 那就让我来还原一下故事的真相吧 有了想法后 凌风开始在实验室里翻箱导柜 很快就在一出柜子中 找到了一个密码箱 看着上面的四个数字 凌风猜测 密码提示 应该就在这书架附近 忽然发现柜子上有三层书架 看到书本颜色比较特殊 凌风很快明白过来 是红色 随即在想象中将书架翻转了90度 排除其他颜色的干扰 四个数字浮现在眼前 答案就是2359 有了密码之后 凌风顺利打开了密码箱 从里面找到了一本 看起来很有年头的笔记 凌风翻阅了起来 首页是公爵和他的女儿贝拉的画像 署名是亚当罗素 跟地下墓穴的家族同性 凌风有些疑惑 看来这个古堡就是公爵的 但它又怎会出现在石棺里呢 于是凌风便接着看了下去 传闻千年前的西方世界 有着一个猎魔家族名为罗素家族 他们视代为猎魔而活 专门猎杀吸血鬼和狼人等危险族意 同时也做了很多生物学研究 并且开发出了有效的抑制剂 然而 西方世界也有个吸血鬼王 曾带领着麾下的血族同盟 试图除掉罗素家族 然而双方争斗了数百年 也没有奋出胜处来 不料近期之中 罗素家族出现叛徒并投靠了血族 还将实验笔记全都带走 公爵在笔记里记录着 万一他们找到玫瑰古堡的位置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一定要保护好小贝拉 绝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看到这里的凌风感慨道 原来如此 眼下的古堡 恐怕已经被血族占领 他们还对公爵进行了人体实验 将它也变成了吸血鬼 这的确是噩梦般的遭遇 这时笔记里有一页 记录着整个玫瑰古堡的地图 凌风思虑片刻后 决定先想办法逃出去 正好这里有地图 只要顺利穿过走廊 再下两层就能到前厅了 以防万一 凌风找到了笔记中提到的抑制剂 但他也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于是凌风拿起一支抑制剂 来到了关着狼人的牢笼边 准备用这只狼人试验一下 看看这抑制剂是否真的管用 然而 正当凌风举起抑制剂 准备给这只狼人打一针时 凌风目光骤然一举 心中产生了一丝惊奇 只因狼人脖子上 竟然挂着一条玫瑰花项链 和公爵女儿脖子上的项链 是一模一样的 凌风嘴里喃喃道 不会吧 不会吧 随即连忙把抑制剂 打进了狼人的体面 只是片刻 狼人就开始恢复本来的面貌 在他眼前的 正是公爵的女儿贝拉 看着虚弱的贝拉 又想起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凌风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嘴里颤颤巍巍地说着 怎么会这样 这也太残忍了吧 这时 贝拉用力地向着凌风伸出了手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她根本没有说话的力气 见此 凌风脑海中 忽然浮现出了 而是彤彤死亡的记忆 连忙上前握住贝拉的手说道 别这样 贝拉 你坚持住啊 而在贝拉的眼中 眼前的凌风却是自己父亲的模样 贝拉声音颤抖地说着 爸爸 我好冷啊 发音未落 贝拉的小手再也无力支撑 慢慢地落了下去 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看着贝拉没了生气 凌风也是无力地跪倒下去 还是 来晚了一步吗 小贝拉就这样倒在了冰冷的牢笼中 这时 地面突然开始震动 凌风瞬间反应回来 此处已经不已久了 得赶紧想办法离开才行 随即将笔记本和抑制剂全部收好 准备逃离这里 彤彤的蝴蝶结竟然出现在了古堡之中 难道彤彤的身世 也要迎来揭晓了吗 就在刚刚 凌风望向房门思索着 不知现在的古堡内 是否还有其他敌人 这可如何是好 而门上的一个小小的投信口 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这时凌风灵机一动 直接敲碎旁边的玻璃 取下一小块并绑上铁丝 穿过投信口伸了出去 利用玻璃的反光投射 凌风很快就查看到了外面的情况 果然 走廊外是有侍卫看守的 不过只有三个 可以轻松搞定 很快 凌风利用钟声做掩护 瞬间开门将一个黑衣人拉了进去 随即补上一针 小塔拉米顿时打卡下班 然后 凌风穿上黑衣人的衣服 并替代他的位置寻找出路 就这样 有了这层伪装 凌风也能在古堡中随意走动 随即走下楼梯 来到一处议事厅中 而此时这里却是人声鼎沸 凌风正疑惑 他们怎么都聚集在这里时 自己也偷偷摸摸地混进人群之中 议事厅的讲台上 有个女血族正在激情演讲 女人敞开双手说道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借助罗素家族的实验数据 我们成功研制出了 一种名为人体变异的催化剂 只要我们加以完善 很快就能拥有一支庞大军队 协助我们踏平所有敌人 而台下血族人员像打了鸡血一样 疯狂地耐喊着万岁万岁 这时 旁边一个老者向着女血族禀报 第一批的人体变异还在持续进化中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控 是否进行抹杀 此话被女血族拒绝了 而凌峰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失控的实验体 如果将这些实验体放出来 就能把这古堡弄得鸡飞狗跳 这样就更方便寻找出口了 于是 凌峰按着笔记上的地图 沿着一条走廊 朝监狱的方向走了过去 走廊里挂着许多人类画像 凌峰猜测 这些应该都是古堡的历代主人吧 忽然 凌峰瞳瞳一说 似乎是发现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只见其中的一幅画像的主人 居然带着和彤彤一样的蝴蝶结 凌峰思虑起来 难道 彤彤的身世和古堡有联系 还是说只是巧合呢 随后 凌峰来到监狱门口说道 领导让我送一批新的实验药剂 守门的小卡拉米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打开门走了进去 大时之间 凌峰发动偷袭 两个小卡拉米同样打卡下班 凌峰握着匕首走进了监狱中 但是眼前的景象 顿时让凌峰感到惊索 只见眼前的玻璃背后 凌峰打碎了玻璃 里面的怪物全部破牢而出 开始肆意屠杀见到的血族 实验体突然暴走 可比这些血族墙上数百倍 众人只能四处逃跑 就连领导的女血族 都十分诧异地怒吼着 凌峰成功制造混乱 并随着血族一起逃了出去 然而这时大门却根本打不开 就好像外面根本没路一样 突然 古堡的上方裂开了许多裂缝 无数长着玫瑰的藤蔓开始渗透进来 凌峰顿时就慌了 该不会要倒在这里吧 那我的老婆们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凌峰身旁出现一个黄发小女孩 拉住凌峰的手臂说道 凌峰 跟我走 我带你出去 黄发小女孩忽然出现 拉着凌峰的手便逃离了这里 凌峰诧异地询问道 你是蝶婆婆吗 小女孩摘下头套说道 是我 我是从书库那边逃出来的 那里记载着一些关于古堡的说明 原来 公爵为了应付灭亡的情况 在古堡的地下 种植了许多变异的荆棘玫瑰 并与女儿贝拉的心脏绑定在一起 一旦贝拉的心脏停止跳动 玫瑰就会疯狂生长 将整个古堡永远封锁起来 两人从一个井口里爬了出来 女孩继续说道 不过公爵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一条可以通向外面的密道 你跟上我 我现在带你出去 而此时的凌峰表情紧缩 似乎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当两人走到一半时 凌峰忽然拉住女孩 抛出一根针管便刺了上去 女孩万分诧异 连忙惊恐地说道 凌峰你干什么 现此凌峰冷干地说道 我可不是傻瓜 而你 根本不是爹婆婆 我说的对吧 公爵 黄发女孩无力地向后倒去 凌峰接着说道 你若是从书房里逃出 又怎么会知道公爵女儿已死 而且这个密道 是公爵留给自己的唯一出口 怎么可能会留下书面记录 更何况 你爹婆婆的实力 如果她也被困在补宝里 不可能现在才找到我 凌峰皱着眉头回应 我早就看过地图 你带我去的地方 根本就是地宫陷阱的路口 见诡计被拆穿 女孩一脸奸笑地说道 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 不过 好戏就要开始了 凌峰直接丢下公爵 静止离开了这里 凌峰边走边思索着 公爵没有追上来 应该是受到鬼域规则的限制 真正的叠婆婆 应该还在别处 凌峰根据地图 发现西部并没有记录这条通道 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密道 逃离之际 通道里开始全面塌方 无数藤蔓开始疯狂渗透 四周的裂缝也开始大量灌水 凌峰很快找到了出口 沿着扶手向上爬去 然而此时的通道内 一股极强的水流猛然灌了进来 已然淹没了凌峰的半个身体 就在最危险的时刻 凌峰成功登顶 在一处草堆中顺利脱困 此时的凌峰不经感慨 总算是出来了 回头望去 巨大的玫瑰古堡 已经被玫瑰藤蔓给吞没了 凌峰思虑万千 看来当年的公爵 就是这样将敌人一网打尽了吧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任务完成 鬼灵经验增加 公爵解析度增加 忽然 凌峰瞬间侧身 但还是被一片花瓣割破了脸颊 随即一跃而起 躲开了突然冲出的藤蔓 这时 童童喧哗瞬间出现 喧哗利用手中的黄金剑 直接斩断了突袭的玫瑰藤蔓 而所有的藤蔓开始缠绕在一起 开始幻化成为一个恶灵 公爵就此现身 随即嘲讽地冷笑道 你以为逃出古堡 就能离开我的鬼域吗 可惜啊 像这样的牢笼 我还有好几个呢 顺利逃出玫瑰古堡 却依旧被公爵拦住了去路 凌峰试探地询问道 难道 蝶婆婆也是被你关起来了 此时公爵更是一脸不屑 谁让她一直妨碍我的计划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困住她 至于你吗 只不过是我娱乐的工具罢了 这时公爵指着凌峰的鬼灵人说道 你的鬼灵倒是很特别 吃起来应该会很美味吧 凌峰不敢大意 连忙穿上真武鬼甲 毕竟深渊与噩梦之间差的 可不是一心半点 红彤和凌罗率先出手 静直冲向了公爵的位置 公爵幻化成无数蝙蝠 同样迎上了攻击 轩华展开能量盾挡住藤蔓的进攻 凌峰有些担心 如今姜薇还在觉醒中 而公爵是复苏多年的噩梦集 单凭现在的战力 根本不可能敌得过她 唯一的方法 就是救出蝶婆婆 想到这 凌峰拿过黄金剑并换出鬼马 让童童先行退下 随即让月缺女王和凌罗进攻 吸引住公爵的注意力 月缺女王爆发出冲天火柱 一道凤鸣声响彻天际 凌峰则拿出油柴包地给童童 并以海螺为标记物 以此追踪蝶婆婆的位置 然后让轩华跟着童童 再找到蝶婆婆后 立即使用深渊闪盾赶过来支援 安排好计划后 凌峰拉着鬼马大声吼道 公爵 就让我来陪你玩玩吧 公爵则是一脸讥笑 愚蠢的小子 你将为此付出鲜血的代价 随即发动玫瑰藤蔓突袭 凌峰骑着鬼马 上去就是一顿狐劈乱马 凌峰率先一剑劈下 公爵也拿出了自己的西洋剑 打了下来 两顶利剑碰撞在一起 发出尖锐的剑鸣声 然而 即使身体被强化过数次 公爵也只是轻轻一挥 凌峰就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在地面上划过了数十米 半跪在地上口吐鲜血 见凌峰被碾压 凌峰化身成三姐妹 瞬间就打爆了公爵的脑袋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见公爵飞到天上 双手射出无数藤蔓 竟然直接穿透了凌峰的身躯 月圈女王的火凤凰 也快要抵挡不住 藤蔓和蝙蝠的双重进攻了 千钧一发之时 彤彤喧哗带着蝶伯伯 顺利来到了凌峰身旁 蝶伯伯说道 凌峰别担心 我来助你 此时的公爵满脸凝沉 该死 他是怎么突破我的牢笼的 蝶婆婆来到凌峰身旁询问道 没事吧 凌峰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没事 先对付公爵吧 而公爵也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打不过蝶婆婆了 随即摘下帽子恭敬地说道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人类小子 我记住你了 话音未落 无数玫瑰藤蔓涌现出来 公爵的身影瞬间消失 带着鬼欲逃离了 凌峰有些猛圈 想不到蝶婆婆的威慑力如此强大 公爵逃得这么干脆 但蝶婆婆显然不想放过她 当即对着凌峰说道 快进我的鬼欲 我们追上去 完了完了 蝶婆婆彻底怒了 强大的紫色光柱直冲云霄 顿时整个世界都未知色变 反而就在刚刚 公爵见到蝶婆婆的到来 聚了一躬后便直接闪现撤离 凌峰和蝶婆婆也追了上去 只见鬼欲瞬间划过半空 颖得中心城的人们驻足观看 不多时 蝶婆婆就追上了逃跑的公爵 看到逃窜的公爵 凌峰不禁感叹 蝶婆婆不愧是噩梦即 这鬼欲的移动竟然能达到这种速度 可惜喧哗的闪盾还在CD中 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行 就在凌峰思虑之时 公爵突然加速 瞬间就拉开了距离 凌峰还疑惑公爵怎么突然加速时 蝶婆婆却让她仔细看看地面 蝶婆闻言低头看去 只见公爵经过的地方 都会出现一片血海 将地面上的生物当场屠杀 蝶婆婆解释道 准确来说 是在吸收她掠过的一切能量 包含了普通生命体 以及鬼灵 吸收的能量被她转化成了自身鬼气 所以她的速度才会有大幅度提升 凌峰咬牙切齿地怒骂着 竟然以无辜生命为代价 真是太可恶了 听到凌峰的骂声 蝶婆婆也是叹了口气说道 只要我们与她速度弃平 她的鬼气迟早要被耗光 我们静观其变就行 然而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追逐 双方已经来到西北区域 凌峰有些震惊 风爵这家伙还挺有耐力的 凌峰思索着 若是姜薇能出手帮忙 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搞的 忽然 系统传来提示 姜薇复苏进度已达10% 补充 完全复苏之前 可临时出战三次 但听完系统的声音 凌峰根本没来得及高兴 而是趴在鬼域上提醒道 哇 这个地方是 蝶婆婆好奇地询问怎么了 只因眼前的景色 乃是八大兄弟之一的死亡之海 要知道 这里的深渊三界恶灵 可是随处可见 而公爵的噩梦及血海 根本不是这些恶灵 能够抵挡住的 蝶婆婆也反应了过来 随即开口说道 不能再让她增强实力了 凌峰 你的鬼灵可以闪顿了吗 凌峰连忙点点后 随即唤出喧哗说道 喧哗 使用深渊闪顿 凌峰一说完 原本隔着数十公里的距离 瞬间就到了公爵的面前 双方刚一见面 蝶婆婆便向着公爵发动了攻击 宣伐也加入其中 闪电鬼器配合青色鬼火 猛然攻向了公爵 公爵仓皇应战 运起血海挡下一击之后 便幻化成了无数蝙蝠继续逃离 双方边打边挪动 很快就来到了西北边境的上方 凌峰骑上鬼马击杀着蝙蝠 心里思索着 公爵这家伙 该不会是准备逃回西方吧 新竹此时的解析度才11% 而双婆婆的攻击 已经解决掉了大部分的蝙蝠 公爵见此情形 连忙换回剩余的蝙蝠 将它们变成了公爵的模样 并且这些公爵分身中 有好几个的实力与本体实力相当 眼看凌峰有些抵挡不住 双婆婆瞳孔一亮 紫色的鬼器开始聚集 煞时之间 一道强大的紫色光柱猛然爆发 整片区域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完蛋了完蛋了 凌峰还是被公爵抓住了 这下终于可以分摊他的后宫了 就在刚刚 双婆婆瞳孔一鸣 一道闪遍紫色光柱猛然冲天而起 公爵顿时慌张起来 而光柱所散发出的雷霆之力 瞬间覆盖了方圆树米 成功灭掉了公爵的所有分身 地旁的凌峰很是汗颜 这力量也太恐怖了吧 然而摆密一书 双婆婆转身看向某处 凌峰也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想不到竟然还有一个分身 已然逃出了西北边境 公爵还回眸看了一眼 似乎是在嘲笑两人 眼看她就要逃走 凌峰本想追击 却被双婆婆拦了下来 凌峰着急地问道 不追吗 再不追就跟不上了 而双婆婆却回应 她已经越过边境 决定逃回西方了 凌峰继续着急地询问 为什么不能追到西方去 而双婆婆解释说道 我不能冒着东方被入侵的风险 贸然离开边境 听到双婆婆的解释 凌峰也是明白过来 看来这个世界上 梦极恶灵只是基于相互忌弹 各自划分势力罢了 然而公爵已经受伤 林宗不想放过 毕竟杀死一个恶梦极 收获十分巨大 就这样放弃也太可惜了 随即林宗决定赌一把 对着双婆婆说道 我的鬼灵还有最后一次闪盾 我们前后包抄 肯定有把握干掉她的 做到是公爵卷土重来 麻烦肯定更大 说完林峰就直接越过了边境 双婆婆无奈地拍着脑袋 这小子也太不听话了 她是哪来的自信呢 很快 宣华已经使用闪盾 将林峰带到了公爵的面前 随即一声令下 江威 该你上场表演了 独自面对噩梦级的恶灵 林峰根本不敢答应 见一幅逐渐巨大的画卷袭来 公爵也不逃了 掏出配剑园地刺下 顿时滔天的血海猛然翻涌出来 血海卷起血红色浪潮 直接向着鬼话扑了过去 浪潮中甚至夹杂的许多扑龙士兵 然而 鬼话的画卷中伸出一只手 顿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能量盾 挡住血海继续前进 此时的公爵感应到不对劲 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不是普通深渊三阶的实力 下一秒 公爵从震惊变成了贪婪 嘴里还在喃喃道 这鬼灵果然稀有 更想得到 随着公爵眼中出现的神秘符号 血海之中 骷髅士兵顿时眼冒红光 开始发出无比恐怖的嘶吼声 朝着江威蜂拥而去 很快 江威的屏障就被压缩了一半之多 凌风很是惊讶 没想到半部噩梦级的江威 实力依旧相差甚多 连忙召唤所有鬼灵一起进攻 然而意外发生了 公爵瞬间闪身出现在凌风的身后 嘴里还嘲讽说道 你分心了 随即一箭挥了过去 紧紧刹那 公爵就将凌风击落在地 随着一阵巨声响起 凌风被打成了重伤 捂着胸口咳嗽地说道 可恶 还是轻敌了 而趁着凌风不能动他 公爵释放出了玫瑰藤蔓 成功捆绑住了倒地的凌风 接着掐着凌风的脖子 将他举到了自己的面前 随即一脸尖笑地说道 小子 该下地狱了 独自面对噩梦级的恶灵 凌风还是败下阵来 被公爵死死地举在半空之中 感应到凌风有危险 鬼灵们想要冲上前去解救 但却被玫瑰藤蔓拦了下来 公爵冷冷地讥讽道 小子 该下地狱了 听到公爵的话语 凌风只是咳了几声 随即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奸笑 下一秒 凌风的口中竟然叼着一串玫瑰项链 而看到玫瑰项链的公爵 明显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玫瑰项链 正是他女儿贝拉生前所佩戴的 随即将项链一把夺下之问道 你怎么会有贝拉的项链 然而话音未落 彤彤正拖筒乱冲了过来 一刀直接劈向公爵的右手 接着喧哗出现在凌风身后 抱着凌风闪顿离开了 凌风擦了擦嘴唇的血液说道 这次分心的是你 听到凌风的嘲讽 公爵脸色一黑 当即就把手臂恢复了过来 凌风见此机会 连忙让姜薇出手 想要趁机进行反攻 眼看姜薇再度出手 并且直接冲向了血海 公爵也是怒了 开始抬手凝聚血海 顿时大量的鲜血聚集在半空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血色漩涡 凌风连忙提醒 小心 他要拼命了 凌风看着这一路神情凝重 连忙把童童换了回来 并让他使出了深渊防御 与此同时 星竹月圈女王和凌罗 都把自己的鬼域外显出来 艰难抵挡着血海的入侵 就在这时 一阵铃铛声忽然响起 公爵的脑袋开始剧烈疼痛 精神也变得恍惚起来 凌风抬头望去 顿时欣喜若狂 来人正是蝶婆婆 蝶婆婆操控着红绳 将其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漫天红绳直接笼罩了下来 将公爵困在了气中 而红绳接触血海的刹那 血海竟然被红绳网给吸收了 看到这一幕的凌风 脸上也是浮现出了笑容 没想到这红绳竟然还有这种作用 眼见公爵被成功困住 蝶婆婆双手一抬 红绳网顿时开始收缩 见此公爵挥动推荐想要将其坦断 但这些红绳却是坚硬无比 根本没有损坏的记性 凌风欣喜地笑道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成功抓住 而公爵不甘心地嘀吼着 该死 我是不会输的 挣扎无果后 公爵张开大口猛然吸气 顿时将周围的所有血海 全都吸进了身体里面 下一秒 公爵开始石化 原地变成了一尊雕塑 愣愣地立在那里 见此凌风有些疑惑 这是什么情况 蝶婆婆解释道 这是绝对防御 公爵放弃所有的攻击和行动 自己甚至无法传递信息 但却能免疫任何攻击 凌风抬头询问道 这种形态能维持多久啊 蝶婆婆回应 少则几天 长则数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公爵此前已经放出了求救信号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应该是为了等待救兵的到来 蝶婆婆火力全开 巨大的红绳网成功困住了公爵 然而就在这时 公爵在打不过又逃不掉的情况下 施展出绝对防御能力 让自己变成了一尊雕像 凌风星想 这绝对防御 相当于是深渊防御的升级版 在自动解除之前 谁都奈何不了他 蝶婆婆附和道 看来他是早就计划好了 在传讯给救兵之后 就施展的绝对防御 确保自己的安全 而我们不知道能力的持续时间 未必会守在这里 就算我们留了下来 到时他也有同伙前来助阵 且一定也是噩梦急 蝶婆婆继续说道 他预想的没错 若没有十足把握 我们确实经不起消耗 只能先回到边境之内了 突然 凌风似乎意识到 如果是规律鬼的规律 说不定对他依然有用 凌风连忙将青竹换出 看他能不能继续对公爵进行解析 片刻后 凌风看到在青竹的面板上 对公爵的解析进度有了进展 凌风大喜过望 看来真的可以 要知道对于青竹来说 无法攻击和移动的公爵 简直就是个活靶子 蝶婆婆也注意到了端倪说道 你的这个鬼灵 似乎是一只规律鬼吧 凌风没有隐瞒 将青竹的解析能力说了出来 接着补充道 青竹的规律不受绝对防御的影响 我们只需等待两日片刻 蝶婆婆考虑了片刻后 还是选择再信凌风一次 当天晚上 解析进度快到14% 而青竹依旧进行着解析 凌风和蝶婆婆则坐在不远处 并且搭起了帐篷 默默地观察着那边的动向 这时 凌风的通讯器开始叮叮作响 是全城那边来消息的 魏家两姐妹让凌风放心 魏星会一直复白监测 让他们尽管出任务 银蕊也发来了消息 东北虽然有些纷乱 不过有他坐镇肯定不会出问题 颜会长和柳如同样报告着情况 海城这边也没问题 南方中兴城也没有带来打扰 听完老旁们的消息 凌风转头告诉蝶婆婆 目前看来 东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您不必太担心了 蝶婆婆也点点头回忆 说着 凌风拿出了一盒点心说道 等这么久 先吃点东西吧 蝶婆婆见状顿时一愣 而此时的凌风满头黑线 糟了糟了 她竟然忘记 蝶婆婆是鬼灵 是不需要吃饭的 谁料蝶婆婆竟伸手拿了一块点心 还假惺惺的说着 确实有些恶 见此凌风愣住 心里开始思索起来 没想到蝶婆婆竟然还在隐藏 既然如此 那不如再试探一下 随即询问道 对了蝶婆婆 我怎么从没见到过你的鬼灵 见凌风脸上满是好奇之色 蝶婆婆也是信守念来说道 我的鬼灵 其实就是平时包裹着我的这团鬼气 并没有具体形态 蝶婆继续说着 原来如此 那整个东方 就只有你有一个噩梦即鬼灵吗 此言一出 蝶婆婆意味深长地回应 不 东方还有一些噩梦即 只不过 他们都处在隐藏状态 糟了糟了 东方的美女已经不能满足灵渣男了 开始将手伸向西方世界了 而面对凌风的提问 蝶婆婆娓娓道来 实际上 西方世界的噩梦即鬼灵 是要比我们东方还要多的 文言凌风瞳孔紧缩 竟然还有这么多 心中也是思索着 该不会 西方的人类已经灭绝了吧 这时 蝶婆婆突然问道 你的那个鬼话 应该也快要复苏成噩梦即了吧 对此凌风点头表示肯定 而蝶婆婆又开口问道 还有那个凤袍女鬼 实力也是极其特殊 你是怎么获得的呀 凌风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来 是我偶然之间 在沙漠的鬼市里买到的 而此时凌风心里小鹿乱撞 还很担心被蝶婆婆看出来 毕竟总不能说 我是在棺材里 把女王挖出来绑定的吧 对于凌风的回答 蝶婆婆也没有在意 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 你竟然还能驾驭一只规律鬼 规律鬼受限于规律 想要觉醒复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一旦成功 你就会知道规律鬼的真正可怕之处 蝶婆婆看向鸣峰说道 东方那些隐藏的噩梦即 很多都在尝试驾驭一些强大的规律 把自己变成规律 对于一般的规律鬼来说 规律是高于一切的 这既是一种天赐 也是一种必须服从的铁则 所谓驾驭律 便是反客为主 无自凌驾于规律之上 想用时就用 不用时则气 甚至可以进行更改 那样的鬼灵 几乎是与神一样的存在 这时蝶婆婆透露了一个消息 据我所知比较成功的 就有一个在东方 凌宗听完有些震惊 难怪蝶婆婆不愿离开东方 要是没她照理 人类肯定早就灭绝了 凌宗思索 看来关于规律鬼的许多消息 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像彤彤那种暂时变成规律鬼 根本不算是驾驭规律 还得注意被规律代替了自我意识 而轻竹的能力 也是一直按照规律进行 不过凌宗并不担心 身为卦王男主 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毕竟规律之上 还有戏品存在 不过凌宗却表现得很是丧气 蝶婆婆还以为凌宗受了打击 还开口安慰道 蝶多想了 咱们去鬼狱中休息 毕竟这公爵的鬼气 对人体可是有害的 闻言凌宫才反应过来 确实 鬼灵本身阴气就重 会让人体感到一股由内而外的寒冷 尤其是这噩梦及恶灵 如今恐怕出路 来任何一个身强体壮的狱鬼师 可能都要大病一场 蝶婆婆提醒道 好好休息 再过两天 公爵的援军也要来了 时间转瞬即逝 很快就来到了三天之后 此时 青竹对公爵的解析度 已经达到了69.8% 距离沐鱼压制 也仅仅只差一点点了 然而就在这时 蝶婆婆警惕地说道 他来了 随即猛然转身看去 就在两人的眼前 突然掀起一片巨大的黄沙浪潮 不远处的地面 有个尖尖的鬼域建筑正在飞速赶来 很快 建筑拔地而起 黄沙浪潮之中 竟然冒出数座巨型金字塔 而金字塔的下方 有着许多密密麻麻的木乃伊恶灵 更让人震惊的是 金字塔的顶部 有着一座架子和一个女人 女人被绑在架子之上 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之中 两条白铃随风挑荡 看上去净显悲凉 凌峰瞪大了双眼 十分震惊看着眼前壮观的景色 一个风姿卓越的埃及少女 赫然浮现在眼前 来了来了 埃及女战士申请出战 随着少女缓缓睁开了双眼 一股沙尘鬼气顿时弥漫开来 紧接着 金字塔下方的木乃伊突然停了下来 金字塔也停在了不远处 凌峰有些差异 难道 她就是公爵请来的援手吗 凌峰直直地看着上方的少女 嘴里还在喃喃道 她的眼睛好像很诡异啊 疑惑之间 蝶婆婆连忙提醒道 凌峰 不要去看她的眼睛 会有不好的 不料蝶婆婆话还没说完 少女的眼神掠过一丝鬼气 凌峰脑袋便开始神清恍惚 下一秒 便现身在了一个古老的埃及房间内 这是一阵水流声响起 凌峰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青纱屏障后面 一个恶懦妖劳的埃及少女 正躺在水池边轻轻地拨着水面 不然 少女对着凌峰开口说道 凌峰顿时紧皱眉头 双脚竟然不听使唤 开始控制不住地向前迈去 见此少女继续诱惑着 再靠近一点 再近一点 眼看凌峰就要来到青纱前时 少女脸上浮现出笑容说道 来 打开她 打开青纱 你就能得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 最妖艳的女人了 而凌峰已经缓缓地抬起了手 心里惊恐不已 不对劲 这是精神类攻击的能力 一旦撩开了这个青纱 就会被彻底操控的 可是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凌峰满脸汗颜 大脑已经在疯狂地运着 思考着可以破解方法 忽然 凌峰想起了邮差鬼的规律 说不定 可以用来对抗她的精神控制 凌峰果断把邮差包带了上去 果然 带上邮差包后 凌峰成功摆脱了精神控制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而少女也没阻拦 就这样看着凌峰离去 等凌峰回过神后 就听到了蝶婆婆说完刚刚的那句话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凌峰有些呆愣 刚才的一切才过了不到一秒了 见凌峰突然发愣 蝶婆婆询问道 你刚刚 是中了她的能力吗 凌峰收起邮差包说道 我刚才不小心对上了她的眼睛 然后就进了她的鬼域之中 还差点中了她的精神诱导 蝶婆婆点点头回应 看来这恶灵度简单 不过还好你的精神够稳定 要不然 你也就成为金字塔下的一员了 两人随即看向了金字塔 凌峰开口问道 奇怪 她还不出手吗 蝶婆婆猜测 她还在等待公爵解除绝对防御 既然如此 我先去试探一下 你自己小心应对 话音一落 蝶婆婆就已经快速上升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金字塔前 然而蝶婆婆刚现身 金字塔中间突然破开了一个大洞 紧接着 一个挨紧女战士手持长矛 骑着一匹黑色鬼马 静止向着蝶婆婆冲了过去 接近蝶婆婆后 女战士举起长矛狠狠刺了上去 然而这种程度的攻击 连蝶婆婆的鬼域都无法刺穿 蝶婆婆只是轻轻抬手 来了一招时间欲腐朽 顿时一股漆黑能量扩散开来 女战士手中的长矛瞬间崩碎 而后又将女战士和鬼马 一起笼罩在内 煞时之间 连人带马全都变成了一堆白骨 来了来了 公爵终于被成功拿下了 就在刚刚 蝶婆婆紧紧一招 先行击杀了一只埃及恶灵 然而就在这时 从金字塔的洞口里 开始冒出大量鬼马和战车 战车之上 全都是手持长矛的女战士 与此同时 蝶婆婆也连忙提醒林峰 小心 公爵要醒了 下一秒 绝对防御开始退去 公爵也从石化中苏醒了过来 林峰披甲上阵 并且拿出了真无鬼刀说道 蝶婆婆 你去对付公爵 这里交给我 说话间 战车上的恶灵便开始攻击 掏出弓箭与然射了过来 见此林峰让林罗配合 随他上去秒了这些恶灵 其他鬼灵警惕公爵的动向 避免他再次逃离 面对无数飞箭 林罗唤出无数伞分身 替林峰挡住射来的飞箭 林峰手持鬼刀猛然劈下 顿时连鬼带马 直接将其劈成两弹 另一边 蝶婆婆和公爵也开始了战斗 紫色闪电猛然冲向公爵的藤蔓 而青竹依旧进行着解析 双方打得很是胶着 这时林峰连忙询问 公爵的解析度还没到吗 而青竹的进度 已经来到了69.9% 正当解析度还差一丁点的时候 公爵突然向着青竹发起藤蔓攻击 红彤瞬间挡在青竹面前 连忙使用深渊防御 及时出手替青竹挡下了攻击 就在这时候 解析度终于到达了70% 牧鱼压制瞬间释放 公爵身形顿时一阵 开始变得颤颤巍巍起来 实力也受到了压制 伴随着咚咚咚的牧鱼声响起 公爵也是反应了过来 赶忙放出藤蔓后转身逃离 然而如此机会 蝶婆婆怎会放过 随即运起全身鬼气 顿时几道紫黑色闪电猛然射出 月圈女王也换出火凤凰 朝着公爵攻了过去 顿时两股攻击配合青竹的压制 成功将公爵摁在地上摩擦 凌风发现局势呈现一面倒 不由感叹规律确实可怕 眼看公爵已经奄奄一息 凌风连忙说道 先别杀他 把他关进祭兆安中 见公爵被俘虏 埃及少女将埃及恶灵们全部放回 随着鬼气开始往回飘去 凌风也有些愕然地看着 难道是看见公爵已经没救 选择撤退了吗 眼看金字塔逐渐远去 凌风的目光看向了金字塔的塔底 不料埃及少女忽然回眸 露出了一丝期待的笑容后 便完全消失了 凌风更加懵圈了 总觉得这个恶灵的敌意并不强 甚至完全没有使出全力 思虑无果后 凌风转身来到了祭兆安 此时的公爵已经被困在了里面 公爵虽然被压制住了 但却依然在拼命挣扎 凌风来到她的面前 随即淡淡地说道 亚当罗素是吧 我还有很多关于西方的问题 想要问你吗 而公爵却是狠狠地怒视着凌风 嘴里还在不停地嘶吼着 随即猛然起身想要冲过来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凌风无语地摆摆手说着 哟 脾气还挺大 随即吩咐轻竹 还是先把她的解析度 刷到99%再说吧 而后 自己便离开了祭兆安鬼域 完了完了 埃及女孩已经脱了 难道凌风又要独自享乐了吗 成功抓到公爵之后 凌风决定让青竹继续解析 自己也就退出了祭兆安 当一出来 蝶婆婆就询问了起来 凌风直接展示 表示公爵已经成为了她的俘虏 日后再审视审视 说不定能套出一些有用的消息来 蝶婆婆也感叹回应 你这个规律鬼确实厉害 如果能够完全复苏 并且没有失控的话 想必实力会远远超越我 个鬼灵 规律鬼复苏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你可以尝试一下 多放一些精力和时间在她身上 凌风也是感谢地接受了建议 见此蝶婆婆继续说道 我知道一个地方 有着不少稀有鬼气 兴许会对你的规律鬼有用 而在那里 应该能遇见我上次说的那个恶灵 凌风回忆了起来 是那个主动把自己变成 规律鬼的噩梦集吗 蝶婆婆说道 不错 一个月后 你陪我去一趟那里吧 见蝶婆婆提出请求 凌风也很好奇 便答应了蝶婆婆 蝶婆婆随即飞向天空 还回头提醒说道 那就说定了 我们一个月后总不见 说完就离开了这里 当天晚上的西北边境 凌风来到 玉鬼市联盟的驻地内休息 战斗了好多天的凌风 虚脱地整着轩华的大腿 直接沉睡了过去 轩华则温柔地 抚摸凌风的脑袋 静静地陪伴着她 不料在睡梦之中 凌风竟然又来到了 埃及少女的房间里 凌风紧张地拍打着 自己的脑袋 然而自己并没有醒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凌风还有些猛圈时 埃及少女和一只黑色的豹猫 已经朝着她走了过去 凌风有些汗颜 我去 该不会是缠上我了吧 随着少女慢慢靠近 曼妙的身姿 就展现在凌风脸前 不过凌风并没有感受到 危险的气息 就好像真的是在做梦一样 不料就在这时 少女那轻盈的衣服 开始慢慢脱落 顿时就露出了 那细嫩的肌肤 而凌风这个老六 为了独自享受这种快乐 竟然直接换出了轩华 让轩华打开了鬼欲屏障 凌风也终于恢复了清醒 随即询问轩华 轩华 在我召唤你之前 你有没有察觉到异常啊 听到凌风的询问 轩华认真的摇了摇头 而还在吸诊的凌风满头雾水 这能力还真是诡异 难道是在她走之前 看了我一遍 便把我给盯上了 这也太那个了吧 凌风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 不料刚一争你 发现自己又来到了少女面前 凌风心中疯狂吐槽 这样的美梦还有完没完了 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凌风有些无语 在发现场景是连续的后 索性选择继续看下去 心里也在思索着 我倒是要看看 这少女到底想要做什么 只见少女走到了一处高台 凌风顺着少女的目光望去 几座宏伟霸气的金字塔 赫然出现在面前 随着少女目光所致 几座灰红的金字塔赫然矗立在眼前 且还有一些未完工的 而未见完的金字塔下方 还有着许多肤色有黑 头戴白布的奴隶 看来 这就是少女所在的时代 一个辉煌却又残酷的古老国度 突然 凌风眼前的景象瞬间改变 如同电影过场一般一闪而过 画面很快恢复了正常 此时在侍女的陪同下 少女牵着豹猫来到了一处宫殿 两名守卫十分恭敬地说道 依苏娜小姐 请静 听到守卫的声音 凌风皱了皱眉头 依苏娜 思索之际 依苏娜已然缓缓走进了宫殿中 而这里 似乎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 随着依苏娜缓缓入座 众人的目光都齐齐地看着她 临终思索着 想来还是一个身份显赫的贵族小姐 主座之上 一名侍从公身说道 报到陛下 北郊外的皇陵附近 又有人离妻死亡了 据说 还是去那里打猎的贵族公子 而男人却不以为一说道 先把事情压下来 让那边的家族首领来见我 这时 一个胡子男来到了伊苏娜的面前 单手放在身前说道 伊苏娜小姐 我是来自特提家族的塞尼德 随即用手握住伊苏娜的小手 在我看来 你无疑是全国最美丽的女人 请接受我诚挚的求情 说话之间 就朝着伊苏娜的手背吻上去 伊苏娜猛然一惊 急忙将手缩了回来 神情有些生气地回应 道歉 我们不熟 我是不会嫁给你 话音刚落 伊苏娜身旁的两个女人 就凑了过来劝姐说道 伊苏娜 别这么冷漠呀 你也已经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 而伊苏娜对此却是冲而不温 端起酒杯反问道 难道我的人生 就是为了出嫁吗 就在这时 凌峰突然自动醒了过来 看见喧哗正抱着她熟睡着 呵呵 不愧是绝世渣男 怀里抱着一个 梦里想的还是另一个 凌峰就这样静静地思索着 看来她慢慢习惯这种梦境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下一次 就在凌峰回味无穷的时候 青竹忽然冒了出来 凌峰连忙起身询问道 怎么了青竹 发生什么事了 青竹有些激动地握紧了双手 应该是有好事发生 这时系统传来提示 公爵解析度已达百分之百 现此凌峰欣喜若狂 太好了 随后跟着青竹来到了纪兆安 此时公爵满脸阴沉 已然丧失了一切反抗能力 凌峰不禁赞叹 不愧是绝对压制 然后朝着公爵询问道 说说吧 当下西方的世界格局是怎样的 公爵有些惊恶地说道 我说了 你会放过我吗 林宗摆了摆手思索着 这噩梦级的恶灵就是不一样 还会和人类谈起条件 随即回应公爵 要是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 也不是不能考虑 公爵沉思了片刻 还是低着头说了出来 成功了成功了 香薇终于升级成为噩梦级了 而伴随着林宗的提问 公爵低着头缓缓说道 西方世界不像东方这么有秩序 人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 那里基本上是恶灵的天下 高级别的鬼灵都有着自己的地盘 而且弱肉强食 纷争不断 无论多么厉害的恶鬼 都必须寻找变强的方法 否则便只有被蚕食的结果 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恐怖家伙 那人根本没有对手 见公爵话都说得不利索 神情也变得十分惧怕 凌峰连忙询问道 那个恐怖的家伙 是谁 告诉我关于他所有的相关信息 听到这话 公爵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还以为抓住了凌峰的需求 随即提了个条件说道 要知道可以 但是要满足我一个条件 说话间 公爵伸手指向了清主 把这个鬼灵送给我 凌峰顿时破口大骂 心里怒气更是止不住的外语 恶狠狠地说道 你别做梦了 而公爵显然没有发现自己正在做死 脸上还得意洋洋地挑衅着凌峰 我不可能无条件告诉你 我来东方就是为了变强 如若空手回去 也免不了意思 而凌峰的杀意已然爆发 一个阶下球还敢这么嚣张 真以为我在乎这些吗 随后一声令下 红彤 杀了他 红彤瞬间施展深渊能力 一爪直接冲向公爵 公爵此时还很猛逼 这年轻人不讲武德呀 下一秒 漆黑力爪如漆落下 公爵便惨死在了彤彤的手上 系统提示 你获得一瓶复苏药剂 一把古宝钥匙 记照安主获得规律的极大提升 林总满意的点点头 果然还是灭了划算 看着系统奖励的钥匙 这古宝钥匙倒是很奇特 看样子也不像是鬼迹 林总把玩了一番后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索性先放回储物空间 然后笑嘻嘻地打开经验面板 看了起来 此时的江维已是噩梦级复苏中 月缺女王紧随其后 距离升级的经验值 也只差一小部分了 新竹的经验值也已经过半 不过距离噩梦级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至于彤彤轩华和林罗 他们的经验都在50%左右 还需继续努力才行 林峰思索着 距离和爹婆婆约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月 不如利用这段时间 找个兄弟给老公们刷刷经验吧 然而两天已经过去 林峰骑着鬼马到处闲逛 还接连跑了两个兄弟 却发现深渊三界的恶灵少得可怜 林峰不禁蒙圈 真是奇了怪 恶灵们都到哪里去了 难道和爹婆婆说的那个地方有关 考虑了许久后 林峰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打算先回海城 去看看他的人类老婆们 夜晚 林峰在一处悬崖大树旁搭起了帐篷 依靠在大树下无聊地发着呆 嘴里还在吐槽着 没有恶灵骚扰的夜晚 真是好寂寞呀 就在这时 鬼话突然出现在林峰身旁 林峰还有些惊吓 连忙询问道 姜薇 你这是成功了吗 说话间 鬼话画卷里伸出一只细腻的小手 林峰赶忙拖住了小手 姜薇便从画卷里走了出来 接着忌统声音响起 鬼灵姜薇 等级提升为噩梦逆街 林峰大喜播望 随即欣喜地问道 姜薇 你能想起来过去发生的一切吗 姜薇面带微笑 脑海里涌现出了大量的记忆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画面 林峰孤身去救他的画面 带着他逃离的画面 欣赏烟花和许愿的画面 新闻林峰的画面 决心走进画卷的画面 而最后定格在了 姜薇回眸望向林峰时的依依不舍 顿时情绪涌上心头 姜薇再也忍不住 直接猛然扑进了林峰的怀里 两行泪水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声音有些沙哑地说着 林 林峰 来了来了 姜薇升级为噩梦极了 随即激动地抱住了林峰 泪水早已湿润了眼眶 声音沙哑地说着 林 林峰 听到姜薇开口说话 林峰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原来在完全复苏之后 姜薇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欣喜地对着林峰说道 我全都想起来了 谢谢你林峰 看着眼前的姜薇 林峰微笑着点了点头 果然 鬼灵复苏到噩梦即后 表面上基本和人类无异了 这时 姜薇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即抓起林峰的手 五郎之词脱口而出 林峰 你快摸摸我看 林峰还有些疑惑 而姜薇已经把林峰的手贴在了自己脸上 眼神中似乎充满了期待 当手触碰到脸颊时 林峰竟然感觉到 一股和人类体温一样的温度 姜薇低着头说道 我记录了人类的温度和触感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模拟出来 但是没办法一直保持 此话一出 姜薇的脸颊顿是一片羞红 嘿嘿 你品 你细品 林峰也是温柔的回应 你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很替你高兴 虽然姜薇现在才噩梦一切 但之后肯定还会继续升级 而林峰也是期待了起来 就这样 两人相拥畅聊了一夜 一起欣赏着日出的美景 这时姜薇询问道 对了 这些天的梦境 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林峰惊奇地说着 你也注意到了吗 见林峰有些惊讶 姜薇点点头 我当时还在复苏中 所以没办法出来帮忙 姜薇低着头思索着 她一直缠着你 应该是想让你打开那面沙莲 不然以她的能力 如果真的是想害人的话 应该不用这么麻烦 林峰也肯定姜薇的说法 总觉得 她是有着什么特殊的目的 林峰询问道 姜薇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听到林峰的询问 姜薇思考了片刻后说道 我可以附在你的身上 随你一起进入梦境 到时候 或许就可以安全地打开那道沙莲了 林峰也是同意了下来 几天后 海城高等学校的小树林中 喧哗带着林峰闪盾到了这里 落地的林峰拍着脑袋 很是叹气地说道 刚进防线就被狗歹围住 回来就像是抓贼似的 整理一番后 林峰看着眼前的学生 正在陆续准备上课 随即帽子一戴 打算来一波低调巡查 说不定 还能给严校长来一个惊醒 林峰哼着小曲刚走出来 就被一名体育老师给呵斥了 那个同学 上课铃都响了 还在树林里闲逛 赶紧回去上课 林峰也是不由地一愣 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汗烟 心里思虑万千 被老师骂的感觉 真是久迷了 而后 见老师已经离去 其他同学急急忙忙地赶回教室 林峰却是悠闲地散起不来 然而在他闲逛之际 走过一条波道是忽然发现 三名社会青年模样的学生 正在对着一个学生拳打脚踢 而林峰身为三好学生 自然是健义勇为地走了上去 顺利回到海城之后 林峰假扮学生在校园里闲逛起来 却在一处小道里遇见了校园霸凌 林峰走了上去 来了一波男主救场 很快 为首的胖子便注意到有人靠近 当即就对着林峰怒喝了起来 看什么看 找死啊 林峰则是双手插都淡淡地说道 同学 已多欺少 是不是不太好啊 见此胖子怒火中烧 随即一把抓住了林峰的衣领 直接将林峰摁在墙上和赤倒 小子 敢在我面前嚣张 也不打听打听本少爷是谁 闻言林峰抬了下帽子 一脸不屑地回应 不知道 要不 你自我介绍一下 一旁的跟班开始拍起马屁 你竟然不知道曹少的大名 他可是全海城最有势力的曹家少爷 而林峰只是平淡地呕了一声 见此胖子彻底破防了 抡起拳头破口大骂道 又矮又错地臭小子 老子今天就要把你大谢八块 然而下一秒 胖子就傻眼了 只因他蓄力的一拳 被林峰轻轻抬手就被挡住了 随即甩手一挥 胖子被林峰一把甩飞了三层楼高 跟班们看到这一幕 直接吓得目瞪口呆 不过林峰算好了力度 胖子被顺势挂在了一根树枝上 旁边教室的学生们看到这一幕 都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快看呐 那不是曹少爷吗 怎么这么狼狈啊 就在这时鬼童突然出现在众人的上方 跟班们又吓了一跳 紧接着 一双洁白的大长嘴站了出来 让我看看 又有哪个同学不好好上课 看到校长都来了 两名学生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连忙指着林峰说道 是后面这个同学 他打人 颜会长抬头望去 惊喜的表情就露了出来 下一秒直接扑进了林峰怀抱 林峰 你回来了 鬼童也是笑眯眯地冲了过来 而听到林峰的大名 两人满脸飞现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那个 就是传说中的林峰 我们竟然得罪了海城的最强巨头 树上的胖子也是两行泪水 完了完了 曹家要完了 随后 颜会长牵着林峰的手 大摇大摆地在校园里逛了起来 颜会长开心地说道 这个样子 搞得我好像诱拐学生的坏老师一样 而林峰也是笑着回应 哪有 是我把联盟女神给拐跑 看着两人轻轻握我的样子 学生们也是疯狂吃瓜 不愧是林城主啊 晚上 颜会长整着林峰安心入睡 而林峰却不敢睡去 毕竟每天都做那种诱惑的梦 这谁受得了啊 正当林峰思考之时 姜薇突然从眼前冒了出来 吓了林峰一个机灵 姜薇随即说道 林峰 你准备好吗 想到怀里还睡着颜会长 林峰只能尴尬地回应 来吧 姜薇随即化成几道鬼气 直接进入了林峰的脑袋里 林峰也就沉睡了过去 很快 林峰猛然睁开双眼说道 看来成功进入梦境了 姜薇 你还在吗 现在你可以掀开沙帘了 林峰抬手走上前去 缓缓地掀开了面前的粉色沙帘 来了来了 林峰终于掀开那层沙帘了 然而下一秒 原本是伊苏奈的场景开始发生变化 最后画面定格在了一条长长的 充斥着剧烈强风的埃及通道中 林峰有些惊奇 这邪风的来处 难道前面是牧师吗 姜薇回应 我暂时还没有感应到危险 放心过去吧 听到姜薇的话 林峰顶着强风 开始缓慢地向着牧师走去 等到林峰逐渐靠近时 便发现牧师的中央 好像有什么东西摆放在那里 林峰继续顶对越来越强劲的鹰峰 顺利地走进了牧师中 刚一进来 原本里内的强风瞬间消散 但他没有在意 而在林峰眼前的 是一个没有盖子的人形棺材 棺材里面还放着一本诡异的书本 见没有什么异常 林峰顺着台阶走到了棺材前 然而 当他看到棺材里的书本 顿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思考许久后 意外发生了 正当林峰的手触碰到书本的时候 一阵嗡嗡声忽然响起 林峰惊呼一声糟了 紧接着 脚下的地面突然全部崩裂 林峰也是一个跟头跌倒了进去 下方就像是一个无底的飞动 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吸了进去 这时姜维提醒 别担心林峰 他只是在把你拉往了更深层的梦境里 林峰有些疑惑 更深层的梦境 会是什么呢 很快 林峰眼前出现了几道模糊的身影 姜维解释 你应该是同步了一个婴儿的视角 而这个婴儿 应该就是刚出生的伊苏娜 林峰很是震惊 不会吧 难道他想让我体验一下他的人生吗 就在林峰疑惑之时 眼前的身影开始变得清晰 女人温柔地哄着刚出生的宝宝 是个女人 真漂亮 一旁的男人也是笑着说道 从今天起 你就叫伊苏娜吧 忽然时间流速变得很快 眼前画面也跟着前进 转眼间就来到了 伊苏娜六岁生日的这天 镜子前 母亲送给伊苏娜一条裙子 但是伊苏娜并不开心 因为她想要的 是哥哥们都有的黄金笔水 而伊苏娜从小就样貌出众 被大家说是天神下凡的仙女 所以小小年纪 就有大批的贵族子弟 为了和她靠近展开决斗 她也早已见怪不怪 只是觉得无聊便默默地离去 可伊苏娜并不想做宫墙中的花子 而是希望像父亲一样 拥有强大的力量 可以去宫殿之外进行冒险 所以她很是好奇 为什么女人的身体跟男人不一样 而附身的凌风只能尴尬地瞥了瞥眼 突然有一天 伊苏娜悄悄地混进了父亲的军队之中 而目的地便是频频出现事故的北焦 此时的法老图特 正和伊苏娜的父亲哈苏特商讨着 法老决定让他去调查一番 而伊苏娜趁着两人交谈之际 已经悄悄地钻进了马车之中 当你梦见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是否也能感应到你了 就在刚刚 随着伊苏娜偷偷溜上了马车 画面也快进来到了北焦的村庄里 哈苏特询问起当地的居民 居民回答道 前段时间 确实有一个贵族少女 带着几个手下来到了这里 但他只是住了一晚上 便从这里离开了 也没人再见过他们 哈苏特询问道 那他们去了哪里 男人先是四处查看 然后低声说道 我看到他们 往法老的墓室里去了 据说那里有法老王的诅咒 靠近者必死无疑 哈苏特顿时怒 什么诅咒 简直一派胡言 随即命令先锋队出发 等到伊苏娜来到附近的草堆时 哈苏特已经带着人进入了金字塔 凌风有些惊讶 他来这金字塔里 还隐藏着不少的秘密 哈苏特骑着马来到洞口面前说道 法老墓被破坏了 难道是盗墓贼吗 还是那帮小族无聊的挑战 见此情形哈苏特决定 先进去探查一下吧 见父亲进入法老墓 伊苏娜有些慌乱 怎么办了 父亲他们进去 会不会有危险吧 这时 伊苏娜突然来了一句 幽灵先生 你还在吗 伊苏娜这句轻声轻语的话 却直接震惊住了凌风和姜薇 姜薇说道 凌风 我觉得他是在跟你说话 凌风惊吓到了 这是啥情况啊 而伊苏娜却低着头说道 从小我就感觉得到你的存在 你一直默默地陪伴着我 现在 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做 听到这话 凌风确信了 伊苏娜真的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随即轻声说道 去金字塔里看看吧 我会帮你 顿时伊苏娜眉开眼笑 想不到幽灵先生真的回应了自己 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很快 在凌风的指挥下 伊苏娜从缺口处进入了金字塔 进入之后 伊苏娜点燃了一个火把 却没有发现父亲的踪迹 随着伊苏娜走下楼梯 便看到不远处躺的一具尸体 伊苏娜连忙跑过去查看 待看清此人的面貌时 却发现此人并不是父亲的人 凌风推测 他应该是个盗墓贼 难道是因为盗墓 被里面的恶灵给杀害了吗 听到凌风的猜测 伊苏娜吓得脸都黑了 这里还有恶灵吗 然后走进了一个墓室里探查了起来 发现里面的棺材已经被人打开了 伊苏娜举起火把 继续搜索其他墓室 来到另一间墓室后 伊苏娜发现 这间墓室的墙上有着许多神秘的符号 而且还在发光 并且棺材没被破坏 这时将威提醒到 凌风 棺材里有恶灵 而且还很强 随即 凌风连忙让伊苏娜离开这里 找寻了许久后 伊苏娜开始有些害怕了 开口询问凌风是不是迷路了 凌风开口安慰道 别怕 前进路线没有重复 只是一直在绕圈而已 就在这时 伊苏娜看到了什么 猛然睁大了眼睛 脸上全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只因走廊里躺满了巨巨尸体 而这些尸体 全都是她父亲小队的人 一个埃及少女的身体里 居然附着着一个男人的声音 而少女却还称呼她为幽灵先生 就在刚刚 伊苏娜深入金字塔后 在一条通道里发现 许多尸体 但是里面却没有她父亲的身影 凌风随即说道 前面正中间的位置 应该就是法老的墓室了 凌风刚说完 一阵凌风就把伊苏娜给吹飞了出去 伊苏娜惊恐地求救凌风说道 幽灵先生 我父亲很可能在那道门里面 我该怎么办了 听到伊苏娜的询问 香薇提醒凌风 这是鬼欲 是里面的恶灵在向外渗透 就是想要引诱伊苏娜进去 可是转念一想 伊苏娜变成女鬼的年龄 应该还要再大一些才对 现在应该不是她的死期 可历史中的伊苏娜会怎么做呢 为了一探究竟 凌风还是让伊苏娜走了进去 并且嘱咐到要小心埋伏 伊苏娜举着火把 小心翼翼地踏入了法老的墓室 这时 伊苏娜似乎看到了什么 神情很是震惊 地上的一把黄金匕首 就这样出现在法老的棺材旁 伊苏娜认了出来 这是父亲的武器 难道父亲在棺材里吗 伊苏娜连忙丢掉火把 跑过去想要将棺材推开 然而凌风刚要阻止 伊苏娜的手已经碰了上去 可是还没用力 棺材就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隙 随着棺材盖的掉落 一个全身被白骨包着的木乃伊 赫然出现在了伊苏娜的面前 伊苏娜被吓得叫出了声 而后 一个黑漆漆的影子从木乃伊里钻出 漂浮在了棺材的上方 姜薇连忙提醒 恶灵出现了 林总有些好奇 这家伙是被伊苏娜放出来的吗 总感觉伊苏娜身上 黑影竟然向伊苏娜伸出了手 伊苏娜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正当黑影即将抓到伊苏娜的时候 姜薇突然释放出一丝鬼气 顿时一补无形之力 突然同伊苏娜体内爆发出来 黑影瞬间就被冲散了 随即一本书掉了下来 正好被伊苏娜双手接住了 伊苏娜四处张望地询问 幽灵先生 是你救了我吗 林总没有回答 而是询问姜薇出手了吗 姜薇有些无奈 刚刚情急之下 只是稍微地释放了一点鬼气 没想到就把他给吓跑了 然而危险再次来临 一双绑满白布的手突然出现在身后 伊苏娜猛然回头 却发现不止一只 而是成群结队的木乃伊 正在向他缓慢走来 伊苏娜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木乃伊复活了 这时林总思虑了起来 古金字塔国的人都相信 人虽然死了 但是灵魂还在 所以是可以复活的 但复活需要一个身体 所以才制作了木乃伊 可惜的是 金字塔里的亡灵 早就变成恶鬼了 就算木乃伊能够活动 那最多算是尸鬼 随即让伊苏娜拿起黄金笛手 直接攻击他们心脏就行 伊苏娜答应一声 拿着匕首便冲向了木乃伊 这时将威出来纠正错误 这些都是被注入鬼气的傀儡 连尸鬼都算不上 但是 即使这些木乃伊实力很弱 却招架不住他数量多 小小年纪的伊苏娜 根本无法全部清除 就在这时发生了变故 一个木乃伊发动了偷袭 伊苏娜反应不及 体力不支地倒在了地上 不得了了 林峰与伊苏娜的羁绊直 直接抱短了 就在刚刚 伊苏娜被木乃伊推倒在地 正当木乃伊举起武器 想要刺向伊苏娜的时候 一只木乃伊突然出现 替伊苏娜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 伊苏娜有些呆愣 但在看到木乃伊的双眼后 顿时睁大了双眼 只应眼前的木乃伊 正是他的父亲哈苏特 但是很快 所有木乃伊像是感觉到了活物一样 疯狂地撕咬着哈苏特 不一会的功夫 哈苏特的双眼也闪过两道绿毛 彻底成为了木乃伊 没有任何理智的他 伸手狠狠地掐住了伊苏娜的脖子 而伊苏娜却流着眼泪 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手中的书本也随之掉落 然而 意外发生了 那本漆黑的书本 忽然散发出了一团 无比要有的光芒 封面上显现出了一个奇特的符文 紧接着 一股强大无比的鬼气瞬间爆发 从书本中直接射了出来 顿时所有木乃伊全都化作了灰烬 等能量消散后 书本落在了地面上 而伊苏娜像是被抽干力气一样 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姜维提醒道 凌风 梦境快要结束了 而迷迷糊糊之际 在伊苏娜即将失去意识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紧接着 法老牧师的大门被缓缓打开 小伊苏娜 我本以为要是是你父亲 没想到竟然是你 就在伊苏娜昏迷前 一个模糊的身影 出现在了木门背后 随着伊苏娜陷入昏迷 凌风也从床上突然惊醒过来 朝着姜维询问道 最后来的那个家伙是谁呀 为什么说伊苏娜是钥匙 姜维也不清楚 感觉他不怀好意 恐怕有什么阴谋 姜维补充道 那时的金字塔已经有了S级的恶灵 而金字塔经历了几千年演练 恐怕如今里面 已经关押了一堆噩梦及恶灵了 姜维的猜测直接让凌风张大了嘴 什么 一堆噩梦及 这要怎么打呀 难道伊苏娜通过梦境找到我 是想让我帮助他对付恶灵脉 姜维回应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呢 一人一鬼都陷入了沉思 几天后 城主府的花园里 人类老婆们为凌风举办了一个接风宴 凌风开心地吃着美食 还嘱咐他们不要到处声张 凌风不禁感叹 海城的范围又扩大了不少吧 而柳如摸着鬼灯说道 有鬼灯在 加上你留下来的那一批善灵 如今海城的实力 都快要追上平城那边了 姐妹花也开口询问凌风 最近怎么样 听说你跟着爹婆婆出任务 没有受伤吧 凌风回应 只是处理一些没有处理完的事情 等过些天后 还要去总部找爹婆婆吗 卓宇开始调侃说道 跟传说中的大佬混得这么熟 还故意说得这么轻描淡喜 真是好讨厌哪 听到卓宇的话 凌风尴尬地挠了挠头 见此言会长也是微微一笑说道 小宇啊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了 这是系统传来提示 你获得鬼灵依苏娜的两百点羁绊 而突然响起的系统声音 差点没把凌风给吓死 而面板上的内容 更是让凌风震惊不已 睡一觉就能绑定一个老婆 是什么体验 随着两百点羁绊值的入障 凌风在椅子上愣住了几秒 而见凌风突然愣在那里 严会长惊奇地询问道 怎么了凌风 闻言凌风才反应过来 低着头很是汗言 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 可心里已经跌宕起伏 这两百点羁绊 厨师给凌风惊吓到了 要知道 彤彤从小就待在凌风身边 觉醒的时候也不过才六十点羁绊 作为一般的狱鬼是已经很厉害了 可现在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睡觉梦了一场 就获得了两百点羁绊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线饼了 这么高的羁绊 怕是都能直接绑定了吧 于是凌风决定 今晚一定要进入梦境再探究竟 然而等到晚上 在被严会长榨干了几次后 凌风却是一点睡意也没有 姜薇福在空中说道 凌风 你别多想了 我画小羊给你数吧 姜薇说着 拿起毛笔画起了小羊 不得不说 数羊这个办法是真的好用 凌风在数到三千二百八十九只的时候 终于是睡了过去 而此时的天色早就亮了 严会长也已经醒了过来 在看到凌风还在呼呼大睡时 严会长还做起了恶作剧 直接给凌风加了两撮胡子 还有一双大大的眼镜矿 而此时的凌风 已经随着伊苏娜的苏醒 再次进入了梦境世界 伊苏娜的母亲着急地问着 伊苏娜 你怎么能够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如果不是陛下派人去北郊寻你 你就和你父亲 一起死在法老墓了 随即抱住伊苏娜哭了起来 你要是也不在了 我怎么办呀 而伊苏娜神情恶然 父亲 真的已经死了 从此 伊苏娜变得很悲伤 总是一个人坐在镜子前发呆 自言自语地说着话 幽灵先生 父亲真的死了 世上爱我的人又少了一个 母亲说 是图特陛下救了我 可是我知道 救我的人是你 这是镜子中显出了林宗的身影 林峰安慰道 伊苏娜 你得振作起来 你父亲的死有蹊跷 恐怕是有人陷害的 之后 因为哈苏特的死亡 弱大的家族财富被人盯上 而伊苏娜的母亲 最终选择了屈居于法老的庇护下 母亲改嫁后 伊苏娜很快就发现 福特对自己竟然也有觊觎之心 甚至试图想要灌罪她 而她的母亲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竟然选择了视若无补 不仅如此 自那场变故发生后 图特似乎获得了超凡的力量 连续征服了周边数十个小活 并且开辟了大面积的疆土 而图特拿着这那本漆黑的书本感叹着 力量又增强了 原来 图特本是一个私生子 依靠欺瞒的手段继承了法老之位 但却因为没有纯正的血脉 始终无法解锁法老的重生之术 本想骗哈苏特去打开机关 却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里面 而又恰好遇上伊苏娜激活了金字塔 让他控制了那道诡异的黑影 真是一举两隔 而在图特得意之时 一名手下走进来禀告 运往北交的奴隶已经全部到位 随时可以开启仪式 图特点点头回应 不料下一刻 图特警惕地转过头 目光猛然看向了宫殿的一旁呵斥道 什么人 幕后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伊苏娜会怎么做呢 就在刚刚 图特警惕地看向了宫殿的一旁 可他所看的地方 却只有一阵阴中吹来 根本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骑士人早就跑了 伊苏娜飞速地逃离了这里 不知跑了多久 伊苏娜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脸上写满了惊恐之色 此时的他神情凝重 害他父亲惨死的人 竟然是图特 是他的阴谋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可伊苏娜还是难以置信 突然 图特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这不是伊苏娜吗 伊苏娜顿时惊恐万分 然而图特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一脸尖笑地说道 一转眼 你也成了大姑娘了 也是该给你安排亲事了 几天后 在伊苏娜的成年礼上 图特把所有贵族公子都叫了过来 随即当众宣布 相信大家也知道 伊苏娜是个憧憬强者的人 今日的鄙视 谁能成为最强的那个人 那么谁就可以带走伊苏娜 此话一出 下方的贵族都心算了起来 扬言一定要抱得美人规 图特宣布鄙视规则 金字塔的底层 由我设置了九个宝物碎品 最先找其并走出来的人 便是最终的胜利者 等到贵族们进入金字塔后 福特看向了伊苏娜说道 走吧 我们去塔顶上等待 很快 贵族们就遇上了木乃伊 开始激烈拼杀了起来 而有的人为了所谓的宝物碎片 不惜对着身旁的人出手 场面十分震撼 十几分钟后 福特把伊苏娜绑在了架子之上 手里握着那本漆黑的书本说道 伊苏娜 你知道吗 你那美丽而强健的身体里 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如你所召唤出的这本书一样 让人如此着迷 文言伊苏娜大声嘶吼着 你到底想干什么 福特的嘴角露出的一丝笑容 得意洋洋地说道 凭借这本书 我得到了最隐秘的时间轮回之术 掌握了比历代法老更强大的力量 并以你为钥匙 以大批奴隶为陷阱 便可开启金字塔的时间轮回仪式 只要完成仪式 我就能在县世里实现永生 而金字塔里的发光符文 则需要年轻强壮的贵族鲜血来点亮 正好 让那些被欲望迷惑的男人们互相厮杀 让鲜血弥漫整个金字塔 听到福特的阴谋 伊苏娜根本没想到 福特竟然会这么卑的 撕心裂肺地怒骂着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欲 选择牺牲这么多人 当年父亲也是被你捧骗过去 才会惨死在牧师了是不是 福特不屑地说道 是又如何 我是王 为我牺牲不是理所当然吗 就在两人说话之间 金字塔内的鲜血似乎收到了牵移 开始从底部向塔顶汇聚过来 误一汇 鲜血就聚集到了架子四周 福特激动地说道 开始了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了 说着敞开双手疯狂大笑 很快 我就会成为这个世界永恒的王者 而看到得意的图特 伊苏娜却在这世笑了起来 随即冷冷地说道 图特 你真的以为 我会乖乖束手就擒吗 结束了结束了 邪恶的法老图特终于要下线了 当听到伊苏娜说这话时 图特得意的脸上顿时愣住 随即疑惑地询问道 伊尼 你做了什么 原来在三天前 伊苏娜已然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对着镜子和林峰商量起来 幽灵先生 我好恨 恨不得手刃仇人 好不甘心啊 林峰解释道 图特为了实现法老转生术 一直在利用你与金字塔的特殊联系 虽然他获取了七黑书本的力量 但很明显 他的最终目的还没实现 不可能就这样轻易放你走 所以我猜想 三天后的成人礼 必然是一个骗局 应该是为了完成他口中那个仪式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有了林峰的提醒 伊苏娜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首先 派侍女打听图特的行踪 在图特和手下商议的时候 伊苏娜秘密找到了父亲以前的手下 让他们安排骑兵 并以仪式开启为信号展开行动 接着 伊苏娜又找到一位长老 告诉他你的儿子是被图特所杀害的 让他在贵族中安排内命 而伊苏娜之所以现在告诉图特 也是在给他们争取时间 让他们能顺利完成任务 很快 伊苏娜秘密安排的骑兵 已经出现在了金字塔的周围 朝着图特的手下冲了过去 而图特的手下们仓皇应战 虽然拼死抵挡 但还是被骑兵们轻松扑破 与此同时 金字塔里做内应的贵族 也成功破坏掉了最后一个图层符号 没了图层封印的镇压 金字塔顿时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还在争夺的贵族们意识到情况不对 也纷纷停止了厮杀 随着震动不停增强 图特已然没了之前的嚣张 开始惊慌失措地质问伊苏娜 你到底做了什么 伊苏娜却是微微一笑 还开口感谢图特 多谢你 让我和金字塔建立了完整的联系 而现在 仪式要开始反射 很快 一股轨迹开始跪距 强大的力量开始涌进她的体内 连同那本书本也一起吸了进去 图特无力地摊倒在地上 嘴里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紧接着 这股力量以伊苏娜为源头 直接贯穿到了金字塔底部的符文图腾上 而金字塔附近的所有生命 都将迎来她的终结 这时 林峰询问姜威 还能出手不止吗 而姜威回答道 抱歉 伊苏娜的梦境快要结束了 说明结局也已经来了 林峰飞出了伊苏娜的身体 亲手捕摸着伊苏娜的脸庞说道 抱歉伊苏娜 我没办法救你了 而伊苏娜却是摇了摇头回应 没关系的幽灵先生 感谢你陪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就在这时 符文图腾开始嗡嗡作响 聚集的强大能量开始失控 片刻后 一股巨大的能量猛然爆炸开来 一阵轰隆声响彻晕消 刺眼的光线顿时照亮整片天地 随后 林峰从床上苏醒了过来 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起身后坐在床上静静地发愣 以后 应该不会再梦见她了吧 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林峰缓缓地坐起身来 背影看上去很是悲伤 毕竟对于伊苏娜而言 林峰可是陪伴了她整整一生 恢复心中的情绪后 林峰起床刷牙洗脸时 忽然看到了自己脸上的杰作 原本平复的心情顿时无语了起来 这时系统提示 已获得了女鬼伊苏娜100点羁绊 突然响起了系统声再次吓了林峰一跳 林峰更加无奈 睡觉做了几个梦 噩梦及鬼灵羁绊就已经300点了 感觉已经不需要自己努力了 一周之后 按照与蝶婆婆的约定 林峰来到联盟总部的后山 与蝶婆婆顺利见面 而林峰的成功赴约 也增加了与蝶婆婆之间的羁绊 这时蝶婆婆开口说道 前些天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西方那边又来了一个噩梦及恶灵 不过被我赶跑了 可从她入境的方位来看 她应该也是被公爵叫来支援的 听到蝶婆婆的话 林峰的神情有些呆愣 结合最近梦境的经历 以及伊苏娜突如其来的羁绊值来看 林峰意识到 说不定 伊苏娜一开始便是冲着她来了 回想当时的场景 伊苏娜并没有主动发起攻击 只是在蝶婆婆出手之后 选择派出女战士进行防守 而我一出手 伊苏娜就迅速撤退了 现在唯一说不通的 就是我在成为狱鬼师之前 别说西方 就连柳城都没出去过 根本不可能和伊苏娜有交集 那她为什么要来找我 还白给这么多羁绊值 蝶婆婆忽然喊道 林峰 你怎么又呆住了 听到蝶婆婆的声音 林峰甘大地笑了笑回应 没事没事 我刚刚想到了一些事情 见此蝶婆婆也没多问 随即展开鬼律带着林峰 开始朝着某处飞了过去 而姜威也来到林峰身旁说道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我总感觉 伊苏娜的羁绊可能跟梦境有关 在梦里的那个世界 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会不会 那就是真实发生的呢 听完姜威的话 林峰瞳孔紧缩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通过梦境穿越了时空 见林峰有些不紧 姜威解释道 有点类似 但不是按照人类的理解 伊苏娜的能力可能跟时间有关 梦里的经历 对于你来说是梦境 但是对于伊苏娜而言 却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 简单来说 你应该是意识穿越了时空 并且附身在了伊苏娜身上 林峰明白了过来 所以 我真的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幽灵先生 也正因为这段交集 伊苏娜成功复苏后 才会跨越千年的时间 满世界地寻找我的踪迹 虽然知道了来龙去脉 但林峰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这么说 我们之间 应该还会再相见吧 现实版英曹地府见过吗 诶 今天你就见到了 飞了不知多久 蝶婆婆突然拍了林峰的肩膀说道 林峰醒醒 我们到了 林峰揉了柔朦胧的眼睛 但是下一秒 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只见大量的诡异建筑出立在群山之中 阴气环绕 寒冷逼人 看上去显得格外恐怖 而在建筑的下方 还流淌着一条浑浊的河流 而河流之上 堆满了数不胜数的骷髅头 看上去更加甚人 蝶婆婆介绍道 这里 就是风都鬼城 每年只有在哭水期的时候 才会浮出水面 露出它完整的面貌 林峰震撼地询问 那个把自己变成规律鬼的噩梦集 就在这城里吗 蝶婆婆回应道 没错 它就是这座城的城主 说话间 蝶婆婆就带着林峰进入了一个山洞 随后拿出一件衣服地点的林峰说道 这件鬼衣我处理了一下 你现在穿上 这样你就能以鬼灵的身份进城了 等林峰穿好鬼衣之后 蝶婆婆还贴心地拿出一个配套的帽子 顺时戴在了林峰的头上 这样就差不多了 细续提示 你接受了蝶婆婆的馈赠 蝶婆婆羁绊增加 然后对着林峰说道 跟我走吧 进去后不管看到什么 都不要表现得太惊讶 以免露出破绽 片刻后 林峰跟着蝶婆婆停在一座城门前 随即抬眼望去 顿时又被震撼到了 只见数十米高的鬼脸城门上 赫然刻着三个大字 鬼门关 其中最显眼的 便是守城的门为牛头马面了 而城门口徘徊着许多恶鬼 正在排队进入鬼城 片刻后 蝶婆婆出示令牌 林峰便跟着蝶婆婆 一起进入了鬼城之中 刚一进来 林峰好奇地四处探望 很快就发现 这个所谓的风都鬼城 根本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阴槽地府 看着这里的恶灵 林峰不禁感慨 果然兄弟的三界恶灵都跑到这来 蝶婆婆提醒道 千万不要在这里动手 包括我在内 也不能在这里动手 林峰有些疑惑地询问为什么 蝶婆婆解释道 因为这里 禁止任何恶灵之间的战斗 一旦发生争斗 就会被城主赶出去 林峰好奇说道 鬼城的城主吗 难道我们联手也打不过他吗 蝶婆婆点头不回应 不错 但只局限于在这里 因为他的规律 就是在这座鬼城之中 他是无敌的 蝶婆婆继续说着 只要他不离开这里 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对付他 听完林峰只能安安感叹 果然规律是无敌的 能利用规律做到这种程度 实在不容易 不知清主以后能不能也这样 这是蝶婆婆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这次找你来 是想让你帮我观察和研究一下 这个鬼城城主的规律 看看能不能找到破绽 或者是前置条件 按理说 再强的恶灵也会有弱点 而林峰也点头答应了下来 地狱降临 白鬼夜行 林峰跟着蝶婆婆顺利进入了风斗鬼城 一路上 各种奇形怪状的恶灵比比皆是 各自做着自己的生意 蝶婆婆说道 鬼城之主在这里弄了一个交易所 短期内对外开放 所以才会这么热闹 你和你的鬼灵也可以逛逛 林峰有些汗颜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鬼市 这是一个恶灵冲的林峰喊道 热乎的人肉包子 小哥要不要来一份呢 林峰看了连忙摇头 内心已经有些反胃了 晃了片刻后 林峰忽然在一个摊位上 发现了一个很是眼熟的头部盔甲 顿时挠不出了盔甲的整体模样 这似乎 是当初无头将军配套的头盔 见林峰有消费的想法 蝶婆婆笑了笑询问道 想要吗 林峰拿起头盔回应道 是的 这鬼市里也是用鬼气支付的吗 蝶婆婆随即拿出一个令牌地给林峰 你的鬼灵都没有登记过 容易引来麻烦 先用这个吧 林峰接过后道谢说道 谢谢婆婆 出去后我用其他东西补偿你 随即朝着摊主伸出令牌 而摊主小手一张 令牌内的鬼气就被吸走了 你自己小心 我到别处逛逛 蝶婆婆说完便离开了 林峰也顺利买下了头盔 将其放入了储物空间 笑着回应之道 这时林峰思索起来 鬼城之中不能开战 不如收集一些深渊三阶恶灵的标记物 等出去之后 再利用追踪将它们解决 随即想让鬼灵们留意一下 不料话还没说出口 姜薇已经抱着几部话卷满意地笑了起来 喧哗则抱着几匹布匹 拿过林峰手上的令牌进行支付 林峰无奈地笑了笑 喜欢就买 随便挑 可她花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了怒气冲冲的声音 喂 这是你家小孩吧 还没点钱呢 林峰回头望去 只见一只咸鱼正揪着童童的衣领 表情十分愤怒 而童童的怀中 则抱着各种各样七七八八的东西 就这样 林峰成为了一个提款机 令牌里的鬼气疯狂被吸走 林峰两眼一番后悔不已 果然不管是人还是鬼 只要是女生 都对逛街情有独钟 林峰吐槽 不该让他们出来 就在林峰哀声叹气的时候 忽然街上的恶灵们 都纷纷退到了两边 一只恶灵小队整齐地走了出来 林峰有些好奇 这些恶灵士 将为连忙拉着林峰说道 林峰 我们也退一点 他们应该是这里的巡逻者 而且他们 全部都是深渊级以上 林峰询问道 城门口有鬼兵把守 街上还有巡逻兵 难道这个鬼城之主 是在组建鬼灵军队吗 你猜得没错 蝶婆婆这时出现在了林峰身后 随即解释道 还有一只全部由深渊二阶组成的鬼军 不仅规模庞大 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 里面的恶灵能力各不相同 甚至还有深渊三阶的将领 在里面囤仇 叶婆婆话语变得沉重起来 林峰 这下你知道他的危险了吧 一旦他离开鬼城 将外面的恶灵全部整合统一 到时候 没有任何城市能够抵挡他们的进攻 林峰反应过来后猛然一惊 好可怕的计划 将一盘散沙的恶鬼们 集合成一个军队 实力更是成几何事的上场 到时候 真的就是人类的末日 就在林峰思索之时 忽然看到所有的恶灵 都朝一处聚集过去 林峰询问道 他们要去哪 叶婆婆回答 鬼城之主出来了 走吧 我们去见见他吧 什么情况 鬼城之主竟然置在天下 很快 林峰跟着叶婆婆 来到了一座大型的广场上 突然叶婆婆拿出一个铜笔说道 这个寒进嘴里 有了这个 一会他必定会挑选你 你可以趁机观察他几个小时 看着手中的铜笔 林峰有些汗颜 毕竟这东西实在有些隔嘴 就在这时 广场的高台上 一道黑影流浅到深 缝缓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的深意 林峰也顾不得那么多 连忙把铜钱含进了嘴里 与此同时 下方的所有恶灵都在疯狂呐喊 城主玄武 城主玄武 林峰抬眼望去 那碧绿色的眼睛顿时映入眼帘 黑影扫尸一圈后 目光最终落在了林峰的位置 随即抬起手指向了林峰 见此周围的恶鬼们纷纷都投来视线 爹婆婆偷偷叮嘱道 去吧 记得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林峰点了点头 随即向着高台的通道走了过去 当走进通道 林峰就感到一股阴冷气息席卷全身 即使强壮如他 也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而后 林峰进入了一个圣人的宅院中 宅院里到处挂着布皮 林峰不禁有些疑惑 怎么看着像是个染房 这鬼城主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片刻后 一个鬼兵走到林峰面前 伸手指了指旁边的桌子 见状 林峰也是坐了下来思索道 好吧 就让我看看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几分钟过去后 鬼城主躺着出现在了屏中之后 手里还打完这一枚铜壁 随即勇懒地说道 都到齐了吧 那就 开始工作吧 紧接着 一袋袋被包裹布皮折的东西 挨个落在了所有桌子的面前 林峰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玩意 而后便直接打开了袋 里面呈现的 是一个装满铜钱的铜顶 一根较长的红线 和一张写着摆霉一串的字条 林峰很是无语地拿了起来 亏他还以为 这鬼城主是有什么大计划 原来是找人当苦力 不过转念一下 说不定 这也是某种入门的讨厌吧 林峰很快就创好了一串 随即想将铜顶里的铜壁都倒出来 但这时他才发现 铜顶中的铜钱一直源源不绝地掉落 林峰有些诧异 看来这铜顶还是个特殊的鬼戏 但是这铜钱有什么作用 江维突然开口说道 林峰 你弄几枚放进储物空间看看 林峰二话不说 直接朝储物空间丢了两枚进去 系统提示 物体 鬼城铜钱 介绍 由鬼城之主经过萃取 将精纯鬼气制作而成的铜钱 每枚鬼气含量100 可被任何恶灵百分百吸收 听完系统的提示 林峰震惊不已 想到这一路上的各种经历 创建鬼城 建立鬼君 制作铜壁 就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看 这鬼城之主 是打算一挺天下吗 完了完了 林峰被鬼城之主看上了 就在刚刚 所有的恶灵包括林峰 都在静静地串着铜钱 一头猪怪满脸惊恶 满头大汉而又小心翼翼 正奋力地串着铜钱时 不经意扫了一眼林峰的桌面 顿时惊吓到他的猪眼 手中的铜钱都被吓飞了 只因林峰的桌上 已经摆满了串好的铜钱 而铜顶中的铜钱 已经被他掏空了 林峰之所以这么快 是因为他制作了一个 可以刚好放下 百枚铜钱的竹筒 之后用红线缠住一根铁丝 再直接穿进去 百枚一串的铜钱便做好了 林峰不禁感叹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他们都有脑子 俗话说得好 办法总比困难多 然而就在林峰快乐串线时 鬼城之主的目光看了过来 随即忽然来到了林峰身后说道 停下 工具给我 只是简简单单的语气 却让林峰感到一股强大的压迫 林峰很是惊恶 根本不敢回头去看 只是乖乖把竹筒递给了他 不料鬼城主却是微微一笑地说道 不错不错 看来你有些能力 随即询问道 你可愿意留下来为我办事 林峰连忙颤颤微微地回应道 我我 我愿意 见状 鬼城主给了林峰一个令牌说道 这是自由进出鬼城的令牌 下次过来 还有事要找你办 林峰捧着令牌询问道 请问 下次是什么时候 而鬼城主却是头也不回地打道 我需要的时候 自己拿十串铜钱作为报酬 不送 林峰直接惊愣住 两眼一白疯狂吐槽 好 好八道啊 而且这高冷的模样 感觉有种被卖了还帮着鼠钱的感觉 出去之后 林峰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蝶婆婆 蝶婆婆也有些意外 之后 为了不引起鬼城主的怀疑 蝶婆婆与林峰分开行动 各自继续观察着这座鬼城 系统提示 蝶婆婆羁绊增加 和蝶婆婆分别之后 林峰看着这满大街晃悠的三街恶灵 内心十分难受 一堆堆经验值就摆在眼前 可是却不能动手 搞得内心十分抓狂 这时 林峰灵机一动 阴谋诡计顿时涌上心头 既然这里不能打架 那可以骗他们出去 首先 林峰将鬼森片和红钱放进信封 然后邀请这些恶灵 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一起去寻找鬼森 承诺找到后会有更多的回报 试问这样丰厚的条件 哪个恶灵能不心动啊 顿时 红红化身鬼流差 捧着蜀石峰信件便出发了 很快 许多深渊三街恶灵都收到了信件 林峰一脸坏笑 得意洋洋地感叹自己的阴谋 明天 可以坐等收割一波经验了 与此同时 东方的西部高原之上 突然掀起一阵巨大的沙尘暴 动物们被惊吓得连连跑开 而沙尘暴之中 一座金字塔赫然矗立 在金字塔的顶部 依苏纳的身影 林峰飘荡 然后抬头盯着一个方向说道 是那个方向 幽灵先生 等着我 来了来了 林峰的坑山阴谋终于来了 时间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此时的林江盆地内 轩华把自己的鬼域外显了出来 约定的时间已经到来 林峰让轩华充当召集者 先行上去稳住恶灵们 很快 恶灵们陆续出场 轩华笑脸欢迎他们进入鬼域中 林峰数了数 居然有四只 而且全都是深渊三街 林峰满意地说道 不错不错 看来用鬼僧引诱这招 效果很是奏效 这时 轩华满脸笑容地向外拱了拱手 林峰顿时只顾好家伙 外面又来了四只三街恶灵 纷纷进入轩华的鬼域中 片刻过后 在确定已经没有恶灵前来的时候 林峰趁恶灵们不注意时 让轩华关闭了鬼域的大门 随着大门东的一声关上 林峰一声令下 一个也别放过 轩华瞬间闪身到半空之中 这时一只恶灵感觉到不对劲 猛然跳起想要逃离 却被轩华释放出的袖中红线 配合月圈女王的火焰 直接当场击杀了 剩下的恶灵们满脸惊慌 纷纷想要逃离此处 林峰让林罗使出深渊能力 利用散分身将它们全部围住 自己则披上鬼甲和骑上鬼马 在旁边加油助威 红红化身邪灵形态 巨大的邪灵法相赫然出现 一拳猛然砸向两只恶灵 那两只恶灵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当场试试了 此时鬼域中还剩下五指恶灵 不过他们的防御和血量较高 红红的攻击被他们抵消了大部分 然而林峰黑黑一笑 即使防御能力再高 血量再厚 都抵挡不住青竹的解析规律 而青竹早已开始默默解析了 率先完成解析的 便是这个被小鬼们抬着的恶灵 青竹使出深渊能力洗心化水后 那只恶灵盾石变成我方战力 还是指挥四只小鬼发起进攻 一只骷髅恶灵慌张抵挡 一敌二落入了下风 另一只恶灵被打了四分五裂 开始四散而逃 林峰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以为上方真的是天空吗 你们早就被包围了 本来不想让江薇出手了 不过可惜了 动手吧江薇 只见空气中出现一道无形的屏障 成功挡住了逃窜的恶灵 毁于之上 一幅巨大的画卷赫然展现开来 下一秒 画卷将恶灵们死死缠住 林峰说道 江薇 直接捕食吧 随着林峰话音一落 江薇使出了画卷绝杀 仅仅一刹那 恶灵们便被屠戮殆尽 可是就在绝杀施展的一瞬间 一头恶灵猛然顿进地面 不仅躲过了江薇的深渊能力 还顺利逃出了喧哗的鬼域 然而 林峰岂会放过这个漏网之鱼 当即骑着鬼马追了过去 林罗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不料却出现了意外 地面上突然掀起大量防沙 不仅以极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还将逃跑的恶灵给逼了出来 正当林峰愣神之际 一个埃及女战士手持长矛 直接刺穿了恶灵的身体 而看到若隐若现的金字塔后 林峰反应了过来 是伊苏娜 她是在帮忙吗 坑杀计划顺利进行 不料却让一只恶灵土盾逃了 然而一阵黄沙突然掀起 恶灵当场毕命 伊苏娜出现在了林峰面前 林峰随即让林罗带她过去 很快 林峰踏着散分身来到金字塔前 下马走到伊苏娜面前 伊苏娜激动地说道 幽灵先生 终于又见到你了 伊苏娜难掩心中的喜悦 脸上满是笑容 这是系统提示 伊苏娜羁绊增加 见此 林峰确定了江维之前的猜测 看来是真的 那一场梦境 真的让我成为了伊苏娜的幽灵先生 开心地和伊苏娜打了声招呼 随即伸出手说道 需要我帮你解开吗 伊苏娜文言连忙摇头说道 不能解开 一旦解开绳子 我就无法压制他们了 林峰有些疑惑 他们难道是指金字塔里的恶灵吗 伊苏娜点点头表示肯定 随即解释道 当年 我破坏仪式之后 所有牧师的主人都变成了恶灵 而且至少有12个 实力甚至与我不相上下 如今我还能压制住他们 也是凭借跟金字塔的联系 林峰更加惊呆了 也就是说 金字塔里还有12只恶梦及恶灵 一旦放出来 恐怕整个东方的恶梦及家起来 都对付不了吧 伊苏娜着急地说道 幽灵先生 我感觉金字塔内的封印正在减弱 而他们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强 我恐怕压制不了太久了 我该怎么办 这时林峰抚摸着伊苏娜的脸颊 想了想开口问道 伊苏娜 你相信我吗 伊苏娜闻眼点的点头 见状林峰大声喊道 系统 绑定伊苏娜 虽然系统没有绑定提醒 但300多点羁绊指 早就已经可以进行绑定了 随着林峰的一声绑定 系统便传来提示 成功绑定鬼灵伊苏娜 等级噩梦一阶 宿主获得一瓶复苏药剂 宿主寿命得到了提升 宿主获得一次抽奖 伊苏娜经验值增加 林峰心中狂喜 着实想不到噩梦级的鬼灵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而伊苏娜却是脸色一红 对着林峰惊喜地说道 这种感觉好神奇 我好像跟你融为一体了 就像小时候那样 林峰也是开心地点了点头回应 今后的一切 你再也不用独自面对 这时林峰询问道 对了 你说金字塔里有12个恶灵 那法老福特了 伊苏娜解释了起来 当初的仪式反噬 已然把他直接吞没了 但是那个黑影却逃跑了 而且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企图想要追杀我 从而放出金字塔里的恶灵 我到东方来 也是为了躲避他的追击 林峰听完陷入沉思 那道黑影 应该是第13个墓室的主人 而其他墓室的恶灵 或许都是他的血清或者部下 所以那个黑影 才会想要破坏金字塔 不知金字塔封印的简幕 是否也和黑影有关 林峰接着询问道 伊苏娜 你还能够镇压他们多久 伊苏娜回应 至少三年时间吧 但是因为黑影的影响 这个时间还在不断地缩等 见此林峰答应了下来 放心了 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随即伸手凝聚出鬼灵信物 安心休息吧 那道黑影要是再敢来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说话间 伊苏娜随着鬼气慢慢凝聚 很快就变成了一本书 林峰感叹 果然 这本书就是伊苏娜的鬼灵信物 不仅能控制金字塔 确实是一个强大的鬼灵呢 鬼异时代一片天 谁见风歌不敌烟 林峰回想自己的所有鬼灵 彤彤 轩华 凌罗 姜薇 青竹 月圈女王 伊苏娜 目前已有七只鬼灵 可当面对十二个噩梦集 外加一个未知实力的黑影时 实力依旧不够看 前方危机重重 还得努力升级才行啊 而后 林峰如法炮制 继续诶骗了几批三阶恶灵进行坑杀 鬼灵们的经验值也都长了不少 不仅如此 青竹还收押了两个深渊三阶的女鬼 林峰也很满意 看来又得麻烦青竹进行渡化 正当林峰查看系统面板之时 月圈女王突然靠近林峰 林峰好奇地转头看去 这是系统提示 月圈女王经验已满 是否使用一支复苏药剂 开启复苏任务 而月圈女王打了个响指 已然打开了自己的鬼域 听到系统声音的林峰欣喜若狂 随即选择了开启复苏任务 接着便跟随女王进入了鬼域之中 一人一鬼来到女王的尸体前 系统提示 复苏任务一 帮助月圈女王与其身体完全融合 即可完成任务 奖励 月圈女王复苏进度增加 月圈女王羁绊增加 听完系统提示的林峰有些惊讶 与身体融合 那不就跟人一样 还是说会变成尸鬼 可是转念一想 不对不对 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为了验证猜想 林峰让女王先附在其身体之上 文言 月圈女王当即就躺了下去 很快便和自己的尸体重叠在了一起 几分钟后 女王的尸体开始泛起红光 深邃的眼眸也是缓缓睁开 下一秒 女王的尸体就直挺挺地立了起来 林峰握紧拳头激动地说道 动了动了 看来这任务也不难嘛 可是下一秒 林峰和姜薇猛然一惊 只因月圈女王竟如同僵尸一般 双手直直地抬着 开始蹦蹦跳跳地向前移动 姜薇无语地解释道 林峰 这不能算是复苏 并不是真正的融合 这时姜薇回忆道 老实说 我以前也趁你睡着的时候 试着操纵过你的身体 听到姜薇毫不避讳地说出这些话 林峰汗颜地拍了拍额头 很是无奈地说道 我就知道 姜薇 绘制鬼闻会有用吗 姜薇当即绘制出了一道鬼闻 然而几分钟过去 发现还是不行 姜薇回应道 似乎 是缺少了一些别的东西 两人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林峰感叹说道 果然 伟林的完全复苏哪有那么容易 这时姜薇说道 不如参考一下我的复苏过程吧 我觉得关键元素 应该还是林峰里 林峰有些懵圈 我吗 姜薇点点头说道 我有一个方案 倒是可以试一试 片刻后 姜薇让月圈女王进入浴池之中 而林峰也要跟着进去 林峰有些害羞地问道 确定不能穿衣服吗 而姜薇已然退去了女王的衣服说道 是的 需要我帮你吗 林峰连忙着急地回应道 不用不用 我我 我自己来就行 随即快速地脱去了自己的上衣 什么情况 林峰激情搞三平 随着月圈女王迎来复苏 姜薇让林峰和女王一起 废去衣服进入到浴池之中 用手同时拖住那颗夜明珠 这样做可以将双方的气息相互连通 姜薇解释道 女王本身是鬼 尸身却是人 阴阳之间难以融合 而林峰的阳气 正好可以起到调和的作用 很快 一道鬼纹浮现在夜明珠上方 顿时大量的鬼气开始聚集 片刻后 女王的尸体上便多了些许阳气 第一步便算是成功了 接着姜薇说道 林峰 我会写一道融合鬼纹 让你给女王度一点舌尖血 将她的灵魂与身体连接起来 林峰闻眼有些疑惑 舌尖血是什么东西 可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姜薇已然捧住林峰的脸颊 直接就吻上了她的嘴唇 林峰顿时瞳孔一缩 随即感觉舌尖传来一丝痛感 很快 一道鬼纹出现在了林峰舌尖上 林峰害羞地走上前去 双手抱着女王汉颜地说道 好吧 我试试 然后轻轻地吻上了女王的嘴唇 随着嘴唇传来的柔润感 两道鬼纹也缓缓亮起 而在接触到林峰的舌尖血后 女王身上的阴气和阳气 也开始相互融合 很快就达到了某种平衡 随后 女王缓缓睁开了双眼 僵硬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微笑 林峰脸红地询问道 成 成功了吗 姜薇则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 突然 女王断断续续说道 林 君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月圈女王复苏进度增加 月圈女王羁绊增加 姜薇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是成功了 紧接着 系统再次发布任务 复苏任务二 帮助月圈女王适应身体的使用 提示 为完全适应无法进行战斗 奖励 月圈女王复苏进度增加 月圈女王羁绊增加 而后 凌峰带着月圈女王 在鬼域里慢慢地练习着走路 看着女王红润的脸颊 凌峰思索着 虽然女王现在还不太会说话 身体也有些站不稳 但只要多发些时间 完全掌控这具身体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凌峰牵着女王那双细嫩的小手 作为第一个拥有了血肉之躯的鬼灵 这种能看得见又摸得着 而不是模拟出来的触感 真是太酷了 不知道会不会遭到其他鬼灵嫉妒 而此时的半通之中 红红喧哗和姜薇 看女王的眼神都有些不友善 要不是没有身躯 估计早就上去争宠 不然 一块令牌从凌峰身上飘了出来 凌峰见状还有些呆愣 一看是鬼城之主的令牌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看来是鬼城之主正在召唤她 说不定是有什么新动向 沉引片刻后 凌峰联系上了蝶婆婆说道 蝶婆婆 鬼城之主似乎有事找我 我得再进去一趟才行 蝶婆婆回应道 那正好 蝶盟有事要我去处理一下 可能会离开几天 你在里面好好观察她的规律 切不可轻举妄动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听完蝶婆婆的话 凌峰也是答应了下来 来了来了 凌峰要被家官禁绝了 收到鬼城之主的召唤 凌峰与蝶婆婆打好招呼后 很快便来到鬼城的大门前 不过意外的是 原本已经结束的鬼市 此时却依旧还有恶灵在等待入城 带她来到当初那个宅院的时候 凌峰按道一声 果然 她不是唯一一个被召唤的 这些恶灵都是城主召唤来 很快 鬼城之主掠过金沙 从屏障后走了出来说道 很好 你们准时到了 本来我鬼城入职 是你们的荣幸 鬼城主说完 旁边的军士也跟着走了出来 随即对着众人画起了大笔说道 如今鬼城正是用人之计 加入鬼城 协助城主一统天下 到时候封关加决 好处肯定少不了你们 而听到有好处那时 凌峰身旁的恶灵们激情满满 全都开始大喊大叫了起来 而凌峰也被吓了一跳 随即却是万分的震惊 这鬼城之主当真可怕 不仅知道要广纳鬼才 甚至连部下的军师 都是噩梦级的存在 像这样井然有序的军队 可比当初的千万级鬼巢可怕多了 这时那位军师说道 城主 这位就是我推荐的 他在北方荒部统领过百万级的鬼巢 领导能力极其出色 听到军师的话 鬼城主直接赐予他大将军之位 恶灵握拳表示感谢 随后鬼城主赐予尚书之位 让三只相同的恶灵继续研发鬼文 而凌峰更加震惊 这鬼城主还知道收集鬼书 那接下来该不会是统一文字 统一货必度量横啥的吧 随着前面的恶灵被赐予之位 很快 院子中就只剩下了凌峰一人了 凌峰拱手鞠躬说道 城主好 这时鬼城主才反应过来 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整合鬼地的小鬼 虽然实力偏低 但还是有点脑子 随机对着凌峰说道 你跟我来吧 凌峰答应了下来 连忙让江维多给他准备一些鬼器 说不定待会可能要用到 没过多久 鬼城主将凌峰带到了一个机器面前 指着机器询问道 这是鬼地制造机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你能解决吗 然而凌峰内心沉重 这鬼城之主居然还发明硬刷机 外部的蝶婆婆想要解决了它 若真让它准备充足 那个人类的威胁也太大了 可是凌峰想了又想 这个忙真的要帮忙 若是真的修好了这个机器 那无异于助纣为虐 可是不帮的话 就不能继续留在鬼城之中了 见凌峰不说话 鬼城主继续说道 这个鬼器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若能成功 我便封你为大司徒 掌管鬼城的财政大权 凌峰闻言闭上眼睛 说不定 这是一个打入内部的好机会 于是凌峰鞠躬表示 自己愿意试一试 鬼城主听到后点点头 随后带着军师便离开了 看着这个还在运作却没有反应的机器 面前这玩意只不过是几个残破的鬼器 拼接在一起罢了 凌峰不禁感叹 鬼终究还是鬼 人类的逻辑 他们还是无法理解的 糟了糟了 风都鬼城遭到入侵了 随着凌峰接下鬼城主的请求 一阵咔咔咔的声音开始作响 凌峰上蹿下跳 对着鬼器修理了起来 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是把机器的运作逻辑改造完成 凌峰擦了擦汗 接下来 就是修复各个部件的功能了 不过这个凌峰并不擅长 于是他把彤彤换了出来主作道 彤彤 自己花钱自己挣 彤彤满脸不情愿 但还是利用鬼器修复进行修理 又过了几个小时 凌峰终于把机器修复完毕 并把鬼城主喊了过来 凌峰弯腰恭敬地说道 城主请看 鬼城主抬头望去 只看到一团鬼器从上方输入后 机器发出了光光的声音 从下方变成了一枚枚鬼器铜钱 静止掉落在了盒子之中 此刻的鬼城之主十分震惊 他是真没想到 凌峰竟然这么快就修好了鬼器 随即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凌峰 说话间 鬼城主抬起手换出凌峰身上的令牌 注入一道鬼器后说道 名字不行 但是能力尚可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鬼城的大司徒了 看着令牌的颜色也跟着升级 凌峰接过令牌答复道 多谢城主赏识 而鬼城主继续说道 听此令牌 你可自由使用鬼壁制造机 并且号令城中民众 吸纳自己的部下 系统提示 已引起了鬼城之主的注意 鬼城之主羈绊增加 提示 此羈绊针对宿主所伪装的鬼身 如宿主恢复人身后 羈绊最多降50点 而突然听到系统的声音 凌峰也是猛了 鬼城主的羈绊 难道 鬼城之主也可以被我绑定吗 要是真的绑定成功了 那叠婆婆的担忧和人类的威胁 不就可以一并解决了吗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猛然响起 使得整个鬼城都跟着剧烈晃动了起来 一旁的军师连忙提醒 城主 有入侵者 只见鬼城的上方 一道黑影打破了屏障 直接闯进了鬼城之主的鬼域之中 鬼城主大声呵斥道 白者喝鬼 而林宗不禁疑惑 这家伙谁啊 竟然敢直接进攻鬼城 难道他不知道鬼城之主的规律吗 只见一双漆黑般的利爪落在屋檐之上 而被封卫大将军的恶灵抡起铁锤 静止朝着黑影攻了过去 边冲还边喊道 剿灭敌人 保护城主 然而下影了 一根金色的蛇杖打在了铁锤上 恶灵瞬间就被黑影打飞了出去 就连下方的众多鬼兵 也都被碰撞的余波震退了数米远 眼见自己刚风的大将军被轻易打败 鬼城主意识到黑影实力不弱 随即面色异了 当即凝聚鬼气准备亲自动手 然而黑影似乎感受到强大的威胁 连忙抬手阻止说道 等等 你就是鬼城之主吧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神秘黑影破空而入 一招便击退了数十名鬼兵 正当鬼城之主准备亲自动手时 黑影却突然说道 助手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然而此话一出 下方的众鬼却是面面相去 可林宗突然感觉到 这个黑影似乎似曾相识 这时伊苏娜说道 幽灵先生 那个黑影 就是一直追踪我的恶灵 伊苏娜的话顿时让林宗的脸色一惊 随即询问道 姜薇 如果她看到我 能不能认出我来 姜薇回应道 虽然她能辨识出 我和伊苏娜的鬼气 但我们有储物空间 和特制诡异的屏蔽 只要我们不出手 就不会被发现 听完林峰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 黑影见鬼城主半信半疑 便继续解释了起来 抱歉 第一次来东方 不熟悉东方的地图路程 不小心错过了鬼城开门的时间 所以只好另辟蹊径了 还望城主不要怪罪 而军师眉头一皱 直接怒斥地询问起来 大胆 你是什么鬼 今天若不给城主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别想从这活着出去 忽然 黑影脚下一蹬 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之上 直接震碎了地板 还弯腰恭敬地说道 没想到 鬼城的士兵实力这么脆弱 刚才是我太粗鲁了 此次前来 是专程来找城主您合作的 这一举动 吓得军师猛然一惊 而在听到黑影是来合作的 鬼城之主也来了一丝兴趣 手上的鬼气开始消散 随即询问道 合作 什么合作 黑影开口解释 我知道 有个地方能得到大量的噩梦及恶灵 不知城主是否有兴趣 此话一出 林宗瞬间明白 看来黑影不是追踪依苏纳到这里 而是专门来找鬼城之主 一听到有大量的噩梦及 鬼城主顿时激动地问道在哪里 这时军师连忙开口提醒 城主 别信这来路不明的家伙 小心有诈 而黑影见有机会 也就继续开口说道 若城主助我解放他们 收获的战略 我们可以平分 到时我一统西方 而城主称霸东方 岂不两全其美 这时林峰脸色一宁 不好 黑影想要邀请鬼城之主 一起来对付伊苏纳 这下可麻烦了 林峰的心绪再次绷紧了起来 而鬼城主的脸上 却露出了浅淡的笑容说道 有意思 不过这信息来得很突然 阁下不着急的话 不如就到别院详谈吧 现状黑影也答应了下来 一旁的军师见城主已经发话 也只好不情愿地拱了拱手 这时鬼城主回头说道 你们几个先退下 随时待命 林峰原本还想跟上去偷听 但是听到这话 也只好去身答应了下来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 鬼城之主羁绊任务开启 任务一 帮助鬼城之主完善鬼城的规律 奖励 鬼城之主羁绊增加 林峰有些呆愣 想不到羁绊任务真的来了 林峰下定决心 看来得尽快绑定鬼城之主了 这样才能转变他的立场 若是他真的跟黑影联手 那伊苏纳可就危险了 到时东方世界也会跟着遭殃的 神秘黑影竟然要和鬼城之主合作 这下林峰有些坐不住了 可是转念一想 鬼城主这么聪明 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那黑影是想利用他吧 再加上军师从中打岔 我应该还有些时间 林峰转头看向一处院子思索 而今鬼城主和黑影正在谈话 与这里至少隔着三道院墙 该怎么探听他们的对话呢 林峰有些犯难 两个噩梦及恶灵 感知能力和气强大 如果偷偷潜入鬼气 一定会被瞬间察觉的 突然林峰脑中一闪 顿时有了新的办法 随即 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东西 这是之前为小全开发的 一款鬼灵形态的远程监控器 林峰不禁感叹人类的科技 因为监视器没有任何气息 认你是在高级的恶灵 那也是千年前的人物 而人类的黑科技 恐怕他们连剑都没见过吧 而后 林峰操控着鬼灵监控器 开始前行的向院子里驶去 而彤彤则在一旁好奇地观摩着 随着监视器缓缓地前进 很快就来到了鬼城主他们商讨的地方 这里有着重兵把守 而鬼灵监视器十分小巧 很是顺利地快速通过 随即向上爬去 成功爬到房梁上偷听了起来 这时鬼城主正说着话 你所说的计划 我都了解了 但我若助你放出金字塔的鬼灵 你又怎么保证 不会联合他们反过来对付我 军师在一旁附和道 就是就是 你也说过 那些恶灵根本就是你的部下 黑影回应道 城主大可不必担心 我对东方没有任何兴趣 实话说吧 目前我在西方 有着一个极其恐怖的敌人 在解决他之前 我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听黑影这么一说 鬼城主却是歪着脑袋 顿时来了一丝兴致说道 极其恐怖的敌人 说来听听 黑影闻言 神情顿时开始凝重起来 那个恶灵 坐拥数是做鬼城 挥下鬼兵成千上万 可自己却从未露出真身 只是传闻 他有着一双巨大的翅膀 大家都称他为 天使 而在这几十年间 天使的势力迅速扩张 可以说他已然称霸了 整个欧大陆 而今更是打起了 我非大陆的注意 我若不获得更强的力量 那也只有被侵蚀的下场 听完黑影的话后 林峰忽然想起 之前公爵临死前说过的话 如今结合黑影的描述 林峰细思极恐 这简直就是 另一个鬼城之主吧 而且 还是比封都鬼城的城主 更加可怕的存在 鬼城主听完点点头说道 原来如此 这个天使的确可怕 若他的势力继续增强 南宝以后 不会觊觎东方 见鬼城主 有答应的迹象 黑影也是连连附和道 然而 旁边的军师 连忙凑到他的耳边 语气低声说道 城主啊 依我看 这西方世界的恶灵 根本就是一丘之河 说不定 他和那个天使 早就联手了 在这给您下套呢 完了完了 林峰又要开始作妖了 面对黑影的提议 和军师的提醒 鬼城主也若有所思 随即回应说道 我的鬼域自成体系 论实力 我不惧怕任何敌人 这样吧 阁下给我三日时间 我也好了解一下 你说的情况 听到鬼城主的答复 黑影有些不情愿 不过迫于鬼域的规律 黑影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起身之后 头也不回地说道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随即离开了这里 等黑影走后 军师连忙询问起鬼城主说道 城主 您真要跟这家伙合作吗 而鬼城主却是不懈地冷哼道 那家伙肯定还有很多隐藏的秘密 先让他几天 等他跟我们交了底 再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而看到鬼城主的操作 这没答应也没拒绝的做法 凌风不由地感叹了起来 这鬼城主的手段还挺高明的 凭借着鬼域的规律 就算是天使真的来了 应该也奈何不了他 这下 该轮到黑影着急了 然而凌风转念一想 不如趁此机会 将黑影拐片出去 直接灭掉好了 这样伊苏奈何东方就安全了 可就是这个痴心妄想的想法 会让凌风后悔不已 与此同时 在一处神秘的草原上 一只小手轻轻划过 一双白皙的小腿缓缓走过 脚踝上的红绳凌风飘荡着 喂 是凌风吗 此发少女拿着通讯器说着 而后 通讯器里传来了凌风的声音 蝶婆婆 你那边忙完了吗 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蝶婆婆回应道 你说吧 凌风也接着说道 西方那边来了个噩梦及恶灵 打算与鬼城之主一起合作 我想趁着他们还没有联合的时候 先行将它解决 所以需要你的力量 蝶婆婆询问道 你确定凭借我们两个 能够治得住她吗 凌风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应该没问题 我现在有两个噩梦及的鬼灵 还有一个快要复苏成功了 听到这话 蝶婆婆惊呆住了 两个噩梦及 凌风点点头 所以 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戏 见凌风信心满满 蝶婆婆也是答应了下来 挂断通讯器后 蝶婆婆重新用鬼器包裹住全身 嘴里还在喃喃道 看来她的身上 鬼城之中 黑影正在悠闲地散步 而她那噩梦及的鬼器 经得周围的恶灵们连连后退 阁下请留步 一道声音叫住了黑影 黑影随即转头看去 请问还记得我吗 方便的话 不如借一步说话 黑影有些好奇 便跟着凌风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凌风拱手说道 刚才您找城主谈合作 恐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了 黑影闻言有些意外 眼神中顿时浮起一阵寒意 你怎么知道的 凌风笑了笑说道 在下身为鬼城的大司徒 自然有着获得情报的方法 听到凌风的身份后 黑影反而询问起来 你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凌风继续设讨 在下有个不成熟的小提议 或许 您可以试着换一个合作对象 来了来了 凌风的做死计划正在进行中 面对黑影的询问 凌风尖笑地说着 我曾经 在另外一个噩梦及恶灵手下做过事 他跟鬼城之主不同 形势十分大胆 而且他也急需获取力量 你只需要支付我一定的报酬 我便可以为您搭线 文言黑影眯着双眼 开始警惕地打量着凌风问道 你说的 可是真的 这时凌风掏出海螺说道 以阁下的实力 一根手指就能碾压我 我哪里敢欺瞒于您 这是之前他给我的信物 您可以看一下 说罢便将海螺递了过去 黑影结果海螺感应了起来 表情也是有些犹豫 过了片刻 凌风见他许久都不说话 随即假装无所谓地说道 就算我这边没谈成 也不影响您继续等待城主的消息 只不过 就我对城主的了解 怎么也得耗您个十天半个月 不如多个选择 当然 这种事情也无需勉强 您若是不想去 我这就送您出轨城 而凌风已退为进的计谋 也是成功起了作用 黑影思索过后 还是答应凌风的请求 决定一起去寻找他背后的大脑 凌风躬身说道 我这就去安排 明天一早 我们在城门外会和如何 黑影问了一句 便转身离开了 在凌风和蝶婆婆的计划里 第一步 是诱骗黑影去见另一个合作者 必要使用海螺证明 第二步 蝶婆婆先行剿灭一处恶灵聚集地 将那里伪装成自己的巢穴 并布下多重鬼运陷阱 第三步 凌风带黑影前往巢穴 并假装和蝶婆婆谈判 借此机会 将他完全封死在那里 第四步 利用陷阱 一人一鬼合力将其击杀 同时刘青竹在封锁区外进行解析 作为万无一失的后备方案 想到这里 凌风脸色一黑 时间有限 暂时只能做到这样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黑影跟鬼城之主连手 另一边 得知计划的蝶婆婆 已经找到了一处巢穴 在消灭完里面的恶灵后 便拿出通讯器联系凌风 巢穴我已经搞定了 但还需要一些时间布置陷阱 我给你一个坐标 你明天带他过来吧 看着通讯器的消息 凌风也是整装待发 这时 凌风扭头看到 红彤竟然正在屋檐上 追赶着一只鬼猫 凌风脸上顿时无语地喊道 童童 放开那只小猫 随即抓着童童嘴巴说道 还有一只呢 都放出来 而童童嘴里也吐出一只鬼猫来 凌风叹了口气说道 跟你说了多少次 男家不收养流浪猫 这小鬼屋哪里承受得了 你们的殷气 突然 童童露出了一个 委屈巴巴的表情来 人畜无害的大眼睛里 透露着祈求的目光 凌风很是无奈 好了好了 带你去逛逛夜市吧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凌风骑着鬼马 正在鬼城之外静静地等候着 可是等到约定的时间后 依旧不见黑影的到来 凌风有些郁闷 难道他不上讨 没打算来吗 突然之间 天空开始乌云密布 将为连忙提醒凌风说道 快看天上 紧接着 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响彻云霄 顿时 凌风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气 正在朝他席卷而来 凌风下意识地认为 这应该是黑影在试探我 连忙提醒鬼灵们都别出来 千万不能暴露 果然 见凌风不为所动 黑影便从乌云中露出身影 随即落在凌风面前说道 大司徒好定力 既然准备好了 那就带路吧 听到黑影的话 凌风黑黑一笑 搓了搓手指间说道 阁下是不是忘了什么 说好的报仇 黑影闻言哼了一声 当即甩给凌风一只金色小鸟回应道 当然记得 这是金语护盾 可以抵御任何一次深渊级的攻击 算是便宜你了 凌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不错 那就多谢大人您了 不过凌风心中却是洋洋得意 这个傻子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随即继续说道 路途遥远 还请大人展开鬼律 跟随我来吧 凌风调转码头 开始朝着约定的地点奔驰而去 随着鬼马不断前进 等到路程过半 凌风却感应不到黑影的气息时 连忙询问江维他是否还在跟着 江维回应道 黑影还在 只不过很谨慎 距离离得很远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正当凌风思索之际 面前的空间突然出现一个裂缝 凌风和鬼马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直接冲了进去 凌风急忙刹车停下 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是端进了鬼域中吗 难道是跌伯伯 可是下一秒 凌风瞬间意识到不对 只因鬼域上方 突然出现一双巨大的眼睛 凌风惊恐不已 这是黑影的眼睛 而黑影却是缓缓地说道 臭小子 早就觉得你不对劲 这世上可没有什么伎俩 能够瞒过我的双眼 原来你 根本就是个人类 在被黑影识破身份后 凌风的心脏 开始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黑影也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就说一个恶灵 身上怎么还有其他恶灵的气息 已果然有猫腻 我的眼睛 拥有看透灵魂深处的能力 就你一个人类 竟然还想要算计 黑影开始疯狂地大笑起来 而凌风心底 已然涌出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看着识破自己计谋的黑影 凌风脸色极为难看 这种被完全看穿的感觉 让他现在不知所措 而他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得赶紧寻求蝶婆婆的帮忙 凌风摸向口袋 想要掏出通讯器进行联系 但是凌风心中想的 已然被黑影察觉到了 一股黑雾一掠而过 瞬间就把他的通讯器夺了过去 嘴里还在嘲讽道 想要给谁通通报信啊 还是乖乖受死吧 黑影说完就不再废话 直接向着凌风发动了攻击 完了完了 偷鸡不成18米 凌风反被黑影套路了 就在刚刚 黑影朝着凌风进攻而来 感应到凌风有威胁 邪灵彤彤瞬瞬间出现 利用自己的攻击 挡住了黑影的进攻 死死地把凌风护在身后 凌风不敢怠慢 连忙换上鬼甲说道 想杀我 我可没这么容易死 随即一声令下 全体出战 顿时 所有的鬼灵们齐齐出动 全都出现在了黑影的鬼域中 而看到伊苏娜也出现在 凌风的队伍时 黑影十分震惊 他根本不敢相信 伊苏娜竟然会跟在人类身后 就在他愣神之际 将为率先出手 紧接着 大量的女战士从金字塔冲出 而黑影却是哈哈一笑 散去眼睛后 神影出现在鬼域中说道 伊苏娜 你来东方 就是来找这几个帮手吗 说话间 黑影使出了一招民主之路 那些女战士根本抵挡不了 瞬间就被劈成了两半 而见手下被轻易解决 伊苏娜眉头紧皱 顿时释放出大量鬼气 漫天的黄沙伴随着其他鬼灵的攻击 统统朝着黑影猛然冲去 全力抵挡黑雾的侵蚀 而姜威的出手 也让黑影认出了他的鬼气 巨大的话卷被直接打出了一个口子 原来是你 当初在灵墓破坏我计划的鬼灵 随即嘲讽说道 不过这实力 怎么一点也没长进 见姜威的虚化能力 居然对黑影没有任何作用 林宗不禁瞳孔紧缩 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 与此同时 林宗发现这黑雾 他射出无数道鬼灵 试图将他们逐个击散 姜威也会出鬼灵法阵 阻止他们继续入侵 然而这样的做法 效果却是微乎极微 黑影操控着漫天飞影 很快就把林宗他们团棚围住 并快速地向里继续压缩 林宗紧张地咬牙切齿 连姜威和伊苏娜都不能压制他 这黑影到底有多强啊 而就在林宗思考之时 黑影突然哈哈大笑说道 给你们见识一下有意思的东西吧 说吧 黑影的眼睛瞬间睁大 林宗感受到异样的目光 连忙用手捂住了双眼 姜威也是连忙提醒 林宗 这黑雾能屏蔽我们的感官 你要小心 姜威还未说完 林宗已然听不到他的声音 就连姜威的声音 也在慢慢消失 林宗急忙喊道 姜威 红红 喧华 你们在哪 然而他们并没有回应 林宗发现 自己的视觉消失了 连喊出的声音也被吞没了 难道是黑影的特殊能力吗 可就在这时 黑影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没有无感 甚至失去第六感 现在的你们 和废物没啥两样 接下来 好好重温一下 你们灵魂深处最可怕的噩梦吧 然后一朝梦魇惊喜 黑影的能力瞬间施展 顿时一人三鬼的心魔 开始在脑海中翻涌而出 完了完了 红彤以身影扛黑影的权力一击 可却落了个身骚到陨的下场 就在刚刚 一人三鬼被黑影拉入了噩梦幻境中 相为被围的困境 依苏那父亲死亡的痛苦 喧哗失去林子墨的哀伤 还有 林峰看着彤彤和胡爷爷 一起摔下高楼的场景 这一幕幕惨烈的回忆 死死地将他们困在其中 忽然 一道声音惊醒了林峰 还在发什么呆啊 再不行动 可就来不及了 林峰低头看去 彤彤的蝴蝶结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林峰连忙使出心神链接 随即一拳打破幻境 对着鬼灵们大声喊道 都给我醒来 顿时 众鬼灵们全部打破了黑影的梦影侵袭 重新出现在鬼律之中 林峰提醒道 金字塔和黑影是本源 都拥有精神类攻击手段 好在有心神链接 大家稳住 趁此机会 林峰连忙拿出海螺并将其吹响 平摊一人的力量 只能做到托缓时间 希望蝶婆婆能尽快赶来支援 而见他们摆脱梦影 黑影倒是有些意外地说道 有意思 不过 我已经不想浪费时间了 出来吧 托特 话音一落 一个人头从权杖中钻了出来 随即奸笑地说道 嘿嘿 好久不见了 小伊苏娜 看到这一幕 伊苏娜顿时睁大了双眼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竟然是法老托特 没想到吧 我还是成功与前辈融合了 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永生 说话间 托特与黑影融合在了一起 紧接着 林峰便看到 一个巨大的诡异眼形法阵 赫然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系统提示 托特与等级噩梦二阶 而如此强大的实力 着实让林峰大吃一惊 可此时的伊苏娜愤怒到了极点 怒吼的发起攻击说道 你们两个 都是我的仇人 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见状 林峰让江维和彤彤 多配合一下伊苏娜进攻 希望能多撑一些时间 等待别婆婆的到来 然而 伊苏娜的进攻丝毫不起作用 托特与单手便将攻击尽数吸收 随即嘲讽说道 没用的 你的力量来源于金字塔 而我的力量却凌驾于它之上 所以伊苏娜 别白费力气 说着手中开始凝聚能量 周围的埃金女战士和鬼马 全都被托特与给吸收了 是时候 让金字塔回到我们的手上了 随即 托特与直接把所吸收的力量 猛然砸向了金字塔 林峰他们连忙躲避 可是面对托特与的攻击 他们根本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这时 托特与开始汇击鬼气 全都聚集在了权杖之间 顿时权杖变化成一根漆黑的长矛 然后朝着伊苏娜狠狠地射了过去 随即得意地说道 伊苏娜 放弃挣扎吧 被这烟灭长矛击穿 会死得很痛快 危急时刻 彤彤手持大刀 猛然出现在伊苏娜的面前 深渊防御直接施展开来 想要一次挡下长矛的进攻 然而 就在两者接触的刹那 彤彤的深渊防御被瞬间击碎 而长矛的威力丝毫不减 就这样 凌峰眼睁睁地看着 长矛直接贯穿了彤彤的身体 身影逐渐在凌峰眼前快速消散 戏特提示 战斗失败 伪灵彤彤彤 正在湮灭 来了来了 蝶婆婆终于是赶到了 看着彤彤的身体正在快速消散 凌峰满脸的不可置信 嘴里一直在喃喃地低吼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然而 当看到蝴蝶结正在慢慢消散之时 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也在慢慢地变成可能 凌峰撕心裂肺地耐喊着 开什么玩笑 系统 你快让彤彤复原了 然而 系统却是沉默不语 并没有给凌峰做出回应 突然 一道攻击猛然落下 凌峰下意识地冲了过去 将蝴蝶结死死地护在胸口 用自己身躯硬生生地挡下了攻击 一旁的图特影打去地嘲讽道 竟然是个替死鬼 也好 那你们就一起陪葬吧 说完便开始哈哈大笑了起来 听到图特影的声音 凌峰的怒火爆发到了极点 随即表情猙獰地嘶吼道 图特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只见凌峰咬牙切齿地说完话 双眼开始变得血红 直接将真无鬼刀握于掌中 顿时使出了血迹增幅的能力 瞬间 凌峰的寿命开始飞速减少 而所有鬼灵们的实力 也全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看到彤彤的烟命 伊苏娜和姜薇同样愤怒到了极点 作为进攻的主要战力 两鬼瞬间全力出手 不带任何保留地攻向了图特影 而图特影也很震惊 怎么回事 他们的实力怎么增长了这么多 在扛下他们的攻击之后 图特影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这时 一阵咔咔咔的声音忽然响起 只见无数条战蓝色铁链 从伊苏娜的身后猛然涌现 朝着图特影飞射而去 紧接着 轩华利用鬼进的复制能力 配合凌罗的无数伞分身 一起将图特影团团困住 然而 当铁链和攻击全都命中之后 图特影却依旧还在挣扎 并没有被成功击杀 而灵风的体力 也已经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灵风不甘地苦苦硬撑着 心中依旧不肯放弃 到极限了吗 可是还是没办法解决它呀 就在灵风即将陷入昏迷之际 一道身影出现在灵风眼前 紧接着 蝶婆婆将鬼律击开了一个裂缝 而在看到蝶婆婆的到来 蝶婆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昏死在了灵罗的伞跟身上 见状 蝶婆婆也怒了 眼中迸发出狠度的杀意 随即单手汇聚出三颗能量球 一招换炎富鬼神 顿时无数粗壮的红绳 瞬间化化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出现在了图特影的周围 图特影又是震惊起来 怎么又来了一个噩梦及鬼灵 这人类是怎么回事 随着蝶婆婆一掌握拳 红绳网瞬间收缩 朝着图特影的位置快速压缩 然而关键时刻 图特影重新化成一道黑影 就在红绳网即将封死的一瞬间 直接一溜烟地逃了出去 看着黑影一闪而过 蝶婆婆本想着追上去将其解决 可是想到凌峰还在昏迷之中 无奈只能摇了摇头说道 算了 还是先救凌峰要紧 此时凌峰虚弱地躺在喧哗的怀里 蝶婆婆换出几只蝴蝶 认真的检查了凌峰的身体后 忍不住叹气说道 看来是用了消耗生命力的尽数 直接把身体给掏空了 说罢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血迹增幅火力全开 凌峰以寿命为代价 将所有鬼灵的实力全部提升 蝶婆婆也顺利赶来支援 然而即使如此 却依旧让图特影逃走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此时的天空 正熙熙地下着小雨 似乎也在暗示着童童离去的悲伤 突然 凌峰猛然睁开双眼 顿时从床上坐起身来 嘴里还在呼喊着童童的名字 紧接着 凌峰迅速起身 在掀开帐篷时却突然愣住了 童童正静静地蹲在帐篷外面 凌峰不敢相信地询问道 童童 你没事了吗 而听到凌峰的声音 童童扭过头疑惑地看着她 凌峰再也忍不住 蝶芒抱住童童说道 太好了童童 你没事就好 是不是蝶婆婆救了你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然而 在接触到童童身体之后 凌峰的双手却出现了消散的粒子 紧接着 童童的身体也开始慢慢消散 化成黑色的粒子随风飘荡 而后 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 也开始变得空洞无神 而看到这一幕的凌峰开始抓狂起来 不不 童童 你怎么了 可任凭凌峰如何呼喊 也依旧阻止不了童童的离去 忽然 凌峰大叫一声 再次从床上猛然惊醒 凌峰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说道 难道刚刚的一切 都是我在做梦吗 难道说童童 真的已经 凌峰的泪水已经止不住地流淌着 凤凤里满是童童被刺穿的画面 这时 凌峰下意识地去摸林口处的蝴蝶结 却发现童童的蝴蝶结 早已经逐见了棕壁 凌峰似乎想到了什么 蝶芒掀开帐篷 但是帐篷外面 却没有看到童童的身影 凌峰惊慌地跑了出来 嘴里还在大声地呼喊着 童童 别完了 快点出来吧 然而回应她的 只有那稀稀利利的下雨声 很快 凌峰跑到了山顶之上 在看到蝶婆婆他们的时候 便停缓了自己的脚步 只见鬼灵们正围着一个石块 而石块上面 赫然是童童的鬼灵信物蝴蝶结 当看到凌峰的到来时 鬼灵们都是一副哀伤的表情 这时蝶婆婆说道 凌峰 童童的鬼灵信物已经破损 而且已然无法修复 如今能做的 便是利用轻竹的能力 将它暂停在目前的状态 很遗憾 我们没能救回它 看着这破损起暗淡的蝴蝶结 凌峰双眼呆滞 内心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在心里疯狂地内喊着 系统告诉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复活从头 然而系统依旧沉默不已 见系统没有任何回应 凌峰无力地缓慢向前 直接跪倒在了石块面前 用力地砸着眼前的石块 此刻的他已经恨透了自己 回想起自己的过往 为了当上遇鬼是一直不断变强 而今已经成为他人眼中仰视的存在 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吗 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保护不了 两次了 连续两次都没能好好保护住童童 或许那些小孩说的没错 我根本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此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凌峰的身影看上去 显得是那么的脆弱无力 世界上真的有起死回生的法术吗 看着那个孤立无缘的身影 蝶婆婆发现 凌峰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随即连忙上前 搭着凌峰的肩膀说道 凌峰 当时那种情况也不能怪你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黑影居然有那样的特殊能力 而凌峰已然有些失神 只是自嘲地笑着说道 明明蝶婆婆你警告不 噩梦及鬼灵的可怕 可我还是太自以为是了 凌峰阴沉着脸 反正 现在说什么也没意义 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随即 凌峰转身离开 无助的身影净显凄凉 而鬼灵呢也没有阻拦 只能放任他独自离去 很快 时间转眼来到了三天之后 此时将威看着凌峰孤单的背影 眼中满是担心 而凌峰已经不吃不喝三天了 如此颓废下去 也让蝶婆婆于心不忍 于是 蝶婆婆来到了凌峰身边说道 凌峰 我有话跟你说 本来我是不打算说的 因为就连我也不能确定 它是否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具体的操作我也不清楚 可我也不想继续看你颓废下去 所以即使机会在渺茫 也比你现在这样自暴自弃好 我曾经听闻 这世界上 有着一种可以复原灵魂的秘术 蝶婆婆刚一说完 系统的声音就突然响起 凌峰被这一声惊得瞪大了双眼 系统提示 鬼灵彤彤复苏任务开启 找到复活鬼灵的幽名巨魂术 奖励 彤彤彤复苏进度增加 听到系统的声音 凌峰突然回头对着蝶婆婆说道 巨魂术 而这一操作 吓得蝶婆婆猛然一惊 随即回应道 怎么 你也听说过吗 凌峰有些汗颜地说道 好像有吧 心里也是重燃了希望 难道彤彤 真的有复活的可能吗 蝶婆婆继续说道 我也是在联盟总部收集图书时 偶然看到的一本书籍 不如 我们启程一起去找找 而凌峰一扫之前的颓废答道 真的吗 见凌峰有一些精神 蝶婆婆点了点头 所以凌峰 赶紧振作起来吧 这时鬼灵们也都聚集了过来 姜薇也握着拳头说道 太好了 我们也会一起帮忙的 看着几个鬼灵们 信心满满的笑容 凌峰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说道 谢谢你们 这几天让你们担心了 我们还有共同的伙伴 以及共同的敌人 红红的仇 我凌峰非暴不可 这时一道阳光冲破阴霾 似乎也昭示着 彤彤复活的希望 第二天一大会 遇鬼市联盟的图书馆 告示今天闭馆 凌峰认真的翻看着每一本书籍 心里也是十分震惊 想不到蝶婆婆 居然收集了这么多 分门别类的书籍 也算是帮助人类 保留了文化遗产吧 而在几位鬼灵们的 合力查找下 姜维很快就找到了 那本记载着 幽冥巨魂书的书本 见此 凌峰连忙把书 递给了蝶婆婆 想要让她确认一下 这是否是 她之前所说的书籍 蝶婆婆看完后说道 这本书虽然是西方的 但却记载了 东方民族的一些传说 其中就有提到 一种古老的藏地巫术 那便是巨魂之术 起死回生的法术 真的存在吗 书中曾经记载 在古老的东方民族传说中 有一种名为 巨魂术的藏地巫术 只不过 这是针对人类复活的术法 需要通过法器 收集死者的灵魂碎片 再将其灌注到 修复的肉身里 但是这种做法 太违背天道 而且凶险万分 施术者更是需要 踏入民主之中 而历史上尝试过的人 无疑都在最后一步失败了 甚至酿造出了 更大的灾难 所以这本书 应该就是我曾经看到的那本 可林峰不禁询问道 全都失败了 那岂不是说明 这个方法是没有作用的 吓得林峰他们心脏病都快犯了 两个壮汉扛着两个音响 出现在门口 薛婆婆也紧随其后 随即扭动着身姿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啊 领导大驾光临 老婆子我迟到了 薛婆婆说完 还不忘摆了个puff 接着又笑眠眠继续说道 为表歉意 我便表演一曲九队的蝴蝶 献给别领导 别婆婆文言可乐可回应道 不必了 林峰也是连忙白白手说道 薛婆婆不是监狱总管吗 难道图书馆也是他在管理吗 然而薛婆婆并没有理会 而是靠近悄悄地说道 刚才不小心听到你们的讨论 不瞒您说 我有一个秘密藏书库 那里正好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说完 薛婆婆便带着林峰他们 直接来到了图书馆顶楼的阳台上 请看 这就是全世界最冷门 也是最神秘的知识宝库 汇聚了老婆子一生收集的绝版真体 然而 看着天台的某处 有个神似摆地摊模样的货架时 爹婆婆和林峰都傻眼了 很是无语地吐槽道 你这是违规建筑吧 而旁边居然还养着几只鸽子 薛婆婆眨了眨眼 就说道 年轻人不懂了吧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东西放在这里 可比什么黄金仓库保险多了 快来看看吧 此话一出 林峰突然感觉很有道理 毕竟这种地方 估计连贼都看不上吧 薛婆婆直接上手 踩着梯子直接进去翻箱倒柜 顿时许多的灰尘翻涌而出 没多久 薛婆婆就在书架找到了 一本刻画着羊头铺楼的书籍 薛婆婆说道 这本 就是刚才提到的 巨魂书的古籍原文 东方的秘书 当然只有咱们自己的书 能讲明白了 薛婆婆拿着放大镜 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当地古文字 你们应该看不懂 不过没关系 就让老婆子我来给你们翻译翻译 世间的一切的人类 都有灵魂与肉体的主次之分 而身体只是灵魂寄居的可 为了避免身体的损伤 殃及灵魂 随机寄宿在其他东西之中 有可能是一棵树 一头牛 也可能是衣着配饰 山川湖泊等无生命的物体 而这些物体 被统称为魂命物 魂命物 乃是灵魂生前制造出的特殊分身 会分别寄宿在其他东西之上 书接上回 由于人死后因怨念过重 灵魂变化成恶灵的情况 此处暂且不谈 一般人死后 灵魂会飘散至冥界 因此很难再度凝聚 所以要想重塑灵魂 不仅需要找到魂命物 还需要收集其生前和死后的灵魂碎片 其中 需要使用冥界的祭品 才能打开民主之门 将飘制冥界的碎片召回 与其他碎片融为一体 而最后一步 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那就是施展巨魂法阵 将凝聚的灵魂灌注到肉身之中 便能做到起死回生 此法乃是先代祭司所传 也被称为幽名巨魂术 听到这里 凌风激动地说道 这样就说得通了 另一本书中记载的 都是仙人在最后一步失败 也就是无法将灵魂注入肉身 但童童本来就是没有肉身的鬼灵 所以只需完成前面几步 就可以完成复活了 蝶婆婆听完也回应道 确实如此 可蝶婆婆也提出了新的疑问 魂命物可以去她生前的地方收集 在冥界祭品了 我们又该去什么地方寻找了 这时薛婆婆抽出一张古迹说道 不瞒您说 这个我也找到了 他们分别是 黄金扶桑 都魂笔 三头犬牙 和鲁斯之眼 孟婆汤 等等 有和鲁斯之眼 伊苏娜突然说了一句 凌峰连忙询问道 伊苏娜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伊苏娜回应道 我怀疑 与图特融合的那个黑影 应该就是和鲁斯的化身 凌峰也是一愣 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蝶婆婆 而蝶婆婆笑了笑说道 那正好可以解决她报仇 再取她的眼睛作为祭品 这时系统提醒 彤彤复苏任务2 找到彤彤的所有魂命物 收集生前的灵魂碎片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听完系统的提示 凌峰却突然皱了皱眉头 因为她也不知道 彤彤生前的经历是怎样的 这回命物该去哪里寻找呢 而且姜薇还告诉凌峰 生前的灵魂是没有鬼气的 所以也无法用追踪的能力进行寻找 凌峰想着彤彤的穿搭 根据彤彤的形象 似乎有一些西方的特别 所以时代应该不是特别久远 思索之间 凌峰忽然灵光一闪 很快想起了之前公爵的玫瑰古堡内 那幅有着和彤彤一模一样的蝴蝶结 凌峰感觉不是巧合 彤彤应该和曾经的猎魔家族有过接触 那么下一步 就是前往西方 找到真正的玫瑰古堡 但是 想要弄清楚古堡的确切位置 那就需要查阅大量的西方古代史 别婆婆说道 图书馆虽然有些存货 但大多数都是外语书籍 些语言文字各不相同 所以还得先学习各种语言才行 凌峰回应道 了解 我这就去学 而两位婆婆却是一脸惆怅 这小子 该不会以为学习跟吃饭一样简单吧 先不说西方的各种语言 就单单西方国家的历史书籍 可能都要堆满一个房间了 薛婆婆叹气道 多好的小伙子 可惜余生 怕是要在图书馆里度过 重新回到图书馆后 工作人员将有关的书籍全都拿了过来 什么伊大陆史欧大陆史 各种古饭与古希腊语等等书籍 简直是堆积如山 而凌峰却是懒散地躺在沙发上 只是简单地道了声感谢 可他自己根本没有想看书的欲望 而后 凌峰睁开眼 把鬼灵们全都换了出来 所谓重鬼施柴火焰高 凌峰并不打算用正常的方式 毕竟鬼多势众 而且喧哗和僵威 都是拥有超强的语言能力 只要鬼灵们一起学习 再通过心神链接 直接就把知识直接注入到大脑里 这样只需要睡睡懒觉 就可以做到学识渊博了 不过有一说一 这种操作放在今天 那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就这样 凌峰笑嘻嘻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 蝶婆婆一早便来到了图书馆 随即询问起凌峰是否还在 而看到蝶婆婆的出现 管理员着实吓了一跳 连忙点点头表示还在 见此 蝶婆婆无奈地拍了下额头说道 本来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她竟然真的自己查了 都不来找我帮忙了 可就在蝶婆婆准备上去之时 凌峰抱着一本书 已然从楼上走了下来 随即朝着蝶婆婆打起了招呼 蝶婆婆好奇地询问道 凌峰 怎么样了 需要我帮忙 可话还没说完 凌峰就抢先打断蝶婆婆的话说道 我已经全部看完了 蝶婆婆顿时压麻呆住 这 这就看完了 见蝶婆婆很是惊讶的表情 凌峰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连忙转移话题说道 也是多亏了婆婆的书籍 不仅种类齐全 而且划分得很细致 我这才找到了古堡的位置 对此蝶婆婆也没多问 毕竟奇怪的是对于凌峰来说 那就不奇怪了 随后 凌峰根据找到的资料并组合在一起 成功绘制出了西方世界的地图 将其顺势展开出来说道 当初在公爵幻境里 从我看到的文字以及建筑装饰来推断 玫瑰古堡如今的所在地 是在欧大陆的最西北边 有一个叫斗牛国的地方 时代距今不超过300年 蝶婆婆有些意外 想不到古堡的位置居然这么远 凌峰接着说道 那里是血毒和猎魔人的发源地 也是曾经最强盛的帝国 而天使的发源地也是欧大陆 估计也离那里不已 蝶婆婆明白过来 要是这样横穿过去 必然要经过天使的领地 那样风险就太大了 随即凌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我计划走一条更迂回的路线 从较为温暖的南部绕行 途经一大陆和非大陆北部 再乘船跨越地中海 最后直接抵达那里 而对于没去过的险地 凌峰决定先不使用喧华的闪盾 必要是可以应对突发状况 对此 蝶婆婆点点头表示认可 这样也好 只是 我还需镇守东方 此次旅途便不能与你同行了 而凌峰也是笑着说道 放心吧 我自己去没问题的 只是还要拜托蝶婆婆帮忙 多盯住图特影的动向 蝶婆婆也是答应了下来 另外还有一件事 说话间 蝶婆婆忽然单手一台 一股鬼气开始在手中盘旋起来 规划好路线后 蝶婆婆忽然叫住凌峰 随即单手一台 一股鬼气开始在手中盘旋起来 很快 那团鬼气逐渐上升扩大 而图书馆的书籍和建筑开始迅速凋零 只是眨眼的工夫 原本干净整洁的图书馆 顿时变化成了一片废墟 林峰十分震惊 已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蝶婆婆拍口解释 你知道 我的鬼欲展现出来的 是对未来景象的折射 当看到面前一片破败的景象时 林峰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随即惊恐地说道 难道说 连狱鬼是总部也会 话音未落 蝶婆婆沉重地回应 没错 每一次的预知 结果皆是如此 整个世界都将被毁灭 而我也一直在寻找造成这样的原因 林峰好奇地询问道 难道人类被恶灵灭绝了吗 可蝶婆婆却否定了这个看法 一开始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 以及我对鬼城之主和天使的了解 他们的目标 只是想要扩张领地霸 而不是毁灭世界 退一步来讲 就算人类全部灭绝了 世界也不应该是一片废墟 反而植被会更加茂盛才对 林峰顿时有些汗颜说道 确实 那么剩余的可能性 就是金字塔的十二只恶灵 亦或是东西方的巨型战争 又或者 这世上还有比天使 比我们目前知道的一切更加强大 更加危险的存在 蝶婆婆点点头回应道 没错 所以此次西行 我也希望你们顺带观察一下 看看事故真的存在 一些隐藏的实力强大的敌人 林峰文言表示没问题 在结束与蝶婆婆的谈话后 林峰让轩华使用闪盾 将自己传送到了海城城珠堵中 毕竟出发之前 还是要跟人类老婆们告个别 看着眼前的花园 还是和以前一样 林峰顿时感觉恍如隔世 没有了彤彤的身影 连花园也显得那么的冷清 就在林峰怀念之时 一道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林峰回头望去 才看到来人是颜会长 颜会长微笑地说道 欢迎回家 最近还好吗 可在听到颜会长的声音后 林峰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哀伤 眼泪瞬间哗哗地流着 随即直接冲进颜会长的怀中 开始失声哭诉起来 而颜会长也是轻轻地 抚摸着林峰的脑袋 温柔的安慰说道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二天 颜会长带着柳如和姐妹发 翻送林峰出了海城 卓琳拿着一盒点心说道 林峰 这个给你路上吃 一定要平安回来 而卓宇 却是恶狠狠地指着林峰说道 你要是赶不回来 那我跟姐姐就去西方找你 直接把你押回来 见此 林峰认认真真的回应道 其实 你们这么照顾我帮助我 我真的非常感激 之前一直忙着出任务 反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总之 我会好好珍惜的 而面对林峰突然的告白 颜会长几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随即笑着说道 你要是想感谢 不如多带一些天才地宝回来 柳如也回应道 海城你就不用担心了 怎么说我们现在 也都是大佬级人物了 最后 在几人告别声中 林峰正式踏上了去往西大陆的旅途 而在旅途之中 林峰也不忘刷怪升级 很快来到了一座名为 拉雅雪山的山上 望着这一片白雪矮的山脉 林峰不禁赞叹 拉雅山脉地处云层之上 只存在不惧怕阳光的深渊及恶灵 因此 此处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自然也无需边界强了 所以 只要穿过这条山脉 便是正式踏进了西大陆的世界 而通讯器也传来了魏小全的信息 林峰 我已经按你要求的 将卫星挪动到西方世界的上空了 所以通讯也可以完全覆盖 根据探测结果 整个西方鬼多人少 等级也比东方更高 你千万要小心 接收到魏小全通讯时 雪山的另一边 有两道身影正在前行 其中一人忽然喊道 快看 那是什么 另外一人却是激动地喊道 是神迹 是神灵现身啊 林峰跨越拉雅山脉 两名登山人连忙跪了下来 朝着所谓的神灵进行扣盖 几天后 林峰来到了万神国的首都德城 可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林峰却是十分疑惑 不是说西方鬼多人少 人类都快要面临灭绝了吗 可眼前的场景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书里说他们崇拜很多不同的神 而且非常虔诚 林峰疑惑地挠了挠头 难道 真的是受了神明的庇佑 使得恶灵无法接近吗 就在林峰思索之际 一名异国女子忽然来到她的身边询问道 先生 你是外国人吧 怎么会来我们万神国 见此林峰编了个理由 我从东方而来 来这近货珠宝商的 当得知林峰的目的 女人双掌合一 兴奋地邀请林峰参加他家的祭神节餐会 觉得了解一下当地的林峰也不错 便开口答应了下来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会馆里 女人继续说道 对了 我的父亲是德成的城主 这里是节庆的主会场 女人刚说完 就有一位随从为林峰套上了花环 嘴里还说着祝福的话呢 愿神明保佑你 这时 女人在城主旁窃窃私语一番后 便起身喊住林峰 让他过来一下 随即介绍道 父亲 这位就是来自东方的商人 德成城主欢笑地朝着林峰挥了挥手说道 幸会幸会 来者都是客 请这边上座 秉着入乡随俗的规矩 林峰同样双手合适行了一礼说道 那就多谢城主的款待 等坐到自己的座位后 林峰便开始打量四周的人群 赫然发现 这些受欢迎的宾客 好像都不是本地的居民 思索之际 林峰让江维使用隐秘门礼 悄悄去周边探查一下 看看这城主府里有什么古怪 江维答应一声 当即使用隐秘之术悄悄离开了 片刻后 城主端起酒杯说道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祭神节 多亏了神明们的保佑 我们才能免受邪恶的侵害 享受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举杯庆贺万神吉祥 有了城主的置信 所有人都跟着城主高呼万神吉祥 随即端起酒杯喝了起来 只是喝了一口 林峰就觉得这酒属是真香 让人忍不住想多喝几杯 这时江维忽然出现说道 林峰 这里确实有古怪 后院里有人往酒筒里对了迷药 听到这话 林峰直接吐了 惊恐地咳了好几声说道 你倒是早说呀 我都喝了好几口 然而江维告诉林峰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就算直接把迷药当饭吃 也没什么影响的 可林峰有些想不通 城主给这些外地人下药 到底是想干什么 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 想看看这城主在玩什么把戏 很快时间就过了一个小时 此时在座着的宾客 无一步昏迷倒在了地上 而看着帅气的林峰 女人还觉得有点可惜 想要趁机脱去房间里给伴了 然而城主却不给机会 你还在磨蹭什么呢 抓紧时间 女人心有不甘 但还是让人把林峰抬了出去 就这样 林峰和其他人一起被抬走了 来到外面 户卫把这些晕过去的宾客 全都扔到了一辆大推车上 经过一番操作后 林峰趁着户卫没注意 偷偷睁眼观察了起来 便看到他们身处在一个山洞之中 墙壁上还有类似肉球的东西 而且在岩壁的中间还有一条铁轨 铁轨上面挂满了一块块肉片 这些肉片在铁轨的运转下 全都被送到了一台机器厂 随着机器的碾压和搅碎 最终流入到了一个巨大的桶工 很快 林峰和其他被迷晕的兵客 全都被锁到了一个铁轮中 等他们走后 林峰连忙坐了起来 可外面的景象 却让他皱起了眉口 只见在这个巨大的洞穴中央 有着一个全是血水的巨坑 巨坑边上 还有着无数数不清的集装箱 集装箱里面装的不是东西 而是同样被迷晕的外乡人 这里不仅关押着青年人 还有不少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孩 没摸清楚状况的林峰 也不敢轻举妄动 想了想 林峰利用自己超长的听力 准备听听守卫们在议论什么 今年给神献祭的孩童 怎么又减少 是啊 女人越来越少 生育率还在不断降低 能不少吗 听到这里 林峰有些疑惑 给神的献祭 难道说刚才那些肉全都是 林峰顿时明白过来 我就说这地方怎么如此反常 原来这里的统治者 根本就是给人类洗脑的恶物 这时又有一个守卫跑过来说道 我不是说了吗 让你们再带一批人下去放血吗 池子要是不新鲜了 就不怕神明发怒吗 而一个守卫无所谓地 摆了白手回应道 不会吧 才过了三天而已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身后的血池开始涌起一个巨大的声音 外表看似辉煌的国度 背地里却坐着飞人的勾当 而在巨大的洞穴之下 一个黑影缓缓浮现 守卫们转头看到这一幕后 脸色纷纷下的惨白 已然惊慌失措地说不出话 这是血池中的恶灵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巨大的獠牙配上数根诡异的触手 看上去显得十分恐怖 下一秒 一根触手猛然缠住了一个守卫 守卫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只是片刻间 这名守卫就直接被拉到空中 瞬间凝成了麻花 见此 刚刚还无所谓的男人 吓得直接瘫倒在地 不断地祈求着神明不要发弄 林宗看着这一幕也有些意外 想不到这居然是一只深渊三阶的恶灵 然而很快 那名守卫也步了同伴的后尘 另一名守卫急忙让人带上圣餐 连同那些被抓的人也带过来放血 顿时两名守卫连忙抬着铁筒赶过去 接着守卫又让人员 将关押林峰他们的铁笼打开 要将他们拉出去放血 好几名兵客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们全都绑好带了下去 林峰自然也在队伍之中 不多时 几个大捅和数名人类 就这样被摆在了血池前面 守卫人员恭敬地说道 伟大的壁舍者大人 我们这就为你献上最新鲜的供品 然而恶灵根本没理会他 直接叼起肉片吃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除了林峰以外 其他人都是被吓得浑身颤抖 有些甚至被直接吓尿了 看着这些人在不断鬼叫 守卫顿时怒 只是一位叫得最狠的人说道 吵什么吵 待会就从你开始放血 见状男人不断地求饶着 可守卫根本不理会这些 直接掏出匕首准备冻水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守卫眉头紧重 脸色十分不悦地转头看去 而林峰已然挣脱绳子的束缺 起身很是不悦地说道 我觉得你们的脑子有问题 说话间伸手指着恶灵 这样的神 根本没有必要崇拜 这恶灵也太丑了吧 林峰满脸嫌弃 怎么会有人把这样的东西 当成神明呢 话音刚落 恶灵的眼神已然锁定了他 口中更是不断在低吼着 而见恶灵发怒 一鸣守卫勃然大怒 拿着短刀就朝林峰砍了过去 你竟敢亵渎神明 简直是找死 可刀还没触碰到林峰 电已被喧哗的红线瞬间撕裂 而他自己也在红绳下被撕成了碎片 守卫们看到这一幕全都愣住 恶灵见状 直接射出自己的诡异触手 顿时就将林峰的手腕和脚腕给缠住 随后将其直接扔进嘴里 而林峰根本没有反抗 就这样任由他摆布 因为林峰已经发现 这恶灵虽然是深渊三阶 但却处于虚弱状态 根本不需要鬼灵的出手 而见林峰如此轻易地就被吞掉 这些还以为碰到救星的人全都傻了眼 而守卫们则是一脸坏笑 毕竟被避设这大人吞下 不出几秒就会化成血水 然而没过多久 恶灵的肚子开始不断膨胀 脸上更是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仅仅片刻 恶灵的身躯开始不断碎裂 金色的光芒像是要从里面爆发开来 守卫也被这场景惊吓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下一秒 金光照射而出 恶灵顿时破膛而亡 而林峰身穿鬼甲首饰黄金剑 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林峰眼神死死盯着下方的血池 看来 这血池才是恶灵生命的源泉 随即让轩华使用鬼火 将其全部燃烧殆尽 随后 林峰落回地面 拿着黄金剑步步紧逼 信念崩他的守卫直接瘫倒在地 林峰用剑指着守卫 吓得守卫连连求饶 而林峰眼眸里满是冷漠 怎么 不再求一求你的神灵吗 围观的其他守卫惊恐出声 太可怕了 咱们还是快逃吧 可这些人刚跑出去几步 黄金剑就插在了他们面前 林峰泛起寒光说道 这么着急要去哪呀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守卫们全都跪了下来祈求道 大人 求求你别杀武 而林峰却是嘲讽道 怎么不求你们的神呢 不灵吗 还不快把所有人都放了 随着林峰的一声暴怒 山洞中瞬间回响起了他的声音 片刻后 所有被救出来的人都来到林峰身边 感激替林的向着他道谢 有些人甚至直接跪了 随后 一名老者道出了这座城市的秘密 原来 这座城一直用虚假的表象 六管外乡人 将他们献祭给了恶灵 而且有些疯狂的城民 还主动献祭自己的海 都是为了他们所谓的神 这时 一个小女孩哭着拉住了林峰的手 说道 大哥哥 能去救我的弟弟吗 他和其他人一起被送走了 听见小女孩的话 林峰有些疑惑 当即询问了一旁的守卫 守卫惊恐地回应 我只知道 他们会挑选一些品质优秀的祭品出城 但是去向是保密的 我们万神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 而这些神 全都是听从一个主神的号令形式 我想他们 恐怕是被抓去敬献给主神了 听到守卫的话 被运走的孩子会献祭给主神 林峰也没想到 西方世界的人类竟然如此愚昧 随即询问主神在哪里 然而守卫告诉他 主神似乎是在一个隐蔽的神庙里 这个只有高级信徒才知道地址 得到所需的答案后 林峰和其他人联手 成功将城主和诱骗他的女人 全都抓了起来 再看到血池里的神明已经不在了 两人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伟大的神竟然会被人类所斩杀 林峰阴沉着脸说道 什么神明 不过是一只虚弱的恶灵霸 你们替他做事 害死了这么多人 如今必须以死谢罪 除非 有人能带我去主神的神庙 此话一出 城主和女人都是惊恐地看着对方 紧接着 女人率先开口 两眼泪汪汪地直接说道 我带你去 只要不杀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随即对着城主说道 要谢罪 杀他一个就够了 父亲你都这么老了 为了女儿去死也不亏吧 城主也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竟然临阵倒了 而看着这一幕 林峰脸上露出了一丝坏笑 有意思 那就如你所愿 给他松绑吧 忽然林峰换了一副脸庞 温柔地笑着对小女孩说道 小妹妹 我会尽力去救你弟弟了 你乖乖在这等我好吗 而小女孩也是开心地点头答应下来 很快 林峰抓住女人的手准备离开 至于剩下那个城主 密密麻麻的人群各个摩拳擦掌 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几天后 万神国北部的沸陀森林里 一个骑着大象的人正在森林骑行着 突然 大象的眼睛猛然变成血红色 直接当场失控了起来 当天下午 女人和两个守卫 带着林峰来到了沸陀森林的周围 女人十分汗颜地说道 那个林大人 神庙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我们就不陪您进去 这里是主神家里的领地 为携带祭品私自闯入 会遭受到主神的惩罚的 您神威通天 自然是不怕 但我们这种普通人可不敢去 可林峰阴沉着脸说道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你们的圈套 废话少说 带路 见状 女人和两个守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能继续前进 守卫在前面开路 女人跟在中间 林峰则在最后面 四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着 没过多久 周围的温度急速下降 女人更是被动得瑟瑟发抖 林峰也感觉到 这个森林着实诡异 直到现在 它竟连一只野生动物都没看到 走着走着 系统的画框突然出现在林峰面前 系统提示 检测到附近有彤彤的灵魂碎片 距离一千米 提示 距离越近 鬼灵之物感应越强 林峰连忙将蝴蝶结拿了出来 而此时的蝴蝶结 正散发着一股微弱的光芒 这还真是意外的惊喜 随即开口对着三人说道 等等 我需要先在这附近找一样东西 稍后与你们会合 女人一听心中大喜 赶忙答应了下来 随后 林峰随便找了个方向 开始迈步向前走去 果然 随着她的前进 蝴蝶结的光芒也跟着变强了 林峰大喜过望 急忙向那个方向跑去 见林峰没了踪影 守卫本想原地等候 而女人却想要趁机逃跑 她可不想陪着林峰一起送死 然而 当他们刚跑出去没多久 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惊慌失措 一只变异的巨型生物 突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三人刚想喊救命之时 怪物一脚踩下 女人瞬间被压成了肉饼 另一边 林峰跟随着蝴蝶结的指引 成功来到了一座破败的神庙前 难道这里 就是他们口中主神家里的神庙吗 林峰边走边思索着 这里并没有感应到恶灵的气息 只剩下一堆堆的废墟 那同同的魂命物到底是什么呢 林峰把鬼灵们都换了出来 准备让大家一起帮忙找找 然而当他刚踏进神庙之时 脚下的石砖符纹却突然亮起 紧接着 一道绿光从地面猛然射出 不等林峰反应 绿光已然笼罩了他的全身 随即冲天而起 自下而上直接贯穿了整座神庙 而在绿光亮起的同时 神庙的某处里 主神家里像是感应到什么 猛然地睁开了三只眼睛 彤彤的第一个魂命物已然出现 林峰跟随蝴蝶结的指引 成功找到了主神家里的神庙 然而刚一踏入 一道绿光冲天而起 顿时就将林峰给吞没了 等到绿光散去之后 林峰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吸进了鬼域之中 而且还是在神庙的内部 周围全都是漆黑一片 以他的视力竟然都看不清楚 林峰本想换出鬼灵们 却发现他们没有一点反应 好在姜薇和林峰建立了心神链接 还能和他进行交流 姜薇说道 这神庙的主人似乎有特殊的能力 把鬼灵们全都隔绝在了外面 而且根本找不到鬼域的入口 正当林峰思考该怎么办时 一道声音让得林峰警惕了起来 是林大人吗 林峰缓缓上前 赫然发现是之前的两名守卫 其中一个守卫说道 我们刚才被怪物袭击了 而小姐已经被怪物给那个了 我们掉进地缝之后 便来到了这里 请您救救我们吧 林峰思索着 虽然没有救他们的必要 但是作为三好青年 怎能见死不救呢 林峰决定先留着他们 倒是或许还能用得上 随即对着他们说道 等着 我这就过来找你们 然而林峰刚迈出去一步 一道看不见的黑线便划伤了他的小腿 林峰当即惨叫一声 连忙蹲下抱住自己的小腿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如此锋利 想了想 林峰从储物空间拿出一个打火机 准备看看是什么力气 随着火光发出微亮的光线 下一秒林峰就愣住了 只见面前居然出现了一尊雕像 而雕像竟是一只遮住眼睛的猴子 林峰蹲下身躯仔细地打亮 很快发现这雕像的底座还刻着字 黑线地狱 光明像死 黑暗像声 林峰明白了过来 飞线应该就是指刚才割伤我的细线 然后连忙转头望去 果然 在他和守卫中间的道路上 布满了密里麻麻的飞线 看上去十分错综处杂 这时一名守卫突然喊道 林大人 小心身后 林峰连忙侧身躲避 同时也看清了向他袭来的东西 这居然是一个鬼火骷髅头 然而他刚解决掉这个骷髅头后 身后又飞出来了好几个 江威提醒道 这些骷髅头可能是被光亮吸引了 先关掉火光试试 听到江威的话 林峰当即熄灭了打火机 周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而那些骷髅头也不见了棕壶 看来 这就是那个雕像所代表的含义 不能有光线和视觉 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林峰的话让守卫有些不解 林大人 如果看不见的话 你要怎么通过这些黑线来 江威也有些头疼 因为这些黑线是某种暗物质组成 是不能随意砍断的 然而林峰早有办法 飞科技再次登场 顿时一个热杆红外夜视镜戴在了林峰头上 随着林峰戴上夜视镜 黑线被看得一清二楚 林峰感叹一声 不错不错 看来科学战胜鬼神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随即 林峰成功来到两名守卫的身旁 紧接着 两名守卫在林峰的指挥下 摆出了各种超高难度的姿势 可两人完全不敢怠慢 毕竟稍有不慎 可能就真的小命呜呼了 林峰带领着他们穿过这些黑线后 成功来到了一个房间内 下一秒 房间的地板开始不断上升 林峰摘下夜视镜思索着 看来通关一层后 便直接前往第二层了 刚才在外面都忘记数一下神庙有多少层了 姜伟解释道 这应该是神庙的一种防御机制 或者说是献祭方式 真正的主人家里 应该还在更高层的地方 随着地板防缓上升 林峰他们终于抵达了第二层 而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石桥 石桥下面则是滚烫的岩浆 这里的温度异常的高温 两个守卫已然汗流加倍 见此 林峰刚想迈步走上市桥时 忽然一团团火焰 猛然从周围的石柱雕像口中喷涌而出 这时林峰发现 桥边竟然也有着一尊猴子雕像 而这尊雕像是捂着嘴巴的 雕像底座写着 红莲地狱 喧嚣向死 寂静相声 林峰思索 看来这层的机关 恐怕是随着声音启动了 结合第一层的机关来分析 姜伟解释道 没错 过桥时只要保持安静 周围的石柱雕像就不会喷火 这时守卫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被林峰伸出手指制止住了 但是他刚刚说出的话 也让石柱雕像感动到了 瞬间喷出了几道火焰 吓得他连连向后退去 林峰随即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之后 两人直接蹲坐在地 奇奇地看向了林峰 似乎在表示您先请 林峰顿时无语 都盯着我干嘛 要是没有你们的拖累 老子早就一个剑步跳过去 而林峰也在思索着 这里除了不能说话以外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陷阱 林峰直接扒了守卫的衣服 顺势朝着石桥扔了上去 一瞬间 树枝案件快速射出 顿时就将衣服刺了的扣心梁 林峰发现 桥顶和对侧都有案件 所以只要避开这些 应该就可以顺利通过了 考虑好思路后 林峰又扔了一件守卫的衣服 随即对着他们竖起了一个大大的拇指 然后指着一名守卫让他先走 守卫吓得半死 显然是明白了林峰的意思 虽然心中万分不悦 但碍于林峰的威压 守卫还是小心翼翼地踏上石桥 红莲地狱 寂静相声 此时的守卫已经来到了石桥边上 只见他趴在地上缓慢前进 成功地躲过了第一步案件 而随着他继续匍匐向前 桥中间的案件也全都被躲了过去 只差最后一步 他便能顺利通过 然而他似乎高兴得有点早 下一秒一步迈出时 脚下的石砖猛然凹了进去 紧接着 咔咔的声音引起了石柱雕像的反应 烈火叉奈之间就将守卫烧得一干二净 看到这一幕 另一名守卫顿时吓坏了 林峰也不由得直冒冷汗 真没想到 这地板上竟然还有机关 要是这样下去 这一关根本无法通过 林峰脸色一凝 看来只能搏一搏了 趁着火焰逐渐消散 林峰一把抓起守卫 猛然朝着石桥上冲了过去 不出意外 暗箭飞速地朝着两人疯狂射来 守卫已经被吓得脸色惨白 他不明白林峰为什么要往火坑里跳 而林峰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躲避 原来他早已察觉 桥上的喷火雕像 是从桥头到桥尾依次启动的 中间的间隔是0.5秒 而且每次喷火结束后 雕像会有一秒的冷却时间 才能启动下一次喷射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以林峰的速度 想要赶上这个时间差还是很轻松的 就这样 林峰抓着守卫的库里 在石桥上飞速穿梭 很快就穿过了这座会喷火的石桥 而两人脚下的石板再次上升 顺利地进入了下一层 等到石板停止上升后 两人出现在了一个圆盘之上 上面总共有七个雕像 其中一个是捂着耳朵的猴子雕像 底座刻画着 叫喊地狱 仿言向死 真言向生 而这里已经可以说话了 周围分别有六条通道 而四周的洞穴中 不断传出可怕的吼叫声 看来有六条路可以选 所以是要选对安全的路才能通关吗 这时林峰发现 每条通道的入口处上 也有着一尊雕像 而上面还刻着几行字 翻译过来就是 我们中间有四个猴说谎了 林峰陷入沉思 谎言向死 意思是说谎的猴子 看守的是死路 而没说谎的猴子 看守的就是生路吗 林峰随即查看起了 其他雕像的文字 我们中间有两只猴说谎了 我们中间有三只猴说谎了 我们中间有五只猴说谎了 我们所有猴都说谎了 我们中间有一只猴说谎了 看完之后 林峰瞬间就明白了 这一关的目的 就是要找出说真话的猴子 林峰呵呵一笑 这不就是小学的逻辑推理题吗 每只猴子的说法都相互矛盾 那边只有一种情况 也就是 只有第五只猴子说了真话 而其他猴子说的都是谎话 这时 一旁的守卫高喊林大人 说是自己找到了出路 而姜薇却开口说道 这层的雕像是捂着耳朵的 代表的应该是不听 那吼叫声恐怕只是假象 并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听到姜薇的话 林峰向着守卫说道 根据我的推理 那边不是出路 应该是这条路才对 跟我走吧 说完林峰便扭头走了 守卫半信半疑 但还是跟着林峰来到了洞口面前 突然里面响起了恐怖的吼叫声 守卫还是没能稳住自己的心态 选择遵循自己的想法 朝着那个没有吼叫声的洞口跑了过去 林峰也没在意 毕竟人各有命 自己选的路 就要自己走下去 而林峰猜得没错 这个洞穴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些吼叫声也只是一个谎子大 看着彤彤的蝴蝶结 林峰思索着 距离魂命物也越来越近 难道魂命物在神庙主人的手上吗 随着石板的停止 林峰顺利来到了下一层 然而这次出现了 是一个巨大的图案 林峰有些疑惑 这图案跟他之前在神庙废墟里 踩到的一模一样 姜薇回应道 这应该就是隔绝鬼灵法术的阵影 你快破坏掉他 林峰答应一声 正准备要动手之时 突然 林峰整个身躯开始不受控制 竟然直接从原地飘了起来 准确地说 是这片空间的重力突然反转 林峰正从高处不停地落下 而在林峰的下方 一根根漆黑锋利的尖刺 正在下面静静地等待着他 万米高空 失重的林峰开始漂浮在半空中 然而这里根本不是塔顶 而是在更深层的地下 林峰猜得没错 他正往着最后一层的无间地域 快速坠去 而下面布满了锋利的尖刺 如果他不做任何反应 肯定会被尖刺刺穿整个身体 关键时刻 林峰抓住了一块石板 有惊无险地翻身上来 望着地上的尖刺 林峰还有些得意 就这点小伎俩还难不倒我 这时姜薇说道 还是得想办法破坏阵眼才行 否则单凭你自己 实在是太危险了 姜薇的话还未说完 一只猴子就朝着林峰攻了过去 好在林峰反应够快 一个箭步便闪避了出去 这时林峰才发现 这只猴子竟然是刚才的雕像 而随着猴子的吼叫 上面又跳下来两只猴子 也都是之前所看到的雕像 林峰连忙换出鬼甲和黄金剑 内心思索着 虽然都是一些小鬼 但还是先避开吧 随后 林峰和猴子们扭打在一起 这些猴子虽然实力较弱 无奈林峰以一敌三 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而林峰抓住机会 借助建筑物一跃而起 向着最顶端的阵眼弹跳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诡异的铃声突然响起 林峰瞬间感觉一阵恍惚 脑袋开始剧烈疼痛起来 然而还未等他有所反应 林峰的胸口处便被重重挨了一击 顿时身躯猛然砸向墙面 直接砸出了一个凹槽 幸亏林峰穿上了鬼甲 并未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势 而林峰也看清了袭击者的样子 一只人形蛇身 长着四条手臂的恶灵呈现在眼前 这竟是鬼母家里 等级噩梦一截 就在林峰打量的时候 家里突然暴走 一只手上的武器开始汇聚能量 朝着林峰的位置狠狠劈了过去 林峰反应迅速 猛然从原位置躲避开来 一击未中 家里再度发动攻击 雕像猴子也跟着攻了过来 林峰知道不敌 直接掉头就跑 香薇也连忙提醒 林峰 家里的攻击同时具备精神和物理 你一定要专注听我的声音 别被太影响了 而家里紧追不舍 眼看上面就要没有借力点时 林峰纵身一跃来到家里后方 接着转身挥起黄金剑 猛然向着家里劈了过去 但是家里十分灵活 轻轻松松就挡下了他的攻击 可林峰的目的就是要他挡住攻击 这样他可以借助家里的反击之力 顺势弹射到上方去破坏阵营 然而最上方没有站立的地方 林峰只能孤注一掷 顿时挥起手中黄金剑 直接将其投射了出去 黄金剑不偏不已 正好击碎图案法阵 看到这一幕的家里顿时咬牙切齿 三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林峰 再次挥起武器砍了过去 林峰又是侧身躲过 危急时刻 一座金字塔轰然落下 直接朝着加里砸了上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加里手持武器 赫然与金字塔来了个正面对抗 伊苏纳愤怒地呐喊着 竟敢欺负幽灵先生 去嘎吧 随着伊苏纳加大力度 加里瞬间就被砸进了最下方的尖刺之中 就在他艰难抵抗之时 姜威带着其他鬼灵们赶过来 半空中的林峰也被喧哗接住 随后鬼灵们栖栖出手 成盾的攻击猛然落在了加里身上 获得一个鬼灵之眼 成功解决掉加里后 林峰和鬼灵们便开始着起 那些被送过来献祭的孩子们 不多时 姜威控制的几只猴子在地上挖掘着 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随即连忙让林峰过来看看 这时林峰看到 在一个土坑里竟然埋着几句哭 林峰不仅敢看 好残忍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嘛 然而此时的蝴蝶结却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戏谱提示 找到鬼灵红红的魂命物果尸布碎片 是否进行采集 击败鬼母加里之后 姜威顺势挖出了一个土坑 里面赫然堆积着许多的枯骨 这是系统提示 找到鬼灵红红的魂命物果尸布碎片 是否进行采集 林峰连忙拿出蝴蝶结 一股鬼气顺势被蝴蝶结吸收了 正当蝴蝶结采集之时 一道蓝光忽然从林峰眼前亮起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一个繁华的街道上 街上行走的一排排大象 周围的人群心愤地高喊着万神吉祥 林峰还以为自己进入了时间循环 毕竟她刚来万神国时 场景与此如出一辙 就在她疑惑之际 又有一个女人正挥手和她打招 林峰有些汗言 又是这似曾相识的感觉 然而下一刻她就懵了 指引女人竟然静止穿过了她的身体 朝着她身后的人奔去 看着两只虚幻的手 林峰意识到 自己并不存在于这个时空 这里 应该是彤彤生前的记忆 一排大象正齐齐地走向森林深处 突然有人喊道 圣童来了 圣童保佑 发愣的林峰抬头望去 便看到一只大象的架子上 坐满了很多十岁不到的儿童 而最让林峰激动的是 那些儿童里面居然有童童的身影 此刻的童童双目无神 就这样呆呆地坐在架子上 很快 这些儿童跟随着大象进入了森林之中 林峰连忙动身追了上去 然而当她穿过森林之后 里面的景色却让她大为震惊 只因在她面前的 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神庙 这是家里神庙 林峰很快就明白了 果然 这并不是万神国的节庆 而是几百年前的祭神庆 而大象上的几十名儿童 应该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圣童 也是祭神的祭品 彤彤也在其中 很快 几个守卫将他们放到了 家里神像的面前 下方则是三只猴子的雕像 这时 两名祭司向着儿童们身上 撒了一些粉末 刺鼻的味道顿时 让儿童们开始昏沉沉的 看来那些粉末应该是一种模样 而林峰忽然发现 红彤一直在伸手乱摸着什么 林峰这才发现 红彤的眼睛竟然看不见 这时 一名祭司走到了广场的最高处高喊 祭神仪式开始 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被迷晕的几十名儿童 全都被人绑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后 高台上的人再次高声说道 伟大的嘉陵女神 我们再次向您献上圣童 随着她的声音 儿童们全都被扔进了一个深坑之中 他们居然要活埋这些儿童 看到这一幕的林峰怒火瞬间燃烧 真没想到 早在诡异复苏之前 西方世界就有这么残忍的宗教仪式 竟然连孩子都不放过 高台上的祭司再次高声说道 愿女神保佑得逞 风调雨顺 永世安宁 下方的信徒们也在高声呐喊 同时 几个守卫已经在动手开始填坑 被绑住又被下药的儿童 他们根本连挣扎都做不到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红光突然从天边急速飞来 下方的众人看到后 也都纷纷看了上去 然而林峰定眼一看 才发现那道红光里包裹着他 竟然是一只S级的恶灵 就在林峰疑惑的时候 两道红光突然从恶灵的双眼之中迸射而出 而被那些红光照射过的人 竟然一瞬间直接变成了一堆白骨 顿时广场的人们开始惊慌失措 纷纷向着四周仓皇逃窜 忽然 红光开始向着彤彤所在的区域照射而去 林峰顿时急了 发疯似的朝着深坑冲了过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红光已然先太一步照射到了深坑之中 然而下一秒林峰当场愣住 红彤居然没事 而身边的其他儿童已经全都变成了白骨 林峰很快反应了过来 这恶灵的能力是红灵 只要看到他的人都会遭到攻击 但彤彤是盲人 眼睛是看不见 所以才侥幸逃过一劫 就在林峰思索之时 两道绿光猛然射向了恶灵 遭受到攻击的他 顿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林峰抬头望去 赫然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叼着雪茄 手持裂魔枪的老者出现在眼前 老者对着恶灵笑嘻嘻地说道 总算追荡你了 星红女巫 惨无人道的寄神仪式上 突然出现了一只S级恶灵 紧随其后的 是一个手持裂魔枪的白发老者 林峰看到老者顿时有些发毛 因为老者的样子 正是当初古堡画像的主人 他领口处的蝴蝶结 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时 星红女巫想要逃跑 见状老者当即怒吓一声 随即纵身一跃 瞬间掏出身上的裂魔枪 朝着星红女巫连开树枪 枪响之后 星红女巫的身体瞬间被裂魔弹打穿 然而在生死之际 星红女巫竟然脱离了自己的身躯 直接将其附身在了彤彤身上 老者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彤彤就已经被附身了 随着一阵鬼气盘旋之后 彤彤喘着粗气 原本无神的眼眸开始变成了血红色 老者颤抖地举起了裂魔枪 本想将彤彤除之二后快 但是直到最后 老者还是没忍心下手 随即收起裂枪恶狠狠说道 可恶 竟然利用六小的孩子 怒骂一声后 老者跳进了深坑中说道 别害怕 我是来救你吧 老者一边解开彤彤身上的绳子 一边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可彤彤却是当场咳了咳 见彤彤被雪家的烟味呛了 老者哈哈一笑 连忙掐灭雪家继续说道 我叫爱德华 是一名裂魔人 跟我走吧 我会帮你驱除恶灵的 说话间 老者抱起彤彤离开了这里 而灵峰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等他们走后 灵峰的意识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是系统提示 获得了彤彤的灵魂碎片 灵峰看着蝴蝶结思索着 原来彤彤生前竟然经历过这种事 所以每个魂命物 都留存了彤彤的一段记忆 姜薇见状欣喜地说道 太好了 终于收集到第一块碎片了 彤彤复国有希望了 看着欣喜的姜薇 灵峰也是点了点头 随即重新看向土坑里的姑姑说道 这些儿童的白子 应该是和彤彤一个时代 不是最近送来的这批 姜薇 我们继续再找找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经过灵峰等人的仔细勘察 终于在一间密室里 找到了那些被送进来的儿童们 这些儿童都还活着 有的双目无神 有的眼中充满了畏惧 灵峰和姜薇连忙伸手说道 别怕 再也不会有坏人伤害你 我们来带你回家 第二天 灵峰顺利的把儿童们送回了德城 重新相见的梁姐弟 泪流满面的紧紧相拥在一起 那些丢失儿童的父母 也都急忙赶过来 家人团聚的一幕很是温馨 这时小女孩拉着弟弟 来到灵峰面前高兴的说道 大哥哥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弟弟 灵峰也连忙挥了挥手 不用客气 忽然女孩低着头 一脸颓丧的继续说道 可是 爸爸要把我们送走 肯定是不要我们了 以后该怎么办呀 灵峰摸着下巴陷入沉思 也是 这里的人大多都是被拐卖或抛弃的 西方整体也并不安全 沉引了片刻 灵峰开口说道 大家听我说 关于之后的安排 我有一个提议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不如去东方生活怎么样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全都带愣住 几天后 处在边境线的唐雪告诉灵峰 这边的临时难民居所已经搭建完毕 现在已经可以入住 而得到消息的灵峰 此刻正坐着巨大化的画卷 带着那些无助的人们快速飞往目的地 路上孩子们十分惊奇 想不到自己竟然飞上了天空 而江维也是汉颜的细心照料着 很快 灵峰乘坐的画卷就来到了边境线 下方的浴鬼师们纷纷挥手观迎 成功落地后 灵峰来到唐雪身前说道 雪姐 这次真是多谢你 我还要赶路 就不过多停留了 唐雪回应道 我明白 这里就放心交给我 你安心去吧 听见灵峰着急离开 这些人纷纷围了上来 话里话外都希望灵峰能留下来 然而灵峰回绝了他们 你们就不必再担心了 到了东方 人们会相互守望帮助 今后雪元老也会帮忙 将这里打造成正式的城镇 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长久生活下去 唐雪也上前说道 你们要相信 东方的浴鬼师们会用生命守护边境 绝不会让西方的恶灵侵犯进来 见灵峰和唐雪都这样说了 他们也没再勉强 连连感谢他们的帮助 忙完一切后 灵峰再次踏上旅途 至于那些被救下的人 也全都在下方挥手跟他告别 而唐雪不仅感叹 灵峰真的长大了 现在的他 已经不仅是为了自己在战斗了 与此同时 西方的金字塔国中 几个木乃伊恭敬地 对着上方的黑影说道 大人 您召唤我们有何事 黑影的眼神透露着红光 张开满是獠牙的嘴巴说道 我得到了线报 之前得罪主人的人类出现在了西方 而且正在往我们这边前进 忽然黑影的眼神变得犀利起 现在是该由我们带进一下地主之意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能让月圈女王嘟起了小嘴 顺利安置好难民后 灵峰拯救西方难民的消息 顿时传遍了整个东方 蝶婆婆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不由地感叹道 真没想到 灵峰刚进西方就干了一件大事 只能希望之后也能一切顺利吧 与此同时 灵峰已经重新出发 来到了一片全市废墟和沙漠的荒野之中 这时灵峰不禁叹气 走了两天两夜 怎么还是一片沙漠呀 我们这个方向真的正确吗 怎么连个恶灵都见不到啊 这时伊苏娜说道 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只是这片荒漠本就没什么人居住 资源也极度匮乏 对恶灵来说价值也不高 不过再往前走一段路 应该就能到金字塔国了 根据图特所说的 金字塔国还没有完全被天使占领 我记得北部有好几个港口 那里可以乘船跨海 并且有前往欧大陆的船只 听到伊苏娜的话 林总点了点头 随后换出喧哗 让他帮忙照看一下鬼马 而他准备去看看月圈女王的情况 说完林峰便打开了月圈女王的鬼域 轩华则拿起鬼草 套牢起了鬼马 皇宫之中 林峰走进大殿 便看到女王端坐在王位之上 林峰随即询问了 女王 适应得怎样了 问完林峰看了一眼月圈女王的面板 而女王的复苏进度已经过半了 听到林峰的声音后 月圈女王激动地站了起来 想要起身上前迎接 然而刚刚起身 就由于身体融合度不够 竟然踩到自己的裙子 身体直直地倒了下去 林峰顿时意识到不对 瞬间出现在女王面前 就这样稳稳地抱住了女王 林峰脸红地询问道 你没事吧 女王摇了摇头 精致的脸庞顿时染上了一层红韵 虽然与林峰有过很多次亲密接触 但这样的姿势 还是让月圈女王小脸通红 片刻后 一人一鬼坐在皇宫的一处屋檐上 女王挥手操控着火凤凰 展示着自己现在的融合程度 月圈女王表示 虽然自己已经能释放火气了 但目前依旧不太稳定 上战场的话恐怕还是不行 林峰也安慰道 没关系的 想不到你学习的速度这么快 李延也很顺畅 女王低着头叹气道 可我还觉得不够快 不能立刻帮助到你 见女王神情有些低落 林峰笑了笑回应道 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安心复苏就好 我自己没问题了 说完拿起一笼包子继续说道 对了 你现在也有身体了 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见此女王点了点头 随即接过了林峰手上的包子说道 我试试吧 说完便把包子一整个塞进了嘴巴里 顿时那细腻的脸颊就变得鼓鼓的 搞得林峰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随即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叹 正当两人要给大家搞一些小工作时 林峰身旁突然弹出了一幅画卷 上面赫然呈现着有情况三的大字 原本沉浸在温柔乡的林峰 下一秒却收到姜薇的提醒 林峰连忙返回现实世界 随即询问姜薇发生了什么 姜薇解释道 北面的不远处 我发现了一支鬼兵军团 跟我来 林峰连忙让姜薇使出隐秘能力 自己则乘坐在画卷上准备去一探究竟 很快 林峰就看到了姜薇所说的鬼兵军团 这支队伍不仅极其庞大 而且武器阵型方面 也完全不逊色于鬼城之主所打造的军队 林峰忽然想到什么 难道说 这就是天使的部队吗 姜薇来到林峰身旁说道 有可能 他们前进的方向偏北 跟我们略有不同 林峰回应道 咱们还是先保留原计划 暂时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时伊苏娜说道 幽灵先生 这里已经是金字塔国的边境了 我想先去一趟王宫的旧址 那里或许隐藏着有关图特的秘密 很快 林峰一行就来到了金字塔国的王都女罗 这里与万神国的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简直就是废墟一般的场景 林峰独自走在街道上感叹着 这里的建筑基本全都荒废了 而且到处都是恶灵 根本看不到一个人类的踪迹 伊苏娜解释道 早在六十年前 金字塔国的人类就被图特影杀光了 而根据蝶婆婆的情报 图特目前还停留在东方 还没有要回西方的意思 林峰知道 现在正是探寻他老巢的绝佳事迹 伊苏娜告诉林峰 这边就是王宫的后门 里面有个秘密通道 是可以直接通往地下的 然而 就在林峰准备进去之时 一股恐怖的鬼气突然迎面扑来 林峰还没反应过来 一张漆黑的大嘴便狠狠地咬下去 想要将林峰直接撕碎 好在轩华感应到了危险 瞬间出现在林峰身后 直接闪盾逃离的那里 漆黑的恶灵也扑了个空 见林峰躲过了自己的足迹 噩梦一阶的阿努比斯也不在隐行 带着木乃伊们出现在了林峰面前 见到是葡萄的部下 林峰瞬间有个主意 随即让轩华假装撤退 但不使用闪盾技能 见林峰二话不说地逃走了 阿努比斯还以为林峰害怕 当即就追了上去 而见恶灵们追了过来 林峰就意识到 葡萄的部下一定跟他一样十根狡猾 在他们的地盘上和他打 难免会受到场地和机关的限制 不过要想解决他们 也不需要我亲自出手 就这样 轩华带着林峰 静止飞向了之前看到的天使鬼君 而阿努比斯等恶灵还没有察觉 自己正在慢慢地掉入陷阱之中 林峰十分奸笑地说道 就让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图特的手下厉害 还是天使的军团牛逼 随着他们的接近 天使军团的魔神 很快就感应到了他们的气息 玉兽是雷斯扭头看去 连忙让天使军团准备迎战 说话间 林峰已然来到了他的上方 然而下一秒 轩华瞬间使出了闪盾技能 顿时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随着林峰的消失 后面追上来的阿努比斯顿时愣着 可此时他的速度已经停不下来 雷斯直接下令让军团发动攻击 而他身下的凶兽已然蓄力出一发能量炮 刹内之间 两股能量相互碰撞 顿时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就连百米开外的林峰都被波及到了 然而林峰脸上摆是喜色 毕竟俗话说得好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来了来了 林扎南又开始当起老六了 就在刚刚 成功吸引到阿努比斯 林峰顺利地让其和天使军团交上了手 很快 双方直接开战 阿努比斯已然挨了凶兽的猛烈一击 此时的他也知道自己中击了 连忙掉头想要离开 然而别人都找上门了 岂能让你说走就走 雷斯双手掐印 一个鬼文法阵赫然显现在身前 随即嘲讽地说道 是金字塔国的家伙 竟然你们自己来找死 那可就怪不得我 林峰看得津津有味 不仅敢叹双方的实力都十分相当 见雷斯再次发动攻击 阿努比斯也不藏着掖着了 当即也把木乃伊们全都换了出来 随着鬼气的扩散 大量的恶灵顿时涌现了出来 很快 天使军团便和木乃伊们扭打在一起 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 谁也不肯先让步 就这样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 见他们打了好一会 林峰竟然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冰淇淋 毕竟这么热的天 不得吃点甜品降降温吗 雷斯眼看自己的天使军团陷入胶着之战 索性自己也不装了 一招技能恶魔的低语开始发动 随即对着那些木乃伊们 低声念出了一段诡异的经文 经文顿时化成了一段有形的文字 刹那间就钻进了木乃伊的耳朵中 面对实力之间的察觉 木乃伊们根本抵抗不了 片刻功夫便被雷斯控制住了 开始出手攻击起了自己的人 不多时 战斗直接形成了一边倒 而还在和凶兽争斗的阿努比斯 很快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可凶兽的防御力实在太高 他根本就奈何不了凶兽 就连自己的武器也在奋力一击中碎裂 等他回头望去之后 便看到所有的手下都呆愣在云里 有些更是开始攻击自己人 可无论阿努比斯怎么呐喊 木乃伊们都没有丝毫反应 林峰看着这一幕也十分惊讶 看来这雷斯的能力 竟然和轻竹的能力有些相似 都是控制敌人意识为自己所用 这时雷斯抬头看向了阿努比斯说道 你这条小狗 老虎很是喜欢 便让我收了吧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凶兽瞬间张开血盆大搞 向着阿努比斯直接咬了上去 愣神的阿努比斯反应慢了半拍 顿时就被卡在了凶兽的嘴巴中间 双手双脚死死地撑着锋利的獠牙 然而只是片刻功夫 阿努比斯就撑不住了 凶兽直接合上了他的嘴巴 一口将其吞进了肚子里面 吃完后的雷斯还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说道 味道确实不错 年纪大了 就应该多不补 突然 雷斯猛然抬头看向了林峰所在的地方 刹奈之间 他便驾驭着凶兽 朝着林峰的位置冲了过去 见自己被发现 林峰脸上却是丝毫不慌 随即对身旁的喧哗和青竹说道 可惜 你们晚了一步 原来早在他们开打之时 林峰就已让青竹开始了解析 而此刻的解析进度早就到达百分之百了 随着青竹使出绝对压制能力 恶灵们的实力瞬间下滑了一大截 见此 林峰又让青竹使出深渊能力洗心化碎 顿时所有的凶兽和天使军团全部中招 雷斯也被身下的凶兽猛然甩飞了出去 而且其他军团也都齐齐冲向了他 见此情形 雷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换出能量盾进行防御 嘴里却一直低语着不可能 林峰笑嘻嘻地说道 这就是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姜薇 直接解决他 随着林峰的声音响起 姜薇当即想用发卷去缠住雷斯 可还不等姜薇使出深渊能力 雷斯就已经从鬼文法阵中逃了出去 林峰也有些惊奇 跑得倒是挺快 连自己的部下都不要了吗 没办法 林峰只好惨痛地收下这份经验值了 完事之后 林峰决定重新回去 这下终于能好好地逛一逛图特的王宫了 顺利解决完阿姆比斯 林峰一行人来到了金字塔国的王宫 心里吊小塔拉米的阻碍后 剩下的王宫便是畅通无阻 这时伊苏娜说道 幽灵先生 右侧的楼梯 应该就是通往图特的地下密室 听到伊苏娜的话 林峰顺着楼梯走了下来 喧华手中燃起一团青色鬼火 顿时照亮了整个房间 伊苏娜继续说道 当年我就是在这里 看到了图特召唤的黑影 而这里应该还隐藏着一些他的秘密 林峰很快就发现了不少宝物 不过也正好 可以通通带回去给炎炎他们 林峰换出了所有鬼灵说道 这里机关密室很多 大家一块找找看吧 没过多久 江维便发现墙上有着一幅法阵图案 随着一道鬼气的注入 一个隐藏的密室顿时打开来 江维连忙转头说道 林峰快看 这里有个密室 林峰和鬼灵们顺势走进了密室之中 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发出了一声惊叹 直接面前的墙壁上 呈现着一幅巨大的树像 而且树的分支上面 还有一个个类似暗格的方框 难道说这里是祖庙吗 江维不由的好奇询问起来 伊苏娜解释道 这是王族的家族圣殿 是只有历代法老才可以进入的 这里记载了祖谱和每个人的信息 也包括图特在内 听到伊苏娜的解释 林峰很快就在一处暗格之中 找到了关于图特的记录资料 而且上面还有着关于图特魂命物的记载 林峰解释道 理论上 如果自己的魂命物被破坏掉 那会对本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说不定 我们可以通过破坏图特的魂命物 以此来削弱它的实力 卷轴上记载着 图特魂命物有三 和鲁斯之杖 帕鲁黑豹雕像 守灵绿宝石 可林峰转了一圈 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出现在密室里 这时伊苏娜说道 如此重要的宝物 图特应该会存放在他自己的灵墓中 林峰有些惊奇 图特还有个灵墓吗 伊苏娜回答道 每一任法老 都是自己在位期间就开始修建灵墓的 也是为了死后可以顺利转生 所以我小时候去参观过那里 听到这话 林峰当即带着鬼灵们走出了密室 准备要去耗一耗图特的坟墓 很快 林峰他们就来到了图特的法老墓 顺利解决掉里面的恶灵之后 林峰率先发现了帕鲁飞暴雕像 林峰也随即在一个棺材上 顺利扣下了守灵御宝石 至于荷鲁斯拳杖 他们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林峰回想起之前图特手中的武器 说不定那个就是荷鲁斯拳杖 不过此次也算没有白来一趟 大部分宝物和财富都被他装进了储物空间 忽然林峰看到 姜维站在一块石碑前认真的观察着 随即也走进观摩了起来 顺利扫荡了图特的法老墓后 林峰来到外面 正是图特在位时的历史事迹 以及当初那场灾难的经过 然而真正的事实早已被图特所扭曲 图特成为了英勇善战 慈悲为怀的法老 而伊苏纳和他的父亲 却成了背叛国家和家族的叛徒 见此林峰愤愤不平地说道 可恶 竟然把金字塔爆发事故 全都写成了伊苏纳家族的责任 图特自己倒是瞥得一干二净 伊苏纳垂头丧气地说道 不但家族的亲人都被图特害死 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近千年 见伊苏纳很是失落 林峰直接走上前去 狠狠一拳打在了石碑之上 只听见一声巨响 巨大的石碑瞬间轰然倒塌 伊苏纳看到这一幕十分震惊 而林峰却是不屑一步地说道 几千年的历史遗产又如何 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文明遗产 根本不配存在于世上 姜威 把这里给我一位平地 随后 姜威召唤出大量废墟建筑 直接将图特的法老木砸了个稀巴烂 林峰骑上鬼马狠狠地说道 图特佬 今天你的棺材给你养了 下次见面 我林峰定要让你灰飞烟灭 随即头也不回 再次踏上了寻找 彤彤灵魂碎片的真诚 晚上 姜威提醒林峰要不要休息一下 然而林峰却摇了摇头说道 之前让那个天使军团的老头逃脱了 现在很可能已经通报到了天使那边 我们要尽快坐船离开 避免被他们盯上 便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 赶路途中 林峰口袋中的通讯器 突然嗡嗡嗡地响了起来 林峰打开一看 眉头顿时紧皱了起来 只因通讯器上显示 他的前方有大量的轨迹 似乎是围成了一个巨大屏障 伊苏娜说道 前面应该就是亚历港港 我先到前面探探路 说话间 姜威打算鱼翅飞上天空 先去打探一下前面的情况 很快姜威就看清了情况 只见在港口的黄金墙外 有着无数密密麻麻的恶灵 林峰摊了摊手说道 这么说 整个港口都被天使的军团占领了吗 姜威回应道 没错 而且按照这个趋势 天使军团拿下整个金字塔锅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港口除了鬼君 还有一些遇鬼师和劳工 但他们都是为天使服务的 波伦有很多 但大多都是开往天使的各个领地 为其输送物资 林峰陷入沉思 这样看来 天使果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我还是先暗中观察一下好了 第二天 林峰便伪装成一个劳工 随后便在军团的骂声里 顺利混进了港口之中 顺利混进港口的林峰 此刻正偷偷地登上一艘货船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 检测到附近有彤彤的灵魂碎片 距离一千米左右 看到提示的林峰有些欣喜若狂 直接丢下身上的货物 随即一个闪身便不见了踪影 给监视的船员下的四处张望 另一边 林峰跟着蝴蝶结的指引 顺势来到了另一艘破船面前 看着旅客们陆续上船 林峰思索着 彤彤的灵魂碎片就藏在这艘船上 可是 该怎么登上去呢 突然 一道枪声猛然响起 一个海盗模样的血族人大声呼喊道 还有没有人了 还有没有鬼了 做我惊讶船长的船前往欧大陆了 我们船舱环境优美 食物也是非常美味 而且我们以血族的信誉启示 保证把各位平安送达目的地 然而 别看他说的天花乱坠 实际是因为这次的奴隶数量还不够 想要多骗一些人上船罢了 突然金牙开了一枪大喊道 你们几个劳工缺活吗 要不要来老子船上工作来 劳工们先是被枪声吓了一跳 可反应过来后却是大喜过望 毕竟 血族的船可是以豪华和奢侈出名的 劳工们纷纷表示愿意上船 而郑愁怎么上船的林峰 此时心中也是大喜过望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当即便登上了血族的货船 很快 金牙船长筹购好奴隶后 货船便开始启程了 朝着欧大陆行驶而去 劳工船舱中 林峰开始四处打通消息 随即询问起了一旁的男人 老哥 我刚从其他地方来打工 不知道这天使地盘上过得怎么样 男人却是一脸无奈地说道 还能怎么样 我们作为底层劳工 只能被活活奴役到死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们就成了那些大人们的食物 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听到这凄惨的回答 林峰也是十分苦恼 看来这艘船的船长和船员 全是吸血鬼 而且船长的实力应该很强 为了防止暴露 林峰决定还是先隐藏自己的身份 在暗处寻找彤彤的灵魂碎片 要是找不到 他也能用最快的速度控制船长 把这艘船翻个底朝天 而后 林峰由于体力过人 并且外貌也比其他人出众 很快 他便做起了贵宾餐厅的服务员 站在船舱内看着外面的炎炎盛下 林峰不由地感叹着美丽的风景 心中又想起了那个很是贪婪的女孩 要是彤彤也在就好了 忽然 一声废物拽回了林峰的思绪 只见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跌倒在地 眼泪还在不断地流着 这时 一个猪头厨师举着菜刀恶狠狠地说道 该死的奴隶 你没看到大爷的靴子都照不出人影了吗 一定是你没好好给大爷好好擦靴 船长才会骂大爷做的饭像猪食 而女孩被吓得全身颤抖 嘴里一直嘟闹着对不起 看到这一幕的林峰顿时有些生气 居然这样对付一个小女孩 真是该死 突然 猪头厨师挥起菜刀 静止朝着女孩砍过去 而女孩已然害怕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沉浸在思念中的林峰 突然被一道声音吸引住了 回头一看 一个猪头厨师竟然挥着菜刀 静止朝着一个小女孩砍过去 危急时刻 只听到一声咔嚓 林峰果断出手 直接就掰断了猪头厨师的手腕 疼得猪头发出了阵阵惨叫 林峰不屑一顾地说道 静子和做饭有什么关系 一个猪头做出猪事不奇怪吧 说吧 林峰猛的一用力 猪头厨师顿时倒在了地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嘶吼声 这一叫也吸引了周围的人过来围观 虽然这不符合当初制定的计划 但林峰并不后悔 毕竟要是见死不救了 自己内心肯定过意不去 没多久 得到消息的金牙船长很快赶到 顿时气势汹汹地怒骂道 你一个劳工 竟然敢出手打伤我们的大厨 眼看金牙船长就要动手 林峰当即让鬼灵们准备速战速决 还提醒他们打斗之时 注意不要破坏船体 然而就在这时 两人中间忽然裂开一道缝隙 紧接着 一大堆金灿灿的东西直接落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的林峰和金牙船长都有些蒙圈 而林峰很快就认出 这竟然是蕴含鬼气的鬼毕 但这不是鬼城之主所发行的 而是天使在欧大陆这边所发行的鬼毕 就在两人疑惑之际 一个身穿蓝袍的男人 十分恭敬地从人群中笑着走了出来 随即指着林峰说道 这些鬼毕 就当是我替那位兄弟 陪别你和你无力的损失 而看到男人竟然直接掏出一堆鬼毕 金牙船长顿时阴沉着脸笑了笑 想不到 我的船上竟然有这么阔绰的客人 那我不得趁此机会好好敲他一笔 随即直接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奴隶就算卖您了 可老子的厨子 可是全大陆最好的大厨 这以后都吃不到他做的美食了 可不得陪我个一千万鬼毕 然而听到金牙船长的话 男人也不啰嗦 随即手指缓缓地转了几圈 顿时五千万鬼毕从天而降 发拉拉地全部砸在了金牙船长的身上 搞得金牙船长和他的手下 眼里直冒金光 回到劳工的船舱内 林峰感激地说道 这次多谢你的相救 让你破费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还你 然而男人却不在意地说道 没事没事 都是小钱 随即介绍起了自己 我叫林玉 是一名玉本师兼职商人 这次是去欧大陆游玩历练 林峰闻言 心中顿时呵呵一笑 五千万居然说是小钱 这不由得让林峰很吃羡慕 此时林峰思索着 这人有着东方长相 拥有大量鬼毕且实力不弱 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是先别暴露身份吧 我叫峰灵 就是个戾气大典的劳工 一番客套过后 林玉便先行离开了 还让林峰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到贵宾舱来找他 而转头的林玉 却忍不住地切了一声 毕竟在有点力气 也不可能一招就扭断吸血鬼的手 峰灵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来了来了 红彤的第二枚灵魂碎片出现了 就在刚刚 林峰成功救下小女孩不久 小女孩便被噩梦所惊醒 顿时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林峰赶忙上前安慰说道 别害怕 是我 这里是劳工传仓 不用担心 听到林峰的话 女孩顿时哭出声来 大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叫艾尔威 自从我被当作奴隶卖掉后 还从来没有人帮助过我 林峰闻言 渣男属性顿时爆发 直接就将女孩揽入了怀里 揉着她的脑袋轻声安慰道 没事了 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当天夜里 海面上风平浪静 可林峰却在船舱上到处奔波 表情也是有些凝重 只因船上的大部分地方 都已经被她探查得差不多了 但依旧没有找到彤彤的灵魂碎片 就在她心烦意乱之际 林玉举着双手 忽然从暗处走到了她的面前 一脸无辜地说道 风铃兄弟 不用紧张 我没有恶意 虽然我不清楚你在船上寻找什么 但是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这个人平生最爱交朋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林峰见词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江薇说道 林峰 我们可以利用她的财力 去一些劳工不方便去的地方 也可以让她帮我们去找找看 听到江薇的建议 林峰想了想开口说道 我在找一个未绑定的鬼灵信物 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太清楚 见状 林峰摸了摸下巴回应道 我明白了 既然如此 我明天直接把这艘船上 所有未绑定的鬼灵信物全都买下来 林峰说完 随即双手插腰哈哈大笑起来 林峰见词有些目瞪口呆 内心却是疯狂吐槽道 还真是出手阔绰的少女 不过林峰转念一想 这个办法好像也不错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峰依然不断奔波 在各个船舱里寻找彤彤的灵魂碎片 林峰也加入了找寻之中 凭借一几台力 几乎把这艘船上的鬼灵信物全都买下来 不仅如此 林峰还在船舱内大开宴会 借此吸引血毒人的注意 然而经过这几天的努力 他们依然没有找到彤彤的灵魂碎片 甚至连线索都没有找到 忽然 艾尔威拉住林峰说道 那个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见林峰有些疑惑 艾尔威继续说道 这艘船上所有的地板基本都是我擦的 可底部有间船员经常出入的舱室 却从来不让我进去打扫 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 偷偷打开那个舱室的大门 然而里面却是空荡荡的 只有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 听到有新的线索 当天夜里 三人便来到了艾尔威所说的船舱 林峰开口说道 我先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危险 望风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随后 林峰拿出了蝴蝶结 蝴蝶结顿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林峰按道一声果然 便一步步地往里面走去 不多时 林峰便发现了一处暗阁 系统也在这时传来了提示 找到鬼灵彤彤的魂命物残破八音盒 是否进行采集 什么情况 彤彤的眼眸竟然变得血红 随着蝴蝶结的指引 林峰顺利在一处暗阁之中 成功找到了彤彤的第二枚灵魂碎片 蝴蝶结也开始对残破八音盒进行采集 很快 林峰再次进入了彤彤生前的记忆 一艘过船在海上行驶着 而爱德华和彤彤正在欣赏着夕阳的美景 虽然只有爱德华一人看得见 可没见过世面的彤彤很是兴奋地说道 爷爷 谢谢你这些天给我讲一路上的风景 就好像我自己看见了一样 爱德华回应道 这算什么 等我退休之后 我还打算亲自打造一个 全世界最好玩的游乐园呢 此刻的爱德华很是欣慰 这辈子一直打打杀杀 到最后连个孩子都没有 没想到一把年纪了 居然捡了个孙女 也算是弥补了遗憾吧 听到爱德华和彤彤的对话 一旁的林峰同样感到欣慰 原来古堡画像的主人 就是曾经收养彤彤的人 而且看起来爱德华对彤彤很是温柔 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 彤彤的眼眸突然变得血红 原本细腻的小手也长出了锋利的力者 表情更是变得十分猙獰 静止朝着爱德华发出了一声嘶吼 爱德华也被这一幕吓到 随即惊恐地说道 不好 彤彤体内的恶灵又苏醒了 爱德华眉头一皱 而灵口处的蝴蝶结 开始散发出了一道微弱的蓝光 彤彤嘴里滴吼沙沙沙沙的字眼 而爱德华连忙握住彤彤的手说道 彤彤 没事的 你能控制住他的 在蝴蝶结的配合下 彤彤眼中的红光开始逐渐消退 但整个人却是不停地大口喘得粗气 见此临风紧皱眉头 没想到 爱德华竟然能抑制住彤彤体内的恶 而醒来后的彤彤 顿时哭着趴在了爱德华身上 嘴中还在不断说着对不起 爱德华也是安慰道 没事了彤彤 没事了 片刻后 仆人一边给爱德华包扎伤口 一边开口劝警说道 老爷 这女孩已经被兴风女巫不深 已经是没救了 而且都发狂好几次了 不如趁早处理掉 可爱德华却是笑着摇了摇头回应 没事的 我能控制住他 等到了玫瑰补宝 我在施展高阶去摸一室就好了 处理好伤口后 爱德华来到了童童的房间 却见童童坐在床上 低着头为刚刚发生的事情自得哭泣 爱德华来到他的身后 笑眯眯地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说道 童童 爷爷给你带来的好恭喜 童童轮眼扭头看了过去 随即双手接过了一个八音盒 爱德华继续说道 这是爷爷自己设计的小玩具 喜欢吗 听着从八音盒上响起的美妙音乐 童童哭着点了点头 原本难过的心情也有了些许好转 然而 正当林峰和爱德华 一同沉寂在这美好的一刻之时 童童再次被星红女巫附身 转头看向了房间的一个角落 爱德华瞬间反应过来 抱住童童向着旁边猛然一跳 顺利地躲过了那突如其来的攻击 紧接着 爱德华掏出腰间的裂魔枪 对准角落的地方连续开枪 刚刚探头的恶灵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裂魔子弹打穿了整个身体 顿时变成了一滩泥水 看到恶灵彻底嘎后 爱德华这才放下心来 温柔地摸着童童的脑袋说道 这次可多亏了童童 要不然 我这把老骨头可就交代在这 随着回忆的结束 凌峰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心里的疑惑也解开了不少 原来 这就是童童去玫瑰古堡的原因 看来我的方向没有错 系统也传来提示 获得了童童的灵魂碎片 凌峰收集好碎片 正准备起身离开这里之时 地毯下面 忽然传出了呜呜的哭一声 林宗有些好奇 便静止掀开了地毯 赫然发现 这地板下面竟然还有个秘密仓库 思索片刻后 林宗决定先让玫瑰他们下来看看 而艾尔威看到后很是惊奇 我从来没听说过 货船上还有这种地方 听到艾尔威的话 林宗举着手电筒 决定自己先下去打探一下 防止意外发生 随着林宗一步步走下楼梯 便看到仓库内到处都是锁面 而地板上似乎还跪着一个人 不等林宗彻底走下来 便看到一群衣冠布者 身上满是伤痕的女人 正被铁链死死地吊着双手 昏暗的船舱仓库内 居然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荧幕 看着一个个伤痕累累的女人 林宗心中瞬间怒火冲烧 剧烈地杀意顿时弥漫开来 该死的血涂 听到林宗的嘶吼 上面的两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急急忙忙地冲了下来 待林宇照明看清后 眼前的景象也让两人当场愣住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见的 只见十几个妙龄少女各个衣衫蓝绿 双手被铁链死死捆绑住 全都跪在地上净显气彩 见有人出现 一个女孩颤颤巍巍的低语道 别杀我别杀我 只要不杀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见艾尔薇走到她的面前 女孩的眼神更加惊苦 表情也是更加争鸣 顿时惊叫连连求她放过 见此艾尔薇连忙解释道 别害怕 我们不是跟船长一伙吧 我们是来救你们 见艾尔薇也是一身奴隶的装扮 女孩有些惊慌失措地说道 真的吗 艾尔薇抚摸着女孩的脸颊 很是同情地点了点头 反应过来后 凌峰赶忙让两人一起救人 而心里依然开始怒骂 关押了这么多的少女 里面甚至还有孕妇 这帮家伙 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片刻后 铁链被一根根的全部砍断 可他们身上却有着数不清的伤痕 每一道伤疤都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这时 凌峰悄悄从储物空间里 拿出了一个医疗箱说道 我这里有些药物 我们赶紧帮他们治疗一下 而见凌峰他们真的没有虐待自己 甚至还在帮助自己治疗伤势 顿时所有女孩都大声痛哭了起来 连忙朝着凌峰他们道谢 凌峰随即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已经没事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女孩开口解释道 我们是被吸血鬼从各地抓来的通灵体 说是要送去献给罗马国 给那里的血族王宫做豢养的血漆 可船上的吸血鬼 时不时会偷偷过来对我们做那种事 说到这里 女人再也说不下去 随即嚎啕大哭了起来 听到这的凌峰怒火中烧 静止捏断了手中的铁链 恨不得现在就去将那些血族全部嘎掉 这时凌峰询问凌峰 有办法在不影响航行的情况下 把他们全部送走吗 凌峰竖起大拇指说道 放心 这是交给我吧 第二天 凌峰叫上了船上的所有血族 在贵宾餐厅开了一个超大型的宴会 凌峰举着酒瓶心顿的说道 今天我请客 大家敞开吃敞开喝 今天喝的最多的 我直接奖励他一千万鬼币 听到有一千万鬼币 惊讶船长等血族全都呆愣在了原地 随后像发了疯一样 疯狂拿起手中的酒往肚子里灌 就这样 宴会足足持续了一整天 所有血族全都喝的不省人事 而凌峰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 这时凌峰询问道 逃离的船只安排好了吗 而凌峰自信地说道 我已经使用了超能力 成功买通了一家游艇俱乐部 他们很快便会派船队过来 将那女孩们送回家 很快 凌峰便通知艾尔薇 让他带着那些女孩们 全部赶到甲板上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肾虚的男人已经憋不住了 起身来到甲板上准备解手 好巧不巧 正好和艾尔薇他们碰上了面 完了完了 忽力无援的海上居然出现了海妖 正准备逃离的艾尔薇等人 好巧不巧地碰上了一个血族船员 可还不等男人发出警报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划过了她的胸膛 而看到这一幕的凌峪 顿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道 风铃兄弟 我就知道你不简单 很快 货船的四周出现了许多游轮 正在朝着凌峪挥手 而凌峰也不禁感叹道 兄弟 你才是真的不简单啊 在两人相互打去的时候 所有的女孩基本都登上了游轮 告别之际 凌峰摸着艾尔薇的脑袋说道 接下来就拜托你照顾他们了 看着凌峰脸上的笑容 艾尔薇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 再见了大哥哥 你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等他们一行人逐渐渐行渐远后 海边正好是日出 似乎也象征着那些女孩们 有了新的希望 然而 就在凌峰和凌玉满是欢喜之际 脚下的货轮突然剧烈晃动了起来 只见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 此刻突然开始变得波涛凶了 紧接着 一阵美妙的歌声响彻这片海域 而在听到歌声的刹那 凌峰的神情忽然开始变得恍惚 一不小心就已经沉沦了进去 凌峰 醒醒 听到姜薇的呐喊 凌峰顿时回过神来 姜薇连忙提醒道 这歌声是幻术 虽然凌峰已经醒了过来 但凌玉却没能抵挡得住 即使凌峰使劲摇晃 她也没有一点反应 就在这时 凌峰突然看到 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位 坐在礁石上的美人鱼 歌声似乎是从她嘴中传出 而随着歌声的声音越来越大 惊讶船长等人 此时的脸上都露出了痴呆的表情 等他们都来到甲板上吼 便看到海面上有着 数只搔手梦姿的美人鱼 看到这些人出现 美人鱼开始笑着慢慢远离过轮 并全部聚集在了一起 似乎是在引诱他们朝某处行驶 歌声并未停止 而惊讶船长却没有在这些人之中 而是静止来到了驾驶室内 迷迷糊糊的开船行驶了过去 沉寂在歌声中的她根本不知道 霍伦几百米开外的海面上 一个庞大的巨型漩涡已然在等待着她 而随着货船越来越近 不愈会的攻击 霍伦就已被海浪冲得粉碎 凌风两人也势足掉进了海里 香薇及时出现 成功利用鬼域保护住了凌风 此时的凌玉也从歌声中醒过来 她的鬼灵柱将同样感应到危险 也展开鬼域覆住了她 风铃兄弟别担心 我没事 看着游过来的凌玉 凌风心中十分意外 没想到凌玉竟然有深渊二阶的鬼灵 确认对方都没事之后 凌风开口说道 这海底怎么会有城市 而凌玉解释道 那不是城市 只是一些石头堆罢 就在两人说话间 连本消失的歌声又再次响起 并且凌风感觉得道 这歌声在海中的影响似乎变得更强了 就在他们艰难抵挡歌声之时 所有美人鱼全部纵身一跃 居然全都跳进了巨大的漩涡 而他们在下潜的过程中 不仅歌声越来越小 就连他们的身体 也开始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手指中间长出了一层薄膜 精美的脸蛋开始变得猙獰 嘴上更是长满了数不清的獠牙 原本美丽动人的美人鱼 煞食之间变成了一只恐怖的海妖 原本恶魔多姿的海上美人鱼 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吃人的海妖 伴随着歌声的船壁 海底赫然出现了树道漩涡龙卷 朝着凌风他们汹涌地压了过去 见此凌风当机立断 连忙让轩华使用闪盾带他们离开 凌玉也同样让助将使用逃跑技能 然而 轩华和助将却是呆愣在原地 已然被那诡异的歌声控制了思想 就连噩梦级的江威也险些被控制 凌风按道一声不好 这些阴玉竟然影响到了他们的鬼灵 与此同时 漩涡龙卷越来越强 已经到了无法抵抗的地步了 这时 金牙船长突然从海面上冒出来 嘴里还信誓旦旦的嘲讽说道 老子可是血毒贵毒 啥大风大浪没见过 就你们这一出还弄不死老子 然而 在他无比得意的时候 一条美人鱼已经出现在了他的不远处 金牙船长愣神之际 美人鱼瞬间潜入水中 朝着金牙船长便咬了上去 丝毫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仅仅一瞬间便直接撕裂了他的身体 不一会的功夫 血腥味就吸引了大量美人鱼过来觅食 另一边 江威的鬼鱼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凌风同样咬紧牙关 要是鬼鱼们再不恢复清醒 保护他们的鬼鱼就要被海水冲破 吃完金牙船长后 美人鱼们似乎还不满足 随即低吼一声 诡异的歌声再次响起 开始向着凌风他们冲了过来 正当凌鱼以为自己要栽倒之际 危急时刻 一道因果响彻整片海域 一声能力驱散的声音落下 因果的威力顿时让美人鱼们头痛欲裂 没了歌声的影响 喧哗也从迷惑中醒过来 随即使用闪盾技能 带着他们瞬间消失在原地 两人也松了一口气 而凌风此时很是意外 刚才是不是有人出手了 见到嘴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 打算饱餐一顿的美人鱼顿时暴目起来 恶狠狠地朝着凌风他们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骑着一头类似海盟的鬼鱼 带着一阵阵鹰波冲出了海 声波连击 听到女人的声音 深渊三界的鬼鱼勃勃开始汇聚鬼气 随后一道道 因果从口中猛然爆发 凌风望向海底 便看到那些美人鱼疯狂地惨叫着 不断在海面上上串吓跳 片刻攻击 这些美人鱼就受不了攻击 顿时狼狈逃离了这片海域 等他们走后 站在鬼鱼背上的女人 也顺时来到了凌风两人的上方 随即挥手说道 两位 你们还好吗 见来人竟然是遇鬼师 凌风连忙感谢说道 十分感谢 要不是你出手 我们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 而凌鱼内心还有些后怕 我还以为我的旅途到此为止呢 你们没事就好 那么 女人笑嘻嘻地打量了凌风他们一番 接着突然掏出腰间的手枪 直接对准了两人说道 海盗打劫 今天没个一千万鬼币 你们的性命你就一起留下吧 女儿国大家都知道吧 那么女儿半岛你们见过吗 就在刚刚 女人双手持枪 直接威胁凌风两人交出一千万鬼币 听到这话 凌鱼当即笑容满面 呵呵 又到了我装插的时候了 随即向前一步说道 三千万鬼币 请你查收 闻言凌风满脸飞现 不禁吐槽他又来了 而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鬼币 女人顿时陷入了猛逼状态 毕竟他不是真的要打劫 只是想耍哭吓一下他们罢 片刻后 三人坐到了波波的身上 开始自我介绍了起来 我叫莫妮塔 前面就是我海盗团的基地赫拉半岛 我叫凌风 是来自东方的玉鬼师 听见凌风说出真实名字 凌鱼有些懵圈地询问道 不是兄弟 你不是叫风铃吗 凌风挠了挠头回应道 抱歉抱歉 我的仇人有点多 实在不敢暴露出自己的名字 只能出此下策了 说话间 三人便来到了莫妮塔所说的基地 此时正有一群人在岸边等待着 团长回来了 一群女人心愤地朝他们挥了挥手 快看团长带回来的男人 好帅呀 望着这些花痴般的女人 莫妮塔突然得意地笑了笑说道 忘了告诉你们 赫拉半岛上全都是女人哦 看到这一幕 凌风的脸顿时变得通红起来 而凌玉已然比血之喷 兴奋地说不出话来了 晚上 为了迎接凌风两人 莫妮塔和其他人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 热烈欢迎两个男人的到来 和嗨了的莫妮塔搂着凌风说道 我们都是被鬼灵培养长大的 人生的价值 就是以后能为天使服务 可我不甘心啊 便在这里组建了自己的海盗团 说着莫妮塔又喝了一大杯啤酒 随即继续说道 你们的运气足够好 只招惹了海面上的海妖 那里的海底有非常恐怖的力量 就连天使也都不愿靠近 我们也是凭借特殊的鬼灵升锅 才能安全在那行驶 听到这话 凌风眼神瞬间一鸣 回想起别婆婆毁于那些毁灭世界的画面 连天使都畏惧的恐怖力量 难道与海底有关联吗 不等凌风想明白 莫妮塔突然就抱住了她说道 你不远万里来欧大陆 只为复活自己的鬼灵 真是好感动啊 随即猛然将凌风揉入怀里说道 决定 我要亲自护送你去斗牛国 帮助你找到要找的东西 美女如云的篝火晚会上 莫妮塔突然搂住凌风 直接表示要亲自送她去斗牛国 第二天便带着凌风他们来到了海边 此刻 一艘宏伟的货船正停在岸边 莫妮塔自豪地说道 快看 那就是我的船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壮观 等我们的物资都准备好了 我就和你们一起前往欧大陆 见莫妮塔身穿比基尼套装 前凸后翘的身姿净显风情 看得凌风两人全都满脸通红 根本不敢用正眼去瞧 只能不停地赞叹说道 不错不错 确实不错 而见两人如此羞涩 莫妮塔表面强装镇定 内心却是黑黑一笑 就凭老娘的功力 搞定你们还不是轻轻松松 然而莫妮塔不知道的是 不远处的草丛里也藏着几个女人 全都对凌风他们垂涎若感 女人们不禁极度地说道 团长下手也太快了吧 是不是没咱们的份了 要不咱们也 几人的话还未说完 就以最快的速度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另一边 莫妮塔笑着邀请他们说道 两位小哥 出行前 一起去山顶祭拜下我们的守护女神吧 发音刚落 放好比基尼的女人们就冲了出来喊道 等等 还有我们 说话间 三人就已来到凌风两人身旁 直接上手凑了过去说道 两位应该还没结婚吧 不如考虑一下我们呗 被突然搞了这么一出 凌风和凌玉顿时呆愣在原地 脸色也是变得更加通红了 而看见三人竟然敢抢自己的男人 莫妮塔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咧着嘴大声地嘶吼道 你们几个 都给老娘撒手 他们是老娘抢回来的 见自家团长生气了 三人根本不敢反驳 连忙立正进了个礼 趁此机会 凌风顿时揪起凌玉的衣领 直接就往山上跑 还十分汗颜地说道 我们先去山上等你们 见两个男人都被吓跑了 莫妮塔气得咬牙切齿地吼叫道 你们是想造反吗 见此女人们也是可怜巴巴地说道 团长 我们也想娶个男人回家结婚嘛 整个岛一个男人都没有 好不容易来了两个帅哥 还全被团长占了 既然吃不到肉 也得流点汤喝喝嘛 见他们可怜地讨价还价 莫妮塔满脸黑线地回应道 好啊好啊 你们真的是吃榜命了 既然如此 那咱们各失手段各平本事 谁能拿下就归谁 别说老娘不给你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此话一出 三人全都上前抱住了莫妮塔说道 团长最好了 可是就在这时 又有几道声音响了起来 团长 还有我们呢 公平竞争可是你说道 见此 莫妮塔差点被气死 一一敌众不知道吃不吃的消 几天后 莫妮塔带着凌风两人以及众多女人 来到了山顶的一座雕像前 雕像手持黄金三叉几颗盾牌 看上去净显辉弘大气 莫妮塔笑了笑说道 这就是我们的守护女神啊 见多世广的淋浴也不禁感叹道 游历过那么多地方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圣洁的雕像 随后莫妮塔神情庄严地带着船员们 双手抱拳恭敬地默念道 尊敬的雅典那女神 请保佑我们平安返航 默念过后 莫妮塔高声欢呼 出航 全速驶网斗牛国 抢钱抢男人 顿时后面的女人也跟着欢呼起来 看着这些嗷嗷乱叫的女人 凌风两人直接傻眼了 心里不禁开始后怕 凌风兄弟 他们会不会对我们做那种事啊 凌风此刻也汗流加倍 应该 应该不至于吧 经过一个月的航海行程 莫妮塔告诉凌风他们 根据海图的指引 他们的船已经快要到达斗牛国了 然而 经过这一个月的相处 凌风两人也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凌风凑过身有些汗颜地说道 凌风兄弟 你觉不觉得莫妮塔和他的船员们 全都有些诡异啊 凌风表示肯定 是挺诡异的 明明没有什么风浪 但是经常有船员突然摔倒在我面前 此话一出 凌风顿时也震惊住了 俺也一样 不仅如此 他们晚上还经常睡错房间 甚至还强行霸占了我的床 害得我只能打地铺 而且经常会有现在这种情况 回想起女人们花痴的脸颊 凌风凌雨都很无语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忽然 莫妮卡猛然大喊一声 小的们 白活了 那是天使船队的商船 莫妮卡花音刚落 船员们全部武装上阵 船上开始鸣起长长的呜呜声 只见不远处的海面上 赫然出现了一艘大型的帆船 而随着他们的接近 一名章鱼脑袋的光头首当其冲 骑着一个巨型章鱼恶狠狠地说道 我们可是为天使大人运奴隶的 我看谁敢抢 然而 莫妮卡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了当地回应说道 老娘抢的就是天使的船 很快 双方便扭打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 一幅画卷突然从海面杀出 瞬间就包裹住了光头和他的鬼灵 为了避免意外 凌风直接让姜薇出手 顿时使出了画卷绝杀的深渊能力 仅仅一招便将其就地正法 随后重新回到莫妮卡上方说道 这次就当给你的船废 可莫妮卡却很不服其回应道 这哪够呀 至少得以身相许吧 莫妮卡也是颇为无奈 毕竟都这么久了 这两男人都不上套 说话间 大船上所有天使的人 都被淋浴和这群女人解决掉了 看到这一幕的淋浴也很是惊讶 这群女人看上去弱不经风的 打起架来却挺凶残的 而莫妮卡却很是气氛 因为这艘伤船上 除了女奴和骷髅兵 连个雄性的生物都没有 就在这时 月缺女王突然喊了林峰一声 林峰听到顿时瞪大了双眼 急忙跑进黄公鬼 越来到女王的面前 见到林峰 月缺女王很是兴奋地说道 林峰 我成功了 系统也在此时传来提示 月缺女王与肉身完美融合 复苏进度100% 成功生至噩梦一阶 月缺女王握起林峰的手 静止放在了自己脸上 此刻的林峰还有些呆愣 你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吗 月缺女王抬起双手 身体静止飞到半空之中 然后朝着林峰说道 现在的我 不仅拥有了人类的肉身 而且还可以使用鬼灵的能力 说话间 一只火凤凰也显现在了半空之中 随着等级的提升 月缺女王也学会了新的鬼术 新技能奉响九天 将火凤之力凝聚成功箭射出 对生命损耗50%以上的鬼灵 必定造成一击必杀 级别高于自己的除外 看到如此惊艳的月缺女王 林峰一瞬间竟然看呆了 就在她发愣之际 女王静止拉着林峰的手 乘坐在了火凤凰背上 两人相互依靠 就这样在皇宫上方四处遨游 这时林峰询问说道 过去的一切 你都记得了吗 听到这话 女王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段记忆真的让她刻骨铭心 即使几百年过去 可当初的场景 依旧记得非常清楚 母亲的离去 王国的毁灭 都曾让她十分难过 然而 林峰的出现给了她一线希望 顿时泪水便模糊了女王的双影 而林峰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 共同享受着这难得的一刻 几天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 诺妮卡站在船手上 激动地握着船杆说道 终于看到陆地 斗牛国 我们来了 顺利抵达斗牛国的港口城市 林峰便向众人提出了告别 随即挠了挠头说道 接下来的旅途比较复杂 就不和你们同行了 文言林峰拿出通讯器回应道 我还欠你一笔巨款吗 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莫妮卡也朝着林峰眨了眨眼睛说道 我和姑娘们都会想你 别忘了常来做作用 相互告别过后 林峰便进入了鬼域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等她离开之后 莫妮卡看向姐妹们得意地说道 我和林峰去去救回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勘传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其他女人的嫉妒 团长 你是想吃毒食吧 然而莫妮卡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直接出手搂住林峰的胳膊说道 咱俩的时间了 林峰顿时感觉浑身僵硬 脸红得根本不敢回头看 只好扭扭捏捏地回应道 还是赶紧找人打听玫瑰古堡的位置要紧 片刻后 两人便来到了城市的中心地带 看着这人山人海的街道 林峰不禁有些惊讶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了 莫妮卡解释道 我们应该是赶上斗牛国的奔牛结了 文言林峰好奇地询问 什么是奔牛结啊 然而莫妮卡却是笑了笑说道 你马上就会知道 话音一落 林峰便看到 一群男女兴奋地从自己身后飞速跑过 而他们的身后 同样跟着大量的人群 甚至有人在大声吼叫道 前面的 别挡道啊 忽然 一头发疯的双头牛猛然冲了出来 静止将路上的人群撞得漫天飞舞 看到这如此惊人的荧幕 林峰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一旁的莫妮卡也被吓得瑟瑟发走 害怕地躲在了林峰的身后 只因那头双头牛 正在朝他们的位置飞速重来 就在牛角距离林峰只有0.01公分的时候 林峰却是一脸默然 只是简单地伸手按住牛角 就将双头牛直接按停在了原地 任凭他如何冲撞 就是卡在原地动弹不得 这时 林峰捏紧了牛角 双手顿时猛然一个用力 只见一个过肩摔 牛牛就直接前胸贴地面 静止被林峰摔了个四脚朝天 倒在了地上不省牛市 而看着这如此触目惊心的一幕 莫妮卡和在场的所有人 下巴全都差点掉在地上 纷纷吐槽沃德发 这是什么操作 这时林峰才反应过来 只好尴尬地挠了挠头说道 不好意思 身体下意识就出手了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呀 见林峰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样 莫妮卡直接破口大骂 你还知道用力过猛了呀 与此同时 周围的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顿时纷纷欢呼了起来 厉害呀 大神666啊 终于有人能收拾这头蠢牛了 这时一个小迷妹走了过来 将一个花环戴在了林峰脖子上说道 大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冬的一下就把他甩飞了 林峰也趁此机会开始打听了起来 小妹妹 你有没有听说过 猎魔人家族和玫瑰古堡的传说呀 可女孩却是一脸问号地回应道 没有 大哥哥若要打听消息 可以去旧书店看看 那里有个瞎了一只眼的老爷爷 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脾气不太好 来了来了 林峰终于再次踏进了玫瑰古堡之中了 有了小迷妹的指引 林峰顺利找到了那位独眼老爷爷 果然听到林峰在打听玫瑰古堡时 也瞬间变了颜色 随即大声木合说道 不管你们从哪听说那个废弃古堡的 赶紧回去吧 我这没有能告诉你的 文言莫妮卡也是怒 直接上前揪住了他的衣领呵斥道 少听你的糊弄玄虚 老娘可是海盗 信不信分分钟给你打成猪头啊 见此林峰连忙出手阻止 别冲动别冲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彪悍女人 老爷爷显然有些后怕地解释道 我可不是故意隐瞒 你们找古堡前 不妨先听听我讲一个故事吧 这时老爷爷从背面的书架上 拿出一本书 语气有些低落地说道 我年轻时偶然中获得了这本 上个时代猎魔人家族的手记 那时我还是小有名气的狱鬼师 我的儿子罗伊 更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狱鬼师 在我和罗伊一起研究手记得知 玫瑰古堡原先是属于一个强大的女鬼 但是后来 却被一名叫范海鑫的强大猎魔人所打败 而古堡也顺势成了那位猎魔人的据点 可物灵女鬼并没有被消灭 而是被范海鑫封印到了古堡的一个镜子中 让他为其看守保护 没想到几代过后 驻守古堡的罗素家族被血族算计 古堡也触发了防御机制成为废墟 我和罗伊商量过后 决定前往古堡寻找猎魔人留下的宝藏 随即 我们成功用手机中记载的方法 顺利召唤出了女鬼论 可就在我们沉迷在喜悦中时 由于年代久远封印失效 恶灵女鬼趁机脱壳而出 而她似乎一直在寻找她的帐篷 可当她发现并不是我们时 竟然出手想要挖掉我们的眼睛 最后 我借助鬼灵的特殊能力逃出古堡 而我的儿子罗伊 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至此之后 玫瑰古堡也不断发生着恶灵杀人事件 我也曾想过回去报仇 但面对那种恐怖的恶灵 自己却是深感无力 说到这里 老爷爷失落的和尚书本说道 听了我这个故事 你们若还是要去就拿上这本手记吧 老爷爷把书递给了凌峰 凌峰接过后回应说道 谢谢您的提醒 但是 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随即和莫妮塔转身离开了这里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老爷爷拿起自己和儿子的照片 只能叹了口气回应道 那便祝你们一路好运 之后 根据手机里记录的路线 凌峰两人很快就找到了玫瑰古堡的所在地 系统也传来提示 检测到附近有彤彤的灵魂碎片 闻言凌峰大喜过望 莲芒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古堡钥匙 成功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古堡大门 而随着大门的缓缓打开 里面的场面瞬间让两人惊恐不已 凌峰小心 莫妮卡爆喝一声 莲芒将面前的凌峰推开 并瞬间从腰间掏出两只猎枪 直接对准了这些表情呆愣的东西 然而 当他们看清这些东西都一动不动 只是用那空洞的眼睛看着他们的时候 两人才意识到 眼前的东西好像只是玩偶而已 莫妮卡长呼了口气说道 吓我一跳 真是虚惊异常 凌峰则拿出了散发光芒的蝴蝶结回应道 红红的灵魂碎片就在不远处 很快 两人逐渐深入 便看到了地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雕像 可走了十几分钟后 莫妮卡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有些汗颜地对着凌峰说道 咱们好像在这个通道走了好久 正常来说 城堡里会有这么长的通道吗 听到莫妮卡的话 凌峰顿时也是挤皱眉头 感觉咱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某种规律 这时姜威突然喊道 凌峰 快看墙上的话 闻言凌峰扭头望去 瞬间被吓得冷汗直流 只见一幅双马尾的恐怖女孩画像 顿时映入两人眼中 空洞的眼神 圣人的表情 一幅诡异的画像顿时映入凌峰两人的眼中 莫妮卡被吓得尖叫连连 直接扑入了凌峰怀中 凌峰却是嬉笑地说道 别怕 只是一幅画而已 平时胆子挺大的 莫妮卡连忙尴尬地起身回应道 哼 我我 我才没有害怕呢 随后 林聪来到画像面前 伸手准备触碰墙上的画 感觉这幅画像 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 这很可能是离开这个通道的线索 林聪疑惑地说着 手指已然触碰到了眼前的画像 突然 镜子里开始浮现出黑红的字迹 一阵诡异的歌声也在这时响了起来 玛丽玛丽 穿红衣的玛丽 有着绿色瞳孔的玛丽 收下挖出的眼珠 听到如此恐怖的歌词 林聪两人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时莫妮卡提醒道 林聪 通道里好像不止这幅画 随后 两人来到了另一幅画像面前 林聪再次伸手触碰画像 通道里再次想起了另一种歌声 玛丽玛丽 穿着红衣的玛丽 留着金色长发的玛丽 戴上歌下的耳环 此刻林聪有了些许猜想 看来通道内的每一幅画 都有各自相对应的歌声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林聪来到了第三幅画前继续触碰 玛丽玛丽 穿着红衣的玛丽 拿着空洞的眉眼睛头颅 出现在你家的院子 第四幅画像 玛丽玛丽 穿着鲜血沾红衣服的玛丽 拿起锯子与菜刀转步伸去 听完所有画像中的歌声 林聪正在思考这些歌词有何关联之时 便发现自己的胳膊被勒得很紧 莫妮卡死死地抱着林聪的手臂 搞得林聪很是无奈 再次看到画像时 林聪有些思绪说道 我们刚才是一直往前走的 现在又回到了这里 看来这几步画是构成循环的关键 就在林聪沉思的时候 莫妮卡突然惊恐地说道 林聪 你的脸 好像在变成墨 林聪听完联盟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发现正如莫妮卡所说的 瞬间皱起了眉头说道 看来这是这个通道的一种规律 如果我们长时间被困在这里的话 很可能会像那些破碎的雕像一样 被永远地留在这里 所以破解的关键 就是那些诡异的歌词 很快姜薇就有了思绪 林聪 破解的关键是旋律 这几幅画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 正好可以拼凑出一首完整的歌 有了姜薇的提醒 林聪按照2143的顺序 依次触碰四幅画像 伴随着正确顺序的输入 通道里顿时充满了圣人的红雾 那首恐怖的歌谣也成功串在了一起 林聪和莫妮卡汉颜听着 继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随着歌声的结束 一扇大门赫然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林聪说道 看来这就是通道的出口了 进去之后 林聪扫视了一下四周 便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当初公爵幻境中的玫瑰古堡的大厅 周围同样布满了破碎的雕像和木偶 随后 两人走到了大厅镜头的镜子面前 林聪继续说道 根据手机的记载 这面镜子 就是封印了店长所说的那个恶灵 而我要找的东西 很可能就在恶灵守护的猎魔人宝库中 思索片刻后 林聪唤出姜薇和月圈女王 决定用手机上记载的方法 先将镜子中的恶灵召唤出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林聪让姜薇和女王 在她召唤恶灵之时 带着莫妮卡远离镜子一笔 听到姜薇和女王的声音 莫妮卡顿时愣住 会说话的鬼灵 是噩梦集 而且还是两个 等鬼灵们带着愣住的莫妮卡离开之后 林聪双手托起一根蜡烛 满脸凝重地站在镜子面前 嘴里默念起了召唤恶灵的咒语 而随着咒语的响起 镜子开始散发出诡异的红雾 地上的木偶和雕像也都缓缓起身 嘴里不停地喊着玛丽玛丽 顿时整个大厅都响起了玛丽的声音 随着咒语的结束 顿时红雾开始大量地从镜子中冒出 一道声音也在众人耳边响起 是谁 吵醒了我 话音一路 更多的红雾从镜子中疯狂涌出 见此林峰连忙往后跳去 就在她跳出去机敏远后 镜子之中 一个有着四肢手臂的恶灵缓缓红线 你是我苦苦等待的丈夫吗 噩梦一阶的血腥玛丽从镜子中钻了出来 还兴奋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不过 当她看到林峰的身影过后 血腥玛丽却是皱起眉头说道 看来你不是 那我只能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 话还未说完 血腥玛丽就闪身到林峰面前 伸出手指抬起了林峰的下巴 不料靠近后才发现 林峰的面貌居然如此的帅气 血腥玛丽先是一顿 下一秒便笑嘻嘻地说道 好帅啊 没错 你就是我的丈夫 闻言林峰内心开始疯狂吐槽 这女鬼该不会是个眼狗吧 就在林峰无语的时候 血腥玛丽小手一规 顿时大量的红雾直接包裹住了林峰 剑子姜薇和女王刚准备上前营救时 一个气盘鬼域瞬间出现 顿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就这样 鬼灵们眼睁睁地看着林峰 被血腥玛丽扔进了镜子之中 看见这一幕的莫妮卡 直接破口大骂 你这个毒妇 快把我的男人放出来 听到这话 血腥玛丽瞬间满脸黑线 恶狠狠地回头看向莫妮卡说道 找死 竟然敢勾引我的丈夫 随即单手一抬 无数棋子瞬间出现在空中 朝着莫妮卡他们猛然砸了过去 这时月圈女王告诉他们 林峰被困在镜子中了 你们吸引火力 我想办法用心神链接去唤醒她 然而就在这时 血腥玛丽的四肢手臂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道红色丝线 血腥玛丽舔了舔嘴唇说道 宝贝们 一起出来玩玩吧 话音落下 无数的提线莫妮 开始扭扭捏捏地朝莫妮卡 他们缓缓走去 并且 莫妮的口中还传出了一阵阵恐怖歌声 顿时将一人两鬼团团围住 而在他们激烈战斗的时候 进入镜子的林峰 此刻却有些蒙圈 这是发生了什么 就在林峰疑惑之际 眼前突然亮起了一道红光 林峰环顾四周才发现 这里居然是一个剧场 看来自己是被血腥玛丽 拖入幻境中的 这时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欢迎来到血腥玛丽的木偶剧院 好戏即将上 几个提线木偶缓缓握揭开帷幕 一个眼冒绿光的木偶 开始笑嘻嘻地说道 在很久很久以前 斗牛国里有着一对恩爱的伯爵夫妇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片土地由一对伯爵夫妇统治 两人的婚礼也受到了 斗牛国和邻国爆发了战争 伯爵必须前往战场 临行之际 伯爵抚摸着夫人的脸颊 向他保证会尽快回来 从此以后 伯爵夫人每天都坐在城堡窗前 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即便有人告诉过他 伯爵早已战死沙场 可他依旧坐在窗前静静地等待着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夫人的容颜逐渐衰老 而为了让伯爵回来时 依旧能见到光彩照人的自己 伯爵夫人竟然用自己的灵魂 与一对诅咒人偶做了交易 通过使用新鲜的人血来保持容颜 此后 不断有人在古堡里离奇失踪死亡 而古堡中 也多了很多跟他们长相相似的玩偶 伯爵夫人本来的名字也逐渐被忘 被后来的人们称呼为血腥玛丽 看到如此无语的剧场 林宗气得咬牙切齿 为了等一个回不来的丈夫 居然出卖灵魂 还把无辜的人做成玩偶 这得是多么严重的恋爱脑啊 忽然 手指轻轻挑着林宗下巴说道 我亲爱的丈母 对我的木偶戏可还满意吗 而此刻的林宗却是根本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 镜子外的月圈女王使出了火风燎原 瞬间将周围的木偶烧得一干二净 趁此机会 姜威连忙喊道 莫妮卡 你也进入镜中世界 我们掩护你 你用声波攻击破坏掉她 对于姜威的提议 莫妮卡想都不想 直接换出鬼灵冲了过去 而莫妮卡也是紧张地嘶吼道 快呀快呀 老娘可不想交代在这儿 很快 在姜威和女王的掩护下 莫妮卡的鬼灵一路横冲直撞 瞬间就将那些掉落的棋子全部冲散 终于在最后一刻 成功地进入了镜中世界 然而刚一进来 便看到了这暧昧的一幕 莫妮卡气得大声嘶吼道 住嘴 老娘都还没亲过呢 怒吼一句 莫妮卡的鬼灵就使出了声波攻击 而镜中世界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仅仅瞬间就变得支力破碎 莫妮卡也顺势接住了掉下来的凌峰 很快 外面的姜威就用画卷缠住了血腥玛丽 一招画卷绝杀 血腥玛丽顿时发出一道惨叫声 直接就被碾碎了身体 见此 莫妮卡长呼一口气地回应道 第一次遇到这么恐怖的恶灵 吓老娘一跳 而凌峰和姜威却没有放下戒备 不对 她的鬼欲没有消失 凌峰紧皱眉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姜威却是汗颜地回应说道 我用画卷绝杀式 明明感觉攻击到她的本体了 可凌峰明白 系统并没有传来击杀的提示 就在凌峰疑惑之时 周围开始充斥出大量红物 血腥玛丽也从红物中冒了出来 声音极具诡异地嘶喊道 我的账物 你又抛弃我了呀 那我只好将你做成人偶 永远地陪着我吧 随着血腥玛丽声音的落下 无数只玩偶从红物中缓缓走了出来 原本应该被击杀的血腥玛丽 下一秒竟然出现在了红物之中 还召唤出了无数玩偶恶灵 将凌峰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见此 凌峰当即换上鬼剑 并把所有鬼灵全都换了出来 手持长剑霸气说道 本来没打算用权力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随即让鬼灵们找出血腥玛丽的灵魂人偶 并让他们直接将其消灭 人偶的样子 我会通过心神链接共享给你们 而看到这一幕 莫妮卡的嘴角不由地留了一揽子说道 好帅呀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很快 凌峰挥起黄金剑弓相的那些玩偶 随即让凌罗和伊苏娜清理小兵 紧接着 凌峰又让青竹使出了沐鱼压制能力 然而 见大量的玩偶被消灭 血腥玛丽的脸上却是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只见她的手指上忽然出现几根红线 下一秒 月缺女王竟然挥动手中火焰 气势汹汹地冲向了莫妮卡 莫妮卡也惊慌失措地叫了出来 这不是有军吗 飞机猛然一剑劈向了月缺女王 成功将她救了下来 而月缺女王被直接劈成两半 很快便显露出了原来的样貌 原来 这竟然是血腥玛丽的拟太能力模拟出的玩偶 莫妮卡已然吓得泪流满面 而凌峰也是不禁感叹说道 好恐怖的能力 要不是我和鬼灵们都有心神链接 还真就上了她的当了 与此同时 凌峰借助心神链接 连忙让凌罗使出伞分身 将混进来的鬼灵玩偶全都清理出去 然而发现自己的诡计被试破后 血腥玛丽不仅没生气 反而笑嘻嘻地舔了舔自己的手指说道 哎呀 被发现了呀 不过我也感觉完腻了 那就结束吧 随着血腥玛丽的声音响起 顿时大量的玩偶木桩猛然从上方砸了下来 莫妮卡看到又是金鼓说道 这这 这也太多了吧 而凌峰也连忙询问鬼灵们 你们找到灵魂人偶了吗 找到了 说话间 姜薇直接捏碎了灵魂人偶 灵魂也顺势补足了伤害 成功消灭了所有灵魂玩偶 顿时之间 血腥玛丽就捂住胸口 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 脸上还布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就在这时 月圈女王蓄力鬼气 准备借此机会来试一试自己的新鬼术 随即女王搭攻蓄力 一朝凤翔九天的火焰剑矢瞬间射出 霸作一只烈焰凤凰猛然攻向了血腥玛丽 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火焰箭矢瞬间击中了她的胸膛 而血腥玛丽还在苦苦挣扎地说道 不不 不要毁掉我的完美容颜 然而 熊熊烈火很快就将她燃烧殆尽 系统也顺利传来提示 战斗胜利 获得一副血色象棋 获得一瓶复苏药剂 获得猎魔人宝库的开启咒语 而凌峰两人也成功回到了古堡之中 顺利解决血腥玛丽之后 凌峰成功获得猎魔人宝库的咒语 当即对着镜子默念了起来 随着咒语声音的输入 镜子内部开始泛起一阵蓝绿色光芒 随即出现了一间巨大的房间 见此 莫妮卡顿时大喜过望 直接搂着凌峰笑嘻嘻地说道 走吧 去洗劫猎魔人的宝库 然而 等他们进来之后却傻眼了 看着架子上的各种宝物 莫妮卡被气得咬牙切齿说道 说好的宝库呢 怎么看起来都是一些破破烂烂 而凌峰却是一脸淡然回应道 这些可能是猎魔人与恶灵战斗后的战力品 看来要不是上个时代的猎魔人轻剿恶灵 现在不知道得有多少强大的恶灵呢 忽然莫妮卡两眼冒光说道 大发现 这个居然是金的 这个也是金的 前面还有啊 见莫妮卡一副财迷模样 凌峰顿时就白了他一眼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 找到鬼灵彤彤的魂命物残破玩偶 是否进行采集 凌峰立马上前 对着玩偶开始采集了起来 而随着鬼气的扩散 此刻 童童已经跟爱德华来到了玫瑰古堡 爱德华牵着童童的小手说道 童童 咱们到家了 爷爷这次一定会解决掉你身上的恶灵的 而童童只是抱着爱德华的胳膊 轻轻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 经过一些法阵和咒语的准备 爱德华带着一群猎魔人 开始驱逐起了童童体内的恶灵 然而 随着神秘的咒语响起 法阵中的童童瞬间被恶灵附身 并不断地在法阵中疯狂挣扎 撕心裂肺地嘶吼着 一旁的猎魔人有些吃力地低语道 家主 这恶灵已经和女孩的灵魂融为一体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消灭它了 可听到男人的话后 爱德华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童童 爷爷真的 真的对不起你啊 与此同时 凌峰看到这一幕也是呆愣在原地 难道 童童今天就要倒在这里了吗 可是就在这时 童童童竟然恢复了一些意识 眼眶充满了泪水的呼喊道 爷爷 爷爷 你在哪 文言爱德华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上前让所有猎魔人全都注视 可此时的猎魔人们都有些犹豫 家主 我们的职责可是 爱德华瞬间破口大骂喊道 毕童 我以猎魔人的荣誉启示 绝对不会让他伤害别人 如果失控 那就由我来亲自解决 见他们还在犹豫不决 一名男人站了出来直接说道 家主都做出决定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就这样 猎魔人们也不再多说什么 便自行离去了 这时爱德华拍了拍男人的肩膀说道 帕斯卡 谢谢你支持我 而帕斯卡笑着摇了摇头回应道 没办法 谁让你是我哥哥呢 就这样 在爱德华的坚持下 彤彤连同他体内的恶灵被保留了下来 驱魔失败的彤彤 在爱德华的极力要求之下 连同他体内的恶灵也被保留了下来 几天后 爱德华将自己的蝴蝶结地给了彤彤说道 彤彤 这可是爷爷的宝物 以后就归你了 他可以暂时压制你体内的恶灵 也从这天开始 彤彤正式成为了罗素家族的成员 并将这一天定义为彤彤的生日 抱着爱德华送给自己的小熊 彤彤开心地笑 帕斯卡也十分开心地说道 彤彤 多吃点肉才能长得更高 时间转瞬即逝 转眼之间便来到了五年之后 此时的彤彤已经十岁了 而且他的眼睛 也很快就要被医生治好了 看见彤彤幸福地抱着爱德华 爱德华也是高兴地说道 等彤彤能完全看见 我就带你去看看爷爷亲自设计的游乐园 彤彤笑得十分灿烂 爷爷 你最好了 看着爱德华和彤彤幸福快乐的模样 临终欣喜之余又是满眼的忧愁 这五年时间 应该是彤彤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可彤彤的模样 也越来越像鬼灵石的样子了 这也说明 彤彤死亡的那天 也越来越近了 这一天 彤彤和爱德华聊天的时候 爱德华突然开始剧烈咳嗽了起来 吓得彤彤连忙凑过身来询问说道 爷爷 您没事吧 而爱德华却是安慰说道 没事没事 只是有点小感冒而已 很快 爱德华便请来医生给他做检查 彤彤则在侍女的带领下回到了卧室 可回到房间的彤彤却是抱着膝盖 埋着脑袋默默地瞒过着 侍女见状也安慰说道 小姐 医生正在给家主会诊 请不要担心 然而 侍女安慰的话还未说完 彤彤突然惊恐地看向了自己的双手 随即兴奋地大叫起来 等等 我能看得见了 我的眼睛终于好了 红彤欣喜若狂 不顾侍女的阻拦就跑了出去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将消息告诉爱德华了 爷爷 红彤的眼睛终于能看到了 与此同时 医生也给爱德华检查完毕说道 家主没什么大碍 只是年纪大了 而在房间之外 两个男人正在谈论爱德华的身体 这几年家主的身体衰老得太快了 可不是吗 年纪本来就大 还有个恶灵容器在身边影响 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好巧不巧 刚好被来到这里的彤彤给听到了 彤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原来是我的错 是因为我 爷爷的身体才会变差 不行 我得离开爷爷 看着满眼泪水的彤彤 凌峰心疼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用手擦了擦彤彤的眼泪说道 彤彤 这不是你的错 就在这时 凌峰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系统提示 获得了彤彤的灵魂碎片 看到凌峰很是伤感的表情 有些担心地询问道 怎么了 找到要找的东西应该高兴才对 干嘛这么沮丧 凌峰文言摇了摇头 随即长呼了一口气回应说道 我没事 咱们走吧 片刻后 莫尼卡向着凌峰提议道 现在太晚了 不如就在这里过一夜吧 文言凌峰也没多想 当即准备去收拾出两个房间 对此莫尼卡却是脸红地说道 两个房间 你就放心我一个人睡吗 而凌峰直接表示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见凌峰如此不解风情 莫尼卡气愤地冷疯了一声 两人便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几个小时过后 正在睡梦中的凌峰突然被姜薇喊了起来 凌峰不好吧 莫尼卡不见了 果然 等凌峰来到莫尼卡房间查看的时候 床上根本没有莫尼卡的身影 就在这时 凌峰敏锐地在床边发现了一些毛发 窗户旁边更是有着几个爪印 突然姜薇连忙喊道 凌峰 快看那里 顺着姜薇的目光望去 凌峰便看到 在不远处的半空之中 一头狼人赫然映入眼帘 独守空房的莫尼卡 竟在深夜之下离奇失踪 而赶到现场的凌峰 竟然在房间里面 找到了一些奇怪的毛发和脚印 突然 月色下的古堡外面 一头狼人赫然奔起 凌峰顿时紧握双手说道 难道是这狼人掳走了莫尼卡 我们快跟上去 凌峰当即下令 带着姜薇便追了过去 然而 发现凌峰跟随在自己身后 这头狼人更是加快了脚步 根本没停下来的意思 没多久 双方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周围 那头狼人直接猛然一跃 顿时跳进了深坑之中 扫了一眼过后 凌峰便发现 这四周竟然散布着无数的枯骨 凌峰按道一声 这里 该不会是一处血族的潮雪吧 想到当初在货轮上那些少女说过的话 凌峰心中瞬间充满怒火地说道 可恶的狼人和血族 我们去杀光这群杂碎 说话间 凌峰便唤出鬼灵们 净直跳进了深坑之中 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在落下来的过程中 凌峰就把鬼甲直接套在了身上 果然刚落地的刹那 凌峰就听到了一阵阵的低吼声 大量冒着红眼的狼人将他们团团围住 见此凌峰也不敢懈怠 掏出真无鬼刀率先发起进攻 然而 就在鬼刀即将落下之际 一个少女的声音忽然响起说道 我我 我们投降 请不要伤害我们 顿时无数的声音开始慢慢传开 鬼怪大人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听到这些求饶的声音 又看着这些毛茸茸的东西之时 凌峰和鬼灵们当场傻眼 这是啥玩意啊 什么鬼怪大人 我这么刀都拔了 就在这时 莫妮卡怒气冲冲地冲过来喊道 我看谁敢欺负你们 莫妮卡话还没说完 手上的枪已经被吓得跳了出去 灵灵 凌峰 你怎么找到这了 不料凌峰却反问一句 你才是 你怎么在这 这时 一只蓝色的狼人捂着眼睛 顿时哇哇大哭了起来 鬼怪大人 鬼怪大人是追着我来的 当时我正在森林里寻找能用的物资 不料被鬼怪大人看到 就开始追着我不放 见此 凌峰顿时有些无语 原来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呀 凌峰散去鬼甲 双手环抱地质问莫妮卡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妮卡也解释了起来 他们是上个时代避难所的居民 你们看 他们是人类 说话间 莫妮卡将蓝色狼人的头套摘了下来 一个叫下线的蓝发少女赫然呈现在眼前 而听到莫妮卡的话 其他狼人也纷纷将头套摘了下来 这时有个叫下线的小女孩说道 鬼怪大人是莫妮卡姐姐的朋友吗 见凌峰还有些疑惑 莫妮卡开始描述起当时的场景 原来莫妮卡在古堡里准备休息的时候 突然被窗外的东西吸引了目光 上前一望 便看到下线正在向自己挥手 而下线见莫妮卡没有任何反应 竟然直接从窗户外面跳了进来 莫妮卡当场就愣住了询问说道 妹子你谁啊 怎么能随便进别人房间呢 而下线却拉住莫妮卡的手着急地说道 姐姐快走 这里是属于一个强大恶灵的地盘 赶紧跟我跑吧 寂静的夜晚 一个女孩突然跳进莫妮卡的房间说道 姐姐 赶紧跟我跑吧 而莫妮卡却是反手揉了揉她的脑袋回应道 放心吧 这里的恶灵 已经被我解决了 倒是你 这一身装扮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 下线顿时夸赞了起来 莫妮卡姐姐好厉害 我叫下线 这是我们地下避难所的战斗服 能发挥出超越人类的力量 听到这话 莫妮卡顿时动起了歪心思说道 那能不能带我去避难所看一看呀 单纯的下线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她 搞得莫妮卡都有些不好意思 听完莫妮卡说完后 饶式凌风也忍不住瞪了她两眼 忽然 系统的提示声忽然响起 检测到附近有彤彤的灵魂碎片 听到系统的声音 凌风当即知道 在这个所谓的避难所里 肯定有着彤彤的魂命 随即对着夏丽询问说道 能带我们去避难所里看看吗 我想找一件上个时代的物品 夏丽二话不说 当即就同意了下来 很快 众人就朝着洞穴深处缓缓前进 夏丽也开始介绍起来 传说这里以前是血族的巢穴 后来被未知力量所破坏 便一直空着不再使用 直到第一代所长 一位厉害的科学家找到这里 将这里改造成了避难所 所长通过计算 预测到了即将来临的末世 于是便在诡异复苏来临之际 带着一批人先行躲进来 而我们这身战斗服装 也是所长精心设计发明的 据说这个形象比较有威慑力 几人说话间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 由纯金所打造的原型大门之前 这时凌峰才知道 看来避难所在建造的时候 也是用纯金打造的 难怪能一直不被发现 等到几层大门被缓缓打开后 里面的景象 顿时让凌峰和莫尼卡 直接惊讶万分 这里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夏丽解释说道 这里的避难所一共有五层 一层是植物层 二层是动物层 三层是学习和科研层 四层是仓库 五层是提供能源的核聚变装置 避难所整体 由循环生态系统自动运行 每一层都有房间可以居住 这时夏丽突然丧着脸说道 不过现在 这套循环系统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冒着危险 外出寻找材料修复 很快 几人来到了一处 类似水族管的通道里 夏丽激动地说道 漂亮吧 我们平时也喜欢来这里的 你们手里的炸鸡腿 就是来自这里哦 学习层里 不光储存了上个时代的各种知识 还收藏了上个时代各地代表性的文物 各种他们没见过的新鲜事物 纷纷呈现了出来 我们通过学习 在之前的基础上 研发出了一些新技术 也在想办法制造 针对鬼怪的大型武器 夏丽摸了摸夏仙的脑袋说道 我的妹妹可是天才 相信她一定能研究出来的 夏仙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变得羞红羞红的 很快 夏丽带着凌峰来到了第四层的仓库 这里就是我们收集东西的地方 全都放在了这里 凌峰道了声谢谢 便拿出蝴蝶结开始寻觅了起来 没多久 凌峰便找到了童童的魂命物 看来这是第一代所长 在这个遗迹中找到的物品 系统提示 找到鬼灵童童的魂命物 爱德华的驱魔袋 是否进行采集 顺利进入避难所仓库的凌峰 成功找到了童童的魂命物 听完系统的提示 凌峰当即上前采集 而随着鬼气的散发 凌峰再次来到了童童的记忆世界 而在此时 童童得知爱德华生病 竟然是因为自己 便直接跑出古堡之外 准备不告而别 毕竟在童童的思想中 只要他离开了 爷爷就会好起来了 然而 在他钻进箱子没多久 外面就传来了爱德华和侍从的声音 老爷 已经调查清楚了 就是几个低阶血族 哼 赶来我爱德华的地盘 看来我的收藏又要多几件了 箱子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很快 爱德华便驾驶着马车 连带着童童一起出发了 时间来到晚上 爱德华抵达了森林中的一处乱葬岛旁 刚刚跳下马车的他 便看到乱葬岛的墓碑四周 一只只枯白无色的手从土地里冒了出来 很快 一大堆恶灵冲出土壤 疯狂朝着爱德华扑了过来 而看着这些嗜血的玩意 爱德华毫不在意地微微一笑 瞬间从腰间掏出了两把猎魔枪 随后便是马可波罗附身 一阵阵连绵不绝的枪声顿时响彻天际 然而这时的爱德华却有些吃力 不禁自嘲说道 看来真是老了 只是这种强度的战斗 身体就有些跟不上了 不过这种低阶血族 来多少我解决多少 随即爱德华开始华丽换弹 两把猎枪重新填充完毕 然后爱德华旋转直接开大 猎魔弹瞬间宛如螺旋般四散开来 不一会的功夫 爱德华就解决了这些血族 躲在箱子里的童童看得目瞪口呆 不有感叹爷爷好厉害啊 就在这时 爱德华的心脏突然猛地跳动了起来 紧接着 一口鲜血便从爱德华口中喷出 忽然 一道红光已极快的速度 瞬间冲到了爱德华的身后 只听见扑撕一声 爱德华的胸口被重重地破开了一个大洞 而红光却化成了一张男人的脸尖笑地说道 节节节 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 尊敬的爱德华先生 爱德华很是惊奇地回应说道 你是 怀斯曼伯爵 看清来者是谁过后 爱德华怒喝一声 一道金光猛然浮现 一瞬间电击退了怀斯曼伯爵 与此同时 看到这一幕的童童急忙从箱子内钻了出来 疯狂朝着爱德华跑去 而等童童来到爱德华跟前探清伤势之后 眼泪顿时充斥了整个眼眶说道 爷爷 您没事吧 爱德华更加惊奇 红童 你怎么来了 你的眼睛 已经可以看见了吗 望着有些不敢相信的爱德华 红童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是的 红童能看到了 红童的眼睛已经好了 爷爷不是说童童的眼睛好了 就带童童去游乐园吗 然而爱德华还未说话 白斯曼伯爵笑着走了过来嘲讽道 不愧是最强烈魔人爱德华 都瀕临死亡了 还能用出这么强的圣光 要是没有你的好弟弟 这几年持续给你下慢性毒药 我还真对付不了你 说话间 帕斯卡缓缓地从怀斯曼伯爵 表面精心协助的亲弟弟 背地里却选择背叛烈魔人家族 看见这一幕 爱德华的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然而 帕斯卡却是推着近况笑嘻嘻地回应道 哥哥 本来当年是想让你毫无痛苦地离开的 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竟然吸收了恶灵 阴差阳错地救了你 而且服了几年的毒你竟然还不死 于是我今天加大了伎俩 说话之时 帕斯卡捡起了地上的猎魔枪 随即对准了爱德华继续说道 我的哥哥 凭什么你能做家主 我帕斯卡哪一点比不上你 不过你放心 死在自己的枪下也不赖吧 听到这话 爱德华无力地看向了童童说道 童童 看来这次 爷爷不能遵守约定 听到这话的童童更加泪流满面 然而随着帕斯卡开枪的瞬间 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童童猛然起身 用他那瘦弱的身躯 只身挡在了爱德华的面前 没有意外 猎魔弹尽直穿过了童童的胸膛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爱德华想出手阻止 却是无能为力地留下了两行泪水 此时童童笑了笑回头说道 爷爷别怕 童童 童童会保护爷爷的 童童还要和爷爷一起去游乐园呢 说话间 童童不再压制 直接让女巫恶灵附身自己的身体 而在童童的眼眸中 童童骑在爱德华的脖子上欢乐地笑着 幻想着爷爷建筑的游乐园是什么样子 游乐园里 应该有很多嬉戏打闹的玩偶吧 应该有着巨大的摩天轮吧 应该有童话故事里的城堡吧 童童从着眼 嘴角边流着鲜血颤颤巍巍的傻笑道 咦 我好像看到游乐园了 然而就在这时 怀斯曼伯爵阴森森地笑了一声 随即吩咐手下 要将童童和爱德华两人撕成碎片 可这些血毒正准备动手之时 一股强大的鬼气从童童身上猛然爆发开来 而怀斯曼伯爵和帕斯卡也是眼神一鸣 他们根本没有意料到 一个小女孩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不出意外 这片区域以童童为中心发生了剧烈的大爆炸 强大的红色鬼气瞬间充斥全场 锁国之处无意生还 等到大爆炸结束之后 地面只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没过多久 得到消息的猎魔人家族就赶过来 可仔细找寻过后 除了一枚子弹和一个蝴蝶结 再没发现任何东西 他们这才知道 家主已然和血毒同归于尽 一名猎魔人小心翼翼 用自己的双手把蝴蝶结绑了起来 家主 我们来晚了 随即通知其他人说道 你们赶紧将家主的遗物送去总部 并汇报目前的情况 几天之后 在西方猎魔人的总部里 猎魔人将蝴蝶结交到了一名男人的手上 男人看着蝴蝶结叹气地说道 老友呀 你的旅途到此为止了吗 男人感叹气去过后 便将蝴蝶结给了一名古装男子 年轻人 这蝴蝶结就由你带回东方去吧 希望能为你对抗邪恶力量带来帮助 就这样 古装男子把蝴蝶结带回了东方 也在机缘之下 被儿时的凌峰在百日抓救上获得了蝴蝶结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鬼灵彤彤的魂命物以及其 彤彤复苏任务3 找到冥界的祭品 并打开民主之门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听到系统的提示 凌峰这才想起 彤彤还有一部分残魂在冥界 需要他亲自去追回 而和鲁斯之眼就是打开民主之门的钥匙 彤彤 我们回家了 说话间 凌峰将彤彤的残骸收进了储物空间 而想起许久未见的福特 凌峰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股怒气 随即恶狠狠地说道 福特 你个眼睛 我要定了 顺利收集完彤彤魂命物的凌峰 正信誓旦旦地说着该如何弄死福特 突然 整座避难所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 夏立脸色大便着急说道 凌峰哥哥 不好啊 赶紧和我去主控室 说着两人就跑了出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主控室 夏仙操控机器着急地说道 大门刚才突然自动封锁 循环系统也失灵了 我们的家这下彻底没法住了 夏仙说着说着就大哭了起来 赶来的夏立汗颜地询问道 检修人员吧 他们有消息吗 然而夏仙却是摇摇头说联系不上 这时凌峰走上来说道 先别慌 告诉我检修人员最后所在的位置 我去看看 见此夏仙点了点头回应道 他们就在第五层的通通管道里 见凌峰听完便急匆匆地走了 莫妮卡也是安慰说道 放心吧 这里就交给我了 几分钟后 凌峰便进入了通风管道之中 可就在他奔跑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阵低吼的声音 然而凌峰停下脚步转身望去时 却发现身后空空如影 什么东西也没有 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 前方又传来了一阵框框声 凌峰没有多想 便继续向前奔驰而去 而他不知道的是 通道上方赫然趴着一只人形恶灵 正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身后 片刻过后 凌峰看到通道内有几名男人 正手吃斧头在那敲打着什么东西 凌峰试探地询问说道 喂 你们在撬什么呢 凌峰话还没说完 几名男人便转头看向了他 眼神开始充满了恐惧之色 准确来说 他们看向的是凌峰头顶的上方 凌峰也顺着他们的目光回头望去 便看到了天花板上 那头跟在他身后的恶灵 正在死死地盯着他 对此凌峰却是无语感叹道 呵呵 你们还真会玩 说着凌峰就把姜薇和女王换了出来 自己也扭了牛手腕笑嘻嘻地走上去 随后 一阵凄惨无比的惨叫声便传了出来 凌峰大打出手 顿时几人的脑袋上就长出了鸡蛋 并顺利灭掉了附身在他们身上的恶灵 解决完恶灵后 灵宗顺利抵达了一处 被恶灵溜进来搞破坏的管道面前 看来就是这里出现了问题 回去后 灵宗把消息告诉了下历几人 却从下县那里得知 避难所里并没有修复循环系统的材料 下县解释道 系统建造室采用了碳奈米材料 备用的零件已经全部用完了 说着指了指屏幕继续说道 根据记者 圣家族大教堂在维修时用了大量碳奈米 那些废弃建筑便可以充当修复的材料 但那里被一些可怕的动物占据着 他们还发生了一些未知的变化 很是危险 而灵宗却是笑了笑回应道 没事 交给我吧 而下县也告诉他 现在堡垒的大门被封锁了 根本出不去了 文言灵宗直接唤出喧哗 并让他用闪盾带自己前去大教堂 而随着技能的发动 灵宗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顿时让下历几人都睁大了眼睛 直接脱口一句 这这 这不科学啊 施虎兽大家都有所耳闻 但施马兽各位可曾听说 就在刚刚 灵宫已然闪身 成功来到了圣家族大教堂的外面 看着眼前的建筑不禁感叹说道 不愧是碳内米材料 竟然能将这大教堂支撑到现在 说话间 灵宫把姜薇换了出来 而姜薇也发现了一些情况说道 灵宫 你快看那 顺着姜薇的指引看去 就在不远的地方 灵宫就看到 几只体型巨大的老鼠 正在围攻一只狮子和一只水龙 而狮子也没闲着 嘴里同样咬着一只已经咽气的宗马 灵宫怀疑 难道这些动物 是被周围的鬼气影响了神智吗 一番撕咬过后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狮子 还是消灭了其他动物 防守站在它们身上凶猛地嘶吼着 伴随着狮子的吼叫声 四周的鬼气开始疯狂地涌进它的体内 灵宫同样惊呼出声 不好 这狮子吸收了鬼气 体内似乎在孕育着什么东西 身体竟然有了诡异的变化 下一秒 只见狮子的后背上 忽然冒出几个肉球一般模样的东西 随即几只锋利的爪子从狮子体内刺出 瞬间就撕开了狮子的脑袋 紧接着 一只长着马头尸身的狮马兽恶灵赫然跳出 背后更是伸出了一双诡异的翅膀 开始朝着天空嘶吼着 灵宫更加差一万分 这这 这是鬼灵 动物竟然直接变异成了鬼灵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灵宫一过不解之际 狮马兽已然朝着灵宫发起了攻击 不等灵宫吩咐 轩华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灵宫身前 树道青色鬼火已经脱手了出 而随着大量的鬼火落入下方 顿时许多战斗胜利的声音 惊醒了发浪的灵宫 灵宫猜测地说道 看来这种恶灵只有野兽的嗜血鬼 根本没有灵质 不然 下方又有新的变异恶灵诞生了 灵宫的话音未落 便看到三头动物瞬间变成深渊街的恶灵 开始朝着灵宫他们冲了过来 看来这里的鬼气侵蚀实在是太恐怖了 感叹了一句后 灵宫让轩华直接解决他们 毕竟刚刚进阶深渊级的恶灵 根本不会是轩华的对手 然而 就在他们飞过一个大峡谷的时候 灵宫突然发现 峡谷之内竟然都是动物的海谷 可就在灵宫观察之时 那些海谷突然躁动起来 瞬间组成一头巨大无比的突骨恶灵 疯狂冲到了灵宫面前 现此轩华直接捂住了鼻子 无比的恶心 当即将伊苏娜换了出来 让他直接将这些海谷全都埋了 伊苏娜眼神一鸣 庞大的金字塔瞬间出现在恶灵的上方 紧接着 峡谷四周便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隆声 甚至将两边的土地都震开了好几条裂缝 解决完这些恶灵后 系统提示 鬼灵伊苏娜的经验值已满 是否使用一个复苏药剂进行升级 灵宫欣喜若狂 直接选择立即升级 系统再次传来提示 你的鬼灵伊苏娜成功升至噩梦二阶 灵宫不由赞叹说道 太好了 终于有一个噩梦二阶的鬼灵了 这下对付图特影就更有把握了 就在这时 姜薇忽然发现 在不远处的废墟后面 似乎隐藏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来了来了 送上门的宠物即将来了 解决完枯骨恶灵过后 姜薇连忙提醒灵宫说道 那个废墟大楼后面 好像隐藏着一只恶灵 闻言灵宫走了过来 便看到了一头类似蛟龙的生物 正气喘吁吁地趴在地上 灵宫反应过来说道 看来他是被那些恶灵给围攻了 这么重的伤势 应该快要撑不住 看见灵宫出现 蛟龙的口中发出了微弱的嘀吼声 灵宫走了过去 便看到蛟龙的身躯周围护着五颗龙蛋 灵宫心中顿时有了猜测 看来他不是之前那种嗜血的恶灵 而是在保护他那些未出生的孩子 可惜已经有四颗龙蛋惨遭摧残了 等到灵宫走到蛟龙面前之时 蛟龙颤颤巍巍地动着脑袋 将仅剩的一颗龙蛋推到灵宫跟前 灵宫诧异地询问说道 你是想让我们照顾这颗蛋吗 似乎是听懂了灵宫的话 蛟龙的脑袋轻轻点了点 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不再动它 见此灵宫微微一笑 伸手便将龙蛋抱在了怀里回应道 放心吧 他就交给我吧 听到灵宫的答应 蛟龙再也坚持不住 开始慢慢地消散在了原地 灵宫感叹地说道 不知道这鬼气继续蔓延下去 世界还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感叹一句过后 灵宫来到大教堂面前 将大教堂内废弃的碳奈米石砖 全部装进了储物空间 顿时储物空间内就堆满了 大量的碳奈米石砖 顺利做完这一切后 灵宫就准备启程返回避难所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咔咔声顿时吸引了灵宫的注意 那颗刚刚获得的龙蛋 竟然已经开始慢慢地破裂开来 紧接着 传来提示 你获得的鬼仆红川西龙 六年红川西龙 天赋 玉空 两栖 能力 吹泡泡 昆火 放电 听完系统的提示 灵宫还有些愣神 红川西龙便直接扑到了灵宫脸上 嘴里更是大叫着妈妈妈妈 无语的灵宫直接把他揪了下来 而姜薇和轩华却是激动地回应说道 好可爱啊 想不到这鬼灵竟然还会说话 听到红川西龙在喊肚子饿 轩华连忙释放出一团青色鬼气 而看到鬼气的红川西龙顿时两眼放光 伸出两只爪子接住鬼气 便开开心心地吃了起来 灵宫单手拨着 随即也是微微一笑说道 红川西龙红川西龙 那以后就叫你轰隆隆好了 就这样 灵宫成功获得了一只鬼 也算是收获了一只可爱的宠物吧 随后 灵宫伸手抓住了他 将其放到了自己肩膀上说道 好了好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几天过后 避难所的循环系统被成功修复 并且这里的通讯系统 也成功和灵宫的卫星链接上了 至于轰隆隆嘛 这几天可谓是非常的难受 成天成天被莫妮卡到处追击 快给姐姐摸摸嘛 给姐姐摸摸怎么了 告一段落后 灵宫便将返回东方的消息告诉了莫妮卡 莫妮卡很是可惜 毕竟她的阴谋还没得逞呢 而灵宫也是挠挠头回应道 彤彤的魂命物已经极其 所以得赶快回去才行 不料莫妮卡却卖萌地说道 那可不可以把轰隆隆留下来呢 听到这话的轰隆隆 直接被吓哭了 而灵宫也是毅然决然地表示 答咪 绝对答咪 随后 灵宫笑着朝他们挥了挥手表示告别 接着就让轩华使出闪顿 瞬间灵宫的身影 便消失在了几人的面前 很快 在轩华的连续闪顿之下 灵宫已经快要到达东方的边境巷 期间灵宫还联系了蝶婆婆 蝶婆婆告诉灵宫 对此灵宫愤怒地说道 同样的坑我绝不会再栽倒第二次 胡特 找到你的那天 就是你的死期 另一边 在斗牛国的商业街上 那位老爷爷听到了暗门铃的声音 便好奇地走出来瞧了瞧 可是却发现门前并没有人 然而 当他不经意间看到窗牌上的木偶时 整个人顿时就该愣在了原地 而木偶的手下还压着一张纸片 纸片上面 乃是灵宫写下来的留言 在玫瑰古堡里找到的 留作纪念吧 看完留言的老爷爷顿时泪流满面 嘴里更是颤颤巍巍的回应说道 谢谢你 来自东方的年轻人 来了来了 凌峰心中堆积已久的疑惑终于要解开了 告别莫尼卡后 凌峰的西方之旅也就此告一段落 此刻也是顺利到达了东方的边境线 看到这一幕 凌峰心里十分感慨 虽然没离开多久 但看到故乡的城墙还是莫名的感动 喧哗 我们直接去总部吧 片刻过后 凌峰便将西方的所见所闻 一一讲给了叠婆婆听 凌峰神情严肃地说道 如今 天使已经快整合欧大陆的全部失灵 面前只有赫拉半岛 以及附近的海域还是个谜团 叠婆婆也是陷入沉思 这么看来 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想必天使在彻底掌控西方之后 下一步 应该就是对东方展开侵略的时候 不料凌峰却爆出自己的好消息 我现在已经有三个噩梦及的鬼灵了 未来的我们未尝不能一战 听到这话 叠婆婆更加惊讶万分 随即告知了图特的消息说道 经过上次的事情 图特隐藏得更深了 但是他一直没离开东方 想必是铁了心要找到合作方 你可以去鬼城之主那边打听一下 一番交谈过后 叠婆婆便准备起身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凌峰却忽然抬手拦住了她说道 那个 叠婆婆 看到凌峰支支吾吾的模样 叠婆婆笑了笑询问道 这么 你是不是有事情想问我啊 你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用吗 凌峰小心翼翼的试探说道 不管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都会回答吗 叠婆婆表示肯定 不错 不管是什么问题 我都会回答你的 文言凌峰也不再隐藏说道 我曾经在一片沙漠古城幻境里 见到了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鬼道人杀光了古城中的所有人 不过最后的时候 她却被一个女鬼吓跑了 当时我用鬼镜看到了她 而她的脚腕上还系着一根红绳 后来我追踪鬼道人时 也碰到了一名脚腕有红绳的少女 所以我想问你 那个女鬼 是不是就是叠婆婆你呀 一口气把心中的一步说完 凌峰神情严肃地看向了叠婆婆 内心早已汹涌澎湃 谁料这时 叠婆婆却是嬉戏一笑 随即便散去了包裹住自己的鬼气 紧接着 凌峰就看到 一位长腿少女缓缓地从鬼气中浮现了出来 少女微微笑着说道 你猜的没错 那个女鬼就是我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凌蝶 等级噩梦二阶 说完竟然缓慢向前 伸手抬起了凌峰的下巴说道 难道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吗 被这么一调戏 凌峰顿时脸颊通红地摇头否认 秀德的疑惑虽然解开了 但是此刻又有了新的疑惑 凌峰继续询问道 你身为鬼灵 为什么要选择帮助人类呢 还建立起了遇鬼式联盟 对此凌蝶笑了笑回应说道 这是我的选择 鬼城之主为了完善规律 选择了一条路 我为了跟他对抗 选择了另一条路 总之 我不是你的敌人 听到凌蝶的话后 凌峰若有所思 看来蝶婆婆选择的路和人类有关 帮助人类的最终目的 也是为了完善自己的规律 见凌峰又发呆 蝶婆婆再次开口说道 北方还有一点事情要解决 那我就先撤了 凌峰有些汗颜地回应道 北方也有噩梦及的恶灵骂 凌蝶摊的摊手表示无奈 不是恶灵 而是一些很麻烦的虫子 它们类似于鬼 蔓延的速度很快 已经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了 我得找到它们的源头 说话见 凌蝶开始腾空飞起 等我彻底解决北方的事情后 会来找你的 记得帮我保密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系统提示 你揭穿了凌蝶的真身 凌蝶击贯增加 知道蝶婆婆的真身过后 凌峰便已现身在了丰都鬼城之中 随即表示说道 感觉这鬼城好像大了不少 姜薇也附和回应 确实 这鬼城好像正在不断扩大 相比较上次的面积 鬼城至少增加了5%左右 凌蝶也有些震惊 也就是说 鬼城之主的无敌区域也增加了5% 要是一直持续下去 说不定它的无敌区域 会是现在的成百上千倍 甚至可能会覆盖整个东方 就在凌蝶思索之际 一道帮忙猛然冲天而起 这时有鬼喊道 快看 那是城主主的方向 是城主在召唤我们 片刻功夫 鬼城之中的大部分恶灵 已经全都聚集到了 城主府的大门前 随后便看见大量的鬼币 在鬼兵们的搬运下 全部跪聚在了 城主府的门前 而后 鬼兵们开始发放鬼币 又给恶灵们发放了 统一的鬼衣 看见这一幕的凌蜂若有所思 看来 这鬼城之主是在扩充军队 莫非是要带着这些鬼军 去开疆拓 就在凌蜂疑惑之际 鬼城之主也发现了赶来的凌蜂 随即吩咐说道 大司徒 你随我来 很快 凌蜂便来到大殿之中 鬼城之主翘着二郎腿询问说道 大司徒 你前阵子去哪了 闻言凌蜂早有说辞 连忙拿出准备好的宝物拱手说道 回禀城主 这段时间我收集了一些宝物 请您笑纳 看到这些宝物之后 鬼城之主的脸上浮现些许笑容 手里缓缓浮现出了一颗黑色珠子 便继续开口说道 我有时需要离开鬼城一段时间 这次找你来 是想让你在我离开的时候坐镇鬼城 你只要拿着这颗珠子 可以随意开启或封锁鬼城 城中的鬼将和鬼君都会听从你的号令 军师也会辅佐你来管理事务 随后 黑色的珠子便飘了下来 系统提示 你获得了一枚鬼城兵符 接过后的凌蜂心中很是意外 想不到鬼城之主竟如此信任他 连鬼城的兵符都敢给他 这时凌蜂询问说道 对了城主 之前那个黑影来和您谈判 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而鬼城之主却是懒懒地回应说道 我最近一直忙着扩充军队 还没有打算给他回复 似乎想到了什么 凌蜂再次攻身问道 还有一事 不知城主可曾听闻过冥府之门 然而鬼城之主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自古以来 封都鬼城就有冥府之门的传说 至于具体的位置 我也不是很清楚 说完便闪身离开了大殿 而听到这些信息 凌蜂也是陷入了沉思 现在和鲁斯之眼在图特身上 可是冥府之门又该去何处寻找呢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传来提示 鬼城之主羁绊任务二 为鬼城之主坐镇鬼城 满一个月即可完成任务 奖励 鬼城之主羁绊增加 此羁绊针对宿主所伪装的鬼身 恢复人身后羁绊最多贵降五十点 而此时的凌蜂也有些蒙圈 这第一个羁绊任务还没完成 第二个就直接来了 不过也好 那就同步进行吧 突然 凌蜂阴沉着脸陷入沉思 竟然有了鬼城的控制权 接下来不如就来一个 图特诱沙计划2.0吧 什么情况 鬼城之主竟然把凌蜂压在了身下 就在刚刚 鬼城之主有事离开鬼城 便将鬼城的兵符直接交给了凌蜂 凌蜂也是趁此机会 重新制定了图特诱沙计划2.0 而趁着鬼城之主不在 正好可以让姜薇充当鬼城之主 借此引诱图特进入圈套 在凌蜂的诱沙计划 先是由姜薇扮演城主坐镇鬼城 然后派军师给图特影发出消息 并邀请他前来会面 随即贾城主出面将图特影入鬼城腹底 然后封锁鬼城 最后破坏他的魂命物 并换出伊苏纳将他合力击杀 很快 计划如期而至地进行着 这时军师走了进来说道 城主 图特影到了 贾城主慵懒地躺着回应道 好 让他进来吧 林峰则躲在一旁轻声说道 我会隐藏在喧哗鬼域中 保持心神链接 一切按计划进行 说话间 图特便破开鬼城 顺势来到了贾城主的面前 随即开口说道 城主邀请我会面 看来是想明白了 而林峰也不禁感叹道 图特这只老狐狸没有从大门进来 看来他对鬼城之主的鬼域十分忌惮 另一边 清主躲在后面继续解析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图特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危机 连忙转身开始防顾四周 见此贾城主眉头一条有些不满 冷冷地开口质问说道 你在找什么 图特见此连忙拱手回应道 我想说 图特中混进来一个人类 话音未落 贾城主阴沉着连打断了他的话 他已经被我解决了 怎么 你来不是为了谈正事吗 见鬼城之主有些不耐烦 图特连忙表示 当然 城主这是同意接受我之前的提议了吗 贾城主回应道 我可以帮你释放那十二只恶梦及恶灵 但你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说话间 贾城主指了指图特手上的权杖说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手里的权杖应该和冥界有关联 我的鬼城中有一处地方出了问题 需要借助他的力量 听到姜薇的要求 图特心中虽然很是不愿 但为了对付天使军团 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毕竟天使可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商议完毕之后 贾城主便带着图特 很快就来到了鬼城腹地 落地之后 贾城主伸出手 正准备接过图特手中的权杖时 意外却发生了 就在图特准备将权杖交出去之际 图特眼神一鸣 心中的不安愈发的浓烈 不对劲 紧紧一瞬 图特便瞬间化成鬼气冲天而起 就在图特快要离开鬼城所覆盖的区域之时 凌峰也不再隐藏 急忙吩咐姜薇直接动手 得到命令后 姜薇在显出真身的同时 用鬼城兵符直接封锁住了这片区域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图特被鬼城的屏障拦了下来 而凌峰已然披上鬼甲 带着众多鬼灵冲出了喧哗的鬼域 静止来到了图特的面前 望着冲过来的凌峰 图特的脸色变得极为阴沉 随即怒目而逝地嘶吼道 大司徒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随即便哈哈大笑地嘲讽说道 上次你就打不过我 这么快又跑过来送死 这次打算牺牲哪个鬼灵啊 听到图特提起上次的事情 凌峰瞬间怒火冲烧 咬牙切齿地瞪着图特嘶吼道 图特 彤彤所经历的痛苦 我会在你身上千倍万倍讨回来的 图特诱杀计划再次实行 拥有三只噩梦及鬼灵的凌峰 咬牙切齿地要为彤彤报仇 文言图特却是轻蔑地哈哈一笑 身后已然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紫色太阳 紧接着 紫色太阳四周竟然冒出了一团团鬼火 疯狂朝着凌峰他们喷射而来 图特同样疯狂地嘲讽说道 感受一下来自冥界的太阳吧 话音未落 漫天的鬼火猛然砸在了凌峰所处的区域 将为当机立断 连忙换出画卷挡在凌峰面前 轩华则射出附带青色鬼火的丝线 配合凌罗的伞分身抵挡了紫色鬼火的进攻 下一秒 一条长长的血河突然涌出 图特踏着血河朝着凌峰冲去 表情猙獰地嘶吼道 尝尝我的血水灾吧 在这血河之中前往凝界吧 看到这一幕凌峰还有些猛逼 没想到图特一上来就是噩梦二届形态 而且还多了很多新的招式 就在凌峰愣神之际 血河已然冲到了凌峰面前 关键时刻 月圈女王及时出手 烈焰凤凰顺势挡住了图特的血河攻击 眼看血河被火焰拦住去路 图特凶神恶煞地怒吼说道 看在你抵抗了这么久的份上 我就发发善心 送你去见之前的小鬼吧 说话间 图特举起手中拳杖 顿时拳杖再次化成烟灭长矛 伴随着一阵连绵不绝的砰砰声 长矛锐不可挡地冲破了烈焰凤凰 静止朝着凌峰凶猛射去 然而 凌峰却丝毫不慌 随即大喊一声 伊苏娜 就是现在 伴随着凌峰声音的响起 噩梦二阶的伊苏娜瞬间出现 并且使出了新的能力巨神兵 只见一座庞大的金字塔 顿时化作了一个人形雕像 紧紧一刹那的功夫 巨神兵便挡住了图特甩出的长矛 而在看到巨神兵的样貌过后 凌峰忽然想到了伊苏娜的父亲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抹微笑 很快 在巨神兵的巨大力量之下 那根化身长矛的荷鲁斯之杖 被瞬间粉碎 系统提示 以销毁荷鲁斯之杖 而在听到系统的提示 凌峰连忙从储物空间里 掏出了帕鲁黑豹雕像和守灵御宝石 并且一件灰出将它们彻底毁掉 系统提示 以销毁帕鲁黑豹雕像 以销毁守灵御宝石 而随着魂命物被销毁 伏特当即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声 嘴里还有些震惊的嘶吼喊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有我的魂命物 而且伊苏娜 竟然在短短时间内达到了噩梦二阶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说话间 扑特的脸色变得更加猙獰 我可是法老 我可是神 今天就算彻底消散 我也要你们给我陪葬 和我一起堕入无尽的黑暗中吧 发音一落 更多的紫色鬼火再次喷发 而鬼火之中甚至还夹杂着无数骷髅 凌峰连忙提醒说道 是时候了伊苏娜 扑特正在憋大招 不过他防不住你的能力 伴随着凌峰的声音落下 伊苏娜眼神一鸣 随即便使出了能力时间梦境 深渊能力时间梦境 掌握部分时间规律 将敌人放逐到一片古代迷宫之中 不仅能消磨敌人的滚气 伊苏娜还可以随意掌控里面的时间流逝 伴随着一阵阵滴答滴答的声音响起 扑特顿时被梦境勇罩 成功被放逐到了一个方形迷宫里面 凌峰微微笑道 虽然深渊能力的攻防不及噩梦能力 但这种特殊能力只要中招 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随后 凌峰让青竹也进到迷宫里 并让伊苏娜加快梦境中的时间流缩 而里面的图特却是一点都察觉不到 甚至就连力量都使用不了 只能在迷宫里四处乱串 而随着时间的加速 青竹的解析进度也开始快速增加 仅仅几分钟过后 图特的解析进度就到达了35% 来了来了 霍乱多时的图特终于是要下线了 就在刚刚 噩梦二级的伊苏娜 在关键时刻使出了深渊能力时间梦境 并且成功将图特放逐到了一片古代迷宫之中 而被困在时间梦境里的图特 却在此刻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人 好久不见了 图特哥哥 伊苏娜的父亲哈苏特忽然出现 吓得图特顿时瞪大了双眼说道 哈苏特 你你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料下一秒 哈苏特的脸皮突然开始脱落 直接露出了里面的森森白骨说道 是啊哥哥 跟我一起永远留在这里吧 你看大家都等你好久了 说话间 哈苏特身后出现了大量的木乃伊 疯狂地朝着图特冲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图特顿时脸色大变 连忙转身撒腿就跑 然而嘴里却还在硬撑说道 滚开 你们都是幻象 我可是神 你们是困不住我的 不知跑了多久 图特终于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便开口嘲讽喊道 伊苏娜 你是困不住神的 哈哈哈哈 笑着笑着 图特就从出口处跑了出来 然而就在这时 伊苏娜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细爽的笑容 随即心念一动 顿时图特所在的位置便发生了变化 直接让其重新回到了迷宫深处 这一操作 再次让得图特撕心裂肺地怒吼起来 不过 星竹的解析度也在不断地上升 没意会的功夫 解析进度便已来到了70% 成功达成了无视级别压制的条件 随着咚咚咚的沐鱼声音响起 图特发出了一声惨叫 实力更是被削弱了大部分 看着这一幕的凌峰微微笑着说道 虽然仅仅过去了几秒 但是图特在时间梦境里面 已然是消磨了近百天了 他的诡气也已经耗费待见了吧 你竟敢这么对待神 我诅咒你 话还未说完 一只拳头就已经贴到了图特的脸上 图特失去了所有能力 根本无法抵抗这一拳的威力 直接就被巨神兵风飞了出去 移宫中顿时响起了一阵风龙声 被打飞的图特更是惨不忍惹 甚至就连身体都被镶进了地面 并且随着诡气的消散而正在慢慢消失 而此刻的图特已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到这一幕 林总冷漠地说了句 伊苏娜 就由你亲手了结她吧 伊苏娜阴沉着脸 身上没有丝毫的怜悯 随即心念一动 下一秒巨神兵猛然冲天而起 巨大的拳头已然开始蓄力 绝望的图特终于开始求饶了起来 不不 不要啊伊苏娜 我可是你的叔叔啊 是你唯一的亲人啊 听到图特求饶的话后 昔日的回忆重新浮现在伊苏娜脑中 伊苏娜双眼涌出了两行泪水 嘴里更是撕心裂肺的嘶吼喊道 图特 去嘎吧 话音一落 巨神兵猛然一拳砸下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能量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戏谱提示 战斗胜利 你获得了明界祭品和鲁斯之眼 大仇得报的林峰同样怒吼喊道 我说过 红彤的痛苦 我要你千倍万倍地还回来 顺利击杀图特过后 林峰成功拿到了明界祭品和鲁斯之眼 有了祭品 接下来便是要找到民主之门 可是在封都鬼城的什么位置呢 姜威摸了摸下巴思索道 根据记载 明界之花会指引孤魂前往民主 我们要先找到明界之花才行 林峰翻阅着古迹回应道 传说明界之花 是需要收到大量阴气的滋养才能存活的 所以他们的所在地 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阴气汇聚 文言姜威笑着说道 那我们只需要找到 鬼城里所有阴气汇聚的地方就行了 随后 在姜威的感知下 顺着鬼气汇集的方向飞跃而去 在跨越众多的山脉过后 林峰终于找到了阴气汇聚的地方 可是落地之后 林峰的脸上却充满了疑惑之色 只见周围并没有出现明界之花 有的只是一些普通的花花草草吧 而姜威却告诉林峰 周围阴气一直在消失 肯定就是这里没错了 就在他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轰隆隆突然跳了出来 直接摘下一朵花便塞进了嘴里 林峰刚要提醒轰隆隆不要乱吃 可是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轰隆隆手里的花朵突然变了样子 原本淡粉色的花朵瞬间变成了湛蓝色 吓得轰隆隆一整个机灵 紧接着 地面上的花朵像是感应到什么一样 顿时全都绽放开来 全部变成了湛蓝色的花朵 姜威激动地喊道 没错 这就是冥界之花 随后 冥界之花逐渐蔓延 顺势形成了一条开满鲜花的道路 就这样 林峰跟着冥界之花蔓延的方向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被石门封住的山洞 看来就是这里了 林峰刚想上前推门 忽然 一股阴风猛然从洞里面吹出 石门也就此被打开 思虑过后 林峰还是顺着山洞走了下去 嘴里还在默念说道 看来 这山洞下面还有大量的冥界之花呀 来到道路的尽头 眼前的景象顿时震撼住了林峰的心血 只见山洞之中开满了冥界之花 四周更是散布着许多废弃建筑 林峰满脸惊讶地说道 这里竟然还有着一座庞大的废墟城市 想来应该是人为修建的一座地宫 看样子已经荒废上千年了吧 说话间 林峰便看到 城市中央赫然树立着一座巨大诡异的大门 大门中间更是有着一个大大的名字 林峰手握和鲁斯之眼说道 看来 这个就是民主之门了 接下来 只要按照古籍引动阵法 应该就可以暂时打开民主之门了 思考过后 林峰回忆了下古籍上记载的咒语 接着便将荷鲁斯之眼献祭了出去 看到祭品被民主之门吸收后 林峰开始默念咒语 太上斥令 超辱孤魂 诡魅一切 四生詹恩 随着林峰声音落下 大门上的名字前方 忽然浮现出了一个六星符文法阵 并且法阵还开始旋转了起来 紧接着 一道诡异的嗡嗡声开始响起 林峰四周的鬼气开始不断汇聚 全部疯狂涌向了民府之门 而随着鬼气的注入 法阵旋转得越来越快 顿时一股极为强烈的吸力也猛然出现 林峰连忙伸手抵挡 保持自己不会被瞬间吸进去 下一秒 一道亮眼的蓝光猛然迸发 民府之门就这样被缓缓打开来 来了来了 民府之门终于被林峰打开了 距离彤彤的复活 也仅仅只剩最后一步 与此同时 系统也传来提示 你找到冥界的忌品 打开了民府之门 任务完成 鬼灵彤彤的复苏进度增加 彤彤复苏任务四 独自前往民界找回彤彤剩余的残魂 并在一天之内返回 提示 民府之门的临时开启 将会给现实世界带来灾难 一天后大门将强制关闭 任务奖励 彤彤复苏进度增加 听完系统的提示 林峰稳住心神思索道 终于到最后一关了 彤彤 等着我 这时将威提醒说道 林峰 我们鬼灵 都是摆脱民界的牵引而留在现实的 如果我们跟着你进去的话 一定会被银柴给抓捕 林峰明白地点点头回应道 放心吧 我会伪装成魂魄的样子进去 随后便缓缓走向了民府之门 眼看着林峰独自前往 将威宣华和女王的脸上都露出了担忧之色 纷纷牵挂地说道 林峰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 林峰转头笑着说道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彤彤带回来的 安慰好他们后 林峰便在鬼灵们的注视下 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民府之门 片刻后 林峰跟着明界之花蔓延的方向走去 很快就看到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而蝴蝶结指引的方向 与队伍前进的方向是一样的 来到队伍的后面 林峰便向前面的男人魂魄打探起了消息 兄弟 咱们这是去哪呀 男人疑惑地询问说道 刚死了吧 前面就是奈何桥了 过桥后就要喝下孟婆汤 忘记之前的记忆进入轮回 这时男人凑过来小声说道 朋友 你也不想这一事就这么消失吧 见林峰点了点口 男人继续开口说道 我打听过了 之前不想入轮回的人 都会偷偷跳下奈何桥躲到望川 怎么样 待会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啊 文言林峰想了想 彤彤是鬼灵 魂魄肯定没有进到轮回之中 那么他的残魂 肯定还在望川之中徘徊着 随后便答应了男人的提议 没过多久 便轮到林峰他们登上奈何桥了 在奈何桥的桥头上 还站着两位气势汹汹的鬼兵 在那监督着 而高如百丈的桥下 便是魂魄徘徊地望川了 鬼兵边指挥边嘶吼道 走快点 别磨磨蹭蹭的 都给老子去喝汤 很快 就在林峰他们踏上奈何桥后 男人突然大喊一声 就是现在 快跑 几个魂魄拼尽全力 朝奈何桥的湖南处跑去 随即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鬼兵们瞬间发现 随后手中的铁链向他们甩了过去 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魂魄 在面对鬼兵的时候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很快就被他们的铁链给勾了回去 而林峰可是大活人 又经过了多次身体强化 很快就摆脱了鬼兵的追击 急速地向着望川落了下去 终于 林峰单手称帝 成功从奈何桥上落到了地面 这时 蝴蝶结再次有了反应 林峰激动地说道 彤彤 我很快就来了 等着我 另一边 两名鬼兵看见林峰向着望川跑去 纷纷摇了摇头感叹说道 望川可不是啥好地方 那些想要保留记忆的魂魄 只会在望川里逐渐迷失 魂魄慢慢消散 最后彻底消失在天地之间 奈何桥上 望川之下 顺利跳下奈何桥的林峰 已然来到了望川的边境 周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 浑浑噩噩的魂魄 林峰看到后思索着 这些 应该就是那些心愿未了的魂魄碎片了吧 就当林峰四下观察之际 一道熟悉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林峰的注意 小子 你长高了不少吗 林峰猛然回头望去 竟然看到了胡爷爷和彤彤的魂魄碎片 眼泪忽然就绷不住了 逐渐湿润了林峰的眼眶 愣神之际 爷爷和彤彤已经笑眯眯地来到他面前 林峰抬起手揉了揉彤彤的脑袋 此刻的他 已然比彤彤高出了半个身子 一段刻苦铭心的记忆涌进了林峰的脑中 这是他们的记忆吗 原来 你们都没有忘记我呀 就在林峰逐渐迷失在回忆里时 手上的蝴蝶结忽然发出了嗡嗡的响声 林峰瞬间便回过了神 伸手擦了擦泪水说道 谢谢你们 我一直都想再见到你们 但是现在 我必须向前走下去 擦掉眼角流下的泪水过后 林峰再次踏上路程 而胡爷爷和彤彤也没生气 甚至还录着笑脸喊话说道 小子 可别太早来陪我 你要加油呀 又走了一段路程 喧哗的魂魄忽然出现在林峰身后喊道 子墨 是你吗 对此林峰却很是意外 怎么回事 忘川之中竟然也有轩华的残魂 就在林峰震惊之时 轩华缓缓上前说道 子墨 你终于来了 轩华伸出小手按在了林峰的手上 刹那间 轩华对林子墨的记忆便涌进了林峰的脑中 林峰顿时有了思绪 看来这是轩华在古时候留下的残魂 忽然 轩华的鬼灵信物有了反应 那些原本飘散在空中的记忆 全部被鬼灵信物给吸收了 系统传来提示 获得轩华的残魂 轩华羁绊增加 轩华的复苏任务已触发 听到响起的系统提示 林峰倒是有些汗言 看来接触这些残魂碎片 就能看到他们生前的回忆 如果魂魄们陷入这些回忆中 那便会在这望川之中永久迷失 幸好有轩华的鬼灵信物在 不仅吸收了这里的残魂 还触发了轩华的复苏任务 真是意外惊喜 接下来 继续去找彤彤的残魂吧 灵风中定眼一看 竟然在茫茫魂魄中看到了鬼城之主的残魂 对此林峰很是惊讶 关于鬼城之主的故事 他还是十分好奇的 一番思考过后 林峰便伸手去触碰鬼城之主 一瞬间 林峰就进入到他的回忆之中 可呈现在眼前的 却是一群穿着破旧衣服的村民 以及被村民围在中间的类似祭祀的人 林峰环顾四周 并未发现鬼城之主的身影 而就在他疑惑鬼城之主在哪里的时候 便听到一男一女跪在地上大喊着 谢谢大祭司 谢谢大祭司 另一边 几个男人抬着一口青铜棺材 嘴里还恭恭敬敬地说道 请神女入地宫 忽然 铜棺之中响起一道女孩的声音 爹娘 这里面好冷好黑啊 闻言那位中年妇女走上前安慰道 小霜呀 你忍耐一下 这是神女入宫必须进行的仪式 林峰听到后有些意外 难道说 那个青铜棺里的声音 就是生前的鬼城之主吗 正当林峰有所猜测的时候 小女孩的哭泣声再次响起 爹娘 我好害怕呀 我能不能不去啊 某个村落里 一对中年夫妇朝着铜棺俯首磕头 然而铜棺里面的并不是死人 而是他们活生生的女儿 原来 女孩被地宫选中 成为了地宫的神女 可以享有无上荣光 周围的村民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而林峰却有些疑惑不解 这地方的民峰还真是奇怪 为啥要把小女孩放进棺材里面 随后 林峰便跟随着他们 来到了一处地下宫殿之中 扫了一眼四周的建筑 林峰赫然发现 这里竟然是最初进来时 看到过的地宫 很快 一名带着青铜面具的守卫拱手说道 恭喜乌忌喜得神女 而乌忌只是淡淡回应道 准备好了 就进宫吧 男人们将铜棺抬进地宫后 十几个乌忌和神女变围了上来 很快铜棺被缓缓打开 而小女孩还在低声流着眼泪 嘴里也在不停地喃喃着 这时为首的乌忌开口说道 叶霜出来见见你的同伴们啊 从此以后 你就是侍奉名神的神女吗 说话间 乌忌拉起叶霜的小手 将其从铜棺之中拉了出来 一旁的凌峰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鬼城之主的原名叫做叶霜 这倒是很符合他的气质 这时 乌忌又喊来一位名叫林霜的神女说道 林霜 以后他归你带了 今日起便由你教导他怎么成为神女吧 林霜拱手答应一声 便将叶霜搂在怀里安慰说道 和我来吧小叶霜 我先带你去花谱看看吧 来到花谱后 叶霜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了目光 脸上很快就露出了笑容 然而 在他摘下一朵冥界之花的时候 却被冥界之花上的尖刺刺破了手指 林霜连忙提醒说道 小心 花巾上有刺 随即林霜也伸手摸向了冥界之花 可他并没有摘下冥界之花 而是用手指轻轻踩了下上面的花蜜 并将其涂抹在了叶霜的伤口上说道 下次小心点 这是冥界之花的花蜜 也是我毒致病的蜜药 说话间 叶霜就感觉到手指上的痛感居然消失了 随后林霜拉着叶霜继续说道 可我回去休息吧 以后还有很多要学的呢 看过美景的叶霜没了刚刚的伤心 也是笑着离开了花蜜 就这样 在林霜的细心教导下 叶霜学会了如何采集花蜜 也和地宫内的其他女孩和谐相处 然而晚上的时候 叶霜也会梦到自己的娘亲 好在有林霜的陪伴 让她的生活多了一份期盼 几年过后 叶霜已然习惯了地宫的生活 林霜也开始着手教导她神女的其他职责 原来 神女除了要照顾冥界之花外 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职责 登上一艘牧船后 林霜告诉叶霜说道 现在的你年龄还小 只能先学习种花仪式 等你成年之后 才可以独自去完成 对此叶霜也是充满了好奇 没多久 两人乘坐着牧船 来到了部落中前往冥界的起点 此刻的岸边站满了人 他们个个戴着面具 肩上还躺着一具具尸体 领头的乌记开口说道 林霜 这是这次战死的族人 尽快处理吧 听到乌记的话后 叶霜顿时害怕地捂住了嘴巴 而林霜则是双手抬起 手中已然浮现出一颗种 林霜缓缓说道 我们神女的职责 是将部落中死去的人的魂魄引向冥土 首先 为他们种下冥界之花的种子 让他们在冥土中不会迷路 而那颗落在尸体上的种子 在接触到尸体时便开始扎根发芽 变成了一朵湛蓝色的冥界之花 看到这一幕的叶霜顿时瞳孔紧缩 睁大了双眼惊恐地问道 林霜姐姐 难道说我照顾的冥界之花 就是从这里 叶霜颤颤巍巍的话还未说完 一旁的乌记就突然凑到 她的跟前小声地说道 你想得没错 你看到的花 就是从尸体上开出的 冥界之花 看似惊艳绝伦的冥界之花 居然是用人类的尸体培育出来的 看见这一幕的叶霜顿时惊恐失色 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而突然跳出来的乌记 更是直接将叶霜给吓哭了 林霜连忙抱住叶霜说道 这就是我们作为神女的职责 只有这样 族人们的魂魄才能前往冥界得到安息 安慰一番过后 林霜便继续了之前的操作 在一句句尸体上面种下了冥界之花 等到忙完之后 林霜便开口询问起来 乌记大人 最近的尸体怎么越来越频繁了 而乌记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作为神女 完成好自己的职责就行 其他不该问的别问 对此林霜也不再过问 带着叶霜前往了安息之地 然而当林霜他们离去之后 乌记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 不错不错 看起来很快就要成熟了呀 另一边 不知情的林霜和叶霜 已经划着木船来到了冥界大门的下方 而在他们经过冥界大门的时候 大门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忽然从里面涌出了一股诡异的阴气 紧接着 这些阴气在尸体身上转了个圈后 又重新挑回了冥界大门 对此林霜几时说道 这些冥界的阴气 是族人们在接受冥神的洗礼 穿过冥界大门后 他们就来到了种植冥界之花的花坡 林霜搭着叶霜的肩膀安慰说道 很美吧 咱们打理的花坡 就是族人们的安息之地 叶霜却是沉默不已 内心头依旧有些难以接受 很快 十几名神女便跑到了他们面前喊道 林霜姐姐你回来了 随后木船靠岸 这些神女们将船上的尸体一一抬了下来 将他们放进已经挖好的土坑里面 而冥界之花的根莖已然根深蒂固 犹如血管般在吞噬着尸体的血肉 就这样 两人站在开满冥界之花的花坡上 而在他们的脚下 已然埋藏了数不尽的窟窿了 转眼间又过去了几年 叶霜也来到了18岁 而今天便是他独自完成仪式的日子 然而 在他和林霜告别的时候 却是发现林霜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叶霜有些疑惑地询问说道 姐姐你怎么了 要不还是跟我一起去吧 叶霜话音未落 林霜就笑着打断了他的话回应说道 没什么的叶霜 你已经18岁了 可不能一直做我的根屁虫 加油 见此叶霜也没多想 握紧拳头表示自己肯定能完成仪式 几个小时后 叶霜独自一人完成了仪式 便划着木船开始返回 船上的叶霜还在开心地思索着 独自一人完成仪式 林霜姐姐会怎么夸我呢 然而 就在叶霜顺利返回花坡的时候 却发现人群之中 并没有林霜的身影 叶霜随即询问神女们说道 你没有看到林霜姐姐吗 可是连续问了好几个神女之后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这时叶霜嘟闹着嘴有些生气 真是的 明明是人家第一次独立完成仪式 姐姐却不知道跑哪去了 也不来接一下人家 安顿好族人们的尸体之后 叶霜便急急忙忙地回到地宫之中 可是当她找遍了整个地宫后 却依旧没有发现林霜的身影 就在叶霜垂头丧气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地方 乌记缓缓地走向了一个死胡同 叶霜有些疑惑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去那干嘛 就在叶霜思索之际 乌记静止来到一处墙壁面前 而墙壁上 还有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三角轻红器 只见乌记在三个面具上 进行了不同的操作后 紧接着 一旁的墙壁就这样缓缓打开来 而乌记就这样走了进去 躲在后面偷看的叶霜还有些震惊 内心很是疑惑地思索着 没想到这地宫里面 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难道凌霜姐姐就在密室里面吗 由于片刻后 叶霜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随后便来到墙壁面前 按照刚刚偷看的操作 又按了一遍后 偷偷摸摸地跑进了密室之中 生活多年的地宫之中 居然还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密室 而想要找到姐姐的叶霜 也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密室里面 可当她看清里面的场景后 顿时呆愣在了原地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逐渐靠近的脚步声缓缓传了过来 回过神的叶霜 急忙躲进了一旁的青铜器下面 紧紧片刻公主 两个守卫就踏步来到了青铜器边 听到这些慢慢靠近的脚步声 叶霜害怕地捂住了嘴巴 生怕自己会发出一丁点动静 然而 她伸出手时发出的轻微声响 还是引起了其中一名守卫的注意 谁在那里 守卫抱贺一声 当即举着火把 抽出腰间的配件走向了青铜器旁 而随着光线的照亮 青铜器后面便出现了数十根缠绕的藤蔓 此刻的叶霜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额头上不禁冷汗直流 只见守卫挥动手中的配件 咔嚓咔嚓地斩断了眼前的藤蔓 不过当藤蔓被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守卫并未发现藤蔓后面有什么东西 只好挠了挠头转身离开了 原来叶霜在守卫走向青铜器的时候 便已经悄悄地爬到了青铜器的最上面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另一边 乌记跪倒在一名老者面前恭敬地说道 大人 我来了 老者闻眼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了一旁被吊着的凌霜回应说道 抬起头发 你马上就要前往城中去服侍贵人们了 有些事情 也该和你交代一下吧 乌记音效的拱手说道 看来这个神女 就是这次要带给贵人们享用的吧 而身为大乌记的老者贪了贪手说道 你们都以为冥界之花是神药 但那些 只不过是麻痹你们神经的花蜜 会让你们感觉不到痛苦吧 真正的神药 还得是你们这些养花人 这些从小吸收冥界之花气息的女子 为了对抗阴气 体内会孕育出一种致阳的内丹 在他们成年之后 体内的内丹也会跟着成熟 贵人们可以借助与他们双修 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而他们的血液 也是可以解制百病的宝贝 等他们的价值被利用得差不多后 我们就可以取出他们体内的内丹 并将其服用下去 到时候在冥界的洗礼之下 我们这些服用内丹的人 都会激发出神秘的异能 从而达到长生过后 听到大乌记一番慷慨激昂的解释过后 下面的乌记听得是惊恐连连 身体都不由地开始颤抖起来 而躲在暗处的夜霜 同样听得清清楚 这时大乌记开始下达命令 接下来就由你安排吧 这女人已经被灌了的样子 已经不会反抗了 看到大乌记离去之后 乌记也起了贪婪之心 随即起身走到了凌霜的跟前 舔了舔口水尖笑地说道 小凌霜啊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这内丹的功效 不如让我先享用一下吧 说话间 乌记已然伸出贤猪手 一把便抓住了凌霜那细腻的大腿 躲在暗处的夜霜看到这一幕后 内心已然疯得抓狂 眼眶里顿时流下了两行泪水 可他依旧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只能死死地按紧了自己的嘴巴 外表看似光鲜亮丽的地宫神女 背地里却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工具 而知道真相的夜霜不禁泪流满面 眼看乌记就要霸王硬上弓时 暗处的夜霜也很想冲出去救人 但是他知道 即使现在冲出去 不仅救不了凌霜 反而还会暴露自己 就在夜霜左右为难之际 乌记却忽然停下了手 转身准备去拿点要好一盏男人雄风 此时夜霜下定了决心思索到 这是唯一能救姐姐的机会 夜霜 你一定可以的 自我安慰几句后 夜霜便从暗处快速冲出 顺势来到了凌霜的跟前说道 姐姐 快跟我走吧 而在听到夜霜的声音后 凌霜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 还是一副任君彩席的模样 十几分钟后 夜霜带着凌霜逃离了密室 顺利地回到了花谱之中 并且还将刚刚的事情 告诉了这里的神女们 众人听到后纷纷惊恐失色 一些神女们更是吓得直冒冷汗 所以那些宣称回家的姐姐们 其实根本就是被她们害死了 这是一个名叫昭露的神女 也道出了真相说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而且我已经去过城里了 可无计威胁我 若我敢把真相说出来 就会杀了我 还说会找你们来替代我 听到这话的夜霜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时昭露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大变地嘶吼道 对了 他们发现凌霜不见了 应该很快就会找过来的 你们得赶紧逃出去 我之前听前辈提起过一条秘密水道 我画张地图给你 你们可以从那里逃离出去 可夜霜还有些担心地询问说道 那你们怎么办呢 而神女们却告诉她 别担心 我们会先拖住污迹 假装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 以后再找时机逃跑就行了 最后 在众人的劝说下 夜霜还是带着凌霜 夜霜进入了那条秘密水道 不知游了多久 终于在夜霜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一道阳光照射了过来 见此夜霜大喜播望 不知凌霜艰难地说道 凌霜姐姐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就快要出去了 等一下就去我家吧 我娘做的饭可好吃了 没多久 夜霜便带着浑浑噩噩噩的凌霜 从秘密水道里游到了外面的河流 又过了几个小时 夜霜终于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 当看到正在院子中扫地的母亲时 夜霜再也忍不住难过 顿时从双眼中流出两行泪水 激动地喊了一声娘 听到身后传来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女人猛然转过头来惊讶地说道 小霜 是小霜吗 你怎么回来了呀 小霜的父亲也从屋中探出了头 夜霜更是抽气地大声哭道 那些屋迹都是恶人 他们竟然用族人的尸体在地宫里养花 根本不是为了让族人们得到安息 话音未落 疲劳的夜霜再也坚持不住 静止晕倒在了地上 时间转眼来到了夜晚 夜霜两人也苏醒了过来 并将经历的事情一一告诉了父母 可夜霜的父亲根本就不信 还以为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夜霜衰晕而做的噩梦 可夜霜却是笃病地说道 我发誓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 爹娘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和灵霜姐姐 看着夜霜的模样 夜霜的娘亲也心疼了起来 放心吧孩子 娘明天就找地方把你们藏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夜霜却忽然闭上了眼睛 再次晕倒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夜霜有些好奇地询问灵霜说道 我们怎么又晕过去 闻言灵霜叹了口气解释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地宫中生活 身体已经适应不了外面的阳气了吧 说着便将夜霜搂进了怀中 房间的大门被猛然踹了开来 映入眼明的 是乌记和几个壮汉 看到这一幕的夜霜顿时惊恐大叫 乌记 你你 你怎么会在我家 而乌记却音笑着脸开口说道 完够了吗 现在 该回你们真正的家了 费尽心思逃离的夜霜两人 却在一觉醒来过后 看到了地宫的人找上门来 此时乌记的脸上 还露出了一个阴深深的笑容说道 完够了吧 该回你们真正的家了 随后 夜霜两人就被守卫们抓住了家门 而夜霜也在此时反应了过来 转头大声地质问说道 爹娘 为什么呀 另一边 乌记拿了一袋金条满意地说道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及时找到他们 万一审女们出了什么事可就不好了 而夜霜的父亲一脸恭敬地说道 这都是小人应该做的 说完便去接乌记手上的钱袋 但乌记却是一脚把他踢在了地上怒吃道 建民 别碰我 而夜霜的父亲不仅不生气 甚至嘴里还在连连道谢 这时夜霜的母亲难过地说道 你怎么这么狠心 要是他们被带回去 会不会呗 而夜霜的父亲却怒喝回应 不把他们交出去 我们以后每年的赏赐可就没了 再说女子又不能传宗接代 以后休要再提 几个小时后 乌记便带着夜霜两人回到了地宫之中 和大乌记他们会合在了一起 乌记看见凌霜后 便一把掐住了他的脸颊说道 本来想让你多过几年的 谁让你这么不听话呢 而见凌霜被掐得喘不过起来 夜霜愤怒地要冲上前去 却被身后的两名守卫死死地压着 这时大乌记拿出了一颗红色珠子奸笑说道 你看这瓶子里装着的 就是整个地宫最值钱的东西 这些都是从你的好姐姐们腹中取出的神丹 想见识见识他的神奇吗 不等他们回答 大乌记便将一颗神丹赐给了乌记 见状乌记大喜过望 连忙接过神丹就将他吞进了嘴里 仅仅一瞬间的攻 乌记就感觉到体内涌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同时他的身体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只见无数根道次从他体内冒出 双眼更是变成了一黑一白 看到如此惊人的一目 大乌记微微笑着说道 很好 接下来就由你来剖腹取丹 你是成戒吧 闻言乌记兴奋不已 举着匕首来到凌霜跟前残暴地说道 我这就送你去跟你姐姐们团聚了 话音一落 乌记手中的匕首就向凌霜刺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叶霜依旧撕心裂肺的大吼着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随后 凌霜便在一声淒厉的惨叫中 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鲜血顿时喷洒一地 更显得乌记的那张猙獰恐怖的嘴脸 片刻间的功夫 一颗鲜红的神丹 就被他从凌霜的腹中取了出来 看见眼前的场景 叶霜满脸黑线 眼泪早已洒满了整个脸颊 就在这时 昭露带着一群神女冲了出来 几名守卫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竟然被他们死死地暗倒在地 趁此机会 叶霜反口一咬 成功挣脱掉身后的两名守卫 紧接着 便朝着台上的乌记冲了过去 而乌记还沉浸在刚刚的兴奋之中 根本没有发现台下发生的事情 下一幕 叶霜在极度愤怒的加持之下 竟然一把抓住了乌记的手臂 并且还将他手中的匕首给夺了下来 紧紧一瞬 叶霜便反手将匕首 刺进了乌记的心脏中 嘴里还在疯狂地怒吼着 恶人 去死吧 来了来了 叶霜要开始大杀四方了 就在刚刚 叶霜顺利摆脱守卫们的控制过后 成功抢到了乌记手上的匕首 随即一把刺进了他的心脏 乌记顿时惨叫一声 便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叶霜很快拿走了他手上的神丹 随后连忙扑到凌霜的面前 想要用神丹救活凌霜的性命 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 大乌记便趁机使出特殊异能 从身后伸出一只诡异的爪子 顿时就刺穿了叶霜的胸膛 与此同时 反应过来的守卫们 也都一一制服了这些神女 大乌记便开口嘲讽说道 就凭你们 别想与我地公为敌 见明之女要多少有多少 现在全都给我杀了 而看着凌霜内逐渐冰冷的尸体 叶霜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嘴里还颤颤巍巍地说着话 凌霜姐姐 我我 我不甘心啊 就在这时 叶霜注意到了一旁的瓶子 直接从里面掏出了一颗神丹吞了下去 大乌记看见后瞬间脸色大变 不好 他要吞下神丹 快给我住手啊 可叶霜根本没有理会 就在大乌记还未出手阻拦之时 便将瓶子中的神丹全都吃了进去 差那间的功夫 叶霜就被一补补强大的能量给冲倒在地 大乌记连忙只是守卫说道 赶紧 把他的肚子给我剖开 将神丹给我取出来 然而当两名守卫架起叶霜的时候 叶霜的脸上开始浮现出奇怪的花纹 并且刚刚被刺穿的伤口 也正在快速地自我愈合着 大乌记的脸色变得更加猙獰难看 嘴里更是撕心裂肺地怒吼着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神丹就快要在他体内消散了 你们还不赶快动手 就在这时 一鼓鼓凛裂的音气从叶霜体内猛然翻涌出来 开始朝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紧紧一瞬 大乌记就被一道道音气给冲烂了身躯 其他两名守卫的身上 也都长满了冥界之花 开始疯狂地吸收着他们的血肉 这时叶霜缓缓站起身来 目光直直地盯上了一旁的乌记 乌记见状连忙求饶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顺时他的身上也长满了冥界之花 很快地宫之中 凡是接触到音气的男人 身上都会长出一朵朵冥界之花 而那些神女们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不过当他们看到叶霜的样子时 还是有些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只因叶霜的脸上 已然布满了冥界之花的印记 这时叶霜缓缓开口说道 你们找机会赶紧逃出去来 这里就由我来拦住他们 听到叶霜的声音 神女们纷纷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 最后只能不舍地回应说道 叶霜姐姐 保重 看见那些神女全都开始逃离出去 大乌记的脸色变得更加猙獰 嘴里更是疯狂地怒骂着叶霜说道 该死的贱人 你你 你竟然吞了我那么多的神丹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挫骨扬灰 说罢大乌记的身体就开始变形 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头圣人的怪物 随后 大乌记就向着叶霜冲了过去 然而叶霜根本不慌 只是单手一挥 顿时大量的阴气就将它包裹在了气中 与此同时 无数道阴气开始四处乱窜 大肆破坏起了地宫内的所有建筑 而那些神女都很熟悉地形 并未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可是成功地逃离了这里 看到伙伴们顺利逃出去后 叶霜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然而下一秒 大乌记竟然破坏的阴气 在叶霜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张开血盆大口猛然朝着叶霜咬了上去 眨眼间的功夫 叶霜就被大乌记一口吞进了肚子 为了解救被困的小伙伴们 奄奄一息的叶霜直接吞下了一整瓶的神丹 顿时拥有了碾压一切的力量 然而就在这时 大乌记化身成一头面目猙獰的怪物 在叶霜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进一口便将它吞进了肚子里面 而吃掉叶霜的大乌记很是兴奋 还舔了舔嘴巴表示味道不错 可是话音刚露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便突然响起 大乌记的身体竟然毫无征兆地炸裂开来 叶霜也从里面缓缓挑出 原来叶霜利用了体内内股庞大的阴气 硬生声撑爆了大乌记的身体 大乌记也就此陨落 随后 叶霜来到灵霜跟前 将它温柔地抱在自己怀里轻声地说道 姐姐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话音刚落 地宫中的冥府大门开始哗哗作响 接着大门上方便出现了一个六行符文法阵 并且开始快速转动了起来 没多久 冥府之门音声大开 顿时将地宫之中 所有冥界之花所产生的阴气全都吸了进去 就连地宫外四散的阴气 也全都被吸进了冥府之中 看着地宫上方那朵虚幻的冥界之花 逃出去的神女们都流下了眼泪 他们明白 是叶霜姐姐保护了他们 另一边 叶霜抱着灵霜来到花谱中央 而灵霜在冥界之花的作用下 竟然短暂地恢复了一丝意识 见此叶霜大喜播望 急忙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她 或许这一刻 也算是满足了两人最后的愿望吧 最终两人便在相拥之中 慢慢地消散在了花谱之间 看完叶霜的回忆 凌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原来 鬼城之主的经历竟然这么坎坷 而就在凌风感慨万千的时候 手中的蝴蝶结突然嗡嗡地响了起来 见此凌风欣喜若狂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欢喜之色 看来 红彤的残魂就在前面了 没多久 凌风便看到了彤彤的魂魄碎片 而残魂彤彤却是一脸问号地看着凌风 似乎根本不认识她一样 而凌风也很快有了猜测 红彤的残魂应该是生前的样子 所以她是不认识凌风的 不过她肯定认识这个 思索之间 凌风便将手中的蝴蝶结呈现在了彤彤面前 不出所料 彤彤立马就认出了蝴蝶结 开心地朝着凌风跟了过来 此时系统也传来提示 发现鬼灵彤彤的残魂是否进行采集 费尽千辛万果 凌风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当即选择进行采集 而随着凌风的声音落下 彤彤的残魂开始化作碎片 并和之前的灵魂碎片开始融合在一起 看着重新散发出光芒的蝴蝶结 凌风激动地流下了两行泪水 向着蝴蝶结温柔地说道 彤彤 我们回家了 与此同时 在望川的十几里地外 一个手持方天化剂 小踏骷髅鬼马的恶灵正在策马奔腾 而紧随其后的 是几个手持镰刀的鬼兵 鬼兵大声地嘶吼喊道 站住 望川是孟国大人的领地 任何人不得擅闯 可鬼将清明却是一脸不屑地说道 不知好歹 竟敢打扰本将军的雅兴 这望川不久过后 也会是无见大王的囊中之物 话音未落 几只鬼兵已然朝他甩出了手中的镰刀 然而鬼将清明根本不慌 手中的方天化剂瞬间挥出 顿时就将那两个鬼兵挥砍成了碎片 随后还大声嘲讽说道 就你们这点攻击 给本将军挠痒痒都不够 看着鬼将清明如此猖狂的样子 鬼兵们也无可奈何 恐怕只有千呼大人才能对付他 领头的鬼兵当即下令 我们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等待千呼大人赶来支援 可就在这时 鬼将清明纵身一跃 举起手中的方天化剂狠狠地劈了下来 嘴里还嘶吼说道 来尝尝本将军的方天化剂吧 随着化剂猛然麾下 攻击顿时化成了一道强大的闪电 净直砸到地上爆出了一声巨响 而正在跑路的林峰 也被这声巨响吓得一阵哆嗦 林峰震惊地思索说道 难道是来追捕逃跑的魂魄的吗 不行 我得赶紧返回现实世界才行 顺利找到彤彤残魂的林峰 此刻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回现实世界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道身影忽然闪电般地冲进了战场之中 并且顺势地挡住了鬼将清明的攻击 看到这一幕后 一旁的鬼兵们也都反应了过来 脸上纷纷露出了喜色说道 快看 是千呼大人 冥界之中 应差的职位分为小吏 石呼 百呼 千呼 万呼 无常 而看见挡住自己攻击的千呼 鬼将清明也很是意外 举着话几开口说道 有趣 你和本将军一样 也快要触摸到规律了吧 然而千呼还未回应 一道小女孩声却突然想了起来 哎呦喂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冥界叛徒的手下呀 说话间 一名头顶大碗的女孩便出现在了战场之上 见此所有鬼兵纷纷跪下喊道 恭迎孟婆大人 而鬼将清明却是嘲讽说道 孟婆大人 冥界已经分裂很久了 像你这种上古时代的老补朵 还是实施物质为俊杰比较好 如若现在投靠我们无间大王 并交出奈何桥 说不定还能有活命的机会 不料孟婆注意的点并不是能不能活 而是那句老补朵 顿时孟婆就气愤地回对说道 人家明明还小 竟敢说我是老补朵 你给老娘喝汤 说话间 孟婆头上的大碗便开始晃动 而鬼将清明的头顶上 也出现了一只大碗 见此鬼将清明想要躲避 却发现自己的身躯已经动不了了 随即嘶吼喊道 孟婆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要是敢动我 鬼王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料鬼将嘟囔之间 自己的手居然端起了头上的大碗 不受控制而又眼含热泪地喝下了孟婆汤 片刻功夫过后 鬼将清明就开始晕头转响 忽通一声晕倒在了地上 见此孟婆直接扑哧笑出了声 随即令令手下说道 将她带上奈何桥去投胎成猪 千户 已带人去排查一下望穿 我困了 看到孟婆一副懒懒散散的模样 千户心中很是无奈 但还是抱拳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林峰已经来到了民主之门的附近 不料身后突然响起一阵哒哒声 林峰回头望去 便看到是之前的阴差追了过来 而这时千户也注意到了林峰 于是当即吩咐手下去搜索其他区域 他亲自去追那个幽魂 紧紧几个呼吸的功夫 千户就闪身出现在了林峰上方 并且挥动手中的武器 朝着林峰便狠狠地劈了下去 见此林峰瞬间转身 抽出真无鬼刀直接横在胸前 顺势挡住了千户的致命一击 然而也仅仅只是挡了一下 下一秒就被千户的强大力量 给击飞了出去 林峰连忙稳住身体 心里已然震惊万分地思索到 浩墙 只是单纯的挥刀就接不住 看来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而系统也在这时传来提示 民主之门将在五分钟后关闭 有了刚刚的接触 千户顿时眉头紧皱地质问说道 你身上的气息不像是明界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发音未落 千户的脸上就露出了诧异之色 只因周围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咕噜声 林峰身上顿时冒出了大量气泡 并且朝着千户的位置冲了过去 不过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气泡 而是望穿之中残留的魂魄 千户更加诧异起来 这些残魂为什么会帮他呢 就在千户疑惑之际 林峰瞬间起身就朝民主之门冲去 毕竟民主之门已经在慢慢地关闭上了 可就在一步之遥时 千户犹如闪电般突然出现 一脚狠狠地将林峰给踢飞了出去 顿时林峰就被踢出了十几米开外 这时千户也发现了林峰的意图 直接大声地开口怒斥说道 已经妄图将其他残魂带出明镜 真是好大的胆 而林峰则是气得咬牙切齿 嘴里更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明明就差最后几过 还是逃不过吗 见林峰答非所问 千户也不再废话 再次挥动手中的武器劈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由阴气组成的漩涡突然挡在了林峰身前 接着就将劈过来的千户静置弹飞了出去 随后 一道熟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林峰眼前 系统提示 灵魂碎片融合成功 鬼灵彤彤完成复苏 等级噩梦一节 来了来了 沉寂已久的彤彤终于又回来了 不仅及时出现拯救了被困的林峰 就连等级也达到了噩梦一节 而林峰脸上同样布满了欢喜之色 这么久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 嘴里忍不住地喊出了那一声童童 童童闻声也是回头望去 脸上同样开心地说道 哥 哥哥 听到童童竟然开口说话 林峰更加欣喜不已 我的童童终于回来了 而且还会说话 与此同时 被谭飞的千户看到这一幕后 双眼之中不禁闪过一抹寒意 紧接着 一股极其强大的阴气 猛然从千户身上爆发开来 而千户也是阴沉的脸说道 触摸到规律的强者 有意思 看来更不能放你离开了 随后千户开始蓄力 将大量的阴气全都汇聚在了武器之上 而见敌人严阵以待 童童也不敢答应 手里也开始凝聚出诡气利剑 随后站在凌峰面前将他附在了身后 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说道 童童 童童会 保护哥哥的 不料系统传来提示 凌辅之门将在一分钟后关闭 而大门外面 轩华和姜薇早已苦苦等待多时 心里也是越来越着急 凌辅之门即将关闭 凌峰怎么还不回来啊 冥界之中 千户挥起武器猛然砍向童童 童童也挥起利剑迎了上去 而两股鬼气也在空中疯狂碰撞 紧紧眨眼的功夫 双方已然交手上百次 然而噩梦之间亦有差距 身经百战的千户气势毫不减弱 而刚刚复苏的童童境界还未稳定 气势顿时就下降了一大截 此刻的千户也开始嘲讽说道 现在的你 还不是我的对手 随即又是一刀砍了过去 剑撞童童连忙使出深渊防御 顺势就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而童童也很是汗颜 已然有些力不从心了 趁此机会 千户暴喝一声 再次将大量的阴气全都跪去到武器之中 瞬间朝着童童劈了过去 可他这信心满满的必杀一击却是劈了个空 原本位置上的童童已然不见了身影 由于时间紧迫 凌峰直接用鬼绳缠住了童童的身躯 静止将他狠狠地拉了过来 而他自己也在疯狂奔向民府之门 终于 在民府大门关闭上的最后一秒 凌峰和童童成功地跑了出来 一人一鬼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着急等待的鬼灵们 也全部都冲到了凌峰跟前 对此童童微微一笑说道 大家久等了 我们回来了 剑子姜薇直接上前抱住了他回应道 欢迎回来 话音刚落 鬼灵们便都欢声笑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妈妈麻麻的声音突然响起 童童闻声有些疑惑 随即转身扭头望去 顿时就看到了母慈子孝的场面 只见轰隆隆正趴在凌峰肚子上 还嚎啕大哭地喊着妈妈妈妈 而凌峰也是连忙安慰 看着这一幕的童童顿时有些猛圈 怎么哥哥变成了妈妈呀 下一秒 轰隆隆突然扑向童童 随即就是巴巴巴巴地朝着童童喊着 本来就猛圈的童童现在更加猛圈 但是下一刻他就被轰隆隆 给彻底征服 毕竟哪个小女孩能拒绝这么可爱的玩意呢 而凌峰也有些无语 这真是好复杂的家庭关系啊 一番玩闹过后 众人便启程返回丰都鬼城 凌峰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姜薇 几天后 鬼城之主重新回到了城主府中 并赏赐了凌峰一块可以快速回到鬼城的令牌 而看到如此冷漠的鬼城之主 凌峰的内心也不由感慨万千 原本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硬生生被塑造成了统领一方的鬼城之主 这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系统提示 羁绊任务二已完成 鬼城之主夜双羁绊增加 一个月后 凌峰拉着被蒙住双眼的彤彤向着某处走去 彤彤好奇地询问说道 哥哥 我们要去哪里啊 而凌峰却是笑着回应 不急 就快要到了 等到达地方过后 凌峰微微一笑 顺势摘掉了蒙住彤彤双眼的股条 而忽然亮起的光亮 顿时映射的彤彤有些睁不开眼 但是下一秒 彤彤就激动地瞪大了双眼 嘴里更是忍不住地挖了一声 只见在他眼前的 是一座庞大而又梦幻的游乐园 凌峰连同后宫的老婆们大声喊道 欢迎彤彤回家 原来 这是凌峰在回到海城之后 连忙火同大家紧急打造出来的 这时轰隆隆也跑了过来 将手中的一根棉花糖直接递了过去 而彤彤也是开心地接了过来 随后 凌峰牵起彤彤的小手 领着他走进了他期待已久的游乐园中 众人抛开一切烦恼 陪着彤彤在游乐园里疯狂地玩耍着 惊险地过山车 眺望的摩天轮 欢乐地旋转路马 恍惚之间 彤彤似乎看到了爱德华那欣慰的笑容 眼里已然泪流满面 心里幸福地想着 爷爷 彤彤终于来到真正的游乐园了 与此同时 在距离游乐场不远的海面之上 突然响起了一阵阵咕噜声 下一秒 一个诡异的骷髅头颅突然冒了出来 然而他的目光 正死死地看着游乐场的方向 某日清晨 在平城东部房线的黄金墙上 几个狱鬼师正在坎坎而谈 这时有狱鬼师吐槽说道 最近妄鬼哭又开始闹腾 我们平城的大部分狱鬼师都被调走了 而另一名狱鬼师也缓缓说道 没办法 东部房线威胁最小 过去一百多公里就是大海了 而海里的恶灵们也不会轻易出来 再说了 有平城的六大家族坐镇 根本不会遇到什么大的灾难 然而 就在他们聊着今晚吃什么的时候 一阵鬼哭狼嚎的乌声突然惊醒了他们 这时有人大声喊道 是鬼巢来袭了 大家准备战斗 然而下一秒 那名喊话的狱鬼师突然惊恐地说道 快看 那是什么 只见在鬼巢的后面 突然猛地掀起了一片巨大的海浪 而那些冲向平城的恶灵们并不是在进攻 而是在逃离海浪的吞噬 看到这一幕的狱鬼师们纷纷脸色大变 毕竟恶灵吞噬鬼巢的场景可不常见 危机情况之下 防线上的狱鬼师们纷纷开始撤离 然而海浪乱势汹汹 刹那功夫便已冲到了防线的上方 将撤离不及的人们给一并吞没 很快 外围的粮食小镇也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静止朝着平城奔驰而去 没过多久 海浪便出现在了平城外面 而已经接到消息的平城狱鬼师们 也都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 另一边 尹蕊连忙用通讯器联系凌峰喊道 平城遭遇鬼巢 人手不够 急需支援 见凌峰答应过后 尹蕊连同平城城主贺老率先发起进攻 随即吩咐其他人展开鬼域阻止海浪接近 很快 在平城的黄金墙上 几十个鬼域顿时连成一片 纷纷抵挡在了平城的边际上方 而巨大的海浪也原来到了城池下方 与此同时 那些刚刚被海浪所吞噬的遇鬼师们 竟然纷纷出现在了海浪之中 可是他们已经没了人影 全都变成了一副恶灵模样 一马嗷嗷地嘶吼着 和我们融为一体吧 一起来吧 话音一落 巨大的浪潮便汹涌地冲了过来 随后便是一阵又一阵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而在他们激烈战斗的时候 轩华已经带着凌峰和姜薇赶过来 而姜薇在看见海浪后却有些疑惑地说道 这个恶灵有些奇怪 凌峰连忙询问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而姜薇却是回应说道 这个恶灵给我的感觉很是古怪 它既不像是普通的深渊级 但又不像真正的噩梦集 就在姜薇观察之际 盈蕊那边也是陷入了苦战 只因他们对海浪造成的伤害 还没有海浪愈合的速度快 如此下去只会被活活耗死 而恶灵见自己的海浪被拦住了去路 随即便开始旋转海浪 将滔天的海浪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漩涡 顿时一股强大的吸力就此产生 而那连绵不绝的海浪声中 还夹杂着一阵阵嗡嗡声 一些精神力不强的欲鬼师在听到后 纷纷感到头痛欲裂 坚守的鬼域防线也出现了破绽 盈蕊也发现了海浪的意图 连忙提醒众人说道 不好 我们正在被吸向漩涡 得赶紧挣脱才行 可与鬼师们虽然都在极力挣扎摆脱 但海浪的实力明显要比他们都强 顿时有十几个鬼域被吸进了漩涡之中 破坏掉鬼域防线后 海浪忽然汇聚出了一个巨大的骷髅头颅 伴随着一道惊人的嘶吼声后 骷髅头颅便向着平城内部汹涌地冲刷而去 平城的海面之上 突然惊现出一个诡异的海浪恶灵 恶灵不仅瞬间吞没了防线上的狱鬼师们 就连六大家族的鬼域防线也被其轻易突破 随后海浪恶灵便开始进攻平城 而城里的人们已然惊恐地四处躲避 一瞬之间 一道巨大的屏障浮现在了城市上方 姜薇及时出手 一招虚化能力成功挡住了进攻的浪潮 看见这一幕的贺老还在惊奇发生了什么 而盈蕊却是松了一口气的回应说道 是凌峰 他已经赶来支援了 而贺老并不知道凌峰如今的实力 随即对着通讯器吩咐说道 大家注意 这是比深渊器还厉害的恶灵 凌峰来了也不见得能打破 我们全力配合他的进攻 而观察许久的姜薇也终于得出了结论 这个恶灵虽然只有深渊三阶 但他会将吞没的浴鬼师和恶灵 全都融合进这片大海之中 融合的越多 他能发挥出来的实力也就越强 有了姜薇的提醒 凌峰也明白了海浪恶灵的目的 看来 他是想吞没平城里的一千万人类 借此让自己可以完全复苏 思索之间 海浪在被姜薇挡住去路过后 竟然没有继续进攻 而是直接选择了逃离平城 这时姜薇疑惑地说道 难道说 他已经敢知道我是噩梦级 知道打不过选择撤退了吗 而凌峰却是气得咬牙切齿嘶吼说道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真当这是你家吗 我们追上去 不然等他退回海浪后就不好抓了 另一边 盈蕊和贺老却是陷入了猛逼状态 贺老率先开口问道 盈大人 这恶灵 该不会是被凌峰的鬼灵北下跑了吧 然而盈蕊也是皱着眉头 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 姜薇直接换出废墟鬼域 顺势便砸在了那巨大的海浪之上 可姜薇并没有成功拦住他 恶灵瞬间化成一条水龙冲了出去 但就在他冲天而起的时候 只见月区女王一招火凤疗园 顿时一只火凤黄迎面扑来 静止与逃跑的水龙冲撞在了一起 随后水龙实力不计变成了水蒸气 而火凤黄依旧完好无损 恶灵海浪见此情形 还想向其他的方向伺机突围 不料其他方向早已被庞大的金字塔给拦住 彤彤也出现在了恶灵的一侧 手持鬼气力剑拦在了他的面前 终于恶灵不再动态 开始不断冒着泡泡 这时彤彤告诉林宗说道 哥哥 他在害怕 林宗文言十分诧异 随即猜测地说道 这片大海会害怕 难道是因为融合了人类的意识 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吗 与此同时 看到这一幕的遇鬼师们更加猛圈了 因为这片海浪不仅没再进行攻击 而且好像还在害怕地发抖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时有人询问了起来 贺老 林宗那个鬼灵是什么级别 为什么我的鬼灵反应如此之大 可贺老也不知原因 随即转头询问宁蕊 宁大人 你与林峰比较熟 有没有听说他的鬼灵已经完全复苏了 而盈蕊也很疑惑地回应说道 不清楚 他没有跟我说起过 但是现在看来 恐怕是的 这话顿时让其他遇鬼师惊叫连连 完全复苏 这怎么可能 林峰才多大呀 怎么可能会有完全复苏的鬼灵呀 可贺老却继续说道 他的鬼灵应该不止一个 我能感觉得到 那片海水南边和北边都有鬼灵的气息 东边野鸡可能也有一个 此话一出 遇鬼师们顿时汗流加倍 也就是说 那只海浪恶灵 被林峰的鬼灵们给包围了 这怎么可能啊 而就在他们半信半疑的时候 海水开始缓缓退去 震惊众人的荧幕便缓缓敷出水面 大家也都纷纷惊呼出声 我的天啊 林峰竟然 竟然有着四个噩梦及鬼灵 什么情况 林峰的四只噩梦及鬼灵 竟然直接震惊了银蕊等人一整年 然而就在这时 海浪恶灵竟然开口说起话来 林峰 我知道你 我想和你谈一谈 听到声音的林峰很是意外 不是只有完全复苏才能说话的吗 这是什么情况 随即连忙询问起义旁的姜薇 姜薇思索后回答说道 深渊疾本不应该有高等智慧 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融合了平城防线上那些遇鬼师 从他们的记忆里知道了你 这时姜薇有些汗言 如果他融合的人类越多 恐怕能力和智慧就会越恐怖 文言林峰也有些惊讶 要是真的让他融合了平城的所有人类 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拦住了他 随后林峰便回应了海浪恶灵 而海浪恶灵也是继续说道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你放我离开 我便告诉你海洋中 所有疑似噩梦及恶灵的位置 不料此话一出 林峰像是听到了什么大笑话一样 眼上浮现出了一抹嘲讽的神色 而海浪恶灵并没有注意 只是自顾自地接着说道 只要你放我走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踏入东方 然而林峰直接大手一挥 面色漠然地冷冷回应说道 你既然知道我 那就应该知道我的性格 我是从来不会放虎归山的 动手 听到指令 鬼灵们齐齐应声 纷纷开始蓄力各自的技能 而见林峰的鬼灵们已经动手 知道跑不掉的海浪恶灵也是怒吼嘶叫 竟然如此 那我就和你拼了 话音一落 海浪恶灵便幻化成无数道水蛟龙破海而出 大战一触即发 只见月缺女王使出一招火风燎原 瞬间就斩断了十几条水蛟龙 彤彤也施展出寒冰巨响 两手随便一抓就捏碎了两条蛟龙 伊苏娜则更加直接 操控着巨大的金字塔便砸了上去 顿时又有数十条蛟龙被压得粉碎 而恶灵海浪依旧在苦苦挣扎 听见最后的一丝鬼气画出一条水蛟龙 眨眼之间就冲到了林峰的面前 可林峰丝毫不慌 江维操控着画卷直接缠住 瞬间就碾碎了这条蛟龙 而看着这一边倒的战斗画面 盈锐等人看的是目瞪口呆 纷纷惊呼这还是人吗 只在一片空地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水塘 随后江维抬手 将这小水塘收在掌中缓缓说道 这小水塘可不简单 里面融合的一些能力还在 可以瓜分一下 随后江维要了一个深渊孵化的能力 可以与她的虚化能力相互结合 提升虚化的威力 越缺女王也找到了提升自身的能力 而童童却是玩起水来 蹲在小水塘边欢乐地唱起歌谣 青竹则是继续发挥老本行 捞走了水塘里面的所有女鬼 这对她能进一步掌握规则也有着巨大的作用 另一边 叹息的众人也来到了凌峰跟前 尹蕊则是悄悄靠近凌峰说道 凌峰 我的鬼灵说 这里没有她需要的东西 所以能不能 见尹蕊满脸期待 凌峰也不见外地答应了 这时贺老上前拱手说道 老夫乃是平城的城主 大家都喊我贺老 这一次多亏凌峰你了 老夫代表平城千万人感谢你的出手 眼看贺老如此恭敬 凌峰连忙上前拖住贺老的手臂说道 贺老不必客气 我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你们看看那个水塘里面 有没有你们鬼灵需要的东西 直接拿走便是了 闻言众人欣喜落狂 纷纷拱手表示感谢 凌峰主真是年轻有为啊 不仅实力出类拔萃 就连胸襟与格局 也让我等追赶不上啊 顺利解决海浪恶灵过后 凌峰受邀来到了盈蕊的别墅内 而吃着晚饭的他不禁连连称赞 蕊姐 想不到你还会做菜啊 盈蕊也是自信地回应说道 当然了 以前和唐雪学过几首 毕竟有时候在眼外 也需要自己解决食物的问题 随后 凌峰将一个被封的瓶子递给盈蕊 盈蕊看了一眼后惊奇地说道 这是 深渊疾的鬼灵信物 送我的吗 凌峰点点头肯定地说道 你比我更需要他 见此盈蕊也没客气 接过凌峰手中的瓶子后 便撩了撩自己那秀丽的头发说道 哎呀 你要姐姐怎么感谢你呢 要不今晚就留下吧 一夜过后 凌峰一早便准备离去 盈蕊也没拦着 只是叮嘱他在外要多加小心 凌峰点点头 随即就骑着鬼马向城外赶去 其实凌峰也不是着急要走 只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了 系统传来提示 鬼灵喧华的复苏任务已开启 任务一 找到鬼书生 为鬼灵喧华书写婚书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可凌峰并不知道鬼书生的具体位置 于是便写了一封信 让童童化身鬼邮差 利用鬼邮差的规律来追踪鬼书生的位置 随后 凌峰开启了视野共享 保证童童在追踪的时候不会断连 自己则利用喧华的闪盾在后面跟着 几天后 凌峰跟着童童来到了一片茂密的丛林之中 而这里乃是北部最大的原始森林 没过多久 童童就在森林中找到了鬼书生 而此刻的鬼书生 正抱着一个酒坛子坐在石头上打着盹 凌峰看他醉醺醺的模样 知道他已经是喝了不少酒 但却看得出还保留着一丝清醒 这时童童将书信递了过去 可鬼书生只是看了一眼后 便直接摇了摇头地拒绝了 凌峰还有些疑惑 难道说这鬼书生不愿帮忙吗 就在他准备另寻他法之际 鬼书生却是敲了敲旁边的酒坛子 顿时酒坛子就发出了叮叮叮的响声 可以肯定 这酒坛子里面是空的 现此凌峰也明白了鬼书生的意思 他这是想要一坛鬼酒多报仇啊 可凌峰手上根本没有鬼酒 鬼壁倒是有着不少 只见凌峰心念一动 顿时大量的鬼壁就从储物空间里流了出来 凌峰有些怀念地想着 这一招也算是从灵狱的身上学到了 果然老祖宗说得没错 有钱能试鬼推磨 在许多的鬼壁被装进酒坛子后 鬼书生也不啰嗦 当场就挥动手中的毛笔开始描绘昏书 随即一个个字符开始在空中飘动 西施月西女 初次驻罗山 秀色眼睛骨 荷花修欲言 幻纱弄碧水 自语轻拨弦 耗齿性难开 沉吟闭云间 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过后 一份鲜红的婚书便落到了林总手上 系统提示 伟林轩华复苏任务一完成 复苏进度增加 任务二 找到迎亲鬼的队伍操办婚礼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林峰看了一眼婚书后有些惊讶 这婚书上 是我和轩华的名字 意思就是 我要跟轩华成婚 林峰有些猛逼地看着远去的鬼书生 心里又有些嘀咕 这迎亲鬼又要去哪找了 就在林峰苦恼之际 一股熟悉的鬼气忽然引起了林峰的注意 凝蝶已极快的速度飞了过来 随即对着林峰开口说道 大老远就感应到你的存在 来北方有什么事情了 看到凝蝶出现 林峰也是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是来这边找东西的 蝶婆婆额补 凝蝶你有没有看到过一对迎亲的鬼灵啊 这是凝蝶笑着回应 你还别说 我刚刚在追击鬼谷的时候 确实看到了一对 类似迎亲的鬼灵被拖进了巢穴之中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清理巢穴啊 文言林峰大喜播望 当即便答应了他的邀请 继彤彤达到噩梦级过后 林峰也迎来了喧哗的复苏任务 还在任务途中遇到了前来消灭鬼谷的鸣蝶 随后 林峰便跟着鸣蝶来到了北昆仑山 路上鸣蝶讲述了现在的情况 北方的鬼谷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逃到前面的那座大山里 那里好像是他们的巢穴 鬼谷主要擅长隐秘 所以很难根处 不过战力倒不是太强 凭借咱们的实力应该可以轻松解决 说话间 林峰带着林峰穿过了一条裂骨 随后向着山洞里面钻了进去 落地过后 林峰举着火把继续伸入洞穴 林峰也有些意外 想不到这鬼谷在巢穴之中 他们的隐秘能力也变得更强了 不过林峰也有办法 直接让彤彤施展出鬼眼技能 顿时鬼谷们隐秘的位置被一眼看破 只见在洞穴的上方之处 有着一大片红色区域在那里蠕动 而这些红色的星星点点 正是那些鬼谷虫的眼睛 他们的假翘颜色与岩石融为一体 不仔细查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 林峰暗骂一声狡猾 便将林罗给换了出来 毕竟要对付密密麻麻的鬼谷虫群 拥有群攻技能的林罗是最好的对抗办法 仅仅片刻功夫 无数伞分身便秒杀了绝大部分的鬼谷虫 只剩一小部分的虫群急忙地逃向更深处 这时林峰吩咐一声 林罗 可以了 有几只给我们带带路 而跟随着鬼谷虫逃跑的方向 十几分钟后 林峰他们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巢穴之中 看来跟着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没错的 就在林峰想询问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道救命的声音引起了林峰的注意 林峰有些发愣 随即举起火把向着声音处连忙奔去 只见在他们眼前的 依旧是密密麻麻的虫腕 可虫腕里包裹着的 却是几个十几岁的小孩 似乎是听到了这些孩子的哭喊声 一只鬼谷虫破开虫腕 饥饿地飞到了一名小女孩的跟前准备开动 而小女孩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当场就被吓得闭上了双眼 可还不等鬼谷虫有所动作 林峰伸手便将它直接捏碎 随后彤彤走到小女孩的面前 伸出手指滑坡地包着它的虫腕皮 而小女孩似乎被吓傻 神情还沉溺在刚刚的恐惧之中 听到有人类的声音 其他虫卵里面也都开始呼救起来 十几分钟后 林峰一将他们全部救出 并让他们进入祭兆庵暂时躲避起来 然而刚刚救下的小女孩却不肯离开 只是站在原地嚎啕大哭 哥哥 哥哥不见了 他和我们一起被虫子给抓走了 不料就在这时 凝蝶对着另一片虫卵惊奇地说道 林峰你看 这些应该是人被鬼谷虫寄生后劫的姐 听到凝蝶的解释 林峰被气得咬牙切齿 想不到这些鬼谷虫竟然寄生人类 然而就在这时 这些鬼谷寄生体开始破卵而出 大量形态各异的怪物全都冒了出来 而一只寄生体已然朝着林峰冲了过来 幸好林峰反应速度够快 真武鬼甲和黄金剑瞬间出现 只听当的一声巨响 黄金剑顺势挡住了寄生体的爪子 可在看到寄生体的相貌后 小女孩顿时大惊失色 只因这只寄生体 正是她那位被抓走的哥哥 惨无人道的鬼谷之虫竟然以人类的身躯 为寄生体孵化虫了 甚至还制造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怪物 然而小女孩在看到一只鬼谷寄生体后 却是大声地喊出了一声哥哥 哥哥 你不记得我了吗 小女孩泪流满面地向着寄生体跑去 好在彤彤及时拦住了她 与此同时 那只寄生体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顿时捂着自己的脑袋 疯狂且痛苦地嚎叫了起来 快杀 快杀了我呀 林峰一剑将其挥了出去 随即面色冷漠地吩咐说道 彤彤 你保护好小女孩 那些怪物就交给明蝶女王 至于这个寄生体 就让我来消灭她吧 林峰这边刚刚制定好作战计划 便看到数百只鬼谷寄生体疯狂地涌向了他们 见此月缺女王大手一挥 树到火焰龙卷瞬间就干掉了几十只寄生体 姜薇也不莫及 鬼话画卷划过的地方 十几只寄生体们纷纷暴体而亡 明蝶同样释放出了自己的独特技能 只见数十只蝴蝶一闪而过 所过之处的寄生体也都纷纷被屠戮殆尽 与此同时 林峰一剑向着寄生体挥砍而去 不料却被她的蜈蚣尾巴给挡下来 可还保持着一丝清醒的男人 凭借最后一点意识将蜈蚣尾巴给甩了出去 嘴里也在祈求说道 帮帮我吧 帮忙结束我的痛苦吧 林峰心中虽然万般无奈 但手上的黄金剑却没有停下来 最后挥出一剑结束了她的生命 看见自己的哥哥倒地不起 小女孩挣脱了束缚 静止跑到了寄生体的身旁 握着哥哥的手撕心裂肺地大哭了起来 而男人却是笑了笑回应说道 妹妹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片刻后 寄生体全部被屠戮殆尽 小女孩也和哥哥做了最后的告别 便进入寄照庵躲避了起来 这时凝蝶对着林峰说道 洞穴的最深处 应该就是这些鬼谷诞生的地方 林峰早已迫不及待地回应说道 走吧 我们去彻底解决这个过患 绝不能让这些鬼谷再次散播出去 几分钟后 林峰一行人便到达了洞穴的尽头 然而他们却在这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这时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在一片碧绿的草丛上方 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赫然浮现在众人面前 并且上面还黏着几个身穿红衣的鬼灵 看到鬼灵的林峰心中顿时一息 没错 这就是他要找的迎亲的鬼灵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诡异的笑声突然响了起来 我听孩子们说 就是你们 打扰了我的午餐时间吗 系统提示 恶灵鬼谷女王 等级噩梦一解 来了来了 林峰与喧华的婚礼终于要来了 就在刚刚 林峰一行人走到洞穴尽头的时候 不仅发现了被俘虏的迎亲鬼灵 也成功见到了最终Buff鬼谷女王 然而在看到鬼谷女王的时候 林峰心中的怒火顿时爆发 随即朝着鬼谷女王怒骂说道 那些鬼谷都是你制造的吧 而鬼谷女王却是撩了撩头发说道 是啊 他们都是我可爱的孩子 看你这么帅气 要不要和我一起啊 不然 就成为我们的食物吧 话音未落 鬼谷女王突然脸色争鸣 嘴里更是直接露出了两颗獠牙 见她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林峰更加火冒三丈 举着黄金剑怒骂说道 你倒是想的美 本来噩梦一揭的恶灵 林峰已经是不放在眼里的 不过彤彤刚刚复苏 正好可以拿来练练手 可还不等林峰吩咐 鬼谷女王便率先发起了进攻 去吧 我的孩子们 美味的午餐就在眼前 随着鬼谷女王的一声令下 顿时有无数只鬼谷蝴蝶 出现在众人上方 开始朝着林峰他们疯狂涌去 银蝶连忙提醒说道 林峰小心 这些鬼谷蝴蝶释放的毒物 不仅能够侵蚀人类的灵魂 甚至还会对鬼灵造成伤害 然而下一秒 那些长相诡异的鬼谷 便已冲到林峰面前 林峰闻言直接唤出了月缺女王 让其带着自己飞到半空之中 月缺女王则挥手召唤出了火凤凰 而伴随着火凤凰的凤鸣声 一团吃热的火焰龙卷顿时席卷全场 大量的鬼谷蝴蝶在寝刻间 全被烧成了渣渣 看到这一幕的鬼谷女王顿时勃然大怒 随即撕心裂肺地嘶吼喊道 你们竟敢杀害我的孩子 我要把你们统统做成容器 说话间 鬼谷女王的周围开始散发鬼气 然而彤彤却是信心满满 迫不及待地就直接冲了过去 可当彤彤还未冲到鬼谷女王面前之时 鬼谷女王周围的鬼气顿时变成了毒液 转眼间就向着彤彤猛然射去 看到这一幕的凌风连忙喊住彤彤 然而如此近的距离 彤彤根本来不及防御 仅仅片刻功夫 毒液就如雨点般纷纷落在了彤彤身上 而鬼谷女王也是嘲讽说道 你就彻底融化在我的毒液里面吧 话音未露 一股鲜红的鬼气突然包裹住了彤彤的身躯 就连那些毒液 也在鲜红鬼气的旋转下被弹飞了出去 只听见斯拉的一声巨响 那团包裹的鲜红鬼气瞬间爆裂开来 而呈现在其中的 正是彤彤的三级变异形态女武神 系统提示 彤彤变身女武神后 力量会随着攻击的次数而成倍增加 变身时长三分钟 当力量来到两倍的时候 彤彤一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鬼谷女王 一瞬间就斩断了她脚下的蜘蛛网 当力量来到三倍的时候 彤彤手中浮现出了一把锋利的长矛 随即挥动长矛发出无数道凛冽鬼气 疯狂朝着鬼谷女王的身上砍了过去 当力量来到四倍的时候 彤彤全身的鬼气开始翻涌凝聚 顿时便在身后浮现出一张巨大的鬼脸 看到这一幕的鬼谷女王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头颅就被直接砍成了两半 而彤彤的力量也已增长到了五倍 随后在力量的成倍加持之下 彤彤凶猛地打出了一套纵想丝滑的连招 仅仅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将鬼谷女王连同一群小卡拉米给全部消灭 而打完后的彤彤 还很轻松地回到凌峰面前欢乐地说道 哥哥 我的心能力怎么样啊 看着满脸期待夸奖的彤彤 凌峰也是高兴地赞扬了几句 而看到这场战斗的鸣蝶心中却有些不平静 想不到一个觉醒没几年的鬼灵 如今已然这么强大 另一边 凌峰走到了迎亲鬼的面前 而迎亲鬼却被他手中的黄金剑 吓得连忙白手投降 随后凌峰将他们带进了祭兆庵中 系统也传来提示 鬼灵喧哗复苏任务二完成 复苏进度增加 任务三 修复喧哗的故居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随后宁蝶也准备离开 这次就多谢了 我先回总部了 有空记得来找我 而凌峰也是答应了下来 几天过后 凌峰从柳城找来了一些施工团队 也是成功完成了修复喧哗故居的任务 紧接着 系统也发布了第四个任务 将婚书交给迎亲鬼开启婚礼 与宣华在故居成婚 奖励 复苏进度增加 又过了几天时间 在迎亲鬼的布置之下 林总与宣华的大婚也正式开始了 位如礼聘 以归幽灵 择补良辰 礼旧何吉 而宣华也在他们的布置中 披上了红盖头 很快 在迎亲鬼规律的触发之下 一名迎亲鬼指引着宣华 坐上了红发大叫 随即大声喊道 请新郎接新娘入宅 就在迎亲鬼的声音落下时 身穿红袍的林峰便牵着鬼马 来到了红发大叫堂 而迎亲鬼们也在轿子前 奋力地吹着锁呐 红童则飘在半空中撒着花瓣 然而就在这时 队伍的四周忽然出现了 大量的野生鬼灵 甚至还主动加入到了 迎亲的队伍之中 看到后的童童还以为 他们是来捣乱的 不料刚要动手时 就被林峰拦了下来说道 或许 这也是迎亲鬼的规律吧 果然随着越来越多的 野生鬼灵加入 迎亲的队伍也变得更加壮大 为首的迎亲鬼 更是大声地喊着 万鬼迎亲 新婚大吉 一番张灯结彩过后 迎亲队伍顺利地 停在了轩华的布局前 在迎亲鬼将红花大叫 缓缓放下后 林峰也下马来到了轿子跟前 一手掀起轿帘 一手扶着轩华缓缓地 走了出来 随后在迎亲鬼的拥护下 林峰牵着轩华的小手 走进了布局之中 充当花童的童童和轰隆隆 也是欢乐地洒着花瓣 等林峰带着轩华来到大殿之后 其他鬼灵们也是恭候多时了 这时迎亲鬼高声喊道 即时已到 请新人拜天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成 祝新人阴阳好和 送入洞房 完了完了 我们的灵渣男居然都结婚了 这可让单身狗们气得咬牙切齿呀 洞房花竹夜中 林峰和轩华对立而坐 系统也是传来提示 轩华复苏任务肆已完成 复苏进度增加 而此时的林峰根本不在意这些信息 而是拿起了桌上的红秤杆 缓缓掀起了轩华头上的红带头 这也是林峰第二次给轩华先带头了 回想两人相遇的时候 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随后按照传统风俗 两人起身喝了浇杯酒 接着在林峰的木凳口袋中 轩华缓缓地走向了床边 并慢慢卸下了自己身上的红架衣 露出了那细腻柔滑的肩膀 林峰也不磨叽 扶着轩华一同走向了那温馨的小屋 时间转瞬即逝 折腾了一夜的林峰 也被清晨的阳光和窗外的麻雀 给唤醒了过来 望着怀里的轩华 林峰发现轩华的身体 也已经有了温度 只不过触感和血肉之躯 还是有些区别 这算不算是复苏成功了呀 就在林峰思索的时候 轩华一脸娇羞地 从床上坐了起来 随即下床穿上了自己的嫁衣 然后转头说道 夫君 你醒了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也惊醒了惊讶中的林峰 任务完成 鬼灵轩华成功复苏 等级噩梦一接 回过神来的林峰顿时喜笑颜开 成功了 轩华也会开口说话 而且还学会了新鬼术三千灯火明 鬼术三千灯火明 召唤出大量四角灯落 被召到的敌人会陷入行动吃缓 几方获得力量加成 然而还在林峰震惊中时 轩华已经拿着衣服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脸娇羞的小声说道 夫君请更衣 我去准备早餐 听到这低声细雨的声音后 林峰忽然一把拉住了轩华的手臂 脸上同样浮现出了一抹羞红 而看到林峰这副模样的时候 轩华的脸颊也变得更加通红 就在两人准备再续前夜的时候 杀风景的彤彤却是着急地推开了房门说道 哥哥不好 这道声音犹如晴天霹雳 顿时让得林峰和轩华当场愣住 原本浮起的小兄弟也直接吻了下去 然而彤彤却没有一点罪恶感 双手疯狂上下晃动地着急喊道 哥哥 轩华姐姐 轰隆隆不肯吃饭 该怎么办呢 见彤彤如此担心的模样 轩华便将彤彤搂在怀里安慰说道 彤彤乖 姐姐会帮你的 而林峰在一旁也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听到如此温柔的话语 本就着急地彤彤顿时就涌出了两行泪水 片刻过后 彤彤带着林峰他们来到了轰隆隆的面前 嘴里还气呼呼地指责说道 就是这样 轰隆隆只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然而轰隆隆却委屈地站在一旁 难以下咽地看着盆里的猫粮 而看到猫粮的林峰也是无语 随即便和彤彤解释了起来 轰隆隆是龙 龙是不吃猫粮的 然而彤彤却是一头的问号 一番闹剧过后 鲜华给大家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左边是夫君的正常饭菜 又便是你们的鬼饭 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 彤彤和轰隆隆顿时就被美味到泪流满面 林峰同样有些惊奇地夸赞说道 轩华的手艺比以前更好吧 听到他们惊叹连连地夸赞 轩华也是开心笑了笑回应说道 你们喜欢就好 然后 林峰带着轩华骑上了鬼马 随即询问轩华想去哪里度个蜜月 轩华想了想后回应说道 我想去夫君出生的地方看看 于是林峰便骑着鬼马向着柳城奔驰而去 路上两人欢声笑语 如此画面果真是羡煞旁人啊 几天过后 林峰带着轩华来到了柳城的棚户区 这里便是林峰从小生活的地方 不料林峰刚踏入棚户区没多久 一个胖子就哭过来抱住林峰的大腿说道 林峰 你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忘记我 然而这一幕着实吓了林峰一大跳 连忙开口询问说道 你你你 你谁啊 见林峰还有些猛圈 男人情绪激动地回应说道 我是猪肝啊 咱们还一起简步破烂吗 这时林峰也想起了面前的男人 是你啊竹竿 你怎么变得这么胖了 男人也是开心地解释了起来 这还得多亏了林峰你 由于你的英雄事迹被广为流传 咱们棚户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现在的我被任命为林峰纪念馆的馆长 每天参观都能收到好多贡献点 如今也是不愁吃喝了 听到林峰纪念馆的五个大字 林峰和轩华顿时吓了一跳 这纪念馆听得怎么这么不吉利 随后竹竿便带着林峰来到了林峰纪念馆 而他也是津津有味地介绍说道 柳成为了纪念你所做的贡献 将你之前所住的地方保护了起来 并加以维护做成了纪念馆 以此激励柳成的玉鬼师 而看到门口处的这座纯金雕像 林峰更加无语助理 而轩华同样很是震惊 原来夫君以前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一名男人大喊了一声林哥 随即便大步跑过来 林峰很快就认了出来 这是自己以前的同学平安 而平安见到林峰后很是兴奋 双手连忙握住林峰的手激动地说道 林哥我好想你啊 当初有了你的帮助 如今的我 也算是一个独当一面的玉鬼师了 一番相谈甚欢过后 平安便带着林峰来到了母校 校长和其他老师也是赞不绝口 欢迎林成主回母校参观 林成主真是一表人才啊 这是一位老师小声地说道 还请林成主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教学 若有什么不足 还请提出宝贵意见 看着如此热情的老师 林峰也不好拒绝 随后便在校长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处教室 而校长也是激动地介绍说道 这一位 就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林峰 听到是赫赫有名的林成主后 同学们都是十分兴奋 这也给那些立志要当上玉鬼师的同学们 立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和榜样 来了来了 传闻中的天使军团要开始入侵东方了 就连为首的天使本尊 也是终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就在刚刚林峰结束了柳城蜜月之旅 但还是在临走之际 带着轩华和彤彤来到了一片荒凉的郊外 而这里 便是胡爷爷和彤彤的埋骨之地 微风洒洒地吹着众人 而林峰也没开口说话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思念着 胡爷爷 彤彤 我来看你们了 时间好像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呀 说来还真是讽刺 如今柳城的人将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视为珍宝 甚至还有人进行了保护和膜拜 然而却没有人在意你们的安息之所 不过也好 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了 林峰上前摸了摸那块墓碑 眼神伤胆地开口说道 你们放心吧 我过得很好 以后 我绝不会再让重要的人离开了 看着林峰这一副伤神的模样 喧华也有些担忧了起来 而彤彤倒是有些好奇地思索着 原来他也叫彤彤啊 怎么有种好熟悉的感觉啊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令牌惊醒了沉寂中的林峰 抬头一看 是鬼城之主的令牌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看来是鬼城主有事在召唤他 林峰重新恢复了心绪 便带着喧华和彤彤准备离开了 随后 林峰直接换上了鬼衣 利用鬼城令牌瞬间返回了丰都鬼城 片刻过后 林峰来到了城主府中 而鬼城主叶双也是直接开口说道 大司徒 此次召你前来 是需要你帮我找件东西 而这件东西 是在一个噩梦及鬼灵的身上 文言林峰有些发愣 随即连忙询问起是什么东西 那个鬼灵有什么特征吗 叶双则是撑着脸颊继续说道 是一件披风 至于那个噩梦及鬼灵 他的脚上系着一根红绳 不仅实力很强 而且隐藏得很深 所以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 不料这是系统团来提示 叶双羁绊任务三 带回叶双需要的披风即可完成任务 奖励 叶双羁绊增加 林峰思考了一番后便答应了下来 而叶双口中的那个鬼灵 说的应该就是明蝶了 来到丰都鬼城的外面后 林峰拿出通讯器给宁蝶发了条信息 宁蝶也是很快接通了 不料宁蝶却在这时提出了一个请求说道 林峰 快跟我去一趟西部边境 那边有了新的情况 听到是边境出现了问题 林峰也是急忙赶过去 十几分钟后 轩华带着林峰到达了西部边境的高原 而宁蝶也已经等候多时了 很快 双方来到了一群遇鬼师的面前 林峰好奇地询问这些都是什么人 而宁蝶则则是解释说道 这些遇鬼师是从西边来的 我正准备把他们抓回去审问呢 两人落地过后 面前的遇鬼师连忙祈求说道 别杀我别杀我 文言宁蝶冷哼一声质问了起来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要来东方 这时遇鬼师解释说道 我们都是被天使圈养培育出来的遇鬼师 可是不知为何 最近天使军团开始大肆屠杀人类遇鬼师 还释放出了那些被他们培养起来的鬼灵 获得了大量强大的鬼君 我们这几个幸存的人类 只好带着鬼灵一路向着东方逃离 而我们在逃跑的途中还发现 天使的鬼君正在朝着东方一路席卷过来 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中亚区 也已经被天使军团给收服 现在天使和那些不知道有多少数量的恶灵 正在浩浩荡荡地冲向东方 似乎是在准备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征 听到这名遇鬼师说天使正在东征 凌峰和鸣蝶的脸上瞬间就皱起了眉头 想不到这场战斗来得如此之快 思索片刻之后 凌峰看向遇鬼师询问说道 你们知不知道天使的真实实力 然而遇鬼师的回答同样震惊两人 天使的具体实力我们并不清楚 只知道他的麾下有72种魔神 他们几乎都是噩梦集 这时宁蝶有了一丝猜测 这个天使现在决定东征 难道说他已经成功的驾驭规律了吗 而为了一统世界 所以决定先把东方这个潜在威胁给提前扼杀 文言凌峰点点头表示肯定 想了想又是开口说道 亦或者这次东征 就是天使驾驭规律的最后一步 掌握规律是所有噩梦及鬼灵变强的方式 鬼城之主扩大鬼城 凝蝶帝帮助人类成立联盟 这些都是规律在不断完善的标志 而驾驭规律后 便是神一般的存在 在已知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鬼灵能够做到 两人在原地思考了许久 也没想出个好的对策来 这时凌峰决定 不如先去试探一下天使的具体实力 而对于凌峰的提议 凝蝶也是同意了下来 之后便让凌峰进入了自己的鬼域 开始向着天使的所在地飞尸而去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一处破败城市的上方 凝蝶也在这里感应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然而没过多久 眼前的场景就彻底震撼了他们 只因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群群排列有序的天使鬼君 而在这些鬼君的上方 还有着好几十层密密麻麻的鬼君 他们犹如蝶罗汉一般一层接着一层 而在最上方的位置 还有一个巨大的圆形鬼域 看到这一幕的凝蝶十分诧异地说道 这是鬼域金字坦 看来天使便是利用这种地毯式推进的方式 朝着东方直推而来 这是准备把一路上的所有鬼灵 全部一网打尽的 凌峰看了看金字塔后说道 最下层的应该是S级的恶灵 再往上的是深渊一阶 深渊二阶 深渊三阶 而塔尖上面那个巨大的鬼域 应该就是天使所在的鬼域了 顺着金字塔的方向望去 凌峰的脸色变得愈发沉重 只因在那个鬼域之中 还存在着一座灰红高大的万神大殿 众人在考虑两久过后 随即便向着那座万神大殿靠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 天使鬼域中的黄金小天使 开始发出嗡嗡嗡的响声 随后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在向他们逐渐靠近 显然 天使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于是一道身影便缓缓浮现 最后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个头顶光圈被掌双翅 手持一个黄金权杖 全身四周散发着黄金鬼气 看上去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使本尊 强大无比的天使本尊终于出现了 而凌峰他们又该如何应付呢 就在刚刚 凌蝶操控着鬼域缓缓靠近了金字塔鬼域 不料一下子就被天使给察觉到了 而天使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时凌峰疑惑地询问说道 凌蝶姜薇 你们看出什么没有 而姜薇很是诧异地说道 天使不是一个鬼灵吗 怎么用黄金做了一个权杖和面具啊 要知道 黄金对鬼灵是可以直接形成压制的 凌蝶也是紧皱眉头 然而下一秒他就直接发动了攻击 毕竟光这样看是看不出什么的 还不如直接动手 说话间 凌蝶的一击紫黑闪电 已然击中了天使的鬼域 姜薇也换出了废墟鬼域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天使周围的能量猛然爆发 顿时黄金鬼气冲天而起 瞬间便将它带到了半空之中 接着在双方的鬼域之间 两股气势庞大的鬼气 从天使鬼域中冲了出来 凌峰诧异地说道 不好 又来了两个噩梦集 话音未落 天使面前就出现了两个噩梦集的鬼灵 而他们便是天使军团的魔神之一 噩梦一阶的巴尔 以及噩梦一阶的雷斯 就在这时 天使率先出手 只见他高举手中的黄金权杖 顿时一道金光猛然爆发开来 见此鸣蝶急忙朝着凌峰喊道 这个鬼域金字塔 能够让天使借用里面所有鬼灵的力量 快让你的其他鬼灵一起出手吧 听完凌峰也不再犹豫 直接换出了所有鬼灵全力出击 喧哗准备闪顿 说话间 彤彤已经手持利刃砍向了牛头人巴尔 而巴尔同样使用武器挡住了彤彤的攻击 一边的雷斯也没显着 直接操控着巨蛇朝着彤彤喷出了一团腐蚀鬼气 彤彤反应及时 连忙用利刃抵挡了鬼气的侵害 另一边 伊苏娜将威月缺女王和宁蝶 四个噩梦及鬼灵全都展开了各自的鬼域 纷纷开始逼近天使所在的位置 然而天使却是十分平静 双手握住黄金拳杖开始蓄力 刹奈之间 一道金灿灿的光芒从天而降 刺声强烈的爆炸声顿时猛然响起 天使紧紧一击 便成功挡住了来自四个方向的鬼域攻击 随后金光开始四散 纷纷汹涌地冲进了四鬼的鬼域之中 见此鬼灵们全都脸色大变 只因在这道光芒之中 鬼灵们终于可以确定 天使真的已经掌握了规律 已然是可以称之为神一样的存在 凌风见此当机立断 连忙呼叫众鬼灵们全顾撤退 毕竟凭他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对抗天使 鬼灵们也没练战 纷纷迅速撤离回到凌风身边 很快凌风便让轩华使出了深渊闪顿 而在看到凌风他们准备逃离的时候 天使举起黄金拳杖瞬间发射出一道光线 然而轩华在复苏过后 深渊闪顿不仅释放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就连距离也扩大了好几倍 所以在光线攻击到达之前 众人便已经成功逃了出去 只留那片高原山体被贯穿出了一条巨大的通道 另一边 轩华连续闪顿了好几次 终于带着凌风他们返回了边境之中 凌风也是松了口气缓缓说道 看样子 天使是准备保持这样的鬼欲金字塔 对着东方一路横推过来了 鸣蝶也是回应说道 还好 要是按照这样的速度 他们也还需要两个月才能抵达东方边境 随即鸣蝶收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天使驾驭的规律 这也是他能够更快驾驭规律的原因之一 怪消息就是 如今我们所剩的时间 已经来不及让凌蝶突破到噩梦三界了 维言凌风想了想回应说道 以现在的情况 如果我们和鬼城之主一同联手 是否有能力和天使的军团一绝高下 凌蝶听完后汗颜地摆了摆手说道 你想和他联手 恐怕他是不会同意 随后 凌蝶拿出了一件披风说道 这件披风 是我当年从鬼城之主那里抢来的 这应该是有助于他突破的重要轨器 如今的他对我怕是报仇还来不及呢 思考一番过后 凌蝶正重地对着凌蝶说道 我有很大的把握驾驭鬼城之主 所以这件披风能否交给我呀 此话一出 凌蝶顿时当场愣着 随即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凌蝶回应说道 什么 你是说 你要让他成为你的鬼灵吗 随即直接将披风交给了凌蝶 见此凌蝶反而猛了起来 你就这样给我了吗 不应该要考虑一下的吗 然而凌蝶却是眨了眨眼睛说道 在天使到达东方之前 让你去尝试一下也好 我对你可是满怀信心的呀 说完还露出了个调皮的笑容 见此凌蝶也是脸红了起来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你的信任了 我一定会成功的 随后凌蝶飞向空中告别说道 这段时间我也打算去突破一下 不管成功与否 一个半月后 我们在这里会合吧 守卫东方之战就靠我们了 凌蝶也是欣然地答应了下来 几天过后 凌蝶重新回到了鬼城之中 随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夜霜并拱手说道 城主 我回来了 而慵懒的夜霜只是侧了侧头回应说道 怎么了大司徒 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吗 然而凌蝶却是双手拿着披风 十分恭敬地继续说道 城主 披风我已经帮您取回来了 听到这话 原本蓝散的夜霜顿时从王座之上跳了下来 随即一脸惊喜地跑过来说道 这这这 这真的是我的披风啊 夜霜急忙报警披风开心地说道 太好了 真是谢谢你了大司徒 系统提示 夜霜羁绊增加 就在这时 夜霜忽然靠近了凌蝶调侃地说道 真不会是我的大司徒啊 你这么能干 我是不是应该多给你派一些任务啊 闻言凌蝶想到有羁绊可以刷 便直接开口说道 城主有事尽管吩咐就舍 而夜霜也不客气 当即派发了下一个任务 帮我抓一个变形的恶灵 这个恶灵每天的形态都不一样 十男十女 有时还会是物化鬼的形态 并且他还拥有着深渊隐秘的能力 这是他的一根头发 你可以用他来追踪恶灵的位置 当然 随着那只恶灵形态的变化 这根头发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结果头发后 灵中抱拳接下了这个任务 系统也是传来提示 夜霜羁绊任务4 替夜霜找到变形鬼并捉回来 即可完成任务 奖励 夜霜羁绊增加 顺利离开鬼城之后 灵中便将那根头发放进了一个信封内 随后又让童童当起了鬼邮差 童童 这次也拜托你了 而童童则是举着拳头自信地说道 邮差童童收道 保证完成任务 话音一落 童童便将信封放在额头处感应了起来 很快 变形鬼的位置已经确定 童童连同轰隆隆便直接冲了出去 灵风还没反应过来之时 童童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看到这一幕的灵风无语地吐槽说道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 不要跑得太快 叹了一口气后 灵风直接回到了轩华的鬼域之中 与轩华聊起天来 而轩华也是提醒说道 孤军不着急去找童童吗 然而灵风只是淡淡地说道 放心吧 我已经利用卫星锁定了童童的位置 等童童到达目的地后 我们直接闪顿过去就是了 然而就在这时 灵风忽然看到通讯器上童童前进的方向 居然是当初喊着要闹独立的南方中心城 鬼城之主要找的变形鬼灵 居然出现在了南方中心城中 见此情形 喧华有些疑惑地说道 恶灵竟然在南方中心城 那里不是已经不再受遇鬼失联盟管辖了吗 正好 对付天使还需要大量人手 如果能趁此机会收复南方 那我们的胜算也会多上许多 很快 灵风已然闪身来到了南方中心城外 随即让江薇使用拟异能力 而灵风也同样提醒童童说道 先别打草惊蛇 一定不能被发现 见此童童只好踏步而上 直接翻过黄金墙进入了城市之中 几分钟后 童童顺利来到了南方中心城的城珠府旁 而灵风跟随童童也来到了这里 这时的他有些好奇 难道说那个恶灵就在这里吗 为了更好的看清视野 灵风当即与童童开启了共享视野 而童童在查看了四处无人之后 便悄悄地将城主府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一道身影和一团火焰赫然映入眼帘 灵风定眼一看 此人正是南方中心城的城主冯文远 然而此刻的他正在和那团火焰交流着什么 为了打听一些有用的消息 灵风先让童童不要着急进去 想看看他们是否在密谋着什么 另一边冯文远正对着那团火焰恭敬地说着 老师 周围的违法玉鬼士和鬼灵 都已经给你送过去 不料火焰之中竟然探出一个虚影怒喝说道 文远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些玉鬼士和鬼灵完全不够 你可别忘了 要是没有我 你能坐上这个城主之位吗 你还敢宣布南方城独立吗 一旁的冯文远根本不敢反抗 只能惊恐地连连点头说是 而虚影依旧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等我掌握了现在的力量 咱们就一起消灭玉鬼士联盟 一同整个东方 说完还开始圣人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而在看到这一幕后 林峰的眼神顿时一宁 内心不禁思索想道 看来 这南方的事情果然不简单啊 一番小插曲过后 红彤顶对邮差鬼的模样直接走了进去 而冯文远在看到后直接质问吼道 你是谁 居然敢悄无声息地闯入城主府 随后便召唤出两只鬼灵直接冲向彤彤 不料彤彤却是邪魅一笑 伸出双手将一封信件给递了上去 然而 在感受到彤彤身上散发的鬼气之后 冯文远顿时吓了一跳的震惊说道 这这 这居然是噩梦及鬼灵 然而彤彤只是将信件交给了他的鬼灵 并没有发生冲突 不过林峰倒是有些意外 想不到这变形鬼居然是冯文远的鬼灵 不料下一秒 这个鬼灵在看到信封后大惊失色 直接一溜烟便想逃离这里 冯文远也很是意外 自己的鬼灵居然直接逃跑了 看到目标准备逃离 彤彤和轰隆隆也跟着追了过去 而轰隆隆眼疾手快 一瞬间就把变形鬼给暗倒在了地上 这时林峰也来到了城主府中 急忙朝着彤彤他们走了过去 不出所料 彤彤和轰隆隆成功抓住了目标变形鬼 而冯文远还在一旁有些发猛 我的鬼灵怎么变了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赶来的林峰也是开口说道 冯城主 你的鬼灵恐怕早就死了 这只恶灵不过是的伪装者罢了 随后林峰唤出轻住 顺利将变形鬼关进了祭兆庵中 然而冯文远依旧觉得不可思议地询问说道 林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林峰却是反问说道 该问怎么回事的应该是我吧 冯城主 刚才那团鬼气蓄影是谁 你们南方中心城 究竟在谋划着什么阴谋 林峰气势汹汹地继续质问 我可是听到了消灭欲鬼是联盟这种不好的词语的 面对林峰的质问 冯文远顿时汗颜地思索着 林峰现在有噩梦及鬼灵 自己肯定是不能得罪的 于是便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刚刚那个虚影 乃是我的老师沈无封 他也是一名天当疾欲鬼师 老师自幼天赋异比 从不贪慕名利 只是一个人在深山中修行 只有南方中心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我宣布南方城市独立 也是因为有了老师支持 然而早在十年之前 老师的鬼灵鬼车鸟就已经突破到了噩梦级 可是从那以后 老师的修行毫无进展 鬼灵也始终停留在噩梦一阶 直到有一天 老师决定将自己和鬼灵合为一体 然而这种情况一旦失败 那便只有死路一条 但老师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路 可是就在融合的时候 鬼车鸟却突然失控 强大的鬼气顿时充斥了老师的整个身躯 而老师也在鬼气之中被逐渐吞没 可看到这一幕的我却是无能为力 很快鬼车鸟的鬼气便完全吞没了老师的身体 甚至还开始发出痴痴痴的响声 不料下一幕 无数颗鬼车鸟的头颅从鬼气里赫然涌现 直接朝着冯文远的面前凸脸而来 而那团鬼气中却突然伸出了一只手臂 随即还响起了一道声音 文远啊 我成功了 我终于是成功了呀 而回想起那种画面的冯文远不禁双手抱头 嘴里更是害怕地惊恐说道 老师说他融合成功了 可是那种东西 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人了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为了稳固那股可怕的力量 老师便开始吞噬大量的鬼灵 而我也把所有能找到的鬼灵全部都给他了 可是没想到 老师依旧觉得远远不够 甚至想让我去抓活人 听到这里 姜薇思索一番后告诉林中说道 他的老师在融合鬼灵之后 可能已经成为噩梦二阶甚至是更高的等级 如果等他完全稳固力量过后 恐怕就连我们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这事冯文远紧紧地握着林中的手 表情更是十分恳求地说道 林成主 请你务必帮忙解决掉他 老师一生守护南方 绝不愿意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肯帮忙 日后若有什么难处 南方中心城一定鼎力相助 思考一番过后 林峰还是答应了冯文远的请求 随即便前往沈独峰修行的地方 十几分钟后 冯文远带着林峰来到了一棵枯萎大树的旁边 不料一道声音突然从枯树里面响了起来 文远啊 我的食物带来了吗 在得知南方城中有吃人的浴鬼事后 林峰跟着城主冯文远 来到了他老师沈独峰所在的位置 突然一个声音缓缓响了起来 文远啊 下一秒 数个鬼气头颅伴随着一个声音猛然跳了出来 而来人正是他的老师沈独峰 此刻的他满脸贪婪的开口说道 这些家伙 就是你给我带来的食物吗 这是系统传来提示 沈独峰 人鬼融合体 等级噩梦二阶 且还在进化之中 一旁的冯文远一脸慌张的惊恐说道 林峰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而在听到来人的名字过后 沈独峰更加猙獰的开口说道 你就是天才欲鬼是林峰呀 想必你的灵魂和鬼灵味道应该十分不错吧 而林峰也感应到了对方的强大 内心不禁思索了起来 若是让他继续进化下去 倒是我和宁蝶联手都不一定能打败他 必须趁现在将他击杀 随后 林峰换出了所有鬼灵 自己也披上了真武鬼甲指挥说道 大家一起出手 速战速决 顿时几大鬼灵纷纷使出了各自的深渊能力 彤彤使出深渊右手一把抓去 月区女王凤翔九天一箭射出 一苏那凝聚力量换来的巨神兵 三大深渊能力齐刷刷地攻向了沈独峰所在的位置 然而沈独峰丝毫没有一丝害怕 甚至还在疯狂叫嚣地大声吼道 来得正好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说完他便使出了一招夺破能力 伴随着一阵阵翁鸣声的响起 沈独峰的身后便涌现出了数个鬼车鸟 随即一道鬼气波动就朝着鬼灵们暴射而来 瞬间双方的攻击疯狂碰撞 胡料巨神兵在一拳打出后被直接震碎 伊苏那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那个家伙居然在吸收他们的力量 而彤彤手上凝聚的鬼气也开始被逐渐抽走 这时沈独峰张开血盆大脑 将三个鬼灵的攻击全部吞进了肚子里面 吃完还舔了舔嘴唇说道 真美味啊 不愧是噩梦级的鬼气 若把你们全部吃掉 我便能直接突破到噩梦三阶了吧 这时鬼灵们已经回到了凌峰身边 而凌峰见此情形顿感不妙地开口说道 沈独峰的实力已经超出了预期 现在的他不仅能化解掉我们的攻击 还能吞噬我们的鬼气从而增强自身实力 看来只能先行撤退 等叫上凝聂后再联手解决掉他 随即凌峰便让轩华使用闪盾准备逃离 然而到嘴的鸭子怎么能就这样放走 见凌峰有了要逃跑的迹象 沈独峰顿时疯狂喊道 你们是逃不掉的 通通成为我成神道路上的食物吧 仅仅片刻功夫 一个巨大无比的正方形鬼欲 瞬间便将凌峰他们矿在了里面 等到轩华使出深渊闪盾的时候 却是直接撞在了屏障上面发出一声光的声音 轩华很是诧异 没想到能穿过黄金墙的闪盾能力 竟被沈独峰的鬼欲给拦了下来 这时鬼灵们纷纷反应 自己身上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流逝 见此沈独峰开始嘲讽说道 不用白费力气 你们是逃不出去的 这片鬼欲融合了我的规律 这里的空间已经独立于原来的世界 在我的规律之下 你们只会不断地被一点点削弱 最后被我吞噬 这时沈独峰还不忘表扬一下冯文远说道 干得不错 这次居然带来了如此美味的食物 不愧是我的学生啊 而冯文远只能恭敬地表示 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 林峰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听信了他的谣言 顿时对着冯文远怒骂喊道 你早就知道他的能力 才故意将我们带过来 而冯文远却是不懈地回应说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算盘 我作为南方城的城主 怎么可能将南方的最强战力拱手相让呢 不料下一秒 一道鬼气直接死死地缠住了冯文远的身躯 冯文远顿时惊恐地喊道 老师 你要做什么呀 然而沈独峰却是尖笑地说道 老师已经不需要你去找食物了 你这个南方之主 也是时候该退位了 随后鬼车鸟便开始吞噬冯文远的身体 而冯文远也在震惊中 倒在了自己老师的手上 一番小插曲过后 沈独峰一脸猙獰的坏笑说道 接下来就该轮到凌峰你们了 好好感受一下死亡灾厄的力量吧 见此情形 将为当即发动了虚化鸣 疯狂抵挡着鬼车鸟的轮番进攻 其他鬼灵同样展开鬼日艰难的抵挡着攻击 而凌峰也很是着急 要是这样持续下去 鬼灵们的力量很快就会被消耗完的 就在这时 轩华忽然想到了一个破局的方法 随即转头开口说道 根据我的观察 沈独峰现在还没完全掌握融合后的力量 而撑起这片鬼域和使用能力了 只有那几个鬼车鸟的头颅而已 所以我们只要消灭了那几个头颅 沈独峰的实力便会大打折扣 凌峰同样狠下心来表示说道 我会开启血迹增幅 大家找准机会砍下他的头颅 这时轩华也表示 自己的新鬼术三千灯火明 在血迹增幅下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力量 而此刻的沈独峰依旧十分嚣张地嘲讽着 放弃不必要的抵抗 早点结束自己这悲惨的命运吧 随后凌峰掏出真无鬼刀 消耗受命的血迹增幅顿势施展开来 煞时之间 凌峰的五大鬼灵纷纷掩放红光 实力更是提升了一倍有余 在强大力量的加持之下 巨神兵使出了神兵步顿 成功抵挡了这连连不断的进攻 彤彤也开启了女武神形态 锋利的长矛赫然紧握在手中 喧哗也不落后 新鬼术三千灯火明顿时施展开来 随后大量的四角灯笼开始漂浮在空中 被照到的敌人行动会变得吃缓 而几方队友则会获得力量加成 这时凌峰信心满满地开口说道 沈独峰 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 迄今为止我凌峰的最强战力 来了来了 逃不出去的凌峰准备要背水一战 就在刚刚 凌峰施展出了血迹增幅能力 瞬间五大鬼灵的实力提升了一倍之多 而喧哗的新鬼术三千灯火明 不仅让鬼灵们的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甚至还迟缓了沈独峰的行动能力 然而沈独峰根本不慌地怒声吼道 乖乖臣服于我的灾恶法则下巴 随即直接使出了一招山崩地裂 顿时无数的黑色闪电充斥在整个鬼域之中 紧紧一击便将凌峰给震飞了出去 将为剑撞连忙使出鬼化屏障 帮助凌峰成功挡住了那些黑色闪电 然而沈独峰却是开口嘲笑说道 不用挣扎了 你们越是挣扎 灾恶的力量就会越强 你们的力量也就消耗得越快 随即又让鬼车鸟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顿时众多的攻击猛然轰向了凌峰他们 这时凌峰开始下达指令 让伊苏娜和月缺女王掩护彤彤彤进攻 在三千灯火鸣的加持之下 巨神兵的防御力得到了惊人的提升 仅仅一人不仅挡下了鬼车鸟的持续进攻 甚至还为其他鬼灵打通了一条出路 月缺女王借此机会 将灯火加持的火凤燎原猛然射了出去 攻击的剧烈碰撞 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阵风鸣声 终于 在伊苏娜和女王的努力之下 一条直打沈独峰身旁的通道被顺利打通了 而看见他们破开了自己的进攻 沈独峰感到很是惊讶 随即使用毒液护盾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现状巨神兵一拳打出 通的一声直接将护盾打得变了形状 彤彤也施展出了寒冰鬼手将其死死地捏住 不料沈独峰却是不懈地嘲讽说道 别白费力气 这可不是普通的护盾 你们既打不破也动不住 另一边的灵风已然眉头紧锁 只因鬼灵们的力量已经到达了极限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就在这时 彤彤的周身猛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随即挥动手中长矛发出了无数道诡气利刃 而在三千灯火明的加持之下 彤彤的力量一直在持续暴涨 提升的倍数早已达到了十倍开万 可沈独峰依旧哈哈大笑地嘶吼喊道 没用的 单纯的力量怎么可能抗衡规律法则呀 不过彤彤可不管这些 而当力量倍数到达了五十倍后 彤彤将全身的力量全部汇聚在长矛之上 顿时一道巨大的力刃赫然浮现在了众人眼前 只听见彤彤大喝一声 那道强大无比的诡气利刃 瞬间就朝着沈独峰的位置砍了下去 原本完整的毒液护盾也开始出现了数刀裂痕 而看见这一幕的沈独峰顿时万分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能够单凭力量就破开他的规律 于是沈独峰再次使出了毒液护盾 然而随之而来的 是三千灯火明带来的迟缓效果 在此效果之下 彤彤以极快的速度砍下了数个鬼车鸟的头颅 失去力量的沈独峰也发出了一道悲鸣的声音 随后正方形鬼域开始破碎 而喧哗他们的力量也没再继续流失 这时沈独峰惊恐地喊道 不能 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我会成为神的 我一定会成为神的 说罢便快速地逃离了出去 然而彤彤及时发现 一直紧随不舍地追在沈独峰的身后 几分钟后的南方中心城中 一个赤红的鬼域赫然出现在了城市上方 这时彤彤的鬼域猛然砸中了沈独峰的位置 并且成功拦住了他逃跑的方向 而紧随其后的 便是五个鬼域将沈独峰给团团围了起来 这时凌峰率先开口劝解说道 沈独峰 你的力量已经折损了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然而沈独峰依旧不肯大休地回应说道 凌峰 虽然我现在打不过你 但是想和南方中心城同归于尽 我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为了这城中百姓 你放了我如何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再与你为敌 然而听到这话的凌峰 却是嬉笑地讽刺说道 恒文远说他的老是为了守护南方而奉献了一生 如今居然拿一城百姓当作妖戏 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啊 不料沈独峰却是吐槽喊道 你懂什么 只有不断追寻强大的力量 才是遇鬼师的终极目标 你若不幸 那便可以来试试 然而听到这话的凌峰顿时怒火中烧 这时喧哗担心起城中的百姓 不料凌峰心中早已有了对策 随即城市的上方开始响起了一道道声音 南方中心城的各位百姓 请大家网上看一看吧 这时下方有人忽然喊道 快看 是那座宫殿里传出的声音 大一桶了大一桶了 独历许久的南方中心城终于要回归东方了 不知道小日子那边什么时候才能回归祖国的怀抱啊 然而就在刚刚 南方中心城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宫殿 然而定眼一看 那座宫殿居然是月圈女王的皇宫鬼域 下方的人们也是惊奇地望着天空 不料刷的一声 那些看到皇宫鬼域的人们全都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他们便出现在了鬼域之中 凌峰欣喜地点了点头回忆想到 当初就是月圈女王的海市圣楼 带着几万人顺利迁徙到了龙城 如今这个技能终于再次派上用场了 然而沈独峰在看到这一幕后顿时瞳孔一缩 嘴里更是被震惊地嘶吼说道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臣民们怎么都消失了 凌峰你到底做了什么 不等凌峰做出回忆 姜威和依苏娜的鬼域已然将他给撞飞了出去 然而此刻的凌峰终于没了顾及 随即朝着沈独峰大声吼道 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座空城了 没了筹码 你还是乖乖地放弃抵抗吧 最后 提升了50倍力量的彤彤发出了最后一击 锋利的长矛顿时刺穿了沈独峰的身躯 而沈独峰也在众人面前缓缓地消散在了空中 随后 凌峰低头看向了下方的城市 嘴角不由地开始微微上扬 现在的南方中兴城群龙无首 也是时候该将他回归到狱鬼市联盟的管辖之中了 如今整个东方势力划分 也就只剩下丰都鬼城那边了 几日过后 蝶婆婆带着卓家两姐妹 顺利来到了南方中兴城的城主府中 而凌峰和一群人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看见凌峰过后 卓琳和卓宇便上前抱住了凌峰的手臂说道 凌峰 听说你收服了南方中兴城 我们知道后便和蝶婆婆一起过来帮忙了 这时蝶婆婆也开口说道 如今这两姐妹的管理能力十分优秀 在海城也是得到了众多人的一致认可 而卓宇则拍了拍胸膛自信地说道 放心吧凌峰 南方这里就安心交给我们吧 随后 南方的管理层门纷纷上前恭敬地说道 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全部知晓了 感谢凌峰主出手拯救了南方 今后我等必定会为狱鬼市联盟尽心竭力 一番交谈过后 卓家两姐妹便和管理层门先行离开了 这时凌峰挠了挠头表示说道 抱歉了凌蝶 打扰到你继续突破 然而凌蝶也没在意 只是淡淡地开口回应说道 真没想到 南方这边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高手 你之前在通讯器上说 沈独峰与自己的鬼灵融合在了一起 意思是指人鬼合一吗 凌峰摊了摊手继续说道 不错 沈独峰似乎也掌握了一定的规律 难道说天刚即之后的遇鬼师 进阶的方向就是人鬼合一吗 然而凌蝶也有些疑虑地表示 沈独峰在融合后性格大变 说明他的方法并不正确 又或者说是缺少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见双方都是一头雾水 凌峰索性不再多想 之后便告别凌蝶 准备将抓到的变形鬼交付给鬼城之主 几个小时过后 凌峰顺利地来到了鬼城之中 拱手表示任务已经成功完成了 随即凌峰便从祭照案中拿出了那个变形鬼 这时系统传来提示 羁绊任务完成 叶双羁绊增加 一瞬间准备逃跑 不料数到丝绸突然从他背后射出 仅仅一瞬之间 变形鬼就被丝绸给五花大绑了起来 这时叶双缓缓起身 开始朝着变形鬼的位置走了过去 然而当叶双释放出一道鬼气之后 变形鬼的模样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随后又在叶双的操控下 变成了一个男孩的模样 凌峰看到后有些差异 难道说叶双是在研究这只鬼灵的能力吗 随后叶双打了一个响指 一只紫色鬼灵便从他的袖中飞了出来 紫色鬼灵当即上前 将那只变形鬼狠狠地握在了双手之中 随后那两只鬼灵便开始慢慢地融合在了一起 然而看到这一幕的凌峰更加感到意外 不过话说回来 凌峰感觉这和之前的合体鬼并不一样 可是又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 于是凌峰便询问起了姜薇 然而姜薇却是一脸震惊地说道 我觉得 鬼城之主应该是在刺激这个鬼灵让他进阶 几分钟过后 那只紫色鬼灵忽然开始散发出惊人的恐怖气息 而姜薇在感应到那股气息过后 嘴里十分慌张地惊恐喊道 凌峰 那只鬼灵有了完全复苏的征兆 此刻的凌峰也是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难道叶霜要找的那只变形鬼 就是为了让手下突破到噩梦级吗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成功了 那以后鬼灵升级的难度可就大大降低了 不料过了片刻 那只紫色鬼灵突然暴毙 直接缓缓消散在了半空之中 随后叶霜收回那个鬼灵仅剩的一缕鬼气 眼里满是嫌弃的神色 随后叶霜随手一挥 将那缕鬼气直接融合进了凌峰的鬼衣之中 顿时鬼衣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升级 系统提示 你已获得叶阴鬼衣 能力无限隐匿 对人类和鬼灵均可无视等级生效 凌峰喜出望外 阎盲忙抱拳表示感谢 而凌峰也借此机会 朝着叶霜说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城主大人 此次我在寻找变形鬼的过程之中 在中亚地区发现了一组新的敌人 随后凌峰将西方天使军团的消息 一一告诉了叶霜 而叶霜在听到后也很是诧异 已是说 那个天使至少是噩梦三阶 不仅掌握了规则之力 甚至还带着大量的鬼君向着东方而来 凌峰拱手肯定地表示说道 如今天使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鬼城的扩张 而且他的危险程度 更是远远超过了遇鬼诗联盟 此时叶霜沉思了许久 随即询问大司徒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 这时凌峰表示 自己在遇鬼诗联盟里面认识了一个高层 城主可否考虑一下 与遇鬼诗联盟来得暂时合作 这样便可集结整个东方的力量 共同联手对抗西方的天使军团 然而叶霜却是摸着自己的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